我和妹妹是一对双生化 前世 算命先生说 我命里待客 父母便将我养在乡下 妹妹则留在他们身边 后来我急急 父亲把我接回来 说要为我和妹妹选择夫婿 前世 妹妹选了合成首富周家的嫡长子周燕成亲 我则嫁给了乡下的穷酸秀菜沈墨青 后来 沈墨青三元吉地 我成了人人羡慕的状元夫人 而妹妹所嫁的周燕风流顽固 宠妾灭妻 在拜光周家的家产后 将妹妹迈进了勾兰院当妓子 我从京城回合成那日 妹妹突然从人群中冲了出来 她面容猙獰 壮似风魔 将藏于袖中的匕首 狠狠捅进我的心口 苏玥 你个下贱胚子 要不是因为你 我不会活得这么惨 你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状元夫人 你给我去死吧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妹妹 明明是她贪图荣华富贵 非要嫁去周家 又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胜 逼我替她嫁给穷秀菜 如今怎么就成了我的错呢 但我的话还没出口 大口鲜血就吐了出来 最后 在众人的尖叫声中断了气 再次醒来 我又回到了重新选夫婿这一年 窗外的春雨下得更大了些 丫鬟绿绿匆跑了进来 小姐 老爷让您去前厅一趟 我将打湿的窗户关上 轻声应道 知道了 轻时小镜上 淡粉色的裙摆被春雨打湿 刚到前厅 就听到妹妹苏乒乒柔柔的声音响起 父亲 姐姐在乡下受了那么多苦 我这个当妹妹的 怎忍心她再嫁去沈家受苦 所以 女儿愿嫁给沈郎君 我抬脚进门的动作顿了下 父亲一脸心痛地劝道 平平 那沈墨青家徒四壁 还有个病重的老母 要养 你嫁过去后 日子将极其艰难啊 苏平平毫不在意 面容真诚道 女儿并非贪图富贵之人 沈郎君才华横溢 女儿相信 父亲说的这些困难 都是暂时的 这时 父亲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 脸去面上的慈爱 眸中透着冷意 淡淡问道 刚你妹妹的话听到了吗 你做何感想 我保持着从乡下回来的怯弱 低着头道 女儿的终身大事 全凭爹娘做主 父亲对我的听话 露出极许满意 那就听你妹妹的 你嫁去周家吧 苏平平脸上一喜 挽住我的胳膊 急轻热道 太好了 姐姐嫁去周家 一定会很幸福的 见妹妹急言 突然 苏平平脸上的笑容 变得阴阴的 凑到我耳边急轻道 姐姐 这辈子的状元夫人是我的 你就替我下地狱受罪吧 我装作没听清楚 一脸茫然地问道 妹妹刚说什么 心中却恍然大悟 原来她也重生了 苏平平露出灿烂的笑容 没什么 许氏姐姐听错了吧 就这样 我与苏平平换了亲 两人在同一天出嫁 出嫁前一晚 我坐在梳妆台前 丫鬟绿柳帮我卸下差环 大小姐 你说二小姐到底怎么想的啊 放着合成首付的周家不要 非要嫁给她连饭都吃不起的穷秀才 难不成真是读书人说的 什么友情营水宝 绿柳才十四岁 我没回府前 她只是府里的撒扫丫鬟 后来被母亲指派给了我 绿柳人很好 就是有些心直口快 小丫头将拆环放进匣子里 又拿起梳子帮我梳发 这样也好 小姐您就不用嫁去沈家受苦 当周家的少夫人更好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 缓缓开口道 绿柳 有钱人家的少夫人 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周家虽富贵 但周燕风流顽固 后院一堆阴阴厌厌呢 可以想到前世沈家 那些个极品亲切 还有沈墨青的自私阴暗 和特殊怪品 我又突然觉得 周燕后院的那一群女人 也不是那么可怕了 重活一世 我早已看看 男人的宠啊 哎呀 都是虚的 抓在手里的真金白银 才是实打实的 周家少爷妾室成群又如何 我又不贪图他的疼宠 不用伺候男人 还有数不尽的银钱花 我竟开始对嫁入周家 生出了极许期待 第二日一大早 绿柳就将我从被窝里 拉了起来 一番喜术后 喜婆和丫鬟们 开始给我梳妆打扮 我看着铜镜中柳叶细眉 肌肤摆腻的自己 心中感慨万千 这是我第二次嫁人了 却依旧没有任何的 兴奋和期待 迎亲的对我来了 在热闹的教唤中 梳妆完毕的 我被喜娘扶出房间 最后上了花轿 一路上吹吹打打 轿子颠簸了好一会儿 才晃到周府 帘子一掀开 我的手里就被塞了条红绸缎 我头上盖着红盖头 也瞧不清前面的紧致 只能如提线木偶般 由绿柳扶着往前走 带到了大厅 喜婆开始叫唤着拜堂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众宾客正兴奋拍手时 大厅闯进一神色焦急的丫鬟 大少爷 不好了 孙姨娘突发心急 快不行了 您 您快去兰园瞧瞧吧 什么 旁边身着喜福的男人惊呼一声 周围的宾客 也开始窃窃私欲 透过盖头下方 我瞧见站于我旁边的新郎 扔掉了手里的红绸缎 在众人的惊呼中 急不离开了 高堂之上 周老爷气得直拍桌子 孽障 给我回来 给我回来啊 周夫人更是捂着胸口 歪歪地倒在椅子上 一时间 喜庆的大厅 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众人以为 我会掀了盖头大闹婚礼时 我朝周家二老柔身宽慰道 父亲 母亲 陌生气 既然相公有急事 不若先招待兵客入席吧 对对对 管家 赶紧请大家去前院吃席 周老爷到底大风大浪过来的 他忍下怒气 开始安排起后面的事 周夫人在丫鬟的搀扶下 走到我面前 拉着我的手 直夸我十大体 还承诺 不会让我白受这委屈 最后 他亲自领我去后院安顿 今日周家大喜 周夫人还有女眷要招待 便没有多待 待偌大的房间 只剩我与绿柳 小丫头愤愤不平道 周少爷太过分了 谁家新郎官在拜堂时 丢下新娘子 去瞧个姨娘的 小姐 依我说 刚您就该掀了盖头 狠狠闹他一番 如今这样 真是憋屈了 我从被褥下 摸出几颗花生 桂圆 边包壳 边淡淡问道 闹过之后呢 这里是周家 周燕在混账 也是周家的儿子 你觉得周家父母 真会为了我这个外人 狠狠惩罚自己的儿子 闹了反倒惹他们厌恶 不如半乖巧 为自己挣些同情分 绿柳不服气道 那小姐 您就这么白白 让人欺负了去啊 我知绿柳是真的心疼我 见四下无人 便解释道 周燕今日行为 诚然是让我脸上无光 可又何尝不是 当众在打他爹娘的脸 放心吧 今日这事 就算我不追究 周家父母 也会记他一笔账的 其实 周燕干的 这是我早有预料 前世 苏彬彬欢欣雀悦地 嫁去周家 拜堂时 周燕也被心娜的姨娘叫走了 为此 苏彬彬大闹婚礼 落得周家脸上无光 最后 她成了整个合成的笑话 诚然会哭得孩子有糖吃 可也得分场合哭闹啊 周家在合成 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周父周母 又极爱面子 现在是周燕对不起我 我若真大闹宴席 公婆内心对我的亏欠 只会从十分降到三分 还会惹他们厌恶我 我进周家 试过舒坦日子 可不是给自己添堵的 绿柳一听 周家父母会收拾周燕 气呼呼的模样 终于有了些缓和 我又从被褥下摸了把红枣 鬼缘塞进她手里 好了 折腾了这么久 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吧 我本以为周燕今夜 不会进洗房 结果月亮升起时 她竟气呼呼的 踢开了我的房门 第二章 相公 你是想逼死切身吗 你给我出去 周燕朝绿柳命令道 绿柳十分不愿意 但又不敢反抗主子的命令 最后 不甘不愿地出了房间 房门才刚合上 我头上的红盖头 就被人粗鲁地扯掉了 字意风发的少年狼 身着红色喜福 眉眼间露出的 却全是厌恶 你就是苏院长的女儿 少年狼冷声问道 我的父亲苏燕博香也出身 二十岁考上秀才后 再无寸境 最终 在母亲娘家的支持下 来合成开了间小书院 人唤一声 苏院长 是 我才开口 他就不耐烦地打断了 行了 我不管你是谁家的女儿 你只需记住 我是被父母逼迫才娶你的 我在心中默默翻了个白眼 谁不是呢 见我不说话 周燕继续道 我已有所爱之人 就算把你娶回来 但在我心中 琪儿才是我的正妻 琪儿应该就是那孙姨娘吧 我点头表示知道 周燕见我无动于衷 干脆来了寄猛药 我告诉你 我已经答应琪儿 除了她之外 再也不会碰其他女人 苏云 你在周家得不到我的宠爱 也不会有子嗣 除了一个正妻的名分外 你什么都没有 来人说完 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试探心问道 就这样 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我将周燕的小心思 尽收眼底 最后 毫不犹豫地应声 嗯 我愿意 周燕不过十八岁 又被家里人 宠得无法无天 她朝我说了一通狠心话 却发现 我根本不为所动 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 周燕气得哇哇大叫 苏云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跟了我就得守活寡一辈子 你赖在周家 有什么好处 她无非就是想及我离开周家 是 就冲着周燕对我羞辱 我是可以有骨气地离开周家 但离开后 我又能去哪里 父母本就嫌我命格不好 我若回去 也只会将我扫地出门 我也可以靠自己 比如给人家洗衣服 做些绣活来养活自己 但这种清贫的苦日子 早在上一世就过够了 许是前世太苦 这辈子 我只想过好日子 所以 这周家我是留定了 我悄悄凝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眼眶瞬间红了起来 可怜兮兮仰头看着她 相公 你是想逼死切身吗 周燕虽顽固风流 却也知怜香惜玉 果然 男人被我的模样和话语 吓得破防了 她往后连跳了两下 瞪圆眼睛 结巴道 你你你 你别瞎说啊 本公子何时要逼你去死了 我哽咽道 出嫁不到一日的女儿 若被修回娘家 莫说父母颜面丢失 那女儿也会成为 全城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话 谁说休息了 我 我给你和黎叔 我眼眸积聚眼泪 打断道 又有何区别呢 世人对女子多有偏见 明明是相公你不要我 但旁人 只会说我苏云品德才行有失 才会在成亲当日 被夫家抛弃 如此流言蜚语一旦传开 我就只能去死了 我 周燕还想反驳 我又使劲眨了几下眼睛 生生逼出几滴眼泪 相公 你说 你是父母逼迫 采取了苏云 苏云又何尝不是 同时天涯沦落人 相公既致被逼成亲的苦楚 如今又何必来逼迫苏云 周燕瞧我哭 有些手足无措 他原想着 朝我说一堆狠话 便能逼我与他大吵大闹 最后两人撕破脸皮 他就有足够的理由 回小妾的房间 可没想到 我完全不接招 还哭着说他逼我去死 察觉他软了脾气 我又放出重谈 相公就没想过 我走了 你的父亲 母亲 就不会再比你另取吗 周燕 我知道相公心有所属 我可以保证 我会当好你名义上的妻子 也会善待你的妾室 绝不会粘酸惹醋 我对自己的容貌 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尤其烛火摇曳下 我并不是痛彻心扉地哭 只低头轻轻啜气着 分外惹人怜惜 果然周燕的心软了下来 他在房间来回踱步 最后抓耳挠腮了会儿 扮下阵来道 哎呀 你别哭了 我 我不赶紧走就是了 我心中一喜 面上却露出不确定的表情 真的吗 周燕有些不自在 摸了摸鼻子道 那啥 我先跟你说好啊 我心里头只有琴儿一人 我绝不会进你的房间 你也绝对不能欺负他 你若敢瞒着我欺负他 那我就写修书 直接把你修了 好 我知道了 我擦干眼泪 发自内心地笑了 许是我的一番话 让周燕对我有所改观 他已不像刚进门时那般臭脸了 今晚我不会在这里睡 你自己休息吧 说吧 他拂袖而去 周燕走后没多久 绿柳就进来了 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朝他浅笑道 卸妆休息吧 折腾了一天 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绿柳四想说些什么 但见我并无伤心之色 便默默地上前 帮我拆下拆还 一夜好梦 第二天 周燕没有诉在我房里的事 就在周家宅院里传开了 一时间 下人们议论纷纷 他们说我笼络不住相公的心 嫁进来就独守空房 也有说我被个妾室欺负 以后怕是日子难过了 绿柳听了这些话后很生气 我却淡定地唤他过来 为我梳妆 新婚之夜 周燕诉在姨娘院子里这事 看似我被人冷落 但只有我知道 能让周燕顺利接纳我这个正妻 已是赢了一大步 而且 周燕从来不是我要攻略的人 我真正想要拿下的是 周老爷和周夫人 如今周府周老爷掌管外面的生意 周夫人则只掌家中中愧 周燕缺银子了 都得跟他们要 讨得周燕欢喜有什么用 讨得周家二老的欢喜 才能得到实打实的好处 梳妆完毕 我领着绿柳 去公婆的院子奉茶 昨日带着盖头 不曾好好看 如今一瞧 才发现 周府不愧是合成首富 院落真真是雅致又奢华 甲山流水 小亭古树 水泻楼阁 极具江南之色 从我所居的如意院出发 穿过长长的抄手游廊 又经过穿堂 这才到了公婆居住的正院 水泻院 水泻院是周府最大的院子 潺潺水流从甲山处流淌下来 池中还有各色井里 正无廊下 挂着各色鹦鹉鸟雀 正无守门的丫鬟见我过来 掀开帘子 朝里头喊道 老爷 夫人 少夫人来了 我领着绿柳走进去 儿媳给父亲 母亲请安 我正要行礼 周夫人也就是我的婆母 她伸手扶住了我 好孩子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们周家 没有这么多的规矩 婆母说着 拉住了我的手 一脸心疼道 昨日真真是委屈你了 我盲摇头 放低姿态道 母亲严重了 能嫁进周家 是儿媳的福建 我说的是实话 前世我嫁给沈墨青 别说奴仆了 就是睡个好觉 都成奢望 白天是干不完的家务活计 晚上还得伺候沈墨青 那故意摊在床上的老娘 偏大老娘还习惯磨错人 每每到了晚上 便叫唤都不停 一会儿要喝水 一会儿要如厕 总之就是不让你睡觉 左不过嫁去两年的光景 我便瘦得只剩骨头 还长出了白头发 哪像现在 一觉睡到大天亮 吃饭 睡觉也有人伺候 真真是不要太爽优 婆母 见我面露真诚之色 脸上的笑容多了几分 我们家压何德何能 能娶到你这般好的媳妇 说完 她摘了手腕上的玉镯 给我戴上 镯子圆润细腻 翠绿深邃 定是价值不菲 昨夜的独守空房 也算是值了 第三章 苏鸢 你跟我父亲告状了是不是 经昨日拜堂一事 公婆对我印象极佳 周富 也就是我的公爹 她见我独自一人过来 冷着脸朝一旁的下人问道 那个小畜生呢 下人窃窃答道 回老爷的话 少爷昨夜素 素在孙姨娘那里 如今还未起来 管家话音刚落 周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怒吼道 各魂不令的玩意儿 人家好好的闺女 嫁到我们周家 可不是让他的魂小子 随意冷落 欺负他 去 就是绑爷得给我把那小畜生绑过来 今儿我非得狠狠教训他一顿不可 上一世 苏彬彬大闹婚礼现场 落得周家好没面子 连带着周富对他也极其不喜 更别说做出帮他出气这种事了 可如今 周富不仅仅向着我说话 还要替我教训周燕 不管是假作戏 还是真替我出气 只要周富有所表示 便是告诉周富所有人 他是满意我这点媳妇的 公爹都帮我撑脸面了 我自然也要懂得头套爆脸 我将下人拦下 柔声劝道 父亲息怒 其实 相公并没有冷落而媳 昨夜相公 想留素儿媳房中 是而媳孔孙姨娘受了刺激 有性命之忧 这才让相公去了孙姨娘那里 周富自然不信我的话 但语气还是缓和了几分 云儿 你莫要替那逆子寻借口 儿媳不敢 儿媳只觉得 相公本就应娶了儿媳心中不快 父亲若在为这事惩罚他 届时闹得你与相公关系紧张 母亲必也会跟着忧心的 周富和周母感情深厚 俩人几十年来 只欲有一儿一女 女儿周景长 前些日子突发急症 去了外头庄子养病 连这次我与周燕大婚都没参加 而周燕作为整个周家唯一的儿子 不管形势多混账 公婆内心必也不希望与她闹翻 果然 周富听完我的话 瞧我的眼神又多了几分满意之色 周母更是拉着我的手 直夸我大度贤惠 没一会儿 下人端着茶水进来 周母道 老爷 先让云儿敬茶吧 下人取来蒲团 摆在了周富 周母面前 我双膝跪在蒲团上 双手捧着茶盏恭敬凤上 父亲 请喝茶 周富伸手接过茶盏 和善道 云儿 往后好好跟叶儿过日子 说完 喝了一口茶水 然后 将一个红包递给我 谢父亲 我双手接过 在给周母浸完茶后 除了厚厚的红包外 她还将两张房契 交到了我的手里 这是城南的一家胭脂铺 和一家首饰铺 我与你父亲商量过了 往后 他们就是你的私产了 我心中大惊 忙摇头道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 收着吧 周母笑着塞进我的手里 你是个好孩子 阿燕已经对不住你了 我们当长辈的 总不能再让你受委屈 我知道 这是他们夫妻二人 在替儿子补偿我 嗯 也不忘我挖空心思 说了 刚刚那一番违心的话 我到了生县 便将东西收下了 这时 屋外丫鬟声音再次响起 少爷来了 下一刻 门口响起凌乱的脚步声 我下意识转头看去 周燕头戴玉官 身着白色紧缎暗纹长袍 走了进来 合成早有传闻 说周家少爷虽风流 但容貌却一等一的俊美 昨夜我也没戏瞧 如今一看 真真是生得极好看 见眉心目 唇红齿白 又恰逢少年得意 周燕举手投足间 净显风发意气 不过 人虽俊美 这脾气却不怎么好 只见他冷着脸进了门 当目光触及我时 一张脸阴沉得更厉害了 苏云 你来这里干什么 话音刚落 周父手里的茶盏 朝他砸了过去 澄清第二日 你说他来干什么 周燕偏头一躲 茶盏在他脚边碎成几片 他还嘀咕了一句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我怎么知道他来干什么 你你你 周父气的脸色胀红 只向周燕的手指都带着颤抖 跪下 给我跪下 周燕哽着脖子道 我又没做错事 凭什么下跪啊 拜堂成亲时 你弃新娘于不顾 洞房花竹之夜 你又将人丢下 现在心腹敬茶 身为相公不陪着也就罢了 还质问他来干什么 这庄庄渐渐的 周燕一听这话 怒火中烧的眸光 瞬间一到了我这边 只听他大叫道 好你个苏云 昨夜还哭着求我 不要赶你走 说什么会当个好娘子 没想到这才过了一晚 你就跑我父亲这里说 老子坏话 早知你这般表里不一 老子昨晚就不该心软 该一纸修书 直接把你赶出周家才是 周燕这番难听的话 连一向疼儿子的周母 都听不下去了 阿燕 你给我住口 周母捂着胸口 替我解释道 原来这么久 根本没说过一句 你的不是 周燕明显不幸 冷哼一声道 他若不告状 你们怎会知道 我干的这些事 周福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自己儿子 你昨夜宿在哪里了 周燕被噎了下 周福冷笑一声 我跟你娘 到底要多眼盲耳聋 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 你干的这些好事 周母同样一脸失望道 阿燕 原来是个好妻子 她大度贤惠 新婚日 你干出那么多荒唐事 她不仅不怪你 还在你爹命人 去合园绑你时 替你求情 让你爹幕要怪罪你 周燕愣正了下 原本怒视我的气势 瞬间弱了下来 楠楠道 她有这么好心 周母狠狠瞪了她一眼 转头朝我安慰道 于而 阿燕被我们夫妻宠坏了 以后她若欺负你 便来告诉我们 我们替你撑腰 我乖巧道 母亲多虑了 相公为人极好 她不会气负而习的 听我这样讲 周燕翻了个白眼 嘀咕道 虚伪 周母见儿子丝毫不收脸 气得重重拍了下桌子 就仗心仗一起算了 娶了这么好的妻子 你还这般不识好歹 竟说她虚伪 要争论虚伪 哪个能比得上何元的女人 当初许她进门时 口口声声说 什么会安分守己 绝不做半点愉悦之举 可昨日你成亲 她竟装病耍手段 将你从成亲宴上骗走 欢欢喜喜的婚礼 成了一场笑话 周燕被她娘 骂得低下了头 却依旧帮着心上人说话 母亲 其而是真的病了 你以为人人跟你似的 没脑子吗 若真病得如此严重 昨日怎么只亲你 不经府衣过去瞧瞧 难道你还会治病不成 周燕脸上闪过心虚 不敢再言语 周母痛心疾首道 自打那个女人进门 你是学也不上了 功课也不做了 长此以往 你真要毁了自己不成 一旁的周父皆冷声道 依我看 就该把那个狐妹子发卖了 如此一来 她也就受了那些花花肠子 专心读书了 不行 周燕立马激动起来 你要是敢动琴 我 我就离家出走 再也不会周家了 周父 周母 都被气得不轻 我出声缓和道 父亲 黄金万两容易得 知心一个也难求 如今相公好不容易 遇到一个真心欢喜的 咱们又何必拆散呢 相公性情爽直 敢爱敢恨 万一真惹得他离家了 到时候追悔莫及啊 周父周母 真要处置孙姨娘 也不用等到现在才发作 无非就是想敲打一下 自己的儿子 好让他有所收敛 我的一番话 给了彼此台阶下 周母拉着我的手 动容道 我们样真是 娶了个好媳妇啊 周父也收敛了怒容 朝周燕道 娶了这般好的媳妇 你就知足吧 周燕朝我看过来 对上我坦然的神色 他不自在地别开了脸 倒也难得不再 反驳他爹的话 离开水泻院时 周燕将我叫住了 别以为你在大厅 帮我说话 我就会成你的情 记住你昨夜承诺我的话 我心中只有钱 有些不该想的东西 你就别妄想了 说吧 未等我开口 便甩手离开了 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微微叹了口气 这般冲动 莽撞 恋爱脑的性格 难怪上辈子 落得倾家荡产 卖气求财的地步 我面色一灵 但不管上一世如何 这辈子为了我的荣华富贵 我是绝不会 让他重蹈覆辙的 第四章 周燕娜的几方小妾 过来给我敬茶 我与绿柳回到如意院后 将周父 周母给的红包 拆开来瞧了下 每个红包里 都是五百两的银票 加一起 足有一千两 这周家可真是财大气粗啊 绿柳感叹道 谁家心腹进茶后 除了一千两的银票外 还送俩铺面啊 莫说整个合成 找不出第二家 就算是上一世的苏彬彬 肯定也是没有的 我记得他大闹婚宴后 第二日便回了娘家 根本没给周父 周母进茶 后面三人的关系 四也十分不好 我小心翼翼地 将银钱和房契收起来 想着过几日 找个时间 去看看周家父母 送我的铺面 虽然周燕不着调 但周家父母很不错 苏家虽在合成开书寺 但家里积蓄 远不如周家雄厚 更何况 爹娘为了让苏彬彬 在沈家过得好 他们不仅缩减了我的嫁妆 还将周家的聘礼 也云了许多出来 给苏彬彬当嫁妆 可就算如此 周家非但没有轻视我 甚至给我这些东西傍身 像我这种 没有娘家可以靠的人 想在周府想立足 除了周家父母的倚重外 自身也得有些银钱和敬想 否则 连打赏的下人 都掏不出银子 下人们 又如何会来尊重我呢 公婆宽厚 家宅富裕 真真是比上一世的沈家强多了 我才将铺面放进匣子里 外头就有人来报 说是周燕娜的几房小妾 过来给我敬茶了 踏入偏厅 四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便站成一排 朝我行李 见过少夫人 周燕生性风流 做事放浪不羁 她在娶我这个正妻前 不顾父母阻拦 硬生生给自己 纳了五房小妾 合成好人家的姑娘 哪个愿意自己喂进门 相公就养一堆小妾的 也正因如此 这才让我跌攀上了周家这门亲事 但不得不承认 周燕的眼光确实不俗 除了最得宠的孙姨娘没来 屋内站着的四个小妾 个个美得让人一不开眼 率先给我敬茶的是新姨娘 她是戏班子出身 不仅身段妖娆 就连嗓子也是黄音出题 交低婉转 紧随其后的是李姨娘 似雪莲般清冷 据说以前是书香世家 后来家里落难被人卖给了人牙子 周燕买了她 她便给她当了妾室 至于周姨娘 圆圆的娃娃脸 瞧着单纯又喜人 是在街边卖帕子时被周燕相中 家里人收了周燕的银子 就把人送来周家了 最后敬茶的是王姨娘 滋容艳丽 她本是周燕的通房丫鬟 后来才被抬了妾 妾室们敬茶 我也需准备见面礼 是我出价前绣的荷包 里头装了一副银耳坠 几方妾室接过荷包时 面上毫无嫌弃 还夸我秀活了得 我见他们面色真诚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妾室都好相处 我这个正妻也能轻松许多 看座后 几人便闲聊起来 少夫人 昨夜本是您与少爷的洞房花竹叶 可听说那孙姨娘在屋里又哭又闹 缠着少爷不让她回主院 跟您圆房吗 开口的是王姨娘 两条细细的柳叶眉 醋着 一番话颇有些为我抱不平的味道 您喂过门前 那孙姨娘便使尽手段霸着少爷不放 如今您来了 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她 否则 她定要爬您头上去了 我淡淡一笑 王姨娘也说了是听说 其实昨夜是孙姨娘心急发作 我担心她出事 便让夫君过去瞧瞧 我进周府是来搞事业的 周燕作为我的少东家 我势必要与她搞好关系 孙姨娘是她放在心间肩上的人 我自然也要护着几分 我话一出 几个姨娘的神色变了变 王姨娘一脸善善道 原来是这样啊 少夫人可真善良 几人说了一会儿话 吓人来报 说周燕带着孙姨娘过来了 周燕进屋 我与其他姨娘行礼 孙氏见过少夫人 孙姨娘与我想象中的 有些不一样 我以为周燕那般意气风发的少年二郎 会欢喜灵动鲜活的姑娘 却没想到 这孙姨娘瞧着十分柔弱 似那风中的细柳 只轻轻一吹 便能倒下一般 孙姨娘身着白色长裙 一头乌黑的长发 只用一根木簪 松松垮垮地挽着 在一众艳丽群衫中 显得清新脱俗 她皮肤极白 眸寒春水 唇不点珠 额上两缕发丝 随风轻划过面颊 添了几分妩媚之姿 孙姨娘才刚弯腰 身旁的周燕便将人扶了起来 我撇撇嘴 可真是宝贝得很啊 这时 丫鬟奉上茶水 孙姨娘接过茶盏 朝我敬上 少夫人喝茶 我微笑着伸手去接她手里的茶盏 往后就是姐妹了 咱们和沐香 话未说完 原本递给我的茶盏突然倾倒 温热的茶水 尽数洒在她的白裙上 少夫人恕罪 孙姨娘立马跪在地上 声音透着惊恐 我 周燕脸色大变 立马上前拉起孙姨娘 面色紧张地问她 怎么样 可有被烫伤 孙姨娘咬着唇瓣摇了摇头 一脸委屈道 是妾身身子弱 没端稳茶盏 少爷别责怪少夫人 周燕看我的眼神 含着熊熊怒火 咬着后牙槽道 苏云 你敢伤害琴儿 信不信我 让你滚出周府 年轻气盛的少年郎 心红着一双眼眸 护人护到了极致 王姨娘撇了撇嘴 其他几位姨娘 则低下头 不敢言语 我只觉得 太阳穴隐隐有些发疼 没想到 周燕喜欢的女人 竟是个这样的 我前头的话 还是说早了 就面前这女人的心性 其他妾是再好也没用 哎 宠妾不善 往后我这正气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了 孙姨娘见周燕动怒 急急解释道 少爷 少夫人肯定不是故意的 你与少夫人刚成亲 若千万不要因妾身生了嫌隙 周燕听完心疼的不行 她这样对你 你还替她求情 孙姨娘一脸内疚到 妾身害少夫人 新婚夜独守空房 现在少夫人想出气 也是妾身该受的 周燕怜惜地看向她 琴儿 你就是太善良 说完 来人神色大变 狠狠瞪着我 一字一顿道 苏云 给琴儿道歉 我 第五章 以色诗人并非长久之计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看了眼低气的孙姨娘 然后直视周燕的眼睛道 夫君明鉴 妾身未曾想过伤害孙姨娘 更没有要拿她出气的想法 我亲眼所见 你竟还敢狡辩 周燕看向我的眼神 带上了厌恶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赶紧给琴儿道 歉 孙姨娘扯了扯周燕的袖口 揉揉劝道 少爷 既然少夫人这样说 那她定不会拿妾身出气的 说完 她 扑通 一下跪在了地上 朝我道 少夫人 刚刚是妾身失言 请少夫人饶恕 周燕见心爱女子下跪 心头怒火 直窜天灵盖 她先将孙姨娘从地上扶起来 又恶狠狠地朝我道 姓苏的 你别太过分 我警告你 我数到三你若还不道歉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屋内静得连根针掉下都能听到 我双手紧握 据理力争道 夫君说亲眼所见 那妾身问一句 妾身刚刚是用左手 还是右手打翻了孙姨娘手中的茶盏 啪 的一声响 周燕抬手朝我狠狠扇了一巴掌 我整个人愣住了 发疼的脸颊告诉我 刚刚经历了什么 我抬头 看向面前的男人时 他的手尚未来得及收回 这是你逼我的 赶紧给钱道歉 我忍着脸上火辣辣的疼 将腰背疼得直直的 一字一顿道 没做的事 我不 会 道 签 你 周燕仰手 又要朝我打来 绿柳急急地挡在了我面前 神思害怕道 少爷 我家小姐真的没有打翻孙姨娘的茶盏 她是少夫人的陪嫁丫鬟 想来最了解少夫人的 孙姨娘诚恳地劝道 少爷 看样子 我们真的误会少夫人了 你快跟少夫人道歉呀 让我给她道歉 周燕吃笑一声 你也说是陪嫁丫鬟了 她自然帮着自己的主子说话 她的话不可信 绿柳听她这样讲 扑通 一声跪了下来 少爷 奴婢说得句句属实 若奴婢所言有一句假话 就让奴婢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周燕 这般狠的毒事 可不像说假话 刚刚是孙姨娘递的茶 让她把事情说清楚不就行了 新姨娘和王姨娘的说话声虽轻 却也刚好能钻进在场所有人的耳中 周燕脸色微变 孙姨娘带着哭腔朝周燕道 少爷 一切都是切身的错 求求您 不要再责怪少夫人了 我冷冷看着作戏的女人 开口道 孙姨娘 你说都是你的错 那你倒是说 你错在了哪里啊 孙姨娘听我这样讲 好似受了极大的欺负般 可怜兮兮地看向周燕 声音带着颤抖道 切身 切身错在 行了 姓苏的 就为了见小事 你如此逼她有意思吗 周燕立马维护道 小事 我一口气堵在了心口 刚刚是谁又打又骂的 现在要真相大白了 她又说是小事了 我真想不管不顾地把这男人骂个狗血淋头 可以想到自己的处境 最后还是忍下了 我没有靠山 今后还得靠周家生活 这样的我哪有能力去对抗周燕 纵然有绿柳替我作证 只要周燕偏心孙姨娘 那我就是有错的 我将绿柳从地上扶起 声音听不出情绪道 既然绿柳帮我解释清楚了 那就继续敬茶吧 孙姨娘双眸擒着泪 楚楚可怜地看向周燕 周燕刚想开口 免了这敬茶 我冷冷提醒道 夫君莫不是忘了 我朝有规矩 正妻进门 若不喝妾室茶 便是不承认 夫君纳的这方妾室 而得不到正妻认可的妾室 往后在府中 也会低人一等 我说完 也不去看男人的表情 只朝绿柳道 再去倒杯茶来 是 绿柳很快就将茶水倒好了 孙姨娘垂着眼眸 把愤怒 不甘等情绪 都隐藏于眼底 她伸手接过茶盏时 绿柳冷声提醒道 姨娘这次可得端文妥协 切磨再把茶盏给摔了 孙姨娘在周燕看不见的地方 狠狠瞪了绿柳一眼 她将茶盏递给我 少夫人请喝茶 好 我接过茶盏 示意绿柳将准备好的荷包 递给她 谢少夫人 禁茶结束 周燕领着孙姨娘走了 其他几个姨娘也陆续离开 指望姨娘在我院里 又多待了一会儿 她起初安慰了我几句 后来直接骂上了孙姨娘 我看着她咬牙切齿的模样 想来也是苦孙庆已久啊 送走王姨娘 绿柳想去小厨房煮鸡蛋 但被我拦住了 为什么啊 绿柳不解道 小姐你的脸都肿成这样了 若不拿鸡蛋敷敷 下午就见不了人了 无事的 我道 见我坚持 她也只能做罢 小丫头想起前头发生的事 一脸愤愤道 那孙姨娘可真坏透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就敢耍心眼对付你 我坐在梳妆台前 摸了摸高高肿起的面颊 感叹道 被宠的人有恃无恐啊 不像我 在周家的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绿柳走到桌边 给我倒了杯茶水 小眼珠子转了几圈后 试探性道 要不小姐 您也使使劲 论姿色 您可比那孙姨娘 还要美上几分呢 我看着铜镜中自己的模样 忽略掉肿起的半边面颊 我这脸长得还是不错的 鹅蛋脸 碱水眸 唇不点猪 确实花容月貌 但 绿柳 你看新姨娘 李姨娘 周姨娘 王姨娘 她们美吗 绿柳思索片刻 点头道 美 可周小少爷 有将她们放在心肩肩上吗 我又问 绿柳沉默了 周小少爷 曾经也像腾宠孙姨娘那样腾宠她们 可男人一旦玩腻了 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找别的女人 我看着白色茶盏中 起起伏伏的碧绿茶叶 缓缓道 所以啊 以色诗人并非长久之际 到头来 只会落得各被人抛弃的下场 可若不以美貌吸引 那咱们连接近少爷的机会都没有啊 绿柳替我着想道 您已经跟周少爷成亲了 若他一直被其他女人霸占着 时间久了 莫说下人 就是周家老爷和夫人 也得对您有意见 会说 您笼络不住男人的 我叹了口气 看着小丫头道 就今日周燕那宝贝孙姨娘的劲儿 你觉得 她会抛下孙姨娘来我屋里吗 那该怎么办 绿柳急得不行 如热锅上的蚂蚁般来回躲着步 我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走吧 陪我去趟水泄院 去水泄院做什么 绿柳疑惑 找靠山 第六章 你竟然跑去我娘那里告状 我领着绿柳进入水泄院时 婆母正站在檐下 逗弄鸟笼中的鹦鹉 母亲 我走近唤了一声 鱼儿来 婆母抬头 待看到我肿起的面颊后 惊得低呼道 你这脸怎么了 我盲用垂下的发际遮了遮 眼神闪烁道 没什么 走路时不小心摔了下 摔怎么会摔成这样 这分明就是被人打 婆母肆意识到了什么 最后的话没再说出口 赵妈妈 赶紧叫人取些冰块过来 再吩咐小厨房多添几个菜 少夫人今日便在我这里用饭了 婆母说完 将为鹦鹉的小碟子交给小丫鬟 然后 拿着我的手进了礼物 云儿 你告诉母亲 你这伤到底是怎么来的 婆母神色凝重地问道 我本想露出个笑脸 让她宽心 可一笑就牵扯到发疼的面颊 最终还是放弃了 母亲不必担心 儿媳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今日儿媳过来 是有个不情之情 婆母 见我一直不肯说实话 也就不再逼问 直到 你说就是了 儿媳出到州府 对府内许多事情都不熟悉 身边除了绿柳之外 也没有旁的可信之人 所以 我有些难为情道 儿媳想要几个下人 去我那如医院 婆母没多想 便答应道 这有什么 你院子里若缺下人 我让管家从府里 挑一些老师本人的 送去你院里便是 这时 赵妈妈端着冰块走了进来 她将冰块放下后 又凑到婆母耳边 轻声说了几句 我当作没瞧见 只低着头静静等着 这个小畜生 她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啊 见婆母气急败坏 我才是赵妈妈跟她说了 前途我院里发生的事 婆母一脸心疼地看着我 云儿 你受委屈了 我眼眶一红 哽咽着声音道 没 没有 哎 她这般对你 你还替她瞒着 婆母摸了摸我红肿的脸颊 满意歉意道 我替她臭小子跟你道歉 母亲严重了 我抬手失去眼角的泪水 摇着头道 做夫妻哪有不争吵的 相公也是一时契机 儿媳不在意的 婆母是个心善的人 她见我不哭不闹 还说如此懂事的话宽慰她 内心对我更加过意不惧 中午吃饭时 她见我吃得欢喜 直接大手一挥 将她小厨房里 最会做饭的王妈妈给了我 云儿 你不是想要几个得力的下人去如医院吗 我看也不用让管家从府里面挑了 母亲把身边的赵妈妈给你 顺便再从水泄院 挑几个能干的丫鬟 一并给你 我内心大喜 连连感谢婆母 赵妈妈个子高 身形瘦瘦的 面上带着几分严肃 尤其她一直待在婆母身边 通生比一般的妈妈 多了几分威严 她听婆母这般讲 便朝我扶身道 老奴人老脑子笨 还望少妇人莫要嫌弃 不会不会 妈妈能来我院子里帮忙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赵妈妈可是婆母的陪嫁丫鬟 在婆母身边几十年 就连周燕也得给她几分面子 拿她老人家镇院子 看周燕还怎么敢欺负我 除了赵妈妈 王妈妈外 婆母又在水泄院 挑了李妈妈和春 夏 秋 冬四个鸭 还让我带走 婆母身边的妈妈和丫鬟 在周府 就没一个是低位低的 婆婆哪里是赠我下人 分明就是派了几大护法保护我 嗯 周燕的那一巴掌 也算是没白矮 我领着人回到如意院 就开始安排活继 院里的小厨房 本是空着的 现在王妈妈来了 春桃也说爱做吃食 我便让他们俩管了小厨房 李妈妈善于摆弄花草 夏河说 她在水泄院 专管丫鬟们的庭院清扫 我就让他们管了外头的院子 秋叶 东梅 以前就是贴身伺候婆母的 我将他们留在了屋里 至于赵妈妈 我自然是极为看重的 让她帮我管理整个如意院 晚间听下人说 周燕被婆母狠狠训了一顿 还停了她一个月的月前 彼时 我正在喝王妈妈炖的鸡汤 如意院来了这么多人 冷冷清清的院子 立马热闹了起来 王妈妈和春桃 每日变着法地给我做吃食 李妈妈和夏河 把院子收拾得清幽雅致 秋叶和冬梅 更是连根针掉地上 都不让我捡 没有男人讨闲 不用烦恼吃穿 每日吃喝拉撒 还有人伺候 前世今生 我第一次过得如此舒坦 甚至连饭量都增加了 绿柳笑话我 一张脸都吃圆润了 我的小日子过得快快活活 反倒是赵妈妈和秋叶 东梅一日比一日惆怅 这日吃过早饭 秋叶看着院中 池子里开出的病地帘 感慨道 哎 少爷已经许久没来如意院了呀 从厨房端点心进来的东梅接话道 秋叶姐姐 从咱们伺候少夫人到现在 少爷压根就没来过好不好 秋叶转头见我瞧着点心 两眼放光 恨铁不成钢道 少夫人 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 好秋叶 我这急也没用啊 除了孙姨娘的院子 你瞧见夫君还去过别处吗 我问道 秋叶一叶 整个州府都知道 他们的大少爷独宠孙姨娘 我拿了块莲子膏放进嘴里 好了 你们就别愁了 这脚长在夫君的腿上 他不来 咱们难道还能逼他来吗 一旁的赵妈妈 听着我们的谈话 脸上陷入了沉思 下午 赵妈妈与我说他 要去水泄院一趟 直接阴运了 傍晚用完晚膳 赵妈妈阻止了 我去院里散布消食 还命秋叶和东梅 给我好好梳妆打扮一番 这都快歇下了 哪里还用得着梳妆打扮啊 几人却不顾我的抗议 直接拉着我 去了内室梳妆 一番捣食后 我望着镜子里的人呆住了 这 这还是我吗 我一头黑发被高高盘起 斜插一根玉簪 露出修长雪白的梗子 妆容下的双眸 带了些许妩媚 红唇娇艳欲低 引人一清方泽的冲动 除了装发 衣服也是 极轻薄的 粉色抹胸紧贴肌 豆绿色脱地薄纱长裙 外皮白色薄烟纱 雾蒙蒙间 玲珑有致的身段 净显无遗 看惯了我素面朝天的绿柳 忍不住发出惊叹 小姐 你简直是跟仙女下反啊 少妈妈提醒道 怎么又忘记了 可不能再叫小姐了 往后得叫少夫人 绿柳吐了吐舌头 表示知道了 几人说笑间 房门突然被人踹开 碰 得一声巨响 吓了所有人一跳 周燕气急败坏地走了进来 姓苏的 你既然跑去 我娘那里告状 还让她逼我来你院子 你怎这般无耻啊 我 第七章 老奴看不得她 被您如此作践 成亲那夜说什么 绝不会碾酸惹醋 这才几天啊 就暴露本性了 姓苏的 你两面三刀 虚伪至极 周燕一进屋 就将桌上的茶盏 背壶全部扫落在地上 哗啦啦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绿流几个丫鬟被吓得不轻 我恍然大悟 难怪赵妈妈让我梳妆打扮 原来是婆母让周燕今夜来我屋里 想来是赵妈妈将丫鬟们的话说 与婆母听了 婆母情急之下 才想出这一招数 男人发了一痛脾气后 又紧握拳头 朝我走来 赵妈妈怕她伤害我 立马上前阻拦 少燕 今夜之事与少夫人没关系 一切都是夫人的安排 周燕一见赵妈妈怒容一致 有所收敛道 赵妈妈 你就别替这件人找借口了 母亲从未管过我院里的事 今日定是她去母亲那里嚼了蛇根 说完 又狠狠瞪了我一眼 卑鄙小人 少爷 赵妈妈面容严肃道 您自己摸着良心说说 您与少夫人澄清这么久 她可有一次 去夫人那边告状 怎么没有 今日不救 周燕话未说完 赵妈妈立声打断道 今日是老奴去夫人那边告的状 赵妈妈 你 周燕有些不幸 赵妈妈一副豁出去的架势 为我抱不平道 少爷 人心都是肉掌的 少夫人这般好 老奴看不得她 被您如此作践 我怎么作践 您作践的还不够多吗 赵妈妈因为生气 声音带了些颤抖 新婚夜您抛下 少夫人去宠个妾室 新婚第二日 您又为了孙氏获掌少夫人 从澄清到现在 您有踏进过少夫人的院子一次吗 您可有问她一句 过得好不好吗 少夫人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她如花似玉的年纪嫁给您 就因为她是老爷夫人逼您娶的 您就把气撒在她的头上 少夫人何其无故 您若真硬气 去找老爷夫人算账去 老奴说句大不敬的 就您干的这些风月事 合成哪个好姑娘愿意嫁给您 少夫人但凡有个疼她的好爹娘 她这般好的人儿 便不可能嫁给您这种魂不吝 赵妈妈骂完 屋内寂静一片 丫鬟们纷红了眼眶 脸上是对周燕的愤痕 我鼻头微酸 心里暖暖的 有人护着的感觉真好 周燕的满腔怒火 在赵妈妈的骂声中 灭得连点火星子都没了 她并非大凶大恶之人 青春的少年 脾气火爆 被人轻轻一挑拨 便失去理智 当下她被赵妈妈骂醒 十分歉意地朝我看来 前头男人急着发怒 压根没仔细瞧我 如今一看便是不得了了 苏云 你 虽然她极力掩饰 但我还是独到了 惊艳 二字 赵妈妈打小看着周燕长大 早已摸透了她的脾气 知道这人是不会再迁怒于我 便带着丫鬟们离开了 屋内只剩我与周燕两人 她摸了摸鼻子 与其硬邦邦道 那啥 别以为你打扮成这样 我便会塑在你的院子里 我心中只有钱一人 说完这些话 我就走 好 我点了点头 我这般乖顺 倒让周燕心里头有些不适滋味 她回想赵妈妈的痛斥 开始反思 是不是自己 做得太过分了 说到底 拆散她与孙姨娘的 从来不是眼前这个女人 她们都是 被父母强按着成的轻 她周燕不愿意 眼前的女人又何尝不是 且她进门后 不争不强 十分乖顺安静 这么一想 周燕又觉得 心亏取的是眼前人 但凡进门的是个手段厉害 脾气乖张的 那她与琴儿的日子 不会这般安稳顺遂了 周燕性子冲动 但也不是无心之人 眼前人 能做到这种地步 她是真觉得很厉害了 男人盯着我瞧了许久 之后软了声音 道 赵妈妈说的没错 你是无辜的 是我对不住你 你放心 我虽答应了琴儿 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 但从今往后 我也会给你正妻的体面 说完 又在后头加了一句 就算以后我与琴儿 有了孩子 也会交由你抚养 让你正妻之位 不受影响 我扯了扯嘴角 内心一阵语色 虽然我没有 与周燕生孩子的打算 但并不代表 就要接受孙姨娘的孩子 正所谓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孙姨娘那秉性 我真怕 最后养出个白眼狼 不过 这些话 自是不能与周燕说的 我露出一抹牵强的笑容 朝男人道 切身谢过夫君 不 周燕话还没说完 外头突然传来 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周燕皱眉 语气急差道 外头出什么事了 没等我院里的仆人回话 闯进院子的丫鬟 便高喊起来 少爷 周燕面色大变 起身就要往外走 我去看看 我伸手拉住她的衣袖 切身知道 夫君心系孙姨娘 但夫君刚刚才说 要给切身正妻的体面 新婚之夜 切身独守空房 遭了吓人嘲笑 今夜是母亲安排的 夫君若再气我而去 让切身往后如何在的周府立足 周燕一张脸 绷得紧紧的 眸间满是犹豫之色 我微微仰头 脸上带着悲伤和息迹 切身别无他求 只求夫君为切身考虑几分 今夜给切身一个体面吧 妩媚的妆容 配上我渲染玉气的表情 周燕最终败下阵来 他叹了口气 道 好 今夜我留在你屋里 谢夫君成全 周燕待在了屋里 我披上我披上外衣 推门出去 房门打开的瞬间 院子里的争吵声 戛然而止 孙姨娘的丫鬟 显然没料到出来的是我 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又惊又怕地换了我一声 少夫人 赵妈妈等几个丫鬟 见出来的是我 心下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喜色 春日里的晚风 还是有些凉意的 我手拢衣服 朝丫鬟道 孙姨娘心急犯了可大可小 你不去请大夫 跑来这里叫少爷做什么 难不成少爷是郎中 他还能给你家姨娘问诊 治病不成 不 没等小丫鬟开口 我又面无表情吩咐道 赵妈妈 聚将府中的大夫 请来为孙姨娘瞧病 另外 这丫鬟深夜打扰主子休息 将她关进柴房 明日听后婆母处置 是 交代完外头的事 我转身回了屋子 才将房门关上 一个黑影朝我飞扑过来 啊 我惊得叫出了声 没等我将其推开 那人已抱住我的身体 粗喘的呼吸 喷洒在我脖梗处 第八章 我刚刚差点将周燕掐死 定睛一看 竟是周燕 相公 你 你干什么 我将男人努力从我身上推开 苏云 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男人喘着粗气 像狗一样 嗅着我身上的味道 我觉得 自己好热 好难受 只有跟你在一起 我才舒服点 我 就着烛光 我发现男人脸色胀红 连眼眶都泛着红色 这模样有些像是 脱口出 你晚上吃什么了 男人这会儿 意识有些混沌了 一边与我亲热 一边口齿不轻道 就一些寻常的饭菜 还有母亲送的一碟桂花酥 我又听周燕道 那桂花酥钱也吃 没有问题的 可若不是桂花酥 那又是哪里出问题了 刚刚这男人 也就在我屋里待了会而已 等等 我屋里 我十分诧异 看向桌上燃热的烛火 前头赵妈妈 一直在拨弄火星子 莫不是 我脑子一转 瞬间明白过来 定又是婆母受益的 好婆婆怕我笼络不住她的儿子 就偷偷让赵妈妈 助我一臂之力 我有些哭笑不得 婆婆的心意是好的 但儿媳 我真真是不需要啊 周燕 失去理智的男人 如一头恶狼般 对着我 又轻又啃 她扯掉我身上的外衣 又抓住我的胳膊 将我往床上拖 我怕外头的人听出不对劲 便也不敢乱叫 只用手不断地拍打她 想让她放开我 哪里还会顾及我 没几下 便将我弄到了床上 我的发际已散开 那簪子 更是不知掉到了何处 身上的衣服 发出撕裂的声响 雪白的肌肤 裸露在空气中 周燕瞧着这般香艳之色 眼眸心红得更加厉害 她似发狂的野兽般 欺压在我身上 粗鲁地撕扯着我的衣服 给我 快给我 我又疼又委屈 想要起身 却被男人扯住头发 甩回了大床上 后脑勺撞到木头 啊 我忍不住呼痛出声 许是我挣扎得有些厉害 大床发出 嘎吱嘎吱的声响 带起无尽的暧昧 窗户边有人影闪过 不一会儿 外头便没了动静 周燕啃咬着我的脖梗 粗喘的声音 带着浓重的情欲 甚至她的手已探入群底 竭尽忍住的我 终究还是没忍住 我发疯式地尖叫起来 前世那一幕幕 努力遗忘的记忆 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中 阴暗的房间 狠立的面庞 残忍的手段 还有满地被撕碎的衣裳 和惺惺点点的血迹 这一刻 我仿佛再次回到了上一室 那可不又不堪一夜 我的眼前一片黑暗 整个人四倍卷入了 汹涌的暗流中 我拼尽全力 努力挣扎 放 放开我 周燕嘶哑的声音 将我从黑暗中拉回 我一双没有焦距的眼眸 恢复清明 这才发现 自己竟死死掐着周燕的脖子 男人本就不正常的面色 此刻仗到发紫 啊 我吓得大叫一声 赶紧松开了手 可嗨嗨 周燕捏着自己的脖子 剧烈咳嗽起来 我趁机将她推开 捂着残破不堪的上衣 跌跌撞撞下了床 我刚刚差点将周燕掐死 男人缓过进来后 又心红着眼眸 朝我走来 我劝说自己 单粹放弃挣扎算了 反正我是周燕的妻子 与她有夫妻之时 也是应该的 可内心深处 却又充满了抗拒和不甘 我人已拘泥在后宅 很多东西身不由己 自己的清白 是为数不多能做主的 清高也好 自负也罢 我到底还是想让自己 活得体面显 就算真要忍下恐惧 与周燕做夫妻 也得在你亲我怨的情况下 我打定主意 转身就朝梳妆台的方向跑去 重活一世 我竟忘记了一个极重要的人 顾仪 一位乡间医女 又是爹娘 将我丢在乡下不管不问 有一次我突发高热 在病得快死时 是顾仪发现了我 她把我救活了 从那以后 我就一直跟在她身边 直到今年初要回河城 我才与她分开 其实算算日子 这一世的 我与顾仪分开的时间 并不算久 只是我有了前世的记忆 反倒把十几岁时候的事情 忘记了 我与顾仪道别时 她给了我两瓶药 一瓶可解百毒 一瓶则含剧毒 她担心父母接我回去 存了坏心思 孤儿让我带着这两瓶药防身 前世 顾仪给的两瓶药 为沈墨青带来了荣华富贵 我跑到梳妆台前 打开上面的抽屉 取出药瓶 这时 周燕已来到我面前 她不顾我的挣扎 掐着我的腰 就将我抱上梳妆台 刺了 一声响 白色纱裙被撕开 飘落在地上 一双笔质银白的双腿 暴露在空气中 周燕占红了脸 替自己做的禽兽行为寻理由 苏云 我不是故意的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气得不轻 她都有力气强迫我 怎会没力气冲出门 去寻解救的法子 无非 就是剑色起义 想寻个借口 轻薄我罢了 前头还说 要与孙姨娘 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怒急攻心 抬手狠狠扇了她一巴掌 死 周燕吃痛 战红的面上露出凶狠之色 苏云 你 男人嘴一张 我趁机将药丸塞进她嘴里 周燕一时没主意 直接给吞了下去 男人捂着脖子 神色有些慌张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毕竟刚刚我可差点将她掐死 毒药 我随口胡周了句 周燕吓得不轻 惊恐地伸出手指 要去扣嗓子眼 我害怕她 真把药抠出来 忙喊道 周燕一愣 随即又松了口气 故意的解药 很快起了作用 男人嘲红的面色 渐渐恢复正常 就连双眸也清明了些 我几乎一不避体 让周燕拿了床被子裹着 这才往更衣的屏风后面去 我走得匆忙 忽略了身后男人 眼底一闪而过的预设 第九章 哭得跟舌相公一样 再次出来 我已换上平日所穿的衣服 周燕也穿好衣服 神色恢复如常 经历刚刚的一些事 两人独处便有些尴尬 我取了新的蜡烛点上 又将桌上 原本燃热的红烛吹灭 许是赵妈妈下药时 有些手抖 红烛周身 还残留了些白色粉末 赵妈妈将要下这红烛里了 来人不傻 瞧着我的动作 便猜想到了 我淡淡应了一声 嗯 周燕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道 对不住啊 刚刚那样对你 相公无需道歉 你也是被药物所破 我又恢复了 往日那个乖巧的妻子 对对对 我是中了药材那样 周燕自言自语 我也不接话 他又不解地问道 可为什么 你闻了就没事 有些东西本身是无毒的 可若与其他东西混在一起 便有产生催情的作用 你是说 单吃桂花糕 单闻竹箱都没事 但这两者混一起 便会出事 我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这些东西 婆母是从哪里寻来的 周燕这一夜 还是塑在了我的屋子里 只不过 我睡床 她睡的 临睡前 我与她闲聊了会儿 她告诉我 孙姨娘出身书香世家 乃大家闺秀 后家道中落 不得已才入了青楼 男人滔滔不绝地讲着 自己与孙姨娘相遇 相知 相爱 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 周燕自诩 她与孙姨娘 就是戏文里的才子家人 可在我看来 就是一出青楼女子引人傻钱 多贵公子入局的现实戏码罢了 一夜无事发生 天刚蒙蒙亮 院子里传来了吵闹声 我见周燕睡得正熟 披了件衣服走出去 房门一打开 只见孙姨娘 正和赵妈妈等人 拉拉扯扯 听到开门的动静 孙姨娘一把甩开赵妈妈 跑到我面前 女人依旧一身白裙 眼眶通红 面色带着闪闪泪花 似一朵雨后梨花 我见尤莲 少夫人 昨夜之事是竹心不好 但她也是担心妾身出事 这才打搅了少夫人和少爷休息 她一咬牙 朝我跪了下来 妾身身边就竹心一个丫鬟 妾身替竹心向您道歉 求您放了竹心吧 我看着面前的女人 淡淡道 孙姨娘快起来吧 你身边的丫鬟我 已经交给婆母处理了 你求我没有用 她真要替丫鬟求情 也该去求婆母才对 不过 就丫鬟昨日那番行为 孙姨娘若征求到婆母面前 怕是连她也得一起罚 我只说实话实说罢了 面前的女人 却好像受了天大的欺负一般 眼泪巴达巴达往下掉 与此同时 周燕打着哈气 从屋内走了出来 妾身知道 少夫人对妾身有怨气 怪妾身没管输好丫鬟 知道少夫人能饶了竹心 妾身怨受您的惩罚 孙姨娘说完 朝着我重重磕了个响头 周燕出来 正好瞧见女人给我磕头这一幕 她一个箭步上前 将孙姨娘扶了起来 秦儿 你这是做什么 孙姨娘看见周燕 眼泪流得更厉害了 少爷 妾身实在是担心竹心 所以过来 想求少夫人放了她 可 可谁曾想 少夫人竟让妾身 女人话说到一半 扑进了周燕的怀中 委屈大哭 那句未说完的话 更是引人无限遐想 周燕眉心紧皱 有些不悦地看向我 没等我说话 朝妈妈冷冷道 少爷这般 瞧着少夫人做什么 如医院里多少人能作证 少夫人别说动手了 就是连句重话 都没跟孙姨娘说过 她自己莫名其妙又是 替丫鬟道歉 又是哭得跟死了相公一样 一大清早的 少夫人没嫌她晦气就不错了 周燕昨夜 才被赵妈妈骂了一顿 现在又因孙氏被阴阳 周燕的脸色 变得很不好看 她低头看了眼怀里的人 与其有些不悦道 丫鬟做错了事 哪里用得找你个主人来道歉 孙姨娘擦拭眼泪的动作一顿 垂下眼眸七楚道 妾身也是担心竹心 话未说完 赵妈妈悠悠道 堂堂主子担心个丫鬟 便把自己搞得跟疯了一样 跑别人院子里又跪又闹 简直是丢人现眼 孙姨娘被说得又羞又炯 满脸委屈地拉扯了下周燕的衣袖 她想让男人好生处置一番 这个老前婆 可谁曾想 周燕竟朝着赵妈妈 一脸求饶的表情 孙姨娘若没什么事的话 就赶紧回自己院子去吧 少夫人和少爷还得洗漱呢 赵妈妈开口感人 看向周燕泪光点点 可怜巴巴 周燕揉了揉太阳穴 朝我道 其而身子弱 我陪她回去吧 也好 我点了点头 十分贤惠道 早上寒凉 当心着凉了 夫君快些送孙姨娘回去吧 周燕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便扶着孙姨娘离开了如意院 呸 脚柔造作 不知廉耻 赵妈妈盯着俩人的背影 声音极大道 孙姨娘的身形明显一晃 待周燕和孙姨娘离开后 我一脸佩服道 你就是我的大护法呀 上次孙姨娘一哭 周燕就扇了我一巴掌 这次那女人哭得这么惨 周燕竟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 不愧是婆母身边的人 赵妈妈看着我 怒气不争道 我说少夫人 别光顾着夸老奴 您自己也得立起来啊 让那小妾爬头上 说出去得被人笑掉大牙 我缩了缩脖子 有些委屈地道出了真心话 赵妈妈 你以为我不想立起来 可我一个需要以仗周家才能生活的人 拿什么去立啊 如今我在周家 靠的是婆母对我的好 可婆母对我再好 还能好过她的亲生儿子去 周燕疼宠的孙姨娘 连婆母都不敢动 那我这个不受待见的正妻 被她爬头顶 就再正常不过了 赵妈妈露出同情之色 后神色坚定道 少夫人莫伤心 既然老奴跟了您 那就一定会帮您的 我朝她感谢 待赵妈妈领着丫鬟们进屋收拾时 瞧见了踏上的被褥 她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吃过早饭 我带着赵妈妈 去水泻院给婆母请安 婆母见我过来 脸上满是笑意 云儿 昨夜你与阿燕 我双膝跪下 垂眸道 云儿 让母亲失望了 第十章 儿媳必不让母亲失望 婆母惊讶地 看向一旁的赵妈妈 这是怎么了 赵妈妈朝她摇了摇头 婆母瞬间明白了 昨夜我与周燕的事没成 怎么会没成呢 婆母喃喃自语 难不成是 那要笑失灵了 没有 我刚要开口 赵妈妈道 应该是少爷不愿意 老奴早上伺候少妇人时 发现蜡烛被人换了下来 定是少爷发现后换的 不是 婆母皱眉感叹道 没想到阿燕对何元那女人 用情如此之深 连那要都能忍下 那个 我再次要说话 赵妈妈一道 今日一大早 孙姨娘就跑来 少妇人的院子里来闹 后来是少爷 亲自扶她回的何元 婆母一听 气得不轻 那个狐狸精 就没有一天是消停的 赵妈妈继续道 孙姨娘哭着闹着 非要少妇人放了她身边丫鬟 我瞧着自己 完全插不上话 干脆就安安静静听他们讲话了 赵妈妈将昨夜和今早的事情 全说与婆母听 最后 她满脸同情道 少妇人真真是可怜 就因为府里没人重视她 那孙姨娘就往死里欺负她 昨夜少爷好不容易来烫如意愿 她都敢叫丫鬟来抢人 婆母本就觉得 对我有些愧疚 在一听赵妈妈的话 气得重重拍了下桌子 谁说没人重视于儿 说完 她朝旁边的丫鬟命令道 去把家中的对牌钥匙取来 再让人将府里的管家也交过来 婆母发话 吓人们赶紧照做 一会儿的功夫 管家就过来了 婆母拉着我的手去了院子 她将对牌钥匙交于我手中 又朝管家严肃道 刘管家 你听好了 从今日起 周府就由少夫人管家 你务必好好帮衬少夫人 府中谁若敢对她不敬 一律严惩不戴 刘管家年纪有些大 头发花白 个子不高 微微有些发胖 穿着灰色棉布长衫 留着山羊胡须 面善且温和 她恭敬地看了我一眼 立马道 是 婆母当着管家和一众下人面 将对牌钥匙交代我的手里 我有些犹豫 母亲 还是你来管 婆母笑着打断了我的话 你是周家的少夫人 周家的掌家权 本就是要交给你的 这早点接手 你有不懂的地方 我也能帮帮你 我也不再推辞 握紧钥匙 认真道 儿媳必不让母亲失望 婆母露出满意的笑容 大方沉稳 不扭捏作态 这才是周家未来主母 该有的样子 至于何元那个 婆母露出嫌弃的表情 简直是上部的台面 待下人们离开后 我与婆母再次回到屋内 母亲 孙姨娘身旁的丫鬟 您打算如何处置 婆母厌恶孙姨娘 连带着她身旁的丫鬟 也极厌烦 生气道 如此不懂规矩的人 周府自然是不能流浪 我垂下眼眸 公顺道 儿媳知道该怎么办了 从水泄院出来 我朝赵妈妈道 谢妈妈为鱼儿谋话 妈妈的恩情 鱼儿记在心中 赵妈妈摇了摇头 但笑道 少夫人不必如此 老奴是少夫人的人 不帮少夫人帮谁 我又带着赵妈妈 去了柴房 春日里雨水多 柴房阴暗潮湿 到了晚上 还有蛇虫鼠椅乱爬 关了一夜的小丫鬟 见我进来 立马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小丫鬟是孙姨娘带进周府的 细细一问 才知她 自小就伺候孙姨娘 后来孙姨娘被周燕赎身 她也就跟着进了周府 但其实 小丫鬟的卖身器 依旧捏在青楼老宝手里 我以为她赎身为幼儿 小丫鬟当下就把孙姨娘的牢底给接了 原来 孙姨并非什么大家闺秀 她出生于乡下村子 爹娘重男轻女 为了给她哥哥娶媳妇 便将十岁的她 卖进青楼 听完小丫鬟的话 我为孙姨娘的遭遇感到可怜 但可怜之后 我还是命人将小丫鬟的话写下来 并让小丫鬟按下手印 拿到小丫鬟的证词 我命管家找人 去青楼将她的卖身器赎回来 青楼老宝以为周燕帮着孙姨娘来买小丫鬟 倒也没多为难 要了三十两银子 这三十两我并没有从宫中拿 而是自己掏钱付了小丫鬟的赎身钱 我把卖身器交给刘管家 让她帮丫鬟去官府削了奴级 出府前 我又给了她一些银两帮身 刘管家 既然孙姨娘的丫鬟被赶出周府了 那就辛苦你再挑两个伶俐的送去吧 我朝管家道 是是是 小的一定好好挑选 绝不辜负少夫人 赵妈妈将管家送出如意院 回来时 见我手里拿着丫鬟的证词 问道 少夫人 要把孙姨娘的身世 告诉少爷吗 我将证词收起来 还没到时候 刘管家很快就挑了两个身强体壮的丫鬟去合园 孙姨娘一听 自己的丫鬟被赶走了 跑去周燕面前 哭得肝肠寸断 周燕过来找了我一次 我略带歉意地告诉她 这是婆母的意思 并且劝她 莫要让孙姨娘再闹下去了 否则惹怒了婆母 连着孙姨娘也得受罚 周燕自知此事已无法挽回 只能回了合园安抚孙姨娘 可孙姨娘不依不饶 吵得她头疼不已 合成的风俗 是满月才回门 算算日子 也快到我回门的时间了 不过 最近周燕只顾着哄孙姨娘 怕是无暇陪我回门 入了五月 天气暖和不少 我闲来无事 带着绿柳去了周府的花园 打算摘些鲜花 让王妈妈做鲜花饼吃 才摘了没几朵花 孙姨娘连步轻移 朝我而来 她今日倒不再一身白 豆绿色青纱如群 鹅黄色腰带 勾出她曼妙身姿 发际上插着白玉发簪 鹅间两缕青发垂下 妩媚动人 我只以为是偶遇 朝她微微一笑 继续往前走 可才刚抬脚 孙姨娘悠悠的声音钻入耳中 少夫人可真是好手段 得不到少爷的宠爱 便去巴结水泄院的那老女人 我微微皱眉 侧头朝她望去 可惜啊 孙姨娘朝我柔柔一笑 有些得意道 就算得了那老女人的青睐 又如何 少爷的心在我这里 你便终究要挨我一剪 她的声音温柔清浅 表情一时纯凉无害 但说的话充满十足恶意 我 第十一章 少夫人落水了 孙姨娘把话说完 才好像意识到说错了 她故作慌张地无嘴 有些害怕道 姐姐恕罪 怪妾身一时糊涂 说错了话 说完 眼珠子朝我眨了下 挑衅道 姐姐善良 想必不会责怪妹妹的 对吗 绿柳被气得不轻 恨不能撸了袖子 上去与她干架 周府的花园花木繁茂 但她以水为中心 而我与孙姨娘 此时恰好站在湖旁的桥廊上 我怕小丫头 做出无法挽回的事 便往她面前站了站 看着孙姨娘的得意 我微微一笑 开口道 放心 本夫人不会怪罪你的 毕竟 孙姨娘青楼出生 自小学的是以色试人的本事 不懂府里的规矩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你 孙姨娘脸色一变 我装作没看到 继续道 不过 总这般口无遮拦 却是不行的 万一传出去 没得让人觉得 我们周府毫无规矩可言 这样吧 明日开始 我让赵妈妈去合园 好好教教你规矩 等学明白了 你便也就知道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了 孙姨娘万万没想到 我顺着话将她讽刺一番不说 还要让赵妈妈去教她规矩 她咬着嘴唇 委屈道 姐姐 妹妹知道错了 妹妹以后一定改 还请你 我打断她的话 冷冷道 孙姨娘 你还是叫我少夫人吧 论年纪你 可比我大好几岁 你的这生姐姐 我当不起 女人的眼眶瞬间红了 声音哽咽道 是 少夫人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我带着绿柳没走几步 孙姨娘再次跟了上来 少夫人 切身帮你一起摘花吧 话音刚落 她就来抢我手里的篮子 不用 我想把她的手推开 可还没碰着 女人突然惊恐地交呼起来 紧接着 整个人朝湖中栽去 我眼急手快 立马伸手抓住她的手臂 绿柳在一旁气疯了 待人稳稳站定后 大骂道 姓孙的 你故意的是不是 我家小姐刚根本没碰到你的手 孙姨娘委屈地直掉眼泪 不是的 我没有 看着女人这样子 我突然心生一击 在绿柳骂人时 我悄悄往后退了两步 下一刻 扑通 一声 湖面泛起层层浪花 啊 绿柳见我落水 大叫起来 快来人啊 少夫人落水了 五月的春水 依旧透着凉意 我在湖面上浮浮沉沉 断断续续发出求救声 救 救命 湖边不远处 一道黑影跃入湖里 没过一会儿 周燕游到我身旁 搂着我的腰 将我拖到了岸边 可嗨嗨 我浑身湿透 发围有水珠低下 少夫人 您吓死奴婢了 绿柳惊慌地跑过来 一副快要被吓哭的表情 周燕将我放在地上 绿柳忙脱下自己的外套 给我披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男人撸掉脸上的水字 沉声问道 我学着孙姨娘的模样 柔柔地靠在绿柳怀里 道 相公 想来孙姨娘也是无心之举 你千万不要怪罪她 周燕一震 满脸狐一道 是琴儿推你入水的 我咳嗽了几声 惨白着脸道 不是的 孙姨娘肯定不是故意的 绿柳呆呆地看着我 这时 孙姨娘跌跌撞撞跑了过来 拉着周燕的手焦急道 阿燕 我没有 我没有推她 话里满事无措 眼泪跟不要钱似的 拼命往下掉 绿柳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了 只见她气急败坏道 少爷 就是孙姨娘推我们少夫人落水的 死丫头 你别含血喷刃 孙姨娘怒气涌上心头 一时间忘记了伪装 就是你 你别不承认 绿柳双膝跪在了地上 朝周燕重重磕了个响头 少爷 我与少夫人在花园摘花摘得好好的 孙姨娘突然就跑过来 骂我们少夫人 还骂你母亲是个老女人 我没有 孙姨娘尖声叫道 你有 绿柳狠狠瞪了她一眼 一脸气愤道 你说少夫人就算得到了夫人的青睐也没用 只要少爷的心在你那里 那少夫人就一辈子得挨你一姐 周燕皱眉看向孙姨娘 琴儿 有这一回事吗 阿燕 我 我没 孙姨娘刚要回答 绿柳又喊道 孙姨娘 你敢不敢对天发誓 说你没说过刚刚那些话 举头三尺有神明 大家对鬼神之论还是十分忌惮的 孙姨娘心虚不敢发誓 最后干脆捂着脸 呜呜哭了起来 周燕探究的视线 在我和绿柳身上转悠 也实在瞧不出什么破绽 沉着脸吩咐道 把孙姨娘送回和园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她出来 不要啊 孙姨娘哭得更厉害了 抓着 男人的衣袖不松手 几个丫鬟使了些力道 才将她拉开 阿燕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没有退少夫人 我没有 随着孙姨娘声音的远去 我缓缓从地上站起来 小姐 咱们回院子吧 绿柳帮我拢了拢屁在身上的外衣 许是刚才太过刺激 她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我靠在绿柳的身上 挪着脚步朝如意院去 突然 腰间一众 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后 我已在周燕的怀中 春日里寒气重 我送你回如意院 不沉稳地朝如意院去 身后的绿柳剑刺 嘴角偷偷露出了一抹笑容 我浑身湿透地回来 赵妈妈几人吓了一大跳 你们还傻愣着干什么 赶紧被热水沐浴 熬姜茶屈寒啊 赵妈妈忙到 院里的丫鬟们一阵忙碌 我洗好澡从里间出来时 府衣也已经到了 她替我把了麦 又开个屈寒的方子 叮嘱我这几日务必喝下后 背着药箱离开了 王妈妈给我熬了浓浓的姜茶 里头还割了些红糖和桂花 喝起来倒也没那么辛辣了 直到我将姜茶饮下 来人才开口道 好点了吗 我点头 谢夫君关心 气声好多了 周燕好几次想开口 却在最后闭上了嘴巴 我见她欲言又止的样子 垂眸淡淡道 夫君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周燕小心翼翼地 看了眼旁边的赵妈妈 道 苏云 刚刚府衣也给你把锅卖了 说你身体没什么大碍 想来刚刚的落水 对你也没造成什么伤害 我静静看着她 问道 相公到底想说什么 周燕挠了挠头 最后硬着头皮道 既然你没事 那可不可以别跟齐儿计较了 齐儿素来善良 想来推你下水 也不是故意的 第十二章 今儿我非得狠狠教训她一顿不可 此话一出 不等我有反应 屋内的其他丫鬟先怒了 少夫人都落水了 少爷 不去质问凶手 还劝少夫人别计较 您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少爷 上次妾室进茶 不过是弄湿了孙姨娘的裙摆 您不问青红皂白 就删了 我们少夫人一巴掌 现在孙姨娘把少夫人推下了湖 铁正如山 您却让少夫人算了 难道这世间是谁得宠 谁就有理吗 今日少爷若不能公正处置的话 奴婢就去水泄院告诉夫人 让夫人来给少夫人主持公道 秋叶 绿柳 东眉 看向周燕时 均是红着眼眶 气到不行的样子 男人自知理亏 听着丫鬟们的话 也没发脾气 只摸了摸鼻子道 我 我这也不算欺负吧 赵妈妈冷哼一声 质问道 这都不算欺负 那您说 你还要怎样才算是欺负啊 周燕被赵妈妈问得锤下了头 连个屁都不敢放了 这时 和园那边的丫鬟匆匆过来 少爷 孙姨娘在屋子里乱摔东西 又非说自己心急复发了 她让奴婢哭着过来 求您去瞧瞧她 人高马大的丫鬟 连说话都中气十足 她站在如意院门口这么一喊 几乎整个州府的人都听到了 赵妈妈听着外头的话 阴阳怪气道 少夫人 听见了吗 那位做错了事 还敢在屋里摔东西呢 往后啊 您可得学着点 不争不抢 人家只会往死里欺负你 还得摔摔打打 时不时再装个病 这才管用呢 我强忍着笑意 暗暗冲赵妈妈 比了她大拇指 赵妈妈是婆母的人 周燕一不敢动她 只能憋着怒气朝院子去 你吼什么吼 周燕冲和原的丫鬟骂道 告诉孙姨娘 老子今天不会过去 丫鬟得了命令 立马转身走人 周燕如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一肚子火气又没处发泄 最后 朝着门口的月亮拱门 狠狠踢了好几脚 我落水的事 钟还是传进了婆母的耳中 下午时 她带着一堆的补品过来看我 鱼儿 你怎么样 婆母神色紧张地 上下打量我 我笑着道 谢母亲关心 已经没事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婆母拍了拍心口 前头听到消息时 吓了我一大跳 婆母说着 让丫鬟们将她带来的补品 放到桌子上 眼窝 人参 陆蓉 一堆的滋补佳品 堆得如小山一般高 周燕这一日都在我屋里 她瞧见婆母时 有些心虚地叫了一声道 娘 你还知道 我是你娘啊 婆母气得伸手去拧她耳朵 你看看 那女人干的好事 哎哟 哎哟 周燕疼得哇哇叫 娘娘娘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啊 一个轻楼出来的剑蹄子 给她脸面才抬得欠 如今道好 她胆肥到敢对正气下毒手 婆母说完 朝外头命令道 来人 去把那件人叫过来 今儿我非得狠狠教训她一顿不可 婆母轻易是不动孙氏的 哪怕那女人在我新婚夜 将周燕抢走 她都只骂了周燕 因她知道 孙氏是儿子的心头号 一旦动了人 那就是与儿子生嫌弃 可现在 她为了我要教训孙姨娘 我心下有些动容 不许去 周燕大叫道 我看谁敢去何元叫人 周燕一发脾气 想走得吓人也不敢动了 娘 算儿子求您了 别去找钱的麻烦 周燕拉扯着婆母的衣袖 英俊的面旁带着请求 她不是故意推人的 苏云落水时 她也吓着了 娘若真的想罚钱 那就让儿子替她受过好了 婆母见儿子这般护着孙姨娘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好 这可是 你自己说的 那你就给我替那件人好好受着 说完 婆婆高声 朝外头喊道 来人 把大少爷拉下去 打武士大板 啊 周燕一愣 随即爆发出惨叫声 娘 武士板子下去 儿子的屁股就得开花了 您这是 要您亲儿子的命啊 婆婆甩开她拉着衣袖的手 冷声道 你既然要护着那件人 那我就让你护个够 这时 周府的家丁走了进来 少爷 得罪了 与毕 两人各抓住周燕的左右胳膊 就要拖下去 周燕吓得哇哇大叫 娘 你可不能这样 儿子会被打死的 婆母连个眼神都没给她 就在周燕即将被带下去时 我站了出来 求情道 母亲息怒 相公养尊储又惯了 这武士板子 定是受不住的 婆母冷着的面容缓和许多 柔声道 好儿媳 母亲知道 你心善 但今日若不让那小畜生受点教训 她就不知道 何元的女人到底闯了多大的祸 儿媳也不是给相公求情 而是再过几天 就是儿媳回门的日子 若相公受了伤 她便不能陪儿媳回娘家了 我话说完 周燕也赶紧求饶道 对对对 苏云说的没错 娘 您总不能叫人抬着儿子 去岳父家吧 婆母中 还是没惩罚周燕 这次就看在儿媳的面子上 饶了你 婆母瞪了儿子一眼 过几天 你好好陪儿儿回门 千万别给他丢人了 若让我知道 你做得不好 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是是 周燕点头如捣算 我一定好好陪苏云回门 绝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送走婆母 周燕如释重负 拍着心口道 可吓死老子了 赵妈妈和丫鬟们 对他露出嫌弃的表情 周燕破天荒的 在我院里待了一天 连晚饭都是 他陪着我吃的 晚饭后 赵妈妈端来了一碗 漆黑难闻的汤药 我胃皱了下眉头 仰头一饮而尽 动作快到 周燕都还未从石河中 将蜜枣掏出来 呵呵 那傻 你不怕苦啊 周燕说话时 将手缩了回来 习惯了 我淡淡道 真的很不一样 周燕撑着下巴 突然感慨了一句 齐儿很怕喝药 他每次喝药 都得人哄着 每喝一口 就得吃一颗蜜枣 一碗要喝下去 眼泪都得掉半碗 周燕说这些时 脸上不自觉地 流露出温柔之色 我心中有些讥讽和酸涩 一时没忍住到 他由你宠着 自然敢哭敢闹 可没人管我的死活 我若不自己乖乖喝药 那就等着去死好了 第十三章 他会不会气得蹊跷生烟呢 这话说得过于刻薄了 可当下 我实在是想发泄一番 无人可以的人 除了自己自爱些 还能怎么办呢 小时候不懂事 瞧着苏彬彬一哭一闹 父母便样样依着他 于是 我也学他哭 学他闹 可换来的是 父母的责骂和毒打 他们说 苏彬彬是苏家的掌上明珠 自然要什么有什么 而我是苏家的扫把星 没在我出生时溺毙我 就是他们善良了 我这地上的烂泥 怎配跟天上的月亮学 我垂眸眼下苦涩 拿起桌上的茶壶 倒了杯水 带着茶香的温水入口 冲淡了原本的苦味 也将内心隐隐的疼痛 冲散了 没人爱我 那就自己联系些自己吧 周彬愣争了下 面上流露出愧疚 惋惜道 苏彬 若不是嫁给我 像你这般好的姑娘 夫君定是会多加疼爱的 我拿着茶杯的手一顿 半赏才到 也不一定的 前世我没嫁给周彬 可照样没得到夫君的疼爱 七七惨惨的日子 还不如现在呢 所以啊 女人的幸福 绝不能寄托在男人身上 嫁得好那是锦上添花 嫁得不好 也不要自怨自艾 在劫难中 冲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才不往来这人间走一遭 我收回自己纷乱的思绪 朝周彬问道 天黑了 夫君今晚打算留下来吗 她已经一天没去看过孙姨娘了 我就不信看忍得住 周彬的双眸闪烁 略有些心虚道 那啥 我 我待会就走 我点了点头 那切身就不留相公了 周彬挠了挠头 试探性道 苏云 我替齐儿跟你道歉 你 能不能原谅她这一次 说完 又赶紧在后面加了一句 我保证 她以后绝不会再做这种事了 我并没有为难她 浅浅一笑道 既然相公都开口了 那事情就这么过去吧 切身不会放在心上的 真的吗 周彬心头一松 开心道 我就知道 你是个大度的好女人 两人说话时 我取了回门礼单递给她 这是 周彬不解 母亲给切身管加权 这是切身前几日整理的回门礼单 相公看一看吧 若无修改的地方 明日我便拿去给婆母过目了 这些你看着办就行了 周彬一脸认真道 放心 回门日我 一定会陪你去的 谢谢相公 送走周彬 我回了礼间 让丫鬟们给我卸妆梳洗 少夫人 孙姨娘的事 您就这么算了 赵妈妈拿鼻子给我梳头 有些犹豫地问道 嗯 我朝赵妈妈招了招手 让她敷儿过来 赵妈妈有些疑惑地靠近 待我将花园里的真相告诉她后 赵妈妈皱着的眉头瞬间松开了 嘴角还扬起一丝笑容 孙姨娘想用这一招来嫁祸给我 我便让她也尝尝被人陷害的滋味 我笑得像只狐猎 赵妈妈听完 不仅没生气 反而一脸欣慰到 老奴本以为少夫人是需要保护的小兔子 现在才知道 您只是没露出爪子而已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 感叹道 兔子逼急了也是会咬人的 因我落了水 第二天 周燕的几个妾室过来看我 王姨娘性子爽力 一坐下就开始帮着我骂孙姨娘 新姨娘和周姨娘 偶尔也会附和几句 李姨娘只安静坐着听 临走前 我送了他们 一人一小盒燕窝 虽然周府的妾室 每个月都有月钱和分力 但除了得宠的孙姨娘 能吃上燕窝外 其他人哪怕是碗银耳汤 都不一定天天有 几人得了燕窝很是开心 就连一直冷冷清清的李姨娘 也难得露出了笑容 送走妾室们没多久 周燕插了随从长青 给我送来两个盒子 说是从她私物中 拿出来给我添置回门里的 金丝潭木盒里 放的是一方老寿星爆桃的端燕 另一梯红符字盒里 放的是通体碧绿的玉镯 两件都价值不菲 我让赵妈妈收了礼物 又换春桃给周燕 送去了一壶 我亲手酿的梅花酒 下午 我去了趟水泻院 给婆母看了回门的礼单 出来时 赵妈妈手里多了许多资补佳品 是婆母让我明日 带去给爹娘的 回门日前一夜 待众人歇下后 我只留了绿柳下来 我让她把周燕送的礼物 从盒子里取出来 又将一方普通的燕台 和几件寻常首饰放进去 绿柳被我操作惊呆了 少夫人 这不是少爷送给老爷和夫人的吗 你 你怎么换了 我摸着周燕送来的玉镯 解释道 我爹娘都是简朴纯粮之人 这些名贵东西恐用不惯 倒不如换些实用的 他们也能接受 原来是这样啊 绿柳恍然大悟 还是少夫人了解老爷和夫人 绿柳以前在苏家 只是个撒扫丫鬟 自然不了解我爹娘的秉性 可我不一样 我两世为人 对我爹娘的性格了如指掌 简朴纯粮 呵呵 若真是这样的人 我又岂会嫁到周家来 我就是故意的 明明同一日出生 我叫苏云 只因出生那日天空有云飘着 妹妹却取名苏彬彬 彬彬鸟鸟 仙姿摇曳 苏云 苏彬彬 光从名字便可知 谁得父母的宠爱了 我非良善之人 上一世 我被沈家人摸错地受不住 跑回娘家求助 爹娘将我赶出家门 还对着我好一番冷嘲热讽 他们说我生来就是扫把星 沈家 能要我便该感恩戴德 言语间 恨不能我赶紧被沈家人弄死 如此便能让他们赔一笔钱 可当苏彬彬被周彬卖进青楼时 爹娘却散尽家财 豁出去自己的命也要救他 后来沈默中了状元 他们无数次向我索要赢钱 还提出让沈青默 取苏彬彬为平气的荒唐要求 我不答应 他们就四处败坏我的名声 说我是白眼狼 忘恩负义的贱货 当我被苏彬彬捅进刀子时 我看到他们躲在一旁拍手叫好 说我早该去死了 这样的父母 我又为何要去孝顺 我将玉琢和端彬 放进嫁妆箱里 啰嗦时 突然想起唤清那日 苏彬彬在我耳边的话 姐姐 这辈子的庄园夫人是我的 你就替我下地狱受罪吧 可嫁过来这几日 她说的罪我没受到 这幅倒是替她想了 我将钥匙放进梳妆台的暗阁里 嘴角忍不住勾了勾 也不知道 苏彬彬瞧见我如今 在周家的日子 她会不会气得七窍生烟呢 呵呵 我突然对明日的回门 有些期待了 第十四章 就只配被她踩在脚底下 次日一大早 赵妈妈将我从被窝里拽起来 少夫人 今儿是您回门的大日子 可得早点起来 梳妆才是 我打着哈气 坐在梳妆台前 绿柳和东梅 帮我梳头添妆 停顿的间隙 他们说起了和缘的事 昨夜少爷 去了孙姨娘那里 听说两人吵了半宿 最后 孙姨娘心急发作 还叫了府衣去看 活该 东梅为我描好梅 拿起胭脂石刀 让她推少夫人下水 要我说 就该把她赶出府才对 整理被褥的秋夜接话道 可听说早上的时候 两人又和好了 嗨嗨 赵妈妈端着早点进来 面上带着些严肃道 莫要在少夫人面前乱嚼舌根 几个丫鬟被抓包 调皮地吐了下舌头 突然 绿柳 泪一声 把屋里其他人都吓了一大跳 赵妈妈凶道 干什么呢 大早上一惊一乍的 绿柳满脸担忧道 少爷与孙姨娘和好了 那她还会陪少夫人回门吗 一日出 赵妈妈和丫鬟们愣了下 纷纷朝我看过来 你们看我做什么 我拿起红色的口汁 放唇边轻轻抿了下 夫君昨日答应了 婆母会陪我回门的 想来 为了那五十大板子 她也不会食言的 几人松了一口气 堂堂的少夫人 不得夫君宠爱也就罢了 要连回门夫君都不陪着 那真是丢人的丢到娘家去 赵妈妈将早点摆上桌 朝丫鬟们叮嘱道 今天是少夫人回门的大日子 你们可得打起精神来 务必把少夫人打扮得漂漂亮亮 女人回门的模样 可代表着 她在夫家过得好不好 绿柳等人 一改刚刚的嬉皮笑脸 语气极认真道 知道了 赵妈妈 如我所言 周燕果真来陪我回门了 赵妈妈依旧没给她好脸色 只让她在院子里等我 少夫人出来了 丫鬟的声音落下 我盛装从屋内出来 一身胭脂粉斑斓锦断 广袖披衫 垂坠优雅 配着绿色刺绣夜地长裙 头书随云记 发间带五彩宝石牡丹发簪 旁边又斜插一只黄金马脑蝴蝶不摇 跪起端庄 明念动人 周燕听着动静 抬头看过来 下一刻 她被惊艳到了 后来她与我说 盛装的我像画中走出来的洛神妃子 美得让人一不开眼 嗨嗨 男人察觉自己的失态 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朝我伸手道 马车已备好 咱们走吧 好 今日回门 婆母特地为我留了周府最华贵的马车 电蓝色丝绸装裹马车 马脑镶嵌的窗友 车围还挂着五彩琉璃珠做装饰 气派十足 回门只有一辆马车 我便带了绿柳一个丫鬟 周燕则让她的小丝长青 去外面驾车 苏家的财力远不及周家 父母掏光家底 才在市井旁的胡同里 买了个二斤的宅子 周家宽敞的马车进不了胡同 周燕倒也不嫌弃 打算与我一同下车不行 应该的礼物有些多 绿柳和长青拿不过来 周燕为了旅行对他娘的承诺 主动让我先走 他留下来帮忙拿礼物 胡同里住了不少人家 大多是市井做买卖的商户 我一人率先到苏家时 苏彬彬夫妻俩已经在了 苏家大门口 苏彬彬一身水粉色装花段如裙 发际上插着一根极细的金簪 脸上虽然涂了厚厚的粉底 却依旧遮不住眼底的黑眼圈 和露出的疲惫感 就沈家那些吃人不涂骨头的亲戚 想来嫁去沈家这一个月里 他日子过得极其精彩 沈墨青站在他身旁 这男人依旧如记忆中那般轻瘦 身上穿的是月牙白绸缎长袍 头戴青色头巾 模样不出挑 脸颊微凹 倒也算文质彬彬 按照沈墨青的家境 他是穿不起绸缎料子的 看样子 苏彬彬在他身上 花了不少银子 我娘拉着苏彬彬的手 嘘寒问暖 我爹满脸笑容地 与沈墨青交谈 周围邻居夸他们夫妻 生了个好女儿 家的女婿也是人中龙凤 正当我要开口叫人时 不知是谁开口 咦 雷一声 道 不是两个女儿同时出嫁 这大女儿和大女婿 怎么还没回来 我爹娘的脸色 微微变了下 苏彬彬抬手用帕子 遮住上阳的嘴角 语气轻蔑道 众人微惊 好奇地问道 这是为何 苏彬彬想起前世自己的遭遇 幸灾乐祸道 周家那少爷 被个妾室迷的魂 都快没了 苏彬他嫁过去 当夜就独守空房 周家的老爷和夫人 又偏心儿子 如今啊 苏彬在周家的日子 怕事过得比个下人还不如 他哪里有脸回娘家 我爹娘有些疑惑地 看向苏彬彬 邻居们则被他的一番话 惊得面面相去 原本热闹的气氛 一下子静了下来 苏院长 这是真的吗 你家大女儿 在周家过得如此凄惨 那周家少爷的名声 本就不好听 前段时间 还娶了青楼的女子 当第五房小妾呢 哎哟 新婚夜就不受相公欢喜 公婆又不护着 你这大女儿往后的日子 可怎么过呀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瞧着像是在关心我 其实他们 只是把我当个笑话谈论而已 知晓我过得不好 众人转头又夸了沈摩青 说她是个读书人 知书实礼 还疼娘子 是个鼎鼎好的男人 沈墨青微弯的腰背 这会儿挺得直直的 脸上满是略显得意的笑容 沈家大女儿 嫁了首富又如何 不陪着回娘家 照样比不上她 沈墨青洋洋得意 苏彬彬同样一脸畅快 同样是女儿 凭什么上一世 所有人都夸苏云嫁了个好相公 而她却要活得像过街老鼠 忍受这些人的白眼和议论 现在好了 上辈子终于轮到苏云来 遭受这一切了 这才对嘛 一个从小不被父母祝福的灾心 就只配被她踩在脚底下 就在苏彬彬露出得逞的笑容时 我轻咳嗽了一声 高声道 爹 娘 女儿回来了 第十五章 没男人活不下去了是不是 众人望过来 我一身 华福利于胡同里 身上的斑斓颈段 在阳光下映出五彩光芒 头上的珠宝同样璀璨夺目 闪得人眼睛都直了 大家呆呆地看着我 扮上 有人不确定道 这是苏家的大女儿苏云吗 此话一出 所有人才回过神 苏家门口的一群人 瞬间跟炸了锅斑 朝我围过来 我滴个娘啊 才一个月不见 这怎么跟坏了个人似的 瞧瞧这衣服 这首饰 真真是贵气得不行啊 你们要不说这是苏彧 我走在路上 都不敢认她了 听着大家伙 对我的恭维和赞美 苏彬彬温柔的面孔有些扭曲 手里的帕子 更是绞成了麻花 连男人都没陪着 她竟然还敢来 她身旁的沈墨青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与其略带兴奋道 乒乒 她就是与你同一天出生的姐姐吗 嗯 苏彬彬不情愿地应了一声 你与你姐姐 很不一样啊 男人略有些可惜道 明明是双生子 她的妻子 却没姐姐好看 苏彬彬这会儿 注意力全在我身上 并没有发现 身旁男人的异常 沈墨青抛下苏彬彬 静止走到我面前 她双手交叠 朝我捉一道 在下沈墨青 姐姐安好 看着面前笑得虚伪的男人 我双手不自觉地握成了拳头 我以为自己 已经放下了前世的恩怨 可在见仇人才发现 这怨恨早已扎进了骨血里 哪里是这么容易就能忘记的 前世 苏彬彬用刀扎入我的身体 我惊恐的同时 又庆幸自己终于解脱了 别人看到的 是我成为状元夫人后的风光 却没人知道 这风光背后 有多肮脏和羞辱 沈墨青为了状元之位 卖妻求容 将我献给了京城的权贵 白天我是状元娘子 晚上我就是那权贵的玩物 比青楼姚姐都不如 许是我太久没出生 面前的男人有些疑惑地看向我 道 姐姐怎么了 苏彬彬彬见我盯着沈墨青不出声 到底是抢来的姻缘 她脸上闪过一丝惊慌 女人来到沈墨青身旁 占有性十足地挽住她的胳膊 声音刻薄道 苏云 你收连点吧 都嫁人了 还盯着别人的夫君看 难不成周家少爷没满足你 便想勾引自己的妹夫 此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变了脸色 贱蹄子 没男人活不下去了是不是 哥这里来发浪 信不信老娘 让人把你沉堂了 我娘说着 就要伸手来掐我 但被我躲开了 我爹也沉着脸 朝我训斥道 不知廉耻的东西 嫁人的举止还这般轻浮 好好向你妹妹学学 当个端庄之理术的好女子 一旁的苏彬彬 瞬间挺直了腰杆 朝我露出得意的表情 我压着内心的愤怒 讥讽道 原来在父亲眼里 苏彬彬与妹夫搂搂抱抱 便是端庄 她身为妹妹 不敬长姐 对长姐口出会言 就是之理术 父亲 我冷冷道 父亲让我学妹妹这样 那女儿可办不到 你念念 父亲被我搏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盯着我的双眸 恨不能喷出火来 未出嫁前 我可是个在他们面前 连大气都不敢喘的人 如今却接连反驳他们 苏彬彬看 我的眼神 有些渐渐有些不一样了 我想她开始 对我有些怀疑了 这时 有邻居站出来劝道 好了 好了 都是一家人 今儿又是女儿们 回门的大日子 这般火药味十足做什么 此话一出 其他人也赶紧附和 是啊 是啊 苏院长 你看你大女儿 穿得如此漂亮 小女儿夫妻又恩爱爱 简直是羡煞旁人 赶紧一家人 进去吃顿团圆饭吧 父亲甩了下袖子 朝我重重冷哼一声 不笑女 女儿 女婿都在那才叫团圆饭 苏彬彬打量了我一眼 冷哼一声道 穿得再漂亮 又有何用 连自己的男人都带不回来 真是丢人现眼 这一世 他是带着相公回来了 光这一点 就能压苏彬一头 我朝他道 妹妹怎知相公没陪我回来呢 苏彬彬好似听了个天大的笑话 声音笃定道 苏彬 你就别死撑了 就周燕 那宠妾灭妻的德行 她根本不可能跟你回门 前世她可是见识过周燕的无情的 苏彬再如何装 也不可能大便活人 把周燕带来 今日她非要把苏彬虚伪的面皮撕下来 狠狠踩在地上 这时 身后传来男人冰冷的声音 谁说我没跟我夫人回来 苏彬彬 不过就是比我夫人晚到了些 没想到有些人就开始编排本少爷的坏话了 周燕提着礼物走到我身边 一脸关心地问道 夫人可有受委屈 我笑着摇了摇头 不 这不可能 苏彬彬震惊过后 一张脸嫉妒到扭曲 周燕 你怎么可能陪苏彬回门 她的那个妾室呢 她此刻不该陪着那个贱人吗 周燕脸色阴沉 冷冷看向苏彬彬 当妹妹的不仅编排姐夫的坏话 见了面还直呼姐夫姓名 岳父大人 这就是您交出来的好女儿啊 父亲被扫得老脸通红 却又不敢对周燕发脾气 这时 母亲扯出一抹牵强的笑容 道 大女婿也来了呀 快快进屋坐坐吧 好 周燕应声 与我并肩往里走 苏彬彬不甘其后 拉着沈墨青也往大门而去 四人站一起 这差距便显了出来 周燕一身酱红色烫金暗纹紧断长袍 脚灯轻断长靴 头戴红宝石金罐 气派又富贵 沈墨青的衣服虽也是绸缎料子 可无论是从材质还是刺绣 都不能放与周燕相比 除了衣服外 周燕身上还有养尊处优 透出的从容和大气 而沈墨青整个人拘束又扭捏 显得极小家子气 几个邻居悄悄议论起来 这大户人家出来的 就是不一样啊 看看人家的走路姿势 气宇喧昂的 别说走路了 你瞧大女儿回门 拿了多少东西 这俩下人都拿不下 就是就是 小女儿嫁得还是什么读书人 结果回门就拿个小包袱 一点礼数都没有 第十六章 你要怎么为我排解内心的计划 几人的声音 传进苏彬彬夫妻俩的耳中 沈墨青一向自命清高 又哪里愿意被人比下去 恼怒的男人 步子卖得又大又急 越过我与周燕 率先进了苏家的大门 相公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等等我啊 苏彬彬提着裙摆 追了几步没追上 转头朝那些窃窃私语的人吼道 你们懂什么 我们苏家从来都是 是金钱如粪土的 这女儿回门看的是心意 东西再多 心意不成 又有什么用 众人撇撇嘴 有人嘀咕道 这东西都不舍得买 我看你的心意 也没多成啊 你妈 苏彬彬气得不轻 眼睛都红了 母亲见不得苏彬彬受委屈 立马帮衬道 彬彬说的没错 我与相公向来不中钱财 彬彬和女婿 能一大早就过来 光是这份心意 就比那些个俗物 有诚意多了 我眸光一冷 嘴上却道 母亲说的对 父亲乃书院院长 教书育人 自然是高洁清风 淡薄晶莹的 母亲 怎么隐隐有些不好的感觉 我露出歉意的表情 继续道 是女儿粗鄙不堪 竟想用这些俗物 来侮辱父亲 绿柳 长青 把糕点留下 其他的你们都搬回马车上 父亲 母亲 眼瞧着东西都被搬走了 母亲急忙拦下 朝我道 你这孩子 母亲不过是说说而已 怎么还当真了 这时 周燕好奇地问道 依着岳母的意思 那是岳父不中钱财 只是说说而已呢 还是小女儿夫妻早早回来的心意 只是说说而已啊 这 这 母亲满脸尴尬之色 不管是那个 都是在打她的脸 看样子 岳母只是为了顾忌云儿与我的面子 才这样说啊 周燕叹了口气道 女婿还是不为难岳母了 说完 她朝绿柳和长青催促道 你们俩还不赶紧把东西搬走 是是是 绿柳和长青转身就走了 到手的东西直接飞了 母亲的心在滴血 父亲恨不能弯了她的嘴巴 我看着身旁的男人 只觉得 这人比什么时候都顺眼 进了苏宅 父亲邀着两个女婿去书房说话 母亲拉着苏彬彬的手 去屋子里说提几话 至于我这个爹 不疼娘不爱的人 只能和绿柳在院子里 大眼瞪小眼 我在苏家前世今生 家起来都没住满一年 要说留恋 那是一点都没有的 正想着 该不该去找周燕催她回府时 月亮门口出现一道人影 下一刻 沈默青欠揍的声音响起 姐姐怎么一人独坐在这里 男人的笑容如她的人 一般虚伪 前世的痛苦折磨 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没搭理她的话 从石凳上站起来 便要走 姐姐留步 沈默青说话时 竟来抓我的手 放肆 绿柳立马挡在我前面 眉毛竖起 急凶道 你想干什么 沈默青善善一笑 朝我道 姐姐宽恕 是沈某唐突了 我没看她一眼 抬脚就要离开 沈默青挡在了我的面前 满脸轻浮道 听说周家公子独宠青楼妾室 姐姐内心一定十分空虚吧 这次我抬起眼眸 冷冷望向她 男人心中一喜 露出自认为迷人的笑容 若姐姐愿意 我可以替姐夫 为你排解内心的寂寞 这人胆子倒是挺大 敢在苏家调戏我 绿柳快被她的话气疯了 我朝她招手道 那你走近些同我说说 你要怎么为我排解内心的寂寞 沈默青惊喜不已 觉得我如此一哄 只聊拨几句便上钩了 她朝我走了两步 我转了转手腕 在觉得距离差不多时 抬手就扇了这男人几巴掌 啪啪啪 伴随着清脆声音的响起 沈默青直接傻眼了 贱人 你敢打我 男人恼羞成怒 举起胳膊 要朝我挥过来 绿柳拔了墙边为院子的竹条 照着男人的胳膊 使劲抽 打你怎么了 我还抽你呢 王八高子 连我家邵夫人也敢挑戏 我抽不死你 竹子削成的竹条 又细又长 打在身上 就跟被鞭子抽一样疼 沈默青疼的四处乱窜 嘴里的狠话 也变成了求饶 这时 青石板上传来脚步声 我开口道 绿柳 有人来了 别打了 绿柳扔掉竹条 瞪了眼抱头 缩在墙角的男人 看你下次 还敢不敢 对我家邵夫人不敬 不敢了 不敢了 沈默青连连摇头 我看着男人 紧叨叨 读书人最重名声 妹夫这调戏 妻姐的名声 一旦传出去 这辈子 你都别想入世为官僚 沈默青惊恐地看向我 所以 我浅浅一笑 妹夫应该知道 什么能讲 什么不能讲吧 沈默青连连点头 我领着绿柳 刚出月亮门 迎接就和周燕 父亲装了个正着 女儿 你怎么不去 跟你母亲说 会提几话 父亲故作亲切地问道 我并没有给她面子 直接道 母亲欢喜和妹妹说话 女儿就不去讨人闲了 这孩子 父亲尴尬一笑 朝周燕道 女婿见笑了 我这大女儿 向来不大会说话 周燕耸了耸肩膀 我倒觉得 夫人说的是实话 父亲脸上有些挂不住 相公 时候不早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我朝周燕道 周燕早就不想待了 立马点头同意 我与周燕上了马车 今日再次肃乒乒 我内心有了些警醒 前世周燕的下场很凄惨 他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后 沦落街头 最后冻死在一个下雪的冬天 这一世 我嫁给了他 周燕的下场 就是我的下场 我捏紧了手里的帕子 我绝不允许他走上前世的不归路 思索再三 我将准备好的话说了出来 相公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嗯 闭眸羞气的男人睁开眼 有些不解地看向我 我认真道 相公再过两年就弱惯了 总不好一直吃喝玩乐下去 也该想想未来的出路 周燕这种话 不知听了多少遍 不耐烦地打断道 你给我闭嘴吧 苏云 合着我在苏家给你几分面子 你倒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还敢管起我的事情来了 我心中叹气 跟这个男人讲道理 果然是行不通的 苏云 你记住了 你是我爹娘让我娶的 周府少夫人的体面我 也给你了 以后 你过你的日子 我周燕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跟你没关系 你也不许插手我的事 周燕说的唾沫横飞 我的思绪却已飘远 对付这个不学无术的男人 不识点非常手段 是不行的 第十七章 给我继续跪着 马车悠悠前行 很快就到了周府 我提起裙白想要下车 却被周燕伸手拦住了 我面路不紧 怎么了 我刚说了那么多 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啊 男人眉头微醋 脸上有些脑溢 我一愣 他刚说什么了 想来是些让 我有自知之明 不要管他之类的话 我露出认真的表情 道 嗯 听进去了 周燕面色一松 这才将横在我面前的手一开 听进去就行 那你赶紧下车吧 好 我从马车上下来 周燕紧随其后 刚进门 远远地就瞧见孙姨娘跪在地上 白色长裙 配着散在背后的乌黑长发 身体摇摇欲坠 柔弱地令人心碎 起而 周燕心疼至极 立马狂奔过去 孙姨娘眼眶瞬间红了 哽咽道 阿燕 你终于回来了 话音刚落 鲜瘦的身子往旁边倒去 周燕急忙将人扶住 怎么回事 男人眉眼染上了几分心疼 气愤道 谁让你跪在这里呢 女人滚烫的眼泪 巴达巴达往下掉 靠在周燕怀里闷闷到 少夫人一早上派了个妈妈来合缘交切身规矩 可那妈妈一进门 就拿戒指打我 还说我不思悔改 发我当着所有下人的面下跪 话里满是委屈 还藏着浓浓的屈辱感 周燕一张脸紧绷着 朝我质问道 琴儿说的是真的吗 相公 那人是 周燕紧咬着牙 怒声打断道 真是罪毒妇人心 往我在苏家还替你说话 没想到 已经趁我不再折磨琴儿 赶紧跟琴儿道歉 我 孙姨娘趁周燕不注意 朝我露出得意的表情 我看着她做戏 但道 相公 你误会了 当初孙姨娘对我和婆婆口出恶言 我的确是说过 要让赵妈妈来教她规矩 但赵妈妈实在抽不出空 她就去求了婆母帮忙 今日来的妈妈 是婆母指派的 孙姨娘的笑容瞬间没了 脸色煞白地问道 不是你 是夫人 指派的 她以为那妈妈是我派来的 甚至对她诸多挑衅和无礼 一想到那妈妈在婆母面前 说尽她的坏话 孙姨娘整个人都不好了 周燕的脸色也极差 她不悦地看着孙姨娘 你怎么连人是谁派来的都不知道 男人再扎 也是讲笑道的 她前头那句 最毒妇人心 可不就骂了她母亲啊 孙姨娘脸上挂着泪 嘟囔道 我 我又不认识夫人身边的人 你 周燕有些气闷 但也不忍心在责备怀里的人 她略带歉意地朝我道 苏云 对不住啊 其而不知道人是母亲派来的 误会你了 我摇头 事情搞清楚就好了 孙姨娘咬着嘴唇 脸上闪过一抹不甘心 她缩在周燕怀里 哀声求道 阿燕 我头好晕啊 你能不能送我回去 周燕才将她抱起 一道不悦的声音传来 少爷这是在做什么 婆母身边的柳妈妈 从石子路上走过来 孙姨娘弄清了她的身份 忙碌出讨好的笑容 柳妈妈 柳妈妈连个眼神都没给她 朝我与周燕行礼 少爷 少夫人安好 周燕朝柳妈妈十分恭敬 她道 柳妈妈 其而身体不舒服 我先带她回去休息 柳妈妈冷哼一声 丝毫不给周燕面子 少爷 老奴心里有分寸 不会让孙姨娘受伤的 说完 对柳姨娘殉道 喽喽 抱抱成何体统 还不赶紧从少爷身上下来 孙姨娘仰头看向周燕 渲然欲气的模样 可怜至极 周燕不忍道 柳妈妈 还是 少爷 老奴教导孙姨娘 您还不放心吗 柳妈妈皱眉打断 与众心肠道 恕老奴口直 如今孙姨娘进了周府的门 她的一举一动便代表着周府的体面 您若一直纵容她不学规矩 长此以往 她被人看清不说 您的脸面也是不好看的 周燕眉头微皱 却并未言语 柳妈妈松了面容 但笑道 刚刚夫人交代老奴 若瞧着您与少夫人 便领您二位去一趟水泄院 她与老爷有话要说 好 周燕点头 又忍不住交代道 柳妈妈 其而身子骨弱 还请您多多照顾 她若 柳妈妈轻笑一声 孙姨娘骂起老奴来中气十足 可瞧不出半点柔弱 她骂你 周燕惊了下 柳妈妈是她的乳母 这哺乳之恩 外加班母之情 她斗得对柳妈妈恭恭敬敬 不敢有半点怠慢 何止是骂 连老奴的祖宗十八代 都被她问候了一遍 柳妈妈不愿多提 被人下面子的事 转了话题催促道 少爷快随老奴来吧 夫人和老爷还等着呢 临走前 她让孙姨娘继续跪着 周燕心有不忍 但没有阻止 水泄院 我与周燕进去时 婆母正吩咐下人收拾戏软 公共站在一旁皱眉 抱怨道 又不是第一次出门 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你懂什么 这叫有备无患 婆母见我与周燕进来 换了笑容道 阿燕和云儿来了呀 儿媳见过父亲 母亲 我朝二老行礼 都是一家人 不用整这些客套话 婆母拉起我 问道 今日回门见你父母 他们身子可还好 爹娘家中一切安好 老母亲挂念了 那就好 那就好 周燕瞧照忙前忙后的下人 问道 娘 你收拾东西做什么 公爹开口道 早上我收到了西南那边的信 一传云景出了些问题 我得赶过去处理一下 周燕皱眉道 今天就走吗 嗯 公爹道 现在就走 这么急 阿燕 我走后你 乖乖待在家里 切莫闯祸 凡事多听你母亲和云儿的 知道吗 公爹如往常出门前一样 对着周燕 就是一番叮嘱 知道了 知道了 周燕随口应了两声 这些话 他听了十几年了 耳朵都快生茧子了 公爹见他不耐烦 后面的话也没再继续说 过了一会儿 下人收拾好了行李 公爹便领着人了 公爹一走 婆母立马脸的笑容 转头朝周燕怒斥道 给我跪下 第十八章 这种人绝不能留在周家 周燕吓了一跳 但还是乖乖下跪了 把周家的家训 给我背一遍 周燕冷了下 开口道 善言教导要听 不义之才莫取 心怀感恩之心 行善积德不可忘 你还知道 要心怀感恩之心啊 婆母拿起桌上 早已背下的藤条 朝着周燕的后背狠狠一抽 当年柳妈妈为了奶你 差点把亲儿子饿死 哺乳之恩 永世难忘 你倒好 这才几年的呀 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一旁的柳妈妈 文言抹起了眼泪 夫人言重了 老奴的那点恩情 不知少爷惦记 周燕跪在地上 又疼又委屈 母亲冤枉啊 儿子压根就没忘 你没忘 婆母又抽了她一下 训斥道 你没忘还纵着那姓孙的 欺辱柳妈妈 你知道 你那好姨娘 骂得有多难听吗 她说柳妈妈是个下贱狗奴才 还扬言 要让你打断她的狗腿 丢到乱葬岗等死 柳妈妈在周府体面了二十年 到头来 竟被个妾室劈头盖脸一顿狠骂 这下子 面子 李子全没了 不 不可能吧 婆母见她不幸气的不轻 又狠狠打了好几下 那见人先是退圆落水 现在又大骂柳妈妈 你不是要维护她吗 好啊 那就薪酬就账一同算 婆母手里的藤条甩的 刷刷 坐享 伴随着的还有周燕的惨叫声 母亲 这里头许事有什么误会 你还不信是不是 婆母喘着气 将藤条扔在地上 朝外头道 去把柳姨娘的两个贴身丫鬟叫过来 丫鬟们进来时 婆母已坐在上位 道 清燕 清竹 你们俩把当时看到的 给少爷说一遍 俩丫鬟不敢隐瞒 将当时的事说了出来 原来 我与周燕出门没多久 婆母就使了柳妈妈 去合园教导孙姨娘规矩 谁知孙姨娘完全不配合 好听的话想激怒她 起初柳妈妈还忍着 谁曾想孙姨娘越发嚣张 不仅骂她 还骂她家里人 柳妈妈忍无可忍 拿起戒齿就要打她 可戒齿连皮肉都没碰着 孙姨娘又大哭大喊 要打死人了 柳妈妈让人去堵她的嘴 孙姨娘撒腿 就往院子外头跑 最后人被逮住了 柳妈妈罚她下跪 便有了刚刚我与周燕进门那一出 听完两个丫鬟的话 周燕一时间呆愣住了 婆母见她这样 缓了缓脾气 冷声道 那孙姨就不是个好的 人前一套 人后又是另一套 这种人绝不能留在周家 不行 周燕反对道 你若把钱赶走 那我就跟她一起离开周府 你你你 你要气死我啊 婆母捂着胸口 大骂周燕是逆子 柳妈妈赶紧上前为婆母顺气 劝道 夫人 您重视老奴是老奴的福气 可若因老奴这件事 害您和少爷身份 那老奴心里也会寝食难安的 柳妈妈不傻 她想让婆母为她撑腰 可若因她的事 使婆母与周燕母子感情不和 那她就成罪人了 婆母眼下也就在气头上罢了 时间一久 她再回想起这件事 只会觉得柳妈妈小题大做 害她与儿子离了心 我瞧着柳妈妈为难的样子 开口道 母亲 相公 我倒有个主意 不知可不可行 两人齐刷刷朝我看过来 你说 我思索了下 缓缓道 母亲 其实说起来 孙姨娘也是个可怜人 她出身轻楼 在那个吃人不秃骨头的地方 若没有点心眼和手段 哪里能活到现在 今日柳妈妈教她规矩 想来也是孙姨娘一时无法接受 才会起了逆反 想来将人留下待日后慢慢教 她总能改一改性子 学会这些规矩的 一番话下来 周燕的脸色好看了许多 婆母却冷哼一声 那你是要含了柳妈妈的心啊 我看了眼低头不说话的柳妈妈 继续道 孙姨娘虽可怜 但她辱骂柳妈妈 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若就让她当众向柳妈妈道歉 再罚她半年的月钱和奋力 贴不给柳妈妈 也算是对柳妈妈 落了面子的补偿 我的话说完 婆母的脸色也好了先 她思索片刻 朝柳妈妈问道 柳妈妈 你觉得 云儿这法子如何 柳妈妈下跪 欲待真诚道 老奴接受少夫人的法子 就冲周燕如此袒护孙姨娘 把人赶出去 肯定是不可能的 她也不想让周燕和婆母感情不好 眼下 也只有我提出的办法是最好的 孙氏身为妾氏 也算府里半个主子 主子给她的下人道歉 她的面子也是有光的 最关键是 白得了半年的月银啊 妾氏一个月的月银不低 如此来说 她可以拿到大几十两了 人活一世 不就涂碎银几两 面子挣了 银子也拿了 简直是两全其美 柳妈妈朝我头来感激的目光 婆母见柳妈妈同意 她也就不再说什么 周燕点头附和道 苏云这法子好 就依她的办法来吧 只要不把人赶出去 罚钱就罚钱 反正孙姨娘一直以来 花的也都是她的钱 婆母瞪了她一眼 既然柳妈妈也觉得可行 那就照云儿说的做吧 说完 又忍不住朝周燕抱怨 你看看云儿 贤惠大度 办事稳妥 这般好的人你不珍惜 整日就只知道 跟那个做妖的狐狸精待一处 我看你 真是脑子进水了 周燕低着头 整个人闷闷地不说话 婆母见她这副死样子 心里的火气 又被拱了上来 她白手不耐烦道 滚滚滚 我瞧着你就来气 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周燕离开前 用口型冲我说了句 谢谢 周燕走后 我向婆母提出 想要回乡一趟的请求 儿媳自幼长在乡间 是邻居故意照顾长大的 儿媳还认了她做干娘 儿媳想回去看看她 也好叫她知道 儿媳嫁得很好 她不用担心 婆母朝苏家下聘前 便将我们家里的情况 打听了得一清二楚 我在乡间长大她 自然也知晓 难为你是个孝顺的 出嫁了还记得乡下的干娘 婆母朝我道 我让府里的下人 多备些礼物 到时候 你带着回去 不用不用 我受宠若惊 回苏家时 母亲已经给了许多了 这次儿媳自己准备就好了 那故意将你养得如此好 白白让我们周家 占了这么大个便宜 我还得好好感谢她才对 这里啊 是应该的 我退却不掉 最后只能硬下 母亲 儿媳明日想出府一趟 一来想给干娘买些东西 二来也想去瞧瞧 你给儿媳的两间铺子 我说得坦坦荡荡 婆母自然也爽快地硬下了 甚至还掏了五百两银子 让我随便买 我走出院子时 看着手里的银票 嘴角勾起大大的笑容 遇着这般大方的婆母 真真是比上一世沈默青的娘强多了 下午时 孙姨娘气急败坏地冲进了如意院 第十九章 苏玉 你少给我装蒜 少夫人 您这是何意 女人换了身蓝色如群 但走路有些异样 想来是上午贵多了 我看着怒气冲冲的女人 放下手里的茶盏 淡淡道 不知孙姨娘所谓何事 她这几日过得极为憋屈 先是被我冤枉 现在又被停了月前和奋力 她气得口不择言道 苏玉 你少给我装蒜 你故意恪恪我的月前 你 你简直是卑鄙无耻 啪 赵妈妈上前 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放肆的东西 一个小小妾室 也敢这般指名道姓韩少夫人 柳妈妈教你的规矩呢 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是不是 孙姨娘捂着发疼的脸颊 逗大的泪珠子 巴达巴达往下掉 周燕吃她这一套 我屋里的人可不惯着她 赵妈妈翻了个白眼 嫌悟到 欣欣作态 真让人作呕 孙姨娘听完 眼泪掉得更凶了 孙姨娘 你若来我巫师为了哭的话 那我只能让下人请你出去了 我话刚说完 孙姨娘立马收了哭声 半肿着脸颊愤愤道 少夫人 笼络不住少爷的心 那是你自己没本事 你凭什么把气撒在我身上 还挺我的月前和奋力 你若正有能耐 就找少爷说理啊 你觉得我在嫉妒你得宠 我只觉得有些好笑 连男人我都不稀罕 我还会嫉妒她 本来就是 孙姨娘怕又挨巴掌 用急轻的声音嘀咕了句 孙姨娘 你骂了柳妈妈 祖宗十八代 少夫人扣你月前和奋力 是让你有个教训 同时也为了补偿柳妈妈 赵妈妈替我解释道 我又不是没骂过下人 怎么以前就没事 现在却有 我冷声打断道 下人身份卑微 被你骂了 自然不敢吭声 可柳妈妈不一样 她是母亲的陪嫁 也是相公的乳娘 你骂她 就是在打婆母的脸 罚你月银 也是亲的了 这世间就是这般现实 活着的蝼蚁 就算被打落了 牙齿也得混血吞 可若有人为你撑腰 那就不是旁人 想动就能动的了 很显然 孙姨娘这次是踢到铁板了 那也不能罚得这么重啊 孙姨娘嘀咕道 见她毫无错意 我沉了脸 朝召妈妈道 让管家把周府 所有人召集到前院 你带孙姨娘过去 跟柳妈妈道歉 什么 孙姨娘一惊 立马不干了 你凭什么 让跟那个老行货道歉啊 有些话我不想解释第二遍 我有些失去耐心 孙姨娘不服气道 我骂那老奔货怎么了 那她还拿戒指打我 罚我下跪 要道歉 也是她 给我道歉才对 看着女人渐渐扯开的嗓门 我烦躁地揉了揉太阳穴 这装出来的胶弱 果然维持不了多久啊 郭躁的声音 吵得我脑袋疼 赵妈妈也不跟她废话 上去拽住她的胳膊 就往外头拖 让你去道歉就赶紧去 只能被迫往院子里去 苏云 你个心肠歹毒的 我是不会道歉的 我要告诉阿燕 你们所有人都欺负我 孙姨娘气愤的声音 渐渐远去 傍晚赵妈妈回来说 孙姨娘在前院又闹了一番 后来惊动了周燕 但周燕这次丝毫没有护着她 还主动开口 让她跟柳妈妈道歉 孙姨娘见没人给自己撑腰 只能哭着跟柳妈妈道歉 结果一道完歉 人就哭晕在了周燕怀里 惹得男人内疚又心疼 看得出那女人是装的 偏偏少爷就信以为真 还把府衣都给叫去了 我感叹道 爱情让人眼瞎呀 第二日清晨 我起了个大早 带着绿柳出府去 我正提着裙摆 要坐进马车里 周燕突然从旁边窜了出来 苏云 你是不是要去我娘给你的胭脂铺 和首饰铺巡查 我 我陪你去吧 我 不等我答应 男人已经跳上马车 进了车厢里 我 合成共有东南西北四条街 东西两街以商铺为主 南边住的都是达官显贵 市井百姓则居于北街 婆母给的两间铺子都在东街 且相隔不远 倒是省去了不少脚城 我本想先在集市上逛逛 给干娘买她最爱吃的周济桃酥 还有一些其他侨顺眼的东西 可周燕不知为何 总催我先去铺子 我被她吵得不胜其烦 最后我让绿柳帮我去买桃酥 自己则和周燕先去了首饰铺 首饰铺的掌柜性前 约莫四十多岁 个子不高 身材有些发福 圆脸很适合善 前掌柜并不认识我 可她认识周燕 十分客气地将我们迎了进去 前掌柜知晓 婆母已将铺子送给我 她听我说过来瞧瞧铺子 便热情地将我请进内室 又恭敬地递上了铺子的账策 周燕对账策毫无兴趣 她随我进来后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大爷式地命令道 前掌柜 把你们铺子里最贵 最好看的首饰全拿出来 前掌柜一愣 随即热情道 少爷要瞧首饰吗 正好 店里心到了几块玉佩 男子带着集合式 我不看什么玉佩 周燕白手道 你把女儿家欢喜的首饰 拿过来就行 那是少夫人想看 前掌柜话没说完 周燕不耐烦地打断道 你怎么那么多话 是本少爷 我要看女人的首饰 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 前掌柜心里头有些奇怪 但瞧着面前的主不好惹 就赶紧闭嘴了 没一会儿 店里伙计 拿着盖了红仇的托盘进来 红仇一掀开 露出精美绝伦的首饰 红马脑的金钗 翡翠玉拙 手指粗的香金项圈 渐渐巧夺天宫 价值不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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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燕伸手指了三件首饰 朝伙计道 给本少爷包起来 是 钱寄你们心东加账上 周燕又加了一句 我 第二十账 花我的钱 去讨好别的女人 你买东西 为什么寄我账上 周燕笑得十分无赖道 夫人别这么小气嘛 我娘 都给你两件铺子了 你替他儿子付点首饰钱 也是应该的 我挑眉 这会儿我总算是明白 这人为何 非要陪我进首饰铺了 何着是想白嫖我铺子里的首饰 这些你打算送孙姨娘 我问道 对啊 周燕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 其而昨日被柳妈妈折腾得不轻 我答应 今天给她买首饰 让她开心开心 花我的钱 去讨好别的女人 呵呵 孙姨娘是开心了 我可不开心了 为人欺者 人钱绝不落夫君面子 自然之前也就依她记在了我的账上 白得了首饰的周燕 心情大好 竟破天荒地陪着我看账本 不过 一炷香都没到 这人就坐不住了 周燕翘翘起二郎腿 歪歪斜斜地靠在椅背上 手里拿着杯茶喝着 她见我看得认真 很是稀奇地问道 苏云 你不累吗 我头也没抬地回答道 不累 我对经商一直很有兴趣 前世是没机会 如今有这际遇 我自然格外珍惜 周燕并不懂我的心情 她百无聊赖地做了话后 便掀开帘子 走去了铺子里 没过一会儿 这人又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苏云 你猜我看到谁了 男人的声音激动又兴奋 是谁我都没兴趣 我话还没说完 周燕突然扯走我手里的账本 哎 我还没看完 周燕拉着我的手臂 就往外头走 看什么账本啊 外头那两人 可比账本好看多了 我 我被周燕强 拉着出了那时 铺子里 一道熟悉的声音 响起 火接 我们想看看 适合男子佩戴的玉佩 柜台前说话的一男一女 正是沈墨青和苏彬彬 我扯了下嘴角 原家路窄啊 周燕朝我姐妹弄眼 我上次陪你回苏家就瞧出来了 你那妹妹就不是个好的 想来小时候没少欺负你吧 今日看在你帮我买首饰的份上 我帮你出口 恶气如何 还没等我回答 男人已经高声喊了起来 哟 这不是七妹和沈秀才吗 苏彬彬和沈墨青 立马转头看过来 今日的苏彬彬 身着粉蝴蝶 绸面如裙 长发挽起 斜插一根垂着小猪串的玉簪 身段轻瘦纤细 有几分小家碧玉 面旁依旧敷了厚厚的粉底 眉眼间竟是疲惫 想来在苏家日子 过得并不顺遂 沈墨青一身棉布长袍 头上执一根黑色木簪 倒透着几分书卷气 两人见到我与周彬 神色均是一将 苏彬彬率先反应过来 皮笑若不笑道 可真是巧啊 姐姐和姐夫 也来首饰铺子买东西吗 这本就是我们周家的铺子 我们哪里用得着买啊 周彬笑得十分讨打 不过现在他姓苏了 因为我母亲将铺子送给苏云了 周彬的话 钻进苏彬彬的耳中 却犹如平地起的一声惊雷 这不可能 他想也没想 就叫了起来 你们才澄清多久啊 你娘怎么可能赠铺面给苏彬 苏彬彬的脸色 从震惊变成了极度 上一世 他不得婆母欢喜 嫁过去那么多年 婆母只送了几件便宜首饰 有一次 我还听他跟母亲抱怨 说他跟婆母提出 要一间周家的铺面来管管 可婆母不同意 还讽刺他小门小户出身 如何管得了铺子 再看看现在 我才嫁进周家一月多 婆母就将铺子赠予了我 这如何不让他生气 这时 周燕又添了一把火 怎么不可能 我母亲可喜欢苏云了 除了这间首饰铺 他还把胭脂铺也送给了苏云 苏彬彬 女人死死盯着周燕 整个人都因嫉妒而微微颤抖 为什么 同样是嫁给这个败家子 苏云就能得到周家人的喜欢 这不公平 不公平 周燕继续一脸欠揍道 乔妻妹这表情 难不成是羡慕我娘子吗 说完 他赶紧拍了下自己的嘴巴 简兮兮道 哎呦 说错了 说错了 妻妹可是个是金钱如粪土的人 这喜欢过穷日子的人啊 哪里会羡慕我们有钱人的快乐啊 苏彬彬一张脸气道扭曲 若不是顾及自己的脸面 他已经上去挠人了 这男人跟前世一样欠揍 沈默青察觉到妻子的变化 眼中闪过一丝不悦 声音却透着关心道 彬彬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不如咱们改日再来挑玉佩吧 苏彬彬努力忍着怒火 扯出一抹僵硬的笑容道 好 听君的 咱们改日再买吧 正当两人要走时 周燕悠悠开口道 这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怕不是气媚不舒服 而是你们瞧着我们铺子里的东西太贵 给买不起找借口吧 苏彬彬 我决定 今晚给周燕夹鸡腿 谁说我买不起 苏彬彬被记得失去了理智 朝火鸡咬牙怒声道 去把你店里的玉佩拿出来 我今儿还非要买一块不可 火鸡一瞧声一上门 乐呵呵地跑去取玉佩 周燕差一道 原来七妹有钱买玉佩啊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苏彬彬终于找回了些面子 略有些得意地看向我 苏彬 就算你在周家得了两件铺面 又如何 我告诉你 在苏家爹娘最疼的永远是我 光是他们给我的嫁妆 就能买下好几件铺面了 是吗 我瞧着她道 既然妹妹都这么有钱了 想必一般的玉佩也是看不上的 苏彬彬 我朝火鸡道 把咱们店里最贵的几块玉佩拿出来 苏彬彬 沈墨青脸上闪过一丝惊喜 这玉佩越贵 挂在腰间越有面子 她突然觉得周燕也没那么让人讨厌了 没意会的功夫 火鸡端着托盘出来 朱器的托盘上放着块红布 红布上摆着五块形状各异的玉佩 翠绿绿的 一瞧就只价格不菲 沈墨青的视线瞬间被玉佩所吸引 苏彬彬下意识抓了抓自己的荷包 二位 这些都是我们铺子里水头极好的玉佩 若编的落子挂于妖际 定显得十分雅致贵气 火鸡将托盘上的玉佩介绍了一番 最后朝苏彬彬问道 夫人 您欢喜哪一块 一旁瞧戏的周燕 雷医生 故作生气道 我说你这火鸡瞧不起谁呢 苏家二小姐光嫁妆 就能买好几个铺面了 这些个玉佩她自然是全要 苏彬彬 第二十一张 彬彬 没想到你对我这般好 苏彬彬瞪圆了眼睛 怒喝道 周燕 你给我闭嘴 一张臭嘴巴巴地给她下套 她恨不能拿刀割了她的舌头 沈墨青顿时激动了 她抓住苏彬彬的手 满脸深情道 彬彬 没想到你对我这般好 你放心 我今后一定用功读书 给你挣个状元夫人回来 苏彬彬干干一笑 抽出被她抓着的手 朝伙计问道 这 这些玉佩多少钱 伙计恭敬答 佛头玉佩一千两 观音玉佩五百两 其余三款皆是八百两 一共三千九百两 这 这么贵 苏彬彬尖叫出声 将近四千两的银子啊 就是卖了她都不够 女人吞咽了下口水 善善道 你 你先别包起来 那 那个我再看看其他的 伙计愣正了下 脸上的笑容也淡了 这些都不要了 嗯 苏彬彬硬着头皮答道 现在拒绝总比待会儿 没钱赴银子来得强 沈墨青见她不买 笑容凝固在脸上 伙计忍着不悦 问道 那夫人想要什么价位的 小的可以帮您推荐 我想要 沈墨青急声阻止道 拼拼 苏彬彬不解地看向她 沈墨青已经换上了深情的面容 柔声劝道 这玉佩代表着身份 买太便宜 会让人看清的 五块玉佩确实有点多了 那就买一块吧 说着 他只向托盘上的观音玉佩 我看这个就不错 瞧着大气 橙色也好 还能保佑我 早日高中状元 苏彬彬一听 状元 二字 脸上隐隐有些动心 可守摸到荷包时 还是道 相公 再看看吧 他今日本 打算买个橙色一般的玉佩 哄一哄沈墨青而已 所以 荷包里 笼共也就五十两银子 沈墨青谋色一暗 心中生起不满 刚还说自己的嫁妆 都能买好几间铺子了 现在却连一块好玉佩都不舍得给他买 还自诩什么书院院长的女儿 简直抠门又小气得很 不过 到底还指望苏彬彬给他买东西 沈墨青只能忍下不悦 僵硬地扯出一抹笑容 那咱们再看看其他的 噗哧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 响起 苏彬彬和沈墨青 立马不悦地 看向发出声音的人 周燕 你又干什么 沈墨青心情不佳 语气也不太好 实在不好意思啊 周燕青咳嗽了一声 我就是觉得太好笑了 一时没忍住 苏彬彬咬着后牙槽问道 哪里好笑了 我只见过男人给女人买东西 还是第一次 瞧见相公舔着脸 跟媳妇要东西的 周燕高声道 这青楼小官的脸皮 都没这么厚啊 满铺子的人 齐刷刷看过来 沈墨青被朝得面红耳赤 内心又羞又愤 我恨不能给周燕竖大拇指 周燕 你休要胡说 沈墨青怒道 我与彬彬早已成亲 她的钱就是我的钱 何来花她钱一说 再者 这玉佩也是平平非要给我买的 我推托不掉 只得勉强答应 欧周燕将尾音拖得长长的 原来是勉强答应的啊 众人看向沈墨青的眼神 更加鄙视了 什么勉强答应啊 刚他们可听得清清楚楚 这男人刚还劝媳妇 买那鲑鱼佩呢 沈墨青一张脸青红交加 看向苏彬彬问 娘子 我说的对不对 苏彬彬还指着她 给自己症状元夫人回来 立马点头道 相公说的对 夫妻本就是一体 我的钱就是相公的钱 说完 她朝周燕骂道 我相公什么时候 跟我要东西了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是我非要给他买好不好 你还这般侮辱他 小心半夜黑白无常 来把你舌头 周燕看向苏彬彬的眼神 就跟看傻子一样 我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原来不是每个人重生后 都能长出脑子的 至少苏彬彬没有 她上一世 吃足了男人的苦 重生回来 竟还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 沈默青听完苏彬彬的话 脸色终于松快了些 彬彬 算了 玉佩还是别买了 男人低下头 自嘲道 像我这种清贫之人 买个玉佩 也要被人嘲讽 人穷做什么都是错的 说完 拿起腰间的香囊道 虽然她又破又小 但其实也还是可以佩戴的 想来 我也只佩戴这种了 那怎么行 苏彬彬急了 满是心疼道 沈郎 你读书这般好 又生得枝蓝玉树 但玉佩才配得上你 虽然她是奔着状元夫人的身份 才嫁给沈默青的 可这些日子相处下来 除了沈家那个作妖的母亲外 沈默青对她还是很好的 处处哄着她 苏彬彬前世没得过男人的宠爱 现在沈默青对她好 心里自然也生出了几分真情 可是 让你花那么多钱 我实在是愧疚 沈默青说话时 眼中闪过得逞的笑意 没事的 苏彬彬立马道 我爹娘给了我许多嫁妆 区区一块玉佩 我还是买得起的 沈默青寒情默默道 萍萍 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你放心 我将来定会让你当上状元夫人 我眸中闪过一丝冷意 状元 呵呵 有我苏彬在 她这辈子就别想了 周彬瞧着那两人扭捏作态的样子 满脸嫌弃地朝我道 这姓沈的道挺豁得出去啊 就为了快玉佩 这又是半可怜 又是博同情的 西班子里的人都没太厉害 我冷笑一声 为了荣华富贵 别说面子 她连媳妇和孩子都能舍 周彬诧异地看向我 你 苏彬彬这会儿被沈默青哄得 恨不能把命都交出去 自然也容不得旁人说 沈默青一句不是 她乍一听到我们的话 立马替沈默青抱不平 你们凭什么如此诋毁沈狼 沈狼她好学上进 带快玉佩也是应该的 反倒是你 苏彬彬指着周彬 比一道 整日不学无术 斗狗遛鸟 还爱往勾兰院那种地方钻 苏云 你就等着她拜光周家家产后 把你迈进妓院吧 周彬 第二十二章 莫不是对我这个姐夫有意思啊 作为周家少爷 周彬何时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 如此羞辱过 她竖起眼睛 怒骂道 苏彬彬 你脑子有病啊 说沈默青就说沈默青 好端端骂老子干什么 许是弃周家区别对待媳妇 又或者是想替沈默青出头 苏彬彬几乎丧失了理智 口不择言道 我呸 这点话就是骂你了 更难听的话 我还没说呢 你九岁上赌方 十二岁逛妓院 又赌又嫖 还那个青楼女子为妾 浑身上下脏得要死 看你一眼我都嫌恶心 就你这样的 也就剩下死掉这点价值了 周彬 苏彬彬一口气骂这么多 别说周彬 就连围观的客人也傻眼了 这女人瞧着温柔贤惠 没想到骂起人来 都不带重复的 沈默青青地张大了嘴巴 彬彬 你 苏彬彬骂人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骂过头了 她又狠狠瞪了眼周彬 都是这个男人逼她的 周彬本怒火中烧 可瞧着她懊恼的表情 突然坏笑起来 苏彬彬陡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下一刻 就听男人见兮兮道 呦 小姨子将姐夫的底细 打探得如此清楚 莫不是对我这个姐夫有意思啊 苏彬彬顿圆了眼珠子 嘶声怒道 姓周的 你胡说什么 周彬露出皮样 一脸不正经道 虽然气媚你 长得不怎么样 可看在你对我一番痴情的份上 我也可以勉强让你当个外事 陪我玩上一段时间 说完 她又看向沈墨青 大放道 妹夫 你不是想要拿观音玉佩啊 我送你了 沈墨青 五百两都够包青楼的花魁了 就妹夫你媳妇的样子 一块玉佩 可赚大发了 沈墨青 周彬这一番话 尾时是难听 又让人屈辱了 沈墨青双手握成拳头 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可她又不得不承认周彬的主意 竟让她有些心动 毕竟那玉佩 是真的贵气 这时 铺子里 有人瞧热闹 不嫌事大 启哄道 这位公子 不然你干脆答应饭了 等周公子完腻了 你媳妇就又回你身边了 你不仅没啥损失 还白得一块值钱玉佩呢 说话那人离得苏彬彬不远 女人抬手就杀了她一巴掌 你设什么东西 敢跟我相公说这种魂话 啊 贱蹄子 你敢打我相公 一旁女人见自家相公挨打 气得撸了袖子 就跟她干架 男人的媳妇约摸三十多岁 穿着剑垫蓝色如裙 头戴蓝色碎花头巾 生得绑大腰圆 一瞧就不是个好惹的主 是你相公先侮辱我的 侮辱你怎么了 妇人一把抓住苏彬彬的头发往后扯 小娼妇 有脸勾引姐夫 没脸被人说啊 惯得你臭毛病 哎呀 贱妇 我打死你 苏彬彬不甘示弱 反手就去挠女人的脸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带众人反应过来 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了 比星际 那富人定不是苏彬彬的对手 可比打架 就苏彬彬那样子 十个都不够富人打的 一时间 场面极其混乱 店里伙计急忙将首饰搬进内室 其他人却兴致昂扬地看女人打架 周燕看着挨打的苏彬彬 十分畅快道 活该 骂老子 呀弄不死你 铺子里乱成一团 这时 绿柳拎着糕点从外头进来 我朝她走了过去 先别进去了 里头正在打架呢 啥 绿柳一愣 少夫人 谁打架 苏彬彬 绿柳一听 眼睛都亮了 小心翼翼问道 少夫人 我能进去瞧瞧吗 我 去吧 去吧 哎 好嘞 绿柳满脸兴奋 恨不能直接冲进去 你把糕点给我再进去 铺子里乱哄哄的 万一把给故意的糕点 碰碎就不好了 看着绿柳使劲往里挤 我真真是有些哭笑不得 这热闹就这么好看吗 这时 沈墨青竟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大姐 她热情地朝我招呼 我没有搭理她 这男人自顾自走到我身旁 一副关心的模样 铺子里那般乱 姐姐可有受伤 我本以为 自从上次 这男人挨过打后 便该长点教训了 可今日瞧着她 与我搭讪的做派 想来是一点都没记心上 沈墨青 苏彬彬在屋子里跟人打架 你不关心自己娘子 却来问我 有没有受伤 沈墨青听着我讽刺的声音 脸色微微一僵 随即到 乒乒皮糙肉厚 定是没事的 反而是姐姐 你这般柔弱 该是多关心关心才是 我嘴角微微抽搐 上辈子 因我在苏家不受父母宠爱 沈墨青也十分看不起我 不仅日子 她还对苏彬彬多加赞美 总夸她柔弱善良 让我多学学 没想到重活一世 她这些话 竟用到了我身上 果然 男人就是贱 得不到的 永远在骚动 沈墨青 你是不是忘了 我相公是个什么姓子 我冷冷开口道 她要是知道 你这个妹夫 总是搭讪她妻子 你说 她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沈墨青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硬住了 周燕就试个魂不令 苏彬彬骂她几句 她就能把人搞得名声狼藉 若知晓她觊予她妻子 怕是能把她大协八块 我见她露出胆怯的表情 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这男人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美种 这时 有人把苏彬彬和那女人拉开 铺子终于有秩序了些 我转身回了铺子 可没走几步 又将袖子里的荷包丢在了地上 沈墨青在我身后 自然瞧见了 我掉在地上的荷包 她想将我喊住 可转头一想 又闭上了嘴巴 男人打量了下四周 最后悄悄捡起荷包 塞进了袖口中 我经铺子再见苏彬彬时 她早没了原先的端庄 挽起的头发散了 朱拆掉了一地 脸也有些肿 嘴角还有些流血 瞧着十分狼狈 倒是那夫人 除了有些气喘外 连发际都没乱 苏彬彬重生后 一直想看我的笑话 结果 我的笑话她没看成 反倒惹了好几个笑话 今日 她不仅被周燕羞辱 还众目睽睽与人打架 关键还打输了 苏彬彬一时接受不了 捂着脸呜呜大哭起来 最后自然沈墨青的玉佩没买成 苏彬彬几乎落荒而逃 我的荷包不见了 铺子恢复安静 我回了里间继续看账本 临近中午 周燕将我手里的账本扯掉 说要带我去吃顿好的 难得出府一趟 我也想好好逛逛合城 便同意了 走出铺子时 春日里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 周燕极舒服得伸了个懒腰 这般好的天 就是和吃喝玩乐啊 我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她这话 长青赶着马车过来 绿柳扶我上车时 我 啊 给惊呼了一声 怎么了 周燕问道 我的荷包不见了 什么 周燕一惊 是不是落铺子里了 有可能 周燕换了掌柜过来 让他找店里伙计帮忙寻找 可找了一通 依旧没敲见 你荷包里放了多少钱啊 周燕道 若是手 就算 两张五百两的银票 死男人倒抽了一口气 找 挖掘三尺 也必须给老子找到了 会不会是小偷混进了咱们铺子 趁乱摸走了邵夫人的荷包啊 前掌柜小心翼翼开口道 有可能 周燕立马道 前头苏冰冰跟人打架时 铺子里还挺乱的 可我在铺子时 没瞧见什么人进我身啊 我醋没沉吟 突然想起来了 啊 也不是 有一人靠近我 还约我说话了 谁 沈默青 周燕 那人瞧着就贼眉鼠眼 一副没安好心的样子 周燕摸着下巴 道 他十分喜欢那块观音玉佩 可他又没钱买 搞不好 还真有可能是他偷的荷包 我们眼间有些着急 那咱们快去找他问问吧 你傻呀 周燕没好气的 咱们去问 他肯定不承认啊 那怎么办 我又问 报官 周燕严肃道 让衙门的人把他抓起来拷问 那么多刑具 还怕他的文若书生不招吗 我努力压下杨起的嘴角 夸奖道 还是相公有主意 那当然 周燕下巴微痒 有些得意道 我有个兄弟在衙门当差 到时候 我让他去抓人 狠狠折磨那姓沈的一番 周燕后面的话 尾时有些夹带丝绸了 周燕带着我 去了衙门报官 接待我们的衙衣 与周燕同穿一条裤子 长大了好兄弟张孝忠 此人一听 我被人偷钱了 立马拍着胸扑道 嫂子放心 我就是挖掘三尺 也会帮你找到那小偷的 张孝忠问 我在铺子里遇到了哪些人 又觉得哪些人比较可疑 那个沈墨青 周燕强话道 兄弟 你可不知道 那个男人有多虚伪 紧接着 男人对着张孝忠 就是输出 他说 沈墨青道貌黯然 虚荣贪钱 总之 我的荷包90%是他偷的 周燕说得唾沫横飞 我的嘴角微微上扬 没想到 事情进展得比想象中 还要顺利 张孝忠听完周燕的话 十分仗义道 那姓沈的 竟如此无耻 兄弟放心 下午我就去沈家 好好盘问他一番 那就有劳兄弟了 周燕十分开心 下次请你喝酒 客气客气了 衙门受理了我的案子 张孝忠送我们出去 我这兄弟不错吧 周燕十分骄傲道 我告诉你 他还是县太爷的小舅子 在衙门十分有地位 我点头 难怪年纪瞧着不大 可衙门里的人都很敬重他 周燕为人不错 他知我丢了钱心情不好 便没回周府 而是带我去了酒楼吃饭 天香楼是合成最大的酒楼 不仅装修别具一格 就连里头的菜色也极兴起 前世今生 我都没去过天香楼 听闻天香楼的老板是位女子 极有想法 手段也是雷厉风行 如今拖了周燕的福 倒也让我跟着大开眼界了 马车在天香楼门口停下 不愧是合成最大的酒楼 光是接待人的方式 就异于其他酒楼 天香楼门口 站着两个面带微笑 身材高挑 模样出众的女子 周燕告诉我 这叫做迎宾小姐 专门站在门口欢迎客人 欢迎光临 贵宾里面请 清脆的声音 不仅提升了顾客 对酒楼的好印象 还满足了客人膨胀的虚荣心 前世我在京城 都没瞧见过 哪家酒楼如此迎客 这让我对天香楼的老板 更加好奇了 进入大堂 一个身着短打 胸前衣服上绣着 天香楼 三字的跑堂伙计 急热情地迎了上来 就二位用餐吗 请随小的来 大堂里 每张桌子上方 都有一顶扎起来的青纱 待我和周燕落座后 跑堂便将头顶的青纱放下 如此一来 倒隔绝了外头注视的目光 天香楼的老板 真是个妙人 这样的法子 竟也能想到 我佩服道 跑堂给我们送来茶水和瓜子 听我这样讲 笑着接话道 这是我家老板 特地为女子准备的 他希望来咱们酒楼吃饭的女子 也能像男子一般 不受拘束 该吃吃 该喝喝 我对这天香楼的老板 十分佩服 天香楼的点菜方式 也很特别 桌上有一张纸 上面除了菜名 还有对应的桌号 客人只需用探笔 将想吃的菜肴轻轻勾上 再浇油跑堂即可 带周燕点完菜 伙计收了菜单 恭敬退下 相公 你见过天香楼的老板吗 我瞧周燕对酒楼格外熟悉 便好奇地问道 当然 周燕的脸上 有几分小骄傲 不仅见过 我与蔡老板 还有几分交情呢 蔡老板 就是天香楼的老板 周燕解释道 我跟你说 蔡老板可是个奇女子 她曾与相公和离 独自一人打拼出了 现在的天香楼 和离 我惊呼 随即钦佩道 那她可真是厉害 这世间 极少有女子会和离 不仅是女子一人难存活 还有她背后的家族 也是不允许和离的 一旦和离 大多女子不是出家常办清灯 就是最后受不住流言蜚语 一根白铃 自挂东南枝 这蔡老板得有多大的魄力啊 不仅和离 还一人挣下如此大的家业 我对蔡老板越发好奇的同时 也生出了钦佩之意 第24章 马车失控乃是人为 说话间 周燕点的菜上桌了 精致的摆盘 绝美的口味 这一顿 我吃得格外香甜 比往日里多吃了一碗饭 周燕瞧我欢喜 下巴微扬 十分嘚瑟到 反正父亲不在府里 母亲也和善 以后你多跟着我出来逛逛 饱准儿你天天开开心心 乐不思蜀 我倒是忘了 周燕在合成 可是出了名的顽固子弟 更是吃喝玩乐的行家 天香楼的服务和菜色绝佳 不过负账时的银钱 也是让人肉疼的 吃好饭 我本想再去胭脂铺转转 周燕却死活不愿 今儿天气不错 听说城外的桃花灵开的正宴 我带你去瞧瞧吧 周燕说完 在门口等待时 周燕与我说了许多城外桃花灵去世 他说桃花灵里 有才子家人吟诗作对 也有吃禅情人相会 更有唱曲的姑娘 做买卖的生意人 总之热闹非凡 我被他说的 生出了几分期待 正聊得开心时 长青赶着马车 到了我们的面前 他拿出木凳放在地上 我提着裙摆 先上了车 我掀开帘子正要坐进去 前面的马突然受到惊吓 举起前蹄丝鸣起来 啊 我惊呼一声 整个人栽进车厢内 来不及做出反应 发疯的马匹 已经狂奔起来 剧烈的颠簸中 我如狂风大浪中的扶贫 身体砸在车厢上 疼得我眼冒惊心 但此刻 我也顾不得身上的疼 马匹发疯 车内又无其他人 除了自救 别无他法 我试图爬出车厢 伸手去勾牵制马匹的缰绳 奈何马车太过颠簸 根本握不住缰绳 马匹撞翻街边的小滩 发狂般朝前冲去 清零零的河道 出现在眼前 若再不跳车 一定会连人 带车落入河中 耳边是呼啸的风 正当我 抓着车厢边缘 准备跳车时 耳侧传来一道 男人低沉的声音 跳下来 我接住你 我寻声望去 一个身材魁梧 容貌阴挺的男人 起码追上了我 记忆中的面容 与眼前的男人重合 是萧景山 来不及多想 我深吸一口气 用尽全力朝他跳去 随着周遭百姓的惊呼声 马上的男人 将我牢牢接住 粗壮的手臂 紧紧估住我的腰肢 原本提着的心 也终于落下了 我安全了 嘘 男人勒马停下 将我放到地上 脚尖才刚碰着地面 河里响起 砰的一声巨响 马连着我乘坐的马车 一同落入了河中 马车渐渐没入河底 受惊的马 还在水中扑腾 谢 谢谢 我朝男人感谢时 声音还带着惊魂未定的颤抖 此时 众人也围了过来 见男人救了我 大家伙的神色 都有些古怪 周遭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夫人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说完 又转头 想对男人感谢 但在看清楚她是谁后 周遭惊呼道 萧老大 怎么会是你 果真是他 两视为人 在遇熟悉的人 我只觉得鼻头微酸 我垂下眼眸 不敢让人瞧见我的一样 萧景山见我不看他 眸色一沉 直接利落上马 临走前 他留下一句话 马车失控乃是人为 周遭一听 脸上大惊 看着侧马去的男人 周遭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这人瞧着 也不坏啊 萧老大姓萧 明景山 青山村人士 他在合成赫赫有名 却不是什么好名声 而是个恶名 要说周遭是合成的顽固子弟 那萧景山 就是这合成的一地匹头子 合成百姓务实肯干 都是靠双手勤勤肯肯吃饭的 偏偏萧景山好勇狠斗 靠拳头吃饭 不夸张地说 整个合成的地匹流氓都听他的 连合成县太野都给他几分面子 我的思绪收回 周遭突然朝为官的人发话 但凡帮他打捞起马车和马匹的人 赏赢一调 此话一出 原本还在瞧热闹的人 立马一哄而上 在众人的骑心协力下 马和马车都被捞了上来 周遭亲自查看了马身上的痕迹 只见马屁股上有一伤口 瞧着像是利器所伤 那利器早已不知所踪 也就无从查去了 神色严肃地朝长青道 去找找天香楼附近的摊贩 问问他们 当时可有看见谁对咱们的马匹动手 是 马车被毁 去城外逃临的事也就搁置了 长青去调查马匹受伤之事 我与周遭干脆走路回周家 路上 周遭问我 马兽金到底是想害他还是害我 问完 他又自言自语道 我这问题属实多余了 幕后者的目标定是我这周家少爷 我看向他 不解地问道 何以见得 你爹一个小书院的院长 你在家也不得宠 害你有何好处 我 很有道理 一刻钟后 我与周遭到了周府 周府门口 婆母有柳妈妈扶着 正要上马车 我与周遭忙走了过去 母亲 您这是要去哪里 庄子那边来信说 锦长的病情又加重了 我放心不下他 打算去庄子把他接回来 锦长是周遭的妹妹 我与周遭 澄清到现在 都未见过他 早前听说他是突发急症 便去了外头庄子养病 没想到这么久过去了 竟还没好 周遭脸色一沉 语气不悦地朝婆母道 他都那样了 你还把他接回来干嘛 倒不如直接死在外头算了 阿燕 婆母低吃了一句 他到底是你亲妹妹 要不是我亲妹 我早打死他了 周遭嘀咕了一句 周遭略带生气 我心中有些不解 这人虽行事不着调 可也不是个心狠之人 怎会对自家妹妹 说出如此残忍的话 婆母似怕我瞧出异样 换了脸色朝我道 云儿 你莫要听他魂说 你办事素来稳妥 我走后周家就交给你了 好 我公顺道 母亲放心 儿媳必不负所托 辛苦你了 婆母说完 上了马车 送走婆母 我回了如医院 上午看了许久的账本 前头又经历了那样惊心动魄的事 这会儿身体倒是乏得很 洗了手又擦了脸 换上舒服的衣服 只先被躺下 赵妈妈领着丫鬟们退下 下午的梦里 我竟梦到了被我遗忘的一些事 第25章 哪个杀千刀的冤枉我儿子 那年我不过五六岁 跟着顾一上山采药 却在下山途中遇到了一个少年 少年身着白衣 血染了他全身 倒在路边奄奄一息 我和顾一将他救下山 又用丹药吊着他的命 七天后 少年苏醒过来 少年说他无处可去 顾一便留他下来养伤 我瞧着他可怜 时常将山上采来的野果子 树上掏刀的小鸟蛋送于他吃 后来他伤好了 与我也混熟了 少年大我八岁 他总带着我漫山遍野地跑 他教我如何区分果子有无毒性 还教我怎样用陷阱捕捉野兔 两世为人 我早已将这段少年时光遗忘了 如今再想起来 感慨万千 我睡醒时 已日落西山 看着头顶的床曼 我有些恍惚 前世今生 还是第一次梦见 如此遥远的少年事 这天的下午 沈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沈墨青是沈家老俩口的老来子 上头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沈家老俩口 如今都六十多岁了 沈老太太 原本瘫在床上下不了地 可自打苏萍萍嫁过去后 这女人为了装孝顺 又是拿钱请郎中 又是买名贵药菜给她补着 一番功夫下来 如今倒是能下地走两步了 下午日头正好 老头 老太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就听见院门外 传来一阵嘈杂声 老头才把门打开 一身官差服的张孝忠 领着几个衙役走了进来 身后 跟了不少瞧热闹的村民 沈墨青在何处 老太太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当时就腿一软 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沈老头也吓得不轻 结结巴巴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倒是还没去地里干活的沈老大 从屋里跑出来 紧张地问道 几位官爷 你们找我家三弟 有什么事吗 有人报案 说沈墨青涉嫌偷窃银两 我们要抓他回去审问 什么 沈家人大惊 沈老太奸声大叫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沈老大也忙道 是啊 官爷 是不是搞错了 我家三弟是读书人 他怎么可能行偷盗之事 是与不是 抓进去审问一番就知道了 张孝忠再次问道 沈墨青人呢 他 他还没回来 沈老大的话还没说完 外头有人叫道 沈墨青和他媳妇回来了 乡间小路上 苏彬彬手里大包小包提着 沈墨青则两手空空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着 走路时 沈墨青故意把手背在身后 将腰挺的直直的 骄傲地露出腰间心脉的观音玉佩 突然不远处 有人叫唤了一声 两人还未反应过来 张孝忠已经带着牙医 将他们包围了 你们干 干什么 沈墨青 有人报案说 你偷窃他人钱财 现在跟我回衙妹一趟 啥 男人直接傻眼 一旁的苏彬彬 吓得扔了手里的东西 扒拉着官差 不让给沈墨青带枷锁 我相公没偷苏云的荷包 你们不能抓他 张孝忠直接乐了 我都还没说他 偷谁的荷包呢 你倒自个儿先承认了 看样子 这人是真没抓错啊 说完 大手一挥 直接把沈墨青带走了 官府的人一走 整个村子都炸开了锅 全村的读书人 竟然行偷窃之事 大家伙乐此不疲地讨论着 沈墨青抓走后 沈家其他人宛如他的天一般 沈父六神无主 沈母更是嚎啕大哭 沈大哥眉头紧锁 急急问道 弟妹 你们进城干啥去了 这三弟到底有没有偷东西啊 苏彬彬只知道 沈墨青捡了个荷包 荷包里又刚好有钱而已 他坚持道 没有 相公没有偷东西 冲击量巨士捡了东西而已 这根本算不上偷 这时 沈老太太拍着大腿大骂道 哪个杀千刀的 冤枉我儿子啊 老娘诅咒 他生儿子没屁 爷 哭归哭 闹归闹 沈墨青总还是得救的 沈老头让苏彬彬拿银子出来 去合成打点 看能不能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彬彬生怕自己的状怨夫人飞走了 掏钱掏得十分爽快 沈大哥陪着他去了合成 直到深夜 两人才回来 沈家堂屋里 半截蜡烛 发出微弱的光芒 沈家所有人搭拉着脸 一副担心忧愁的样子 沈大哥一进屋 其他人纷纷围了上来 怎么样 别提了 沈大哥狠狠瞪了眼后头的苏彬彬 怒气冲冲地 把打听来的事情说出来 得知报案人与苏彬彬的关系后 沈家人彻底怒了 苏彬彬 你那姐姐是怎么回事啊 她不知道 老三是你相公吗 沈老头埋怨道 沈老二道 既然是老三媳妇的姐姐报的案 那让她撤案 老三不就放出来了吗 撤不了 沈老大黑着脸道 老三媳妇和她姐姐关系不好 咱们前头去找人 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 啥 沈家人彻底傻眼了 关系不好 老二媳妇瞥了眼苏彬彬 好似发现了大秘密般叫道 哎呦 老三媳妇 你姐该不会是针对你 所以才让官府抓了老三吧 苏彬彬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觉得有道理 沈家人不信 沈墨青饱读诗书 会行偷窃之事 再说了 她这十几年来 都是安安稳稳的 现在娶了苏彬彬 就摊上这种事了 那问题定是出在了苏彬彬身上 真是作孽啊 沈老头跺了跺脚 手里的汗烟枪 抽得更厉害了 沈老太太白日里那么一摔 腿又走不动路了 这会儿她躺在床上 听着外头几人的说话声 在屋里刚好起来 我们沈家是造了什么孽啊 本以为老三这次娶了个金疙瘩 没想到是个扫把星啊 连累我儿进了大狱啊 老三家的 你明日再去找你姐姐说说情 若实在不行 那你就跪下来求她 沈老头抽着汗烟 冷冷发话道 你们是亲姐妹 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她肯定不会真的想害你男人的 屋内的苏彬彬垂着头 黑暗中瞧不清她脸上的神色 之后双手紧紧握成了拳头 知道了 爹 我明天就去找她 苏彬彬咬着后牙槽 说出这几句 沈老头松了口气 行了 大家都回屋休息吧 明儿还得早起干活 是 爹 第26章 那个一直跟着我们的人过来了 第二天 天才蒙蒙亮 苏彬彬就被苏家人叫醒 在苏家人的催促下 别说早饭了 她连口水都没喝 就直接被推出家门 让她赶紧进城求情去 苏彬彬忍着饥饿 坐上村口的牛车往河城去 她好不容易进了城 可周家一问 被告知我一大早出府了 回府时间也不知道 又渴又饿的女人 气得未知抽抽 至于一大早出府的我 此刻正舒服地坐在马车里 吃着点心 喝着茶水 好不快乐 如今我在周府 也算站稳脚跟了 府里一切有条不紊 就连孙姨娘也收敛不守 所以 我今日特地带上礼物 打算去青山村看望顾仪 我拥有前世的记忆 顾仪对我而言 成了一个极其遥远的人 上一世 我在沈家受计摩措 顾仪为我去沈家闹了好几次 她还跟我说 若果不下去 就与沈墨清合理 可那时候的我被三从四得束缚 根本不敢合理 顾仪对我这般好 可她在我跟着沈墨清去京城不久后就病逝了 我甚至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司机至此 我有些迫切地 想要早点见到顾仪 青山村在城外 马车走出城门口时 车夫略带谨慎的声音传来 少夫人 有个人一直跟在咱们的马车后面 我掀开帘子 往后瞧了下 是萧景山 她身着黑色长袍 身形魁梧 五官深邃 浑身透着生人雾镜的冷冽 男人骑着马 威风凛凛 见我朝她看过来 男人双眸微眯了下 想起前世与她的一些记忆 我有些心虚地放下了帘子 不用管她 继续赶路吧 出了城 四周开始变得空旷荒芜 如今已到五月 草长应飞的季节 连暖风都熏得人陶醉 我忍住伸出手 和暖的春风吹过指尖 轻盈得如绸缎般舒服 离开了喧嚣的城市 身处郊外 格外心旷神疑 马车行之半路上时 突然停了下来 少夫人 前面有辆马车 好像出事了 她横在路中间 咱们过不去 我先开车帘抄前看了眼 你过去问问 出什么事了 唉 车夫才刚下车 对面马车里 有人匆匆跑了过来 是个书童 她约莫十几岁 蓝布包着头发 上身着棉布斜金衣衫 下身着铜色裤子 腰间系着深色腰带 大爷 您车上有会医术的人吗 书童喘着气 神色焦虑 我先开车帘 问道 你需要治什么病 我自小跟着顾姨 治病救人算不上厉害 但也会些皮猛 书童立马道 我们坐得马车倒了 老爷昏厥了过去 夫人怎么叫都叫不醒 我微微皱眉 听着不像是小毛病 书童彷徨无助 朝我哀求道 这位夫人 您是不是会医术啊 小的求求您 您去看看我们家老爷吧 绿柳看向我 眼神有些犹豫 少夫人 书童好不容易遇到了我们 自然是不肯放过的 他朝我跪下 声泪俱下道 夫人 我们在这里等了半个时辰了 根本没人愿意帮我们 您菩萨心肠 我求求您 哪怕治不了 您也去看看吧 他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马车坏在这里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 莫说遇着大夫 就是行人也没几个 若一直拖下去 他家老爷的性命 也得耽搁了 我瞧他可怜 从马车上下来 我医术浅薄 怕是治不了你家老爷 不过 可以让我家车夫 送你家老爷去合成治疗 这也是最稳妥的办法 书童一听 朝我重重磕头道 谢谢 谢谢夫人 车夫也是个心善的 他把书童从地上扶起来 催促道 你快带我们去瞧瞧你家老爷 书童擦了擦眼泪 哎 好好 我下车 带着绿柳和车夫 去了书童所坐的马车 是一辆二驾马车 驾车的车夫也有些擦伤 这会儿就在路边休息 周家车夫打量了下马车 周眉道 竟连车咕噜都掉了 我掀开车帘 歪歪斜斜的车厢内 一个身着白色执巾长袍 书卷气极重的中年男子 闭着眼眸 身体靠在车壁上一动不动 我上车给他检查了下 身上只一些轻微的擦伤 可一直昏迷不醒 想来是身体内里出了问题 我只学了些皮毛 这种情况下 也不敢随便就识 我让车夫和书童将人抬下车 带将男子安顿到我的马车里后 我朝车夫道 你赶紧把人送去合成的医馆吧 那少夫人您呢 车夫担忧地问道 这里距离青山村不算远 我走路去就行了 车夫却不同意 眉头紧锁道 这怎么行 乡也僻静的 万一您出事怎么办 我知道他是真担心我 笑着安慰道 放心吧 这条路我从小走到大 况且有绿柳陪着 不会有事的 可是 车夫依旧不放心 旧人要紧 你切磨 再单段时间了 赶紧走吧 车夫也知轻重 他看了眼后头昏迷不醒的男人 一咬牙 道 那小的送完人 就回来接您 好 书童坐在车厢里 他抱着他家老爷 红着眼睛朝我道 夫人菩萨心肠 我代我们老爷谢谢夫人 您的救命之恩 我们老爷不会忘记的 我挥了挥手 感谢的话以后再说 现在赶紧走吧 驾 车夫扬起马边 马车飞驰在道路上 很快在眼前消失了 我与绿柳提着东西朝前走 哒哒哒 马提声游远极近 绿柳也早就发现了 跟在我们身后的萧景山 他有些紧张地朝我道 少夫人 那个一直跟着我们的人过来了 我拍了拍他的手 别紧张 他不是坏 话没说完 萧景山起码到我们面前 嘘 他停下马 拦着我们的去路 我抬头看向他 滴滴唤了一声 阿兄 轻力的声音 似冬日里的暖风 舒缓了男人紧绷的面容 他脸去浑身的寒气 朝我伸手道 上来吧 第27章 阿兄 我知道错了 萧景山凶名在外 绿柳见我换他阿兄 整个人都演了 我朝马上的男人摇头道 不做了 我以驾为人妇 与男人同坐一匹马 哪怕是自己的兄长 也有些不太合适 萧景山却误会了我的话 言语颇无奈道 小云朵 你还在对阿兄生气吗 我正了下 小云朵 多久没人这样换过我了 久到让我生出了 恍如隔世的感觉 其实 前世我不仅认识萧景山 还与他格外熟悉 他就是故意从山上所救的少年 我们一直以兄妹相称 萧景山在河城闯出一片天地后 他顾及我的名声 不许我跟别人说是他妹妹 但只要他回青山村 必会给我带好吃的 好玩的 故意开玩笑说 我哪里是他的妹妹 根本就是 他养在乡下的小仓鼠 我们的兄妹情 在苏家人来接我是破裂了 萧景山不同意我回苏家 他说 苏家接我回去是阴谋 他们想把我卖了 那时候 我渴望家人的关爱 他的话我一句都听不进去 还对他说了一些残忍的话 说他是嫉妒我有家 才不让我回去 年后那段时间 我见他一次 就大吵一次 我还朝他放狠话 说 这辈子都不要理他了 许事被我气着了 他不再回青山村找我 后来我被苏家人接走 与他也就真的跟他断了联系 上一世 直到我死 也没再见过他一面 曾经听故意说 他后来去参军了 后来故意死了 我也就没有任何他的消息了 上次他在街上救了我 却没留下一句话 我以为他 还在生我的气 现在听他唤我小名 我只觉得鼻尖酸涩 心头涌起无限情绪 前世 除了顾意外 他是第二个对我好的人 我却说那么多难听的话 伤他的心 真是不识好歹啊 我吸了吸鼻子 看着马背上的人 道 阿兄 我知道错了 前世 我不该不相信他的话 觉得苏家人是好人 我更不该不听他的话 跟着苏家人回去嫁人 我若听了他的话 前世也不会落得的 那般凄惨的下场 如今想来 前世的下场 可能也是我咎由自取 高大的男人 因着我的话 明显愣了下 他皱眉盯着我看了许久 天真浪漫的小姑娘 如今眼里没有了光 浑身透着一种 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内眼 你在周家受委屈了 没有 我摇头 我在周家过得挺好的 那就是苏家人 让你为难了 萧锦山眉头紧皱 言语带着寒气 我都嫁到周家了 苏家人哪里还能管得了我啊 那你说 自己错了做什么 萧锦山沉沉的眼眸落下阴影 记住了 我萧锦山的妹妹 就没有错的时候 我鼻尖一酸 差点掉下眼泪了 原来曾几何时 我也有这样一位 世事护着我的阿兄 可前世被我自己弄丢了 绿柳被我与萧锦山的对话惊呆了 少 少夫人 您与他 萧 萧老大 是 我手起悲伤 解释道 他是我兄长 啊 绿柳直接破了音 可你是苏家的女儿啊 我们不是亲兄妹 我看了萧锦山一眼 笑着道 但胜似亲兄妹 这一事 我再也不要弄丢疼爱我的兄长了 我要牢牢抓住 一切对我好的人 萧锦山见我不再生他的气 又思索了下 直接从马上跃了下来 你以前经常坐风驰 如今一个人想来 也是没问题的 说完 他双手坐凳 身体半蹲 是以我踩着他的手上马 风驰是萧锦山 从马贩子手里买的马 记得刚买回来时 他又瘦又小 阿兄养了许久才健壮起来 风驰很有灵性 他只认阿兄和我 其他人根本骑不了他 不用 我想拒绝 却被他打断了 放心 这条路没什么人 而且到村口就把你放下来 他怕是误会了 我抿了抿唇 低声道 你是我阿兄 我不怕被人瞧见的 萧锦山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注意些也是好的 快上来吧 他再次催促 我也不再拒绝 踩在他的手背上 他微微一使力 便将我送上了马匹 乡间小路上 阳光明媚 春草轻浮 马蹄儿滴滴答答响 我看着旁边 手牵江绳的萧锦山 脑海中不由浮现 小时候第一次进城回村的场景 也是在这条小路上 十四岁的少年郎 穿着短打 嘴里 闲着跟狗尾八草 手里 牵着个六岁的小姑娘 小姑娘 穿着粉色如裙 头上扎着俩小啾啾 手里 拿着串糖葫芦 吃得开心又满足 少年郎摸着小姑娘的发顶说 以后等他挣大钱了 天天给他买糖葫芦吃 小姑娘说 挣钱了 谁还吃糖葫芦啊 他要吃桂花糕 马蹄酥 栗子糕 吃遍天底下所有好吃的 耳边似还传来少年和女孩 银铃般的笑声 快到青山村时 萧锦山将我放了下来 他让我先进去 我说不用 可他分外固执 我只能依他 青山村民风淳朴 家家户户都是庄稼人 瞧着我 与绿柳进村 满村子跑的小孩都围了过来 孩子看我 只是分开半年而已 可我看他们 却隔了整整一室 再见这些人 可真好啊 大胖 我冲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招招手 云姐姐 大胖立马到我面前 我从绿柳手里 接过糖果递给他 去给大家伙分一分 谢谢云姐姐 大胖开心道 分糖果了 分糖果了 一群孩子 跟着大胖跑了 故意住在村委 她是村里的唯一的医女 故意没有成亲 一直一个人住 她救了村里很多人 村民们感激她 就帮着她累了三间大瓦房 还给盖了个极大的院子 站在顾一家的院子门口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两室为人 能再见到顾一 我竟有些紧张 咚咚咚 我扣响院门 谁啊 听到日思夜响的声音 我已红了眼眶 吱嘎 一声 院门从里头打开 一个身着青色棉麻如群的女人 走了出来 顾一已年近四十 皮肤依旧白皙 身段依旧纤细 急要的长发 用一根木簪 松松垮垮挽起 浑身透着 闲静淡雅的气质 顾一 对于一个死过的人来说 没有什么 是比还能再见至亲之人 更开心的了 我哭着扑进了顾一的怀里 顾一没死 她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第28章 你那对狗屁父母 不是好人 顾一一愣 不敢相信道 云 云儿 嗯 顾一 我回来了 我紧紧抱住她 说话时 带着浓浓的鼻音 顾一被我弄得有些慌乱 她将手里的药草扔在地上 手忙脚乱地 想把我从怀里拉出来 可我紧紧抱着她的腰 脑袋埋在她怀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天知道 我有多想念她 前世每次要撑不下去时 我就会想起顾一 想着她点点滴滴对我的好 一颗想死的心 渐渐就有了温度 顾一被我哭得红了眼眶 她用手倾拍我后背红了话 见我依旧哭得伤心 干脆握成了拳头 轻垂着胸道 你个死丫头 是不是在傅家受委屈了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那对狗屁父母不是好人 当初你就不该回苏家 可你非不听啊 现在好了 搭进去自己的一辈子 受了委屈 也是你活该 说着 她也哭了起来 我抬起湿漉漉的脸 哽咽着声音道 没有 我在周家没有受委屈 顾一愣 她用手指开去眼角的泪水 没好气道 那你哭这么伤心干什么 我就是太想顾一了 看见你就情不自禁地哭了 说着 我再次靠在她的怀里 耳边传来顾一的心跳声 我起伏的内心渐渐平复 顾一明显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 她又来捶我 你个记仇的死丫头 当初不过就是说了你几句 你可倒好 竟气得连出嫁都不告诉我一声 你说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 前世我要跟苏家人回去 顾一拦着我不让走 一气之下 她骂了我几句 她以为我记仇 其实我早就忘记 前世没有告诉她 出嫁日期 是因为我被苏家人看管了起来 这一世没说 是因为我刚重生回来 有些事我没顾得上 顾一 我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顾一哪里是真的骂我 见我认错快 立马就不说了 顾一带着我跟绿柳进了院子 入木全是晾晒的草药 熟悉的场景 熟悉的味道 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 进了堂屋 我将买好的东西放到桌子上 然后将一张银票 塞进了顾一的手里 你这是干什么 顾一皱眉 声音不悦道 赶紧拿回去 顾一 我虽然叫你一声疑 可在我心里 早就将你视为亲生母亲了 我红着眼眶 当女儿的孝敬娘 那是理所应当的 顾一的眼睛也红了 可她依旧不要 那也不用给这么多 你带的这些礼物就够了 顾一 我这些钱 也是给整个青山村村民的 我寻了个油头 当初苏家人将我丢在村里 自生自灭 要不是村民们瞧我可怜 让我吃百家饭长大 我恐怕早就去投胎了 你拿这些钱 去城里买更多的草药 以后村民们 再有个疑难杂症 你也不用筹没药 可医了 因为收取的枕金绍 顾一只能自己进山采草药 山里不仅危险 采到的草药也有限 上一世 我不知道顾一是因什么而去死 但这一世 我要帮他消除所有的潜在危险 顾一听我提及村民 倒也不好再拒绝了 将银票收了起来 你也是好孩子 景山这些年 也给了我不少钱 让我给多买些草药 村民们治病也不愁了 顾一说着 给我倒了杯菊花茶 你啊 以后多给自己留些钱 这男人有时候靠不住 可钱啊 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 知道了 顾一 我喝着菊花茶 心里暖暖的 过了一会儿 萧景山也回来了 顾一留了我吃午饭 他说他要做一桌子 我爱吃的菜 萧景山知我爱吃鱼 当下拿了鱼叉 要去河边捕鱼 我想将人拦住 顾一却笑着说 让他去吧 自打你走后 他就后悔骂你了 如今刚好让他捕鸡尾鱼来 跟你赔罪 我垂下头 有些不好意思道 阿兄没有骂错 他说的都是实话 钱是我眼盲心下 顾夫对我好的人 萧景山说 我蠢得无可救药 是一点都没错 萧景山到底还是去捕鱼了 我带着绿柳和顾一 一同去厨房生火做饭 绿柳拉风箱 我帮顾一洗菜 顾一再造头切菜 屋内安安静静 生活气扑面来 云儿 我怎么感觉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顾一开口 我洗菜的动作一顿 打哈哈道 顾一 我哪里不一样了 还是我呀 模样是没变 顾一抬头打亮了我一眼 但性格跟以前不大一样 感觉 长大了不少 也懂事了 你以前总说我长不大 如今我懂事还不好啊 我笑着道 顾一叹了口气 长大了 烦恼也就多了 我沉默了 萧景山抓了两条鱼回来 顾一一条清蒸 一条红烧 又炒了三个蔬菜 外加一碗红烧肉 一锅鸡汤 乡下不讲那么多规矩 我让绿柳也一起上桌吃饭 鱼肉肥美 蔬菜爽口 鸡汤又鲜香 我吃得津津有味 吃过午饭 绿柳抢着洗碗 顾一拗不过他 便随他去了 春天雨水多 早上出门还好好的 下午 竟却下起了雨 这样的天气 即适合几人坐在屋内喝茶闲聊 顾一从将一个紫檀木的盒子递给我 云儿 这是送你的新婚贺礼 这礼物 是顾一老早就准备好的 她本想在我澄清时给我 但我澄清没同她说 也就拖到了 现在才给 前世 我嫁给沈默清静一月 顾一才找到我 将礼物送给了我 与前世一样 盒子里装了八个瓶子 有解药 有毒药 还有还魂丹 助盐丹 是顾一耗尽心血研究出来的 这些药丸子能拿得出手了 云儿 你别嫌弃 怎么会嫌弃 我如宝贝似的抱着墓盒 这些都是外头买不到的宝贝 价值千斤都不止呢 听着我的话 顾一忍不住笑了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 我哪里夸张了 我说的是实话 尤其是那还魂丹 沈默清 还因为他救了从京城而来的大儒 大儒为了感谢他 收他为徒 这也是 他后来能三元 极机的关键 一想到这里 我露出一抹冷笑 这一世没有顾一的丹药 我看沈默清拿什么就大儒 靠什么三元极机 第二十九章 他是要逼我们全家去死啊 顾一才送完礼物 萧锦珊抬出一个木箱子 放到我面前 我有些惊讶 抬头看向他 这是 萧锦珊眼眸微闪 温和道 阿兄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物 木箱里装着一套红色嫁衣 一顶巧夺天宫的凤冠 除此之外 还有绣鞋 耳环 首饰 渐渐漂亮精致 可见主人花了不少心思准备 这箱子里的每一件东西 都是锦珊亲自找人做的 顾一解释道 锦珊说 你是他妹妹 他一定要让你风光出嫁 所以 几年前他就开始给你准备嫁妆了 谁知道后来 顾一后面的话没再说 我内心涌起无限的感动和愧疚 阿兄 我的眼眶再次红了 没想到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他竟为我做了这么多 虽然嫁衣 凤冠用不上了 但其他寻常 也是能穿戴的 萧锦珊将盖子盒上 声音顿了下 继续道 不过 你若不喜欢 就把这些压箱底 留着当个纪念吧 怎么会不喜欢 我连忙道 阿兄眼光好 挑的首饰好漂亮 我以后天天带 男人眉毛微弯 眸中划过一丝笑意 顾一又问了我一些在周家的事情 我告诉他 周父 周母对我很好 周燕也很听我的话 顾一见我不像说假话 倒是放心许多 萧锦珊则一直沉默不语 相聚的时间 总是短暂的 雨水刚停 周家的马车也到了 我与顾一 阿兄道别 坐上马车回河城 车夫告诉我 他送去医馆的那位老爷 已经救活了 老爷的家人非要让他留住址 他就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人家 对此我也没在意 只点头说 知道了 快到周府时 车夫乐停了马车 怎么了 我问 少夫人 咱们府门口好像出事了 我先开帘子一看 不少人正围在周府门口 窃窃私语 我皱眉下了马车 绿柳在一旁护着我 帮我推开了桥热闹的人群 周府门口的一幕 让我目瞪口呆 沈家人竟然用木板 把沈墨青的娘给抬过来了 沈老太太脸上没肉 颧骨高 眼睛细 嘴唇薄 满脸褶子 一瞧就不是个善茬 她这会儿 正坐在地上哭天枪地 老天爷啊 还有没有王法了 周家少夫人 极度自家妹妹嫁得好 她就设计陷害妹夫 非要搞得我身败名裂才开心 这杀千刀的毒妇 她是要逼我们全家去死啊 再见沈家老太太 我心中的恨意 再次涌上来 前世 这老太婆可怕到 哪怕躺在床上 她都能相处千万的法子来磨搓我 端茶倒水是轻的 端屎倒尿 也不是最狠的 最可怕的是她竟然为了钱 逼我去给人家当点妻 替村里那些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给他们的男人生孩子 我不从 她就大冬天故意尿床上 然后 半夜换我起来 让我把自己的被褥换给她 早上又命令我去洗乳套 下雪的冬天 河水都结冰了 她硬是要我去洗 若不去就大骂我不笑 让沈家人打我 那年冬天 我不知道洗了多少次床单 十根手指头都冻烂了 上辈子 我守校尊礼 不敢反抗 可这辈子 我是不会再任由他们欺负了 我走到沈老婆子面前 居高临下看着她 老太太 借口闹事 也不能这般瞎说 你们沈家 穷得要靠儿席嫁妆过日子 我脑袋被驴踢了 才会嫉妒我妹嫁到你们这种婆家 再说了 昨日官差已从沈墨青的身上 搜出我的荷包 她也承认自己花了我的钱 人证 物证俱在 不是你撒泼就行的 昨日傍晚 官府就来人 把沈墨青招供的情况告诉了我 我声音淡淡 可话却十分直白 瞧热闹的人倒是窃窃私语起来 认证物证都有了 这老太婆还敢来闹 简直是不要脸 周家可是合成首富 钱多得一辈子都花不完 这少夫人怎么可能嫉妒一个嫁穷鬼的妹妹 说出这么荒唐的鬼话 我看她们就是想败坏周少夫人的名声 没错 没错 庞人的话说得沈家人骚得慌 沈老婆子狠狠瞪了眼苏彬彬 该死的贱蹄子 就是 她教自己这般说的 结果被嘲笑成这样 苏彬彬不服气地反驳道 你们知道什么 女子嫁人图的就是 男人有前途 男人对自己的好 这跟钱多钱少有什么关系 苏云嫁个不学无数的相公 还得不到她的疼宠 她现在极度沈郎 有才华 还对我情深意重 她想毁了她 众人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苏云 什么对自己好 这玩意 又不能当饭吃 倒不如迎钱来得实在 就是 我看你才是极度你姐姐嫁得好 所以故意联合婆家人来泼她脏水 最后一句话 四彩中了苏彬彬的尾巴 她立马跳脚道 你们这些见钱眼开的市井刁民 哪轮得到你们 来议论我说的话 赶紧都给我滚开 嘿 你怎么还骂人啊 你再骂一句试试 信不信老子打你 苏彬彬欺软怕硬 瞧着围观人群不好惹 干脆转移话题 指着我教道 大哥 二哥 他就是苏云 就是他把相公送进衙门的 话音刚落 沈家俩凶的跳了出来 就是你个贱人冤枉我弟弟 好啊 我今儿就替我弟 好好教训你一顿 两个男人凶神恶煞的 朝我走过来 苏彬彬眼中闪过一丝兴奋 绿柳立马将我护在身后 警告你们啊 这里是周府门口 你们别乱来 老子就乱来了 怎么样 沈家老二嚣张跋扈 撸起袖子 就要朝我挥拳头 突然 一道怒喝声响起 我看谁敢动我们家少夫人 下一刻 周府门口冲出一群家丁 三下五除二 就把沈家围住了 沈老二下的身体一抖 手还没收回来 就被周府的家丁制服了 看着趴在地上 哇哇大叫的男人 绿柳上去踹了他两脚 让你打我家少夫人 管家走到我面前 十分恭敬道 少夫人 这些闹事的刁民 您看怎么处置 沈家人哪里见过这阵仗 这会儿吓得连个屁都不敢放了 沈家老大和老二连连求饶 少 少夫人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求求您 饶了我们吧 沈老婆子 这会儿 也吓得缩着脖子装死 倒是苏萍萍 见管家 对我这般恭敬 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既然这么想给沈墨青讨回公道 那我就成全他们 沈家人 刘管家 派人把他们送去衙门 沈家人 顺便跟衙门的人说一下 沈墨青的家人 质疑官府的判决 他们觉得 沈墨青是冤枉的 沈家人吓得面色惨白 求饶声更大了 是 刘管家应了一声 抬头朝家丁门道 把人带走 第三十章 何老爷在京城 是不是曾认太子太父 一场闹剧结束 我带着绿柳回了州府 脚材刚跨进大门 有人从后头将我换住了 您是周少夫人吗 我转头看去 说话的是个十几岁小丫鬟 手上拎了不少礼物 她身旁站着位四十多岁的妇人 这一身酱红之精染花长裙 上头绣着白色玉兰花 与发际上的玉兰发簪相呼应 容貌温柔衔静 气质端庄舒雅 定是出自大户人家 此人我从未见过 我面露疑惑 夫人您是 我家老爷姓何 上午得您相救 如今已脱离危险了 我家妇人特地过来感谢 我恍然大悟 将人迎进府内 几人进了前厅 何夫人突然朝我下跪道 周少夫人 谢谢你救了我家老爷 我被吓了一跳 万万使不得 夫人快快起来 我将何夫人从地上拉起来 医馆的大夫说了 我家老爷是突发兄弟 若非您的马车 及时将人送进医馆 如今怕事已经 何夫人说着 掩面而起 那现今和老爷如何了 我问 已经脱离风险了 只要好生养着 问题不大 何夫人说着 满脸感激地看向我 你是我们老爷的救命恩人 我们老爷说了 以后若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尽管开口 他绝不推辞 说完 他又向我介绍起了 他家老爷的家境 何夫人说 他家老爷乃京城人士 年初辞了官 夫妻俩一路游玩到了江南 还有了定居的打算 这一番话 让我觉得分外耳熟 何老爷 京城 死官 翻车 救治 这不就是前世沈默钦 与我说的他 救治的那个大儒吗 我试探性问道 夫人 何老爷在京城 是不是曾认太子太父 何夫人一惊 下意识道 你怎么知道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还真是啊 我随便寻了个由头道 何太父乃 我朝大儒 名声如雷贯耳 听您说 何老爷曾在朝为官 旁的何姓官员我也不认识 便猜测何太父了 何夫人有些不好意思 什么大儒 也就是旁人看得起他 给他戴了高帽子而已 我与何夫人越来越投机 不知不觉天 就黑了 何夫人 不如用了晚膳再回去吧 我邀请道 不了 已经掏扰少夫人多时 况且 老爷还在家里等我回去 何夫人笑着道 下次吧 待我们新买的宅子收拾妥当了 我发帖子邀你来家里做做 也好让我家老爷 当面谢谢他的救命恩人 我忙道 什么恩人不恩人的 不过举手之劳罢了 夫人可莫要再提及了 况且 若没有白天的相遇 苏云哪里能遇到像夫人 这般有如此开阔眼界的人 何夫人笑了 宋斗何夫人 刘管家过来 朝我禀告沈家的情况 衙门以寻衅滋事的罪名 把沈家人也关起来了 不过 管家瞧了我一眼 少夫人 您的妹妹也进去了 无所谓 淡淡道 出嫁从夫 苏彬彬如今 是沈家人 这一家人 就该整整齐齐才对 晚上 周燕回来听闻下午发生的事 立马来了我院里 苏云 你那妹妹带着沈家人来府里闹了 我正坐在梳妆台前卸差环 见她进来 是一秋夜先停一停 起身朝男人道 嗯 倒也没闹出什么动静 我让刘管家把人送官府了 那你没受伤吗 她问 没有 我摇头道 府里人把我保护得很好 那就好 那就好 周燕松了一口气 这时 赵妈妈趁机道 少爷 今晚您要不要留在如意院 周燕脸上一闪而过得犹豫 但最后还是摇头道 不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 赵妈妈叹了口气 我却松了一口气 许是白日里见了顾仪和阿兄 又得知自己 救了大儒的关系 这一晚 我睡得格外香甜 还梦到沈墨青和苏彬彬 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 让我原谅他们 我直接一人一脚踹飞了 夜晚 当大家伙陷入了睡梦中时 合成的牢房里 传来阵阵叫骂声 苏彬彬 你个扫把星 你害了老三不够 还要害我们全家 现在所有人都蹲了大牢 你满意了吧 沈老婆子坐在地上 对着苏彬彬破口大骂 娘 这件事又不是彬彬的错 你埋怨她做什么 见儿子维护苏彬彬 老太太更气了 老三 你还帮着她说话 要不是她 这时 沈墨青一个阴冷的眼神射过去 老太太立马闭嘴了 牢房里 沈家所有人关在一起 沈墨青走到苏彬彬身边坐下 她温柔地握住了女人的手 满脸欠一道 彬彬 我娘说的都是气话 你别放在心上 苏彬彬看着男人深情的样子 心里头的怒气 瞬间散了一半 相公放心 我不会把婆母的话放心上的 那就好 沈墨青松了一口气 又露出自责的表情 都是我不好 我也不知道 那荷包是苏彬掉的 我若知道 肯定就当场还给她了 彬彬 自从你嫁给我后 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 我就想着 拿这钱给你买些好东西 好让你改善一下生活 可谁知道 沈墨青低下头 哎 都是我的错 你这么好的姑娘 是我连累你了 苏彬彬本来还因为 周彬拿荷包的事 对她有怨气 可这会儿听她说是为了自己 那是一点脾气都发不出来了 两辈子加起来 周彬是第一个 对她如此好的人 苏彬彬满脸感动到 相公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沈墨青 隐在黑暗中的嘴角微微勾起 声音却痛苦内疚道 我本 还想给你挣个状元夫人 回来当当 可现在不行了 一旦衙门盼了我偷盗之罪 那我就再也不能参加科举了 不行 苏彬彬想也没想就教导 你不能被判有罪的 她若不能参加科举 那她还怎么当状元夫人 苏彬彬抓住沈墨青的手 眼中透着豁出去的疯狂 相公 我给你顶罪 明天牙医来了 我就说 苏云的荷包是我偷的 你是为了保护我 才认罪的 相公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的名声 有一丝受损 第三十一章 竟然替沈墨青 抗下所有罪名 沈墨青心中大喜 这个蠢女人 可真是够好骗的 她见目的达到 提着的心 也可以放下了 沈墨青将苏彬彬入怀中 一脸感动道 彬彬 你放心 你对我这般好 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相公苏彬彬缩在男人的怀里 脸上带着满足 重活一世 她终于有男人疼爱了 第二天 官府传来消息 我听完后 直接傻眼了 这苏彬彬是疯了吗 竟然替沈墨青 抗下所有罪名 果然人蠢 重活几世都没用 苏彬彬和沈墨青的 是我并不打算再管了 反正我已经搭上 京城大儒这条线了 不管沈墨青的名声好与坏 我是绝不会让大儒收她为徒的 时间一晃 进入了六月 天气开始炎热起来 这时候 我便无比庆幸 自己嫁来了周府 不仅有石令瓜果可以吃 还有冰块可以享用 是的 没错 就是冰块 周家竟然豪横地 在后院挖了个冰窖 我利用前世在京城的记忆 让刘管家找木工 按照我画的图纸 做了个冰箭 这冰箭 不仅可以冰镇瓜果 放在屋里 还能消暑降温 简直是一举两得 刚做出来时 院里的丫鬟们稀奇死了 就连周燕 也三天两头往我院子里跑 我心里记挂着顾仪 时不时让刘管家 给她送些瓜果和冰块过去 当然 这些钱依旧不走中宫 我用自己的钱补贴上 顾仪收了我的东西后 又让人给我烧了些 她自己配的药草 熬水后 可以当凉茶喝 我让厨房里 每日熬上一锅凉茶 分给府里的妾室和下人们 知道我屋里有冰箭 周燕的几个姨娘 也来我院子的次数多了起来 他们不作妖 性格又好 对我也恭敬 我也很喜欢跟他们聚一起 外头太阳晒大地 我们在屋里 吃着冰镇瓜果 一起做做绣活 聊聊外头发生的事 偶尔新姨娘还会唱上一曲 气氛和谐又融洽 这一日 大家伙正吃着瓜果 王姨娘突然感叹道 哎 少爷成天往那狐狸进的院子跑 我都快忘记 少爷上次来我院里是什么时候了 周姨娘咬了一大口西瓜 鼓鼓的腮帮子 像极了小仓鼠 有些口齿不清道 其实少爷不来我院子里也挺好的 新姨娘吐出西瓜子 附和道 来了还得唱曲儿 挺烦人的 李姨娘拿着叉子 秀气地挑着瓜杨上的西瓜子 淡淡吐出两个字 清静 王姨娘瞧着他们不争气的模样 倒是来得脾气 她把西瓜吞下肚 怒气不争道 就是因为你们不争不强 何元那姓孙的 才能一直霸占着少爷不放 新姨娘来了句扎心的话 少爷的心在那女人身上 咱们争了也没用 周姨娘连连点头 就是就是 李姨娘继续挑着西瓜子 淡淡道 西瓜子都比男人可爱 王姨娘 王姨娘没办法说服他们 便转头看向我 少夫人 您快说说他们啊 这一个个垂头丧气 毫无斗争 咱们如何挽回少爷的心啊 嗯 我有些心虚道 那个 其实没有男人 真挺好的 少夫人 怎么连你也说这种丧气话啊 若不是要讲究礼仪 王姨娘真想仰天长笑 少爷娶回来的 都是些什么人啊 后院的女人 连男人的宠爱都不争啊 这跟当条咸鱼 有什么区别啊 王姨娘瞧着我们如此没志气 发狠道 行 你们都不争 我自己去争 到时候 少爷独宠我一人 你们就只有羡慕的份了 几位姨娘 因为她的话沉默了 就在王姨娘以为自己鼓舞了他们时 新姨娘真诚道 你若真要争宠的话 我可以教你唱曲儿 王姨娘 李姨娘露出沉思的表情 道 那孙姨娘总穿白色衣服 我那有几套 可以借给你 我我我 我做了好几个散发气箱的香囊 送给王姐姐你了 周姨娘也十分热情道 其他几位姨娘 这般积极地为王姨娘出谋划策 我这个正事 自然也不能没有表示 王姨娘 我匣子里有几件素敬的首饰 搭配素色的衣服正合适 待会儿让绿柳拿给你 少夫人王姨娘跺着脚 怎么连你也捣乱啊 这时 新姨娘将一块西瓜塞进她手里 好了 说这么多话口都渴了吧 赶紧吃块西瓜润润嗓子 王姨娘腻了她一眼 狠狠咬了一口西瓜 一块哪里够 好好 待会儿我让人搬一个大西瓜去你院子 这样够了吧 我笑着道 王姨娘轻哼一声 少夫人 你当妾身是猪呀 哈哈 众人笑作一团 姨娘们带到傍晚才回去 回去前 我让赵妈妈给他们每人装了一时喝的瓜果 如今天气热 饭吃不下时 水果正正好 吃过晚饭 我在院子里散步 吓人过来 说孙姨娘身旁的两个丫鬟想见我 我让人把他们叫了进来 两个丫鬟朝我行礼 不必多礼 我道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丫鬟们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人道 少夫人 今日孙姨娘遣了奴婢出府 将一封信 交给了住在北大街胡同的一个王姓男人 我皱眉 不解地问道 孙姨娘为何要给那男人送信 另一人接话道 孙姨娘如今没了月钱 总嘀咕着说 要赚大钱 想来与那男人通信 也是为了赚钱 我点了点头表示知晓 又问了些和元的其他事情 两个丫鬟一一回答 但问完后 赵妈妈将两块碎银子 塞进他们手里 回去吧 和元那边若再有情况 大可来找少夫人 是 俩丫鬟喜滋滋地收下银子走了 第二天早上 我让绿柳 出府给阿兄脱信 北大街胡同那王姓男人的情况 在故意那里时 阿兄给了我一个地址 若是需要他帮忙 派人去那里通知他即可 绿柳上午才送去信 阿兄傍晚就派人回了信 第三十二章 区区银子比亲妹妹都重要吗 阿兄在信上说 那王姓男人 真名叫王二狗 就是个江湖骗子 爱逛赌方和青楼 擅长坑蒙拐骗 他还在信里提了一句 手下去北大街胡同找王二狗时 遇到了周燕 他对着王二狗喊大哥 还笑嘻嘻地 我看完信一阵无语 本以为是孙姨娘被人骗 合着搞了半天 周燕竟也掺和在里面 我将信纸凑到蜡烛前 火苗很快烧着了信纸 最后化为灰烬 六月中旬 太阳越发晒了 人只在太阳底下站一会儿 就热得汗流加倍 我让管家去外头 定制了些极长的芦苇席子 带拿回来后 命人大概在各个院子的上方 如此一来 各院伺候的下人也不会太晒 偶尔还能在下面乘凉休息 因我这主意 周燕夸我聪明贤惠 绿柳说 府中下人都很感激我 大热的天 我只想窝在屋里不出门 门房那边却来报 说是我爹娘来了 绿柳不解 老爷和夫人来做什么 我看着院子里 被晒得蔫巴巴的花 开口道 自然是为了 他们的宝贝女儿啊 苏彬彬在牢里 可有段时间了吧 我爹娘倒是沉得住气 这么久才来找我 爹娘来了 我这个女儿 自然是要招待的 我朝下人道 把人领来院子里吧 是 院子里虽有芦苇席子遮阳 可到底还是闷热的 我坐了一会儿 就开始出汗 赵妈妈给我端了水果 和凉茶过来 她才把东西放下 我爹娘怒气冲冲地进来了 苏彬 你个天杀的 居然把亲妹妹送进牢房 你还是不是人啊 我娘一进院子 就大骂起来 她还想扑过来撕扯我 赵妈妈一把将人推开 苏夫人可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赵妈妈脸色十分不好看 立声道 大白天的跑来周府 对着我们少夫人又骂又打的 您这是觉得 我们周府的人好欺负啊 还是故意想打我们周府的脸面啊 院里下人们文言 立马变了脸色 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迹围过来 十几个仆妇 各个面露不善 我娘瞬间怂了 误会 误会 我爹忙出来打圆场 于儿 你娘一时心急 做了些过激的事 你莫要往心里去 你快让这些人散开吧 大热天聚一起热得慌 我坐在竹椅上 冷冷看了眼我爹 朝下人们道 没事了 都各自忙去吧 是 下人们离开 母亲见他们对我如此恭敬 心中生起一抹嫉妒 若不是苏彬彬非要唤亲 这会儿享受周家一切的 就该是她的宝贝女儿了 这么一想 她心里对沈墨青就更不满了 又穷又没用的男人 也不知道哪里好了 值得她女儿 舍弃荣华富贵嫁过去 母亲心里头有怨气 态度极差地朝我命令道 苏云 你赶紧撤案 把彬彬从牢里放出来 我谋色一沉 直接拒绝道 恕女儿做不到 你 母亲又想骂人 但被父亲阻止了 她看向我 头一次和颜月色道 云儿 彬彬不知道 她捡的荷包是你的 她以为是哪个人不小心掉了 又寻不到施主 这才拿回了家 我闻言有些惊讶 合着我爹娘压根不知道 这荷包到底是谁拿的 我娘不敢骂我 只能在一旁嘀嘀咕咕 从她的话语里 我拼凑了 他们了解的大概过程 原来苏彬彬替沈墨青承担下罪名 沈墨青从牢房出来 就去书院读书了 压根没管苏彬彬 还是我爹娘去沈家 看望苏彬彬时 才知道 自家的好女儿在蹲牢房 沈家人不敢把真相告诉我爹娘 谎称是苏彬彬偷了我的荷包 才被抓的 我一整个无语了 沈家 可真是无耻至极啊 我爹神色温和地朝我劝道 云儿 爹知道 你丢了荷包着急 可这一切都是误会 素日里 你心地最善良 定也不忍心看妹妹在牢里受罪 再说了 彬彬都知道错了 你就趁烦放她出来吧 我丝毫不为她的话所动 直接道 不行 我爹瞬间变了脸色 瞧我的眼眸透着冷意 一字一句道 苏彬 你别忘了 你与彬彬是亲姐妹 所谓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你如今是周家少夫人 若传出去 有个蹲牢房的妹妹 与你名声也是不好听的 周家定而已 不会瞧得起你的 最后 她竟威胁起我了 我冷笑一声 父亲放心 婆母对我十分好 她不会因苏彬彬的事 就看不起我 再说了 苏彬彬行偷盗之事 我这亲姐姐不训私情 直接送官法办 旁人听了 还得夸我一句公正不阿 大意灭亲啊 父亲被我一番话 气得面色胀红 看向我的眼神 就像不认识我一般 大约 她已经意识到了我的改变 那个唯唯诺诺的女孩 如今懂了心计 有了怨恨 甚至连她的话也敢不听了 父亲心头一慌 随即讽刺道 我可真是养了个好女儿啊 牙尖嘴利 能言诡辩 合着以前在苏家 你根本是藏桌啊 藏桌吗 并没有 唯唯诺诺是我 能言善辩也是我 可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那是因为看清楚了 他们的嘴脸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毫无巨异地指示父亲双眸 你想让我撤案 也不是不可以 父亲尚且来不及高兴 就被我接下去的话 僵硬了脸 让苏彬彬把花掉的钱 一 文 不 少的补齐还给我 钱收到了 我自然会撤案 我就知道你个贱人没安好心 母亲大叫起来 为了钱 连你亲妹妹都不放过 你还是不是人啊 父亲也一脸失望地看着我 痛心疾首道 苏云 你太让为父失望了 难道在你心里 区区银子比亲妹妹都重要吗 银子还真比狼心狗肺的苏彬彬重要 我讥讽道 既然父亲觉得苏彬彬比银子重要 那你就帮他把钱还了呗 反正 我只要拿到银子就行 谁给无所谓 苏家的情况我还是了解的 当初他们怕苏彬彬嫁去沈家受委屈 恨不能把整个苏家的家当 都以嫁妆的形式让他带走 现在别说掏一千两 怕是五百两 他们都掏不出 当然了 卖房另算 第三十三章 苏老爷把二姑爷告上衙门了 我爹听完我的话 立马不吭声了 我娘十分无耻道 什么还不还的 都是一家人 分这么清楚做什么 苏云 你当姐姐的 从小到大没送过拼拼礼物 现在他花你一点钱就斤斤计较 真是小气死了 母亲这还抱怨上了 我差点被他的话气笑了 这是一点钱 整整一千两银子 那女人花的只剩下八两银子 不是牙医告诉我 我都不信苏彬彬如此能花钱 这时 我爹接话道 你母亲说的对 都是一家人 谈钱就伤感情了 你赶紧吃饭吧 半 不 倒 我冷冷道 若今日花掉钱的是我 我爹娘为了替苏彬彬拿回钱 他们能把我的皮肉割下来论经脉 还是那句话 不还钱 不撤案 你 见我油烟不尽 我娘又要骂人 我抢先道 我提醒你们一句 沈家人可不是善茶 你们与其在这里跟我吵架 倒不如去沈家护着些苏彬彬的嫁妆 别到时候 苏彬彬没救出来 还把她的聘礼给丢了 我爹眼皮一跳 我娘不解道 你什么意思 苏彬彬进了牢房 她的嫁妆可还在沈家 沈家人什么德性 你们比我更了解 他们一旦打苏彬彬嫁妆的主意 他们敢 我娘大叫道 人为财死鸟为失望 他们有什么不敢的 我爹娘瞬间沉默了 沈家那些人 恨不能趴在苏彬彬身上吸血 如今苏彬彬牢房 他们怕是恨不能霸占她的嫁妆 我娘心急如焚 抓着我爹的手道 咱们得帮彬彬护住嫁妆啊 去沈家 我爹沉着脸发话 最后嫁也不吵了 夫妻俩火急火燎地往外面跑 他们离开前 我好心提醒了一句 官差当初去沈家抓人 抓的是沈墨青 自己偷了我的荷包 可过了一晚 苏彬彬却向牙医之手 说荷包是她偷的 傻 我娘傻眼了 我爹眉头紧锁 沈生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 我耸了耸肩膀 您若不信 大可以去衙门问问沈迅的官差 他们是不会撒谎的 哎呦喂 咱们被沈家人骗了 平平这个傻姑娘又 我娘拍着大腿好起来 沈墨青 我爹阴沉着脸 咬牙切齿道 我跟她没完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我端起桌上的茶水 轻抿了一口 沈家对上苏家 呵呵 这下子 可是有好戏看了 下午 绿柳兴冲冲地告诉我 我爹干了一件大事 我爹做什么了 我好奇地问 绿柳也不卖关子 直接道 苏老爷把二姑爷告上衙门了 什么 我微微惊了下 有些兴奋道 你快跟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绿柳告诉我 上午我爹娘听了我的话 直接跑去了沈家 他们已就苏彬彬为由 讨要她的嫁妆 结果沈家也是够缺德的 愣是不愿意拿钱救苏彬彬 还大言不惭说 苏彬彬既然嫁到了他们沈家 不管她的人 还是她的嫁妆 都归沈家管 让我爹娘奶粮快奶待着去 言下之意 他们不仅不会救苏彬彬 还要独吞了她的嫁妆 要知道 苏彬彬可是我爹娘的眼珠子 为了苏彬彬 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最后 我爹一纸诉状 将沈墨青告上了衙门 我爹在状纸上 说她偷盗妻姐财物 又嫁祸自己妻子 还说她无情无义 见钱眼开 打算抛弃妻子 独吞妻子的嫁妆 不管真假 这件事如今在合成传的沸沸扬扬 沈墨青的名声 定会受到影响 因为苏家的事 周彬下午也兴冲冲过来了 苏彬 你知不知道 你爹要同沈墨青打官司 男人一进屋子 就迫不及待喊了起来 我放下刘管家送来的账本 应了一声 嗯 知道了 我说 你爹也够厉害啊 这老丈人状告新女婿 嘖嘖嘖 轰动整个合成啊 他凑到面前 好奇地问道 你猜这官司 最后谁会赢 说完 他又自己回答道 我觉得肯定是你爹 怎么说 你爹在合成开书院 认识的人也多 沈墨青一个穷书生 哪里是他这老狐狸的对手啊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周彬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善笑道 那傻 我说 你爹老狐狸是夸他呢 夸他聪明 打不起来的 我淡淡道 什么 周彬疑惑地问道 什么打不起来 我耐着性子解释道 官司打不起来的 两家人一旦闹上公堂 沈墨青的名声就彻底毁了 将来他还如何考科举走仕途 我爹本就冲着他能金榜提名 才把苏彬彬嫁给他的 他若前途毁了 苏彬彬将来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真要打官司 那就是两败俱伤的事 所以 这件事大概率最后会和解 沈家将苏彬彬的嫁妆交给苏家 苏家则对外称一切都是误会 果然 第二天就传来我爹撤案 两家和解的消息 周彬又来了我院子里 他直夸我女诸葛 竟然能猜这么准 我笑了笑 不是猜得准 只是我太了解沈墨青和我爹娘了 苏彬 我跟你说啊 我最近得了个赚钱的法子 周彬突然凑到我身边 神神秘秘道 这赚钱的法子我轻易一般是 不告诉别人的 也就是觉得 你跟我关系好 所以我才告诉你 我谢谢你啊 我不动声色地问道 怎么个赚钱法子 放贷 我 接下去 周彬急急激动地跟我说 最近他赚了多少钱 周彬还告诉我 这赚钱的法子 还是孙姨娘同她说的 孙姨娘告诉她 她的哥哥从事放贷的生意 说只要将银钱交她放出去 没几日便能收到翻倍的钱 周彬起初是不幸的 但架不住孙姨娘的软磨硬泡 最后还是答应见见她那哥哥 周彬说 她起初只给了孙姨娘哥哥五十两银子 可谁知道几天后 这五十两就变成了一百两 几天后 原本的五十两又变成了三百两 他哥哥说了 几百两不过是茫茫雨而已 若是手上银钱多的话 赚得还能更多 周彬看着我 突然问道 苏云 你要不要也跟着她一起赚钱 我 第三十四章 你就不怕那人是骗子吗 没等我开口 男人又激动到 我打算再投个一千两进去 再过不久 就能赚到一万两了 到时候 一万变两万 两万变三万 这赚钱法子 可不比我爹 每年四处跑来的容易多了 那老头还总说什么赚钱辛苦 让我别乱花 你看看 明明有容易的赚钱法子 他的死脑筋 非要干这么辛苦 就是感动自己而已 我 我看着说的拓沫横飞的男人 有些无语地问道 你就不怕那人是骗子吗 怎么可能 周彬完全不信 大叫道 齐儿的哥哥 他怎么可能骗我 再说了 每次赚了钱 他就给我了 完全不存在骗的好不好 许是他在放长线 钓大鱼呢 我试探性地说了一句 周彬一听 立马黑了脸 不悦道 我说苏云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意思啊 我 我好心给你介绍个发财的法子 你竟然怀疑他是骗子 算了算了 既然你觉得有靠谱 那就当我没说过这些话 等我赚了大钱 你别后悔就好 说完 男人有些生气地走了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叹了口气 本想告诉周彬那姓王的是个骗子 让他小心提防点 可现在 他正是赚钱的信头上 又哪里听得进去我的话呢 就像刚刚 我说了 他反而还觉得 我不使好人心 罢了罢了 不跟他说了 反正周家金山银山富裕得很 若能让这人傻钱多的大少爷 瞧清楚社会的险恶 人性的复杂 那这钱全当是交学费了 苏家和沈家的官司一撤掉 我爹娘又过来找我了 我让门房的人 把他们带来如意愿 人还没进院子 我娘的骂声就先传来了 老天爷啊 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念 竟生出这么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跟自己的亲爹娘要银子 也不怕遭天打雷劈 我爹拽了下她的袖子 眉头紧锁道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凭什么少说啊 我娘气得大骂道 她苏云现在可是周府的少夫人 周家还能缺她这些银子 那件蹄子分明就是故意整我们 早知道养大了是个白眼狼 当初生出来的时候 就该把她溺毙在粪桶里才是 我坐在院中的竹椅上 看着狼烟下的燕子窝里 燕妈妈闲着虫儿 飞进窝里喂燕宝宝 只觉得分外讽刺 连鸟都知道 疼惜自己的孩子 而我的母亲张嘴闭嘴 就是想让我去死 我从石凳上站起来 看着我娘妈妈咧咧进来的身影 冷冷道 可惜女儿已经长大了 母亲是没有溺毙的机会了 怎么着 你还对我的话抱怨上了不成 我娘瞪着眼眸 朝我愤愤道 我与你爹辛辛苦苦将你拉扯大 你不敢恩也就算了 如今还把你妹妹关进牢房 逼着我们老俩口掏银子 有你这么当女儿的吗 绿柳替我抱不平道 夫人 您口口声声说 我们少夫人不好 二小姐犯的错事 您是一句都不提啊 主子们说话 你个下人插什么嘴 我娘本就憋了一肚子气 瞧着曾是苏家撒扫丫鬟的绿柳 也敢反驳她 气得抬手就要扇她巴掌 我蹭了一下 从椅子上站起来 扣住她的手腕 冷声警告道 这里是周家 母亲动手前请三思 言下之意 她敢打绿柳 周家人是不会放过她 苏云 你长本事了 我娘一副恨不能吃了我的模样 我爹冷冷开口道 苏云 今日我与你娘过来 是想跟你商量下你妹妹的事 爹娘可是凑过一千两银子了 我坐回椅子上 淡淡地问道 与沈家的官司都死了了 想来苏彬彬的嫁妆 是讨回来了 我爹眼神闪烁了下 叹了口气道 于而 咱们苏家的情况 你是了解的 五年前 你大哥外出游学 带走了苏家一半的家底 今年又操办了你与彬彬的婚事 如今 家里头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那爹的意思是 我爹自然地接话道 不如这钱就算了吧 周家这般有钱 也不缺我们这三瓜俩早的 我 合着在这里等着我吗 见我不说话 他又道 若周家一定要这钱 那你这个当姐姐的 就帮彬彬彬补上吧 当初我们给了你那么多聘礼 如今拿出一点 来帮家里也是应该的 我 苏家给我准备的嫁妆 都是不值钱的玩意儿 我爹觉得 我根本拿不出一千两 所以 他自动把这一千两 归为周家所有 可他就是知道我没钱 竟还让我替苏彬彬还钱 我只觉得一阵心寒 爹也知道这件事让你为难了 可当初为了让你 不被周家瞧不起 我与你娘韬光家底 给你准备嫁妆 家里的钱都花在了你身上 如今真真是没钱了 我爹说的情真意欠 好似真的是我花 光了他们的钱一般 父亲这话说反了吧 我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他的谎言 女儿怎么记得 是你们怕妹妹嫁去沈家受委屈 不仅韬光家底 为他准备嫁妆 还将周家给我的聘礼 也贴不进去了 父亲朝我瞪大了眼睛 女儿虽不知道 爹娘到底给了妹妹多少嫁妆 可光是你们给 苏彬彬的周家那些聘礼 也不止一千两银了 我话刚说完 母亲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声音刺耳尖锐 苏云 你要不要脸啊 就为了一千两银子 你竟打你妹妹嫁妆的主意 母亲和父亲 不也在打女儿嫁妆的主意吗 我反问道 为什么我掏嫁妆就行 苏彬彬就不行 这怎么能一样 我爹黑沉着脸 极其不悦道 彬彬家的沈家一瓶如洗 他能靠的 只有自己的嫁妆 可你在周家是当少妇人的 一千两银而言 不过是洒洒水罢了 你爹说的没错 我娘父和道 苏彬 你可别忘了 是彬彬不忍心你嫁去沈家受苦 她才替你嫁去沈家的 她死死盯着我 咬牙切齿道 若没有彬彬 如今在沈家受苦的就是你 你哪里还能过上 今日这般好的日子 苏彬 你要永远记住 你的好日子 是苏彬彬拿自己后半生的痛苦换来的 你这辈子都欠彬彬的 第三十五章 这人有这么厉害吗 我娘这些话 上一世我也听过 只不过那时候的沈墨青 已经当了状元狼 我娘非逼着 我劝沈墨青去 苏彬彬为平妻 她说 我能当上状元夫人 是苏彬彬让给我的 如果没有苏彬彬 替我嫁去周家 那被迈进妓院的就是我 我哪里 还能当上状元夫人 我欠苏彬彬的 一辈子都还不晚 我娘说到最后时 看我的眼神透着怨恨 她是真的觉得 我如今的日子 是苏彬彬让给我的 我想不通我 到底比苏彬彬差在哪里 为什么在爹娘的心里 我永远都比不上苏彬彬 我静静地 看着面前的父母 冷声问道 倘若今日在牢里的是我 爹娘还会像现在这样 去求着苏彬彬帮忙吗 爹娘被问得一正 我爹张了张嘴巴 话风一转 很是生气道 苏云 你不想方便直说 何必说 这些根本毫无愿意的假设 倘若今日在牢里的是你 我家彬彬肯定是不会跟你一样冷血的 我娘轻蔑地看着我 彬彬纯真善良 对我们极为孝顺 莫说一千两 就是两千两银子 她也是愿意掏的 这两人说了那么多话 却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 我只觉得讽刺万分 我的父母 甚至人说句哄哄我的话都不愿意 内心的最后一丝吸气泯灭 我的心脏隐隐抽痛 可惜 我不是苏彬彬 我看着面前 这对冷漠的夫妻 讥讽道 我没有她的纯真 也没有她的善良 所以 该掏的钱 你们一文也不能少 你 我爹气得浑身发抖 苏云 你非要跟我们闹翻是不是 我娘大叫起乱来 我告诉你 你若真把我跟你爹得罪狠了 往后你在周家受了气 也别指望 我们会过来给你撑腰 我差点被她的话说笑了 就他们这样的 哪怕今日不闹翻 我若真在周家受了气 别说撑腰了 没帮着周家欺负我就不错了 放心 将来不管我在周家过成什么样 我都不会求到你们苏家去的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若可以 我真想跟苏家断绝关系 许师看出我的绝情 我娘突然从袖口 掏出几张银票 拍在石桌上 给你给你 她气愤道 赶紧去衙门撤案 让他们放了拼拼 我拿起桌上的银票 讥讽道 原来你们带钱了呀 我爹瞪了一眼 赶紧去衙门撤案 我将银票数了数 最后道 还差一百两 苏云 我娘扯着嗓门骂道 连一百两你也要算 你还是不是人啊 既然觉得一百两不多 那娘 为何还要来这钱呢 我反问 我娘气得哆哆嗦嗦 又从怀里 掏出张银票 扔在桌子上 真是造孽了 苏家怎么就出了 这么个六亲不认的狗东西 等着吧 总有一天 得被老天爷劈死 我对我娘的话 充耳不闻 仔仔细细 检查了翻银票后 才满意道 放心 妹妹很快就会出来了 说完 我朝下人道 送客 爹娘几乎是被下人 赶着离开的 临走前 我娘不停把我吃里扒外 还警告 我若明日 不将苏冰冰放出来 她便来周家跟我拼了 听听 这就是一个当娘的 对女儿说的话 父母离开后 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 朝下人道 准备马车 我要出去一趟 是 没过一会儿 我带着围帽 领着绿柳出门了 经过天香楼时 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我先开帘子问道 苏云 你要去哪里 周燕站在天香楼门口 朝我招呼道 我有些诧异 没想到这妖巧 还能遇到周燕 相公 苏冰冰还钱了 我要去衙门撤案 听了我的话 她直接摆手道 不用去了 今儿我约了张矛头吃饭 待会儿 同她说一声就行 张矛头乃是 牙抑张校中的小名 周燕一直这么还她 你也下来 一块吃吧 这 我有些犹豫 张矛头你也见过 她与我称兄道弟 并不算外人 来人说着 就把我从马车上拉下来 带着我一同进了酒楼 没过一会儿 张校中也来了 三人在大厅内就坐 沙连阻隔了外头的视线 我与张校中 说了要撤案的事 他立马说 吃完饭就去放人 这人十分豪爽 也挺自来熟的 他还冲我抱怨 说苏冰冰在牢房里又哭又闹 吵得他那些 看守牢房的兄弟 叫苦连天 饭吃到一半时 突然旁边有人道 听说了吗 从京城来的大儒 到咱们合成了 有传言说 他要在合成 挑五人学生做徒弟 另一人道 我也听说了 不过想来 大儒收徒定是极严格的 咱们这种资质平平的 怕是入不了大儒的眼啊 那也不一定 那人又道 我听说大儒 会在合成举办一场收徒考试 而且 全合成的学子都可以参加 不拘年龄 也不收钱 真的 原本垂头丧气的男人 再次惊喜起来 那我一定要去参加试试 我也要参加 指不定就走狗屎运了呢 两人聊得起敬 周燕也生出几分好奇 朝张孝忠问道 毛头 你知道这事吗 他们说的 大儒是何来头 张孝忠吃了一口菜 慢慢道 这大儒来合成有些日子了 只不过身体不适 这几日才放出要收徒的消息 大儒姓和 京城人士 曾是帝师 后任太子太父 满腹经伦 学识及其渊博 今年辞官来了合成 打算收几个学生 精心教导 帝师 太子太父 这人有这么厉害吗 周燕有些不信 张孝忠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入了大儒门下的学子 最差的也能得个近视 更别说状元 榜眼 叹花了 总之 只要入了大儒的门下 入朝为官 指日可待 饶是周燕这种 对学习无兴趣的人 听完张孝忠的话 也是呆住了 他迫不及待道 你说我赠予他万贯家财 他会不会说我为学生 赠我一官半职啊 我与张孝忠 第36章 我被他骗了 张孝忠像看白痴一样 看着周燕 赠不赠你一官半职 我不知道 他双手还凶 半开玩笑道 但我只知道 朝廷肯定会送你一间牢房 这辈子 你都别想出来了 周燕 男人茫然地瞪大了眼睛 两颗大眼珠子 透出愚蠢且清澈的光芒 我叹了口气 好心解释道 相公 买官卖官 是要坐牢的 情节严重 还会判斩立决 是吗 周燕惊讶了下 随即感叹道 还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呢 没想到一官半职都买不到 我服额 这人最近被骗子骗得团团转 以为自己日进抖金了 人也跟着飘了 张笑忠感叹 他怎么跟个傻子成了兄弟 哎 这钱我有 这学识嘛 周燕摸着自己下巴 诚实道 还真没有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张笑忠拍着他的肩膀 啊 兄弟 大如收徒这事 你就别想了 像你这种败家子啊 只适合吃喝玩乐 知道吗 周燕白了他一眼 却破天荒地没反驳他 毕竟人家说的 是真的 这两人自顾自地喝酒说话 我的思绪却飘扬了 大如收徒弟 那沈墨青 岂不是还有机会 不行 哪怕是一点希望 我也得把他掐断 午饭过后 张笑忠回了衙门 我与周燕坐马车回周府 时间一晃 七月都快过去了 天气越热 姨娘们来我院子 就越发勤快 月初的时候 和元发生了一件大事 以至于整个周府的下人 议论了许久 那日我正午睡起来 绿柳兴冲冲地跑进来 与我说 周燕朝孙姨娘 发了好大一通火 两人吵架的具体原因 不知道 从那以后 周燕不再踏入和元一步 府里的人都传孙姨娘 要失宠了 我猜测 应该跟王二狗 那个骗子有关系 如今婆母还没回来 我忙着打理周府的 各项事宜 也就没去多关注 这两人的动向 这日中午 周燕突然来了我院子 我正要午睡 听下人们说她过来时 还愣了下 周燕进屋时 丝毫不见往日的神气风采 搭拉着脑袋 整个人垂头丧气的 我看在眼里 大约已知晓是什么事了 相公 你过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露出疑惑的表情 周燕闻言 脸上 划过一丝不自然 摸着后脖子尴尬道 苏云 你 你你能不能 说话到一半 她有些说 不下去了 半个月前 她还信誓旦旦地 跟我说她要发大财了 现在却灰头土脸地过来 跟我借钱 简直是丢死人了 可她的私库已掏空 不借钱 根本没办法应对外面的事 我看着她吞吞吐吐的样子 心中憋着笑 面上认真地问道 相公 你我是夫妻 有什么不好说的 周燕只得硬着头皮道 你能不能先借我五百两银子 啊 我一愣 不解地问道 你不是找到赚大钱的法子了吗 怎么还要跟我借钱啊 这话无异于在周燕的身上补刀子 她面露怒意 咬牙切齿道 苏云 你说得对 那人就是个骗子 我 我被她骗了 什么 我故作惊讶 低呼一声道 相公 你被骗了多少啊 四千两 周燕难难道 我倒抽一口凉切 原来 上次周燕跟我说头一千两 可她回去后 又觉得一千两太少了 转红了眼的男人 干脆便卖了自己的私产 筹集了三千五两银子不说 还拉着自己外头的几个朋友一起 把钱全部给了王二狗 可谁曾想 那人拿了钱再也没出现过 等了五天 周燕坐不住了 她去王二狗住的地方寻人家 却被房主告知人 三天前就搬走了 她又细细问了遍周遭的邻居 这才知道 孙姨娘那所谓的哥哥 其实就是个骗子 周围不少邻居都被她骗过钱 周燕彻底傻眼了 怒气冲冲地 去找孙姨娘算账 听她说到这里 我忍不住感叹 还真被我说中了 上次他们大吵一架 真是为了王二狗那个骗子 起初 孙姨娘还不信周燕说的话 后来周燕吵着说 要去报官 她这才惊觉 事情是真的 孙姨娘哭着 让周燕不要去报官 若是报了官 让周家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定会把她赶出去的 周燕也是真的爱她 发了一通火气后 就泄了报官的心思 但两人的感情 也因此有了裂痕 我听完周燕的话 久久没有言语 这傻子竟然被骗了这么多 周燕见我不说话 小心翼翼道 苏鱼 如今我在外头 还欠几个兄弟五百两 我若不把钱还了 他们定是 以为我故意赖账 往后我这周家少爷的面子 可就没了 我真是服了这傻蛋了 遇到骗子不报官 这会儿 还想着什么面子不面子 我晨音片刻 手指轻轻点着桌面 相公 我不是不想帮你 只是我的私钱都存进钱庄了 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 周燕是听我说过 要存钱庄的 她倒也不怀疑 那你就从账上 支五百两银子 给我硬硬急 这倒是可以 说完 我顿了下 不过 福利账本上的开支 都是写好明细的 到时候会给母亲过目 这件事 不能让母亲知道 周燕急急道 若被她母亲知道 她在孙情窜多下 被骗光私产 她母亲 一定会把孙情赶出家门的 那该怎么办 我眉头紧锁 一副不知该如何 是好的模样 这样 周燕想了话道 我每个月的阅历是一百五十两 你就当我提前支取了阅历 接下去的三个月 我都不取了 我嘴角微痒 很好 还算有自知之明 既然相公都这么说了 那就按照相公的法子办吧 我又想起了什么 到 前头听说账房先生家里出了点事 他告了半日假 怕是得傍晚才能回来 这么久 周燕皱眉 相公不然晚上再过来拿钱吧 周燕叹了口气 也只能如此了 周燕走后 我朝绿柳道 去告诉王姨娘 她的机会来了 我又回房严墨 给阿兄写了封信 我也是没想到 周燕竟会被骗那么多钱 阿兄在合成有些地位 希望他能帮忙 找找那骗子 帮周燕讨回一些钱 也是好的 第37章 也不知道王姨娘 能不能拿下周燕 晚上 周燕来了我院子 苏云 帐房先生回来了吗 他一进门就问道 嗯 回来了 我朝绿柳使了个眼色 把银票给少爷 周燕接过银票 眉眼间的惆怅一扫而空 整个人都松快很多 太好了 周燕激动地将银票收进袖口 朝我感激道 苏云 太谢谢你了 他听信孙氏的话 闯下如此大的祸 我不仅帮他瞒下 还愿意给他钱 周燕此刻看我的眼神 简直是感激涕零 这男人 有时候也挺傻挺天真的 我同周燕说 今夜月色不错 让他陪我去花园里走走 周燕得了我这么大的好处 自然是愿意的 出院子时 我给绿柳使了个眼色 让他去通知王姨娘 相公 听说最近和原主物的东西 换得极勤快 我开口道 相公若是有空 便劝劝孙姨娘 她身子骨本就不好 这砸碎了东西是小 动物伤了身体就是大了 听我这样讲 周燕冷哼一声 网如我真是太惯着她了 床下如此大的祸 我都没有她赔偿 她竟还给我耍上脾气了 说完 又露出笑容朝我道 你放心 我明日就去劝她 那就好 我笑着道 苏云 你是我见过的女人中 最善良行贿的 周燕看我的眼神十分真诚 满脸佩服道 你不仅没有惩罚齐 还这般关心她的身体 说得对 我能娶到你 真的是上辈子积德了 换做其他女人 怕早就拿骗子这件事做法子 把孙秦赶出家门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道 妾身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当不得相公这般夸奖 两人刚说完 花园的假山后面 传来悠扬歌声 周燕好奇 没等我便率先走了过去 清冷冷的月光下 王姨娘身着白色流光紧断长裙 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倾泻下来 只沾了跟我送于她的玉簪 她手指一朵大荷花 翩翩起舞 王姨娘的曲儿音是新姨娘教的 一身空谷幽兰般的装扮 想必出自李姨娘之手 腰间记着的香囊 是周姨娘秀的 寂静的深夜 曲儿缠绵翡策 带着哀愁和忧怨 诉说着对意中人的相思之苦 周燕本就多情种 这会儿哪里还忍得住 直接跑到王姨娘的面前 王姨娘见到周燕十分惊讶 忙扶身朝她请安 柔儿 你竟然还会唱歌跳舞 男人言语间满是惊喜之色 王姨娘乖顺答道 回少爷的话 妾身最近闲来无事 跟着新姨娘学习唱曲儿 想着哪一日可以唱给少爷听 说完 她抬眸看向男人 女人水汪汪的眼眸含着春色 白皙的面旁带着痴情和爱恋 妾身以为花园没人才过来的 是不是 打扰少爷了 说完 露出失落之色 道 那妾身先告退了 转身之际 丝滑的薄纱随着晚风轻轻吹起 划过周燕的面旁时 带出悠悠香气 似羽毛般撩拨着她的心房 我适时开口道 相公 夜色凝重 王姨娘连盏灯笼都没带 安全起见 你还是送送她吧 周燕被孙姨娘撩拨得不行 听我这样讲 大喜过望 应为一声 便朝黑夜中的那某倩影奔去 也不知道 王姨娘能不能拿下周燕 第二天一大早 绿柳一边伺候我舒喜 一边兴奋地与我讲述她听来的八卦 少爷昨夜 先在王姨娘院子里的事 已经传开了 孙姨娘得了消息 天蒙蒙亮就跑去闹了 后来呢 我问 听说孙姨娘连少爷的面都没见到 就被轰出来了 绿柳一脸解气道 真是活该 当初在您面前那般嚣张 说什么少爷只爱她 如今被打脸了吧 听着绿柳的话 我没有说话 这人心都是肉掌的 哪有人能一辈子无条件地包容另一个人 你疼疼我 我疼疼你 日子才能长久过下去 孙姨娘瞧着柔弱 泪里却是自私的 周燕因爱情可以忍她一时 可干的污糟是多了 耐心也有耗尽的一天 上午王姨娘来找我 她的脸上带着笑意 还提了一篮子 亲手做的桃花酥 少夫人 谢谢您 王姨娘心情极好 我让绿柳收下了她的东西 笑着道 都是自家姐妹 这般客气做什么 王姨娘告诉我 周燕虽然塑在了她院里 可晚上到了关键时刻 男人却杀住了脚 我 这都能忍得住 少爷说 她答应了孙姨娘 不能背叛她 王姨娘说这话时 眼中流露出一丝不甘 我内心忍不住感叹 没想到这男人 还是个忠贞的 想来昨夜周燕虽 留在王姨娘的院子 除了刚开始的冲动外 还有就是 她跟孙姨娘吵架了 狗男人想用这种方 是让孙姨娘来哄她 不过 让她失望的是 孙姨娘来是来的 却不是来哄她的 而是来与她吵架的 也不知道 她对孙姨娘的爱 还能坚持多久 虽然周燕没跟王姨娘同房 可她依旧很开心 捂着嘴巴朝我道 少夫人 您是没瞧见的女人 看见少爷从我院子里出来的样子 哎呦 嘴都气歪了 王姨娘只在我院里待了一刻钟 她说 她还要去给周姨娘 新姨娘和李姨娘送糕点 昨晚若没有他们帮着出谋划策 她怕是搞不定周燕的 我让绿柳拿了两个银元宝给她 王姨娘受宠若惊 白手说不要 我塞进了她的手里 拿着吧 以后好好伺候少爷 毕竟咱这个后院 也就她一人 有争宠的上进心啊 王姨娘连连点头 直说 一定会从王姨娘手里 把周燕抢过来的 看着她认真发誓的模样 我忍不住笑了笑 这也是个可爱的 王姨娘走后没多久 我才吃着她送的糕点 有丫鬟就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 怎么了 我放下糕点问道 少夫人 您快去花园里看看 王姨娘和孙姨娘 两人打起来了 我 这人才出去多久啊 怎么就跟孙姨娘打架了 第38章 孙姨娘的确有拿剪刀 刺伤王姨娘 我来到花园时 王姨娘和孙姨娘 已经被下人们拉开了 王姨娘被身边的丫鬟紧紧抱住 脚边的竹篮里 散落了她做好的糕点 已经碎成了渣渣 姓孙哪 你刚不是挺能耐啊 有本事再来啊 看我打不死你 王姨娘头发凌乱 双手胡乱挥着 一副要吃人的模样 孙姨娘一脸害怕地 缩在丫鬟身后 手指捏着帕子擦眼泪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沉深问道 两人闻言 都是一愣 没等王姨娘开口 孙姨娘直接跪在了地上 抽抽打打道 少妇人恕罪 是妾身不好 妾身不该与王姨娘起冲突 一切都是妾身的错 王姨娘听她这样讲 整个人都快气炸了 扯着嗓门叫道 姓孙的 本就是你先动的手 本就是你有错在先 你现在装什么可怜啊 孙姨娘好似没听到一般 只低着头 轻轻啜气着 是 是我的错 一切都是我的错 孙姨娘抹着眼泪 朝我哭提道 少妇人 您要罚就罚妾身好了 若妾身当时就把摘下来的海棠花 送给王姨娘 她也不会动手了 少妇人 都是妾身的错 女人一番话 说得委屈又可怜 却也暗示 王姨娘想抢她的花 才制造了这一出矛盾 姓孙的 你少颠倒黑白 你那几朵破花 我稀罕了什么劲啊 王姨娘急急跪下了 朝我解释道 少妇人 你可莫要听信这贱人的话 是孙姨娘拿她手里的花 讽刺妾身 妾身一时气急 才想夺了她手里的花 说完 她又赶紧夹了一句 妾身伸手时 这恶毒的女人 竟然还拿剪刀扎过来 若不是妾身躲得及时 妾身的手 必被她扎出个血窟窿来 王姨娘说完 将自己的手伸了出来 白皙的手背上 有一处破了皮的伤口 还有鲜血在冒出来 看着王姨娘的伤口 我冷冷问道 孙姨娘 是这样吗 孙姨娘也不回答 只跪在地上垂着头哭 顶着个大太阳过来处理事情 可这人不仅不解决问题 还阴阴阴地哭个没完 我的火气被拱了起来 语气有些严厉道 孙姨娘 我问你 王姨娘的话 你认还是不认 妾身 妾身 女人只说了这两个字 再次无脸哭了起来 我转头朝绿柳道 去搬把椅子过来 是 绿柳虽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照做了 椅子搬来后 我直接坐下 又让下人在前面摆上小桌子 桌子上放了茶水和果子 绿柳给我撑伞 遮住了太阳光 我坐在椅子上 悠闲地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朝地上哭泣的女人道 孙姨娘 你慢慢哭 横述我下午也没什么事 等你什么时候哭完了 咱们在什么时候 把这件事讲清楚 哭哭哭 就知道哭 这次让你哭个够 孙姨娘 她哭泣的动作一顿 王姨娘狠狠瞪了她一眼 幸灾乐祸道 看你哭到什么时候 徐氏之道挨不过去 这次孙姨娘很快就不哭了 少夫人 今日妾身不该与王姨娘起冲突 妾身自知有错 请少夫人责罚 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 这人怎么来来回回就这几句话 孙姨娘 我是问你 拿剪刀刺伤王姨娘这件事 你认还是不认 大热天 孙姨娘的后背都汗湿了 额头上也浸出了汗 这时 她身旁的丫鬟看不下去了 朝我行李 回答道 少夫人 孙姨娘的确有拿剪刀刺伤王姨娘 你 孙姨娘狠狠瞪了她一眼 死丫头 你哪一边呢 我看向她 冷冷问道 孙姨娘 你身边的丫鬟都承认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王姨娘咬着后牙槽 垂着头道 我是刺了 但我不事故 行了 我起身打断她的话 大家伙都听到了 孙姨娘承认自己行凶 既然如此 罚孙姨娘禁足一个月 孙姨娘 就冲昨晚周燕 能在关键时刻杀住脚 那就说明 她对孙姨娘还未死心 那我就不能中她 否则周燕同我算账怎么办 不过 拉拉偏价还是可以的 回到如意院 我从匣子里挑了只 并递海棠花的簪子 交给绿柳 把她送去给王姨娘 请她今晚来我院里用晚膳 是 绿柳捧着盒子走了 傍晚时 周燕果然来了我的院子 听说 你今天惩罚钱了 她一见 我就皱眉问道 嗯 我点了点头 看向她问道 相公是来给孙姨娘说情的 周燕轻咳嗽了一声 有些尴尬道 也就是两个女人 半几句嘴而已 不用罚那么重的 其而她说 她已经知道错了 不然面壁思过就算了吧 我内心叹了口气 谁说 女人心 海底针 我看这话形容周燕 也是再恰当不过的 昨夜她还塑在 王姨娘那里气人家 这会儿又开始心疼起来了 看样子 这被骗掉的钱 她已经不在乎了 这时 外头传来丫鬟的声音 少夫人 王姨娘来了 周燕眉头一皱 这个点 她来做什么 今日王姨娘遭了罪 我请她过来 一块用晚膳 我话刚说完 周燕冷哼一声道 苏云 你这就有点偏心了呀 王姨娘仗着昨夜 我塑在她那里 在齐儿面前 遗止气势 耀武扬威 你请她过来 怎么不请齐儿 我挑眉 孙姨娘是这么跟你说的 这时 王姨娘走了进来 她见周燕也在 想起白日里的事 有些怯怯地朝她行礼 周燕黑着脸没应答 孙氏用剪刀扎伤了王姨娘 我瞧着后厨 今日一些菜有些辛辣 不利于伤口恢复 刚好切身的小厨房炖了鸡汤 便请王姨娘过来一通食用了 我走到王姨娘身旁 将她用纱布包着的手 轻轻抬了起来 感叹道 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若是再扎得深一些 服依说这细细嫩嫩的手 可就废了 周燕 第39章 我二狗 你跟孙晴是什么关系 周燕听信孙姨娘的话 她一直以为是 王姨娘仗势欺人 却没想到 还有这一出 她狐疑地看向王姨娘 起而真把你的手扎伤了 王姨娘是个聪明的 立马跪在地上 一双丹凤岩涌出泪水 七七爱一道 少爷明鉴 妾身没有撒谎 今早妾身经过花园 孙姨娘把妾身喊住了 对着妾身披头盖脸 就是一顿臭骂 她骂妾身是贱人 不知廉耻勾引少爷 她还说 少爷您只听她的话 还威胁妾身 若再留您过夜 她就让 您把妾身 迈进最低贱的窑子 染遍脏病 最后丢到乱葬岗 自生自灭 孙姨娘说话太气人了 妾身一时没忍住 就与她理论了几句 结果 她 她就拿剪刀扎妾身 王姨娘说完 用帕子无脸哭了起来 周燕 这可与孙秦同她说的完全不一样 王姨娘哭得伤心欲绝 白色的纱布 隐隐有血浸出来 周燕满腹疑惑时 我开口道 相公 王姨娘说的是实话 今日花园里发生的事 不少下人都瞧见了 而且 孙姨娘当众承认她 用剪刀扎伤王姨娘 相公若不信 大可随便换个下人 来问问 不用了 周燕的脸色黑沉了下来 语气不太好道 我信 王姨娘一人 她尚会怀疑 但我现在 这般自信又怎可能作假 我见纱布渗了血 朝王姨娘道 随我去礼间 我给你重新包扎一下 王姨娘受宠若惊 直说这点血不用换药 如今天气热 纱布渗了血就得换 否则不利于伤口愈合 王姨娘中没再拒绝 她随我进了礼屋 我进了手 将纱布拆下来 王姨娘的手很白 手指也很细长 可这样一双手上竟有个血窟窿 那血窟窿还涓涓往外流血 天呐 我惊呼一声 怎伤得如此重 前头在花园 你捂着伤口 我还以为只是轻伤 王姨娘的声音透着委屈 孙姨娘那会儿下了死手 她说 我的手弱废了 少爷也就不会再来我院里了 这番话 你前头怎么不跟少爷说啊 我大声问道 也好让少爷瞧瞧 孙姨娘是如何对你的 那时的门没关 外面的周燕能 听到我与王姨娘的话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王姨娘声音滴滴的 伤心的不行 少爷那般欢喜孙姨娘 她是不会相信我的话的 可能还会觉得 我是故意陷害孙姨娘 屋内赵妈妈不赞同地看向周燕 男人愧疚地低下了头 等我与王姨娘再出去时 晚上已经摆好了 周燕说她留下吃饭 饭桌上 这男人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十分殷勤地帮着王姨娘布菜 还给她盛鸡汤 晚饭后 她还主动提出 要送王姨娘回院子 临走前 我将一瓶药膏 送给王姨娘 这是养父驱疤的 待你伤口愈合后 每日将这药膏涂抹上 疤痕是不会留下的 王姨娘欢喜结果 谢少夫人次药 待两人离开后 绿柳不解地问道 少夫人 白日里 我也瞧见过王姨娘的伤口 好似没有刚刚瞧得那般严重啊 我走到梳妆台前 将耳环摘了下来 感叹道 为了今晚的饭 她也真真是 对自己下狠手了 这一夜 周燕再次塑在了王姨娘的院子里 合园那边 孙姨娘一直盼着周燕 狠狠惩罚我 结果 最后等来了周燕去王姨娘院子的消息 毫无意外 孙姨娘再次砸光了屋里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 周燕得到消息 怒气冲冲去了和园一趟 听和园的下人说 屋里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声 不仅如此 周燕最后摔门而出 孙姨娘在屋内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连心急都复发了 孙姨娘屋里的人将情况告诉周燕 男人却说生病了找抚衣 找她有何用 孙姨娘听完丫鬟的回复 气得眼前一黑 看看晕了过去 这次是真的心急复发了 王姨娘和孙姨娘就此斗了起来 周姨娘 新姨娘和李姨娘过来瞧我时 总是忍不住感叹 王姨娘强大的战斗力 很快 阿兄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 他说 王二狗从周燕那里得了大笔银钱后 一直泡在赌方里赌钱 阿兄将他抓住时 人已经赌疯了 几千两的银子所剩无几 得知阿兄将人抓了 我连忙去信 让他把骗子送来周府 孙姨娘说 王二狗是他哥哥 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 当天下午 阿兄就把人送了过来 王二狗生得贼眉鼠眼 因好几日没洗澡 浑身散发着酸臭味 头发都长狮子了 手指粗的麻绳 将他绑成了粽子 嘴里还塞着块布头 喉咙里发出 呜的声音 我用帕子捂着鼻子 朝刘管家道 给他松嘴 是 但能说话后 王二狗立马叫唤起来 臭娘们 你谁啊 敢绑老子 你 啪 狠狠甩了他一个巴掌 把嘴巴放干净点 王二狗吃痛 嚣张的表情瞬间没了 老子又不是囚犯 你们凭什么绑老子 赶紧放开 啪 又一巴掌扇过去 让你说话再说话 王二狗闭上了嘴巴 我看向刘管家 只觉得小老头分外帅气 王二狗 你跟孙秦什么关系 我开门见山问道 王二狗愣了下 他坑蒙拐骗那么多 本以为是找他算账还钱的 结果问得他 跟孙秦的关系 王二狗打量了我一下 恍然大悟道 你是周家少夫人 想知道老子跟孙秦的关系 他突然就得意了起来 伸出五根手指头 耍起了无赖 五百两 你给我五百两 我就告诉你 我 在周家的地盘上 跟我这个周家少夫人 谈条件 这男人自己是傻子 还是把我当傻子 王二狗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不说是吧 我声音透着寒气 朝刘管家道 把他的手指一根根砍了 什么时候说 什么时候听 王二狗 十根手指头不够砍 就再加上十根脚指头 王二狗 是 刘管家命人拿来砍刀 那刀刃磨得极其锋利 王二狗不惊吓 一箭砍刀 还没等刘管家靠近 就大叫起来 我说我说 我什么都说 我嘴角微钩 这就对了吗 第四十章 孙秦 你骗我 王二狗到豆子似的 把自己跟孙姨娘的事 全说了出来 我听完后 陷入了沉默 这王二狗 果然不是孙秦的什么哥哥 他竟然是孙秦的客人 所以 周燕以前同我说什么 他是孙秦的第一个男人 还有孙秦在青楼卖一不卖身之类的事 统统都是假的 孙秦早在周燕之前 就跟过许多男人了 刘管家 少爷如今在何处 回少夫人的话 少爷钱都回来了 如今应该在孙姨娘那里 道省的来回跑了 我冷哼一声 叫下人去和园一趟 请少爷和孙姨娘过来 是 自打上次周燕留宿王一娘院子 又因王一娘受伤 狠狠责骂了孙秦一顿后 如今这姓孙的 倒是乖顺了许多 他也不整日哭哭啼啼了 每次周燕从外头回来 就想方设法地 把人弄进自己院子 王一娘虽然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可到底比不过孙姨娘 在周燕心中的地位 连吃了几个暗亏 气得她昨天还在我面前 骂孙秦卑鄙 不过风水轮流转 我看着地上瑟瑟发抖的男人 嘴角微微上扬 王一娘 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 没一会儿 周燕就和孙姨娘过来了 苏云 你找我们什么事啊 周燕正和孙姨娘打得火热 被我打断有些不悦 相公 你看看地上的人是谁 王二狗吓得用手遮住了脸 谁啊 周燕好奇地凑过去看 一旁的孙姨娘 用帕子抵着鼻子 满脸嫌悟道 少夫人 您从哪儿找的叫花子啊 周燕也被熏得难受 甩了甩袖子 不耐烦道 瞧不出来 这人谁啊 相公 你再仔细瞧瞧 周燕皱眉 再次看向那人 歪着脖子打亮了半天 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 王二狗 一旁的孙姨娘呆愣了下 神色肉眼可见地惊慌起来 周燕自打被骗光前后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凄惨 原本一群人跟她称兄道弟 因为钱直接断了跟她的来往 因为没钱 她也没办法下馆子 就连瞧着街边好玩的东西都买不了 她活了十八年 还是第一次过这般憋屈的日子 如今在瞧见罪魁祸首 男人内心一直压抑的怒火 瞬间爆发了出来 王八蛋 敢骗老子的钱 老子今天打死你 砰砰砰 周燕抓着王二狗的衣领 罩着他的脸 就是挤拳头 哎呀 少爷 求您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王二狗凄惨求饶 周燕哪里管这男人是死是活 一拳拳下去 只发泄着心头的怒气 我到底怕把人打出好歹了 命人将周燕拉开 周燕被人拽开时 还挥动着手脚 气急败坏道 王二狗 老子的钱呢 把老子的钱吐出来 可嗨嗨 王二狗满脸是血 捂着胸口 胆气害怕道 没 没了 你他娘的 骗谁呢 周燕讹脚的青筋暴露 瞪着眼珠子怒吼 四千五百两银子 这才几天啊 你 我 我赌光了 王二狗心虚打断道 赌 赌 啊 周燕牙齿咬的哥哥响 说话时浑身都在发抖 好 很好 王二狗 你可真是好样的 下一刻 他拿起被丢在一旁砍刀 直冲王二狗去 老子杀了你 快快快 把人拦住 我忙到 带下人们拦住周燕后 我柔声安慰道 相公 消消火气 除了钱之外 王二狗还说了一个 令人吃惊的消息 你不妨听听 周燕胸口起伏不定 压抑着怒气 脸色难看到 什么消息 我看了眼孙姨娘 冷声道 王二狗 你自己说 孙姨娘瞬间 生起不祥的预感 他急急打断道 少爷 既然王二狗已经抓到了 为避免夜长梦多 该赶紧把他送去官府才是 周燕一听 倒觉得有些道理 王二狗朝着孙姨娘大叫起来 你个臭女婊子 想害老子是不是 那老子 就把你以前干的那些恶心事 全说出来 王二狗 孙姨娘瞪着眼睛 惊恐大叫 你敢 你都要把老子送官府了 老子还有什么不敢的 王二狗说完 就把自己当嫖客时 跟孙姨娘干的那点事 全说了出来 听完王二狗的话 原本暴怒的周燕 瞬间呆了 傻了 孙晴竟然在他之前 还有过好几个男人 周燕僵硬地转头 看向孙姨娘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孙晴 你骗我 没 我没有 孙姨娘惊恐万分 眼中满是泪水 阿燕 你别听王二狗的 他说的都是假的 他污蔑我 他在周家人面前的底气 都是周燕给的 若连这个男人都抛弃自己了 那他该怎么办 孙姨娘又惊又怕 他上前抓住周燕的衣袖 另一只手指向我 五官猙獰道 是少夫人 阿燕 是少夫人冤枉我 他嫉妒你疼爱我 所以 联合这个男人来设计陷害我 阿燕 你相信我 我 女人说完 一脸恨意地朝我道 少夫人 切身知道自己闯了祸 可你也不能借着这个由头 陷害切身啊 我一整个大无语 都这时候了 他竟然还想反咬我一口 周燕紧绷着脸 看向我的眼神头 透着狐疑 可怜的男人 怕还存着最后一丝稀迹 幻想着王二狗说的这一切 都是假的 我深吸一口气 并不打算与孙姨娘争辩 绿柳 去把竹心的证词拿出来 一听竹心两个字 孙姨娘瞳孔一缩 震惊地看向我 周燕也满脸疑惑 竹心不是早就 被赶出周府了吗 我平静道 他是被赶出府了 但当初出府前 他给了切身一份关于孙姨娘绅士的供词 孙姨娘 绿柳很快取了竹心的供词过来 小心翼翼交给周燕 待男人看完后 整个人如遭雷劈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孙姨娘虽然不知道 纸上写的是什么 但关于她的绅士 她也能猜出七七八八 她心慌意乱地抓住周燕的衣袖 死不承认道 阿燕 供词可以伪造 人也可以被收买 你相信我 这一切都是假的 苏云想要污蔑我 想把我从你身边赶走 阿燕 你不能被他们骗了 阿燕 我真的很爱你 你信我 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周燕看着眼前之人哭得梨花带雨 又想起两人曾经的美好 内心再次动摇 她看向我 一脸坚定道 苏云 我相信女儿 我 第四十一章 先把她关进何园 周燕的话刚说完 王二狗就狠狠打了她的脸 周少爷 我王二狗说的句句属实 你若不信 我还可以说一个 只有你我才知道的秘密 孙姨娘惊恐尖叫道 不许说 你不许说 王二狗才不管她 十分得意地高声道 孙姨娘的胸上 有三颗黑痣 每次她耍得尽心了 就喜欢男人摸她那三颗痣 周燕 这般私密的事 除了当事人外 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知道 这下子铁正如山 任凭孙姨娘如何狡辩都没用了 周燕想起曾经的多少个夜晚 她与孙姨娘情到深处 女人求着她 揉那对柔软时 突然心头涌起一股恶心 原来在此之前 她已经被不少男人玩弄了 男人嫌恶地甩开孙姨娘的手 咬牙切齿怒声道 别碰我 阿燕孙姨娘一脸惊慌 周燕看着昔日最爱的女人 眼中再无怜惜 只剩满满厌恶 孙姨娘气得朝王二狗大叫起来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幸福 老娘打死 你个王八蛋 孙姨娘不顾一切地朝王二狗挠去 女人的尖叫声 男人的咒骂声 大厅里乱成一团 看着这一切 周燕缓缓闭上了眼睛 一想到自己曾经对女人的掏心掏肺 男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中充满了讥讽和自嘲 她笑自己的愚蠢 竟被个女人耍得团团转 还以为找到了真爱 没想到这一切就是场阴谋 孙姨娘停下动作 害怕地看向她 周燕笑够了 有气无力地朝我道 把王二狗送去衙门 至于孙姨娘 你自己看着办吧 孙姨娘瘫软在地上 她知道男人是打算抛弃她了 阿燕 女人将往外走的男人叫住 心慌又无助道 我是真的爱你的 我从来没想过要骗你 我是怕你嫌弃我 你是刀刀在上的周家少爷 可我呢 我不过一个低贱的青楼妻子 我只是想要跟你在一起 不得已才对你撒谎的 女人的话里满是卑微 还有浓浓的悲伤 她捂着心口 双眸通红 露出里面脆弱不堪的灵魂 阿燕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保证我以后 一定乖乖听你话 绝对不做你不喜欢的事 周燕当下有些心软 当看到旁边的王二狗时 眼底的柔软煞尸不见 最终 抬脚无情离开 孙姨娘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嘴里喃喃道 不要 不要走 一场闹剧结束 我开始善后 刘管家 找人把王二狗送去衙门 是 刘管家应了一声 有些犹豫道 那孙姨娘这边 我看着坐在地上一脸绝望的女人 不 先把她关进何元吧 她到底是周燕爱过的女人 这时还得周燕自己处置比较好 否则 哪天男人气消了 又想起孙秦来 到时候得埋怨我处置不当 是 周燕因为孙姨娘的事彻底消沉了 日日躲在屋内不见人 几日后 她的小厮长青来找我 说周燕生病了 我换了府衣过去瞧治 府衣说是心头欲结 吃几肤药缓和一下就好了 但身体能治 心病难医 还得周燕自己想开才行 周燕一病不起 王姨娘主动提出照顾她 我自然应远 周燕生病期间 王姨娘一不解怠地照顾 我过去瞧了两回 男人病奄奄地躺在床上 却还叮嘱我 不要将孙姨娘的事传扬出去 我点头答应 我命令全府上下 不许讨论孙姨娘这件事 王姨娘每日尽心尽力照顾周燕 待人好点后 她又高点 羹汤日日不断送去 在王姨娘的不懈努力下 周燕终于被她感动了 一个月朗风轻的夜晚 周燕和她同房了 周府开始传出 王姨娘得宠的消息 孙秦整日待在和园交集南安 在听到周燕宠信王姨娘后 整个人坐不住了 她趁守门的下人不在 偷偷溜出了院子 她本想去找周燕 却在半路上遇到了王姨娘 哎哟 我当是谁呢 王姨娘一脸嘲讽道 原来是被少爷捧在手心里的孙姨娘啊 她故意将后面那句话 说得极其响亮 孙姨娘早已没了过去的光彩 身上的衣服皱巴巴的 满脸疲惫之色 整个人苍老了不少 不过 女人听着王姨娘讥讽 依旧不甘示弱道 臭女人 阿燕贪图一时的新鲜罢了 你得一个什么劲 王姨娘冷笑一声 那也比某人被抛起来的强啊 孙姨娘立马领会到王姨娘口中的 某人 是谁 她尖叫道 阿燕不会的 阿燕答应过我的 她心里只有我 她要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 我呸 你做什么白人梦呢 王姨娘双手插腰 毫不留情地骂道 一个千人齐万人枕的烂货 少爷如今连碰你一下都嫌脏 还跟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做什么美梦呢 你 孙姨娘气得浑身发抖 连眼眶都红了 哎呦呦 怎么还哭了呀 王姨娘一脸嫌弃道 你这招也就对少爷管用 不过现在嘛 王姨娘说着 无嘴吃笑道 如今少爷厌弃你了 你就是哭死 都没用了 曾经的王姨娘 是被孙姨娘踩在脚底的可怜虫 如今 两人调换了身份 他自然要为以前的自己报仇 孙姨娘本就情绪不佳 这会儿被激得失去了理智 他尖叫着朝王姨娘扑去 贱人 我让你侮辱我 王姨娘也不躲 两人拉着尖 他被孙姨娘扇了一巴掌 啊 王姨娘惨叫一声 脸上迅速浮现出五个手指印 下一刻 怒喝声从旁边传来 孙晴 你在干什么 周燕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 孙姨娘看到来人 先是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自己被王姨娘算计了 少爷 王姨娘捂着脸颊 被齿咬着嘴唇 眼底一片水光 柔弱无比 委屈万分 周燕瞬间心疼不已 男人沉着脸看向孙姨娘 声音冷漠无情 跟柔道歉 阿燕 孙姨娘面色憔悴 泪珠滚滚 从眼眶落下 可怜又无助 周燕一正 微微有些恍惚 王姨娘瞧她这模样 立马扑进男人怀里 委屈地哭起来 少爷 想来孙姨娘并不是故意的 您曾答应 她一生一世一双人 如今她见您留宿在我院里 一时接受不了 也是情有可原的 您千万别生她的气 孙姨娘 第四十二章 跟柔道歉 王姨娘在与孙姨娘过去的斗争中 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她靠在周燕的怀里 微微仰头 一脸地善解人意 可说的话 却是火上浇油 果然 周燕在听了她的话后 软下来的心 再次恨了起来 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 这女人在她之前 有那么多男人 也不知道跟多少人 说过这种话 孙姨娘见周燕看向自己的眼神 从联系变成了愤怒 心里头恨不能把王姨娘千刀万剐了 她急急地解释道 阿燕 我不是故意打她的 是她侮辱我在先 我失去理制裁 周燕搂着王姨娘 抬眸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冷声问道 她说什么侮辱你了 她 她 孙姨娘一噎 所有人的话堵在了喉咙里 说这女人骂她 千人其万人枕 这话一出 只会让周燕想起 她曾经隐瞒的事情 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王姨娘算准了 这女人不会讲事情说出来 她垂下眼眸 声音透着忧怨道 少爷 王姨娘是您的心肩宠 就是给妾身拾个胆子 妾身也不敢去激怒她 说完 她无声地流下眼泪 倒是孙姨娘 她警告妾身不要得意 还说 您只是贪图一时新鲜而已 我没有 孙姨娘刚想反驳 周燕立声道 住口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孙情 你把我耍得团团转 如今还不知悔改 周燕透着恨一道 跟柔道歉 否则 我就让刘管家 把你发卖出去 孙姨娘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跪在地上哀求道 不要啊 阿燕 不要卖了我 在周府的日子 是她出生以来 过得最舒坦的 不用伺候各种男人 也不用担心老宝毒打她 更不会有恶肚子的情况 一旦被发卖出去 她不信自己 还能找到比周家更好的下家 一想到这里 女人朝王姨娘 重重磕了两个响头 满脸害怕道 王姐姐 我错了 我不应该骂你 更不应该打你 求求你 原谅我吧 王姨娘看着痛哭流涕的女人 一点报仇的快感都没有 反倒对孙情 生出了极许同情 她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毕竟这女人 十岁被青爹娘卖进青楼 她身子不干净 也不是她自己能决定的 王姨娘轻轻扯了下周燕的衣袖 轻声道 少爷 孙姨娘都道歉了 这件事就算了吧 周燕应了一声 撇开脸不去看孙姨娘 朝下人道 把她关进拆房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放她出来 是 孙姨娘被带走 周燕陪着王姨娘回了院子 男人换人取了冰块 细心地为王姨娘冰敷 又叮嘱她好好休息 这才离开 周燕一走 王姨娘立马来了我的院子 彼时 周姨娘 新姨娘和李姨娘都在 孙姨娘会声会色地 将刚刚发生的事情 同我们说了遍 最后 她叹息道 其实孙姨娘也是个可怜人 她没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 她会骗少爷 也是 想让自己脱离苦海 听完孙姨娘的话 屋内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沉默了 说起来 我与几位姨娘的出身 都算不上好 王姨娘有一双重男轻女的爹娘 生了四个闺女 才生下一个儿子 王姨娘家里穷 父母为了养活儿子 陆陆续续卖掉了四个女儿 有给人家当同养媳的 也有嫁给官夫当续贤的 最小的妹妹 连被卖去哪里都不知道 王姨娘是四个女孩里最幸运的 虽然卖进了周府 可周家人厚道 她没有受什么欺负 新姨娘跟王姨娘的情况差不多 因为家里穷 养不活那么多孩子的情况下 就把闺女卖给西班子 少了个累赘 还能换到钱 爹娘觉得 是比稳赚不赔的买卖 周姨娘的爹娘倒是对她不错 可在她十二岁时 母亲生了场大病去世了 她爹又娶了个寡妇做续贤 寡妇贤她在家吃得多 对她非打即骂 后来得知 周燕看上了她 直接就收了银子 把人送来周府了 李姨娘并没有过多地 说起过自己的身世 但从书香世家到 与人为妾 想来从中遭遇 也是不大好的 许是大家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 对孙姨娘过去的所作所为 倒也恨不起来 只要她以后安分守己 我是不会去为难她的 我开口道 这世道对女子本就艰难 孙姨娘在周家作妖不断 可到底也没有犯大错 所以 我也愿意再给她一次机会 几位姨娘看向我的眼神 带着敬意 没一会儿 大家便转移了话题 聊起了时下流行的妆容等事情 王二狗的是 阿兄功不可没 我抽空回了一趟青山村 故意见我搬了一车的东西回来 只说让我把东西拿回去 你才嫁到周府多久啊 就这样大包小包地往我这里拿 若被你婆母知道了 给将你看清了 我笑着同她解释 这些不是从周家拿出来的 都是我花自己的银子 从外面买的 如今 婆母给了我两个铺面 每月我都有一笔不小的营收 若不是故意不愿住到城里去 我还想给她在城里买个宅子呢 故意听我这样讲 面上松快很多 但依旧劝着 我把东西拿回去 故意 我买都买了 再说了 周府什么都不缺 我拿回去也没用啊 我买的都是吃穿用方面的 周府还真不缺 故意听我这样讲 最后也就让我搬进去了 故意 这是给阿兄的 我将一个盒子递给他 你怎么还给他准备礼物了 故意伸手接过 嘴里道 他如今什么都不缺 你以后别给他买东西了 我笑着道 阿兄前几日帮了我一个大忙 这是我感谢他 他还能帮你忙 故意有些不幸 他不闯祸 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就将周燕被骗的事说了出来 故意听完择舌 被骗了这么多钱 是啊 掏空他的私产了 我叹了口气 幸亏阿兄帮忙 才把那骗子抓住了 抓住有个屁用 故意撇撇嘴 钱都没追回来 好了好了 别人的是不说了 故意拉住我的手 云儿 今天吃了饭再走吧 我笑着道 好啊 故意做的菜最好吃 我在故意这里待了小半日 才坐上马车回府 刚进合成 便听街上的百姓议论说 京城来的大儒 要收学生了 第43章 去参加考试 除了丢人 还是丢人 我让车夫下车 打听了下消息 原来官府门口张贴了告示 说大儒 要在合成收学生 合成所有学子都可报名 不过 录取学生 除了看考试成绩外 还看为人品德 我一沉思 让车夫掉头赶去官府门口 当场给周燕报了名 考试定在9月初 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准备 我回府时 周燕身着蓝色绸缎紧袍 一脸潇洒地要出去 我将人拦住 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 周燕听完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参加收徒考试 我点了点头 我已经给你报名了 到时候 你必须参加 苏云 你是不是有病啊 周燕瞬间红了脸 怒气冲冲道 老子肚子里的墨水 还没喝得酒多 你让我去参加收徒考试 简直是浪费时间 相公 你不愿意经商 那便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了 我面容认真道 你若再不上进 今后周家的产业交于谁 周燕如泄了气的球般 多当道 那也得徐徐徒之啊 参加收徒考试 又不一定能考上 我叹了口气 我没让你一定要被大如收徒 只是想着 这是一次机会 你去锻炼锻炼也不错 锻炼个屁啊 周燕抱了句粗口 老子一个连同生都没考过的人 去参加秀才 都不一定能够的考试 除了丢人 还是丢人 我不管他如何叫唤 直冷声道 反正明目 已经给你报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在家好好读书吧 老子不干 周燕大叫 老子是你男人 你得听老子的 我没搭理他 朝下人们道 送少爷回书房 下人们窃窃上前 朝他道 少爷 您请回去吧 周燕气得朝下人踹去 吃里扒外的东西 这里周福 老子是周福的少爷 你们到底听谁的 我冷冷道 相公 母亲出府前 将管家全交给了妾身 你说他们听谁的 周燕大叫起来 姓苏的 你别得意 等父亲母亲回来 我一定要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什么 我毫不客气地打断道 告诉他们 你是如何被个女人 耍得团团转 还是告诉他 你是如何被人骗光私产的 周燕 这两件事里 随便拎出一件 就够他喝一壶了 若两件加一起 周福能把他的皮包了不可 周燕瞬间没了生意 宋少爷回书房念书 这几日 我除了打理周福的事以外 还得监督周燕读书 关键他还不配合 请了两个教书先生 都被他气走了 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 八月初 副里吓人来报 说婆母回来了 我心中大血 合上账本 就去门口迎接 一段时间未见婆母 他竟比出去时 憔悴了许多 平坦的脸上 还多了几条细纹 这次除了婆母外 小姑子周景长也一同回府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周景长 小姑娘生得十分鲜瘦 脸色煞白 眉宇间满是不耐烦 一双硕大的眼睛 瞧谁都带着怒气 天气依旧炎热 周景长却头上带着抹额 身上裹着厚厚的披风 婆母先从马车上下来 他朝我道 鱼儿 景长吹不得风 你去叫府里的下人 抬顶软叫过来 是 带软叫过来 婆母才小心翼翼 将周景长扶出马车 我上前想帮忙 周景长却一把甩开我的手 与其透着烦躁道 别碰我 我善善地缩回了手 婆母一脸欠一道 鱼儿 景长还在生病 脾气不好 你别跟他一般计较 我乖顺道 儿媳不会的 周景长被软叫 抬进了他所住的院子 婆母则一步一驱地跟着 既然周景长不待见我 我也就不巴巴往他跟前凑 转身回了自己的院子 赵妈妈听闻周景长回来时 神色有些呆愣 又听我说裹着厚厚的披风时 又松了一口气 赵妈妈 景长妹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 我好奇地问道 赵妈妈将冰镇过的西瓜 喂到我的嘴边 与其温柔道 不该知道的事情 少夫人就莫要打听了 我轻咬了一口西瓜 道 好吧 上一世 我连自己的日子都没过明白 更别说打听周家的事了 所以 对周景长也就只知道名字而已 虽然我觉得 周景长的病有些古怪 可赵妈妈都这样提醒我了 我也就不去打听了 另一边 周燕如今 宿在王姨娘院子里的次数越来越多 渐渐地 王姨娘察觉出了些她的异样 王姨娘欢喜来我的院子 也欢喜 将她与周燕的事情告诉我 少夫人 妾身最近发现 少爷很奇怪 王姨娘吃着西瓜 犹豫再三 还是说了出来 怎么个奇怪法 我问道 少爷最近脾气很暴躁 妾身还听她与长青说什么打欠条 王姨娘回忆了下 对了 昨天夜里 少爷突然问我是否有私房钱 我一愣 周姨娘不解道 少爷不是在书房里看书吗 怎么还问你赢钱的事 相比较周燕的去处 新姨娘更关心王姨娘的私房钱 那你告诉她 自己有私房钱吗 当然没说 王姨娘立马道 我还想从她身上要钱呢 怎么可能告诉她 我有私房钱 新姨娘松了一口气 女人无论什么时候 性钱都比性男人强 不过 少爷问一个妾室私房钱做什么 李姨娘问道 怕是她的银钱出问题了 我冷冷道 她的私产没了 月钱又被扣了 如今想方设法弄到钱 带姨娘们走后 我让人去叫周燕 却被告知 她出府还未回来 我气得不轻 本以为这人在屋内看书 没想到竟偷溜出去玩 我的心里 隐隐升起一股不太好的预感 周燕是在半夜回来时 被我抓住的 起初 我以为最多这人 也就是去外面喝喝小酒 听听小曲 结果 单独问她的小四长青时 得到一个晴天霹雳 少爷最近天天半夜出府 去赌方赌钱 她说 她要把上次被王二狗 骗走的银钱 全赢回来 我 第四十四章 赌博哪里有银钱的 旁边的赵妈妈闻言 惊呼道 少爷是疯了吗 赌方里头 哪里有银钱的 长青低下了头 小心翼翼地瞥了我一眼 少夫人 少爷这几日 又在赌方输了不少钱 还说明天继续 我脸色冷得不行 若不是宽大的袖口遮着 我的双手 这一夜 我又梦到了前世的事 梦里面 父母跪着 求我去救苏彬彬 他们说 周燕在赌场输光了钱 把苏彬彬卖进了青楼 早上醒来时 我的脸色极其难看 重生回来到现在 我一直忽略了一个细节 若周燕败光家产 那我就算在周家站稳脚跟也没用 上一世 周燕因赌博 输光了整个周家 还把苏彬彬都给卖进妓院 这一世 为了我的荣华富贵 我绝对不能让她重蹈覆辙 我才刚洗漱完毕 管家突然匆匆跑了过来 少夫人 不好了 她神色异常到 外头来了几个凶神恶煞的人 说 说来周家要账 我一愣 问道 我们可有欠他们钱吗 没有 这些人小得压根没见过 管家顿了下 但我听他们提到了少爷 您说 该不会是 我皱了下眉头 刘管家 你先把那几个人请到前厅 我过会儿就来处理 是 我带着赵妈妈 往前厅去 四个彪形大汉 哥哥蹦着脸 站在大厅里 我深吸一口气 上前问道 请问 是我们周府的哪位 欠了各位银钱 一脸凶象的男人 从怀里掏出一叠欠条 弟弟我道 周大少爷在我们赌方 欠了八千两银子 这是他的欠条 夫人过过目 八千两 我大吃一惊 大厅内的下人 也被吓了一跳 我沉着脸接过欠条 细细一看 下面果真有周燕的签字和画鸭 刘管家 去把少爷叫来 我脸色急差道 是 管家匆匆出去 因为设计的银子有些庞大 我又让下人去通知婆母 婆母员在别院照顾周景长 乍一听 周燕在赌方欠了八千两 惊得差点晕厥过去 于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婆母由下人搀扶着进来 声音焦急道 阿燕好端端的 怎么会去赌方赌博呀 我忙上前扶住婆母 轻声安慰道 母亲莫慌 我已经让刘管家去叫相公了 带人来了 便知道发生何事了 那个混账东西 以前不学无术也就罢了 如今竟还赌钱了 婆母满脸怒火 说话时 声音都带着颤音 母亲消消气 我把人扶到椅子旁坐下 又倒了杯茶水滴给她 想来相公很快就来了 婆母摆了摆手 叹气道 我哪有心情喝茶呀 这时 上门要债的几个壮汉 一脸不耐烦道 两位 周少爷欠的赌债 你们什么时候还 如今周府虽我涨家 但到底实权 还是在婆母手里 我看向婆母 犹豫道 母亲 这钱 婆母揉着发疼的太阳穴 摆摆手道 鱼儿 你让人带他们去账房之前 八千两岁多 但对于合成首富周家来说 还是可以轻松拿出来的 我低头应声道 是 四个壮汉见轻轻松松就能拿到钱 严肃的面孔 立马露出喜色 乐呵呵道 不愧是合成首富 这掏钱的速度就是快啊 婆母听着这些话 心里头更气了 语气极差道 拿的钱赶紧走 是是是 壮汉说完 跟着下人走了 几人一走 婆母再也忍不住了 抓起桌上的茶盏 就往地上砸 不成器的东西 都被人家上门催债了 带他来了 我非打死他不可 我叹了口气 出声安慰了婆母几句 赌方的人拿到钱 将周燕的欠条留下后 开开心心走了 周燕的赌债解决了 母亲虽气愤 但也是松了一口气 没过多久 去叫周燕的下人 回来说周燕生病了 她怕把病气过给我们 就不过来了 她这会儿倒是知道害怕 想躲起来了 婆母冷笑一声 发怒道 再去叫 那臭小子若不愿来 就拿绳子给我捆过来 婆母这次是真的动了怒 大声道 别说是病了 就是死了 也得给我抬过来 是 下人吓得匆匆离开 许是知道躲不过去了 没过一会儿 周燕搭拉着脑袋 心虚地挪进了前厅 娘 人才刚出生 婆母抓起茶盏 就朝她砸了过去 看看你干的好事 还学会赌钱了 茶盏过来时 周燕下意识侧身躲开 好好的茶杯 再次碎成了渣渣 我怎么就生出了 你这么个不争气的玩意啊 婆母伸手指着她 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给我跪下 周燕知晓闯了祸 她膝盖一弯 直接跪了下去 娘 孩儿知错了 杯盏的碎渣子 散落在地上 男人这一跪 有些直接扎进了她的腿里 婆母见她的膝盖流出血来 脸上滑过一抹心疼 可到底还是因犯下的错事 而忍住没让她起来 你给我说说 好端端 为什么要去赌方赌钱 周燕头捶得滴滴的 起初 她还打算门混过关 可架不住婆母的再三逼问 最后指的都交代了 这没钱的日子 实在是太难过了 她前些日子从府里偷溜出来 恰巧经过赌方 于是心生一计 当了腰间的玉佩 打算搏一把 可最后 钱没赢回来 道歉赌方二百两银子 周燕不服输 接连几天又偷溜出府去赌方 最后 越赌越大 钱也是越欠越多 待她反应过来时 已经欠下八千两了 她无力偿还 干脆躲在家里不出门 赌方找不到人 便来周府要钱 婆母听完她说的话 气得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 捂着心口大喊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婆母发泄完 很快又抓住了重点 她盯着周燕问道 你为什么会没钱 你在府里有一百多两月银 再加上我 与父亲送你的一些私产 你怎会穷得没钱花 这 第四十五章 你非要逼死她不可吗 周燕眼神闪烁 一时间有些回答不上来 婆母见她这样 知道事情必有蹊跷 她转头看向我 云儿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看了眼周燕 有些为难道 母亲 这件事还是让相公同你说吧 周燕 你给我把事情说清楚 男人到底顶不住婆母的压力 只能将王二狗骗光她钱财的事情说了出来 牵扯到王二狗 周燕最后还是把孙姨娘抖落了出来 婆母听完后震怒 又是那个脚家惊 婆母拍着桌子 咬牙切齿的 来人 把姓孙的那女人给我带过来 周燕跪在地上没吭声 王姨娘最近一直被关在柴房里 她被带进大厅时 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披散下来 破碎的白裙染着点点污渍 身形单薄地让人心疼 王姨娘本就生得若风拂柳之姿 此刻 她的脸庞泪痕斑斑 眼神害怕又无助 整个人美丽又脆弱 让人不禁心生怜惜之情 周燕到底真心爱过她 哪怕被这女人欺骗 如今见她这样 内心有些松动 婆母接回周景常后 便一门心思照顾女儿 也没管过儿子 更不知道孙姨娘失宠的事 乍一看地上的女人 婆母惊了下 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孙氏 是你把王二狗介绍给阿燕的 一听王二狗的名字 孙姨娘受血的肩膀一颤 盲跪在地上磕头道 夫人 妾身已经知道错了 求夫人开恩 饶了妾身这一次吧 在柴房住着的这些日子 早磨光了孙姨娘的傲气 地上的女人 如惊慌的猫般 蜷缩成一团 声音无措又害怕 见她这样子 婆母训斥的话 全堵在了喉咙口 孙氏 阿燕被骗光积蓄 误入歧途 这两件事都因你而起 婆母浑身透着威严 眸光冰冷地看着 跪在地上的女人 道 像你这种绞佳精 我们周家绝对不可能再留 孙姨娘惊恐地抬头看向婆母 眼中含着泪水 颤抖着声音道 夫人 你 你要把我赶出府 事到艰难 她一个青楼女子 身无分文 离开了周家 也是无处可去 等待她的 不是出卖身体 就是死亡 婆母的声音透着决绝 但出府已是对你最轻的惩罚了 若交由官府法办 敦牢房不说 你还得受一顿皮肉之苦 不要啊 夫人 孙姨娘吓得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妾身根本不知道 那人是骗子 妾身若早知晓她的身份 做什么都不会 把她介绍给少爷认识的 其实 对于周燕被骗这件事 孙姨娘心里头 觉得自己也挺委屈的 虽然她把那个人介绍给了周燕 可最终掏不掏钱 还是周燕自己做决定的 如今出事了 凭什么 就把所有的错都怪她一人头上啊 孙姨娘跪着 爬到周燕面前 柔弱地抓住男人的手 哭哭哀求道 阿燕 我不要离开周府 你劝劝夫人 让她别把我赶出去 女人泪如泉涌 几缕黑发黏在修长的脖梗上 一身染着脏污的白裙 带着几分破碎感 看得周燕泛起丝丝心疼 孙姨娘察觉周燕对自己的于心不忍 眸中闪过一丝得逞 紧接着 女人突然从地上站起来 悲痛欲绝道 阿燕 既然你不要我了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倒不如干脆死了算了 没等周燕反应过来 人已经直直地朝大厅柱子撞去 起而 周燕大惊 飞身就去救人 婆母也被眼前的一切吓住了 她忙到 快把人拦住 周燕到底晚了一步 孙姨娘的额头撞上柱子 鲜血从额头流了出来 白色的裙子被鲜血染红 女人躺在血泊中 容色七绝 似一朵败露的海棠花 周燕颤抖着双手将人抱起 满脸害怕和惊慌 齐儿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 错了 你别离开我 随着男人一声声痛苦地叫唤 女人浓密地睫毛微颤 虚弱地睁开眼睛 阿燕 周燕大喜 急急道 齐儿 阿燕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第一次遇到你 我便深深爱上了你 我不想跟你分开 所以才撒谎骗了你 孙姨娘带写的手指 轻轻抚上周燕的脸颊 阿燕 你能原谅我吗 能能能 周燕连连点头 只要你别死 都原谅你 孙姨娘露出一抹凄惨的笑 太好了 说吧 手无力垂下 整个人昏了过去 齐儿 周燕叫得撕心裂肺 男人把人抱起 慌慌张张往外头跑 府衣 快把府衣叫过来 大厅内乱成一团 我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孙姨娘还真是豁得出去 周燕临走前 突然转身看向婆母 愤愤道 这下子 你满意了吧 儿子 婆母的话还没说完 周燕已经抱着人离开了 婆母慌张地拉住我的手 有些后怕道 云儿 你说阿燕她 她不会真的恨上我吧 周燕那般带着恨意的眼神 婆母从未见过 我拍了拍她的手背 柔声安慰道 母亲放心 相公一时脾气 她不会真的生你气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婆母松了一口气 后又自言自语起来 其实阿燕去读 也不能全怪她 这男人手里头没钱了 可不得想办法赚钱 只是她用错了办法 我 婆母松开我的手 满脸担忧道 阿燕的腿 被碎瓷片伤着了 如今她一门心思在那女人身上 怕是不会照顾自己 说着 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得去何元瞧瞧 也让府衣给阿燕支支腿 看着婆母远去的背影 我重重叹了口气 如今我倒是有些明白 为什么上一世周燕 会拜光周家家产了 慈母多半啊 自从孙姨娘撞了柱子后 她又在何元住下了 且与周燕的感情 也恢复了些 本以为经过这件事后 周燕该吸取教训 好好读书了 可谁曾想 三日后的早上 管家匆匆跑来告诉我 周燕已经两天没回家了 什么 我放下勺子 不解又气愤到 人不是每日都在书房里看书吗 刘管家急得擦汗 小得远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 可其实待在书房里的是长青 根本不少言 我 第四十六章 怎么还去赌方啊 刘管家 你好好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爷不在书房 那他去哪里了 管家便将知道的事情 同我说了下 原来 周燕两日前对下人们 说他要好好读书 不许别人打扰他 于是 下人们一日三餐纸 送到书房门口就走了 每日食盒拿进去 再拿出来时 都被吃得干干净净 所以 下人们并没有发现异常 直到今天早上 管家有事要询问周燕 敲了半天的门无人应答 他这才觉得 事情不对劲 管家找人 撞开书房的门 屋里哪有周燕的影子啊 再三逼问长青 才知道 每日都是他 乔装成周燕的样子 在屋里看书 至于郑主 早溜出府去了 管家将打了 十大板子的长青 带了院子里 我站在门口 冷声问道 长青 少爷去哪里了 小四自知闯下大祸 也不敢隐瞒 颤抖着声音道 少爷 他 他又去赌方了 什么 我狠狠倒抽了一口气 赵妈妈恨铁不成钢道 少爷是既吃不既打呀 上次输了那么多钱 怎么还去赌方啊 我忍着怒气 黑着脸朝刘管家道 去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丁 待会儿随我出门去 刘管家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点头道 是是是 小的这就去 我让秋叶和东梅 帮我梳洗装扮 也不穿那些累赘的拖地长裙 指着一方便行动的如群 我又去了周景长的院子寻婆母 当婆母得知 周燕还在赌钱时 彻底傻眼了 这 这不都还完钱了吗 怎么还去赌啊 母亲 相公上次输了八千两 她不服气又去赌了 听长青说 这次输的数额比上次更多 什么 婆母 惊得不知所措 上次孙姨娘撞了柱子 婆母怕周燕记恨她 当天就给她恢复了月钱 还偷偷拿了些自己的私产 接击周燕 婆母的这一番 讨好 倒给了周燕在 剧赌的资本 婆母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我全部看在眼里 婆母焦急地来回踱步 我开口安慰到 母亲莫要心慌 儿媳已经知道 相公在哪间赌方了 只要将人带回来 那定是不会有事的 那还等什么 你赶紧去啊 婆母催促道 只是 我由于片刻 脸上有些为难道 相公如今一门心思 陷在赌方里 而媳若强行将人带回来 她势必 要与儿媳大吵大闹 万一她要休了儿媳 那她敢 婆母怒吼一声 她拉住我的手 轻轻拍着手背道 于儿 你只管去将人带回来 有母亲给你撑腰 她休不掉你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有母亲的承诺 儿媳便无后顾之忧了 母亲且等着 儿媳这就去赌方 将相公带回来 我知道 婆母不愿当这个恶人 她怕惹得周燕厌恶 可我苏云不怕 周燕的厌恶对我而言 根本比不上荣华富贵来得重要 周家绝不能倒 周燕的毒瘾必须见 我带着赵妈妈 走出别院 来到前院时 刘管家已经召集好了人 十个家丁 各个人高马大 身强体壮 他们瞧见我 钟气十足地喊道 见过少夫人 我点了点头 冷声道 眼下少爷 正在合成的大赌方里赌钱 你们随我去 把少爷抓回来 几人听完后 面面相去 我解释道 你们莫要害怕 今日这是婆母也是知晓的 去了赌方 你们只管抓人 一因后果 我会承担 护院们听我这样讲 瞬间有了底气 大声道 是 我们听少夫人的 只要你们能将少爷 带回周府 这个月 每个人的月钱翻倍 一听还有钱拿 大家伙瞬间来了斗志 高呼道 少夫人放心 我们一定把少爷带回来 长青一瘸一拐地 在前头带路 一行人很快 就到了赌方门口 我从软教里出来 抬头一看 匾额上写着 广发赌方 四个字 清早的赌方 虽有人 但并不算多 我带人进去时 一个三十多岁 满脸横肉 目光不善的男人 拦住了去路 唉 你们谁啊 知不知道这里是 长青立马上前 朝男人解释道 赵管事 这是我们周家的少夫人 我们是来叫少爷回去的 长青是周燕身边的小厮 赌方里的管事自然认识 找管事一听我的身份 倒没了刚刚的嚣张气焰 他眯着眼睛 将我打量了一遍 最后吸了吸鼻子 十分猖狂道 你们这么多人进去 打扰了我们的客人怎么办 想找人 那就你们少夫人 一人进去找 其他人给我在外头等着 那怎么行 长青不同意 陪着笑脸讨好道 赵管事 我们就进去一会儿 不会打扰其他人的 那也不行 赵管事哼了一声 毫无商量的余地 这 长青看向我 我掏出一个钱袋子 递给赵管事 我们找到 相公救出来 还请赵管事通融一下 男人顶着我的手看了会儿 最后还是没松口 那也不行 不仅不让进 他还叫了赌方的几个打手 直接守在门口 能在赌方里干的人 身上都是些戾气的 一群凶神恶煞 将周家加丁岚在外面 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 我朝周家吓人们道 你们在外面等着 我一个人进去 少夫人 绿柳和长青不同意 赌方鱼龙混杂 绿柳离开周家前 特地跟管家要了把匕首说 要保护我 我悄悄接过绿柳的匕首 塞进衣袖里 朝他们道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赵管氏见我一人进去 很快就让打手们放行了 赌方里乌烟瘴气 臭气熏天 男人女人都有 个个跟风魔了一样 开大开小的叫唤声 不绝于耳 我捂着鼻子 经过赌桌时 细细瞧着是不是周燕 正当我找完一楼 打算上二楼时 赵管氏将我拦住了 周少奶奶 周少爷可欠了我们赌方不少钱呢 他色眯眯地看着我 要不 你把周少爷欠的钱 给我结了吧 第47章 胆子怎么如此大 连赌方都敢闯 我今天没带钱 改日你拿着欠条 来周家拿钱就行 说完 我绕过他 就要上二楼 哎 这可不行啊 赵管氏借着阻拦我的油透 对着我动手动脚 你干什么 我后退了两步 立声赤道 我能干什么啊 赵管氏舔了舔嘴角 道 我就是想请少夫人 去别处聊聊周少爷欠钱的事 我忍着怒气 冷声道 他欠的钱 你去周府要 我现在找人 你给我让开 哎呦 急什么呀 刘管氏一点点靠近 嘴角扬起恶心的弧度 你相公在我们赌方又丢不了 来来来 咱们去另外一间房聊聊 只不定我俩聊开心了 周少爷的钱也不用还了 说话间 一只黑黄的大手 就朝我的胸摸过来 满脸横肉的男人 露出贪婪的表情 下流的动作 更是刺激着我的神经 啪 我一时没忍住 抬手扇了他一巴掌 挨了打的赵管氏 瞬间怒了 表情猙獰又扭曲 露出一抹猙獰的笑 臭娘们 竟然敢打老子 说话间 他就要伸手来抓我 今儿你就别想从这赌方出去了 老子完不死你 我面色发狠 将匕首掏了出来 就知道赌方不好闯 不见点血事 找不到周燕的 不过 没等我动手 突然身后袭来一道冷风 下一刻 赵管氏被人踹飞了出去 我呆愣了下 转头朝身后看去 阿兄 我惊喜大叫 萧景山一身墨色长袍 腰间系着金丝边的铜色腰带 身形魁梧 浑身散发着森冷的力气 他身后跟着四个手下 各个身长体阔 面容不善 瞧着就十分不好惹 阿兄走到我面前 褪去身上的寒气 有些责备道 胆子怎么如此大 连赌方都敢闯 我自知鲁莽了 变错道 我是来找周燕的 萧景山眉头一皱 棱角分明的面容 泛起一抹冷意 他染上毒瘾了 我闷闷道 嗯 男人眼底生起火气 朝身后的手下道 去楼上把姓周的带下来 是 两个男人立马上楼 这时 被踹到墙角跟的赵管事 骂骂咧咧地从地上爬起来 他娘的 那个王八高子赶踹老子 老子尖非得打死 萧景山大胯步走到他面前 一大片阴影笼罩下来 赵管事下意识抬头看去 碰 还没等他看清楚来人 一拳头已经砸在了他的脸上 萧景山居高临下看着男人 眼神似脆了毒 阴质又残忍 那只手碰着他 赵管事瞳孔瞬间一缩 脸色下得惨白一片 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萧 萧老大 您您您 不说 萧景山微微眯眼 吐出残忍的话语 那就两只手都砍了 赵管事 话音刚落 两个手下拔刀上前 萧景山走到我面前 高大的身躯将我挡住 柔声道 乖 去外面等着吧 周燕很快就出来吧 好 我乖巧地应了声 转身之际 赵管事爆发凄厉的惨叫声 我没做停留 直接离开 萧景山嫌恶地看着满身是血的男人 再让我看到你调戏女人 我就砍了你的脑袋 当球踢 赵管事疼得眼泪鼻涕一大把 嘴里传来断断续续 全是求饶声 把人给我从后门扔出去 赌方里个个都是赌鬼 又哪里去管别人的死活 赌方的声音 很快盖住赵管事的惨叫 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 周府的人 见我出来松了一口气 没一会儿周燕就被人推了出来 此时 他已经赌魔症了 原本英俊帅气的男人 现如今拉里拉遢 浑身酸臭气 眼底是乌青的黑眼圈 满脸的落腮胡子 衣服也皱得不像样子 放开老子 老子还要继续赌 他一边叫着 一边要继续进赌方 我朝带来的家丁命令道 把少爷捆了 直接带回府 是 家丁一哄而上 眨眼的功夫 周燕被捆成了粽子 混蛋 你们造反啊 连老子也敢绑 周燕边挣扎 边叫道 赶紧放开老子 我忍无可忍 上去照着他的屁股 就是很踹一脚 周燕 你给我消停话吧 王八蛋 败了这么多银子 若不是有人看着 我真想 送他上西天算了 横竖没了这败家子 我照样是周家的少夫人 周燕被踹得往前冲 下人们一时没抓住 他直接摔在大街上 来了个狗吃屎 男人的下巴磕在地上 嘴巴破了皮 流了一嘴血 姓苏的 你个汉妇 老子要羞了你 周燕瞪着两眼珠子 恨不能吃了我 我上去又给了他一巴掌 你再骂一句试试 我让人堵了你的嘴 你敢 周燕叫道 你看我敢不敢 我回眸逼试他 周燕说 到底也是个气软趴硬的 他见我来真的 倒也开始认怂了 那啥 有话好好说吗 你 你叫人绑着我做什么 周燕嘀咕完 见大街上不少人朝他看过来 男人觉得丢人 气急败坏道 看看看 看得屁呀看 也不怕长真眼 赶紧滚蛋 大街上的被他吼得一跳 纷纷把头转了回去 可那嘴角 却怎么都压不下去 周燕以前在河城 怎么说 也算是半个人物 大家伙见了他 谁不叫他一声 周少爷 可这会儿 所有人瞧他的眼神 都透着嘲讽 好似在说他剧内 周燕本 被压下去的怒气 再次被挑了起来 他恼羞成怒道 苏云 你的泼妇 汉妇 老子怎么就娶了 你这么只母老虎啊 你赶紧放开老子 不然 男人的声音是在过躁 我走到他面前 冷冷与他对视了眼 周燕瞬间眼气息鼓了 骂呀 怎么不继续骂了 我冷声道 你以为我不敢啊 我 周燕再次叫嚣 我直接手做刀撞 毫不客气地 对着他的后脖子劈去 怡长青忍不住别开眼 这瞧着就疼啊 周燕 你 下一刻 他的眼睛往上一翻 直接昏了过去 给脸不要脸 直接抬走 我朝周府的下人命令道 是 第四十八章 相公的身体 我会亲自照顾的 萧景山半依靠 在赌方门口看我发飙 他脸上冷硬的线条 柔和了下来 嘴角扯出一抹笑容 看样子 我是白担心了 伸手的手下大虎 满脸佩服道 不愧是老大的妹妹 虎兄五犬妹啊 那是自然的 二虎道 就那一下子 男人都不一定做得到 二虎说着 还模仿起砍脖子的那动作 周家下人 将周燕抬进轿子 我看向门口的阿兄 朝他头去感激的目光 阿兄用口型对我道 去吧 我点点头 也钻进了轿子里 我是坐着软轿来的 回去时 轿子里多了个人 看着身旁不争气的男人 我当下做出一个决定 回到周府 我先下轿 朝下人叮嘱道 你们把少爷抬进他的别院 但是记住了 千万别松绑 是 才将周燕安顿好 婆母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我将人拦在院子里 并没有让他进屋子 于而 阿燕怎么了 婆母满脸着急 又有些不解道 你快让我进去瞧瞧他 母亲放心 相公现在很好 我柔身宽慰道 只是相公几天没休息 回来便睡着了 母亲若现在进去 会打扰相公休息的 长青守在门口 听我这样讲 惊得抬眸看过来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 他吓得立马垂下眼眸 少夫人如今太可怕了 轻易不能惹啊 婆母听我这样讲 又气又无奈 这人犯下这般错的事 还有心情呼呼大睡 真是没心没肺 母亲 夫君他已经知道错了 还答应而席 以后都不赌钱了 我笑着道 真的吗 婆母一喜 鱼儿 阿燕真这么说 嗯 我重重地点了下头 母亲放心 相公这边有儿戏照看 您去照顾警察就好了 两个孩子都不省心 婆母也是心力焦脆 鱼儿 辛苦你了 婆母感动道 不辛苦 我摇了摇头 照顾相公事 戏应该做的 鱼儿 咱们周家可真真是上辈子 积了福了 这辈子才遇到你 这么好的儿媳妇 母亲严重了 我贤惠乖顺道 儿媳一定会把相公照顾的书 书 扶 扶 一旁的长青 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绿柳狠狠瞪了他一眼 婆母 对我很是放心 夸了我几句 便离开了 看着婆母离开的背影 我脸去笑容 冷声命令道 长青 少爷院子里 有多少个能出去的途径 想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长青 你现在去把那些途径 全部给我堵上 连狗洞都不许放过 长青见识了我的手段 直接应声照办 我又让管家派了几个人 守住院门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人进来 到了下午 床上的男人终于醒了 昏暗的房间里 五花大绑的男人 满脸迷惘之色 好一会儿 才想起前面发生的事 周燕一张脸 瞬间变得怒火滔天 苏云 你这个泼妇 说话间 他朝我扑过来 但是 咚 得一声响 整个人从床上栽了下去 呵呵 绑成这样还想打人 毫无自知之明 周燕再次头着地 破了皮的鼻子 再次留下两行血 我坐在距离床不远的椅子上 忍不住摇了摇头 要是再摔几次 这英俊帅气的面庞 就得毁了 不过 我是不心疼的 反正帅与不帅 于我而言 就是个工具人 周燕肚子 靠着床 脑袋朝下 腿朝上 滑稽又可笑 他挣扎了好几次都没起来 最后气得哇哇大叫 苏云 你还不赶紧过来帮忙 我坐在椅子上 连屁股都没挪一下 相公 你不是挺能耐的吗 赌方里都能输掉好上万两银子 怎么自己站起来就不行了 听着我讥讽的话 周燕七的胸膛 起伏不定 男人倒立着 脸颊充血 浑身难受 他张嘴想骂我 可屋内救我跟他 我若不帮忙 他就得一直这么倒着 丢脸是一回事 还有可能丢了性命 最后 男人妥协了 我错了 苏云 我真的错了 你快帮帮我吧 再这么倒着下去 我的脑袋就得炸了 浑身的血液都直冲他的天灵盖 整个人晕昏昏 心头还涌起一股恶心感 我见他软了脾气 也没再为难 朝外面喊道 长青 进来 长青推门而入 屁颠颠地跑过来 恭敬地问道 少夫人 你有什么吩咐 去把你家少爷扶起来 哦 好 长青一得令 立马跑去将道立的周燕放平 然后抱着他的身体放到床上 整个过程 周燕只能任人摆布 终于坐到了床上 周燕朝自己的小厮命令道 把我身上的绳子解开 这个 长青窃窃地看了我一眼 少爷 没有少夫人的命令 小得不敢 周燕一听 气得抬脚就想朝他踹去 池里爬外的东西 你到底听谁的 结果 这腿才刚伸出去 人就因力道 直接往后仰 咚 的一声 周燕的脑袋 磕在了床板上 疼得他呲牙咧嘴 少爷 你还好吧 长青赶忙将人从床上扶起来 关心地问道 长青 你先下去吧 我冷声道 长青同情地看了眼周燕 最后 在周燕的大骂声中 灰溜溜跑了 周燕气得又想骂我 但在看到我脸上的冷意后 乖乖闭上了嘴巴 相公 咱们来好好谈谈吧 我道 周燕一听我这话 立马扎毛道 想要让我跟你谈 就先把我身上的绳子卸开 我冷笑一声 相公 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讲条件 那老子 就不会跟你谈 周燕瞪着眼珠子 出口的话都有些破音 也行 我耸了耸肩膀 那就等你什么时候想跟我谈了 咱们再谈好了 反正难受的是他 又不是我 周燕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朝门口走去 见我真走 男人再次叫起来 姓苏的 你还真的 我置若罔闻 出了房门 就将锁落下 喂喂 苏云 你又回来 又回来 周燕被绑着身体 没办法动弹 只能一上一下抬着身体 用屁股撞在床板上 发出点声响 少夫人 咱们接下去怎么办 常青站在门口 听着里头发出的动静 有些担忧地问道 我会派人看住少爷 除了我之外 不许其他人进入房间 我叮嘱道 至于少爷的一日三餐 就由你来喂 他要不吃 你就让他饿着 是 常青点头 我刚吩咐完 一抬头就看到孙姨娘 领着两个丫鬟 面色焦急地 往周燕的院子赶过来 第49章 你觉得我会听你的话 如今周燕院子里的人 都听我的 守门的下人 直接将孙姨娘拦住了 孙姨娘 少爷正在休息 不许任何人打扰 您请回吧 经过前几次的事 孙姨娘的脾气收敛了不少 她的额头上还缠着纱布 细细的柳叶眉微微醋着 有些不约道 我来看看少爷 不会打扰她休息的 那也不行 下人坚决道 你妈 孙姨娘有些生气 没等她发作 我走到院门口冷声道 发声何事了 守门的下人 恭敬地朝我行礼 我冷冷看了面前的女人一眼 道 相公如今在休息 孙姨娘请回吧 孙姨娘心有不甘 露出牵强的笑容 哀求道 少夫人 妾身实在是担心少爷 您就让妾身看一眼吧 不行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到 相公身体虚弱 这些日子需要好好休养 任何人都不得打扰 听我这样讲 孙姨娘的脸上露出担忧之色 少夫人 少爷是出什么事了吗 她有些焦急 这好端端的 怎么会身体虚弱呢 不吃不喝在堵桌上玩了两天 你说身体会不会虚弱 我冷冷道 行了 少爷我会照顾的 你就先回去吧 我被周燕的事弄得心烦意乱 哪里还心情 应付着女人 直接下了逐客令 孙姨娘要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可是 女人依旧不甘心 还想继续挣扎 我看了眼她额头上的纱布 淡淡道 孙姨娘额头上还有伤 大热天跑来跑去出一身汗 对伤口恢复可不好 小心再留下伤疤 孙姨娘 女人最自信的 就是这一张脸了 如今她天天担心 额头会不会留吧 果然 我这话一出 孙姨娘也赶不逗留了 直接带着丫鬟 回自己院子乘凉了 孙姨娘走后 我回了如医院一趟 赵妈妈上前问我情况 我也不对她老人家有所隐瞒 事无巨细地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 那 少夫人您打算亲自监督少爷 赵妈妈问道 嗯 我点了点头 婆母溺爱相公 下人们又不敢忤逆相公 整个州府上下 也就只有我能对付她了 赵妈妈一脸动容地看着我 少爷有你了这样的妻子 真真是她上辈子鸡大德了 我浅浅一笑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自己 这倒是实话 我即嫁到了周家 便与周燕是一条船上的人 她若倒了 作为妻子的 我也不会有好下场 为了自己 我也得让她立起来 赵妈妈给我收拾了些换洗的衣服 又让小厨房的王妈妈 做了许多糕点 让我带走 瞧着赵妈妈忙前忙后 我笑着道 我就是从这个院子 搬到旁边的院子罢了 妈妈你无需多忙 赵妈妈叹气道 少爷降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您如今要改造她 怕是得费上一番时间的 从这天开始 我与绿柳住进了周燕的别院 周燕起初脾气硬得很 咬死了不与我谈 就真的不与我谈 苏云 你个毒妇 破妇 抹老虎 周燕每日都在床上骂我 可任凭她怎么骂 我就是不为所动 就连院子里的下人 也在她的叫骂声中 渐渐习惯了 周燕虽然被抓了回来 可她欠下的赌债 赌方的老板就亲自登门了 曹老板是个约莫 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身着白色长袍 儒雅的气质 根本看不出 她开的是赌方 周少夫人 这是周少爷欠我们赌方的钱 她将周燕签下的借条递给我 厚厚的一叠 我沉着脸看完这些借条 加起来足有一两万 败家子 今晚别想吃晚饭了 曹老板见我脸色不佳 摆出一副很好商量的表情道 周少夫人 周少爷欠的这些钱 其实缓一缓给也是可以的 我们赌方不着急 不着急 你跑来府里跟我要钱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将借条放到桌子上 曹老板放心 我向公欠的钱 周家是不会来的 曹老板松了一口气 我这里呢 拟了一份跟你们赌方的契约 如果曹老板把这份契约签了 今天就能把一万两银子拿走 曹老板一听 大喜过望 可在结果看完上面的内容后 他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少夫人 你这可就有些为难我们了 他道 这腿 长在周少爷的身上 他想进赌方 我们哪里拦得住啊 我皮笑若不笑道 曹老板谦虚了 前几日 你们赌方的人 才把我们周府的下人 拦在外面不让进呢 你们若真想拦 就没有拦不住的人 曹老板一噎 又道 可他赌钱输了 你们不认账 这位明显也太霸道了吧 我也不同他理论 直接道 反正我就这一个要求 签了我的契约 一万两归你 不签 我顿了下 沉着脸继续道 不好意思 我是一文钱都不会替他还的 你 曹老板的脸上露出怒容 言语中隐隐带上了威胁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你们周家在合成说 到底也不过就是个伤货 你觉得我会听你的话吗 我只是他的眼睛 毫不惧怕道 你是不用听我的话 但萧景山的话 你听不听 曹老板脸色一变 你跟萧景山到底什么关系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冷冷道 前几日 你们赌方那个赵管师的下场 瞧见了吗 我缓缓抬起眼皮 冷冷扫了他一眼 你也说了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你们赌方在合成说 到底也就是家黑店 论在合成的势里 你觉得 你比得过萧景山吗 你 曹老板气得不轻 实实物者为俊杰 曹老板 我劝你还是签了吧 我将契约递到他面前 忘了告诉你了 除了萧景山外 合成县太爷的小舅子 与我相公 是同穿一条裤子 长大的兄弟 你说 你这么一家黑店 县衙查抄 也是应该的吧 曹老板的呼吸变得急促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我 最后 咬牙道 好 我签 我松了一口气 狐假虎卫的感觉 真不错 曹老板冷着脸签下契约 气急败坏地 跟着刘管家去账房拿钱 我拿起桌上的契约 看着上头的名字 谋色沉了沉 合成有好几家赌方 光一家不让周燕进门可不够 第二日 我约阿兄在酒楼见面 第五十章 我还以为他有多大的能耐呢 见面的酒楼较为僻静 大中午店里也没几个人 我在二楼定下包间 又点了些阿兄欢喜吃的菜色 没过话 阿兄也上了二楼 他一身黑色金丝 暗纹绸缎长袍 长发竖冠 健眉入病 棱角分明的脸上 不带一丝笑容 他让四个手下留在外面 独自一人进了包厢 见到兄长 我开心不已 阿兄 你来了 萧景山冷硬的面容柔软了下来 伯良的嘴角露出一抹笑 于而请客 当兄长的自然要过来 我拉开离他最近的椅子 热络道 阿兄做 萧景山先袍落座 店里伙计很快就把菜色上齐了 阿兄快吃 我用干净的筷子 加了些菜进他的碟子 故意说 你总是不好好吃饭 有段时间还犯了胃疾 阿兄 王后你可能这样 一日三餐最是重要了 你现在又不是饿得没饭吃 要生生把自己胃搞坏了 那就太不值当了 我叙叙叨叨地说着 没一会儿 阿兄盘子里的菜 就有小山那么高了 萧景山哭笑不得道 于而 阿兄不是猪 我腻了他一眼 瞎说什么呢 你一个大男人 还怕吃不下这些菜啊 不过 也不再给阿兄布菜了 于而 你在周家过得怎么样 周燕加了一块红烧肉 放入我的碟子里 周燕对你好吗 这是阿兄第一次 认真问我在周家的情况 挺好的呀 我咬了一口红烧肉 公婆温和 相公听话 切实也不作妖 我在周家过得顺风顺水的 萧景山垂下了眼 语气沉闷道 那我怎么听说周燕有个极疼爱的妾室 为了他 成亲当晚 他连你的房都没进 阿兄你知道 我叹了口气 嘟囔了一句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不然 上次故意问我时 他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 周燕对你不好 萧景山眼底露出寒气 他若给你气瘦 阿兄帮你宰了他如何 我盲白手道 不用不用 说完 我狡黠一笑 阿兄 如今只有我给周燕气瘦的份 他可不敢惹我 萧景山一愣 这是为何 我就把周燕 绑在房里的事说了出来 萧景山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云儿 你这胆子 可真是够大的 瞒着公婆 把自家男人绑在房里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则则则 也就是他妹妹 否则 高低得说他一句 狠啊 我眨眨眼 谁让他想拜光周家的家产 我没弄死他 就算不错了 在兄长面前 我显得有些口无遮拦 萧景山嘴角浮现一抹浅笑 十分霸道地说 就算你真把人弄死了 也有阿兄护着你 我露出开心的笑容 就知道 阿兄对我最好了 萧景山文言 爽朗地笑了 你是我妹妹 我不对你好 对谁好 这一笑 如鸡血消融 春风拂面 可比他板着脸时好看多了 阿兄 我轻唤了一声 你应该多笑笑 你笑起来好看多了 萧景山一愣 道 好 阿兄听你的 以后多笑笑 饭吃到一半时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阿兄 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你跟阿兄 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萧景山放下手里的筷子 看着我道 快说吧 要我帮什么忙 我将自己写好的几张契约 递给他 阿兄 你能不能让合成的几家赌方 签了我这契约 让他们以后不允许 周燕进去赌钱啊 我承认 我挺自私的 可这也是 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周燕如今有毒瘾 我关得了他一时 可关不了他一时 婆母又是个心软的 周燕哄一哄他 他就能拿钱让他去赌 为了让自己 不变成前世的苏彬彬 我只能让阿兄 来做这个恶人 逼着其他家 赌方签下我这不公平的契约 阿兄看了眼我写的契约 毫不犹豫到 这点小事 包在我身上 谢谢阿兄 我感动到 你放心 以后合成的赌方 绝对不会招待周燕 阿兄朝我保障 阿兄在合成的事里 我是相信的 解决了周燕赌钱这个大麻烦 我心中的大事终于落下了 希望这辈子 我能守住周家的财富 我与阿兄开心地吃了顿饭 期间还聊起许多幼年的事情 我这边开开心心 周燕那边 可就遭老罪了 他依旧被绳子绑着 吃喝拉撒 只能在床上解决 哪怕常青伺候的无微不至 锦衣玉食惯了的男人 还是难受得要命 吃喝倒无所谓 拉撒却成了大难题 一个四肢健全的男人 要别人伺候他出宫 光想想那画面 他就受不住了 为此 男人已经憋了好几天了 持续到今天 周燕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他哑着嗓子朝常青道 你去把那个毒妇叫过来 常青有些犹豫 还是朝他道 少爷 夫人说了 只有您真心实意想跟他谈 他才会进来见您 吃里扒外的东西 那只母老虎 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要这样帮着他说话 周燕气得抬脚朝常青踹去 常青这次学聪明了 直接侧身躲开了 你竟然还敢躲 周燕气急败坏道 别忘了 你到底是谁的下人 常青忙陪笑 解释道 少爷您误会了 小的不是不让您踹 小的是担心 少爷若把小的踹伤了 那就没人伺候您了 你 周燕一咽 可他不得不承认 现在这个屋子里 也就常青愿意伺候他了 无可奈何之下 周燕忍着怒气 咬牙切齿道 你去叫那个毒妇 就说我愿意心平气和 跟他聊聊了 常青听他这样讲 喜得连连道 好好好 小的马上去叫少夫人 说实话 整日伺候周燕的吃喝拉撒 他也是有些受不住了 我刚回府 常青就匆匆跑来 找我了 我嘴角微够 才几天啊 就受不住了 我还以为他有多大的能耐呢 现在天气热 周燕连着几日不洗澡 吃喝拉撒 又都在床上 屋子里的味儿 简直能熏死个人 我让常青将窗户打开 散了会儿臭气 才慢吞吞走进去 一进去 常青就给我扳了把椅子 还用袖子擦了擦表面 这才道 少夫人 您请坐 我缓缓坐下 朝周燕问道 相公 终于想清楚 要跟我谈谈了 第五十一章 此生就得跟你这个废物绑一起 周燕并不搭理我的话 他瞧着自己小似的殷勤动作 一股闷气涌上心头 狠狠瞪了常青一眼 直骂他狗腿 常青却无所谓 他早已瞧清楚周府现在的形势 婆母因为周景上的关系 根本不管府里的事情 如今周府的掌家权在我手里 我才是给他发月钱的人 他不巴结我巴结谁呢 我当没听到周燕的话 只冷冷道 只要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现在我就能放你出去 周燕比前两天更加邋遢了 头发乱糟糟地不说 身上的衣服不紧皱 还脏得快瞧不出原本的颜色了 这几日吃不好睡不好 整张脸也是又黄又瘦的 还不满胡渣 嘶嘶 这哪里 还是那个合成俊俏的周少爷 说他是野人 乞丐都不为过 周燕对自己的邋遢形象 毫无察觉 他听完我的话 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心不甘情不愿地问道 什么条件 第一 以后不许进赌方赌钱 此话一出 就跟踩了周燕的尾巴 男人立马扎呼道 老子赌不赌钱 关你屁事 我冷声道 你上次输了八千两 这次又输了一万两 周家的家当都快被你输光了 你说关不关我事 周燕被我说得心虚 却还是耿着脖子 不服气地大叫道 周家的家当 是我爹正下的 我是我爹的儿子 儿子花老子前天经地义 就算老子败光了周家的家产 也跟你个外人没关系 我是外人 我被他的话气笑了 是 你姓周 我姓苏 在你眼里 我就是个外人 但是 我停顿了下 周燕你别忘了 我这个外人 是你们周家三枚六聘 八台大叫抬进家里 给你当媳妇的 我进了你们周家的门 此生就得跟你这个废物绑一起 现在你要拜光周家的家当 让我跟着你过苦日子 你说你的事情 跟我这个外人有没有关系 周燕被我问得说不出来话 干脆威胁我道 苏云 你还知道 你是我周燕娶的媳妇啊 身为妻子 却将丈夫软禁在屋内 光冲这点 我就能休了你 看样子 你根本没有 要跟我谈的诚意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既然如此 那就继续绑着吧 周燕 姓苏的 你给我回来 周燕气得大骂 你个黑心丹的泼妇 你吃我们家的 喝我们家的 到头来 你还虐待我 苏云 你没良心 你会被雷劈的 你不得好死 啪 我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一旁的长青 吓得直接别过脸 当做什么都没看到 周燕被扇得愣住了 待他反应过来后 发疯似的大叫起来 姓苏的 你个贱人 你竟然敢打我 老子跟你拼了 啪 我又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闹够了没有 我浑身怒气 警告道 你再骂一句 我还打你 你信不信 男人吓得铭紧了嘴巴 周燕 我警告你 你别再给我无理取闹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 试图跟他讲道理 半个月的时间 你输了一万八千两 我让你戒毒有错吗 男人的脸上 闪过一丝愧疚 随即又嘟囔道 我花我老子的钱 关你屁事 又是这句话 我努力忍住 在扇他一巴掌的冲动 周燕 你知不知道 你爹赚钱很不容易 离乡背井几千里 风里来雨里去 你拿命换来的钱 不是让你这样挥霍的 男人丝毫没把我的话放心上 只觉得 我夸大气词 你懂个屁 周燕冷哼一声 什么风里来雨里去 他那是到处游山玩水 知道吗 我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这种大人安慰小孩子的话 周燕竟然也相信 这十几年来 他是只长个子 不长脑子吗 我忍着怒气 朝男人道 你带着银票 出去游山玩水试试 信不信才出城门 就被抢得连裤衩子都不胜了 还游山玩水 挽你个头啊 我一丝没忍住 最后骂了句脏话 周燕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合成这般负数 照样有打家劫舍之徒 更别说 你爹去的千里之外 你有没有想过 你爹在经商途中 他可能会遇到山匪 强盗 那些人杀人不眨眼 稍有不慎 就得人头落地 除了被匪抢 还会被各地官府打压 你得为了不让他们扣留财物 可能还得丢尊严 赔笑脸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其中的辛酸和艰苦 你这种只知道 吃喝玩乐的废物能懂吗 我的一番话说完 原本一脸不屑的男人 瞬间没了声音 脸上满是复杂的表情 这时 长青朝周燕劝道 少爷 少夫人也是为了你好 你就答应他的条件吧 周燕依旧放不下面子 耿着脖子道 我不 他话没说完 长青突然凑劲 用极轻的声音道 少爷 你别忘了 你已经三天没出宫了 周燕 长青又问 您想拉裤子上吗 周燕 最后 在倔强和尊严之间 男人最终选择了尊严 他低垂着头 问声问气道 苏云 我答应你 以后不去赌方了 我重新坐回椅子上 周燕又问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我要你继续读书 过几天去参加 大儒的收徒考试 你疯了吧 周燕就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再次扎呼起来 老子早就跟你说过了 老子连三字经都被不全 怎么去给你考试 那就好好学 我丝毫不管他的挣扎 学不会就请老师教 总之 大儒的考试 你必须参加 我也不求周燕能有多大的出血 只要能好好读书 好好去参加大儒的考试 至于能不能通过 那就是 我要操心的事了 要说戒赌周燕还能接受 毕竟他才赌了没多久 这赌影不算大 想戒也容易 可读书 周燕直接摊在床上不动了 仰天长笑 要我读书 倒不如一箭杀了我算了 我 第五十二章 我先杀了你 帮我去下面探路 周燕被长青扶起来 他可怜巴巴地看向我 做着最后的挣扎 苏云 我可以答应你戒赌 但读书这事 真的就算了吧 不行 我毫不留情到 这件事 没有商量的余地 疯子 你就是个疯子 周燕又开始鬼 我看你是羡慕苏彬彬 嫁了个秀才 所以也想让我给你 挣个名声回来 我告诉你 你别白日做梦了 老子不会按照你说的做的 我被气笑了 我羡慕苏彬彬 难道不是吗 周燕口不择言道 既然你想当秀才夫人 当初你就该嫁给那个沈墨青才对 你嫁到周府祸害我干嘛 沈墨青他多厉害 多有才华啊 你嫁过去就是秀才夫人 以后指不定还是状元夫人 状元夫人 四个字直接刺激到了我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 冲过去就是一巴掌 还没长记性是不是 周燕脸颊发疼 红着眼眶怒吼道 姓苏的 你又打我 就在这时候 窗外传来惊呼声 谁 我转头看去 常青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赶紧开门追了出去 待他再次回来时 神色有些紧张 少夫人 是孙姨娘 他慌慌张张跑出了院子 我面色一沉 周燕立马得意起来 姓苏的 齐儿一定会把你的恶行告诉我母亲的 我母亲最疼我 他一定会把你个泼腹修了 男人原本还蔫巴巴的 这会儿倒得意起来 他行事在混账 那也是周家的独妙妙 婆母对他再失望 也不可能允许人 别人如此对他 周燕笑得越发嚣张起来 苏云 就算你是我娘子 又如何 我告诉你 我才是 从我娘肚子里爬出来的 我娘看到你这般虐待我 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她绝对会把你干出周家 周燕说得斩钉截铁 我却充耳不闻 哼 我抬脚走到书桌旁 拿起一只干了墨汁的毛笔 周燕 你知道吗 我看着手上的毛笔 声音淡淡道 这世道 女子一旦被修 那便没了活路 去尼古安常办清灯 已是好的了 若娘家受不住流言蜚语 就得逼着女人 自挂东南枝 了结性命 周燕愣了下 下一刻 她满脸冷一倒 你说的这些 关我屁事 是你自己先虐待我的 你被修后就是上吊 也是你活该 我因她这话 眸中的光亮 渐渐暗了下去 嘴角露出一丝自嘲 我怎么会想到 与这个没脑子的男人 讲道理 一个男人 又如何会懂 这世道对女人的 诸多不公 啪 毛笔被折断 反正你已经打算 修掉我 那我下半辈子 也没什么活路了 我将半截毛笔 紧握在手里 阴着脸 朝床上被绑的男人走去 周燕见我面色不对 吞了下口水 有些害怕地问道 你你你 苏云 你想干嘛 我在她的面前站定 嘴角勾出一抹冷笑 我活不下去 你也别想读活 说完 我举起半截毛笔 朝着她的脖子 就要扎下去 我先杀了你 帮我去下面探路 啊 杀人了 屋内爆发出惨叫声 另外一边 孙姨娘胆战心惊地 跑出了周燕的别院 直到确定没人追 这女人才停下脚步 一想到自己刚才 在窗口看到的情景 她一颗心 就止不住地狂跳 女人害怕的同时 又兴奋极了 竟然被她 撞进了少夫人的秘密 她竟然把少爷 关在屋里灵院 她一定要去告诉夫人 只要夫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少夫人就得从周家滚蛋 一想到这里 孙秦的内心涌起一股澎湃 周府的少夫人 若没人当了 那落到她头上的几率 可就大了 孙秦按耐住内心的激动 立马往周景长的院子跑去 可人才到院门口 就被守门的下人拦住了 没有夫人的命令 谁都不许进院子 家丁面容严肃 声音不带一丝感情 孙姨娘兴冲冲地过来 却被泼了盆冷水 连夫人的面都见不到 若是见不到夫人 那如何揭发少夫人的恶性 阿燕还等着她去救呢 孙姨娘对着守门的家丁 软磨硬泡 好话歹话说尽 可家丁依旧不松口 无奈之下 她干脆朝里头大叫起来 夫人 不好了 少爷出事了 两个家丁见此 直接动手赶人 孙秦急得不行 干脆继续朝里面喊 夫人 您快去救救少爷吧 您若再不去救她 她就要被少夫人折磨死了 这时 柳妈妈走了出来 出什么事了 孙姨娘一瞧柳妈妈 犹如抓住救命 稻草般大叫起来 柳妈妈 是我 我要见夫人 柳妈妈对孙姨娘 可没什么好印象 她直接忽视孙姨娘 朝守门的家丁训斥起来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大白天放着个人乱喊乱叫 若是朝到大小姐休息 小心夫人扣你们的月钱 一听要扣钱 家丁们对孙姨娘的恭敬 也就少几分 直接拿手里的木棍子 就要把人插出去 孙姨娘彻底慌了 见不到夫人 如何掰倒少夫人 孙姨娘没办法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柳妈妈的身上 柳妈妈 大少爷真的快没命了 您行行好 就算是为了大少爷 您就让我见一见夫人吧 柳妈妈只觉得 她在边瞎话 历声训斥道 说什么晦气话 大少爷活得好好的 你才快没命了 孙姨娘立马哭喊道 柳妈妈 我没有 我没有瞎说 我刚刚就是从大少爷的院子 跑出来的 我亲眼看见 大少爷被绑在床上 他浑身脏兮兮的 连头发都未梳 少夫人还在他面前 以致气势 还甩他巴掌 孙姨娘生怕柳妈妈不信 一股脑的全说出来后 又抬起右手 竖起两根手指发誓道 我孙秦若有一句是假话 就让我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柳妈妈起初 还觉得是孙姨娘发神经 可听着 她狠毒的誓言 心里也有些动摇 她皱眉看着孙姨娘 这女人明知道夫人不喜她 硬往夫人跟前凑 也是得不到什么好处 听这段时间 少夫人的确总玩着 夫人不让见少爷 难道 柳妈妈越想越惊 事关周燕的安危 她还是跑进院子里 向夫人禀告了这件事 第53章 分明就是少夫人 软禁了少爷 婆母听完柳妈妈的话后 脸色十分难看 柳妈妈 你确定她说的是真的 她是了解自家而习性子的 温厚恭敬 贤良淑德 只有被儿子欺负的份 怎么可能去虐待儿子 柳妈妈点了点头 神色宁重道 孙姨娘说的 有鼻子有眼 老奴觉得 毕竟事关少爷安危 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能放过一个 咱们还是过去瞧瞧吧 这会不会让云儿不开心啊 婆母有些犹豫 她素日里办事稳妥 我也急相信她 如今听一个姨娘叨叨几句 我便过去质疑她 旁人也就罢了 还是与她关系最不好的孙情 我这不是在打她的脸吗 柳妈妈认真道 夫人 您多虑了 什么打不打脸啊 您是少爷的亲生母亲 当母亲的去看到儿子 那不是应该的 就是少夫人 也挑不出一点您的错 再说了 孙姨娘刚刚那两嗓子 猴腿全府都听见了 柳妈妈沉思了下 又继续道 而且 老奴觉得 如今咱们去瞧少爷 有两个好处 婆母问道 哪两个 第一 过去瞧了少爷没事 那咱们 就可以替少夫人正名声 不让孙姨娘继续败坏 少夫人的名声 第二 发现少爷真被少夫人虐待了 那咱们 便能及时救下少爷 总之 不管事情真相如何 咱们去瞧少爷 总归是没坏处的 听完柳妈妈的分析 婆母豁然开朗 那就听你的 去阿燕的院子里瞧瞧 孙姨娘见柳妈妈 扶着婆母出院子 内心激动得不行 夫人 妾身说的都是真的 妾身亲眼瞧见 少夫人打少爷巴掌 少爷都快被她打死了 婆母冷冷看了眼孙姨娘 吐出两个字 郭噪 孙姨娘立马噤声 不敢言语 婆母带着柳妈妈 到了周燕的院门口 夫人 门口两个 家丁行礼 少爷正在读书 闲杂人等不能打扰 放肆 柳妈妈出声训斥道 夫人是闲杂人等吗 家丁自知说错了话 立马弯腰道歉 这是 孙姨娘趁机告状 夫人 您可千万别心这两人的话 他们跟少夫人是一伙的 少夫人软禁了少爷 还对他施虐 手段极其残忍 孙姨娘将周燕说得十分凄惨 最后抹着眼泪哭哭啼啼道 夫人 您不知道啊 少夫人命人拦住院门不让进 就是怕人瞧见少爷的惨状 继而发现他的恶毒心思 守院门的家丁 有些鄙视地 看了眼说少夫人坏话的孙姨娘 虽然他们身份低贱 可也分得清 谁好谁坏 少爷都沾上毒瘾了 少夫人为了她好 用点不寻常手段 也无可厚非 家丁忍不住替少夫人说话 夫人 孙姨娘在污蔑少夫人 少爷的的确确在书房看书 家丁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 婆母心里头到真犯起了嘀咕 她儿子什么德行 吃喝玩乐 遛狗逗猫的主 别说看书 就是让她坐会儿 都跟屁股上长了真似的 根本一刻都静不下来 婆母眉头皱起 担忧的心思渐渐加重 难道孙姨娘说的是真的 乖巧懂事的儿媳妇 真的在虐待自己的儿子 越想越慌 婆母干脆不顾家丁阻拦 直接冲进了院子 孙姨娘眼中闪过得意 十分热情道 夫人 妾身知道 少爷被关在哪里 妾身带您过去 嗯 婆母点头 孙姨娘满脸激动往前带路 心里期待着夫人重重惩罚少夫人 最好把人休了 赶出州府去 几人快到房门口时 我从屋内走了出来 母亲 我扶身行礼 有些差异道 您怎么来了 婆母的脸上有些尴尬 看了眼孙姨娘 又朝我道 云儿 阿燕呢 回母亲的话 相公正在屋里看书 你撒谎 孙姨娘尖叫道 我前面明明看见 你把少爷绑在床上 你对着他 又打又骂 孙姨娘生怕婆母信了我的话 慌乱中口不择言道 夫人 苏云她就是个毒妇 她定是怕我们发现 她的恶毒行为 才找借口说少爷在看书 好让我们打消 瞧少爷的念头 放肆 柳妈妈训斥道 少夫人的名字 也是你个姨娘 能喊的 婆母冷声道 柳妈妈 给我张嘴 好好教教她规矩 孙姨娘傻眼了 不是来抓少夫人 虐待少爷吗 怎么突然又虐气她来了 孙姨娘心下一横 扑通 一下 直接跪在了地上 夫人 可如今少爷危在旦夕 还请夫人先救少爷 孙姨娘满脸焦急之色 待救出少爷后 要打要罚 妾身随宁处置 婆母左右为难 这女人瞧着不像说假话 可儿媳在夫家虐待相公 又怎么听怎么假 婆母看向我 硬着头皮道 云儿 我也好久没见阿燕了 今日既然来了 你就带我过去瞧瞧她吧 这 我有些犹豫 可相公说她看书时 不想被人打扰 哈哈 苏云 你编 你继续编啊 孙姨娘抬头看向我 言辞凿凿道 少爷从来不看书 她怎么可能怕别人打扰 苏云 你这借口 简直烂死了 放肆 我刚要训斥 孙姨娘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 她以为稳操胜券 说话肆无忌惮 苏云 你少在我面前摆谱 你就等着夫人揭穿你的真面目 把你赶出州府吧 我 这女人到底哪里来的底气啊 她还真以为 我会待在原地 等着她来抓我把柄吗 我看向婆母 眼中流露出失落之色 母亲也跟孙姨娘一样 不相信儿戏说的话吗 于而 婆母有些尴尬 可还是道 你把门打开 我就看一眼阿燕 婆母最终还是选择了 相信孙姨娘 我侧身让开 相公就在里面看书 母亲和孙姨娘进去瞧瞧吧 婆母点头 命柳妈妈去开门 孙姨娘满怀期待 朝我头来得意之色 可当房门打开 女人的笑容瞬间僵硬在脸 不 这不可能 第五十四章 夫人这般好 怎么肯耐逼迫我读书 孙姨娘双眸瞪圆 表情跟见了鬼似的 满脸不敢置信 别说她了 就是婆母和柳妈妈 也觉得眼前这一幕 稀奇得很 屋内 周燕一身干净的衣服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身体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当然 若细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她脸色惨白 拿着书的手抖得厉害 桌子挡住的下半身 只着了件脏兮兮的蟹裤 光着两条腿 连鞋袜都没穿 可这会儿 婆母等人都出于震惊中 完全没发现她的异常 婆母呆呆地朝柳妈妈道 这 这还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吗 柳妈妈吞咽了下口水 应 应该是吧 吃喝玩乐的少爷 竟然看起书来了 这简直是太喧话了 周燕好似刚看到婆母几人一般 露出惊讶的表情 道 母亲 你们怎么来了 婆母从呆愣中回过神 满脸尴尬道 哼哼 就是过来看看你 若母亲没什么事的话 那儿子要继续看书了 婆母呆呆地应了声 好 好 不 这不可能 一旁的孙姨娘瞬间慌了 脸上满是不相信 夫人 我真的看到苏云山少爷巴掌 你给我闭嘴吧 婆母满脸怒气 咬牙切齿道 我就不该相信你的贱人的话 你给我等着 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不是 我 孙姨娘见婆母动怒 心里头又惊又怕 可更多的是 疑惑不解 她明明看到周燕被打 怎么才这会儿功夫 她就好端端坐在书桌前看书了 这时 我嘴角微弯 缓缓开口道 相公 今儿孙姨娘也不知 从哪里听来了的消息 说你 被妾身软禁在屋内 还整日虐待你 你说好笑不好笑 周燕皮笑肉不笑道 嗯 确实有些好笑 我看着她 悠悠问道 那相公您说说 妾身有没有软禁你 有没有逼迫你读书啊 这 周燕面色有些难看 就连笑容也变得十分牵强 少爷 有婆母给您撑腰 您别怕 把苏云欺负你的事 全部说出来 孙姨娘怂恿到 在女人满怀期待的表情中 原本面色严肃的男人突然 扑斥 一笑 语气轻松道 开什么玩笑 我周燕可是周家大少爷 怎么可能被个女人欺负 说完 她看向婆母 咬着后牙槽 一字一句道 母亲 我是自 愿 读 书的 没有人逼迫我 我看向孙姨娘 相公的话听到了吗 不 这不可能 孙姨娘摇着头 脸上依旧是不幸的表情 女人这一副模样 落在婆母和柳妈妈眼中 就显得有些虎脚蛮缠了 婆母沉了脸 朝柳妈妈命令道 给我把人丢拖出去 别让她打搅少爷看书 是 柳妈妈力气大 将孙姨娘拖出房间 其而 周燕有些心疼 没等她站起来 我走过去按住了她的肩膀 声音温柔道 相公 孙姨娘的事 婆母会处理的 你就安心看书吧 温温柔柔的声音 钻进周燕耳中 吓得男人颤抖了下 婆母也赶紧附和道 是啊 是啊 阿燕 你好好读书 母亲就不打扰你了 我送婆母出去 婆母拉住我的手 由于再三 还是解释道 于儿 其实 母亲今日过来看阿燕 跟孙姨娘的那些话 没多大关系的 实在是好几日没瞧着人了 心里头分外想念 所以才 我露出一抹笑容 善解人意道 母亲放心 儿媳都懂得 也是儿媳顾虑不周 相公说要看书 便一直由着她来 该劝劝她去瞧瞧婆母的 听完这样讲 婆母内心越发不好受了 而媳妇这般好 她还听信谗言怀疑她 不该 实在是太不该了 婆母又安慰了我几句 这才领着柳妈妈 离开了院子 当然 也把孙姨娘给带走了 婆母一回水泻院 第一件事 就是重重惩罚了 污蔑我的孙姨娘 促使婆子将孙姨娘压在长凳上 两旁的下人手指板子 打了女人二十板子 孙姨娘被打得皮开肉绽 好一段时间 都没办法下床了 另一边 婆母带人离开后 周燕一把将书本摔在地上 男人胸口起伏不定 怒视着我道 你说的我都照做了 赶紧把解药给我 急什么 我浅浅一笑 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 你 周燕气得脸红脖子粗 牙齿咬得咯咯响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恶毒的女人 一旁的长青也满脸着急到 少夫人 中毒可不是闹着玩的 您快把解药给少爷吧 没错 我给周燕下毒了 在我要把毛笔扎进周燕脖子时 趁着男人凄惨大叫的功夫 直接为了他一颗故意给的毒药 我威胁周燕 若没有解药 就会常穿肚烂 蹊跷流血而亡 怕死的男人 吓得差点尿裤子 为了得到解药 我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松绑后主动换衣服 主动替我说好话 简直不要太听话 瞧着周燕下破胆的样子 我从怀中掏出一个白瓷瓶 倒出一颗药丸 朝长青道 拿给你家少爷服下吧 长青立马拿走药丸 谢谢少夫人 周燕接过药丸 连水都没喝 仰头就把药吃了下去 带吃了解药 男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下一刻 他突然露出得意的笑 朝我道 如今我没事了 苏云 你的毒妇 我现在就去母亲那里 向他揭发你的恶行 话音刚落 周燕从椅子上站起来 紧接着朝门口飞奔而去 我谋底一冷 就知道他会反水 房间就这么点大 我又站在离门不远的地方 在男人经过我身旁时 我伸出脚朝他一半 男人身体一歪 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长青无脸 简直没眼看 我缓缓弯腰 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的傻子 语气悠悠道 周燕 看样子 你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啊 周燕被我突然地靠近吓了一跳 仰头满脸害怕道 你 你想干什么 第55章 你想让老夫教你相公读书 我看着地上被我吓得不轻的男人 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 周燕 我也不怕告诉你 且不说现在婆母对我十分信任 你说的话 她根本不会信 就算她信了 反正我素晕爹不疼娘不爱 烂命一条 你将我逼急了 我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把玩着手里的黑磁瓶冷冷看了她一眼 有一句话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个毒妇 我今天可以给你下毒 明日我就能报复周甲 让你们所有人跟我一起下地狱 周燕下的瞳孔微缩 却还是颤抖着声音 故作大胆道 苏云 你 你少吓唬我 待把你抓起来后 我就直接让人送牙嘛 我看你怎么还怎么报复周甲 是吗 我吃笑一声 从黑磁瓶里 掏出一颗药丸 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命出去告状 说完 我一只手捏着男人的脸颊 做事要把药丸送进她嘴里 周燕下的面如菜色 一个劲地挣扎 可惜 她本就是个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的公子哥 又被绑着折磨了这么多天 挣扎的力气 小得跟个鸡崽子似的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长青 长青 周燕尖叫起来 快来帮老子 这 小四看看我 又看看周燕 一时间不知所措 还去婆母那里告状吗 我冷声问道 不去了 不去了 周燕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吓得连声音都变了 很好 我起身松开她 现在乖乖地我回去看书 没有我的允许 哪里都不许去 周燕整个人一松 躺在地上 汗如雨下 除了看书外 每日再练字三张 少一张饿一顿 一张不写 就一天不许吃饭 地上的男人身体一僵 朝我吼道 姓苏的 你干脆杀了我算了 我刚不就是在成全你吗 我居高临下看着她 冷声道 你倒是吃啊 周燕一叶 我警告你 别在我面前玩寻死逆活这一套 我冷冷道 给你交代句实话 你死不死 对我这个周家邵夫人的位置 没有任何影响 你死了 我就抱个周家旁之的孩子养 等公婆百年之后 我还是这周府的女主人 我说得大胆又放肆 周燕听得瑟瑟发抖 怎么 终于意识到 自己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了 我吃笑一声 朝长青道 给你家少爷延末吧 距离天黑可没多久了 能不能吃上晚饭 就看她的写字速度了 经这么一闹 周燕是彻底败下来了 她又怒又委屈 可却拿我毫无办法 最后只能屈服 走出书房 我紧动的身体 也松懈了下来 幸亏屋里的男人 是个好骗的 什么杀了她 抱养的旁之孩子 也就骗骗她这个傻子而已 她若真出事了 公婆第一个就会找上我 周燕这次是真学乖了 孙姨娘也被打得下白床 周府一下子安静许多 在周燕读书期间 我按照上次何夫人给我地址 带上礼物 拜访他们夫妻俩 何家买的院子 距离周府并不太远 是一座两镜的宅子 大门上头已经挂上了 何宅 两个字 把在屋内休息的何先生叫了出来 何世青一身白袍 头上一根玉簪 四十多岁的男人 身形有些轻瘦 浑身透着儒雅之气 周少夫人 何世青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她双手作依 十分恭敬地朝我拜了拜 周少夫人的救命之恩 何某无以为报 何先生言重了 我忙扶身还礼 何夫人将我请进大厅 我让绿柳将礼物放下 来就来 怎么还带礼物啊 何夫人十分过意不去 何宅如今还没有收拾完毕 除了何家夫妻外 就一个书童和一个小丫鬟 何夫人请我坐下后 又热情地让丫鬟给我看茶 周少夫人今日来 是有什么事吗 何夫人问道 她家宅子还未装修好 未曾对外待客 除非有事 否则 旁人是不会在这个时候登门的 不瞒周夫人 我今日来府上 是有一事相求 我面露尴尬 厚着脸皮的 何夫人愣了下 随即笑道 什么求不求的 你是我们老爷的救命恩人 但凡我们夫妻俩能帮得上忙的 你尽管开口 何世青点头道 我家夫人说得对 周少夫人直说无妨 我叹了口气 毫无保留地 将周燕最近干下的一系列荒唐事 全部说了出来 何夫人听完 十分气愤道 这周家少爷 简直是荒唐成性 说完 又十分同情地看向我 蓝位少夫人 还要替他收拾烂摊子 我与婆母对他毫无办法 请得几位教书先生 也全被气走了 我看了眼何世青 硬着头皮道 何城的夫子镇 不住我家相公 所以 我想求求何先生 您曾在京城任太子太妇 能不能教教他 何世青皱眉 你想让老夫收你相公为徒 不用收为徒弟 我盲白手道 何先生乃当时第一大儒 门下学生皆是学父五车 才高八斗 说我相公这种傻子为徒 简直是侮辱何先生的名声 我知道何先生 要在何城举办收徒考试 届时 您收了学生后 让我家相公过来旁听一下即可 就冲你的地位和威严 想来我家相公 会有几分忌惮 周燕在何城名声烂到家了 根本没有哪个夫子敢教他 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大儒身上 大儒乃是帝师 肯定不怕周燕 责罚周燕不用顾忌什么 就算是婆母知道周燕被罚 也不敢对大儒有意见 何世青陷入了沉思 若先生实在是为难的话也没关系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垂谋道 何夫人有些焦急地推了把自家老燕 人家对你有救命之恩 这点忙你还不帮啊 说完 又朝我道 不就是旁听吗 我家老爷本就要开课 这多一个 少一个 没多大关系的 何夫人朝和先生催促道 老燕 你倒是说句话 何世青缓缓看向我 我家夫人说的没错 我的命都是少夫人救的 你家相公这个忙 我帮了 说完 又加了一句 我本是打算收五名学生的 既然这样 你家相公也不用旁听了 我多收一个学生便是 当海少夫人的救命之恩了 我一听十分惊喜 谢谢何先生 但我的收徒 考试他 还是要参加的 如此 我也能看看 他到底有多少能力 好好好 我连连点头 反正是周燕考试 只要大如收了这逆子 莫说考试 就是吃屎 我也让他吞了 第五十六章 毕竟是我兄弟参加的第一场考试 关于大如答应收周燕为徒的事 我并没有告诉婆母 一来 怕他知道后 便不再严格管着周燕看书 二来 也怕消息走漏 对大如的名声不好 等周燕从书房出来时 已经到了收徒考试那日 我让下人伺候他洗澡 又准备了丰盛的早饭 最后 坐上周家的马车 去往考试地点 大如的收徒考试 在县衙内举行 每个前来参加考试的人 都要经过牙医的检查 等周燕被迫拎着个石盒 走到门口检查时 检查作弊情况的张孝忠 惊得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周周周 周燕 你也参加大如的收徒考试 男人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不情不愿道 嗯 一听周燕这话 张小忠一时没忍住 扑痴 一声大笑了起来 笑死老子了 周燕 我说兄弟 你一个三字经都被不全的人 竟然来参加大如的收徒考试 张小忠笑得十分张扬 不除了他之外 周围人得知周燕也参加考试 纷纷无嘴笑了起来 他们不敢像张小忠那般肆无忌惮 但抖动的身体 还是可以看出 他们忍得有多辛苦 周燕可是合成的小霸王 哪里受过这种屈辱 他把石盒朝长青手里一塞 恼羞成怒道 老子不考了 长青慌乱接住石河 少爷 你可不能不考啊 少夫人手里的戒齿 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站在人群中 默默注视着考场门口的动静 见周燕打算临阵脱逃 朝身旁的管家道 刘管家 去把人叫出来吧 是 少夫人 刘管家朝身后拍了拍手 下一刻 四个标形大汉走了出来 大汉们将周燕团团围住 你 你们想干嘛 周燕瞧着面前四个面色不善的男人 结结巴巴道 少爷 对不住了 话音刚落 四个大汉抬手的抬手 抬脚的抬脚 直接把周燕举过了头顶 喂喂 你们干嘛 赶紧放本少爷下来 快放下来啊 周燕又惊又怕 剧烈挣扎起来 我上前朝他警告道 相公 掉下来可就变残废了 一听这话 周燕瞬间不敢动了 经这么一闹 周燕也算是出名了 众目睽睽之下 他被四个标形大汉 抬进考试地点 后来许事觉得实在丢人 周燕干脆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张孝忠朝我竖起大拇指 嫂子 你可真是太飙悍了 他还没见过自家娘子 让人扛着相公进考场的 周燕被丢进考场后 还想逃跑 却被张孝忠拉住了 我说兄弟 别辜负嫂子的一番好意啊 说完 他叫来几个负责考场秩序的兄弟 不顾周燕的叫骂 直接将人带了进去 张大哥 我相公就麻烦你了 我朝张孝忠道 我也不求他 能达出大如初的考题 只要他能带到考试 结束再出来就行 放心吧 嫂子 我会帮你看好他的 张孝忠说话时 有些幸灾乐祸 毕竟是我兄弟参加的 第一场考试呢 有张孝忠帮忙 我倒也省心不守 领着管家一群人就要回去 苏云 不远处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抬脚的步子一顿 转头望过去 是苏拼拼和沈墨青 旁边还站着我爹娘 苏拼拼今日穿了件蓝色如裙 料子有些发皱 盘起的发际上光秃秃的 连个木簪都没带 他比以前瘦了不少 哪怕脸上敷了厚厚的粉底 依旧遮挡不住他的憔悴 想来 前面在牢房的日子并不好过 苏云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爹问我时 一点好脸色也没给 该不会周家少爷 也来参加考试了吧 沈墨青随口道 嗯 我应了一声 我送我家夫君来参加考试 我说完的那一刻 面前几人 犹如被点了学班 一动都不动了 许久以后 几人才反应过来 脸上的表情 从震惊 变成了无情的嘲笑 哈哈 哎呦 我没听错吧 母亲毫不留情地嘲笑道 我那不学无数的女婿 也来参加考试了 苏彬彬满脸讥讽 捂着嘴巴道 真是笑死个人了 就周燕那样子 让她吃喝玩乐还行 参加大如的选途考试 怕是连名字都写不全吧 苏彬彬这话一出 我娘笑得前仰后合 我爹和沈墨青 倒是名嘴极力忍耐着 但从他们嘲讽的眼神中 不难看出 他们对周燕考试这件事的轻蔑 我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们笑够了吗 哎呦 不行 不行 停不下来 让我再笑一会 我娘捂着肚子 笑得无所顾忌 我朝身旁的几个壮汉 使了个眼神 他们四人立马上前 面容争鸣道 那需不需要我们帮你一把 我娘的头顶 有阴影笼罩下来 他抬头一看 吓得立马闭上了嘴 沈墨青吓得脸色一白 赶紧拉了下苏彬彬道 快别笑了 这几个大汉 一瞧就不好惹 今日参加考试至关重要 他可不想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苏彬彬自然也瞧见了那几个壮汉 瞬间不敢放肆了 苏彬 你男人参加考试 根本就是丢人现眼 苏彬彬没忍住 十分得意道 我家相公 才是大儒想要收的学生 他可是有上一世记忆的 他记得清清楚楚 上一世沈墨青被大儒收为徒弟 开启了他的状元之路 我看未必 我冷笑一声 听说大儒收徒弟 除了考试成绩外 还得看演员 我上下打量了下沈墨青 与带嫌弃道 他长得这般丑陋 眉得吓坏了大儒 你 沈墨青气地战红了脖子 苏彬彬冷哼一声 我看你就是嫉妒 嫉妒我家得比你好 他以后可是状元夫人 我嫉妒你 我似听了个天大笑话一般 他一个穷秀仔 也就你当个宝 沈墨青好面子 此刻被我当众奚落 若不是众人看着 他怕是已经打我了 我爹怕我将沈墨青 刺激地影响考试 盲劝道 好了 好了 都别吵了 墨青 你赶紧进考场 苏彬彬冷哼一声 陪着沈墨青去检查 我也不再逗留 直接回了州府 大儒的收徒考试 一共有两天 都是上午一场 下午一场 考试结束 便能回家休息 周燕上午场出来后 要死要活的 不愿意再去 我无奈之下 只能让下人们 把他绑了 扛进考场 第五十七章 我就没见过 把自家男人绑着来考试 因为我的一番操作 周燕直接成了 整个合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人说他欺管严 连考试都得被家里的娘子管着 也有人说他不自量力 没看过书的人 竟也敢去参加考试 最后 周燕认清现实 放弃了挣扎 第二天 他乖乖自己进了考场 最后一场考试 依旧是他的好兄弟张孝忠 守门检查 我说兄弟 你家娘子可真是看不出来啊 手段简直够飙的 张孝忠边检查 边向他投去同情的眼神 你在家里没少受委屈吧 周燕抬眸看了他一眼 最后东西一收 一步坑地进了考场 张孝忠自讨没趣 摸了摸鼻子 嘀咕道 不说就不说 瞪我干什么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时 周燕带着文房四宝出来时 竟遇到了苏彬彬和沈墨青 这次 我爹娘倒没陪着 苏彬彬一瞧周燕 立马得意地高声道 相公 你考得怎么样啊 沈墨青愁愁满志 十分配合道 十分不错 许多题目都是我曾看过的 说完 他又故意高声询问周燕 姐夫 你考得如何 周燕知晓 他们夫妻俩 是故意讽刺自己 忍了又忍才没发火 咬着后牙槽道 一般般 沈墨青记仇 他还记得 上次在首饰铺子 周燕是如何奚落他的 这次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了 他自然也毫不留情 是名字 写得一般般吗 沈墨青轻蔑道 我听与你同在 一个考场的考生说 你交上去的卷子 只写了个名字呀 苏彬彬一听 立马捂着嘴巴鸡翘道 相公 你就别为难姐夫了 能把名字写对就不错了 哈哈 夫妻俩笑得十分张狂 忍无可忍的周燕 突然一拳头 砸在了沈墨青的脸上 欠抽的玩意儿 真当老子 不会发火是不是 周燕揪住沈墨青的衣领 对着他的脸 就是砰砰挤拳头 他在家受媳妇的气 是因为他干不过人家 可这对夫妻算哪门子的聪 也敢跑他面前撒野 周燕这段时间 憋了一肚子火 这下子也不忍了 全发泄在了沈墨青的身上 说啊 继续说啊 周燕边打边咆哮 刚不是挺能说的吗 继续戏落老子 住手 周燕 你给我住手 苏萍萍吓得大叫 他想伸手去拉架 却莫名被挨了几拳头 沈墨青被揍得满脸是血 哭爹喊娘 管家见周燕发疯 有些担忧地问道 少夫人 咱们要不要上去劝劝啊 不用 我冷声道 人家往枪口上撞 不打都对不起他们废的唾沫 苏萍萍挨了几拳后 也不敢靠近了 苏萍 你赶紧把周燕拉开啊 我双手还凶 一脸无奈道 不好意思啊 我家相公发起风来 六亲不认 我也没办法的 周燕要是打死人 他也得坐牢 苏萍萍自以为拿出了杀手锏 死死盯着我 哦 我冷冷应了一声 坐牢就坐牢呗 反正我相公就会吃喝玩乐 无所谓啊 你你你 苏萍萍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相比较我对周燕的无所谓 苏萍萍对沈墨青 却是分外重视的 这人要是被打死了 谁来给他郑重院夫人啊 苏萍萍急得直跺脚 无奈之下 便跑去找官差 张孝忠正好在整理东西 他听完苏萍萍的话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朝周燕的方向喊了一句 喂 年轻人 别打了 苏萍萍抽出了下嘴角 就 就这样 不该上去把人拉开吗 张孝忠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你也看到了 我喊了 可他不听 我也没办法呀 苏萍萍 周围都是参加考试的读书人 各个手无腹肌之力 根本不敢上前劝 苏萍萍求助无门 终于意识到 自己踢到了铁板 女人一咬牙 扑通 一声 跪在了我面前 姐姐 妹妹知道错了 求求你 让姐夫停手吧 我低头冷冷看着她 你对沈墨青 倒是有情有义啊 我讥讽到 苏萍萍死死握紧双手 内心虽有不甘 可面上还是服软道 我跟相公不该嘲笑姐夫 我替相公跟姐夫道歉 你让她别打了 我盯着苏萍萍看了一会儿 朝刘管家道 叫人 去把少爷拉开吧 是 周燕被人拉开时 地上的沈墨青 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了 呸 周燕朝男人吐了口唾沫 狗东西 也不打听打听 老子在河城 是个什么名号 下次再敢嘲笑老子 老子非打死 你不可 我与周燕上了马车 刘管家留下来善后 唾沫知道 周燕考了两天是累坏了 人才下马车 他便匆匆迎了上来 阿燕 这两天你辛苦了 婆母瞧着周燕瘦削的脸颊 简直心疼坏了 我让厨子在前厅 准备了一周的好菜 如今考试结束了 你快去吃吧 昨日周燕被放出来时 婆母见他瘦了一大圈 就想给他补补 但被我拦住了 前些日子青州小菜习惯了 突然大鱼大肉 万一吃坏肚子 连考试都不能参加了 婆母觉得很有道理 这才忍到现在 周燕也是青菜豆腐吃腻了 一厅有大餐 迫不及待往前厅跑去 婆母瞧着她的背影 擦着眼泪道 阿燕这次可真是遭罪了 我没有答话 婆母哪里都好 就是太孽爱孩子了 这又没饿着她 咳着她 冷着她 还有长青伺候着 哪里受罪了 婆母本想去前厅看看 但吓人来报 说周警长在院子里闹起来了 婆母一听 立马转身离开了 等我到前厅时 周燕已经开吃了 婆母说的没错 真的是一桌子好菜 周燕眼冒绿光 拿起筷子 就大块朵鱼起来 正吃得开心 一道哭喊声从外头传来 少爷 切身好想你啊 我皱眉 孙姨娘的屁股好了 正想着 女人从外头跑了进来 孙姨娘一身白色脱地长裙 乌黑的长发 松松垮垮地挽起 只一根白玉发簪带着 额间留了两缕碎发 透着些许风情 自从她挨了二十板子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周燕了 孙姨娘本担心 王姨娘会抢了她的疼宠 但后来知道 周燕的院子 谁也不能靠近后 她就专心养伤了 为的就是等着一天 孙姨娘今天是精心打扮一番的 若换做以前 周燕定是会被她迷住的 可现在 饿了好几天的男人 哪里满心满眼都是肉 肉 肉 孙姨娘红着眼眶进门 本以为能得到周燕的无限联系 事实却是 男人坐在桌前埋头苦吃 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孙姨娘 第五十八章 你的脸太 丑 孙姨娘倒也不气馁 她连不轻易到周燕身边 朝着她的耳朵 柔柔唤了一声 阿燕 我好想你啊 吐出的气息 带着女人的忧香 热热的 烫烫的 如羽毛般 刮过男人的耳朵 周燕正在仰头喝酒的动作一顿 有些僵硬的 转头朝她看过来 孙姨娘露出一抹娇羞的笑容 下一刻 噗哧 男人嘴里的酒 尽数喷洒在了她的脸上 孙姨娘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也顾不得喉见的辛辣 拿起桌上的帕子 就往孙姨娘脸上擦 对不起 对不起 其而 我耳朵太痒了 一时没忍住就喷了 耳朵痒 跟嘴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孙姨娘有些僵硬的露出一抹笑容 阿燕 我知道 你不是故意的 是是是 我不是故意的 周燕边满是歉意 手上的力道 不自觉有些用力 最后 女人花了一早上的妆容 全糊在了脸上 周燕擦脸的动作一顿 嘴巴抿了抿 最后实在没忍住 哈哈大笑起来 其而 你这脸也太好笑了 孙姨娘一愣 有些不知所措 我从始至终都站在一旁 没打扰他们俩 不过 在瞧见孙姨娘的面容时 到底没忍住 好心提醒道 孙姨娘 你要不还是回去洗把脸吧 她这脸上白一块 红一块 黑一块的 都快赶上画画的调色版了 孙姨娘瞧不见自己的样子 只以为我是嫉妒她的出现 故而想要赶她走 女人眼眶一红 似受了什么委屈 可怜巴巴道 妾身知道 少夫人厌恶妾身 但妾身许久没见少爷 格外思念 少夫人您行行好 别敢妾身离开 她又哽咽着朝周燕道 阿燕 你帮我劝劝少夫人 让我留下来陪你吧 说完 眨了下眼睛 两行青泪就这么流淌下来 女人不哭还好 一哭 这妆容更花了 就连素日里最疼宠她的周燕 也有些不忍直视 男人憋着笑 声音有些颤抖道 琪儿 要不你还是听苏云的 回去洗把脸吧 孙姨娘不敢置信 下一刻 又患上了受伤的表情 悲伤道 阿燕 你 连你也讨厌我了吗 不 不是啊 周燕没了笑意 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 指着她的脸道 实在是你 你这脸 我的脸怎么了 孙姨娘问 你的脸太 丑了 周燕的声音有些响 大厅又有些空旷 于是 丑 自的声音久久回荡在大厅上空 这下子 就连大厅里的下人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孙姨娘只觉得满满的屈辱感 她咬着嘴唇 一脸伤心地看着男人 阿燕 你不喜欢我就直说 何必说这种污辱人的话 来伤我心 说完 捂着自己的脸跑了 琴儿 周燕本想追出去 可看着一桌子的美食 最后还是回到了椅子上 我忍不住提醒道 相公 孙姨娘走的时候挺伤心的 你是不是该去看看她 周燕夹了一筷子肉进嘴里 口齿不轻道 没事没事 等我吃饱了 再去哄她 反正人又跑不了 慢慢哄着 总会哄好的 这肉可不是天天能吃到的 我看着男人 抓起猪肘子啃咬的样子 忍不住叹了口气 看看 这就是男人 前段时间两人还爱得死去活来 现在新鲜劲过去了 手里的猪肘子都比女人像 周燕吃饱后 瘫坐在椅子上 一脸满足道 可真是爽啊 我又道 那你现在打算去哄孙姨娘了 再等等 周燕揉着肚子 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都多少天没睡个好觉了 等我回屋睡饱了 再去哄 我 说完 男人打着宝格走出了大厅 看着周燕的背影 我嘴角露出一丝讽刺 这两人的爱情 没想到凋零得这么快 大如收图考试的结果 还要好几天才能出来 相比较其他人的紧张和期盼 我与周燕娜 是相当的淡定 男人是觉得 自己压根考不上 而我 则已经预料到结果了 考试结束后 我还干了一件事 我让阿兄帮忙 将前些日子 沈墨青和苏聘聘 偷到我盒包 还蹲了牢房的事 广泛传扬了出去 等这两人听到消息 想捂大家的嘴时 整个合成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此事 沈墨青的娘 还跟苏聘聘 狠狠干了一家 沈家老太太可不是擅长 自打苏家 要回苏聘聘的嫁妆后 她就一直看不惯苏聘聘 趁着这次机会 她放下狠话 沈墨青要是因为荷包的事 没被大儒收为徒弟 她就要 要把苏聘聘修了 我前些日子 坐马车去街上时 倒是瞧见了苏聘聘 女人早没了傲气 穿了件蓝色棉布如裙 头上执一根黑漆漆的木簪子 一张脸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 脖子上也是青一块 紫一块的 我娘站在她旁边 脸上满是无奈和气氛 她一会儿心疼苏聘聘 一会儿又骂沈家人 马车经过时 刚好听到她说的脏话 嗯 骂得还挺难听的 另一边 周燕考试结束后 我也不再拒着她 憋了这么久的男人义得自由 整个人就跟脱缰的野马似的 天天往外跑 不到深夜 根本不回家 王姨娘本还想趁着周燕 自由刷刷存在感 结果 连人的面都见不着 孙姨娘更惨 别说瞧不见人了 她自打上次被周燕 喷了一点水 那狼狈的模样 还被吓人议论了好几天 这次周燕 往外面跑我也不拦着 横叔在阿兄的帮助下 合成所有的赌方 都跟我签了契约 白纸黑字 让他们不许周燕 进赌方赌博 就算周燕 进了他们的赌方去赌 这钱周家也是不认的 相反 若周燕 再赌方出任何问题 他们赌方 还得倒赔周家钱 这般变态的契约 哪个赌方 还愿意招待周燕啊 人才走到门口 就被赌方的人赶出去了 周燕试了几次都没进去 最后知道 是我搞的鬼 气得回屋发了 好大一通脾气 不过 他也不敢找我的麻烦 所以 我也就随他去了 第五十九章 我要下注周燕 大儒收徒考试结束后 合成赌方开启了赌局 猜大儒会收谁为徒弟 合成不少读书厉害的学子 被下注 我听闻此事 乔装打扮一番 打算混进广发赌方 下注周燕 到了赌方门口 刚要抬脚进去 突然 后衣领子被人拽住 唉 谁啊 我后退了几步 有些生气地朝后面望去 待乔见人后 我瞬间没了脾气 低头轻患道 啊 阿兄 萧景山依旧一身黑色绸缎长袍 冷峻的面容有些黑沉 小丫头 长本事了 竟敢一个人进赌方 虚我下意识伸手 要去捂阿兄的嘴 阿兄你说话轻点 别让人听到了 真是的 我如今这身份 进赌场容易吗 奈何萧景山实在是太高了 我垫着脚尖 才看看用手捂住他的嘴 柔软的掌心带着热气 贴上男人的嘴唇时 还有几缕香气 钻进他的鼻子 萧景山高大的身躯 微微一正 下一刻 他将我的手拉下来 沉声问道 为什么要进赌方 我听说赌方 开了关于大如收徒的赌局 我想进去瞧瞧 男人挑眉 问道 你想压周燕 我点头 对啊 我要狠狠赚他一笔 阿兄 你能带我进去吗 我一脸期盼道 我下了赌注就离开 萧景山挑眉 但笑道 你就那么确定 周燕那傻子 能被大如看上 阿兄 他不是傻子 我无奈道 他只是以前比较贪玩而已 这倒是真的 被我逼着读书那段时间 我亲眼看到了他的进步 所以 这男人不是脑子不够聪明 而是把心思都花在了 读书以外的地方 萧景山收敛了笑意 淡淡道 你还挺护着他的 还好吧 我急着想进赌方 便如孩童时期那般 伸手拉着阿兄宽大的衣袖 轻轻摇晃着道 阿兄 你就带我进去吧 我保证 下完柱就出来 萧景山盯着我拽他衣袖的手 眼底荡漾开一抹温柔 有些无奈道 好吧 我带你进去 我脸上一洗 阿兄最好了 赌方里跟我上次进去没什么区别 还是那么乌烟瘴气 喧嚣吵杂 一大群人围在赌桌前 歇斯底里地喊着 大 小 的话 有萧景山的保护 我一路畅通无阻 直接到了下注的地方 赌桌上写着 合成不少学子的名字 甚至我还看到了沈墨青的名字 我一路看下来 在最后 看到了周燕的名字 再往下一看赔率 竟然一赔一百 我乐呵了 这不是给我送钱了 我将一个重重的钱袋子 放到桌上 高声道 我要下注周燕 赌方的人听我下注周燕 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伙计瞧我来真的 忍不住道 小兄弟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这周家公子 可是个不学无术的人 大如根本不可能 说他当学生的 我自然不可能 把自己知道的事告诉他 只寻了个由头道 我跟他关系好 我就压他 关 关系好 伙计想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这赌钱 哪里是看跟谁关系好啊 他一边嘟囔 一边将我放在赌桌上的 钱袋子打开 这不开不要紧 一打开 桥间上面的两张 五百两银票时 伙计直接傻眼了 一 一千两 伙计拔高声音 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拿一千两赌个废物 这人疯了吧 我 周燕倒也不算废物吧 因为伙计的惊叫 周围不少人围了过来 有人见我拿一千两赌周燕 纷纷说我疯了 还有人劝我 赶紧把钱收回去 周燕的赔率是一赔一百 要是他真考上了 那赌方不得赔这小兄弟十万两啊 一赔一百可太高了 要不咱们也下注周燕 你傻呀 就周燕那德行 怎么可能考上 这钱根本就是打水漂 也是哦 我下注的钱多 再加上周燕的赔率又高 伙计这会儿也不敢私自决定 他朝我说了句 稍等 就匆匆离开了 自从赵管事被萧锦山砍去双臂后 赌方至今还没找到合适的人 来打理赌方 曹老板过来时 一眼就认出了我 周少夫 可嗨嗨 曹老板刚开口 阿兄在我身后轻咳嗽了一声 曹老板到底是有些忌惮阿兄的 他停顿了下 朝我道 周少 公子想要压周家大少爷 没错 曹老板露出鸡翘之色 语气透着轻蔑道 可不是曹某看不起他 这周家大公子就是个废物 上了赌桌 连钱都输不明白 又怎么可能会在大儒的考试中 脱颖而出 我内心翻了个白眼 这人开赌房的 还这般小气 不就是让他签了个契约吗 怎么记仇到现在 逮着机会 还要骂周燕几句 不过 骂就骂呗 反正没骂我 我毫无怒色 还笑着道 他是我鼎鼎好的朋友 别的学子都有人下注 我自然不能让他落下风了 没等曹老板开口 萧锦珊在我身后轻哼了一声 你倒还挺仗义的 我悄悄用手肘撞了他一下 低声道 阿兄 你别添乱啊 没瞧着我在忽悠人吗 曹老板见我执意要压周燕 脸色有些复杂 抿着嘴唇 不知在想什么 我担心他不让我下注周燕 故意说道 曹老板 你不会是怕赔本 不敢让我压周燕吧 果然 男人一听我这话 失笑一声 开玩笑 我一个开赌方的 还怕赔本 赌方里 哪张赌桌不是他说了算 只要稍稍做些手脚 谁赢谁输都得听他的 既然不怕 那就这样 我十分爽快道 我下注周燕一千一百两 赶紧收钱些评据给我 曹老板嘴角抽出了下 他气我让他签那不公平的契约 才出此下策 把周燕的名字挂上赌桌 狠狠奚落他一番 本是想看周燕的笑话 可谁想到 我竟真的过来下注周燕 曹老板看向我身后的萧锦山 萧老大 你就这么任由他胡来 虽然他不知道这两人的关系 可瞧着萧老大 如此维护这女人 关系定是不浅的 第六十章 咱们家少爷考上了 萧锦山抬眸看了他一眼 冷硬的脸上 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家这孩子 打小就欢喜 与人对着干 你说人家不行 他就偏要这般做 曹老板多多包涵啊 曹老板 这是打算任由这女人胡来了 曹老板压根不相信 大如能收周燕当学生 好 他沉声道 既然萧老大开口了 那这钱我收了 只是 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到时候赌书了 周少公子可别哭鼻子啊 你 我被他气着了 干脆朝萧锦山道 阿兄 你也下注 萧锦山 曹老板如此看不起我 你怎么着 也得支持我一下 我气鼓鼓道 萧锦山许久没瞧着我 如此不讲理了 人也瞧着鲜活许多 他满脸宠溺道 好 听你的 说完 他将一张一百两的银票 放到桌子上 朝曹老板道 我也压周燕 曹老板 疯了疯了 这他娘的全疯了 伙计小心翼翼地 看向自家老板 一脸犹豫地问道 老板 这钱咱收吗 收 曹老板看向萧锦山 脸上露出褶子 道 既然萧老大给曹某送钱 曹某哪有不收之理 传言这萧锦山不敬女子 今日却花五百两桃女人欢喜 关键这女人 还是得成了轻的 嘖嘖嘖 看样子 萧锦山也不过如此吗 赌方收了钱 我与萧锦山拿到凭据 便走出了赌方 曹老板看着我们离开的背影 冷哼一声道 我就不信 那周燕还真能被大儒看上 他可是打听过了 京城来的大儒收学生 十分苛刻 当初上书家的公子 想拜他门下 也因为学问不够 被拒绝了 就周燕这样的 别说被大儒看上 怕是连给大儒提鞋都不够 一出赌方 我开心得不行 一赔一百 我已经开始期待 收钱的那一天了 阿兄见我笑得灿烂 嘴角微扬道 这么开心 当然啊 我眼弯弯 十万两银子 就这么自信 大儒会收周燕当学生 萧锦山笑着问道 我听他这样讲 立马将人拉到旁边的僻静处 他身后的四个手下 互相对视了眼 倒十分默契地没有跟过来 我见无人往这边看 这才扯了扯萧锦山的袖子 示意他蹲下来先 萧锦山挑眉 要说什么话 如此神神秘秘的 不过 他也十分配合 高大的身躯蹲下来 我凑到他耳边 将我求大儒收周燕 围图的是说了出来 因为靠得近 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萧锦山忍不住绷紧了身体 我说完便往后退了两步 十分开心道 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 咱们这次是稳赚不赔的 周深清浅地香气离开 男人眼中的失落一闪而过 下一刻又恢复了正常 鬼精灵 萧锦山有些无奈道 你也不怕到时候 曹老板不认账 哼 我道 堵住是他心甘情愿自己下的 我又没逼他 再说了 我一把搂住阿兄的手臂 我有阿兄护着 一点都不怕他 你呀 萧锦山笑得宠溺又无奈 我与萧锦山下注周燕的事 很快就传开了 正在跟狐朋狗友 一起吃饭的周燕炸一听这事 一口酒水直接喷了出来 哪个脑子坏掉的 竟然敢吓住老子 周燕擦了擦嘴巴 十分无语道 就他这德行 他都不敢吓住自己 有人就怂恿他去赌方看看 周燕一想到上次的悲惨经历 把头摇晃得跟个波浪鼓一样 可这人耳根软 经不住旁人的劝 他自己又好奇得很 最后还真就往赌方去了 结果 才刚到赌方门口 就被人轰了出来 没等周燕发火 赌方门口的人 便指了指挂在门上的牌子道 好好认认这上面的字 往后别来了呀 周燕疑惑地看去 牌子上赫然写着 周燕与狗不得入内 周燕 男人瞬间暴怒了 我曹你老母 你们赌方他娘的是什么意思 老子 没等周燕骂完 赌方里跑出七八个人高马大 面容争鸣的男人 你再骂一句试试 周燕身体一抖 瞬间闭上了嘴巴 他又去了合成的其他几家赌方 都挂出了同样话语的牌子 他知道 这里头肯定有我的手笔 可他又不敢找我麻烦 最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乱摔东西 瞧不清情况的 孙姨娘还巴巴跑过去 想要安慰他 最后被狠狠骂了一顿 听说人是哭着离开的 五天后 大如的收图考试结果出来了 牙医将名单张贴在衙门口 周燕觉得自己考不上 压根不愿意去看结果 我虽知道结果 可没看到名单 还是有些不放心 便领着绿柳过去瞧瞧 一大早上 衙门口围满了人 绿柳挡在我面前 我们俩在人群中 慢慢往前走 好不容易来到榜单前 还未抬头去看 就听到一道晦气的声音 苏云 你竟然也来看榜 苏彬彬轻蔑的声音 满是不敢置信 他身旁还站着 意气风发的沈墨青 这女人比之前些日子 气色倒是好多了 沈墨青在我手里吃过亏 现在看到 我连招呼都不打了 只专注去看名单 倒是苏彬彬得意的 跟个什么似的 对着我 就是一顿鼠落周焰 还暗暗讽刺 我来这里看榜 就是浪费时间 沈墨青看着榜单上的名字 脸色越来越差 最后 扯着苏彬彬的衣袖叫了起来 彬彬 彬彬 苏彬彬好不容易得了机会奚落我 哪里愿意这么快就结束 他一把甩开沈墨青的手 满脸不耐烦道 你别吵我 我还没说够呢 苏云 你得意不了多久了 等大如 收了我相公当学生后 他往后就能平步青云 就是状元 也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苏彬彬大言不惭的一番话 说得周围不少人侧目看过来 来看榜单的 就是合成的学子 不少人也都认识沈墨青 听着苏彬彬的话 众人眼中忍不住露出嘲讽 这人竟如此不要脸 都没被大如录取 竟然还说什么平步青云 他哪里来的脸又 沈墨青被人瞧得 恨不能挖个洞钻进去 可惜 苏彬彬浑然不自知 如何厉害 沈墨青骚的一张脸 长成了猪肝色 他将苏彬彬扯了个亮枪 急其大声道 我没被录取 你别拉我 苏彬彬一愣 随即 转头不敢置信地看向他 你说什么 你怎么可能没被录取 前世 他可清清楚楚记得 周雁成了大如的得意门生 你是不是没瞧仔细啊 苏彬彬不信 一把推开他 仰头一个字一个字看了起来 龙共就六个人的名字 瞧了半天 也没有沈墨青三个字 苏彬彬带愣在原地 失魂落魄道 不 这不可能 就在这时 柳突然叫道 少爷 有少爷的名字 少夫人 咱们将少爷考上了 苏彬彬 第六十一章 咱们周家的祖坟上 真的冒清烟了 苏彬彬和沈墨青 自然也都瞧见了 最下手周雁的名字 可他们一直觉得 那只是与周雁同名同姓而已 周雁这种废物 怎么可能被大如收作学生 沈墨青忍了又忍 终究还是没忍住 朝绿柳讥讽讽道 你别搞笑了 那不过 就是同名同姓而已 怎么可能是你家 那个不学无数的少爷 没错 苏彬彬也坚信道 同名同姓而已 不可能是周家的那个周雁 我没搭理他们俩的话 是与不是 等人来送帖子就知道了 我丢下这句话 便领着绿柳离开了 有周雁的名字 我一颗心放了 进肚子里 见我如此冷静 沈墨青皱起了眉头 苏彬彬这会儿 哪里管那人 到底是不是周府的周雁 他一门心思都在沈墨青 没有被大儒收为学生上 他气得浑身发抖 重重推了把身旁的男人 扯着嗓门叫道 沈墨青 你为什么没有被大儒收为学生 男人被他推得一个亮腔 恼怒道 我早跟你说了 这次收徒考试很难 我没把握让大儒收我做学生的 你怎么会没有把握 苏彬彬压根不信 不依不饶道 我看你压根就没好好问书 自从我嫁到你们沈家 你成日里 就知道哄着我给你买这买呢 我看在你将来能考状元的份儿上 也都抑了你 可你看看你现在 竟然连大儒的收徒考试都过不了 你就是个废物 我要你有什么用 苏彬彬气到失去理智 说出话更是难听至极 沈墨青见他将自己吃软饭的事说出来 又见众人看向自己的眼神 透着轻蔑 男人一时间羞愤难当 抬手就给了苏彬彬一巴掌 你给我闭嘴 苏彬彬万万没想到 沈墨青竟会当众扇他耳光 沈墨青看着捂住脸颊的女人 没有半分悔意 这是你逼我的 沈墨青 你敢打我 苏彬彬瞬间暴怒 嘶吼着就朝沈墨青打去 一时间夫妻俩打得不可开交 半日的功夫 这两人就成了合成茶余饭后的笑料 我与绿柳回了州府 我将消息告诉了刘管家 刘管家很快就派人去通知婆母 没过一会儿 听闻消息的婆母兴奋地过来了 云儿 那个大儒收徒的考试 阿燕她真的通过了 婆母只觉得自己在做梦 听说大儒这次只在合成收六个学生 合成所有读书人都去参加了 能被选上的 那可是读书人里的佼佼者啊 可偏偏这佼佼者里 还有他那三字经都被不全的儿子 婆母激动地朝我道 云儿 你快掐我一下 我 我怎么感觉那么不真实啊 我笑着道 母亲 是真的 相公往后就有大儒来教导了 婆母喜得不知该怎么办 这时 王姨娘等几位妾室也过来了 少夫人 合成的大儒 真的要受咱们少爷为学生吗 王姨娘还未进屋 声音已经从院子里传进来了 是不是搞错了呀 听说参加考试的 有好几百人 我们少爷能中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新姨娘随即复合道 我看是弄错了 少爷连字都写不全呢 周姨娘也道 就连不爱说话的李姨娘 也破天荒地喊了一句 肯定是弄错了 几位姨娘说着进了门 这才发现婆母竟也在 所有人吓得脸色一变 赶紧跪下请安 婆母还沉浸在周燕考上的喜悦中 并没有将他们的话放心上 再说了 就连她也想不到 自家儿子会考上啊 婆母让几位姨娘起来 接着他们在院子里的话继续道 你们也觉得不可能吧 哎呦 我也觉得不可能 可她偏偏就真的被大儒选上了呀 今儿是咱们周府的大喜之日 得全府上下都庆贺一番 婆母说着 朝我道 鱼儿 如今你管家 该什么庆祝 你决定就好 是 婆母走后 我与几位姨娘们说了话话 就开始准备庆祝的事了 我让管家去账房制了一笔银子 然后包成红包 叫来府里所有人去前厅领赏钱 除此之外 又去外头订了上百斤的猪肉 还有几十只鸡鸭 和几十条鱼送去厨房 给院里所有人夹菜 几个姨娘 又个送了二十两银子 和一根金簪 王姨娘等人 领了赏钱和礼物后 又过来朝我扣线 其他府里的主母 将姨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只有我们府里的主母 真真是对我们好啊 王姨娘感慨道 周姨娘摸着沉甸甸的金簪 单纯的面旁露出坚定的表情 来了周家那么久 少夫人对我是最好的 以后我只认少夫人 我也是 新姨娘道 李姨娘虽没说什么 不过眼神也是充满了感激 相比较他们的感谢 孙姨娘却对丫鬟送来的金簪 十分鄙视 少爷都被大儒说为学生 往后定能评不清云 少夫人竟然只送这么细的 一根簪子过来 可真是够小气的 听着她话的几个丫鬟 在心里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府里上下谁不感谢少夫人 也就她这般贪得无厌 因为大儒收周燕为学生 周府上下一片喜气 至于当事人周燕 她毫不知情 正在酒楼跟人家喝酒 张孝忠听闻消息 第一时间找到她 待得知自己被大儒收作徒弟时 周燕一口酒 直接喷了出来 可嗨嗨 周燕胀红了脸 我说兄弟 你想让我亲你喝酒 也不必变这种瞎话吧 她一个字都没实权的人 怎么可能被大儒收作学生 是真的 张孝忠道 大儒的人都去你家报喜了 真的 周燕满脸狐疑 张孝忠重重地点了下头 比真惊还真 我滴个娘啊 周燕大叫一声 直接往周府狂奔 他人回到府时 我和婆母 正送大儒身边的书童离开 周公子 书童朝她行礼 周燕点了点头 看着书童离开的背影 周燕傻傻道 我 他 大儒 真被大儒收为学生了 婆母见自家儿子语无伦次的样子 拍着她的肩膀道 儿子 是真的 咱们周家的祖坟上 真的冒清烟了 第六十二章 他不想还钱 揍他 大儒收周燕 围图的消息 直接轰动了整个合成 周燕是什么人 那是合成出了名的顽裤子啊 就这么一个成日里游手好闲 不学无数的人 竟然考过合成成千上百名学生 然后当上了大儒的学生 这简直比公鸡下蛋 还不可思议 没有人知道 周燕能当大儒学生 是我用救命之恩换来了 渐渐的 合成 有传言流了出来 有人说 周燕能成为大儒的学生 靠的是周家的财富 可又有人反驳说 若大儒真贪钱 那大费周章 考试做什么 干脆直接放出收徒的消息 自然有人捧着金山银山来拜师 还有人细细看了下 大儒收的其他学生 发现都是合成拔尖的学子 且各个家境一般 后来 又传出 周燕在考试前足不出户 天天在家挑灯夜读 最后的版本是 周燕其实是块蒙尘的蒲玉 以前那般放忘不羁 只是为了藏桌 周燕 就像干尽坏事的人 突然做了件好事 他在合成的封评音 大儒收为学生 而瞬间变好了 有夸他聪明绝顶的 也有说他深藏不露的 总之 曾经那个逛花楼 进赌场的男人 在大家的夸奖声中 渐渐远去了 这期间 最高兴地莫过于周母 他还写了家书 寄给远在西南的周父 周燕被大儒收为学生 我在赌方下的赌注 也可以兑现了 我怕他们不给兑现 还特地把阿兄也叫上了 这次曹老板 没了前几次的嚣张 十分客气地 将我们迎上了二楼的包间 曹老板亲自倒了两杯茶递过来 恭恭敬敬道 两杯喝茶 我接过茶 将评据掏了出来 曹老板 辛苦你 兑现一下银子吧 一千一百两银子 翻了一百倍 那就是十一万两雪花白银啊 曹老板看着我的评据 脑门上直冒汗 他开赌方这么久 从来都是他赢别人的份 这还是第一次被别人催债 关键十万两啊 那得掏空他的家底了 哼 那个啥 曹老板满脸堆笑 十万两我这赌方一时半会儿 真拿不出来 我睁大双眸 不敢置信道 你想耍赖不成 说完 我转头看向身边的萧景山 气鼓鼓道 阿兄 他不想还钱 揍他 唉 不不不 曹老板赶紧摆手 诚惶诚恐道 不是不还 是 是我实在没这么多钱 他开赌方 这每日的现钱流动极大 最重要的是 他真没十万两银子能赔 你怎么可能拿不出钱 我生气道 周燕在你们赌方赌几天 就输了两万两 别的人再输点 一个月下来 十万两绰绰有余 曹老板 我的姑奶奶 这账可不是这么算的 曹老板叫道 咱们合成才多少有钱人啊 你相公这种人傻钱多的 我开赌方这么多年 也是第一次遇到 曹老板生怕萧景山不幸 直接换了人 把赌方的账本拿了过来 萧老大 你看看我这账本 我真没骗你们 十万两 我真的拿不出 萧景山接过账本 我忍不住也凑了过去 你还别说 赌方一天下来 都是些零零碎碎的钱 一二百两银子 已经是很多了 那依着曹老板的意思 打算怎么办 萧景山将账本合上 冰冷的眼眸 看向面前的男人 这 曹老板纠结了下 还是硬着头皮道 不然十万两打个折吧 多少 我问 一 一万两银子 什么 我直接跳了起来 这哪里是打折 这是骨折架了 曹老板 你也太黑心了 当初周燕欠你们赌方的钱 我可是一文不少的给你们 你现在把十万两 变成成一万两 你怎么不干脆不给算了 我被气得不轻 连带着平日里的稳重也没了 我气得用手 给自己扇风 嘴里嘟囔着 太过分了 真是太过分了 反正我们赌方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想要 那就是一万两拿走 你要十万两 那肯定是没有的 曹老板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你咪咪咪 萧景山见我脸都被气红了 伸手拍了拍我的后背顺气 你同他生什么气呀 有阿兄在 还能让你吃亏不成 若换做寻常百姓 赌方耍赖 自然没办法 可萧景山是谁 地痞头子 一方的恶霸 整个合成的地痞流氓 都得听他的 被逼急了 现太爷都得给他几分薄面 萧景山看向曹老板 深忧的眼眸发出寒气 像是豹子盯上了猎物 既然拿不出银子 那就拿赌方抵债吧 曹老板 我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不愧是我阿兄 直接釜底抽薪啊 凭什么啊 曹老板立马不干了 叫嚷道 萧景山你个土匪头子 你这是明抢啊 萧景山脸色一沉 身旁的大虎上前 按着曹老板的脑袋 就把人扣在了桌子上 你看娘的 再骂我们老大 一句试试 曹老板脸色发白 他刚想要喊人进来 萧景山冰冷道 别费功夫了 你们赌方的打手 都是从我手底下出来的 你说 你把人换来了 他们听谁的 曹老板 再说了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们毒贩的评句上 写得清清楚楚 一赔一百 就是告上县衙 你们也是没礼的一方 萧景山边说 边走到曹老板面前 拍了拍他发抖的脸颊 冷声道 要么现在还钱 要么乖乖 把赌方让出来 自己选一个 曹老板自然不肯把赌方让出来 他不服气地大叫道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想拿走我的赌方 除非从我尸体上踩过去 瞧着男人一脸决绝的样子 萧景山道 那就折中一下 十一万两银子 你出两万两 剩下的九万两 就当入股你这赌方了 曹老板挣扎的身体一顿 盯着萧景山问道 神 什么意思 往后这赌方 不是你一人说了算 每月赌方的三成利润 归我妹 我 曹老板正要开口拒绝 萧景山谅谅道 我妹的银圣 我这当兄长的 自然会多加照顾 往后谁也敢在你 曹老板的底盘上撒野 你仔细考虑一下吧 他怎么一说 曹老板拒绝的话 直接堵在了嗓子眼 合成并不是只有 他一家赌方 有时候为了抢生意 打架在所难免 若能跟萧老大扯上关系 就冲着他的凶名 其他几家赌方 也不敢对他造次 最关键是 九万两银子不用还了 萧景山说的没错 白纸黑字 这债他是赖不掉的 告上了官府 万一让他蹲大牢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男人思来想去 突然就觉得 这买卖好像也还行 曹老板最后 真就答应了阿兄的提议 就这样 我拿到了两万两银子 然后 莫名其妙 每月多了兼赌方的收入 当我走出赌方时 整个人还晕乎乎的 第六十三章 若赔本了 母亲给你都点 时间一晃 单贵飘香的季节 周燕的生活 开始步入正轨 他每日去和宅上课 直到傍晚才回来 因课程繁忙 偶尔还会听到他抱怨声 若是以前 他哪里愿意过 这种两点一线的 枯燥生活 可在见识过我的手段后 他根本不敢反抗 还日日跑得贼勤快 因着周燕的改变 连婆母都变得不一样了 以前儿子不争气 何成其他夫人的邀约 他能不去就不去 如今周燕奋发向上 何成夫人们的邀约 他是能去都去 不过 当别人夸他儿子时 婆母总是要来一句 都是儿媳妇的功劳 久而久之 我也成了何成夫人圈里的名人 甚至还有人特地下帖子 请我过去说说育夫之术 我 周燕第一天去上课 大儒就说了 将我提着礼物 上门求他的事 婆母从儿子那里得知此事 对我分外感激 又送了我两间铺面 一间是成衣铺子 一间是茶楼 再加上赌方和夏主营的钱 我的私产变得格外厚实 这一日 何夫人给我与婆母下了帖子 邀我们赏柜 三日后 我与婆母同乘一辆马车 去往城外的桂花林 河城内充满了市井生活气 河城外 春夏秋冬 各有各的美 尤其是城外的西郊 春有桃树 秋有桂 一年四季 都有人过来游玩 我与婆母从马车上下来 若木是大片金灿灿的桂花树 秋风一吹 桂花香的游人醉 我从马车上下来 瞧着满满的游客 突然心生一计 感叹道 这般大的桂花林 若是能盘下来做生意 那也是极为不错的呀 婆母听着我的话 扑痴 一声笑道 云儿不愧是我们周家的儿媳妇 出来赏个花 也盘散上生意了 我的脸颊有些红 让母亲笑话了 而媳 也只是随口说说罢了 怎么能是随口说说呢 婆母拉着我的手 声音温柔却透着坚定 若是有这想法 去试试 也是不错的 母亲 我惊讶地看着她 您 您不反对 我做生意吗 都说女子是属于后宅的那四角天地的 生意场上极少瞧见女子的身影 我以为婆母是不会同意 我做生意的 反对做什么 婆母笑着道 谁规定这生意 男人做的 女人就做不得了 于儿 母亲早就看出来了 后宅是拘不住你的 咱们周家什么都不多 但唯独不缺钱 你想做这桂花林的生意 那就去做好了 若赔本了 母亲给你兜底 我被婆母的一番话 感动得热泪盈眶 母亲 您 您怎么这么好啊 同样是婆母 有人作恶 恨不能往死里欺负儿媳妇 有人却为善 加儿媳妇宠成了女儿 婆母便是后者 哎哟 这好端端 怎么就哭上了呢 婆母拿起帕子 给我擦拭眼泪 我猜这惊觉 自己竟流泪了 但想想 又觉得哭也正常 两人为人 遇到这般好的婆母 难道不值得哭上一哭吗 好了 今儿打扮得这般好看 若是妆容花了 便可惜了 婆母安慰了我一番 待我指了哭 这才一同去见何夫人 梁亭内 除了何夫人外 何先生与她新收的 几位学生也都在 何夫人虽与我关系好 可到底年龄上有些差距 三人聊下来 她与婆母的关系 倒增进不少 我瞧着他们相聊甚欢 便领着绿柳去了别处瞧瞧 桂花灵极大 东边桂花开得少 人也就少了些 突然 绿柳指着不远处道 少夫人 那不是您的兄长吗 我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 一个身穿黑色颈袍 身形魁梧伟岸的男子 站在桂花树下 她长发竖起 气质内脸沉稳 浑身散发着冷冽的气质 这不是阿兄又是谁呢 我心中一喜 正要走过去 突然 旁边一女子 笑着走到了萧景山的身旁 那女子约莫二十岁的样子 长发高高挽起 斜插一只蝴蝶样式的金布窑 皮肤白皙 身材有些风鱼 眉眼间透着风情 一身红色 蝴蝶白褶长裙 与她的布 窑刚好相呼应 萧景山 女子拍了下萧景山的肩膀 有些气喘道 你怎么走这么快啊 我都跟不上你了 原来阿兄有家人相约啊 我不知怎的 心中竟有些失落 既然阿兄有事 咱们就不要去打扰她了 我领着绿流转身离开 萧景山看着不远处离开的背影 微微拧了拧眉 却没有将人喊住 女子伸手在她面前晃了下 歪着脑袋问道 萧景山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我回到婆母身边时 她与何夫人 正谈及我与周燕的事 我家阿燕以前就是个魂不利 亏得娶了云儿这般好的娘子 也算是改邪归正了 婆母说着 拉住我的手 一脸温和道 刚当阿燕还在找你呢 她如今就在梁亭那边 你去与她说说话吧 是 我朝和夫人扶了扶身 起身离开 梁亭内 和先生与她的学生们 正在以桂花为题 迎师作对 周围还占了不少其他学子 周燕并没有加入 而是倚靠在梁亭的柱子上 自顾自地看着远处风景 你怎么不进亭子里 与他们一起玩耍啊 周燕朝我望过来 指了指自己 道 你觉得以我的水平 能做出巨师来吗 我 倒也是 三字经才刚被熟的人 迎师作对 属师难为他了 那你平日里 跟得上和先生的授课进度吗 我问道 老师应材试教 我跟师兄弟们学的不一样 周燕道 老师让我先把基础打好了 不愧曾是帝师 这教学方法都不一样 那这些师兄弟 对你好吗 我又问 我当初就想着 能让周燕戒赌 好好学习 倒是忘记他 读书这样烂 进了大儒的课堂 会不会被其他人区别对待 挺好的 周燕道 他们都是仁义君子 如今的这些师兄弟 温文儒雅 对他也极好 做不出学问 还会帮助他 这也是周燕 一直愿意去上课的原因 不像他以前去的学堂 知道他学习不好 只会使劲嘲笑他 讽刺他 听他这样讲 我心里头的石头也落下了 周燕正与我说着学堂里的事 突然 他话锋一转 朝我道 苏云 你上次不是说 想认识天香楼的蔡老板吗 啊 我一愣 不懂他为什么转移话题 但还是道 是 是啊 我现在介绍给你认识啊 说完 他拉着我的手 就往前面去 我 第六十四章 你能经商 为何我家夫人就行 周燕带我来到蔡老板面前时 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苏云 这位就是天香楼的蔡老板 他朝我介绍道 蔡老板 我夫人听闻你的事迹后 极其佩服你 一直想要认识你 周燕口中的蔡老板 不是别人 正是前面与我阿兄在一起的红衣女子 是吗 蔡月儿一听 朝我露出笑容 旁人都说我离京叛道 周少夫人 还是第一个说佩服我的 说完 他朝不远处正在走过来的萧锦山喊道 锦山 你看 我又多一个粉丝 粉丝 我露出不解之意 哦 就是指 崇拜某个人的一种群体 蔡月儿解释道 我依旧有些不明白 哎呀 你们这种古代人想不明白 也是正常的 蔡月儿说话时 脸上洋溢出莫名的优越感 我对她说的话 依旧不太明白 不过 这并不妨碍我佩服她开起来的天香楼 蔡老板 你天香楼的格局和创意 让人耳目一新 其实 我也有经商的想法 我 我的话还没说完 蔡月儿突然 扑哧 一下 笑出了声 我一棱 露出茫然的表情 你一个古代女人 也想经商 她双手还胸 眼底流露出轻蔑 还有一丝傲慢 不是我说啊 像你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深归怨妇 还是比较适合待在宅院里 可别出来 给人添乱了 我没想到 蔡月儿说话如此直接 甚至带着嘲讽 一时间 面上有些挂不住 周燕有些为我抱不平 不约道 蔡老板 你这话不对啊 你也是女子 你能经商 为何我家夫人就行 我跟她们这些封建女人可不一样 蔡月儿倾横一生 我可是生在国旗下 长在春风里 受到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 我 周燕被她一堆稀奇古怪的话绕晕了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这时 萧景山走到了我们面前 她见我脸色不太好 开口问道 怎么了 蔡月儿以为她问的人是自己 一改刚刚对我的傲气 请你道 没什么 这位周少夫人 竟然想跟我谈经商的想法 说着 她伸手搂住了萧景山的手臂 继续道 景山 你说她搞不搞笑 一个要眼界没眼界 要格局没格局 只会争风吃醋的后宅女人 能有什么经商想法呀 蔡月儿的一番话 让我因天香楼 对她积攒的好感荡然无存 创办出天香楼那样厉害 酒楼的女子 有些傲气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我从她的言语中却听出 她对女子的轻面 可明明她也是个女子 我眼下满脸的失望之情 朝蔡月儿淡淡道 不好意思 是我唐突了 萧景山将我的情绪看在眼里 她抽出被蔡月儿搂住的手臂 你为什么会觉得 后宅女子只会争风吃醋 她冷冷看着蔡月儿 不留情面地反问道 没等蔡月儿开口 她又问道 你听过她的经商想法吗 蔡月儿依旧没觉得自己有错 辩解道 她久居后宅 我不用听 也知道她 既然你没听过 又怎么知道她没有好的点子 我 蔡月儿 你用你自己狭隘的心思去猜测别人 不就是 你自己说的 没有格局的人吗 蔡月儿背对的脸色发白 原本的高傲也早已不见 周燕忍不住拍手道 萧老大说得好 说完 她满脸不悦地朝蔡月儿道 蔡老板 你说 你自己也是个女人 怎么到头来 还瞧不起女人了 我跟她们女人不一样 蔡月儿恼羞成怒道 哪里不一样了 周燕上下打量她 是多了只眼睛呢 还是少了只耳朵 说完 她又嘀咕了一句 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优越感 蔡月儿气得不轻 却无从反驳 干脆道 你虎脚蛮缠 跟你们这种被封建思想荼毒的人 我没话可说 是没理了吧 周燕虽在大儒身边变得稳重了不少 但骨子里的气性还是不容易改变的 阿兄和周燕都维护我 我心里头暖洋洋的 但蔡老板这人我是没打算再深交了 于是 扯了扯周燕的衣角道 算了 不要跟她理论了 我们走吧 也好 周燕点头 朝萧景山道 萧老大 我们告辞了 临走前 我趁其他两人不注意 对着阿兄 悄悄竖了下大拇指 男人冷硬的嘴角 微微勾了下 离开后 周燕见我情绪不高 有些懊恼道 苏云 我也不知道 那蔡老板会对你这样 明明以前见他时 很爽朗的一个人 他这样对你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去天象楼吃饭了 我 扑吃 一声笑了 不至于 你想去吃就去吃 我还没这么小姐 虽然蔡月儿与我心目中的形象 完全不一样 但我也没真的 把他放在心上 两世为人 早已练就不为他人喜 不为他人背得心静了 我与周燕回到凉亭时 竟看到了沈墨青 和苏萍萍的身影 我本想装作看不见躲开 奈何苏萍萍眼间 已经发现我们了 苏云 你怎么也在这里 说完 女人一双透着极度的眼睛 上下打量我 最后 酸溜溜道 你日子过得很好啊 苏萍萍穿着粉色如裙 头上戴着根银簪子 哪怕脸上 敷着厚厚的粉底 上次县衙门口 她跟沈墨青干架留下的伤痕 依旧清晰可见 我虽然不喜欢这女人 可她的话说得一点没错 公婆和善 相公听话 下人也规矩 我这日子 可不是过得很好啊 周燕见苏萍萍 一直用不善的眼神盯着我 她便干脆站到我前面 挡住了苏萍萍 不怀好意的视线 我说你找苏云有事吗 没事就赶紧走开 别打扰我们赏花 见周燕这般维护我 苏萍萍的眼眸 迸发出怨恨的光芒 明明已经唤清了 为什么这女人 还是过得比自己好 不 她不甘心 好日子 该是她的才对 苏萍萍一想到这里 她一把将挡在面前的周燕推开 朝我道 苏云 我要跟你做交易 我 第六十五章 她的财学远在周燕之上 我看着她 冷冷问道 什么交易 只要周燕把大儒学生的名额 让给我相公 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看着女人得意的样子 我微微皱眉 什么秘密 哼 苏萍萍下巴微扬 道 都说是秘密了 自然是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周燕看不惯她这样子 忍不住讥讽道 我说苏萍萍 你也太瞧得起你男人了 就沈墨青如今 在合成的名声 哪怕我把名额让给她 我老师也不会收她当学生 一旁的沈墨青不干了 耿着脖子叫道 我的名声再差 也比你个吃喝嫖赌的 顽固子弟强 你都能被大儒选上 我凭什么选不上 我与苏萍萍都是重生 在我看来 她所谓的秘密 无非是关于未来的一些事 而这些事 我也经历过 根本不算秘密 我冷冷地拒绝道 苏萍萍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别说周燕不同意 就算她同意 我也不会因为你 一句什么绅士秘密 就叫 她让出大儒学生的名额 就是就是 周燕附和道 鬼知道你所谓的 什么绅士秘密 是真是假啊 你吗 苏萍萍的脸皮 一下子端不住了 沉着一张脸道 好 苏营 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 说完 她一把 搂住沈墨青 气急败坏地朝梁亭走去 周燕不愿让出 大儒学生的名额 那就只能靠沈墨青自己了 相公 我打听过了 大儒就在那个梁亭里 你赶紧去她面前 好好展示一下你的才学 沈墨青依旧有些犹豫 萍萍 这样真的行吗 自从得知 她没有被大儒说为学生后 苏萍萍就跟魔症一样 天天说是周燕 抢了本该属于她的位置 这说得多了 连她自己都开始信了 今日是苏萍萍托 她爹多方打听 才得了大儒和学生们 要来桂花林赏花这一消息 这怎么不行 苏萍萍信心满满道 周燕顶替了你的位置 只要你让大儒 发现你的才华 她肯定就会踢掉周燕 让你顶上去 苏萍萍的话 让沈墨青重拾信心 男人稍稍整理了下自己的长衫 青咳嗽了一声 这才昂首挺胸 朝梁亭走去 彼时 众人正围在石桌前淫湿 沈墨青看着被学生们围着的大儒 赶紧上前行礼 道 何先生 在下沈墨青 丹阳书院学生 这箱有礼了 何世青这会儿正高兴着 见了沈墨青 倒也没落他面子 笑着回了一句 不必客气 沈墨青心中大喜 大儒竟对自己笑脸相迎 那是不是代表他认识自己 亦或者如苏萍萍所言 他其实是想收自己为学生的 只是被周燕 杰足先登了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否则 这么多朝他行李的学生 怎么就偏偏对他露出笑脸呢 沈墨青瞬间将弯曲的背脊挺直了 他一双眼睛四处瞟 突然发现 梁亭内站满了人 可偏偏大儒旁边的座位是空着的 好像在等什么人 这会儿该来的人早就来了 根本不可能还有味道之人 等等 沈墨青脑海中闪过一道金光 谁说 没有味道之人 自己可不就是梁亭里最后一个道的吗 所以 大儒空出来的这位置 是在等自己吗 沈墨青难掩激动之色 直接一屁股就在了那凳子上 因着他这一举动 梁亭内所有人都诧异地看向他 沈墨青非但没察觉出异样 反而还认为 是旁人嫉妒 他有位置 做才如此看他 男人十分享受这些人的注视 他下巴微扬 面露骄傲之色 何世青也因为沈墨青的行为 忍不住醋眉看了他一眼 因着这一眼 沈墨青瞬间激动起来 这已经是大儒第二次看他了 沈墨青扬起的嘴角 压都压不下去 他清了清嗓子 开口问道 诸位在谈什么 话还没说完 周燕走到他面前 手指点了点他的肩膀 淡淡道 沈墨青 你这位置是我的 言下之意 他得把位置让出来 沈墨青的脸色变了变 抬眸看向周燕的眼神 有了些气氛 这人分明就是故意过来打扰他的 他的才学远在周燕之上 这人定是怕大儒看到自己的才学 从而踢掉他录取自己 如此一想 沈墨青内心愤懑不已 这人为了征大儒的学生名额 竟耍如此下三滥的手段 太不要脸了 他直接将周燕无视 继续露出笑容 朝在座的学子道 诸位 其实在下也很会做事 话没说完 周燕又点了点他的肩膀 提醒道 沈墨青 你坐了我的位置 男人好似没听见一般 继续唾沫横飞地 向众人说着 自己的才学如何出众 梁亭里的人 虽不懂沈墨青这一番话的用意 可还是被他的自诩不凡震惊到了 得多厚的脸皮 才会把自己六岁会写字的事 当厉害时来炫耀 沈墨青滔滔不绝地 讲着自己的 丰功伟绩 周燕继续面无表情地提醒他 沈墨青 这位置是我的 麻烦你让开 就在他第八次 打断沈墨青说话时 忍无可忍的男人 疼 得一下从石凳上站起来 气急败坏道 周燕 你三番五次打断我说话 你到底想干嘛 因为沈墨青突然地爆发 就连梁亭外的人也侧目过来 周燕摸了摸鼻子 开口道 我就是想让你把位置还给我 这怎么就是 你的位置了 沈墨青涨红了脸 咆哮道 这是大儒特地留给我的位置 你想想就明说 何必说这种话 相比较沈墨青的暴躁 周燕这次到格外淡定 他看向何世青 满脸不解道 老师 他说的是真的吗 这位置是您特地留给他的 何世青也是一头雾水 他刚要开口 沈墨青十分气愤地朝周燕道 姓周的 你有什么不满就冲我来 为难何先生做什么 说完 他又露出计较的表情 继续道 周燕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耍得什么龌龊心思 你不就是嫉妒何先生给我留位置 又怕他看到我的才学 从而受我为学生 到时候 自己就只能挥溜溜回家了 梁亭内的人 十分惊讶地 纷纷看向周燕 周燕 冤枉啊 他就是想坐回自己的位置而已 第66章 你再叫老夫做事 周燕这边还没做出反应 沈墨青又板着脸 高高在上地训斥起来 周燕 你身为何先生的学生 却心胸狭隘 行事龌龊卑鄙 简直辱墨贺先生的名声 这泥人 还有三分性子 周燕被沈墨青三番两次羞辱 一直压抑着的脾气也起来了 我说沈墨青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男人揉了揉自己的的拳头 我好生好气跟你说话不听 非逼着 我动手是不是 瞧着周燕一副要动手的模样 沈墨青瞬间激动起来 他急了 他急了 男人用手指着周燕 朝何世青急切道 何先生 您瞧见没有 这才是周燕的本性 他前面都是装出来的 整个合成谁不知道周燕就是个吃喝嫖赌的烂人 何先生 收这样的人当学生会有损您的名声 依我看 你就该赶他出去才是 何世青阴沉着脸 看向沈墨青 冷冷道 你再叫老夫做事 沈墨青在后知后觉 也发现此刻大儒的表情不太对 他忙作医道 先生误会了 我只是不愿先生被人蒙蔽双眼 依着先生的成就 该收一些能力超群的学生才对 比如你 何世青到这会儿 还不听沈墨青的目的 他这几十年就白活了 沈墨青心中大喜 忙道 先生真是慧眼石珠 我确实比周燕有才学 倘若先生 收我为学生 我定不给先生丢脸 哼 一旁的周燕冷哼一声 沈墨青 你还真敢说啊 这时 有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了 开口解释道 沈公子 你是真的误会了 在座的都是老师的学生 你坐的那位置 的确是周燕的 只是他刚刚 应有事离开了座位而已 其他人也忍不住到 周燕没有无理取闹 无理取闹的人 是你沈墨青 是你一直在与他抢位置 沈墨青直接呆傻在原地 怎么可能 所以 根本没有什么大儒 给他留作这件事 一切都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 沈墨青一张脸 青一阵红一阵的 一双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看 他本想让周燕当众出丑 没想到最后的小丑竟是自己 沈墨青到底是读书人 还是要些脸面的 他尴尬的正要起身 给周燕让座位 两亭外的苏聘聘突然冲过来 两只手按住他的肩膀 又把人给按了回去 沈墨青 你们这俩人好不要脸 这亭子 又不是他周燕造的 凭什么我相公就得给他让位置啊 苏聘聘瞪着眼睛 朝刚刚说话的两人质问道 今天沈墨青好不容易近距离 接触大儒 他绝对不能让他错失这机会 再说了 大儒都没法划让他走 这几个学生为周燕抱什么不平啊 那两个学生 被苏聘聘的泼辣震惊到了 不过 读书人的涵养 让他们没有与他争论 苏聘聘见此 还以为是自己占了上风 他洋洋得意地朝沈墨青道 相公你就坐这里 咱们就不给周燕让位置 说完 他又露出热情的笑容 朝何世青道 何先生 我家相公十分有学识 他 这位夫人 我并不认识你的相公 你也不必跟我介绍他 何世青拒绝道 既然你们二位想坐这里 那我与学生们 便不打扰了 说完 何世青从石凳上站了起来 学生们见此 也纷纷站了起来 唉 苏聘聘慌了 忙将何世青拦住 满脸堆笑道 何先生 您出来合成可能不知道 我家相公极有才学 他将来是要当状元的 您不说他为学生 是您的损失 何世青 这人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因着苏聘聘的话 亭子里所有人 纷纷看向沈墨青 有轻蔑 有鄙视 还有失望的 沈墨青也被苏聘聘的话 骚得面色战红 这蠢女人 考上状元这种话 私底下说说就是了 她怎还当众说出来啊 如此一来 岂不是让那些考不上的人 嫉妒她吗 这位夫人 不管你的夫君有多厉害 总之 何某是不会受她当学生的 为什么 苏聘聘脱口而出 何某不收心术不正之人 一句话听得沈墨青 摇摇欲坠 她还未开口 苏聘聘不服气道 我相供哪里心术不正了 我看心术不正的 明明另有其人 说完 她把眼神看向了周燕 无辜躺枪的男人 简直无语透顶 若不是有大儒在 她早就露了袖子上去 与那姓沈的干家了 大儒看向沈墨青 冷冷道 沈墨青是吧 盗窃妻姐钱财 还与岳父差点对不公堂 如今又污蔑我的学生 这般品行不端的人 怎配入我门下 沈墨青如遭雷劈 她抬头 看向苏聘聘 眼神中满是恨意和恼意 没想到 大儒竟然知道 她以前干的那些事 苏聘聘 也被沈墨青悠悠的眼神 看得头皮发麻 她与她澄清几个月了 一个眼神便知道 这男人想干嘛 苏聘聘 只觉得身上的骨头 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回去 怕又是一顿皮肉之苦 想到这里 她心头涌起一股木火 朝大儒口污遮拦道 喂 你算什么大儒啊 竟然说这种话 来挑拨我们夫妻关系 大儒 你放着我相公 这么聪明绝顶的人不收 去说个只知道 吃喝嫖赌的废物 还不要脸的 来破坏我们夫妻感情 就你这样的 还当大儒 我看当的骗子差不多 苏聘聘失去了理智 出口的话难听又刻薄 周燕和一众学生 也彻底怒了 你这女人 简直不可理喻 真是为女子和小人难养眼 我们师父品行端正 绝不允许你这般侮辱她 何世青一向宽厚人意 活了几十年 都未曾与人红过脸 如今却被个女人指着鼻子骂 一时怒火攻心 只觉得心脏隐隐作痛 脸色也变得极其惨白 周燕立马将人扶住 气氛道 苏彬彬 老师若有个三长两短 我定不会放过你 苏彬彬只觉得 何世青是装出来的 哪有人被说几句就这样的 她十分不以为意道 亏的还是什么大儒呢 心胸竟如此下暗 我一个名妇 不过是说几句罢了 还装出一副生病的模样 至于吗 众人 第六十七章 我却发现了一个 令人激动的商机 你你你 何世青气得浑身发抖 苏彬彬怕何世青会讹诈自己 慌里慌张就要跑 沈墨青自知闹成这样 她想败师的愿望也泡汤了 干脆跟着苏彬彬跑了 大儒被气病了 好好的赏花宴 也在一片凌乱中结束 我与婆母和何夫人 本在桂花林里赏花 一听消息 也忙赶了过去 瞧着何世青情况不对 我忙从怀里掏出白瓷瓶 将顾一送的护心丸塞进她嘴里 众人将何世青台上马车 匆匆回了何城的医馆救治 今日桂花林里的事情 很快就传扬了出去 半天不到的功夫 整个何城的人都知道 沈墨青的妻子将大儒气病了 大儒是谁 那是连京城最金贵的那位 都要给几分尊重的人 不仅身份尊重 那学识也是极其渊博的 得罪大儒的人 哪个书院敢收 沈墨青所在的丹阳书院 听完消息后 直接就将沈墨青赶出了书院 还扬言绝不再录她进书院 除了沈墨青之外 我爹的书院也遭了牵连 以前何城的人都夸我爹 教养出了个知书室里的好闺女 现在一谈到苏彬彬 直接说她教导无方 一个书院的院长 连自己女儿都教不好 又如何能教好学生 于是 原本在我爹书院读书的学子 纷纷退学了 气得我爹头一次 在家里大骂苏彬彬 是个没脑子的 可这女人却不仅不知错 还跑去县衙击鼓名冤 说要状告周燕抢她位置 衙门自然没有受理这件事 可苏彬彬荒唐的举动 还是传扬开了 一场赏花宴 沈墨青和苏彬彬丢了学籍和脸面 我却发现了一个 令人激动的商机 回到周府 我立马换了管家过来 让他去查桂花林是谁家的 管家能干 不削半天的功夫 就查了出来 原来 河城郊外那边的土地 本是城内王源外家的 可那王源外早前犯了事 家产全部充公了 如今 桂花林那一片地 多为官府所有 管家知我想买地 还帮我打听了价格 城外那一片地是连着的 东郊桃花林 西郊桂花林 外加周围的一大片空地 若全买下的话 需要三千两 因为买地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 我并不打算从中宫掏钱 如今我的私库充盈 三千两不在话下 思索再三 还是决定让管家 帮我将西郊那片地买下来 结果 刘管家早上去衙门 下午回来告诉我 有人也想买西郊那块地 我一愣 问道 谁也想买 刘管家回答道 是天香楼的老板蔡月 我双眸微变 有些惊讶道 竟然是他 那官府那边怎么说 县太爷说了 既然两方都想买 就价高者的 刘管家道 县太爷要您跟蔡老板 明日去县衙 届时谁出的价格高 那块土地便卖给谁 我沉思片刻 明日何时过去 我准备准备 刘管家道 明日四时 若有人迟到 或无故缺席 便卖给另一人 知道了 第二日 我提前半个时辰 出发去衙门 张笑忠见我过来 十分热情道 嫂子 你怎么亲自来了 何成吉少有人 会跟官府买地 想必昨日的事情 张笑忠也听说了 刘管家怕决定不了 还是我自己 瞧着比较好 张笑忠忍不住抱怨道 我昨儿就跟我姐夫说 把那块地卖给你算了 可他是个顽固的 非说什么不能逊私 要公平 我看他就是想多赚点钱 我听他这样说 县太爷 忍不住打去道 你当着这这么多人的面 说县太爷 也不怕 他撸了你的职务 他敢 张笑忠立马道 他敢掳了我的职务 我姐非跟他干账不可 呵呵 没想到 县太爷也是个耳根子软的 我与张笑忠说话的功夫 蔡月儿也领着个丫鬟过来了 他瞧见我时 轻哼了一声 周少夫人 咱们又见面了 蔡老板 我打招呼 嫂子 我先忙去了 张笑忠见我有事 打了声招呼离开了 蔡月儿一双眼睛 在我跟张笑忠之间转悠 最后 阴阳怪气道 周少夫人人脉挺广啊 酒居内宅 竟然还认识不少男人 我微微皱眉 心里头对他的话 极其不舒服 就在这时 逐步走了过来 将我们请进了内室 孙知县约莫三十多岁 生得白胖圆润 瞧着十分和善 有了官服加身 才显出了几分威严 孙知县办事利索 在说明来意后 直接将底价说了出来 蔡月儿起初很有自信 在两千两的基础上 直接五百网上加 我自然也不落人厚 当加到五千两时 蔡老板明显开始犹豫了 六千两 我喊道 孙知县一听 眼睛都快冒金光了 郊外那块地 与衙门而言 没有任何用 可若能换成六千两银子 那是不得了的呀 蔡月儿一脸不服气地盯着我 手里的帕子 绞成了麻花 孙知县看向她 蔡老板 你还加价吗 蔡月儿咬着后牙槽道 我成人之美 那块地就让给周少夫人了 我微微一笑 那就谢谢蔡老板了 蔡月儿最终沉着连走了 县衙得了那么大一笔银子 办理地期的速度极快 孙知县还笑应应地对我说 往后若有什么相中的地 尽管来告诉她 城外郊区 连着一片的地全都被我买了下来 眼下除了桂花林寿欢迎外 其他的地都慌着 我积大家钱买了下来 那土地自然是不能浪费的 我准备扩建桃林和桂花林 再在林子中间多加了几个凉亭 除此之外 南边栽种上梅花 西边挖个大池塘 打算来年池塘里种上荷花 再放些鱼苗进去养鱼 郊外的事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周燕如今跟着大儒学习 性子越发沉稳 去和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听下人们说 最近每到周燕下学时 孙姨娘就会出现在府门口 可就算如此 周燕对她还是淡淡的 反倒王姨娘的院子去得多 十月秋高气爽 周府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周家大小姐周景长 竟然趁着下人不注意 晚上头胡自杀了 第六十八章 你若走了 你让娘还怎么活啊 心亏夜巡的家丁及时发现 人就上来时 还剩最后一口气 我半夜听到消息时 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大小姐 现在人在何处 我边穿衣服 边问道 赵妈妈帮我理了理头发 叹气道 命是就回来了 可她若一心想求死 就得了一时 就不了一世啊 我穿衣服的动作一顿 忍不住问道 赵妈妈 周景长到底生的是什么病啊 哪有病是自己寻短见的 莫不是心里有病 赵妈妈的神色有些不自然 这个 少夫人 你还是去问夫人吧 见赵妈妈不说 我也就没继续问 只穿好了衣服 赶紧去周景长的院子瞧她 才刚踏入院子 婆母的哭声就传来过来 景长啊 你这是想要娘的命啊 你若走了 你让娘还怎么活啊 我叹了口气 走进屋内 屋内点了多盏煤油灯 除了婆母外 府衣 周燕也都在 周燕的脸色很难看 瞧着 像是刚发过脾气 婆母坐在床边 一直擦眼泪 周景长睁着眼睛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母亲 相公 景长怎么样了 我走到床边问道 婆母擦了擦眼泪 勉强撑起一抹笑容 云儿 你怎么过来了 景长她没事 这般晚了 你赶紧回去睡吧 没关系 我到 我陪你一会儿 说完 我朝周燕道 相公 明日你还要读书 你先回去睡吧 这里我会照看的 周燕的脸色缓了缓 她冷冷 看了眼床上的人 朝婆母道 她自己干出这般不要脸的事 我们都没让她去死 她自己倒寻死逆活的 下次她要还想死 那就让她去死 谁也别拦着她 阿燕 婆母无奈道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说的还不够少吗 周燕瞬间炸毛了 指着周景长喊道 自从她出事后 我有说过她一句不是吗 所有人都让着她 忍着她 处处为她着想 处处帮她想办法 可她干了什么 她竟然把错都怪到我们头上 还觉得 是我们阻拦了她的幸福 养条狗还知道替主人守门呢 她不仅不感激我们 还把我们当仇人 我没骂她 都是轻的了 周燕发了一通脾气 最后甩手离开 周燕走后 婆母让其他人也下去 屋内只剩下我与婆母两人 母亲 您年纪大了 不如早点去休息吧 二席来照顾景长吧 我劝道 婆母摇了摇头 担忧地看着床上的女儿 道 不用 我已经习惯了 我愣了下 什么叫习惯了 所以 周景长不是第一次自杀了 我没有将心中的疑惑问出口 只感叹道 母亲对景长可真好啊 当我起身要去捉 边给婆母倒水时 一动不动的周景长 突然开口道 她日日夜夜监视我 你管这叫对我好 我 没等我开口 周景长又满脸怨恨地看向婆母 你不让她照顾我 不就是怕我把事情告诉她 让她知道 我们周家人到底有多恶心吗 我 因着周景长的话 婆母脸色大变 她小心翼翼地看向我 有些歉意道 于儿 景长病糊涂了 她乱说的 你别把她的话当回事 我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忙道 没事的 母亲 生病的人就爱说胡话 我不会当真的 婆母见我懂事 瞬间松了一口气 这时 床上的周景长 却突然发起了风 她从床上坐了起来 一双眼睛 瞪得犹如同龄般大 死死盯着我 苏云 你可真是够虚伪的 我 怎么扯到我身上了 景长 你闹够了没有 婆母忍无可忍 朝她怒吼道 阿燕说的没错 你就是没良心 白眼狼 我们对你这么好 你还要坐天坐地 周景长因为婆母的话 突然仰头大笑起来 哈哈 我白眼狼 你们拆散我与路狼 还恶毒地杀死我们的孩子 你们这叫为我好 我 这次轮到我震惊了 什么叫杀死她的孩子 周景长不是还没成亲吗 她哪里来的孩子 景艳告诉我 不该我知道的事 就别听别管 否则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忙将手里的水杯放下 硬着头皮地朝婆母道 母亲 那个 我院子里还有些事 就先回去了 婆母 见我尴尬的样子 狠狠瞪了眼床上的周景长 最后叹气朝我道 鱼儿 母亲知道你懂事 可既然阿景都说了 那你就留下来听听吧 婆母说着 悲从中来 掩面而泣 实在是家门不幸啊 母亲 我见婆母伤心 伸手轻抚她的后背安慰 反倒是床上的周景长 这人非但没有愧疚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你杀死我的孩子 我都还没哭 你哭什么呀 你给我闭嘴吧 婆母抬头怒斥道 她愧疚地看向我 云儿 母亲骗了你 其实 景长根本没有生病 她是 是因为滑胎了 周景长是周家的大小姐 被骄养着长大 性子也有些离经叛道 她去年在庙里上相识 遇到了一介书生的陆思良 陆思良相貌端正 文质彬彬 十分会讨周景长的欢喜 渐渐地 周景长对她生出了情愫 可周家不同意 她与陆思良这门亲事 原因是 陆思良在乡下 已经有未婚妻了 周景长胆子也是够大 为了能嫁给陆思良 竟与她生米 煮成了熟饭 本以为这样 她就能嫁给陆思良了 周家这边 倒是真的松口了 可陆思良的未婚妻 许梅花不同意 那户人家去陆思良闹 还扬言 要把他们两人的丑事 公布于众 若陆思良 执意退清 那未婚妻的娘亲 就吊死在陆思良门口 谁也别想好过 陆思良被闹得 不敢再提退清的事 周景长又逼陆思良逼得紧 最后 这个没骨气的男人 竟然瞒着她搬了家 两个月后 周景长再次找到陆思良 却发现她 已经与未婚妻徐梅花成亲了 周景长一时接受不了 天天去陆家发疯 婆母没办法 让人把她关了起来 周景长在翻窗逃跑时 跌落到了地上 这么一摔 她只觉得肚子隐隐作痛 婆母发现时 人已倒在了血泊中 服医诊断后 说她小产了 婆母只觉得天都要她下来了 周景长子彻底疯了 她大骂婆母 杀死自己的孩子 那会儿我与周燕要成亲了 公婆担忧周景长大闹婚礼 就连夜命人把她送去庄子上住 上次婆母会去庄子上接人 是因为周景长割腕自杀 不过最后被救下来了 回府后 婆母怕她寻短剑 便十二个时辰盯着她 听完婆母的话 我久久没有言语 小姑子这是真的很难评价 第六十九章 我根本不在意 她有没有成过亲 看着婆母伤心哭泣的模样 我收回凌乱的心思 安慰道 母亲 景长只是一时想不开 等她想通了 便会好了 虚伪 周景长毫不客气地骂了我一句 我也不生气 继续道 既然儿媳也知道景长的事了 那今夜就有儿媳来照看 母亲您回去休息吧 婆母熬的黑眼圈都出来了 她对我这般好 我不忍心她 因为一个逆女而泪倒 婆母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最后游下人扶着走出了房间 昏暗的屋内 寂静一片 我与周景长大眼瞪小眼 想起婆母临走前的担忧 我开口劝道 景长 其实母亲他们也没有错 他们没错 难道是我错了吗 周景长坐在床上 眼神哀怨地尖叫道 我不贪金银珠宝 不求荣华富贵 我只是想要一个一生一生爱我的人 我有错吗 可陆思良认识你时 就有未婚妻了 而如今 她也澄清了 我说这句话时 只觉得满满都是糟点 一个有未婚妻的男人 还去外头捏花惹草 这便是不负责任 男人又在与周景长 不亲不处时 直接搬家 与未婚妻成亲 这一番操作下来 男人不仅是不负责任 根本就是人品有问题好不好 可惜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 压根不觉得有问题 周景长心红着眼眸 不管不顾道 成亲了又如何 陆郎生的俊朗 对我又好 我根本不在意 她有没有成过亲 我 再说了 陆郎根本不爱那个乡下女人 她是被逼跟她成亲的 周景长说着 面上流露出一丝娇羞 陆郎曾经说了 她若是早早遇到我 她一定不会与那徐梅花定亲的 我被她的话震得无语 我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 开导周景长 景长 不管姓陆的是不是被迫 总之 她现在已经娶了徐梅花了 你与一个成了亲的男人纠缠不清 你让旁人如何看你 如何看周家 再说了 姓陆的 真的不值得 你为她付出那么多 我说的言辞恳切 可周景长 压根没将我的话听进去 她陷入了自己的情绪中 悲痛又气愤道 为什么一定要管别人怎么看 日子是我自己过的 只要我与陆郎恩爱一生 别人怎么看 又有何重要 说完 周景长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我们那么相爱 我们只是 想要在一起而已 你们为什么不同意 为什么要拆散我们 周景长边叫 边拍床板 刺耳的声音 在夜深人静的晚上 显得有些圣人 景长 你别这样 我怕她误伤自己 走到床边 想阻止她的动作 周景长一把将我推开 昏暗的房间里 女人一身白色寝衣 披头散发 眸光优怨又气愤 瞧着有些圣人 突然 周景长冷笑道 苏云 你以为我哥是自愿娶你的吗 我 怎么绕到我这里来了 我告诉你 我哥早就心有所属了 他根本不喜欢你 他喜欢的是孙青 我爹娘之所以让他娶你 就是为了周家的名声 周景长满脸邪恶道 苏云 周家人把你耍得团团转 你还帮他们来劝我 哈哈 你简直就是个 彻头彻尾的大傻子 我看着笑得好不得意的女人 摇了摇头叹息道 我可真为婆母感到悲哀啊 周景长笑容一致 气愤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婆母声扬你一场 到头来 你却只想报复他 我淡淡道 我要是他 早就不管你死活了 五眉狗河 与人迎奔 装装渐 净猪龙都可以了 周景长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 你 你竟然不恨他们 我为什么要恨 我反问道 你哥的荒唐事 何成谁人不知 我嫁到周家前就知道了 站在周家父母的角度 他们想为行事荒唐的儿子 娶个好媳妇 又有什么错 再说了 他们也没逼着 我嫁过来 这门亲事 还是我那贪财的父母求来的 我若真要恨 也是恨我那对父母吧 周景长没有看到我的崩溃 面色瞬间猙獰了起来 苏云 我就知道 你也是个贱人 明知我哥和孙晴两情相悦 你还非要嫁过来 你跟我娘 还有陆郎的 恶婆娘一样恶毒 你们就是 见不得别人好 周景长恶狠狠瞪着我 那模样 就像看着仇人一般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反问道 我爹娘替我印下了周家的婚事 我若不嫁便是毁婚 届时不仅要受律法严惩 还会名声敬毁 你让我往后怎么活 我朝律例规定 女子毁婚 账一百 一个女人 哪里挨得住一百板子 就算不死 下半辈子 也只能在残废和流言蜚语中度过 周景长却不以为意 甚至略带鄙视道 说到底 你就是贪生怕死 为了让自己狗活着 便生生拆散 我哥与孙晴 我的眼眸 渐渐冷了下来 这女人觉得 男女情爱比生命还重要吗 呸 贪生怕死的小人 毫无成全他人之心的毒妇 你就跟路郎那个乡下毒妇一样 让人讨厌 周景长朝我骂完 突然抓起枕头砸过来 滚 给我滚出去 我 我也懒得再跟他废话 直接走出了房间 才刚出门 婆母就回来了 于儿 阿景把你赶出来了 婆母问道 我轻轻点了下头 母亲 哎 她的性子我太了解了 婆母叹了口气 她是不是跟你说了许多难听的话 我低着头 没回答 哎婆母叹了一口气 她伸手抓住的手 满脸内就道 我替阿景跟你道歉 若是她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 你别放心上 母亲 我轻声道 让你受委屈了 婆母拍了拍我的手 快回如意院休息吧 阿景那边 还是我来照顾好了 说完 婆母推开门走了进去 看着婆母姑记的背影 淹没在屋内 我露出心疼之色 带回了如意院 我并没有惊动其他人 只简单洗漱了下后 便掀开被子躺了进去 临睡前 我忍不住感叹 周燕 周景长 不愧是兄妹 脑子里都是爱情至上啊 第七十章 你们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第二天 我起来的大早 昨夜我思索良多 发现周景长头湖 有几个可疑的地方 我叫来昨夜 就起周景长的下人 细细询问了一番 最终得出了 这女人 怕是假自杀 等我再到周景长的院子时 刚好瞧见 王姨娘他们也过来了 少夫人 四人朝我行礼 你们怎么来了 我有些惊讶的 听说昨天大小姐头湖了 王姨娘将最后几个字押得急清 所以我们过来看看 我想起周景长昨夜的疯狂 道 难为你们有心了 不过 景长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就是精神还不太好 有些害怕见人 这 几个姨娘面面相去 你们的心意 我会传达给景长的 现在还是就回去吧 我道 我这一番话 若换作是孙姨娘 恐怕会觉得 我是故意针对她 不让她见周景长 但王姨娘他们不会 夏日里 大家都处得格外数 我的为人 他们也清楚 那就辛苦少夫人了 李姨娘率先开口 紧接着 周姨娘 新姨娘 王姨娘 也赶紧行礼道谢 带他们走后 我这才进了院子 屋内 婆母正坐在床上 手里端着一碗粥 轻声哄着周景尝起来吃早点 可床上的人就跟聋了一样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景长 就算娘求你了 你就吃点吧 你这身体不吃东西 哪里熬得住啊 婆母苦口婆心地劝着 声音都带上了些哽咽 看着床上挺是半死人的女人 我恨不能直接把周泼她脸上 把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当个宝 反而是那些对自己好的那些人为仇敌 要说我 这女人就该任她自生自灭算了 我内心朝着周景长 翻了好几个白眼 又心疼婆母的付出 母亲 景长昨夜落了水 可能受了惊吓 如今没胃口 不然 您过会儿再喂吧 我走到婆母面前 柔声劝道 婆母叹了口气 将勺子放进碗里 也只能这样了 眼瞧着香喷喷的祭司粥 就这么端走了 故作决绝的女人 在婆母看不见的地方 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就当没瞧见 母亲 您也累了一晚上了 现在我来守景长 您去休息会儿吧 我劝道 不用 我若不在 待会儿她又要 婆母后面的话没出口 我却已经懂了 她怕周景长 又对我说难听的话 没关系 我微微一笑 在婆母耳边俏皮地说了一句 我左耳朵静 右耳朵出 不把她的话当回事 婆母的满脸愁容 因为我这句话 而有了些许笑意 周景长见我们俩说悄悄话 脸上露出怒容 声音尖酸道 你们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婆母转头看了她一眼 无奈道 没有 哼 我才不信 周景长把头往里一撇 冷哼一声道 你们一肚子坏水 只不定又在憋什么恶毒主意 你 婆母气红了眼睛 我深吸了几口气 将心中的怒火压制住 母亲 你快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呢 我催促道 可是 婆母依旧有些担心 放心吧 白天下人们都在 景长没办法做一些不好的事 昨晚将近一夜没睡 婆母也确实累得难受 于而 那你记得待会儿 为景长喝些粥 她身子虚弱 再不吃东西 我怕她撑不住 知道了 婆母 我乖巧硬下 婆母 趁着周景长没往这边看 她又悄悄把我拉到 距离床最远的角落里 用只有两个人的声音道 于而 我在桌子下面藏了一捆绳子 你若实在镇不住她 就把她捆起来 嘴里塞块布头 只要她不伤害 自己就好 我被婆母的话惊了下 没想到 婆母还留有这一手 我笑着道 母亲 我知道了 送走婆母 我将房门关了起来 周景长依旧躺在床上装死 我也不管她 坐在椅子上 就开始盘算我的赚钱大计 桂花林如今大受欢迎 我得让人摘一些桂花 做成桂花饼 桂花酿 桂花香囊等等 放在林子里贩卖 想来生意也会不错 除了做吃食 还要将桂花摘下来晒干 做成干桂花 卖给一些需要桂花 天香的商家 比如酒楼 高饼铺子等 还有还有 再过段时间就要入冬了 种梅花树苗 肯定是不行了 得直接移种梅树 如此才能赶上冬天赏梅 我将计划默默记在心中 想着得空地 把管家叫来 将事情交代好 我正想得出神 床上的周景长突然叫道 姓苏的 我娘让你喂我喝粥 粥呢 我收回思绪 转头看向床上的女人 问道 你现在要喝粥吗 不喝 打死我都不喝 周景长再次鬼叫起来 我揉了揉耳朵 单单道 哦 既然你不喝 那我就不喂了 周景长 凭什么我不喝你就不喂 你赶紧把粥给我端过来 周景长朝我命令道 我翻了个白眼 他不吃东西 我还得求着他吃 真当自己是尊菩萨 所有人都得惯着他 我还真就不惯着他这臭毛病 那我端过来 你喝吗 我又问 不喝不喝 跟你说了 我不喝 周景长又开始发疯 拍得床板砰砰直响 你不喝 我端过来干嘛 我无语道 等你什么时候喝了 我在什么时候端过来 我算是明白 这女人的心思了 合着肚子是饿的 可偏偏就是不吃 她非要人求着 哄着 再做出一副被逼无奈 勉强吃下去的样子 可真够矫情做作的 周景长见我不为他喝粥 气得整张脸都红了 对着我又叫又骂 我任凭他骂 反正骂得越大声 越难听 传进婆母耳中 只会觉得 是我受了委屈 周景长骂了话后 就停下来了 昨天折腾了一宿 早上又没吃早饭 如今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看着桌子上 散发着香气的祭司粥 他忍不住舔了舔嘴脚 紧接着 肚子特不争气地 咕咕叫了起来 周景长 第七十一章 苏云 我跟你拼了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问道 饿了吗 要不要喝粥 哼 周景长把头一撇 十分有骨气道 我才不吃 我耸了耸肩膀 继续低头 想我发财大忌 无所谓啊 反正饿的人又不是我 你 周景长将我真的不管他 气得拿起枕头 就朝我砸去 姓苏的 我要我娘来照顾我 你给我滚出去 我将地上的枕头捡起 走到床边放下 床上的女孩面颊气到发红 一双眼睛喷火式地瞪着我 周景长 折磨身边关心你的人 这样有意思吗 我冷冷问道 我不要你管 周景长朝我骂道 你给我滚 你要是不滚 我 我就自杀给你看 又是这一招 我叹了口气 周景长 你这招只能吓唬一下 你母亲 对我没有任何效果 你 你什么意思 周景长眼眸闪过一丝惊慌 随即道 你以为我在吓唬你吗 我告诉你 我真的会寻死的 真的想死的人 只会翘无声息地结束自己性命 而不是像你一样 大张旗鼓告诉别人 自己想死 我毫不留情地拆穿了周景长 昨夜你若真想死 就不会在家丁巡夜的时候跳下壶 这也是我早上询问下人得出的结论 周家家丁巡夜是有固定时间的 下人们说 周景长害时就从院子里跑出去了 可他的跳壶时间却是紫时 他院子距离后花园的壶并不远 根本花不了这么多时间 我的猜测是 他一直躲在花园的暗处 等着 登到巡夜的家丁过来了 他才故意跳下壶 若说这些 都只是我昨夜的猜测 那么今天周景长的表现 让我得到了印证 一个一心求死的人 一直想要喝粥 又因拉不下脸皮 而屡次发脾气 这是寻死的人吗 这根本就是个被宠坏了 故意耍脾气的大小姐而言 周景长见自己的小心思 被我拆穿 恼羞成怒道 苏云 你给我滚 滚出去 我站在她的床边 不带一丝感情地注视着她 周景长 婆母已经去休息了 今天白日照顾你的人是我 也只有我 你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罢 我都会在你的房间里 也就婆母惯着她 我可不会手软 周景长这段时间 天天被人供起来伺候 婆母更是对她摆一摆顺 连句重话都不敢 更别说是反对她了 周景长快被我气疯了 她看着我机遇喷火 歇斯底里地叫道 苏云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个 我哥取回来的花瓶而已 也敢对我大呼小叫 我要去告诉母亲 我要把你对我做的事 全部告诉她 她一定会把你赶出周家的 周景长说着 竟从床上爬了起来 女人甚至连鞋子都没穿 就朝门口冲去 我又哪里会如她的愿 直接抢先 一步跑到门口 我后背紧紧贴着房门 面上带着冷意朝她道 周景长 你今天除了这间屋子 哪里都不能去 倒也不是担心她 真的寻短见 只是怕她出去后 整腰额子 最后倒霉的还是我 可能还会落得婆母的埋怨 周景长怒从心头起 拿自己的头就冲我撞去 性酥的 我跟你拼了 我 当女孩冲过来时 我并没有躲开 碰 周景长的脑袋 狠狠顶上我肚子 极大的冲击力 又让我的后背撞上房门 嗯 我闷哼一声 双手捂着肚子弯下腰 浑身痛得快死掉了一般 周 景 长 我咬牙切齿地看向罪魁祸首 周景长也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她吓得语无伦次 你 我 谁让你自己不躲开 你受伤是你自己活该 跟我没关系 听着她的话 我彻底怒了 我能躲开吗 我要躲开了 受伤的就是她了 凭着女人作妖的本事 定会拿受伤当把柄 朝婆母狠狠告我一状 再说了 我可以不顾及她 但不能不顾及婆母 一来 婆母对我真的很好 二来 她是我在周家的靠山 自是要讨好的 所以 受伤的只能是我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 就得活该受着 周景长把我撞上 至少也得道个歉吧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 这女人非但不道歉 她丢下那一番话后 竟跑回了床上 然后 被子一概 直接当安蠢了 我 我忍无可忍 不顾身上的伤痛 反手将房门锁住 然后 朝床边走去 周景长 我掀开被子 将女人拖了起来 给我 道 歉 周景长坐在床上 脸上毫无歉意 扯着嗓门叫道 我没错 是你自己 蠢到不知道躲开 我不会道歉的 啪 我直接扇了她一巴掌 给我道歉 你 你打我 周景长被我打猛了 捂着脸颊 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 好一会儿 她才反应过来 尖叫着朝我扑过来 苏云 我跟你拼了 我连她哥都能对付 又怎会怕她一个女人 我抓住她挥过来的胳膊 用力一扯 周景长直接从床上 跌落到地上 我毫不留情地 一脚踩在她的后背上 冷冷道 道不道歉 你休想 周景长耿着脖子 张红了脸尖叫道 我就是死 也不会跟你道歉的 好 很好 我从桌底下 抽出婆母准备好的绳子 不顾周景长的挣扎 直接把她五花大绑起来 女人像的粽子一样 倒在地上 我端起桌上 成了祭司粥的碗 从上而下 慢悠悠地 全部倒在她的头上 周景长尖叫出声 此刻的女人 被迫趴在地上 侧脸贴着地面 祭司周年在她的 另一边脸上 头发上 就连睫毛上 都沾着黏乎乎的米粒 这模样要说 有多狼狈 就有多狼狈 周景长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气急败坏地道 姓苏的 你竟敢这样对我 我要告诉我娘 我不会放过你的 好啊 你去啊 我将手里的瓷碗 往地上狠狠一砸 就怕你 没那个命走出去 说完 我弯腰捡起地上的碎瓷片 周景长挣扎的动作一顿 惊恐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抓住他绑在后面的手 瓷片轻轻刮过他的手腕 你不是死 也不会跟我道歉吗 我悠悠道 既然如此 那不如我现在 就送你去地府吧 第七十二章 苏云要杀人了 周景长听着我的话 一股寒意爬上背脊 身体支支不住地颤抖 苏云 你疯了吗 你敢杀我 我娘 不会放过你的 我冷笑一声 你看我敢不敢 周景长见我不像说假的 脸色惨白一片 仰头朝外面喊道 来人啊 苏云要杀人了 来人 我直接将帕子 塞进了他嘴里 瓷片的尖锐 缓缓嵌入女人的皮肤 我悠悠道 听说你被送去庄子上住的时候 就割腕自杀过呀 那今天正好 等把你的手腕割开了 我就寻个借口出去 想来等婆母发现时 你身上的血也就流干了 周景长吓得不轻 身体抖成了筛子 眼泪哗啦啦往下掉 我最后问你一遍 道不道歉 话音刚落 女人立马点头如捣蒜 我露出满意之色 伸手才刚扯掉女人嘴里的布头 她就急急开口道 嫂子 对不起 我不该撞你的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 错了 你放过我吧 就这样还自杀 我看也就婆母信她这些鬼话 周景长 你闹了那么久 差不多也该闹够了吧 我将手里的瓷片丢掉 蹲下身看着她道 为了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又是割腕 又是跳壶 你非要把爱你的人 统统都伤透了才高兴吗 周景长建设了我的厉害 也不敢瞎吵吵了 只嘟囔道 他们要是爱我 就不会阻止 我跟陆狼在一起了 陆狼才是最爱我的人 我见她冥顽不灵 只能下猛计了 周景长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 你以为您这样做见 自己就能得到想要的吗 婆母如今是疼爱你 怕你伤了自己 就什么都答应 可一年后 两年后呢 你以为 她会一辈子都这么宠你 包容你吗 等到有一天 你把婆母对你的爱好尽了 到时候 你知道你要面对的会是什么吗 周景长呆了下 开口问道 神 什么 你知道 为什么公爹和婆母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把你的事压下来吗 我突然岔开话题问道 看着女人呆呆傻傻的样子 我只能把道理掰碎了 慢慢讲给她听 因为周家 是合成有头有脸的人家 你的事情一旦传扬出去 周家几十年来积攒的名声 就得毁于一旦 我们也就算了 以后周燕生下的孩子呢 因为有个与人迎奔的姑姑 她从一出生 就要遭受别人的白眼 你觉得对她公平吗 周景长满脑子的情情爱爱 哪里会想得这么深 她撇撇嘴 不幸道 哪有你说得这么严重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懂吗 我耐着性子继续同她讲 我刚刚问你 若婆母对你的耐心耗尽了 你会面临什么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只会有两个选择 你若乖一些 可以在周府的这一方院子里 孤独终老 你若不乖 一条白铃 一杯毒酒 都是有可能的 周景长下的瞳孔睁大 嘴里喃喃道 不 这不可能 我娘那么爱我 婆母再爱你 也经不起你的瞎折腾 我毫不客气到 一旦你让家族蒙羞 就算婆婆在乎着你 周家其他人 也会想尽办法 让你离开这个人世界 因为只有死人 才能让所有的流言蜚语消失 周景长的身体骤然僵硬 浑身犹如坠入冰窖一般 周家人只是分家了 并不是死了 相反 其实周家人口鼎望 周景长的父亲 在家排行老二 上头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周家老大 当年科举中得了近视 如今外放在外面当官 周家大姐 当年嫁了个举子 现在知府手下当通判 至于周家老三 在他大姐的帮助下 后 娶了知府的庶女 也在省城有个一官半职 公爹的兄弟姐妹 都在省城居住 且各个急重名声 别看周父是合成首父 但其实 他在整个周家地位是最低的 若是让周家 其他人知道周景长的事 恐怕这女人的生死 就由不得周父周母决定了 以前是没人跟周景长分析情况 现在我把她的处境 说得明明白白 周景长寻死逆活 又不是真的想死 相反他还很怕死 一想到严厉的大伯 瞧不起人的大姑 还有只会训人的小叔 周景长只觉得后背发凉 隐隐有些后怕 还好 还好 他还没把自己做死 见他的表情从不在意 变成惊恐 最后又有了 劫后余生的松快 我淡淡问道 想明白了吗 周景长点了点头 那还闹吗 不闹了 周景长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我露出满意的表情 闹了这么久 饿了吧 喝不喝周 不要 周景长下意识就想拒绝 可看到 我冷下来的表情 盲点头道 哼 我将捆在周景长身上的绳子松开 扶着他回了床上 以后都给我安分点 不然 我就把你的事情往省城传 要不要自己的小命 就看你 接下去乖不乖了 说完 我转身 将锁住的房门打开 换了丫鬟去小厨房又乘祭司周过来 周景长浑身黏腻 去了狱间洗漱丸才出来 这次不用我说 他自己就喝了起来 祭司周爽华鲜美 又放了香葱提味 呃狠了的周景长 很快就把一碗粥吃光了 喝完了 就去院子里散散步吧 周景长乖巧得很 立马穿好鞋子 乖乖去了外套散步 中午下人们端来午饭 我才看向周景长 他就乖乖坐过来吃饭了 小姑娘寻死逆活坐了那么久 如今吃了两顿饱饭 脸上倒是露出了久违的满足 傍晚时 婆母休息好了 便匆匆来了院子 当她看到我与周景长 一同坐在饭桌前吃晚饭时 惊得下巴肚 快要掉下来了 她甚至觉得 是不是自己出现了眼花 自家闺女 早上还闹绝食呢 这才一天不到的功夫 竟然乖乖自己吃饭了 阿静 你 婆母不敢置信地 走到周景长面前 激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周景长到底还是放不下脸面 瞧着婆母依旧有些别扭 她将头一撇 嘟囔道 我吃饭 你这么惊讶干什么 婆母连忙摇头 不惊讶 不惊讶 说完 她满脸感激地看向我 云儿 你可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 周景长前后有如此大的变化 若没有我的功劳 婆母打死都不信的 第七十三章 咱们养她一辈子便是了 一口气吃不成的大胖子 周景长进入死胡同的思想 虽然不能立马转好 但看着她不再寻死逆活 婆母已经十分满足了 看着周景长将一碗米饭吃下去 婆母高兴地拿帕子直擦眼泪 自从女儿出世后 有多久没看到她正常吃饭了 吃完饭 周景长起身就往外面去 婆母下意识将人喊住 锦儿 周景长转头看向她 婆母扯出一抹笑容 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 你要去哪里 她也是被周景长前段时间搞怕了 就担心她出了屋子去寻死 周景长语气淡淡道 去院子里散步消失 哦 这样啊 婆母呼出一口气 那你快去吧 闺女不是寻死就好 秋日的夜晚 连月亮都透着孤寂 周景长在院子里走了几圈 最后寻了个石凳坐下 皎洁的月光洒下来 女孩穿着粉色绸缎百合花如裙 头上扎着双瓶剂 两边桃花掐丝发簪 仰头看着一轮悬月 安安静静 多了几分我从未见过的乖巧 婆母看着看着 眼眶变湿润了 没遇到那个男人前 阿景就是这样美好的 婆母站在门口感慨道 阿景虽然性子有些跳脱 可也是个孝顺听话的 她还说她要陪我到老 谁曾想 她直起帕子 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为了那个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她竟恨上了我 还连父母 兄长 甚至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 我内心叹了口气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这次 换我拉住婆母的手 朝她安慰道 没事了 阿景现在慢慢想开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等她想通了 定能明白 您的良苦用心 婆母听着我的话 景周的眉头舒展了些 但下一刻又叹气道 就算想通了 也已经为时已晚了 她现在清白眉了 这以后如何嫁人啊 婆母说着 原本止住的泪水 又开始啪哒啪哒往下掉 我朝明风还算开放 女子明节固然重要 但女子再嫁 也不算其事 若周景长是个寡妇 哪怕划过胎 冲着周家再合成的地位 她也不会嫁得太差 可错就错在 她是未出阁的姑娘 失了清白还划过胎 简直是黑料叠满 这不仅仅是关名声 这是人品的问题啊 试问 谁家好男子 愿意娶一个与人迎奔的女子 我虽不赞成周景长不自爱的行为 可还是安慰婆母道 母亲莫要太伤心 阿景能及时想通 已属实不容易了 咱们也不要要求太多 再说了 嫁人也是有风险的 万一挑了个不好的 倒不如不嫁呢 咱们周家家大业大 阿景不嫁人 咱们养她一辈子便是了 我这一番话 说进了婆母的心坎里 她紧紧握着我的话 分外动容道 好孩子 咱们周家能娶到你这样的儿媳妇 真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福气啊 她见我的手腕上空荡荡的 便道 你这般年轻 正是该打扮的时候 这手上没东西可不行 正好 我前些日子 得了个水头极好的浴镯子 待会儿让柳妈妈给你送入医院去 婆母的东西自然不会差 她既然说水头极好 那定是 只价格昂贵的 我摇头推劝 母亲 不用了 你已经给过我很多东西了 不许说不要 婆母故作生气地打断我的话 你是我们周家的儿媳妇 将来我的东西就都是你的 如今我不过早谢给你罢了 母亲 我无比庆幸 自己这一世 遇到了个好婆婆 这世间 有多少婆母能做到这样 绝大多数的人 只会将儿媳妇 当作抢儿子的敌人 他们会把自己的东西 紧紧拽在手里 生怕儿媳妇抢走了 每次婆母丢好 我心里 就庆幸 自己嫁到了周家 没有男人又如何 有婆母的后代就够了 坐在石凳上的周景长 转头看向我们 当他看到我与婆母相握的手时 眼神闪过一抹灰色 紧接着 他起身回了屋 阿景 你要不要吃点水果 还是我让下人准备洗澡水 洗完早点睡觉 婆母对周景长 依旧小心翼翼地 生怕触动了 他的哪根神经而发疯 周景长想起 婆母刚刚对我的和善态度 冷冷道 都不用了 你们都出去 我想一个人静静 婆婆心脏一跳 不怕女儿发疯 就怕她说静一静 上次周景长说了静静 转头就去跳湖了 这次 她哪里还敢让她静静啊 阿景 还是母亲陪着你好了 婆母才刚说了一句话 周景长就有些冲的打断道 我说了 我要一个人静静 你听不懂人话吗 婆母吓了一跳 依旧有些不放心道 可是 周景长也意识到 自己的语气过了 微微柔和了些道 你放心吧 我不会再寻短剑了 母女俩的关系 好不容易缓和了些 婆母自然不愿意 让一些小事再给破坏了 那好吧 那你 也别睡太晚 早点休息 婆母 与我一同出去 两人刚走出房间 一口同声道 我留下吧 下一刻 我与婆母相视而笑 云儿 你守了阿景一天 肯定累坏了 今夜就我来 你赶紧回去休息会儿吧 婆母对我道 没关系 我话还没说完 身旁的绿流扯了扯我袖子道 少夫人 您身上还有伤吗 今夜就别逞强了 中午 我后背实在疼得厉害 便换了腐衣过来瞧瞧 刚好被这丫头撞见了 小姑娘现在为我抱不平呢 婆母一听 紧张道 云儿 你受伤了 我答 一点小伤而已 哪里小伤了 绿流嘀咕道 肚子和后背都紫青紫青的 腐衣都说 就差一点 便要伤五脏六腑了 如此严重 婆母惊呼道 我逆了绿流一眼 忙道 母亲 你别听绿流瞎说 她太担心我了 就说得严重了些 婆母的眼眸微微垂一下 是阿景动的吧 我挽住婆母的手臂 柔声道 母亲 阿景她不是故意的 而且 她也跟我道过歉了 这件事 你就莫要放心上了 婆母 见我还替周景长说话 很是动容道 我们周家何德何能 娶到你这样贤惠大度的儿媳妇 说完 她便催促我去休息 第七十四章 那咱们周家 可就真的丧良心了 待我离开院子后 婆母让柳妈妈 换了腐衣过去 待听完腐衣 对我身上伤痕的描述后 她内心愧疚又心疼 伤得这般厉害 于儿那丫头 还说是小伤 听着婆母的话 柳妈妈道 少夫人这般说 也是为了让夫人您宽心 那丫头实在是懂事的 让人心疼 婆母说完 朝柳妈妈道 从我的匣子里 把西间那座酒楼的房契拿出来 给她送去吧 柳妈妈有些吃惊 夫人 那酒楼可是您的陪嫁啊 又有何关系 婆母看着她道 于儿受了这么重的伤 阿景又因她恢复了不少 一座酒楼 给她也是应该的 柳妈妈笑着道 夫人对少夫人 可真好啊 这般好的儿媳妇 阿燕那浑小子不珍惜 我这个当婆婆 若再不对她好点 那咱们周家 可就真的丧良心了 婆母说完 朝柳妈妈催促道 你快些送去 晚了 语儿该睡觉了 是 老奴现在就去 当柳妈妈拿着东西过来时 我正宽了衣服 打算睡觉 柳妈妈进屋 便道 老奴打扰少夫人休息了 柳妈妈哪里的话 我组不过才宽衣罢了 没有打扰一说 柳妈妈双手将一个盒子盛上 少夫人 这是夫人让老奴送过来给您的 我给绿柳使了个眼色 小丫头立马从柳妈妈手里 接过盒子 送到我面前 我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是一张酒楼的房契 我十分吃惊 柳妈妈 这是 柳妈妈事实道 如今夫人年纪大了 打理产业也有些力不从心 她请少夫人帮忙分担写 分担是假 替周警长补偿是真 我原本还觉得 后背隐隐作痛 这会儿倒也觉得不那么疼了 果然前能治百病啊 我将房契放回盒子里 一脸感动道 劳烦柳妈妈回去告诉母亲一声 她的心意我知道了 我也会好好替她分担的 不仅分担酒楼 还会分担整个周家 柳妈妈一听 笑着硬下 转身离开 这边婆母刚送往我东西 另一边周警长又闹了起来 她见我离开 便趁机向婆母告状 她说我心思歹毒 在她屋里藏了绳子 还差点用碎瓷片杀了自己 说完 她急急地伸出手腕 想让婆母看她伤口 可白皙的手腕上 根本一点痕迹都没有 至于那麻绳 本来就是婆母自己藏的 周警长又把我搬出 周家大伯等人 威胁她的是说了出来 还说她在寻死逆活 我就让周家其他人弄死她 婆母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女儿变得乖巧 是因为怕死 婆母盯着周警长良久 一心想死的人 又怎会怕死 婆母越想 心中越凉 合着以前 她根本不是真心寻死 只是拿捏她的一个手段而已 婆母直接无视了周警长的告状 叮嘱她 往后安分些 便离开了 周警长见母亲没给她做主 气得砸了屋子里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 我带着赵妈妈 还有小厨房里 王妈妈熬的燕窝 去了周警长的院子 一进院子 就看到婆母 睡在主卧门口的躺椅上 我悄悄走过去 身旁伺候的柳妈妈 朝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我点头表示知道 才刚将石盒放下 婆母睁开了眼 女儿来了 婆母的声音有些嘶哑 儿媳吵到母亲了吗 我在她身侧蹲下 看着她眼底重重的黑眼圈 十分心疼道 母亲 您昨夜就睡在这躺椅上吗 婆母淡淡一笑 插开话题道 你这石盒里 带的是什么呀 唉 我内心一阵叹息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不过 既然婆母不愿提 我也就顺着她的话道 儿媳让王妈妈 炖了些燕窝 说着 我打开石盒 将来里面 一盏拿了出来 这会儿还温着 婆母要不要喝点 婆母一大早上起来 还没吃东西 这会儿正好有些饿了 好啊 许久没尝 王妈妈的手艺了 婆母接过燕窝 慢慢喝了起来 这时 周景长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婆母瞧着她出来 喝燕窝的动作顿了下 神色有些紧张 阿景 早上好啊 我朝她招呼道 要不要喝燕窝 嗯 周景长应了一声 我将另一盏递给她 吃完燕窝 周景长朝婆母道 我想要两个贴身丫鬟 好好好 婆母一喜 立马道 待会儿我就让管家挑两个送过来 我要自己挑 行行行 婆母一口答应 那就让管家把丫鬟们领你院子来 你自己挑 周景长原是有两个贴身丫鬟的 但后来发生了她与那什么路郎的事情 婆母一气之下 就将两个丫鬟打杀了 周景长当初因为这件事 直骂婆母歹毒 说要恨她一辈子 如今 见她主动要丫鬟 想来是事情翻篇了 管家速度快 早上得了婆母的话 还未到中午 就将丫鬟们领了过来 周景长挑了两个年纪小的 瞧着机灵的丫鬟留下了 她一日三餐吃着 每日还出门散步 又有丫鬟们贴身陪着 婆母瞧着女儿越来越好 一颗心也渐渐放下了 她也从周景长的院子 搬回了水泄院 周家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日子渐渐冷了起来 城外桂花林的生意开始下滑 大片的干桂花 倒卖了些钱 可桂花采摘需要人工 这么一底 根本没赚多少钱 倒是梅花树栽种得差不多了 只等冬天开花招揽游客了 这一日 我同婆母知会了一声 便带着绿柳坐上马车 去郊外看看工匠们的干活进度 城外治安没有城内好 不过 有阿兄隔三差五帮我盯着 一点事情都没发生过 我看了一圈 见大家都在有条不紊的干活 便打算回马车上 突然 一个陌生的小丫鬟跑了过来 朝我道 周少夫人 我们家小姐想要您一叙 我面露疑惑之色 你家小姐是哪位 我不记得 自己在河城与哪位小姐交好 我家小姐姓蔡 乃是天香楼的老板 小丫鬟回答道 第75章 我想跟你合作 蔡玉儿 我痴心的同时 下意识就想拒绝 这个女人总有一种莫名的骄傲 我并不太想与她打交道 不过 还没等我开口拒绝 蔡玉儿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今日的她 依旧一身红色白褶长裙 但腰间记得是白色腰带 长发挽起 露出修长白皙的脖梗 面上掠湿之粉 眉宇间是浓浓的傲气和风情 周少夫人 好久不见 她主动朝我打招呼 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自然也客气问好 蔡老板许久未见 越发明念动人了 蔡玉儿好似没听出这一句是客套话 反而还顺着我的话 有些得意道 那是自然的 我跟你们这种 天天围着男人 转的古代女人可不一样 我独自美丽 活得自由洒脱 我这皮肤状态 当然比你们好了 我 她好像很喜欢把拉踩别人 衬托自己 蔡玉儿一开口 就让我失去了跟她说话的兴趣 我正要打算走 蔡玉儿突然道 周少夫人 你跟我过来 咱们聊聊吧 我 蔡玉儿用命令的语气说完 便踩着高傲的步子 朝凉亭走去 她见我停在原地 有些不满道 还愣着干什么 跟上啊 我十分不喜欢 她对我说话的语气 总透着一股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绿流也很讨厌她 她朝蔡玉儿的丫鬟问道 你家主人说话 一直都这样吗 小丫鬟满脸尴尬之色 结结巴巴道 没 也没有 至少在男人面前不会这样 蔡玉儿快走到凉亭了 才发现我没跟上 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极其难看 苏云 你是不是耳朵聋了 我让你过来 你怎么还不过来 此话一出 绿流黑了脸 忍不住道 蔡老板 麻烦你你对我们家少夫人尊重些 蔡玉儿一正 随即皱眉道 你们这些古代女人 真是小家子气 随口的几句话 也要扯什么尊不尊重 简直小题大做 绿流瞬间炸了 我哪里小题大做了 你一个开酒楼的 凭什么相对下人一样 对着我们周家的少夫人 忽来和去啊 我家少夫人是体面人 做不来落人面子的事 可她给你几分薄面 你还真就把自己 当王母娘娘 谁都不放眼里了 我忍不住给绿柳树大拇指 蔡玉儿被绿柳说得急了眼 大胆 主子们说话 有你的丫鬟什么事 滚一边去 因为蔡玉儿的声音 不少做工的工匠 纷纷朝我们这边看来 我不愿与这女人过多纠缠 冷声道 蔡老板 我想 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聊的 告辞 蔡玉儿见我要走 立马急了 她跑过来拦住我的去路 不情不愿道 周少夫人 我这人洒脱惯了 说话也就随意了些 若有说得让你不开心的地方 我跟你道歉便是 我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蔡老板严重了 说完 我绕过她便想离开 我都跟你道歉了 你怎么还要走啊 蔡玉儿一把扯住我的手臂 满脸不悦道 你干什么 松开我家少夫人 绿柳立马喊道 那你得保证你不走 蔡玉儿你没对我道 今儿我是被这人缠住了 若不听她说完 怕是走不了的 我只得点头 好 我不走 说完 又问道 蔡老板前面 说想跟我聊聊 你想聊什么 蔡玉儿松开了我的手 语气透着强硬道 我想跟你合作 我看着她 问道 合作什么 蔡玉儿昂头 开口道 苏云 虽然你从我手里 抢走了我看上的这片地 但我心胸宽广 不会跟你计较的 我 我 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 蔡玉儿见我不说话 轻咳嗽了一声 继续道 我也不瞒你 其实我的身份并不简单 我家族乃影视世家 在经商方面 有许多新奇之法 只要你跟我合作 我保证 你赚得盆满锅满 蔡玉儿说完 面上颇有些傲瑟 她以为我 会对她另眼相看 可我只淡淡地应了一声 问道 所以 你想跟我怎么合作 蔡玉儿对我的态度十分不悦 但为了合作 只能忍着怒气道 既然赚钱的法子 是我想出来的 那到时候赚钱了 利润也得跟我误分 我被她的话惊呆了 她一文钱没出 一点风险都没承担 等浓动嘴皮子 就想分走我五成利润 到底是她脸皮太厚 还是性子太自负 这种异想天开的话 也好意思说出口 我冷冷道 蔡老板 首先你要搞清楚 当初现太爷 卖这块地的规则 就是价高者得 是你自己钱不够多 竞争不过我 所以 才没买到这块地 这怎么到你嘴里 就成了我从你手里 抢走土地了 蔡月儿脸色仗红 抢便道 怎么不算抢 这块地 明明是我先看上的 我失笑道 蔡老板 我说了半天 你还是没听懂吗 买地的规则 是谁出的钱多就归谁 而不是谁 先看上就归谁 就是 绿柳凶巴巴附和道 有本事 当初你把地买了呀 没钱买地 还非说是别人抢你的 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你 蔡月儿咬了下嘴唇 极力压制着脑木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合作自然是不可能的 蔡老板 这片地五 已经有计划了 下次有机会 咱们再合作吧 我婉言拒绝道 见我不跟她合作 蔡月儿急了 伸出三根手指道 三成 我只分你三成利润 够意思了吧 蔡月儿依旧带着莫名的傲气 我告诉你 我的赚钱法子 那都是极其厉害的 你不跟我合作 亏损的是你 蔡老板 我不跟你合作 我直接明确道 说完 便转身上了马车 蔡月儿见我如此决绝 气急败坏地跺了下脚 苏云 你这是把钱往外推 到时候 你可别后悔 我没有理她的话 只放下帘子 朝车夫道 走吧 回府后 我让绿柳将合成郊外的地图取来 取地图来做什么 绿柳不解地问道 我得再规划一下 郊外的那片地 到底该做何用 绿柳道 不是种四季树木 供由人观赏吗 可这段时间下来 收银似乎并不是很好 我皱眉道 赏花的人是多 可买东西的并不多 每天除去叫卖的人工费 零零碎碎的银子 得多久 才能回本啊 我揉了揉太阳穴 做生意果然不简单 我最近一直研究 郊外那块土地的事 故而无暇顾及其他事 等听到孙姨娘 跟周景长走得 极尽的消息时 已是十来日后的事了 第76章 被人荡枪使了 还不自知 你说孙姨娘 最近隔三差五 去大小街的院子里 我皱眉问道 是的 周景长身边的小丫鬟 恭恭敬敬站着 有些胆怯道 每回孙姨娘一来 大小姐就把奴婢等人 打发到外面 指她与孙姨娘两人 在屋内说悄悄话 我纤细的手指 不紧不慢地敲击着桌面 最后停下动作道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是 小丫鬟扶身 临走前 赵妈妈塞了她一定银子 叮嘱道 若大小姐再有什么 奇怪的行为 就过来禀告 好处不会少了你的 小丫鬟喜滋滋地硬下了 带人走后 赵妈妈有些担忧地看向我 少夫人 孙姨娘的事 要跟夫人说吗 去说一声吧 我道 婆母本就紧张周景长 我得知此事不告诉她 以后万一发生点什么 婆母还得反过来 怪我不知会她 下午 我去来一趟周景长的碟院 果然 我在院子里 遇到了孙姨娘 两人正坐在院中的石凳上 面前的石桌上 摆了些吃食 两人有说有笑 十分开心的模样 孙姨娘率先看到了我 她朝周景长 努了努嘴巴 周景长转头看过来 笑容瞬间凝固了 有些不悦地问道 你来干什么 我微微挑眉 这才几日不见 女人对我的态度 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看样子 孙姨娘没少跟她说我的坏话啊 孙姨娘本想跟我行礼 周景长却拉住了她的手 与其硬邦邦道 你跟她行礼做什么 要不是她抢走了我大哥 我前面的那一声嫂子 换的就是你了 大小姐 这话万万数不得啊 孙姨娘一脸惊慌的表情 急急朝我解释道 少夫人恕罪 妾身从未有过这种想法 孙姨 你跟她说 这些干什么 周景长依旧坐在石凳上 恨铁不成钢道 她抢了你的心上人 还故意使坏挑拨你们的感情 是我都要恨死她了 你还跟她道歉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大小姐 身旁的赵妈妈 气不过想跟周景长理论 却被我用眼神阻止了 我没有因为周景长的话而生气 只将提着的石盒放到她面前 这是王妈妈早上刚做的桂花糕 你尝尝味道 周景长看都没看一眼 十分嫌悟道 我不要吃你带来的东西 给我拿走 这女人可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这时 孙姨娘急急出口 替周景长解释道 少夫人 您千万别生大小姐的气 她只是不爱吃甜食而已 她没有别的意思 少夫人千万不要责罚她 女人的最后一句话 成功激怒了周景长 她 疼 得一下从石凳子上站起来 瞪着眼珠子朝我吼道 苏云 你凭什么责罚我啊 这里是周景长 你敢罚我 我就告诉我娘 见周景长冲我发脾气 孙姨娘微微勾了下嘴角 逗吧逗吧 最好两人能打起来 我将孙姨娘的细微表情收入眼中 不过 周景长说的也没错 这里是周景长 我姓苏 她姓周 而媳妇做得再好 也比不上自己亲生的 再说了 我可是周景温婉贤良的好媳妇 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责罚人呢 我什么时候说要责罚你了 我柔柔地看着周景长 语气有无奈道 你这性子 就是太莽撞了 我且问你 我刚除了说 让你尝尝点心味道外 可还有说别的话吗 周景长一愣 随即想了下 还真没有 你啊 被人当枪使了 还不自知 我说着 让赵妈妈将点心收起来 既然你不爱吃甜的 那我就拿回去了 周景长因为我的话 有些不悦地瞪了眼孙姨娘 她倒也不是觉得 孙姨娘是故意说那些话来激自己 只是觉得 她刚刚害自己丢人了 有些气恼罢了 周景长一瞪眼 孙姨娘吓得跪在了地上 妾身说错话 请大小姐 少夫人责罚 孙亲 你这是干什么 周景长说话时 弯腰要将她扶起来 我又没怪你 赶紧起来 孙姨娘抬眸怯切切地看了我一眼 下一刻 又赶紧跪好 声音微微颤抖道 少夫人 您别怪大小姐 这一切都是妾身的错 是妾身说错了话 害得您被大小姐误会 要打要罚 妾身都认 女人身形 柔弱地跪在地上 说完又朝着我 砰砰砰 重重磕了两头 顷刻间 她的额尖便已亲自 周景长之所以能这么快 跟孙姨娘玩到一起 主要是因为 她觉得 这女人跟自己一样 都是与人相爱 却被迫不能澄清的可怜人 有着这一层身份在 周景长不自觉地 对她宽容了几分 周景长上前拉住 还要继续磕头的孙姨娘 同情道 这件事 你又不是故意的 你磕头干什么 孙姨娘泪眼婆娑道 大小剑 知道您心善 但这件事 您就别管了 我不过就是个妾室 若惹得少夫人厌恶了 会被发卖出去的 说完 又朝我磕头道 求少夫人饶了妾身 孙姨娘眼中满是惊慌之色 可长节垂下时 却尽数是算计的光芒 周景长见孙姨娘这般凄惨 不自觉地 想起自己 曾被陆思良的未婚妻羞辱的场景 她突然朝我吼道 苏瑜 你够了 你拆散孙情和我哥不够 还变着法地折磨她 你怎么这么怠惰 我冷冷看向周景长 下一刻 女人瞬间闭上了嘴巴 她可没忘记 当初我是怎么威胁她的 孙姨娘 既然你戏都演到这份上了 我若不帮你一把 可就对不起你 刚刚掉的那些金疙瘩了 孙姨娘哭泣的动作一顿 心里生起一抹不好的预感 周景长愣愣地问道 神 什么意思 不是说要打药罚都认吗 我低头看着微微颤抖的女人 红唇轻起 缓缓道 妾是对少夫人不敬 那就罚姨三个月 敬足一个月吧 什么 孙姨娘直接傻眼了 周景长气愤道 苏云 你太可恶了 孙情不过就是说 错了一句话而已 你至于罚她那么重吗 还真不至于 我看向气急败坏的女人 不过 你说的吗 我心肠歹毒 变着法地折磨她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再不罚她 岂不是对不起 你对我的这些称呼 周景长 第七十七章 大小姐不见了 没等周景长在开口 身旁的赵妈妈 朝孙姨娘身边的丫鬟赤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送你们姨娘回去 是 两个力气极大的丫鬟 一左一右 直接把跪在地上的孙姨娘拉了起来 大小姐 你救救我啊 孙姨娘脸上闪过一丝惊慌 不甘心地喊道 这结果不是她想要的 她费了那么多功夫 为的是让这两人反目成仇啊 可现在 两人的仇没结成 她自己成了炮灰 周景长自然想要帮孙姨娘 不过 我没给她机会 朝朝妈妈道 大小姐身子乏了 妈妈您受累 送她回去休息吧 是 少夫人 赵妈妈应了一声后 便扶着周景长往屋里带去 大小姐 老奴送您回屋 我不要 赵妈妈是婆母身边的人 周景长自然不敢像 对其他人那样对她 大小姐 少夫人也是为您好 您乖点 回屋老奴 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周景长被赵妈妈 半推半劝地拉进屋子里 孙姨娘瞧着这一幕 心中又气又憋屈 自从她的身份被揭穿后 周燕再也没有 像以前对她那么好了 她在周府没靠山 只能上赶子 来巴结周景长 希望她能护自己几分 结果 这个女人也就是支支老虎 背地里说得有多好 遇着试了 直接装安纯 还没她大哥来得厉害 另一边 婆母一听周景长进私下里 跟孙姨娘要好 直接气得不轻 后来 她听说我把孙姨娘禁足一个月 提着的心瞬间松了下来 直夸我处事周到稳妥 就连后来周景长找她告我状 婆母也只稍稍安慰了她几句 还帮着我说了不少好话 气得周景长回院子 狠狠发了一通脾气 深秋 天气冷了下来 我让刘管家抽空去了趟青山村 帮我给故意送了些郁寒的衣物 还有一些治疗伤寒的药材 每次天气转冷 村里得风寒的人就会变多 我将郊外土地的释放到一边 日日在外面 郁寒鼎鼎重要 这一日 我把婆母送的几间铺面 和酒楼的房契全部拿去官府 让他们改成了我的名字 看着手里几张真正属于我的房契 我激动的同时又感慨万千 这一事 我定会过得比前世好 回去的路上 刚好遇见阿兄带着手下 在胡同里办事 我让车夫停了会儿 将带着身边的户席递给绿柳 朝他而语了几句 绿柳点头 从马车上下来 胡同里没什么人 萧景山身形魁梧 半依靠在墙壁上 面容冷硬 不知在想什么 在他面前有个麻袋 麻袋里装着个人 这会儿剧烈地挣扎着 绿柳大着胆子上前 萧景山的手下都认识绿柳 他们因他出现而停下动作 没等这些人开口 小姑娘把呼吸往萧景山怀里一塞 就一溜烟跑了 看着激进落荒而逃的小姑娘 几个手下愣了下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萧景山低头看了眼怀里的东西 伯良的嘴角微微一勾 他家小姑娘竟还会做东西给他 绿柳跑回来时 整张脸都有些发白 这是怎么了 我不解地问道 少夫人 您 您阿兄在揍人呢 绿柳心有余悸道 一个个都好凶了 我都怕他们会打我 我笑着道 放心吧 你是好人 他们只揍坏人 绿柳因为我花瞪大了眼睛 极轻地嘀咕了句 可他们也不像好人啊 我只浅浅一笑 在旁人眼里 阿兄确实不是好人 可我知道 他心里有一感属于自己的秤 真正的恶事 他是不干的 天气越发冷 府里也开始准备过冬的东西 我与婆母商量了一番 准备给府里美人做两套冬衣 婆母虽一直催着我 与周燕圆房 可好不容易儿子上镜了 他也怕耽误他的学业 最后 也就泄了这心思 因为孙姨娘禁足 周景长开始往河园跑 婆母知道 这一消息时 又是生了好一顿闷气 可任凭他如何劝 周景长就是不听 劝狠了 他就破罐子破摔 说干脆把他也禁足算了 婆母到底心疼女儿 劝不动便知让丫鬟们多盯着些 可就算如此 不愿发生的事 还是发生了 这一天刚吃过午饭 刘管家一脸急色地跑了过来 少夫人 不好了 大小姐不见了 什么 我疼了一下 从椅子上站起来 惊讶到 这人不是一直在府里 怎么会不见了 婆母呢 婆母知道这件事吗 小的已经让人去通知了 刘管家道 去蝶院 等我带着丫鬟们来到蝶院时 一众吓人全部跪在地上 个个静若寒蝉 身体颤抖得厉害 婆母已经把每个人盘问了一遍 可没人知道 周景长去哪里了 大小姐最近可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我问道 吓人们思索一番 都摇头说没有 正常吃饭 正常午睡 正常六弯 甚至每晚睡觉的时间都一样 再派人去找 婆母拍着桌子怒道 就是绝地三尺 也得给我把人找到 是 管家领着下人就要走 我又将人喊住 除了府里能藏人的地方 通往外面的院墙 也去看看 是 管家应下 带下人们离开后 婆母紧紧抓着我的手 声音带着颤抖道 云儿 你说阿景会不会已经 一想到上次周景长投胡的事 婆母整个人都有些发抖 不会的 我声音十分肯定道 阿景已经想开了 他不会寻短剑的 真要寻短剑 他早寻了 何至于等到现在 我内心 隐隐有一个猜想 但刘管家那边 还没有消息传来 我也不敢告诉婆母 那好端端的人 怎么会不见了呀 婆母说着哭了起来 阿景若是出什么事 我 我也活不下去了呀 我拍着婆母的后背 柔声安慰了一番 半个时辰后 刘管家带着下人匆匆过来 怎么样 可有发现 婆母擦干眼泪 忙问道 刘管家摊开手心 将找到的东西露出来 夫人 少夫人 有下人找到了这个 柔妈妈取了 刘管家手里的东西 交给婆母 是一枚珍珠耳坠 婆母激动道 是阿景的东西 前两日 我还见她带着 我沉深问道 刘管家 这耳坠 你们是在哪里发现的 刘管家眼神闪烁一下 看了眼婆母 才吞吞吐吐道 是 是在前院墙角处的一个狗洞旁 我 第七十八章 我现在就让管家 将你迈进青楼 婆母文言愣了下 下一刻满脸慌张道 糟糕 阿景定是逃出府去了 我心中叹气 果然被我猜中了 但周景长是如何知道 外院有狗洞的 那狗洞不可能是最近才有的 可若周景长早就知道了 又何必等到现在才去钻 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孙琴 定是孙琴告诉他的 我能想到的是 婆母自然也想到了 阿景极少去前院 那狗洞绝不可能是他自己发现的 婆母黑着脸 几乎咬着后牙槽道 定是姓孙的那个女人告诉他的 婆母此刻 怕是恨不能弄死孙琴 来人 去把孙姨娘给我带过来 是 下人们很快就把孙姨娘带过来了 人过来时 脸上满是疑惑 夫人 您找妾身有什么事 给我跪下 婆母立声道 孙姨娘身体抖了抖 但还是跪在了地上 我问你 前院有个狗洞的事 是不是你告诉阿景的 婆母急凶的语气 让孙姨娘有些害怕 同时心里生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狗洞的事情 她只跟周景昌提过 这会儿 婆母提及此事 怕是周景昌出事了 孙姨娘一想到这里 立马摇头否认道 神 什么狗洞 切身不知道啊 孙姨娘 大小姐不见了 你若知道她去了哪里 就赶紧告诉根夫人吧 刘管家看不下去了 朝她劝道 什么 孙姨娘一惊 声音有些尖锐道 大小姐不见了 她想起 女人昨天跟她说的话 若是能出去 定要去找路狼 和她做一对神仙眷侣 孙姨娘默默地想着 该不会那女人 真出去找那什么路狼了吧 这下子 她是更不敢承认 自己知道那狗洞了 夫人把周景昌 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若让她知道 周景昌爬的狗洞是她说的 怕是能要了她的命 孙姨娘把头捶得低低的 声音有些心虚道 夫人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狗洞 我也不知道大小姐去哪里了 婆母可是周家的当家主母 眼睛毒得很 哪里瞧不出这女人在撒谎 若换作旁人失踪了 她可能还有些理智 可丢的是自己女儿 婆母朝柳妈妈使了个眼色 柳妈妈立马冲到孙姨娘面前 对着她的脸就是 啪啪啪 三个巴掌 柳妈妈力道用了时辰时 女人的面颊 肉眼可见地肿胀了起来 孙氏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婆母冰冷的声音 不带一丝感情 你若好好交代阿景的下落 这是我可以从轻发落 可你若咬死不承认 我现在就让管家 将你迈进青楼 孙姨娘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此刻她是恨死周景长了 她本是为了讨好那女人 才悄悄把周府外院狗洞的事情 告诉了她 可谁知道昨天才说完 那个蠢女人 今天一早就钻狗洞跑了 孙姨娘毁得肠子都轻了 人没讨好上 还把自己架在了火里口 简直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婆母见她不吭声 朝刘管家命令道 找两个人 把她丢进合成最下等的窑子里去 是 孙姨娘瞳孔睁大 神色吓得不轻 不要啊 女人惊恐地尖叫起来 夫人 求求您 饶了我吧 最下等的窑子 伺候是合成最下等的男人 只要男人给钱 别说贩夫走足 就是乞丐也得伺候 我在一旁听得心有余悸 许是婆母对我太好了 以至于我忘记了 她可是周府的当家主母 能成为首富的女人 又怎可能没有点手段呢 当下人们缓缓靠近时 孙姨娘吓得大声尖叫 不要 不要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婆母朝下人摆了摆手 示意她们停下 孙姨娘的身体 抖得不成样子 颤抖着声音道 大小姐可能 可能去找她的路郎了 什么 孙姨娘趴在地上 头垂得嘀嘀的 大小姐听 曾经伺候过 她的一个下人说 在城郊的村子里 看到了她的路郎 大小姐今日不见了 可能 可能是去找她了 说完 孙姨娘急急地磕了两个响头 夫人 妾身真的不是故意说狗洞的事 实在是大小姐日日逼问 妾身没办法 只能说了出来 孙姨娘说着 两行轻泪落了下来 婆母冷笑一声 孙姨 我不是我那蠢儿子 你掉几滴眼泪 对我没用 不仅没用 还会惹得她更厌恶 我女儿我了解得很 她若真要逼问你 你还能好好站在这里 依着周景长的脾气 早把人打成残废了 孙姨娘脸色一白 吓得眼泪都憋了回去 婆母知道了周景长的下落 朝刘管家道 把孙氏带下去 严加看管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放她出来 是 去把这段时间 接触过大小姐的人 全部带过来 我要一个个盘问 是 婆母手段雷厉风行 没一会儿 就有个小丫鬟招了 她曾在周景长身边当过丫鬟 过来饭了是 被周景长罚去外院撒扫 她陪周景长去庙里时 也是见过陆思良的 前几日 她告假回村 发现陆思良竟然搬到了自己的村里 小丫头一时没忍住 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周景长 婆母听完气得浑身发抖 直接命管家将小丫鬟发卖出去 刘管家 告诉府里所有人 谁敢把大小姐出府的消息泄露出来 我就把她乱棍打死 丢到乱葬岗喂狗 是 刘管家应声道 带下人们离开 偌大的院子安静了下来 婆母抓着我的手 声音透着急切道 于而 母亲求你一件事 母亲严重了 我道 但凡儿媳能做到的 您尽管开口便是 于而 你悄悄出府 帮我把警长带回来 婆母道 我一早就料到 婆母要让我做这件事 好 我点了点头 母亲放心 若我遇到警长 一定把她带回来 婆母让下人 安排了一辆黑青色 不打眼的马车 我带着绿柳钻镜进去 按照小丫鬟的提示 我很快就找到了 陆思良居住的村子 马车才刚停在村口 就听到几个村民 正情绪激动地说着话 那姓陆的 可真有本事啊 连城里的大小姐 都缠着她不放呢 谁说不是呢 听说当初这姓陆的 就是为了躲那大小姐 才搬来咱们村的 哎哟 那大小姐也够贱的呀 人家都不要她了 还上赶子贴过来 可不是吗 第79章 我只要你一个人就够了 我与绿柳 跳下马车 绿柳上前问道 各位乡亲 你们说的 陆家在哪里啊 村民们打量了我们一下 最后 有人到 进了村 左拐第三户 瞧着人最多的那家就是了 绿柳道 谢谢 等我和绿柳走后 村口的几个村民 议论得更厉害了 你们说 这两人不会也是 来找陆思良的吧 哎哟 陆思良那小子 艳福不浅啊 我与绿柳 按照村民的指引 很快就来到了陆家 陆家在村里算是不错的 三间泥瓦房 还用篱笆围了个小院子 我与绿柳 好不容易从围观的村民里 挤到了最前头 周景长果然在这里 他一身鹅黄色绸缎刺绣如裙 精致又华丽 和陆家养鸡养鸭 满是尘土的院子 显得格格不入 除了他之外 陆家院子里 还站着一男两女 男的瞧着还很年轻 身形瘦长 皮肤白皙 竖发带头巾 穿着剑 将洗得发白的蓝色 棉布长衫 想来这人就是周景长 一直挂在嘴边的陆郎陆思良了 陆思良身旁 还站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妇人 想来就是他新娶的娘子徐梅花 徐梅花皮肤黑黄 身形有些发胖 长发用木簪挽起 穿着粗布如裙 双手插腰 一脸气愤地盯着周景长 我说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我相公都说 不会娶你了 你还赖着不走 非要我拿扫把赶你是不是 周景长没了在周府时的稀里 这会儿 她就像一只挨讯的妈 锁着脖子 可怜巴巴地哀求道 陆郎 我求求你 别赶我走 我好不容易从家里逃出来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陆思良甩开了周景长的手 声音带着怒气道 周景长 当初你父母是如何羞辱我的 你忘记了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赶紧走 不要再来我家了 不要 陆郎 你不要赶我走 周景长苦苦哀求 甚至朝男人跪了下来 陆郎 我真的很喜欢你 只要我能留下来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徐梅花一听她这话 气得上前一把拽住周景长的头发 就往院门口拖去 好 你不走是吧 那老娘就送你出去 放手啊 周景长疼的眼泪都出来了 抱住夫人的腿 就狠狠咬了一口 啊 徐梅花吃痛 松手扇了周景长一巴掌 贱人 你他娘的敢咬我 得了自由的女人 竟连滚带爬地回到陆思良面前 满脸泪水地祈求道 陆郎 我知道 我爹娘以前 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 你放心 咱们在一起 或我就跟他们断绝关系 我只要你一个人就够了 我原本瞧着周景长被欺负 还想跑进院子里帮他 结果 他后来的话 直接让我惊呆了 就连绿流也皱眉眉头道 少夫人 大小姐是不是疯了呀 堂堂合成首富的女儿 竟朝个乡下男人又跪又求 还扬言 要为了他与父母断绝关系 这一系列的操作 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没等陆思良开口 被咬伤的妇人 瘸着腿 又要去抓周景长 周景长为了不与面前的男人分开 他突然伸手 死死抱着男人的腰肢不放手 这一幕 看得周围不少人 直接捂住了眼睛 哎哟 我滴个娘啊 这到底是千金小姐 还是勾兰院里的妓子啊 怎么还抱着男人不撒手了 陆思良可是个读书人 最讲究礼仪廉耻了 如今摊上这么个女人 也真是倒了血眉了 这就是个轻浮 放荡 不要脸的女人 瞧热闹的人群里 女人对着周景长 就是一顿唾骂 男人却朝着紧紧抱在一起的两人 吹起了口哨 陆思良 你小子厌福不浅啊 人家大小姐 都为你斩亲情了 要不你干脆就拿了她算了 就是 白的的女人暖被窝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啊 娇滴滴的千金小姐 肯定比你那操娘们有滋味多了 你就赶紧接手了吧 男人越说越下流 陆思良的媳妇徐梅花 气得大骂起来 你们他娘的 放什么狗屁呢 有本事 你们自己去纳妾 我告诉你们 我相公是绝对不会纳妾的 这妇人也是个手段厉害的 她见周景长抱着陆思良不放 一双发狠的眼睛四处飘 当瞧见墙角 那批柴火的斧头时 女人毫不由地走过去捡了起来 我暗叫不好 周景长 你个臭女婊子 到底走不走 徐梅花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她心红着眼睛 握着斧头 怒气冲冲地朝周景长走去 周景长也是个奇葩 她眼里除了陆思良外 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了 院子外瞧热闹的人 这会儿也瞧出来不对劲 纷纷喊着 妇人不要冲动 我焦急地推开院门 绿柳紧随其后 我俩才刚跑进去 徐梅花已经举起斧头 朝周景长冲去了 小心 我吓得尖叫 周景长转头朝后面看去 她在看到徐梅花举着斧头 朝自己砍来时 第一反应竟不是躲避 而是死死抱着陆思良 嘴里喊着 陆郎 我们一起去下面做夫妻吧 我 这个疯子 满脑子男人的女疯子 别说我了 就是陆思良 也快被这女人气死了 周景长死死抱着她 她媳妇的斧子若真砍下来 难免不会伤到她 幸亏陆思良怕死 在斧子砍下来那一刻 她抱着周景长躲开了 徐梅花举着斧头披了个空 整个人朝前亮呛了下 绿柳激紧 她趁着这机会 从后面抱住徐梅花粗大的腰肢 我也赶紧过来 夺走她手里的斧头 我跟绿柳 还在跟徐梅花纠缠 周景长这个脑子有炮的 静爱意满满地看着陆思良 一脸感动到 陆郎 我就知道 你不会眼睁睁看我去死的 陆郎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对不对 陆思良 疯女 她是怕自己受到牵连好不好 周景长还处在自我感动中 我与绿柳 却有些坚持不住了 陆思良的媳妇 干惯了农活 力气不是一般的大 绿柳从后面根本制服不了她 我使了最大的力气 还是没从她手里夺走斧头 我扯着嗓门叫道 周景长 你快来帮忙啊 话音刚落 徐梅花挣脱绿柳的束缚 举起斧头朝我砍过来 第八十章 我死不死关你们屁事啊 少夫人 绿柳尖叫 斧头过来时 我的大闹一片空白 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避让 突然 腰间出现一只强而有力的大手 他紧紧揽住我的腰肢 一个旋转 将我带离了危险地方 我抬头一看 竟是阿兄萧景山 他如盖世英雄般出现在我的面前 帮我抵挡了面前的困难 可这乡下地方 阿兄怎么会来 是巧合 还是特递过来 没等我想明白 阿兄已经将我放下了 他的脸色极差 眸中盛满怒意 立声朝我训斥道 你知不知道 刚刚的行为有多危险 若不是他及时赶到 那把斧头就已惊 萧景山甚至不敢再往下想 冷血无情的男人 曾经就算面对死亡 都不曾害怕过 可刚刚他赶到陆家时 看着斧头朝自己的女孩砍去 那一瞬间的惊恐急 直到现在依旧存在 苏云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为了保护个蠢货 差点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还很伟大 往常我惹阿兄生气 他顶多斥责我几句 但现在他骂我脑子进水了 看样子 这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其实 斧头过来时 我就已经毁得肠子都轻了 我那么惜命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为了保护别人 搭进自己的小命 如果让我重来一次 我绝对撕小姑子 不死我自己 当着这么多人面 被阿兄训斥 我脸上有些挂不住 阿兄 我知道错了 我下次不敢了 你别生气了 男人看着我可怜巴巴的样子 到了嘴边的话 瞬间停下了 我被阿兄救起 另一边 徐梅花就没前一次那么幸运了 他举着斧头 又扑了个空 整个人往前栽去 啊 随着一声尖叫 人摔在地上 斧头也落了地 阿兄的手下大虎 弯腰捡起地上的斧头 凑到他跟前问道 就是你要扛我 家老大的妹妹啊 徐梅花刚从地上爬起来 一抬头 就看见个满身煞气 手拎斧头的男人 女人吓得尖叫起来 啊啊呀 陆思良 有人要杀你媳妇啊 当陆思良看到院子里 又多出来的几个人时 吓得大叫道 你们谁啊 闯进我家院子干什么 说完 他满脸气愤地朝周景长道 是不是你叫来的人 赶紧让他们走啊 周景长看着萧景山等人 也有些愣住 随即朝我凶巴巴道 苏云 别以为你带一群凶神恶煞 我就会跟你走 我告诉我 我今天找到了陆郎 我就不会再跟他分开 陆思良听着周景长的话 心头一跳 暗叫一声不好 当初他收了周父周母的钱 也跟他们保证 不会再跟周景长有瓜葛 当然他绝对不会 将收钱的事告诉周景长 他跟他说的是 周父周母拿钱羞辱他 他忍无可忍 只能跟他分开 都已经演到这里了 自然不能功亏一篑 否则 周父周母 向他追回那笔钱怎么办 于是 陆思良再次露出厌恶的表情 朝周景长道 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赶紧从我家出去 陆郎 周景长满脸伤心 刚刚他还愿意救自己 为什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又变脸了 突然 周景长目光不善地看向我 苏云 都是你 是你坏了 我跟陆郎的好事 我 周景长像仇人一样盯着我 气愤道 我告诉你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赶紧带着你的人滚啊 我 阿兄眸光闪过一丝寒气 冷声讽刺道 这就是你拿命救的人 我忍着怒气 低声抱怨道 这么没良心的人 再来一次 我一定不救 救条狗 他还知道 冲你摇摇尾巴 救周景长 简直是自己 给自己找气兽 刚就该让他被陆思良的婆娘 狠狠砍上几刀才对 阿兄听着我的话 脸色好了线 他突然身体前倾 凑到我耳边 要不要阿兄 帮你教训他一下 因两人靠得太近 我下意识身体往后痒 想了下道 还是算了 他到底是周燕的妹妹 若教训重了 婆母该说我了 看着我拉开的距离 萧景山眼神一暗 话也没有再继续讲 这时 听不下去的绿柳 愤愤不平道 大小剑 你不要这么没良心好不好 刚刚要不是少夫人 及时提醒你 你怕已经去 阎王爷那里报道了 周景长听了这话 非但不感激 反而从鼻孔哼了一声 理直气壮道 我要你们帮了吗 我死不死关你们屁事啊 要你们闲吃萝卜蛋操心 在这里管我的事 我差点被周景长 不要脸的话 气晕过去 说实话 他要不是周家人 我这会儿 恐怕已经把巴掌 甩在他脸上了 这女人不仅被宠坏了 而且还自私 冷漠到无情 我已经懒得跟他吵架了 声音冰冷道 周景长 你现在跟我回去 出府时 婆母再三叮嘱 若见到人 一定要把他带回来 周景长立马道 我不回 他紧紧搂住陆思良的手臂 看向我的眼神带着决绝 我好不容易找到陆郎 他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你别想带走我 我真是被他快气死了 可看在婆母的面子上 我还是耐着性子跟他解释 周景长 你跟陆思良没有任何关系 你在陆家名不正 言不顺 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 你也为周家的名声想想 周家丢不起这个人 我的话也不知戳中了女人的哪个痛觉 周景长再次发疯式地咆哮起来 名声名声 你们就知道什么狗屁名声 为了看不见 摸不着的名声 你们活生生拆散我跟陆郎 你们这些人 简直是自私透顶 我 我心中的一口老血 差点吐出来 这个女人简直了 名声固然不是最重要的 但她今日的行为 显然是出格了 她若是个民事里的 现在就该跟我回去 我的沉默 使得周景长更加嚣张了 她捡起地上的石头 就朝我砸去 你滚 给我滚啊 阿兄立马站到我面前 石头砸中她的后背 她没吭声 可她的几个手下黑了脸 周景长见萧景山一帮人 不是好惹的 缩了下脖子 恶狠狠瞪着我问道 苏云 你从哪里找来的帮手 瞧着就不像是好人 这跟你无关 我冷声道 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周家 周景长大叫道 不回 打死我也不回 好 我黑着脸 道 这可是你自找的 第八十一章 阿兄 你别生气了 我朝身旁的萧景山道 阿兄 借你的两个手下一用 男人点头 周景长害怕道 姓苏的 你想干嘛 大虎 二虎 把我捆了这女人 我一声令下 两个面色不善的男人 立马朝周景长而去 女人瞬间吓坏了 把腿就想跑 大虎快走两步 直接抓着了她的手臂 我不回 我不回去 周景长鬼喊鬼叫 还剧烈地挣扎起来 大虎实在是受不了 直接以手做刀 朝周景长的后脖子一砍 下一刻 彻底安静了 周景长被人抬进马车里 陆家的闹剧 至此也结束了 为了防止村里人 将今日之事说出去 萧景山给大虎使了个眼色 男人得令 拎着斧子 走到陆家院门口 砰 得一向巨响 陆家院门 直接被劈成了两半 陆家人 在场所有人 也被吓了一大跳 大虎面色猙獰 声音带着威胁道 谁要敢把今日之事传出去 这门就是你们的下场 院子外头的村民 吓得狠狠一哆嗦 一时间有些后悔 过来瞧热闹 有人率先反应过来 扯着僵硬笑容道 放心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去 最好是这样 大虎冷冷道 但凡今后之事有一丁点传出去 你们整个村往后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若是不幸 大可以试试 丢下一番警告 大虎这才离开 周景长被人抬进马车里 我让绿柳进去照顾他 马车前 萧锦山的脸色依旧不太好 我扯住他宽大的袖子轻轻摇晃 脑袋也垂得滴滴的 道 阿兄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我这次有些莽撞了 可周景长是我小姑子 婆母又让我来寻他 我当嫂子的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人砍吧 而且 我是真没想到 那徐梅花力气会这么大 我跟绿柳两个人都控制不住 那斧头砍过来时 我也吓猛了 我是周家的儿媳妇 于情于理都得帮着周景长 我正低着头说个不停 突然 一把精致小巧的匕首 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是 萧锦山面色依旧有些沉 声音缓和了许多 给你防身用的 这把匕首 是他找匠人定制的 前些日子刚拿到手 本还想着 该找个什么由头送出去 如今现成的摆在面前 倒也不用寻什么理由了 直接送就好 我双手接过匕首 脸上的兴奋遮不住 萧锦山见词 嘴角微微弯了弯 就这般开心 当然啊 我想也没想到 我原本还想去买一件 防身的武器呢 阿兄 咱们俩真是心有灵气 男人喉间一出一声轻笑 想来 应该不再生我的气了 趁着有时间 阿兄教了我 如何使用这武器 本以为就是件 制作精巧的匕首 却没想到还能有乾坤 这把匕首 出翘能防身外 剑翘里竟还藏了 三只极细的剑 轻轻按动红宝石 就能发射出去 阿兄教会我之后 催促道 外头冷 小心着凉 进马车再去研究吧 好 我坐上马车后 掀开帘子挥手道 阿兄 再见 萧景山朝我笑了笑 之后 他与手下也翻身上马 扬长而去 我坐上马车 就直奔合成 待婆母看见昏睡的周景长时 眼眶瞬间红了 我把在陆家的事 跟婆母说了 至于阿兄 只说是我在青山村时任的干哥哥 婆母听完后 整个人气到发抖 同时 眼眸流露出了失望之色 母亲 阿景是被我强行带回来的 等会儿他醒了 可能还会闹 我忍不住提醒道 就周景长那发疯的样子 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来 尤其是我把他弄晕带回来的 过会儿醒来 怕是会咬死我 我不敢久待 与婆母说了声 就离开了 婆母许事被周景长的行为 弄得彻底心寒了 他竟然将早前准备好的绳子 拿了出来 他换了门外的下人进来 趁着周景长昏迷 直接把他的手和脚绑了起来 不仅如此 他还拿干净的帕子 塞进周景长嘴里 周燕下学回来 得知周景长进钻狗洞出去 找陆思良 气得衣服也没换 就直奔迭院而去 进了院子 发现周景长还没醒 他沉着脸 把婆母拉去书房 两人说了许久的话 婆母出来时 满脸颓废之色 周景长是在晚上醒来的 他发现 自己背绑 就开始发疯 不过 嘴里塞了布头 根本发不出声音来 阿姐 你真是太让娘失望了 婆母站在床边 满脸失望之色 娘给了你好多次机会 可你一点都不珍惜 如今还钻狗洞出去见人家 还扬言 不要名分跟人家在一起 婆母说到这里 眼泪夺眶而出 我辛辛苦苦养了你十几年 就是为了让你糟蹋自己 去给男人暖床的吗 婆母边擦眼泪 边道 阿姐 你大哥说的没错 既然你不珍惜娘给你的生活 那从今往后 你就别在周府住着了 明日我让刘管家 送你去山上的泥关 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再什么时候回来 周景长吓得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他惊恐地摇晃着脑袋 看样子 根本不想去 婆母这次倒硬起了心肠 阿姐 你也别怪我 过些日子 你爹就该回来了 唐儿让他知道 你干的这些事 别说你关了 恐怕你的小命都保不住 周家老爷 能在生意场上厮杀几十年 还把周家做到了 合成首富的位置 没一点手段和狠劲 是不可能的 早前周老爷得知 周景长干的这些事后 气得直接动用了家法 说要把人直接打死 是婆母千方百计求着 才最终放过了周景长 若让周老爷子知道 周景长后来干的这些事 怕是能把人活活打死 周母虽然心软 可她一旦下定决心 那就是 没有人劝得动 而我更是不会劝 第二天一大早 周景长被捆住手脚 嘴里塞了帕子 身上盖着宽大的斗篷 直接塞进马车里 看着马车扬长而去 我内心却有些不安 路上有那么多人看着 周景长应该跑不掉吧 第82章 这有了相公 还勾搭别的男人 周景长离开周府后 周家终于清静了 如今天气越来越冷 府里开始准备过冬的东西 我与婆母商量了一番 请了合成的裁缝上门 打算给下人们做两套冬服 几位姨娘则是三套 碳盆 碳火等各种东西 也开始添置起来 江南的冬天 潮湿阴冷 西北风一吹 就跟刮进了骨头里一般 人都快吹傻了 连着下了好几日的雨 好不容易放晴 我与婆母说了声 便拉着绿柳上街了 两人先去了布庄 购入大量的棉花和布匹 又去粮食铺子 买了许多粮食 最后 我与绿柳还跑了趟药铺 将一些寻常用得上的药材 全部装袋买下 正从药铺出来 一个人影挡住了我的去路 抬头一看 竟然是菜院 女人似乎偏爱穿红色 身上的凹裙红似火 因收邀的关系 妖娆身段净险无疑 头上 攒着一根石柳石的发钗 眸光流转 带着风情 上次在郊外 我俩不花而散 我以为她不会再搭理我 没想到 她今日又凑过来 蔡老板 你有事吗 我看着挡住去路的女人 面容冷淡不显情绪 周少夫人 你可真是看不出来啊 菜院满脸鸡翘之色 这外表瞧着挺端庄得体的 没想到那里骚得很 这有了相公 还勾打别的男人 我不懂她的话从何而来 心中怒气油然而生 没等我开口 绿柳掐腰朝她骂道 喂 你个女人把嘴巴放干净点啊 谁够大男人了 我家夫人清清白白 你要再敢污蔑她 我可对你不客气 小丫头像一只炸毛的猫 双眸怒瞪着蔡月 我说的又不是你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蔡月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语气卑劣道 还是说你家少夫人 本来就是个淫 娃荡妇 如今被我揭穿秘密 你们主仆二人恼羞成怒了 姓蔡的 你一大早上吃屎了是不是 你一个合理的女人 整日穿得跟枝花蝴蝶一样 扎在男人堆里嬉笑打闹 要论淫荡 那也是你 啪 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蔡月甩了甩自己的手 语气冰冷道 死丫头 我让你乱说话 我急不上前 看着绿柳脸颊上浮现的巴掌印 心头涌起滚滚怒意 我抬头看向蔡月 眸光锐利透着寒气 蔡月丝毫不觉得自己错了 反而扬着下巴道 你看我干什么 你这个下人 一点规矩都没有 我帮你交交 啪 我甩手就给了这女人一巴掌 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管教 蔡月儿没想到 我竟会为了个下人打她 捂着脸颊怒视着我 苏云 你敢打我 话音刚落 她就要抬手打我 突然 一只大手牵住了她的手腕 抬头看去 竟是周燕 她一身蓝色绣云纹绸缎 后世长袍 头戴玉冠 英俊替挡 她身后是张笑忠 今日这人没穿衙门的服饰 这一袭青色长袍 五官端正 正气凛凛 蔡老板够凶哈 大庭广众之下 叫打人 张笑忠双手还凶 语气轻缓道 因着周燕和张笑忠的出现 街上不少人围了过来 身后要扑的几个伙计 也时不时探着脑袋 朝这边张望下 蔡月儿看见这两人 嚣张的气势 立马减了几分 她一边挣扎 一边怒视周燕道 放手 周燕突然松开 挣扎中的蔡月儿 亮枪了下 差点摔在地上 一旁丫鬟赶紧将人扶住 我见周燕出手 也不再搭理蔡月儿 只轻轻抚上绿柳的脸颊 心疼地问道 怎么样 还疼吗 少夫人放心 奴婢皮糙弱厚 不怕疼的 绿柳红了眼眶 却还出声安慰我 我的脸上隆起一股怒气 冷着声音朝蔡月儿道 向绿柳道歉 蔡月儿的双眸煞时瞪大 声音间隙道 姓苏的 你让我跟着奴才道歉 他因创办了天香楼 在河城也算小有名声 这会儿 周围又围了不少人 倘若他跟婢女道歉 那以后让他的面子 往哪里搁 你打了绿柳 就必须跟他道歉 我冷声道 那你也打我了 你是不是也得跟我道歉 蔡月儿叫道 我还没开口 一旁的周燕不干了 他十分维护我道 苏云凭什么跟你道歉 整件事因你蔡月儿而起 你若没有出手伤人 他又怎么会打你 周兄说的没错 张笑忠附和道 事情经过我们可瞧的清清楚楚 蔡老板你侮辱嫂子在先 打他丫鬟在后 无论你如何狡辩 这件事就是你的错 你不仅要跟小丫鬟道歉 还得跟嫂子道歉 蔡月儿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嘴角露出一抹击窍 道 周燕 这女人跟别的男人有奸情 你头顶都快成青青草原了 你竟然还帮她说话 怎么 是嫌自己头上不够绿吗 周燕被蔡月儿的话激怒 急大声道 蔡月儿 你胡咧咧什么 你若再敢污蔑苏鱼 信不信我揍你 男人跟着大儒学习 虽性子收敛了些 可倘若被逼急了 还是照样会打人 蔡月儿见周燕不幸 想也不想就到 我哪里污蔑她了 前几日 我分明看到这女人给 后面的名字即将脱口而出 女人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那日 她去质问萧景山的场景 魁梧壮硕的男人 浑身透着力气 强而有力的手掌 掐住她的脖子 冷声警告她 不许将事情说出去 回过神来的蔡月儿身体一抖 立马改口道 给一个男人送东西 因着她的话 我稍稍回忆了下 随即想到 可能是前些日子 我让绿柳给阿兄送呼吸的场景 被她瞧见了 阿兄顾及我的名声 不愿让我跟她牵扯上关系 如今知道她是我兄长的 恐怕除了青山村的人之外 就是绿柳和她几个手下了 想来是蔡月儿误会了 我跟阿兄的关系 周燕听着她的话 沉着脸质问道 她给哪个男人送东西了 这 她 我 蔡月儿迫于萧锦珊的威胁 根本不敢将她的名字说出来 周燕本就不太信蔡月儿的话 如今见她吞吞吐吐的样子 心里头就更加不幸了 我松开绿柳 站到蔡月儿面前 坦坦荡荡道 你说的没错 半个月前 我的确让绿柳将一双呼吸 送给了一个男人 蔡月儿一听 情绪激动道 你们看 她承认了 她承认了 第83章 如我鸣节 关乎生死 瞧着蔡月儿兴奋的样子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继续道 那个男人不是别人 是与我一起长大的兄长 周燕一听 怂了一口气 朝蔡月儿道 听到没有 我夫人是给她兄长送东西 何来什么奸情你说 张笑忠冷冷道 人家兄妹之间送点东西 却偏偏 被你说得如此不堪 蔡老板 你是故意为之啊 还是存心想 坏我嫂子的名声啊 围观人群 听着周燕和张笑忠的话 也纷纷朝蔡月儿 露出气愤的表情 这女人怎么这么话 人家好好的 兄妹她竟然说有奸情 可真是太过分了 就是啊 造人家黄瑶 也不怕天打雷劈 蔡月儿见众人 对自己指指点点 心中怒火中烧 突然 她想到了什么 立马叫道 苏云 你撒谎 我早就打听过了 你们苏家一共一二两女 你兄长几年前游学去了 根本没有回来过何成 蔡月儿说话时 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 殷苏的 你就别狡辩了 那个男人就是你的拼头 我心中的火气 因为她最后两个字 蹭 得一下上来了 说我也就算了 她凭什么 侮辱我的阿兄 我抬手又给她一巴掌 你侮辱我也就罢了 你凭什么 还要牵连我的阿兄 因为愤怒的关系 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苏云 你又打我 蔡月儿叫着 要朝我发飙 周燕却挡在了我的面前 冷声道 信蔡的 你动她一下试试 蔡月儿不敢上前 却满脸的不甘心 我恢复了些理智 冷声声音继续道 蔡月儿 你若不信我说的 大可以去青山村 随便拉个人问问 我苏云是不是有一个 自小一起长大的阿兄 我们秦童手足 圣死亲兄妹 这时 人群中有人道 我作证 周少夫人说的是真的 我去青山村找顾一女 瞧病时 顾一女亲口说过 周少夫人是她的干女儿 与她干儿子一起长大 秦童手足 此话一出 另一人也道 原来周少夫人 就是顾一女口中的干女儿 那我也能作证 顾一女总说 她的干女儿和干儿子 是对冤家兄妹 药铺门口 瞧热闹的人 里头不少 是来买药的 顾一一数好 又时常免费一诊 合成外各个村子的村民 不管距离青山村 多远多近 很多都会来找她看病 今日这些人里头 总有那么几个 就是从顾一那边 看完过来买药的 有了围观百姓 替我作证 蔡月儿肉眼可见地 慌张起来 你 你跟她真的是兄妹关系 她不死心地又问了一遍 我冷声道 这么多人替我作证 你若还不信 那不如我将阿兄叫来 咱们当面对质 阿兄兄名在外 她怕连累我 可我不怕 不然 那一日 我也不会让绿柳 送给她送呼吸了 蔡月儿整个人摇摇欲坠 惨白着脸道 不 不用了 她做梦都没想到 萧景山和苏云 竟然是兄妹 天哪 她到底干了件什么蠢事啊 蔡月儿这会儿 毁得肠子都轻了 萧景山在河城 又是极有势力的 放在她那地方 妥妥的黑社会大佬一枚 蔡月儿一个弱女子 在河城做生意 有萧景山罩着 没人会寻她麻烦 最重要的是 这男人长得高大威猛 一看就是个在床上极厉害的 蔡月儿上一个男人 在床地间推没用 根本满足不了她 自打蔡月儿瞧见萧景山后 她便一直跃跃欲试 想要将人拿下 可惜 萧景山软硬不吃 她也是毫无办法 尤其今日 她还得罪了她的妹妹 岂不是日后更没机会了 蔡月儿内心一阵埋怨 这古代人都是奇葩 既然是兄妹关系 为何不在她误会时 赶紧解释清楚呢 现在好了 搞得她下不来台面 一想到这里 蔡月儿不仅恢复脸色 还朝我埋怨道 苏云 你说 你长嘴是干什么用的 早早地不把事情真相说出来 如今闹大了你才说 你这不是坑我吗 我 这女人不仅不思悔改 竟还把责任推到了我头上 我就没见过她这般不要脸的人 蔡月儿继续道 好了 既然是误会 那解释清楚就好了 苏云 你下次遇到这种事 记得要早点说 与毙 这女人就想领着丫鬟离开 站住 我冷声道 蔡月儿气恼道 苏云 事情都结束了 你还想干嘛 道 歉 我冷冷吐出两个字 什么 蔡月儿瞪着我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苏云 你别太过分 她可是从未来发达文明而来的人 让她跟个什么都不如自己的古代人道歉 不行 她办不到 我夫人哪里过分了 周燕立马站出来维护道 你今日差点毁了她的名声 一句道歉 已是最轻的了 蔡月儿见周燕帮我 有些气恼道 不就是个误会吗 如今解释清楚就好了 你们夫妻俩 为何还要这般为难我 说完 女人又嘀咕了一句 古代人就是小家子气 鸡毛蒜皮的小事 也要抓着不放 鸡毛蒜皮 我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面前的女人 只觉得 她的话自私又冷漠 蔡月儿 你也是女人 你该知道 名声对于女人而言有多重要 今日你污蔑 我与阿兄的关系 倘若我不能自证清白 那满城的流言蜚语 就能将我杀死 苏云 你少威严耸听 蔡月儿打断我的话 不就是个误会吗 什么死不死的 你们古代女人 也太脆弱了 说完 她又满脸不耐烦道 行了 不就是道歉吗 对 不 这总想了吧 蔡月儿也想通了 反正是萧锦山的妹妹 今后指不定还会成为轴里 道个歉也不算丢人 看着她如此敷衍的态度 我一股怒气涌上心头 我不接受 我沉着脸 要么 你真心实意跟我道歉 要么 咱们去官府 我让官老爷给我拼拼脸 苏云 你疯了 蔡月儿叫道 为了这么点小事 你要闹到官府去 我定定地看着她 一字一句道 如我明洁 关乎生死 第84章 我那傻儿子中邪了 蔡月儿到底有些怕了 她虽然对这个时代的官府不太了解 可也知道 明不与官斗 我后面有周家撑腰 还有萧锦山做后盾 她一个商户 根本不是对手 蔡月儿最后还是败下阵来 她咬着后牙槽 心不甘情不怨道 好 我道歉 刚当的事情是我的错 误会了周少夫人 还请你大人有大量 莫要与我计较 我将绿柳拉到她面前 你还得跟她道歉 蔡月儿咬牙切齿道 苏云 你别欺人太甚 我丝毫没有退让 冷声道 道歉 衙门 你自己选择 蔡月儿深吸了一口气 十分僵硬地朝朝绿柳道 对不起 我不该打你 雨碧 她语气急冲地朝我道 这样够了吧 我刚想放人 一旁的周燕悠悠开口道 蔡老板 我家夫人因为你的污蔑 差点失了名声 你光动动嘴皮子 怎么可能够呢 蔡月儿 张笑忠接话道 怎么着也得拿出点诚意吧 蔡月儿压着脾气 冷声问道 你们还想怎么样 周燕摸了下下巴 深邃的眼眸似笑非笑 道 听闻天香楼出了新品 不若就免费请我家夫人 吃一顿鸭鸭筋吧 蔡月儿瞧着男人欠打的样子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今儿中午 咱们就去天香楼 蔡老板赶紧回去安排吧 周燕顺甘往上爬 张笑忠加了一句 毒害他人可是重罪 蔡老板记得 让厨子做菜时小心点 不该放的东西 千万别放 蔡月儿黑着脸离开了 闹剧结束 围观的人群也散去了 周燕退去冷意 满脸兴奋到地朝我道 苏云 待会儿 咱们去天香楼 可一定要狠狠吃他一顿 我额头出现三道黑线 相公 你今天不是去上学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周燕解释道 老师身体有些不舒服 给我们休目一天 周燕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约了张笑忠吃饭玩耍 现在蔡月儿那边 有免费的午饭吃 他便催促我 与跟他们一起去 相公你等我片刻 我跟陈叔交代几句 我说完 走到不远处的马车旁 原本空荡荡的马车 这会儿已经装得满满荡荡了 陈叔 上次去青山村的 路你还认识吧 我朝周家的车夫道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 送去雇一家 青山村的村民都不复述 平常时都吃不饱饭 更别说入冬后的日子了 当初爹娘 把我丢在村里 我是吃着村里的百家饭长大了 如今有点能力 自然是要回馈给大家的 车夫连连应下 少夫人 您放心吧 我一定把东西送到 才刚下过雨 路上泥泞得很 你赶路一定要小心 慢点没事 我说完 又加了一句 你回来后 去找赵妈妈领赏钱 哎 谢谢少夫人 车夫感激到 到地方搬东西的时候 把后头的蓝色小包袱留下 我又交代了一句 是 车夫走后 我便和周燕 张孝忠去了天香楼 天香楼得了菜院的交代 我们一行人 去的时候 极其热情地迎上二楼 单独的包间 一桌子的好菜肴 不得不说 菜院这人 还是挺大方的 几人吃得十分满意 吃过饭 周燕和张孝忠 还要去别的地方玩耍 我便自己回了周府 这次出门采买 除了顾仪那一部分外 我还额外给周景长 也买了一份 几件上好料子 做的凹子 还有一些抵御风寒的药材 以及几双靴子 披风等等 陈叔后来后 我拿着包袱 去了水泻院 母亲 这些事儿 给景长准备过冬的东西 您看看 还有没有需要添置的 到时候 一并送去安里 婆母 见我还给周景长准备东西 直夸我细心和周到 阿景素日里 最欢喜吃甜食 我让小厨房做些点心 婆母说着 眼眶又红了起来 也不知道 他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我安慰到 母亲放心 清水安的师父十分和善 是不会磕待阿景的 婆母把周景长送去时 捐了一大笔香油钱 安里的人只要不傻 都会好好对待周景长的 等糕点做好后 我就派人去了一趟清水安 将所有东西送过去 处理完这些事 我又看起了 刘管家送来的账本 铺子和酒楼 每月收入都不错 入冬后 城外西郊的梅林也开花了 城里不少附庸风雅之人 过来赏梅 我在梅林里 盖了几间小木屋 大冬天 在小木屋里围炉煮茶 赏梅赏雪 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深得有钱人的欢喜 短短几日 几间小木屋的价格 从每日的二两银子 硬生生炒到了十两 除了小木屋外 我又让人在梅林旁 卖酒水和茶水 倒也受欢迎 可饶是如此 依旧与我期望的收入 有些差距 转眼就要冬至了 合成有着 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冬至这一日 周燕休暮 府里上下热闹又忙碌 我与婆母正准备祭祀用的东西 外头有人来报 说是公爹回来了 婆母一听激动坏了 丢下手里的事情 就往外头去 公爹这一走就是半年多 回来时 整个人瘦了一圈 婆母瞧见公爹时 眼睛都红了 老燕 你在外头受苦了 父亲 我朝扶身行礼 心中感叹 公爹为了撑起周福的不义 人人只看到 周家成为合成首富的荣耀 却不知道 为了这一份荣耀的背后 公爹付出了多少辛苦 公爹风尘扑扑地进了前厅 拖下厚重的披风递给吓人 随口问道 阿燕呢 婆母拿起桌上的茶壶 笑着道 她在书房看书 公爹 只以为婆母在开玩笑 道 你可别说笑了 就她那大字不识几个的样 这书能看明白吗 书看她差不多 婆母将热乎乎的茶水 塞进她手里 嘴角微弯道 我没开玩笑 阿燕真的在书房看书 公爹喝茶的动作一顿 她看了婆母一眼 继而又满脸狐疑地看向我 你母亲说的是真的 我盲点头道 父亲 是真的 相公真的在书房看书 公爹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她满脸不可思议到 我那傻儿子 中邪了不成 她行为如此异常 你们也没叫 府衣去瞧瞧 我和婆母 第85章 我们周家的大功臣啊 因为公爹的话 我轻轻服额 公爹竟宁愿相信 周燕是中邪 也从未怀疑过 这人能改过自新 唉 看样子 周燕过去 还真挺浑的 婆母忍不住拍了公爹一下 有些哭笑不得道 有你这么说 儿子的吗 难道就不能是他洗心革面 重新拿起书本读书啊 呵呵 公爹皮笑若不笑道 你儿子 还洗心革面 他没沾上毒瘾 把老子的家产败光 我就谢天谢地了 因着公爹这话 婆母眼中闪过一丝心虚 这死老头子 差点就被他一语成衬了 他儿子还真差点染上毒瘾 败光他的家产 不过 现在已经过去了 儿子不赌了 还变得好学上进了 婆母一想到这里 立马将我拉到公爹面前 喜滋滋道 老爷 幸亏有余儿 咱们家阿燕可乖了 婆母将公爹走后发生的事 简单说了下 当然 周燕赌博 周景长闹自杀这些事 他全瞒了下来 婆母使劲很夸了我一顿 公爹听完后 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好儿媳 好儿媳啊 公爹激动道 难怪说娶气娶嫌望三代 我们周家可真是祖上积德了 说完 他感激地看着我 云儿 那浑小子让你费心了吧 何止是费心啊 婆母看向我的眼神 一脸慈爱 简直是劳心劳累呢 老爷 你可不知道 云儿有多能干 他不仅帮我把周府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 就连阿燕和阿景也对他服服帖帖 我可真是太佩服于儿了 婆母对我赞不绝口 公爹更是异常开心 大功臣 我们周家的大功臣啊 公爹说着 换来自己的隋从 啊 去马车上 把我那个金丝楠木的箱子取来 是 隋从离开不久 又抱着一个箱子回来了 他把箱子放在地上 公爹从妖际掏出钥匙 上前将箱子打开 今年我去了南海 那边珍宝玛瑶甚多 我带了一点回来 公爹说完 将盖子打开 掀盖的一瞬间 里面发出五彩的光芒 我定睛一看 箱子里竟全是珠宝首饰 满满当当 价值不菲 这就是公爹口中的一点 公爹笑眯眯地朝我招手 道 来来来 鱼儿 你过来挑挑 喜欢哪样拿那样 这 我看向婆母 婆母立马拉着我 走到箱子旁 笑着开口道 还愣着做什么 你公爹可难得大方一回 你可要多挑一些 婆母说着 抓了一把里头的珠宝 递到我面前 我瞧着这玛瑙项链不错 这珍珠又大又圆 也机不错 婆母每介绍一样珠宝 就把它塞进我手里 没一会儿 我的双手就满满当当 公爹见此 忙道 夫人 你可别给鱼儿乱挑了 让他自己捡喜欢哪 哼 婆母腻了他一眼 我还不了解你啊 你不就是怕我们拿太多了吗 哪有 公爹立马否定 为了表示自己的大方 公爹直接让下人 取了个盒子过来 将婆母给我挑选的珠宝首饰 全放进去 鱼儿 你婆母挑的这些 待会儿你全拿回去 啊 我一惊 忙摆手道 不用 不用 要的 要的 婆母立马打断我的话 你把咱们周府管的这般好 你公爹送你些珠宝 也是应该的 那 那就谢谢父亲 母亲了 我抱着小木盒子 感激到 沉甸甸的盒子 里面全是值钱的宝贝 赚大发了 这里头还有如此多的珠宝 你再挑挑吧 婆母朝我道 不用了 我笑着婉拒道 母亲选的款式我都很喜欢 就这些够了 你呀 婆母慈爱地看了我一眼 就连公爹也露出满意的表情 不贪不战 属实好品质 正当公爹打算将盖子合上时 我余光刚好瞥见 里头一块木质的手牌 我心头一惊 下意识喊道 等一下 公爹被我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停下手里的动作 不解地看向我 婆母也忍不住问道 鱼儿 怎么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有些失态 忙收起面上的惊讶 刻意放柔声音 故作不好意思道 母亲 其实儿媳很喜欢转客 我刚在箱子里 瞧见了一块手牌 好像是我极喜欢的 一位名家转客的 原来如此 婆母笑了起来 既然是你喜欢的 一位名家转客的 那就让你公爹 把这手牌送你就是了 说完 她朝公爹道 你快把箱子再打开 将鱼儿欢喜的手牌拿出来 好好 公爹二话不说 再次把箱子带打开 不过 里头珠宝实在太多了 她并不知晓 我想要的是哪一块 云儿 你自己过来找 公爹朝我道 我上前 没一会儿 就把一块梨花木的手牌 拿了出来 就这块啊 公爹只瞧了一眼 道 当初我瞧着它 是乌木才买的 没想到还是名家转客的 既然云儿喜欢 那就拿走吧 谢父亲 我高兴极了 将手牌 小心翼翼地 放进盒子里 看样子 这块乌木 真的是云儿的心头号 婆母开玩笑道 钱都收了那么多珠宝 都没见她这般开心 我有些不好意思 又与公婆说了一会儿话 我便捧着 木盒子回了如意院 赵妈妈瞧我 拿了一盒子的珠宝回来 猜测道 老爷回来了 是啊 我养了羊手里的盒子 语气轻快道 公爹送了我好些珠宝 赵妈妈替我开心 不仅是因为 我得了这么多的宝贝 还因为公爹 能送我这般多的宝贝 就说明 他是打心底里认可我的 我将盒子放到梳妆台前 从中挑了一串南海珍珠手链 一串红玛瑙手链 一根实性的金簪 以及一只玉手镯出来 让几个丫鬟分别给李姨娘 新姨娘 王姨娘和周姨娘送去 带下人们离开后 我收敛了笑容 将手牌从盒子里拿了出来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前世那个疯子 费尽心机 想要得到的手牌 这一事竟然会出现在周家 关键还被我拿到了手 第八十六章 阿燕 我想坐你身边 好不好呀 回想起前世在京城遭受的废人折磨 我将手牌紧紧拽在了手里 没有了关键的东西 我看那个疯子 还如何猖狂 我把手牌里三层 外三层的包好 放进了最隐秘的地方 这才放心走了出去 冬至还要记组 我很快 又在前厅忙碌了起来 另一边 公爹得知周燕的变化后 迫不及待地让婆母领着她去后院瞧瞧 此时 周燕正在书房内问书 婆母怕影响儿子看书 到了书房 也只在窗户口 开了一条小戏缝 侧了身 让公爹往里瞧 寂静的书房内 周燕坐于书桌前 左手翻阅书本 右手时不时提笔做摘记 昔日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儿子 如今竟然捧着书本 看得这般认真 公爹感动得差点掉下眼泪了 祖宗显灵 祖宗显灵了 公爹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不仅是祖宗显灵 最关键 还是咱们娶了个好媳妇 婆母压低声音道 京城来的大儒 能收你这吃喝嫖赌的儿子为徒 那都是 看在了鱼儿的面子上 是是是 阿燕的好福气啊 公爹连连点头 而媳妇的好 咱们得记一辈子 两人说话间 一阵冷风吹进书房内 周燕看书看得认真没察觉 倒是他身旁的长青 忍不住皱了下眉头 本以为是窗户没关上 待他抬头望去时 才发现 窗户边竟站着自家老爷和夫人 少爷 老爷回来了 长青轻声朝周燕道 周燕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就瞧见 父亲正站在窗户边 与母亲说话 父亲 周燕放下书本 站起身来 长青赶紧将书房的门打开 公爹原本正跟婆母说着话 乍一听周燕的声音 忙道 没事没事 你继续看书就好 不用管我 自家儿子好不容易 改邪归正 他可不能打扰了 周燕已经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他双手交叠 朝着自己的父亲行李作医 父亲安好 公爹习惯了儿子的没大没小 突然整这么一出 他倒有些不习惯了 好好 你好 你好 公爹乐呵呵道 周燕朝公爹做了个 请的手势 父亲一路上舟车劳顿 快进屋休息会儿吧 公爹朝婆母挑了下眉头 这儿子 还真是拖胎换骨了呀 带进了屋 周燕拿起桌上的水壶 给公爹和婆母倒了茶水 父亲 母亲 请喝茶 好 瞧着儿子如此稳妥 公爹极其欣慰 儿子前几年顽劣不堪 让父亲 母亲担忧了 周燕一脸歉意地朝公爹道 婆母怕儿子 将钱都赌钱的事说出来 赶忙接话道 没事没事 过去的糊涂事 咱们就不提了 只要阿燕你好好读书 好好跟鱼儿过日子 这比什么都强 是啊 公爹一脸高兴道 老话说得好 浪子回头经不换 阿燕你现在好好读书 以前的事 咱们不会放心上的 周燕眸光定定 认真答应道 是 儿子往后 一定跟苏云好好过日子 好好好 公爹端起茶水 刚喝了一口 周燕便道 儿子明年 打算参加童生事 噗哧 公爹将茶水喷了出来 咳嗨嗨 咳咳咳 公爹咳得直咳嗽 婆母 见他呛得直咳嗽 忙拍着后背顺起 埋怨道 这么大个人了 怎么喝水还呛着呀 听着婆母的抱怨 公爹忍不住道 我被你儿子的话吓着了 婆母 同生事啊 你儿子 说要参加同生事 公爹止了咳嗽 情绪激动道 咱们周家 要出个文化人了 公爹一阵感慨 以前我一直被爹娘 兄弟姐妹瞧不起 要是一二出去了 我在家族里的腰杆 都能挺直了 周家几个儿子里 周父 是最读不出书的 当初他要经商 周家父母 极力反对 是农工商 商人钱再多 也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哪怕现在 他成了合成首富 周家的兄弟姐妹 也是瞧不上他的 公爹拍着周燕的肩膀道 儿子 从今天开始 你只管好好读书 家里的一切都不要管 争取明年 给我们周家 挣个同生回来 一旦考上同生 那就有资格 参加科举考试了 平日里脚踏实地 最讨厌 做白日梦的公爹 这会儿也开始幻想起来了 同生 秀才 举人 状元 哎呦呦 不敢想 不敢想啊 公爹为了不打扰儿子学习 简单说了几句 就带着婆母离开了 下午府内计组 忙碌完 天也黑了 我又开始领着下人 准备晚饭 冬至禁补 饭桌上 放了药材的补鸡 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荤素菜肴外 还有糯米饭 汤圆 我还让下人备了米酒 阴公爹回来 难得所有人聚在前厅吃晚饭 王姨娘 周姨娘 新姨娘 和李姨娘来得很早 他们见我忙碌 便也帮着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一直快到吃晚饭 孙姨娘才姗姗来迟 女人一瞧 就是精心打扮过的 大冬天的 她竟只穿一身单薄的白色长裙 长发挽起 头上只插了一根玉簪 两侧单留了一缕垂直耳迹 面上湿了薄薄的脂粉 清纯又无辜 透着古我见犹怜的气质 她瞧着其他几位姨娘忙前忙活 轻蔑地嘀咕了一句 几个傻子 讨好那女人有什么用 还不是得不到少爷的宠幸 王姨娘刚好听到她的话 气得上去就想跟她理论 李姨娘将她拉住了 今天的晚膳是少妇人布置的 别给她惹麻烦 王姨娘这才忍下了 父亲 母亲 可以入席了 我朝公婆道 好 婆母瞧着一桌子的菜肴 拉着我的手道 今日辛苦圆了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 公爹先落座 婆母坐于她的左侧 右侧坐的是周燕 孙姨娘见周燕身旁的位置空着 立马抢先其他几位姨娘 急不可耐地在周燕身旁坐下 这若换坐以前 周燕是没有任何意见的 可今日 她却轻不可闻地皱了下眉头 婆母瞧着她的行为 直接冷了脸 斥责道 这是你该坐的位置吗 站起来 孙姨娘身体一抖 可怜巴巴地看向周燕 软软的声音带着撒娇 道 阿燕 我想坐你身边 好不好呀 第87章 也不知道是想触谁的眉头 孙姨娘这话一出 大厅内所有人齐刷刷看向周燕 若换坐以前 孙姨娘这般娇滴滴的模样 男人二话不说 就点头答应了 可这次 她眉头紧簇 与带不约道 其而 不得胡闹 我身边的位置 是留给苏云的 你身为妾室 去旁边坐 周燕这话一出 孙姨娘整个人都傻了 道是公婆 满脸喜色 竟不被这姓孙的所获 看样子 儿子是真的有所改变了 几个姨娘抿着嘴 面面相去 王姨娘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活该 我儿终于长大了呀 婆母感叹道 孙姨娘咬着牙 也不知是气的还是羞的 一张脸一会儿红 一会儿白的 难看极了 女人并没有因为周燕的话 而离开座位 只眼眶中蓄满了泪水 背齿轻咬着嘴唇 声音轻颤道 阿燕 你 你 你了半天 也没吐出第二个字 婆母瞧着她 这要哭不哭的模样 就来气 孙氏 今儿迎冬至 老爷也回府了 这般好的日子 府中上下都高高兴兴的 怎么到你这儿就哭哭啼啼了 简直会气得很 公爹也沉了脸 语气极差道 要吃就好好吃 不想吃就出去 孙姨娘被公婆逊的脸色惨白 她柔弱可怜地看看 像身旁的男人 却见周燕 根本没有要帮她说话的异象 最后 孙姨娘硬生生 将眼眶中的泪水憋了回去 唯唯曲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慢吞吞往旁边去 她刚在王姨娘身旁坐下 婆母不悦的话语又响了起来 好好的日子穿一身白 也不知道是想触谁的眉头 孙姨娘垂下睫毛 眼去眸中的气氛 老不死的东西 分明就是故意针对她 她穿白色又不是第一次 以前怎么没见她说 孙姨娘满肚子的怨恨 面上却唯唯唯唯道 夫人 切身不是故意的 哼 婆母并没有搭理她的话 周燕也没帮她说一句 只朝着我招手道 苏云赶紧过来用膳 婆母也露出了笑容 柔声道 云儿 你忙了一天 快到阿燕身边坐下吧 好 当我落座时 孙姨娘向我投来极度的眼神 可我朝她看去时 她已低下头默默吃菜了 这一顿饭 其他人吃得格外开心 只有孙姨娘食不知味 她只吃了几口 便放下了筷子 全部的心思 都放在了周燕和我的身上 周燕改了脾性 对我好了许多 她会将觉得好吃的菜色 加到我的碟子里 然后 轻声说一句 尝尝这个 我不好意思扶她的面子 她家过来的菜 基本都会吃掉 看着周燕这般细致地照顾我 婆母和公爹的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就连其他几位姨娘 也纷纷向我投来打去的眼神 我被几人瞧得十分不好意思 也不明白 周燕为什么突然转性对我好了 只顺姨娘一人 极度的脸色都变了 握着筷子的手 微微泛白 曾经周燕的这些温柔 都是她的 苏云这个女人 抢走了属于她的一切 用过晚膳 下人们奉上茶水 婆母看着和乐融融的一家人 轻叹了一口气 哎 咱们冬至倒是团聚了 一说起周景长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王姨娘等人不知那里 只知道突然有一天 周景长就被送去了安庙 几人怕说错话 干脆低着头 既不安慰 也不出声 知道那里的孙姨娘 把头捶得低低的 唯恐婆母又想起她干的事 再罚她一遍 婆母不用担心 我柔声安慰道 前几日给阿景送东西的车夫回来说 安里的师太告诉她 阿景一切都很好 婆母一听 脸上松快许多 那就好 那就好 公爹应该从婆母那边 听说了些周景长的事 她语气沉沉道 好好的日子 你提她做什么 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 婆母委屈道 我也是担心她 有什么好担心的 公爹眉宇间有些愤怒 今日的下场 是她自找的 愿不得别人 婆母也知道 此刻提周景长不太好 便低下了头 不再言语 喝过茶 便各自回去了 苏鱼 周燕将我换主 相公 你有什么事吗 我不解地问道 今晚 我去你院 周燕的话才说到一半 孙姨娘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柔柔的声音 带着小心翼翼 道 阿燕 你好久没来我院子了 今晚你能不能去我那里 周燕因自己的话被打断 而十分不悦 男人气愤地转身 可在看到孙姨娘 楚楚可怜的模样后 还是软了声音道 秦儿 我今晚有事 不去你的院子了 这时 旁边走过的婆母 刚好地听到周燕的话 冷声朝孙姨娘训斥道 没男人活不下去了是不是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阿燕明年就要参加同声试了 她日夜看书都来不及 你还要缠着她 万一她又没考上同声 我便拿你试问 孙姨娘被婆母如此直白的话 说得满脸上红 最后眼面跑出了大厅 我看着女人离去的背影 面露疑惑地朝周燕道 相公 你刚刚想跟我说什么 因婆母的一番话 周燕直接泄了那点心思 有些尴尬地朝我摇头道 没 没什么了 我微微一笑 朝她俯身离开 待走出大厅 我才松了一口气 其实 周燕刚说了半句话 我便明白 她想做什么了 只是 我如今一个人很好 并不想多个人 给自己增添烦恼 唉 夫妻这种事 能拖一天是一天吧 忙碌了一天 我回如医院洗漱一番 几乎沾着床便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被院子外的声音吵醒 绿柳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从床上坐起来 脑子还有些转不过来 面色呆呆地问道 绿柳赶紧上前道 少夫人 前头管家过来 说水月安的人过来了 不过 您还在睡觉 她便去了水泄院 禀告夫人 那现在这声音是 是柳妈妈 绿柳道 好像是大小姐 在安里发生了什么 夫人 派了柳妈妈过来请您 第八十八章 她要将大小姐沉堂 听着绿柳的话 我皱了下眉头 能让柳妈妈都慌张 那事情恐怕不小 我掀开被子 穿上鞋子 道 更衣洗漱 是 我将衣服穿好 便叫了柳妈妈过来 柳妈妈一进门 声音有些激动道 少夫人 您快去水泄院 劝劝老爷吧 她 她要将大小姐沉堂 什么 我惊呼一声 这好端端的 怎么会想把人沉堂啊 柳妈妈一时半会儿 也解释不清 只焦急道 您去水泄院就知道了 我也顾不得吃早饭 稍稍梳洗了下 就匆匆往水泄院去了 才刚进院子 就听到了公婆的吵架声 院子里还站着 冻得瑟瑟发抖的柳管家 我上前问道 柳管家 大小姐到底出什么事了 柳管家瞧见我 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将水月安派来的人说的事 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我听完后 直接傻眼了 你说 大小姐又跟那个姓陆的纠缠在一起了 我滴个乖乖 这周景长是疯了吗 上次为了见路思良 钻狗洞偷跑出去 结果 见到了人 却被人家夫妻狠狠羞辱了一顿 我以为他进了水月安 怎么这也会有所反思 可这才多久啊 他竟然在尼固庵里 跟那个渣男倒在一起了 别说是我 就连刘管家都觉得荒谬 难怪公爹会气到说 要把他沉堂 那如今大小姐在哪里 我又问 还在水月安 刘管家回答道 安里的师太把人关起来了 今早差人来问问老爷和夫人 人是继续要留在安庙 还是送回周府 周家捐了那么多香油钱 师太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可周景长实在是太难搞了 安庙也怕出事 所以 来询问周家人的意见 景长这件事 大少爷知道吗 我问 管家摇了摇头 老爷和夫人说 大少爷在准备同生事 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 所以 小的还没告诉大少爷 那就先不要告诉他了 这件事我来处理 管家你先下去吧 我朝他道 但是老爷和夫人 留管家欲言又止 放心 我会劝他们的 天气这么冷 你赶紧回去暖暖身吧 听我这样讲 管家感激道 多谢少夫人 那小的就先告退了 待管家离开后 我叹了口气 名声 我无所谓 但你有没有想过 阿燕怎么办 公爹说到最后时 声音都有些颤抖 你儿子好不容易学好了 他还被京城的大儒 收为学生 只要他好好读书 努力向上 将来前途无限 你难道忍心看着他 被你女儿连累吗 读书人最看重的 就是名声 家里出了的 声名狼藉的女儿 周燕身为兄长 名声自然会受牵连 恐怕就连科举 都不一定能参加了 一牵扯到周燕 婆母原本的坚持也没了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毫无办法的婆母 捂着脸大哭起来 父亲 母亲 我出声唤了一声 见我进来 公爹缓了缓面色 不再发脾气 婆母盲止住了哭声 擦着眼泪道 于儿 你来了 父亲 母亲 锦长的事情 喜听说了 我开口道 婆母听我这样讲 再也忍不住了 哭着道 云儿 阿锦这孩子 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你说如今该怎么办啊 婆母哭得眼泪不住 我忙着走到他面前 抚着他的后背 轻声安慰 父亲 锦长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您就是将他沉堂了 一旦东窗事发 也依旧堵不住悠悠众口 公爹听我这样讲 皱起眉头 沉声道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而喜觉得 若父亲真的不想让锦长 连累周家的名声 那就干脆从根上解决 我看着公爹的眼睛 淡然回答 公爹愣张了下 随即又问 怎么从根上解决 我缓缓吐出几个字 与周锦长断 绝 关 谢 什么 婆母哭泣的动作一顿 公爹听完我的话 真的认真思考起来 婆母却抓着我的手 一脸急切道 于而 不能断绝关系啊 阿锦若与周家断绝了关系 那他以后靠什么生活啊 我很同情婆母 可有时候又觉得 他过于优柔寡断了 若当初周锦长跟他 信录的一刀两断 好好待在周府 过他的周家大小节的日子 那我会觉得 这女人还有救 可他没有 甚至在去了陆家 受到如此羞辱后 还跟信录的有来往 这就说明 他是真的没救了 一个自己做死的人 为什么要搭上全府的人 陪他共沉沦 倒不如趁着事情 还没到一发可 不收拾的地步时 赶紧抽身 这不仅是自保 还是在保全周家的未来 母亲 虽然咱们与锦长断绝了关系 可他若遇到了难处 咱们还是可以帮助他的 我劝说完 又加了一句 您认真想想 这断绝关系 总比把锦长成堂好吧 婆母瞬间不说话了 公爹思索再三 最后道 好 听缘的 我现在就去写断清文书 带签了字后 就让人送去水月安 婆母虽然还是有些不忍 可到底也是没办法了 最后只能任由公爹做主去了 毕竟 断绝关系总还是留着一条命 若真沉堂了 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公爹写完断清文书 在下面签上名字后 又让婆母也签上 婆母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把名字写上去了 公爹派了自己的亲信 将这份断清文书 送去水月安 至于水月安来问的 周锦长去留问题 他根本没有考虑 第八十九章 莫不是周锦长又出事了 公爹从我的办法里 得到了启发 他的亲信走后 他又派人将周家的祖老 从外面请来 婆母问他 为何要请周家祖老 公爹只丢下一句话 把周锦长 从周家的祖谱除名 婆母身体一晃 整个人差点没站稳 我连忙将他扶住 从祖谱中除了名 那阿景 可就真的与我们周家没关系了啊 公爹冷哼一声 这种丢人现眼的女儿 没有最好 说完 他便甩手离开了 婆母瞧着他决绝的身影 趴在我的怀里痛哭起来 我叹了口气 拍着婆母的后背 也不知该安慰什么 如今 只能靠婆母自己想通了 公爹的亲信回来时 并没有带回断清文书 周锦长告诉他 断清文书 他会亲自送上门的 公爹对此也无所谓 反正他都要把人 从祖谱上除掉了 将周锦长去除祖谱 这件事由公爹一手操办 他将周家的几位祖老请来 好吃好喝地招待了几天 几位祖老问他 为何要将周锦长去除祖谱 不过 都被公爹搪塞了过去 老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周家几位祖老在德高望重 最终也还是没经受住 公爹的金钱诱惑 最后连原因也没问 祖老们就直接把周锦长的名字 从周家祖谱上划掉了 几位祖老离开时 脸上露着笑容 手里拎着东西 胸口厚厚一叠银票 办妥了这件事 公爹终于松了一口气 接下去的几日 周家再次平静了 冬至过后 天气越发冷了 我派人给顾仪送去了银丝炭 连带着还有一些粮食 这一日 我正在屋内看账本 柳妈妈悄悄过来寻我 瞧着她这模样 我心头一震 莫不是周锦长又出事了 果然 到了水泄院才得知 周锦长竟然从水渊庵里逃走了 于而 这可怎么办 婆母说着 便唾弃了起来 水渊庵的人说 他们已经找了一天一夜了 就是找不到人 她拉着我的手 十分紧张道 于而 你说阿景她 她该不会看到你公爹 送去的断清文书 一时想不开 不会的 我朝她安慰道 锦长不是个轻易寻死的人 我才十有八九 她是跟陆思良在一起 什么 婆母擦泪的动作一顿 又气又无奈道 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好的 阿景怎么就跟着了魔一样 非要跟他在一起呢 我内心也对周锦长的行为 极其无语 若不是瞧着婆母伤心 我都想骂一骂 那个没脑子的女人了 母亲 锦长不见了是事实 眼下 咱们只有两个办法 哪两个 婆母问道 第一就是报官 让官府的人帮忙找 不行 婆母想也没想就拒绝到 一旦报官 阿景的事就全抖落出来了 到时候 就得连累阿燕了 那就只有第二个办法了 我开口道 我们找人去一趟陆甲 找到陆思良 问他锦长的下落 对对对 这个办法好 我们自己找人 婆母一喜 连连点头 我瞧着婆母的样子 忍不住叹了口气 所谓关心则乱 婆母此刻满脑子都是周锦长 但凡他冷静一些 这个法子根本不用我来说 他自己都能想到 婆母抓着我的手 脸上带着吸气道 云儿 母亲身边除了你 其他人都信不过 你能不能帮母亲 婆母一开口 我便知道 她想说什么 我拍了拍她的手背道 好 我现在就去一趟苏家 婆母喜极而泣 云儿 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媳啊 当我要离开时 婆母又将我喊住了 我不解的看向她 婆母吞吞吐吐道 云儿 阿景不见这件事 你先不要跟阿燕 还有你公爹说 可以吗 公爹在河城有不少朋友 自从他将周锦长 从祖谱上除名后 心里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下了 放松下来的公爹 每日都出去与有人吃饭聊天 白日里根本不在家 我有些不赞同婆母的话 母亲 只包不住火 锦长不见这件事 迟早瞒不住的 婆母自然也知道这个理 可她依旧坚持到 那就等瞒不住的时候 再跟他们说 说完 她急忙解释了一句 你也了解你公爹的脾气 若让她知道阿景不见了 她肯定是不会让咱们找人的 周锦长到底是婆母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 就算真的断了母女关系 她也要知道女儿的下落 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只能点头道 好 而媳妇不会说的 听我这样讲 婆母十分感激我 周府的马车在门口等我 我坐上马车 直奔城外的路加 陆思良的住处 我是第二次去 也算熟门熟路了 一进村子 我就向村民打听陆思良 最近有没有带女子回家 上次的事情闹得如此大 几个村民对我还有些印象 十分诚实到 还真有个姑娘 这两天住在他们家 另一人说道 今儿早上我洗衣服的时候 还发现那姑娘 在河边洗陆家人的衣服呢 我皱眉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周家大小姐 竟然帮陆家人洗衣服 不过 眼下找到周景长比较重要 我也没多想 直接朝陆家去 陆家的院门已经修好了 只不过门并未从里面关上 轻轻一推就打开了 我才将院门推开 里头就传来陆思良娘子 徐梅花的叫骂声 周景长 你她娘的就是个废物吗 怎么连煮个饭都不会 都焦成这样 还让人怎么吃啊 女人虽骂得极凶汉 可我听着 周景长 这三个字 还是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 人在陆家就好 不过 放松下来的同时 又为周景长的行为感到气愤 这女人没脑子吗 上次陆思良和她媳妇的嘴脸 没看清楚吗 现在竟然跑到陆家来受罪 就在我抬脚进去时 周景长刚好端着一个木盆 从屋里走出来 周景长 我急气愤地朝她喊了一声 灰头土脸的女人一看到我 脸色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苏云 你来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跟你回周家的 第九十章 你知不知道当切意味着什么 面前的周景长 简直与在周家时判若两人 她一身黑漆漆的粗木麻衣 盘起的头发上 只一根树枝插着 脸色也极其憔悴 从她身上 根本看不到当初周家大小姐的意气风发 看着她这样子 我真的搞不懂她 为何要为一个男人放弃一切 倘若那个男人真心对她也就算了 可明显陆思良就是个渣男啊 许事听到了我的声音 陆思良的娘子徐梅花 从屋里走了出来 周景长一见她 身体色缩了下 哟 这不是周家少妇人啊 徐梅花拔高声音 带着十足的讥讽道 怎么 来找你小姑子回去啊 说完 她伸手重重推了下身旁的周景长 语气极差道 喂 你嫂子来找你了 你倒是跟她走啊 周景长整个人亮呛了下 她低着头 声音急轻道 我现在是陆郎的人了 我不会跟她回去的 听到没有 徐梅花满脸得意 朝我趾高气昂道 这女人非要死皮赖脸地待在我家 你看看 敢都敢不走呢 不愿回家的周景长 洋洋得意的徐梅花 这两人气得我胸口一阵阵的疼 周景长 你非要把自己作死才甘心是不是 我看在婆母的面子上 忍着怒气再一次劝道 陆思良她有娘子 你这样不清不楚地待在路家算什么 周少夫人 这你倒说 错了 徐梅花再次开口 语气带着深深的鄙夷 你家小姑子 也不算不清不楚 她 已经答应要给我向公做妾了 等那妾文书一签 她就是我们陆家的人了 你说什么 我惊呼的同时 又觉得徐梅花的话 荒唐至极 堂堂合成首富的女儿 周府的千金大小贱 竟然跑去给个乡下男人当妾 见周景长不反驳 我脸去惊讶之色 含了面容 朝她质问道 这女人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要给陆思良当妾 周景长点了点头 嗯 我已经答应陆郎了 我气得胸口起伏不定 看着面前的女人 恨不能敲开她的脑袋 看看里头装的是不是水 周景长 你知不知道当妾意味着什么 我压制不住心中的怒气 忍不住怒吼道 有多少女人你做寒门妻 也不愿意当高门妾 那是因为当了妾 便是人家的玩物了 别人是没办法 才去给人家当妾 你倒好 放着堂堂周家大小就不做 上杆子去给人家当妾 妾是什么 妾就是个没有人身自由的下人 主子一不高兴 就能把你发卖出去 我苦口婆心说了一堆 结果 周景长愣是一句都没听进去 他哽着脖子 毫不在意道 那又如何 只要能跟陆郎在一起 给人当妾 我也不介意 说完 他眸光露出些许羞怯 陆郎真心爱我 他说了 那且只是个形式而已 为的就是 我能与他光明正大在一起 之后 又斩钉截铁地加了一句 陆郎那么爱我 他绝对不会把我卖给别人的 我 这女人 简直是蠢得无可救药了 听完这女人迷之自信的话 我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就连一旁的徐梅花 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她 既然她死心塌地的 要跟陆思良在一起 那我说再多 也没什么用了 周景长 希望你以后别后悔 我放弃劝说 丢下这句话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陆家院子 苏玉 你放心 我不会后悔的 我一定会和陆郎白头到老的 我直接无视了身后女人的话 周景长话音刚落 徐梅花的叫骂声 又响了起来 你要死了 还不赶紧滚去做饭 你要是再把饭煮浇 今天一天都不许吃饭 我坐上马车 直奔合成而去 周景长这种实匹马 都拉不回来的人 只有自己撞了南墙才知道 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只是用自己的幸福 来证明自己挑男人的眼光 这是错的代价 实在是有些大 带回到周府 公爹还没回来 我去了水泻院 婆母一见我 立马迎了上来 紧张地问道 鱼儿 怎么样 有找到阿景吗 嗯 我点了点头 我看到景长了 但他不愿意回来 婆母应该早料到这一点了 面上除了伤心之外 倒也没有太过吃惊 他怎么就这么死脑筋啊 婆母掩面而泣 天底下那么多好男人 怎偏偏就要选一个 有了媳妇的男人呢 景长还说 他打算给陆思良当妾 我思索再三 还是将这消息说了出来 谁 什么 婆母身体一晃 差点摔在地上 他 他要给陆思良当妾 那个陆思良 到底给他下了什么果 怎么就把他 迷得六亲不认 如今还 还要去给人家当妾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阿景毁了自己 婆母擦干净眼泪 起身就往外头冲 我要去找他 无论如何 我都要阻止 他给人家当妾 我要把阿景接回来 婆母走了几步 又转身回来拽我 云儿 你陪我一起去 你帮我一起劝劝阿景 你上次都能劝服他 不再自杀 这次 你也一定可以的 母亲 没用的 我头一次没有听从婆母的话 站在原地没动 前面在陆家时 好话歹话我已经说尽了 景长根本不听我的 那肯定是你 没有尽全力去劝说他 你跟我一起去 咱们再去劝劝他 婆母说着 眼泪再次掉了下来 那可是他的亲生女儿啊 哪怕还有一丝机会 他都想将女儿 从深渊里拉出来 母亲 我真的尽力了 我婉言拒绝道 周景长着了魔 别人的话 他根本听不进去 若是再去 我怕我控制不住打他 婆母本就因为 周景长的事 心情极差 如今剑也劝不动我 心头涌起了火气 苏云 景长怎么说 也是你的小姑子 你怎能这般狠心地 不管他 说完 他松开了 我拽着我胳膊的手 冷声道 好 你不去是吧 你不去我自己去 看着母亲离开的身影 我只觉得可悲又可怜 但我敢肯定 他劝不回来周景长 第九十一章 是你们先害死了 我与陆郎的孩子 婆母离开水泄院 我也就回了如意院 两世为人 我早已看开许多 我心里只记开心的事 像周景长这种 让我生气 让我不开心的事 一旦过去 就会被我抛到脑后 直到太阳落山 婆母依旧没有回来 反倒是公爹 吃过晚饭就回来了 临睡前 赵妈妈走到床边 帮我捏了捏背脚 巧声道 少夫人 夫人回来了 我靠在床头 放下手里的书本问道 大小姐有跟着一起回来吗 赵妈妈摇了摇头 我早料到了 我拿起书本继续看 赵妈妈又到 夫人肿着眼睛回了水泄院 没多久 主屋那边就传来了 老爷和夫人的吵架声 唉 我叹了口气 婆母虽然心善 可有时候 也有些拎不清了 周锦长都打算一条道走道黑了 她就算再去管它也没用 只会惹了公爹厌恶 还把周家拖下水 第二天 柳妈妈 捧着个匣子到我这里 少夫人 昨日夫人说话有些重了 还请您莫要放在心上 说着 她将紫檀木的匣子 递到我面前 这是夫人送给少夫人的 匣子一打开 是一枚蓝天玉的印章 我将印章从匣子里拿了出来 底下撰刻的刀法吻石老链 整体风格苍古普貌 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 我心中一暖 冬至时 我不过是提了一句欢喜撰刻 没想到 婆母就记在了心里 柳妈妈见我面色动容 缓缓道 昨日夫人太心急 所以说错了话 后来夫人十分后悔 我摸着印章 道 母女怜心 锦长那样的行为 婆母交心再正常不过了 柳妈妈放心 我从未怪过婆母 那就好 那就好 柳妈妈松了一口气 柳妈妈临走前 有些犹豫地朝我道 若少夫人得空 就多去去水泄院吧 夫人因为大小节的事 如今连饭都吃不下了 好 我待会儿就去劝劝母亲 不过 还没等我去水泄院 外头有人来抱 说周锦长来了 等我到前厅时 公婆已经在了 周锦长一身灰扑扑的粗布麻衣 头上还是一根树枝当簪子 脸色蜡黄 瞧着落魄又凄凉 婆母瞧着她这般狼狈 直接红了眼眶 阿姐 你 你这是何苦啊 婆母上下打量她 心疼得不行 以前的周锦长 可是极爱美的 穿的裙子 必须是时下最流行的款式 可现在 这浑身上下 哪里还有周家大小节的样子 她身上的粗布麻衣 就是周府的下人都不会穿 不过 周锦长丝毫并不觉得 自己有多惨 她把头羊的高高的 瘦黄的脸上 依旧带着傲气 娘 我并不觉得苦 再说了 能跟陆郎在一起 再苦再累 我也觉得直跌 见她依旧执迷不悟 公爹气得狠狠拍了下桌子 我怎么就生出 你这么个没脑子的蠢货 老爷 婆母有些不悦地喊道 阿景好不容易自己回来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别把人再给吓跑了 婆母说完 又好生好气地哄着周锦长 阿景 既然回来了 那就在家里住下吧 你原来住的碟园 我每天都让下人打扫 一点灰尘都没有 只要你愿意回来 母亲以后再也不拘着 你买任何东西了 周锦长到底还有几分良心 他听着婆母的话 脸上微微有些动容 可最后 还是心下一横 从怀中掏出一张纸 我不会再住在周家了 我今天来 是给你们送这个 婆母看着桌上的纸 脸色一白 这 这是 这是段清文书 我已经签好字了 周锦长神色冷漠道 婆母听得伤心欲绝 流着眼泪问道 阿景 你真的为了个男人 连爹娘 连这个家都不要了吗 周锦长把头往旁边一瞥 不去看婆母 声音坚定道 是你们先不要我的 明明那时候 我与陆郎如此相爱 你们只要点头同意 我就能嫁他为妻了 可你们为了该死的名声 活生生叫我们拆散 如今 我为了跟他在一起 只能做他的妾 这一切 都是你们害我的 周锦长说到最后时 眼眸带上了恨意 憎恨的话语 加上他恨意的眼神 婆母的一颗心都凉透了 难道在你心里 养育你十几年的父母 还没一个男人来得重要吗 婆母满脸伤心道 阿景 你要知道 当初爹娘阻止 你跟陆思良也是 为你好啊 为我好 周锦长冷笑一声 满脸怨气道 你们害死我与陆郎的孩子 这也是为我好吗 那孩子的是事个意外 谁也不想 没等婆母说完 周锦长捂着耳朵叫了起来 别说了 我的孩子已经死了 你解释再多也没用 别说你们想断亲 其实在我眼里 你们这种连亲生血脉 都要杀害的人 根本不配当我的亲人 断亲以后 我周锦长冠复姓 我姓陆不姓周 以后你们走 你们的康庄大道 我只要与我的陆郎 掌相厮守就够了 阿景 你要想清楚啊 哪怕周锦长 说了如此多伤人心的话 婆母依旧苦口婆心地劝道 你若真跟我们断绝关系 你父亲是绝对 不会接近你一文钱的 往后你要怎么生活啊 我呸 我才不稀罕 你们周家的钱 周锦长一脸嫌恶 朝婆母喊道 你别以为能用钱拿捏我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陆郎的人 陆郎自然会养活我 我根本不愁生活 我站在一旁直摇头 这姑娘是没经历过 社会的毒打啊 男人是最靠不住的 你别傻了 婆母又欺又无奈道 那陆思良根本不是好人 他接近你 就是冲着我们周家的钱财来的 他若知道 你跟周家断绝了关系 肯定是不会再对你好的 还有可能把你发卖掉的 不会的 周锦长一脸坚定 陆郎说过 他爱的是我这个人 他聪明有才学 根本不谢周家的赢钱 他还跟我保证过 他要让我当状元夫人 见周锦长油言不尽 婆母只觉得胸口疼 公爹也是气到怒吼 周锦长 动动你的猪脑子 他陆思良有娘子 他就算是考上了状元 也轮不到你来当状元夫人 哼 周锦长就跟魔政了一样 完全不把公爹的话当一回事 他分外坚定道 陆郎说了 我先给他做妾 等过段时间 他就会抬我做平妻 到那时 就与徐梅花的地位一样 我也就能当状元夫人了 我被这女人的话 惊得差点掉了下巴 来人说的这种鬼话他也信 再说了 平气和正气能一样 公爹差点被他的话气笑了 拿起断清文书 就揣进了怀里 幸亏断了清 不然周家以后 定会被这种没长脑子的蠢货 坑惨了 周锦长 以后你就好好做你的状元夫人美梦吧 公爹额头的青筋突出 手指着门口怒喝道 现在立刻 马上给我滚出周家 哼 周锦长冷哼一声 你以为我爱待这个地方啊 说完 他头也不会地走了 婆母被柳妈妈扶着 看着周锦长离开的背影 嘴里喃喃道 疯了 他简直是疯了 这女人可不是疯了吗 堂堂周家大小姐 就冲着这一身份 合成里多少男人排队求去 可他最后竟然给个男人当妾 简直是一手好牌 打得稀巴烂 第九十二章 那今日我带你们出去逛逛可好 婆母 到底还是被周锦长气到了 当天晚上 他就发起了高热 之后更是一病不起 公爹气得骂了周锦长好几日 甚至扬言以后 见一次骂一次 冬至过后 下起了雪 出雪洋洋洒洒地落下 江南的合成 附上了一层白色 婆母生病后 周府的一切事宜 都交到了我的手里 忙碌的日子 总是过得格外快 眨眼就到了年关 我变得更加忙碌了 不仅要购置各类年货 还得吩咐下人 给平日里来往的 各家府邸送年礼 除了这些外 各庄子里的管事 带着银钱和特产 登门汇报一年的收获 周家各店铺掌柜 也拿着账本 来找我核对账目 连喝水的时间都快没了 几位姨娘来如意院看我时 我还在合个掌柜合对账目 李姨娘见我这般繁忙 犹豫了半天 小心翼翼地询问我 要不要帮忙 李姨娘出生书香世家 除了琴棋书画外 学习掌家 也是必备的才能 看管账目 对她而言并不是难事 我毫不犹豫地 将账本递给她 笑得格外开心道 那就辛苦李姨娘了 有人帮忙 我求之不得 见我如此爽快就答应 李姨娘倒是愣了下 随即双手接过账本 能为少夫人 分忧是切身的荣幸 其他几位姨娘不识字 想帮忙也有心无力 不过 她们也是有心之人 接下去的几日里 李姨娘每日都回来 帮我合算账目 王姨娘和新姨娘 做了美味的糕点送过来 给我们当下午茶 周姨娘则调了安神的香料 放进香炉 为我们驱除疲劳 有各位姨娘的从旁帮助 我突然觉得 看账本也不那么累了 来府里合账的掌柜们 瞧着我与几位姨娘相处得如此好 纷纷露出惊讶之色 其他府上的主母 都恨不能弄死小倩 我这儿倒好 直接跟姨娘们处成了姐妹 年二十八 各庄子上的事全部处理完毕 一些铺子的账目也都理清楚了 将桌上的最后一本账本核兑完 我伸了个懒腰道 可算是结束了 周家有几十家铺子 这大头已经完成 剩下几家 就算再递账本过来 也会轻松些 这时 王姨娘和新姨娘 正好端着糕点进来 听我这样讲 王姨娘开心道 少夫人 这么多账本终于看完了 新姨娘将刚做好的芙蓉酥 放在我面前 一脸感叹道 这主母的位置 也不是谁都能当的啊 那么后的一叠账本 要换做我 怕是看一年都看不明白 别说看不明白了 那数字细细蜜蜜 跟蚂蚁似的 我看几眼都觉得眼花 王姨娘说着 朝我竖起大拇指 少夫人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这么几天就处理好了 庄子和铺子的事 还得多亏李姨娘的帮忙 我看向李姨娘 满脸称赞道 李姨娘算账的本事 可比我厉害多了 我被爹娘丢在乡下 自生自灭 前世沈默倾成了状元 我怕自己当不好她的夫人 就厚着脸皮 向京城的夫人们 学习长家的本事 因半路出家 我看账 算账等方面 还是较为生疏的 可李姨娘把我打理账目时 不仅上手极快 甚至账面上的一些问题 她一看 便知症结出在哪里 如此厉害的手段 想来自小就学了 如何长家 我在京城待过一段时间 知道只有达官显贵 才会让家里的姑娘们 自幼就学长家的本事 因为他们的姑娘 将会嫁去薰贵世家 姑娘不会长家 如何打理负家 若打家业 我忍不住看向李姨娘 这般气质绝尘的女子 若家中未遭难 周燕根本高攀不起 李姨娘察觉我的眼神 转头朝我微微一笑 少夫人过奖了 这般好的姑娘 沦落成姨娘 还被聚在这一余方寸的地方 我内心替她不值 更多的是感慨 命运对李姨娘的残忍 我听着李姨娘的话 转了话题 吵几位姨娘道 你们应该许久未出府了吧 姨娘在府里的地位 虽比下人们高一些 可也是没有任何自由的 更别说能出府玩耍了 以前少爷高兴了 还会带我出府玩一玩 后来孙姨娘进府 少爷就只带她一人出去玩了 王姨娘说起孙情 语气不自觉地带上了气氛 算起来都快有一年了吧 周姨娘有些难过道 我比你们早进府 已经一年多没出府了 新姨娘语气闷闷道 李姨娘垂下眼眸 神色有些孤寂 既然大家都好久没出府了 那今日我带你们出去逛逛可好 真的吗 我这话一出 几位姨娘瞬间高兴坏了 少夫人 您真的要带我们出府吗 少夫人 您不骗我们吧 姨娘们高兴的同时 又担心我是在开玩笑 真的 我重重地点了下头 我现在就让人被骂车 待会儿 咱们就出去 爷 可以出府了 周姨娘兴奋地叫了起来 少夫人 您真是太好了 新姨娘感激道 何止是太好 少夫人那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主母了 王姨娘笑道 李姨娘闻言 也点了点头 嗯 最好的主母 我被他们夸得不好意思 忙道 好了好了 你们回去准备一下 我在府门口等你们 哎 好好好 几人与我到了别 往自己的别院去 我则去水泄院 同婆母知会一生 婆母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 气色比之前好了许多 也能下地走路了 她听我说 要带几位姨娘出府玩耍 倒也没说什么不许的话 只叮嘱我们多带些家丁 现在年关将近 街上不仅人多了起来 就连偷窃之事也增加了 几个女子去街上玩耍 势必要当心些 母亲放心 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除了水泄院 我领着绿柳 直奔大门口 才刚跨出大门口 有人就将我换住了 少夫人 在下姓许 是锦绣布庄的掌柜 今日特地拿了账本 过来给您打账 我有些叹气 这可真是有些凑巧了 许掌柜 今日我还有别的事 你将账本留下 待我看过后 若有什么问题再来寻你 我便说 便将她手里的账本 接了过来 因着几位姨娘还未到 我便随手翻阅了几页 凑巧看到最后几页 我的眉头不自觉猝了起来 怎么十二月的盈利如此少 十二月已靠近年关 不管是买布匹 还是做新衣的人都会变多 可布庄的利润 还不如从前来得多 徐掌柜连忙解释道 回少夫人的话 十二月尾的时候 大小节的朋友来了布庄 他不仅拿走了许多布匹 还定制了十几套料子 极好的成衣 因都没有付钱 所以盈利就少了 我满脸疑惑之色 大小节的朋友 我与周景长接触下来 可没听他说 有什么朋友 就算是朋友 如今周景长跟周家断绝了关系 他自己进周家铺子买东西 都得掏钱 更别说他的朋友了 徐掌柜 你知道他朋友的名字叫什么吗 我问道 若知道那朋友的身份 便让他把钱补齐了 好像姓陆 大小节一直叫他陆朗 徐掌柜回答道 我 第九十三章 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滚蛋 我闻言 直接愣了下 陆朗 陆思良 我惊讶的同时 又十分无语 在低头翻了一页看下时间 竟是十二月二十八 那时候 周景长都已经跟周家断绝关系了 所以 女人一边叫嚷着 不稀罕周家的一切 一边又带着陆思良 来周家的铺子做衣服 我都不想 去评价周景长的行为了 我继续翻阅账本 问道 大小姐朋友定做的衣服 已经拿走了吗 应该还没有 徐掌柜答道 定的是今天下午来取衣服 今天下午 我沉思了片刻 抬头朝徐掌柜答 既然衣服还没拿走 那下午有人来取衣服时 必须先让他先把钱付了 知道吗 这 徐掌柜犹豫到 可以钱付人管账时 大小姐来铺子里定衣服 都是不用付钱的 以前是以前 如今不一样了 我面色多了几分认真 记住我说的 必须付了钱 才能拿走衣服 若让我知道 你没跟他们要钱 那这钱就从你的月银里面扣 徐掌柜一听 脸色瞬间变了 连连道 是是是 我回去 就交代铺里的伙计 不给钱 绝对不让拿走 十几套乘一上百两银子呢 若从他月银里扣 那他一年都白干了 嗯 我将账本还给他 你先把账本拿回去吧 大小姐的这笔账还要改 等改完再拿过来 好 徐掌柜接过账本 没做停留 便回去了 我又折回府内 寻了刘管家 问公爹如今 在何处 老爷今早去了孙元外家 想来得吃过午饭 才能回来 刘管家恭敬道 我沉默了会儿 缓缓道 等老爷回来了 让他去锦绣布庄一趟 就说大小姐在布庄订了 十几套成衣 我有些拿不定主意 刘管家一听我这话 就明白过来了 立马道 是 小的一定转告老爷 我刚进交代完刘管家 王姨娘他们 就有说有笑地过来了 刘管家见此 默默退下 许事可以出府的关系 姨娘们 显得比平常更加兴奋 我安排了辆较大的马车 五个人共乘一辆 也不嫌拥挤 马车行驶没多久 外头传来嘈杂声 王姨娘迫不及待地 立马掀开帘子往外瞧 青石板铺沉的街道两旁 淋漓着各色商铺 也有卖货廊挑着担子 四处叫卖 快过年了 街上人来人往 不少人站在街边 与商贩讨价还价 好不热闹 一旁的周姨娘也凑了过去 两人就还这么头挨着头 满脸 兴奋地往外到瞧 新姨娘坐在另一边 靠窗的位置 她掀开帘子 看着外面人头攒动 忍不住感慨道 没进周府前 我天天跟着戏班子 在这街上唱曲卖艺 就盼着有一日 能过上安稳日子 如今是吃穿不愁了 我倒开始怀念 曾经的这些市井日子了 周姨娘本与王姨娘 争着往窗口看 乍一听新姨娘的话 两人也都安静了下来 我要是没进周府 今天这一日子 肯定也在街上卖香囊 周姨娘也开始回忆起过去 年前买香囊的人最多 一天下来能赚几十文 你们都好厉害 还能自己赚钱 王姨娘满脸落寞道 我要没进周府 可能就被我爹娘 卖进青楼了 这会儿是死是活 都不一定了 马车内瞬间安静了下来 李姨娘虽没说一句话 但亲力的面容 多了几分忧伤 几人也不去 桥外头的景色了 低着脑袋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今儿难得出来一趟 可不许说这些伤感的话 我为了让他们开心 便到 等到了城东最大的方式 咱们就下车逛逛 我让绿柳带了足够的钱 你们看中什么 就跟绿柳说 他会替你们付钱的 我的最后一句话 将几人原本高亢的情绪 拉了回来 王姨娘一扫刚刚的难过 望着我满脸激动道 少夫人 您说的是真的 不管我们买啥 您都替我们付钱 我见她高兴起来 脸上也露出了淡笑 是是是 不管买啥 我都替你们付 王姨娘瞬间乐呵了起来 摸着自己的下巴 眼转悠了几下 故意道 既然是少夫人付钱 那我待会儿 要去乘衣铺子 挑最贵的料子 做时下最流行的裙子 知道王姨娘在开玩笑 周姨娘也捂着嘴巴 朝我眨眨眼睛 道 少夫人 那我能不能去去香料铺子 买里头最昂贵的香料 你们这两个贪心的 一旁的新姨娘腻了俩人一眼 十分不赞同道 怎么能对少夫人这般坏啊 我向新姨娘 投去感激的目光 要是我啊 就去首饰铺子 直接把里头最重的金首饰买下来 往另外两位姨娘 朝她竖起大拇指 新姨娘 搞了半天 原来你最狠啊 我故作生气的去挠她痒痒 新姨娘笑得四处躲 车厢内原本的惆怅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欢声笑语 到了方式 车夫将马车停下 我与几位姨娘下车闲逛起来 几位姨娘都是有分寸的人 刚刚在马车里的话 也是玩笑而已 他们沿街买了些糕点 还有几朵珠花 并没有花费多少 中午时 我带他们去了天香楼吃饭 我虽然不洗菜院 可他精英的天香楼 在河城最为出名 几位姨娘难得出来一趟 午饭自然得有些特色 几位姨娘里 指望姨娘跟着周燕来过天香楼 新姨娘和周姨娘一进去 便对里头的装修极为好奇 就连李姨娘也忍不住夸赞别居一格 头顶的青纱放下 几位姨娘少了几分拘束 我点的都是天香楼的特色菜 再加上伙计的周到服务 几人吃得分外满意 上午逛了街市 中午又吃了饭 几位姨娘出了天香楼后 眼巴巴地看着我 少夫人 咱们要回去了吗 我知道他们有些不舍 笑着道 难得出来一趟 咱们就玩他一天 等晚上吃过饭再回去 爷 王姨娘 周姨娘和新姨娘 开心地手舞足蹈 李姨娘也朝我头来感激的目光 不过 我得先去烫锦绣布庄 你们想想要去哪里 我让车夫送你们过去 绿柳也跟着你们 下午周景长要去布庄取衣服 我怕徐掌柜一人应付不来 所以得过去看看 一听要跟我分开 几位姨娘露出了不舍 少夫人 要不我们跟你一起 去布庄吧 王姨娘开口道 是啊 反正我们也是瞎逛 不如跟你一起啊 新姨娘复合道 李姨娘和周姨娘也点头 那也行 等处理完锦绣布庄的事 我再带你们去其他界看看 我笑着道 就这样 五个女人直冲锦绣布庄 一行人才刚到布庄门口 里头传来周景长奸细的声音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堂堂周家大小姐 在这里做了多少衣服 哪次不是直接拿了就走啊 你今天竟然让我掏钱 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滚蛋 第九十四章 你这嫂子也太不懂事了 听着周景长的声音 王姨娘等人停下脚步 纷纷看向我 公爹并没有打算 隐瞒周景长与周家断亲的事 所以 那日在大厅里发生的事 很快就传遍了周府上下 几人都是周燕的小妾 这会儿再见周景长 倒觉得有些尴尬 我与他们不同 今日来锦绣布庄 就是处理周景长的事 不过 为了缓解几人的尴尬 我朝他们道 楼上有不少诚意的样式 你们上去瞧瞧 若有众意的款式 便让伙计记下来 就当是我送你们的过年新衣裳了 王姨娘几人面面相觑 他们的脸上有些担心 似在犹豫 要不要留下帮我 我见此 笑着道 上楼去看看吧 这里的事我能应付 不用替我担心 众人最后有伙计领着上了二楼 因着刚吃过午饭 布庄里的客人并没有太多 不过 周景长的尖叫声 还是吸引了不少人 凑近乔热闹 我推开乔热闹的客人 走到柜台前 徐掌柜被周景长骂得无力招架 大冷天 他的脑门竟然冒出了许多汗 周景长今儿倒是换了身衣服 穿了件将洗的发白的碎花棉布袄裙 这衣服穿在他身上极为宽大 恐怕是借了徐梅花的衣裳穿 除了周景长外 陆思良也来了 相比较周景长的落魄 男人身上的衣服一瞧就是新的 天青色紧缎夹袄长袍 应该是用上次从这里拿走的布料做的 两人此刻的脸色都不大好看 周景长伸手要将柜台上的一大包衣服带走 可徐掌柜拦着他 非要让他先付钱 姓徐的 你要再敢拦着我 我就真对你不客气了 听着女人威胁的话 我冷声开口道 你要对徐掌柜怎么不客气 我的声音一响起 原本与徐掌柜拉扯的女人停下了动作 脸色极难看的朝我望过来 苏玉 怎么哪里都有你 徐掌柜瞬间松了口气 一脸为难地朝我道 少夫人 大小姐死活不肯付钱 小得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朝她问道 周景长做的衣服一共要多少银子 徐掌柜回答 大小姐做了七套女装 十二套男装 一共三百八十两 我冷冷看向周景长 声音不带一丝感情道 听到了吗 三百八十两 你付钱就能把衣服拿走 话音刚落 陆思良板着脸朝周景长训斥道 景长 你这嫂子也太不懂事了 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了 至于自家人做几件衣服 也要斤斤计较吗 简直小气得很 男人一番话 明摆着是说给我听的 我的脸沉了下来 还未等我开口 身后响起愤愤不平的声音 姓陆的 你少攀关系 谁个你是自家人啊 一个大男人 连件衣服都得靠女人买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呸 臭不要脸 三百八十两银子的衣服 不掏就说人家小气 既然你大气 那你倒是把这钱付了呀 陆思良 我含笑看向身后帮我说话的几人 不是让你们去楼上挑衣服吗 怎么又过来了 王姨娘双手插腰 走到我身旁 哦 我们怕您被人欺负 新姨娘站在我的另一侧 瞪了眼陆思良 这才道 少夫人您是体面人 对付这种不要脸的 我们可比您有经验多了 还未进周府前 她可是天天跟市井泼妇对骂 周姨娘和李姨娘 嘴皮子没有其他两位厉害 不过 秉着疏人不疏症的姿态 两人站在我身后添些气势 两位姨娘战斗力十足 几句话下来 陆思良窘地战红了脸 完全说不出话来 周景长哪里忍得了自己的路郎被人欺负 立马吼道 别以为你们人多久厉害了 说到底 苏云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铺子是我娘管的 我做衣服她都没开口 你又有什么资格让我付钱 我看着七眼嚣张的女人 十分无语地提醒她 婆母已经把周家在合成的铺子 都交给我来打理了 这不可能 周景长想也没想就叫道 你才嫁到周家多久 我娘怎么可能放心 把铺子的生意都交给你 说完 她眯起眼睛 十分不有善道 你故意吓唬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不会上你当的 我 这时 徐掌柜替我解释道 大小剑 少夫人说的是真的 夫人病了 如今周家的一切事物 都由少夫人接管 周景长依旧不信 不依不饶道 我娘身体一直很好 她怎么可能突然就生病了 我看八成是肃于你想揽权 所以 害我娘生病是不是 我忍无可忍 冷着声音朝她道 周景长 婆母为什么会生病 你心里没点数吗 若不是 她干的那些不着调的事 婆母也不至于被气到 周景长因我的话 眼神闪烁了下 嘀咕道 生病就生病 跟我有什么关系 陆思良见她说了半天 也没扯到正题上 有些不耐烦地扯了下她的袖子 用只有两个人的声音催促道 行了 你跟她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赶紧把衣服拿走人 年前这段时间 村里进城的人明显增多了 两人若回去的晚了 牛车上没座位 就得腿着回村 天寒地冻的 谁受得了啊 周景长在我面前嚣张跋扈 可在陆思良面前 却乖得跟个小猫咪似的 他见我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犹豫了半天 窃窃地朝陆思良道 陆郎 要不 要不这衣服就算了吧 陆思良瞬间瞪大了眼珠子 一脸不敢置信道 周景长 你在说什么鬼话 十几套零螺绸缎做的衣服 价值几百两银子 他陆思良活了近二十年 还是头一次定做这么多 这么贵的衣服 眼瞧着都快到手了 这女人竟然跟他说算了 这怎么能算了 到底还得靠周景长得到这些衣服 陆思良脸的怒气 只能好生好气地哄着 景长 我知道你跟你嫂子关系不好 可我也跟你说了 我只有穿上绸缎的衣服 才能读得进去书 再说 我都把话放出去了 下次要穿绸缎的衣服 去见我那几位同窗 好景长 你这般爱我 肯定不愿看到我丢面子 是不是 景长 你就当是为了我 赶紧跟你嫂子服个软 让她不要再为难你了 只要拿到手 我今晚就跟你睡 好不好伺候你一番 说着 男人的嘴巴凑到周景长耳边 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女人瞬间面红耳赤 听着陆思良的话 我与几位姨娘的脸上 是毫不遮掩的鄙视 这男人真是够不要脸的 吃软饭还吃上瘾了 周景长对陆思良的承诺十分心动 可对上我轻蔑的眼睛时 他又吸了心里头燃起的点心思 陆郎 不是我不跟他服软 而是 是因为周景长低着头 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轻 陆思良见他说话吞吞吐吐 满脸不耐烦地问道 因为什么 你说得大声点 因为周景长 已经跟周家断绝关系了 我冷眼看着男人 与其平淡道 既然不是周家的女儿 那他在周家的铺子订衣服 就得把该付的钱 一文不少的付了 陆思良 第九十五章 离了周家 你怎么活 你说什么 跟周家断绝关系 陆思良惊得脸色大变 立马看向周景长 拔高声音质问道 这女人说的是真的 周景长被吼得一愣 下一刻 他怯怯地低下头 轻不可闻地应了一声 死 陆思良得到女人的肯定回答 瞬间一股怒火奔涌上心头 他竟然瞒着自己 跟周家断亲 周景长 你是不是脑子有坑啊 一个废物也敢闹断亲 你说你什么都不会 离了周家 你怎么活 男人额头青睛暴露 眼底是藏不住的怨恨 甚至连说出口的话 都让人心寒 周景长听他这样讲 心里头又气又委屈 难道是 他想断绝关系吗 他父亲都把断亲文书 送到他面前了 他除了签字 还能怎么办 倘若不签 周家人再把他抓回去怎么办 到时候 他的大伯 他的姑姑 为了周家的名声 再将他悄悄弄死怎么办 周景长低着头挨骂 心里头委屈的不行 他的陆郎 为什么只会一味地责备自己 就不能站在他的角度 替他考虑一下吗 在我面前嚣张跋扈的女人 这会儿被陆思良骂成这样 他却连个屁都不敢放 他抹着眼泪 可怜巴巴道 陆郎 周家那些人都看不起你 我要是不断亲 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说着 他仰头 看向陆思良 深情款款道 陆郎 周家的一切我都不稀罕 虽然我离开了周家 但是我有你啊 我相信你会养我的 你会像我爹娘一样疼爱我的 对不对 陆思良 对个屁啊 他费尽心思 把这女人搞到手 难不成真是吃饱了撑着 因为石老子的爱情吗 当然是看中了他背后的周家 周景长的父亲 是合成首富 大伯又在外当官 大姑父是知府的通判 这样有钱有权的家庭 只要他能跟他们攀上关系 那下半辈子 基本就不用愁了 陆思良算盘得极好 只要他那周景长为妾 周家再不甘愿 也只能认下他这个女婿 而像周家这样的人家 肯定不会让女儿当妾的 到时候 周家为了能让周景长当上正妻 便会满足他提出的所有要求 银子 官职 还不是手到擒来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 这女人竟然会蠢到自己去断绝跟周家的关系 现在好了 他的美梦破碎了 陆思良看向周景长的眼神 催了几分难以言喻的厌恶 他陆思良 是不会养闲人的 周景长被他瞧得心底发怵 窃窃道 陆郎 你看我为了你付出这么多 你就别生气了 好不好 陆思良冷哼一声 露出真面目道 周景长 我不管你是不是跟周家断绝关系了 总之 我在这店里定下的衣服 你必须得帮我拿回来 周景长一脸为难 陆郎周景长 轻轻揪住陆思良的衣袖 边摇晃 边撒娇道 在我眼里 你就算不穿那些衣服 也是最好看的男 滚一边去 男人一把甩掉女人的手 语气带着威胁道 我警告你 衣服要是拿不回来 你也别跟我回去了 他陆思良又不是慈善家 还在家养个白吃白喝的废物 周景长见他真的动怒了 转头愤愤地看向我 咬牙切齿道 苏云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 女人不敢对陆思良发火 便将怨气全部发泄到我的头上 周景长面容扭曲道 你看不惯我 过得比你好 你嫉妒 我找到真爱 就故意从中破坏我 与陆郎的感情 你心思太歹毒了 明明当初定制衣服时 没有提认钱的事 结果 来提货就说要给钱 要说这里头没有苏云的脚盒 他打死都不信 我被这女人骂梦了 我嫉妒你 我眉头紧皱 脸上戴着毫不掩饰的不屑 讥讽道 周景长 你在说笑吗 我是嫉妒你 找了个凤凰男呢 还是嫉妒你过着吃糠烟菜的日子 因为我的话 陆思良满脸囧态 又羞又怒 周景长更是气得攥紧了拳头 恨不能撕烂我的嘴 眼瞧着陆思良越来越不耐烦 周景长最后还是忍了怒气 朝我警告道 苏云 就算我跟周家断绝关系了 可我身体里流的 还是周家的血 我告诉你 我爹娘跟我断绝关系 只是一时的 等他们冷静下来 便会后悔断亲的举动 你若聪明 今日就该让我拿了衣服走 不然 以后我爹娘知道 你今日这般为难我 他们定会重重惩罚你的 周景长说到最后时 脸上再次露出得意的表情 这时 陆思良也附和道 景长说的没错 当父母的跟子女 哪有什么隔夜愁 断亲这种事 就是吓唬景长一下而已 也只有 你这种没脑子的 才会把他们的话当真了 苏云 你今日这般对待景长 往后他要跟他父母关系和好了 你可就两头都得罪了 这两人说来说去 不就是想 不花一文钱 带走他们定制的十几套衣服吗 今日若婆母管理铺子 他可能还真会看在周景长的面子上 做主让他们将衣服带走了 可我与婆母不一样 我的身份 只是周家的儿媳妇 公婆 让我打理合成的铺面 可以只是打理而已 今日 我若让周景长带着衣服离开 一旦被公爹知道 被狠狠责骂是小 恐他还会收回 我打理铺子的权利 所以 与其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倒不如 让公爹自己来处理这件事 到时候 婆母知晓了怪罪 公爹 也能帮我承担一半 这也是为什么 我前头 一定要让管家通知公爹过来铺子的原因 我这般想着 脑袋忍不住朝铺子门口看去 都拖延这么长时间了 公爹 应该快到了吧 突然 一道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锦绣布庄的门口 我脸上一洗 原本提着的心也放下了 公爹可终于来了 不过 公爹进了铺子后 我竟在他身后 看到了周燕的身影 我微微吃惊 这是父子俩都来了 第九十六章 几件衣服 难道比你的面子还重要吗 公爹和周燕一同进门 公爹身形轻瘦 因长期在外奔波的缘故 皮肤有些黑 他如今四十好几 浓密的头发 属于金罐之中 身着灰色祥云花纹段子长袍 稳重又严肃 公爹的眉毛 从进门开始 就一直紧皱着 脸色更是阴沉的可怕 周景长和陆思良 瞧见公爹这模样 连人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公爹走到柜台前 看着上面的一大包衣服 望向周景长 这些都是你订的衣服 周景长满脸心虚和害怕 根本不敢点头 打开 公爹命令道 徐掌柜吓得一哆嗦 立马上前将包袱打开 乍一看 包袱里都是男子的长袍 渐料子极好 价格不菲 只最下面露出一些 女人衣服的布料 没等公爹开口 一旁的周燕忍不住调侃道 周景长 你对陆思良还挺好啊 自己穿成这副德行 却给男人做那么多衣服 就是不知道他这份心意 陆思良会不会珍惜 周景长害怕公爹 但周燕是不害怕的 女人瞪了他一眼 美好气道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周家跟你断绝关系了 你的事情的确不用阿燕管 公爹含着脸看向周景长 声音不带一丝感情道 当初来周家断亲时 不是挺有骨气的 口口声声说 不稀罕周家的钱 怎么现在又赖着不愿掏钱了 周景长被公爹说得低下头 一句话都不敢反驳 一旁的陆思良 却满脸讨好道 周老爷 景长一时糊涂 断亲的是当不得真 没等他把话说完 公爹立声打断道 我与周景长说话 你插什么嘴 还自诩读书人 最基本的礼貌都不会吗 公爹一看到 这男人就来气 明明答应得好好的 拿了钱就会离开周景长 不在他面前出现 可这才多久 这男人就出尔反尔 还拐着周景长当他小妾 公爹气自己女儿没脑子 可也恨陆思良 收钱不办事 男人被公爹众目睽睽之下训斥 心里头又气又羞 可到底自己理亏 最后乖乖闭上了嘴巴 反倒是周景长 一脸不服气地朝公爹道 你骂我就骂我 你凶鹿狼干什么 不就是几套衣服吗 我不要了 还不行吗 陆思良听完脸色大变 立马给周景长使眼色 可惜 女人正在气头上 压根没搭理他 陆思良无奈 只能急急道歉道 周老爷 景长说的都是气话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一般见识 这些衣服他要的 陆郎 周景长抓着男人的胳膊 一脸不服气道 你做什么给他道歉啊 不就是一些破衣服吗 等你高中状元了 想买什么衣服没有 周景长 陆思良咬牙切齿道 咱们进步装饰取衣服的 不是来逞强的 这女人到底认不认得清楚现状 这些衣服 价值几百两银子 他一个穷书生 若错过这次 下次再穿这么昂贵的衣服 恐怕得等到猴年满月了 至于什么高中状元 这种哄着女人玩的骗话 听听就过了 连他自己都不信 自己能高中好不好 不过 自小什么好衣服 没穿过的周景长 又哪里会懂陆思良这种 分外想穿华贵衣服的心思 陆郎 你在说什么啊 周景长愤愤不平道 几件衣服 难道比你的面子还重要吗 陆思良 衣服当然比他的面子重要啊 周景长维护男人的举动 不仅没有得到他的感动 反而只觉得 这女人不可理喻 陆思良被周景长的话 气到要吐血 可偏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还不能那般回答 周景长见他不说话 只以为陆思良 是认可了自己的话 他朝公爹说话的声音更大了 你以为我稀罕来这里做衣服啊 要不是陆郎一直劝我过来 我根本进都不会进来 周景长一脸得意之色 陆郎可是状元之才 能给他做衣服 是锦绣布装的荣幸 等将来他高中了 你们这间给他做衣服的铺子 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我告诉你 陆郎这事再给你们机会 你们就应该珍惜 懂吗 众人只觉得 周景长的一番话 无语又可笑 看向陆思良的眼神 更是透着轻蔑和嘲笑 就连合成里 被大如说为学生的几位学子 都不敢断言 自己能考上状元 更别说陆思良 这种名不见经传的人了 周燕双手还凶 毫不客气地讥讽道 陆思良 没想到你对我们周家这么好啊 知道自己要考上状元了 特地过来我们铺子做衣服 那是不是冲着你这份心意 我们该免费送你衣服啊 哼 周景长丝毫听不出话里的意思 还十分得意的 算你识趣 周燕忍不住抽出了下嘴角 他怎么会有如此愚蠢至极的妹妹 我差点被周景长的无知逗笑了 也朝周燕打劝道 相公 光是送几件衣服 哪里够啊 堂堂未来的状元爷 咱们还得奉上百两黄金才是 话音刚落 王姨娘接话道 少爷 少夫人人家堂堂状元 未来的宰相阁府 衣服和黄金哪里行 赵气申说 还得将这铺子也赠予他才是 扑吃 周姨娘笑出声 紧接着 铺子里的其他人也纷纷笑了起来 听着几人的嘲笑声 周景长这才反应过来 我们根本不是在巴结陆思良 而是在无情地嘲笑他的自负和不要脸 陆思良被众人笑得又羞又骚 恨不能立马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 男人到底要面子 陆思良实在是受不住这一声高过一声的嘲笑 他也不管那些昂贵的衣服 最后直接甩袖仓皇离开 陆郎 陆郎 你等着我啊 周景长立马追了出去 在跨出铺子的那一刻 女人又转头朝我们瞪过来 你们这般轻视陆郎 待他日他高中状元 有你们哭的时候 那我等着这一天 周燕十分不客气道 周景长和陆思良离开 铺子再次恢复正常 公爹命令徐掌柜 以后不许给周景长开后门 铺子里所有东西他必须花钱购买 至于那两人定制的衣服 也只能挂在铺子里降价售卖了 不过 年前这段时间 有些人为了不等时间 也是愿意买别人不要的衣服 尤其这衣服价格还便宜 公爹夸我做得对 还说明年他若再合成时间久的话 就让我跟着他学做生意 我听完满脸兴奋 公爹在铺子里巡视了一圈就离开了 周燕没和他一起走 而是朝我问道 苏云 你待会儿有事吗 没事的话 咱们一起去城外梅林逛逛吧 一听梅林二字 我的眼睛微微一亮 这不是我精英的地盘吗 正好几位姨娘也没去过 我便欣然答应了她的邀请 第97章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周燕见我答应 脸上满是欣喜之色 可随后一听 还要带上几位姨娘 又瞬间有了些失落 她将我拉到一旁 压低声音试探性地问道 一定要带上他们吗 我看着她 不解地问道 不能带其他人吗 去梅林围炉煮茶 人多才有意思啊 倒也不是 周燕尴尴尬一笑 寻了个由头道 就是觉得 他们难得出来一趟 可能更欢喜逛街买东西 这样吗 我有些狐疑 但又觉得 她说得不无道理 于是 我又走到几个姨娘面前 询问她们 是否想与我们 一起去郊外梅林赏梅 王姨娘对这种 附庸风雅之事 没什么兴趣 但新姨娘和李姨娘 十分好奇 李姨娘也是满满期待 瞧着其他几位都想去 王姨娘又不想落单 便也点头同意了 周燕见几位姨娘都去 看向我的神色 有些哀怨 我 她这是什么眼神 几位姨娘姿色不凡 有她们陪着偷着乐吧 周燕和公爹 坐马车过来的 不过 公爹走时 将马车留给了她 我本想和几位姨娘 同乘一辆 但在我踢着裙摆 要上车时 男人直接将我拦住了 苏云 你这辆马车太急了 还是坐我的马车吧 啊 我马车里瞧了一眼 理所当然道 不挤啊 马车内部空间大 几位姨娘又生的轻瘦 几人坐一起 还留了不少空间出来 周燕一时间有些语色 旁边的长青替她说道 少夫人 其实是少爷嫌 一个人坐马车孤单 一路上有个人 陪她说说话也好的 这样啊 我恍然大悟 心里又有些嫌弃 一个大男人坐会儿 马车也会怕孤独 不过 我还是朝马车内道 王姨娘 既然少爷嫌孤单 那你去他马车里陪陪他吧 周燕主仆 啊 王姨娘愣了下 指着自己道 我 我陪少爷吗 虽然她喜欢跟少爷在一起 可并不代表她没眼力劲啊 少爷明显想邀请少夫人 去他马车里 她若真坐过去 不仅讨不得少爷的欢喜 恐怕还会惹了她厌烦 那个 少夫人 切身习惯坐这辆马车了 还是您陪少爷坐他的马车吧 王姨娘话刚说完 周燕立马道 苏云 他们几人坐一起聊天正好 你就别为男人了 还是你跟我一起吧 话音刚落 男人一把牵住我的手 往前走去 我 我有些体寒 冬日里不管穿多少衣服 手都是冰冰凉的 此刻 男人宽大的手掌 牢牢包住我的手 手掌的温热 透过皮肤传递过来 驱散了手里的凉意 我有些诧异地 抬头 看向周燕的侧脸 男人察觉我的视线 偏头朝我温柔一笑 这人本就生的风神俊朗 在这么一笑 只觉得寒风消散 一片春日盎然 我盲低下头 脸颊还是不争气地 泛起了红韵 周燕见此 嘴角弯起的弧度更大了 我如提线木偶般 被周燕牵手 去了前面的马车 周燕所坐的马车 虽比我们那辆小 可里头的装饰 却划贵不少 车内铺着厚实的 狐狸皮毯子 中间摆放着小小的茶几 上头除了茶壶和茶盏外 还有几叠果干 我才刚坐下 周燕就凑了过来 手里端着一叠蜜饯 尝尝这个 笑着道 很甜 你喜欢吗 周燕开心道 等回来时 我让长青去干货铺 买些送去你的如意院 我有些吃惊她的热情 忙道 不用这般麻烦 这怎么能是麻烦呢 周燕立马打断我的话 你我是夫妻 当相公的疼宠娘子是应该的 你若欢喜吃 以后我每日都给你买好不好 男人的话 让我愣正了下 我垂下眼眸 缓缓道 其实 我并不是很喜欢吃蜜饯 那你欢喜吃什么 周燕毫不气馁 继续道 你告诉我 我下次买给你啊 看着男人分外热情的模样 我心中隐隐泛起一丝异样 我与他之间 有什么东西在改变了 我开口拒绝道 不用了 我平时不大吃零嘴 周燕有些失望 好吧 车内再次陷入安静中 没话 来人又问我 欢喜什么东西 从衣服扯到首饰 最后连琴棋书画都扳了出来 瞧着他这般殷切 我只能告诉他我欢喜转客 目前最欢喜的 就是能跟着公爹学做生意 周燕对我的喜好十分吃惊 随即又满脸欣赏道 苏云 你果然与其他女人不一样 去梅林的一路上 基本都是周燕在说话 我偶尔附和几句 周燕说他最近每天都有看书 识得了不少道理 他为曾经自己干的那些混账事 感到羞愧 我随口安慰几句 浪子回头经不换 相公能及时醒悟 且痛改前非 奋发向上 这已经比一般人好很多了 这多亏了你 周燕满脸感激地看着我 苏云 要不是你及时拉住我 我肯定就堕落了 有你这样好的娘子 是我周燕的福气 相公言重了 你我是夫妻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相公无需放在心上 见我这般谦虚 周燕更加感动了 云儿 我知道你以前对我很失望 可我已经痛改前非了 所以 她抓着我的手 深情款款道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咱们重新开始 以后做一对举案其美的恩情夫妻 我 下一刻 马车突然猛地一震 我一时间没坐稳 整个往前扑去 周燕见此 一把将我牢牢抱在怀里 而她则整个后背撞上车厢 疼得她闷哼出声 茶几上的茶壶晃动了几下 洒了些茶水出来 几叠果干则一半倒在桌子上 长青 发生什么事了 周燕皱眉 沉声朝外头问道 少爷 有个小叫花子 突然从旁边窜了出来 长青的声音带着些惊魂未定 周燕皱了下眉头 冷声问道 撞到了吗 没有 但是长青犹豫了下 答道 那小叫花子 好像被吓晕过去了 周燕一听 起身站了起来 她朝我道 鱼儿 你坐着 我出去瞧瞧 说完 她掀开帘子下了马车 长青也想下马车 但被她阻止了 周燕如今拜大如为师 今后科举肯定是要参加的 她若换作以前 这种小事里都不会理 可现在不一样了 读书人最看重的就是名声 她的马车差点撞了人 她堂堂周家少爷若能下车安抚一番 周围百姓也能夸她一句心善 我坐在车内 掀开帘子往外面瞧 马车前 一个衣衫褛褛的小叫花子躺在地上 她满脸脏兮兮的双眸紧闭 一动不动 周燕弯腰 凑近喊道 喂 小兄弟 小叫花子听着声音 瘦削的身体微微抖了下 缓缓掀开脸皮 待瞧见宛如天神般降临在自己面前的男人时 小叫花子微微张开嘴巴 澄澈的眼眸透着惊讶和惊艳 你 见她没昏厥 周燕松了一口气 既然没事 就赶紧起来吧 小叫花子却好似没听到一般 依旧痴痴傻傻地盯着周燕看 男人见此微微皱眉 她还要去眉林 可容不得一个小家花子耽误她的时间 周燕也不嫌弃 直接伸手抓着她的胳膊 将人从地上拉了起来 待站起来才发现 这小家伙子生得十分瘦小 虽然她身上脸上脏兮兮的 可露出来的一截胳膊 却十分白皙 周燕以为她是家中突遭变故 才落得这般境地 心下意软 从妖记解下荷包 递给小叫花子 拿着去买点吃的 再换身干净的衣服 小叫花子反应过来 摇头道 我不要 你都这样了 还不要什么 周燕把钱塞进她的手里 又叮嘱了一句 天气冷 赶紧回家吧 说完 她转身回了马车上 哎 你是 小叫花子想叫人叫住 长青突然扬了下长鞭 可道 我家少爷急着赶路 麻烦让一让 小叫花子没办法 只能不甘心地挪着步子 走到旁边 马车滴滴答答往前走 周燕坐到我旁边 对上我含着笑意的眼睛 她解释道 老实说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那小叫花子 瞧着挺可怜的 如今快过年了 给她些银子 全当时行善既得了 我轻轻应了一声 我并不知晓 周燕这般行为 是想赚的好名声 只觉得 这人虽干了不少不着调的事 可性子还是有几分善良的 也不枉费 我将她从 悬崖边 拉回来 我与周燕 都没将小叫花子的事 放在心上 不过 我也没有回复周燕前面说的话 马车继续往前走 出了城没多久 就到了梅花林 当我下马车时 比我先下车的男人 朝我伸手 一脸柔情道 夫人 我扶你下来 我微微一笑 手放进她的手掌中 正提着裙摆要下车 旁边突然响起一道轻哼声 周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 可真好啊 第98章 好狗不挡道 赶紧把路让开 听着这声音 我与周燕偏头看去 只见蔡月儿双手还胸 一张脸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们 自从上次她污蔑我与阿兄后 我对这女人便十分厌恶 如今瞧见她 自然也没什么好脸色 我直接忽视她 朝周燕道 相公 咱们走吧 周燕知晓 我与蔡月儿的过节 她听我这样讲 立马道 好 蔡月儿见我不搭理她 一张脸瞬间垮了下来 她都拉下脸来 主动搭话了 可这女人不仅不领情 还对她视若无睹 甚至连个笑脸都没有 这简直是欺人太甚 蔡月儿心口涌起一股憋屈 干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冷声质问道 苏云 你这什么态度 我好好跟你说话 你凭什么不搭理我 看着莫名其妙发火的女人 我内心一阵无语 没等我开口 周燕毫不客气道 蔡月儿 你大白天发什么疯啊 上次你山月儿的丫鬟巴掌 还污蔑她的名声 今天鱼儿 没打你就不错了 你还想要她对你什么态度 周燕一番话 说得蔡月儿哑口无言 这时 从另一辆马车上下来的 王姨娘等人 也走了过来 新姨娘面色不善地看着蔡月儿 朝我问道 少夫人 这女人是不是想对你做什么 王姨娘更是毫不客气地 朝蔡月儿道 喂 好狗不挡道 赶紧把路让开 周姨娘和李姨娘 站到我的身后 无声地 给我增添了些气势 蔡月儿见多出来的四个女人 先是愣了下 随即朝我讥讽道 苏云 你竟然和这种当妾的女人一起赏眉 如此跌分的行为 简直是丢进我们女人的脸 我 为什么这女人 总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你少胡说八道 王姨娘气愤道 少夫人愿意带我们出来玩 这是她心善大度 知道吗 蔡月儿立马反驳道 我呸 什么心善大度 像你们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放在我们那里 就是破坏夫妻感情 拆散别人家庭的二奶 情妇 懂吗 说完 她又看向我 冷冷到 一个正式竟然跟二奶畜成朋友 真是丢人现眼 虽然女人的一些词 让人听不懂 可她这些话的大概意思 还是能听懂的 欣姨娘气得不轻 眼里冒火 愤怒道 你凭什么这般说我们 我们哪里破坏别人感情了 再说 这当不当妾 由得了我们做主吗 这时代 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 否则 除非脑子有炮 谁又会放着正头娘子不做 去给人家当妾呢 怎么做不了主了 蔡月儿丝毫不觉得 自己说的有错 还振振有词地问道 别人是拿刀架 你们脖子上 逼你们去当妾吗 分明就是你们自甘堕落 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身体 去给男人当妾 呸 不知廉耻 我承认 有些女人会主动去当妾 可周燕娜的这几位 都是被逼无奈的 她们给人当妾 心里本就有着 说不出的委屈和苦楚 现在蔡月儿一番 不分青红皂白的话 更是犹如一把尖刀 狠狠戳进了她们的心窝 王 新两位姨娘气得浑身发抖 李姨娘一张脸惨白无色 周姨娘更是委屈地红了眼眶 周燕作为始作俑者 竟默默地退到了旁边 几位姨娘有苦说不出 蔡月儿却觉得 自己说中了她们的心思 脸上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 看着几位姨娘受委屈 我心里气愤得不行 忍无可忍道 蔡月儿 何不食肉米懂吗 选择全部在她们手里 她们只除了听从 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怎么没有别的选择 蔡月儿反驳道 她们可以逃跑啊 脚掌在她们身上 天大地大 难道还容不下她们吗 逃跑 我被这女人的话气笑了 几位姨娘也同样用 看傻子的表情 看向蔡月儿 你说的倒是轻巧 她们身无分文 逃出去靠什么生活 我冷笑一声 问道 那就找份工作呀 蔡月儿理所当然道 她们有手有脚 难道还能饿死吗 说到底 这些女人就是怕苦怕累 就想不劳而获呗 啪 我忍无可忍 狠狠扇了女人一巴掌 姓苏的 你又打我 蔡月儿捂着脸颊叫道 说出这么欠答的话 扇你一巴掌 都是轻的了 我怒视着她 因为生气 声音有些颤抖 蔡月儿 你是喝露水长大的小仙女吗 难道不知道 一个女人在外面有多危险吗 别说找工作 没被人欺负 就该庆幸了 你去外面看看 流落街头的乞丐里 有年轻女人吗 蔡月儿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年轻女人 只身一人在外面 就会被娶不起媳妇的男人 抓回家当生育工具 这还是运气好的 倘若不好 就会被抓去贫民窟 千人骑 万人上 最后结局就是 惨死丢进乱葬岗 这时代 女人连挑选相公的权利都没有 更别说独自一人 在世间开心活着 蔡月儿 到底是真蠢还是装蠢 才会说出 这番不经思考的话 我气愤又无奈地朝她道 蔡月儿 我不求你体谅女子的不容易 但也别说出这种 随意轻贱女人的话 行不行 蔡月儿本还想法朝我讨要说话 可在听完我的一番话后 愣住了 但下一刻 她又冷哼道 什么轻贱 苏云 你说这些话 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我也是女人 我当然知道 女人的不容易 可她们要是够自尊自爱 就不会去给人当妾 我 得 说了半天 我是对牛弹琴了 这女人的最后一句话 彻底惹怒了王 新两位姨娘 我看着她俩极差的脸色 默默往后退了两步 下一刻 王姨娘一把抓住蔡月儿的头发往后扯 老娘人你很久了 蔡月儿是吧 你说你一个合理的女人 有什么资格来对我们说三道四 我们再差 也比你这个没男人要的气负强 蔡月儿 一听气负两个字 立马就急了眼 我是合理 不是被抛弃 我前夫要纳妾 我不愿与人共事一服 才选择合理 这是自尊自爱的表现 懂吗 哪像你们 竟然愿意五六个女人 一起伺候个男人 简直毫无尊严 不要脸到极点 众人 第九十九章 你这辈子 都别想当我的嫂嫂 蔡月儿此话一出 满脸怒容的新姨娘 瞬间上前 照着她的脸 狠扇了好几巴掌 姓蔡的 我们给你脸了是不是 女人当妾 怎么就是不自尊 不自爱了 你也就会欺负我们 这种当妾的女人 你怎么不去骂 三妻四妾的男人 说到底 男人才是罪魁祸首不是吗 周姨娘也上去 踢了蔡月儿几脚 十分气愤道 两位姐姐说的没错 不是每个人 都奔着享乐才当妾的 你不知道原因 就别胡说八道 蔡月儿以一敌三 自然只有挨打的份 不过 姨娘们也算是体面人 并没有做出太出格的动作 几人发泄一痛后 蔡月儿也就乱了头发 肿了脸颊而已 呸 王姨娘看着被丫鬟扶住的蔡月儿 十分嫌弃道 一个弃腹 也敢瞧不起当妾的 谁跪谁见 还不一定呢 蔡月儿见识了几人的战斗力 这会儿捂着脸颊 低着头 一声都不敢吭 姨娘们发泄了心里的火气 又骂了几句蔡月儿 才离开 全程完美隐身的周燕 知道自己的脊房 切实受了委屈 这会儿倒也说了几句安慰人的话 姨娘们也不想扫了周燕的兴致 见她安慰自己 也就收起了气氛和难过 梅林里的梅花开得正盛 没一会儿的功夫 大家便沉浸在了赏梅的欢快中 至于到底是否真的开心 也就只有自己知道了 虽然梅林里的小木屋 也有人定下了 但可以花五两银子 租赁一套围炉煮茶的器具 其中包括炭炉 烤盘 茶具 还有几把椅子等 租赁的伙计虽认识我 但我在梅林经营第一天时 就叮嘱过了 谁来都得收钱 哪怕我也不能例外 所以 伙计还是收了周燕的钱 但她悄悄送了些板栗 红薯和几个橘子 因着这些东西 周燕直夸那伙计会来试 冬日的下午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梅花树下 几人捧着暖暖的茶盏 围着茶炉而坐 面前茶炉上 胖嘟嘟的茶壶热气阴晕 烤盘上轰着板栗 红薯和橘子 几人喝喝茶 聊聊天 赏赏梅 好不惬意 这段时间 我一直忙着处理周甫哥账目 对梅林的经营 没有过多关注 今日难得来一趟 我坐了会儿 就去寻梅林的管事 想问问最近的收银情况 不过 我还未找到管事 蔡月儿肿着脸颊 竟又凑了过来 苏云 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怜吗 我 这女人怎么阴魂不散啊 我如今管着周家的账目 公婆又慈善 相公还上镜 哪里可怜了 蔡月儿见我不说话 又患上怜悯的表情道 你们这些被封建礼教荼毒的女人啊 真是可怜又可悲 被男人压迫成这样 还浑然不知 我冷冷看着她 出声问道 何为封建礼教 封建礼教有很多啊 像你们学的什么 一女不是二夫 三从四德 三纲五常 等等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糟粕 是你们的皇帝 用来维护自己地位 故意束缚百姓想出来的 这种糟粕 会让人民愚昧 麻木 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任由别人剥削压迫 蔡月儿的一番话 惊得我脸色大变 没等她说完 我便立声打断道 你给我闭嘴 一旁的绿柳 也想看怪物一样看着她 不敢置信道 蔡月儿 你疯了吗 当今圣上你也敢诋毁 蔡月儿丝毫不觉得自己说错话 还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道 胆小鬼 也就你们这种封建社会的人才怕 在我们那里 人人平等 言论自由 就是骂几句也无所谓 我被她的这波操作 惊得目瞪口呆 连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都敢讲 这女人可真是不怕死啊 但她不怕死 我可惜命得很 唯恐被她牵连 我带着绿柳直接离开 蔡月儿却将我拦住了 这女人哪怕肿着脸 也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苏云 你一个愚昧无知的古代人 肯定理解不了我这些新潮的话 其实 我过来找你 是想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你想不想跟周燕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 她继续得意道 不怕告诉你 我其实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自小就熟读不少言情小说 我脑子里有着成百上千种 让男人痴迷的手段 只要你帮我一个小忙 我就把这些招数全部交给你 保证周燕一辈子都对你有新气感 爱你爱得死去活来 我 为什么跟着女人说话这么累啊 什么来自另一个世界 什么言情小说 就不能说些我听得懂的话吗 我已经懒得去问她那些稀奇古怪的话 是什么意思了 只单单问道 你说的小忙是什么 蔡月儿扬着下巴 与带命令道 你让萧景山娶我为妻 我 什么鬼 让我阿兄娶她 这女人怎么好意思说出口 见我一副吃惊的模样 蔡月儿又羞又闹 脸色变得很难看 若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她又怎回求到这个女人面前 上次在药铺前发生的事 到底还是传到了萧景山的耳中 这个男人知道她为难自己的妹妹后 不仅不再理睬她 还放出话说 她的天香楼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以前她能顺利经营天香楼 都是因为有萧景山 这个大佬罩着 现在那些人知道 萧景山不再围着她 她就开始闹事 还叫萧着要保护费 这段时间 她的酒楼出了不少事 单靠她一个女人 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实在是走投无路 蔡月儿才想起了苏云 打算曲线就自己 当然 她并没有觉得 自己哪里不配上萧景山了 虽然她是二婚 可她没有孩子 再说了 她可是穿越女 思想超前不说 还有很多赚钱的办法 萧景山这个古代人 能娶到自己 简直是转打发了 见我不说话 蔡月儿又重复了一遍 苏云 你只要让萧景山娶我 我就帮你赶走周燕身边的音音艳艳艳 让她这辈子都对你死心塌地 我十分无语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不好意思 你这个忙我不会帮的 说完 我又加了一句 不仅不会帮 我还要把今天的事告诉阿兄 你这辈子都别想当我的嫂嫂 蔡月儿 第一百章 我答应你 咱们重新开始 蔡月儿面色铁青 咬牙切齿地朝我道 苏云 你别太恶毒 恶毒吗 我眨了眨眼睛 满脸无辜道 可我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啊 你 我看着气到面容扭曲的女人 故意换上好奇的表情 道 蔡月儿 你不是说你脑子里有着成百上千种 让男人痴迷的手段吗 那你倒是把她用到我阿兄的身上 让她对你爱得死去活了啊 蔡月儿气愤又难堪道 萧景山她不吃我这一套 哦 这样啊 我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随即又反问 那你怎么知道 周燕就吃你那套呢 蔡月儿一叶 我要是答应跟你做这场交易 到时候阿兄听我的话娶了你 我却用你教的那一套 没有吸引住周燕 那我岂不是亏大发了 蔡月儿立马反驳道 不可能 周燕脑子那么简单 她怎么可能不欢喜那些新奇的招数 脑子简单并不代表她就吃你那一套 我瞬间冷了脸 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你前面说的是 用你教的手段 就能让周燕这辈子 都对我死心塌地 蔡月儿 一辈子那么长 你拿什么保证你的那些招数 可以让周燕一辈子对我好 我 蔡月儿被我问得一阵发虚 想要解释 却根本说不出第二个字 我将她的表情收入眼底 继续道 你就是觉得我好骗 想用这种话来引我上钩 届时 只要阿兄娶了你 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后面我的死活你 根本不会管 我拆穿蔡月儿内心的盘算 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得她脸上火辣辣的 蔡月儿脸上漫上极许难堪 却依旧强装镇定 耿着脖子辩解道 苏云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我不妨跟你直说 其实 萧锦山我自己也能搞定 我之所以说 让你帮个小忙 完全是顾忌 你的尊严 怕你不想直接接受我的好意 这般牵强的解释 怕是只有傻子才会信 蔡月儿 你别自欺欺人了 我嘴角露出一抹讥讽 毫不客气地拆穿道 你若真能搞定我阿兄 这会儿 你早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了 还至于这般厚着脸皮 来帮我做交易 关键着女人求人 也没有求人的样子 那副莫名其妙的高傲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我欠她的 蔡月儿 我劝你还是歇了 当我阿兄娘子的心思吧 以我阿兄的眼光 她肯定会找一个温柔 善良 聪慧的女子 至于你 我上下打量了蔡月儿一番 学着她的傲娇模样 语气带着嘲弄道 跟这些美好的品德 丝毫不沾边 我阿兄根本看不上你 蔡月儿被我说得恼羞成怒 语气像炸了毛般 气愤道 苏云 你竟然敢侮辱我 说完 她又咬牙切齿地加了一句 你别得意 我告诉你 男人都是建一丝千的 你要是没有我的那些手段 你就等着被抛弃 当个黄脸婆吧 我不加遮掩地翻了个白眼 亏着女人把自己夸得这般厉害 结果 眼皮子竟然这般浅薄 女人活着 难道是为了得到男人的宠爱吗 她就不能是为自己而活吗 我嫁到周家 不靠周燕的宠爱 依旧拿到了周家的管家权 就算某一天 我真被周燕抛弃了 只要我手里有足够的私产 我就可以自立女护 我在河城有阿兄护着 日子照样过得下去 我早已为自己谋划了未来 蔡月儿的威胁 在我眼中不值一提 我懒得再跟她废话 直接带着绿柳头 也不回得走了 蔡月儿 对我无计可施 气得留在原地又叫又骂 后来牵扯到了脸上的伤口 又疼得她呲牙咧嘴 我去寻了管事 了解最近梅林的收盈 虽然围炉煮茶很受欢迎 可到底收入有限 照此以往 依旧看不到回本的希望 我揉了揉发疼的太阳穴 似乎附庸风雅这件事 在河城并不是个赚钱的好主意 看完账本回去 周燕热切地递给我一杯茶水 好奇地问道 鱼儿 你去哪里了 我接过茶展 笑了吓道 随便逛逛 周燕从来不关心我做的事 所以 她并不知道 河城郊外这一片地 是我的 我也不打算告诉她 周燕也没继续问 只一脸稀奇地看着我 云儿 前面在马车里同你说的是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马车里说的是 跟她做一对举案其媒的恩情夫妻吗 我垂下眼眸 轻轻戳了口温热的茶水 道 你让我再想想吧 周燕眼中闪过失落 语气样样道 好 我看着开得娇艳的朵朵梅花 脑海中的思绪 陷入混乱中 众活一世 我明白 女人再是得靠自己 我不相信男人的爱 也不需要男人对我的爱 我嫁到周家是搞事业的 我的筹划中并没有周燕 可现在她说 要跟我好好过日子 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在通往周家权利的路上 突然分出了 有周燕和梅周燕两条岔路 我得好好想想走 哪一条更有利 几人带到快落山时才回去 梅林有卖梅花饼的 我买了些分给姨娘们 回去的路上 我还是同周燕 同坐一辆马车 我不想与她有过多交流 便干脆闭目养神 她见我如此 倒也不打扰我 马车滴滴答答往前走 约某半个时辰后停了下来 我先开帘子一看 已经到了周府 就在我要下马车时 周燕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面上有些急切 云儿 你都考虑这么久了 到底什么想法啊 我转头看着男人 与其认真的问道 相公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 周燕重重地点了下头 眉眼带上了温柔 你放心 以后我绝不再做糊涂事 说完 男人开始憧憬未来 以后 我会努力读书 你就专心帮我打理内宅 咱们再生几个可爱的孩子 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打破她的美好 淡淡地问道 那几位姨娘呢 周燕脸上有些尴尬 犹豫一会儿后 小心翼翼道 云儿 以前是我糊涂 做了那么多错事 但他们 已经是我的人了 我不能薄清寡义不管他们 但你若实在不想看到他们 我也可以把他们送去庄子上 不用 我打断道 还是让几位姨娘 继续留在府里吧 周燕一听 瞬间松了一口气 开心道 我就知道 云儿你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 你是正妻 留他们下来 也不会对你造成威胁的 我没有开口接话 周燕一脸忐忑 犹犹豫豫地问道 那云儿你的想法是 我看着他 道 好 我答应你 咱们重新开始 第101章 今夜 就要做夫妻吗 周燕听我这样讲 紧紧握住我的手 一脸激动道 云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说完 他提前一步下了马车 等我在掀开车帘时 车下站着周燕 他温柔地朝我伸手 道 夫人 我扶你下车 我微微一笑 将手放在了他的掌心 周燕送我回了如意院 临走前 他朝我道 我今夜宿在如意院 一会儿我让长青将我的东西送过来 劳烦夫人收拾一下 说完 男人便离开了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直接愣证在了原地 今夜 就要做夫妻吗 少夫人 绿柳有些担心地唤了一声 您没事吧 我没事 我强扯出一抹笑容 你去将主卧的衣柜收拾下 待会儿好方向宫的衣物 是 绿柳硬声退下 相比较我的不安和紧张 赵妈妈听闻此事 开心极了 他双手合十 朝东方向拜了拜 神仙保佑啊 少爷终于开窍了 说完 他又满脸喜色地朝我道 少夫人 您可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少爷终于知道您的好 要与您同房了 等以后 您为周家诞下长孙 就彻底在周府站稳脚跟了 就算少爷那 再多的妾 您也不怕了 照妈妈说的没有错 我如今虽掌管着周府 可公婆知道 我嫁到周家这么久 都还未曾与周燕圆房 哪怕我长家再深的人心 日子久了 他们难免 会对我有意见 我在梅林时想了很多 原本我的计划是 既然周燕偏宠小妾 我就与她做一对 有名无实的夫妻 只要我努力讨好公婆 为周燕打理好后宅 立下贤良淑德的人设 周燕就不会休了我 公婆也会喜欢我 至于孩子 我也是不担心的 反正周燕的妾室们会生 生的孩子 也都会记在我的名下 可现在这个男人变心了 他要跟我做真正的夫妻 我也可以选择拒绝他 可一旦拒绝 换来的会是周燕的讨厌 以后若公婆得知 是我不愿原房 那我的掌家权 也会岌岌可危 权衡利弊 我的计划只能改变 吃过晚饭 秋夜和东梅 为我梳洗更衣 早前 常青已经将周燕的衣物 送过来了 我沐浴后 绿柳站在铜镜前 为我梳法 见赵妈妈不在 绿柳忍不住开口道 少夫人 你以前不是不愿意和少爷 我看着铜镜中 欲言又止的小丫鬟 嘴角勾起一抹良笑 悲凉道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我既然在周家道儿媳妇 就得会审视多事 在有周燕和没周燕的 分岔路口 我最后选择了 有周燕这一条路 这时代 没有厉害娘家 做支撑的女人 一旦嫁去别人家道儿媳妇 她就已经处于劣势了 在婆家 哪怕女人的言行举止 再让公婆满意 她依旧是个外人 想在公婆 没放权的家庭立起来 讨好相公远远不够 最关键是让公婆满意 公婆最看重的是什么 是紫色 就如赵妈妈所言 只要我为周家诞下子嗣 那周家少夫人的地位 就无人能撼动了 最关键的一点 抱养妾室的孩子 和自己生的孩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毕竟别人生的孩子 万一自带劣根性 养了十几年没养熟 到时候 把他捧上周家的主位 他再将我踹下来 扶自己母亲上位 那我这辈子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他人做嫁衣了 思前想后 还是自己亲生的最保险 所以 与周燕同房 除了让我自身难受外 与我在周家的掌权之路 是百利无一害的 晚间 周燕来了如意愿 赵妈妈和几个丫鬟的脸上 都带着笑容 他们是真心为我感到高兴 屋内烧着炭火 红得人暖洋洋的 我已梳洗完毕 这一身白色寝衣 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身后 虽浑身上下没有任何饰品 但纯净的白色 配上不失粉带的娇容 倒别有一番清新淡雅的韵味 周燕看着我时 双眸闪过一丝惊艳 于儿 你今晚可真美 男人说着 拉住了我的手 肌肤向处 我身体不由自主地抖了下 前世一些不太好的记忆 让我有些抵触男人的碰触 平时突如其来的接触倒还好 可这会儿我知道 男人是奔着床子之事才接触我 内心便会涌起一股若有若无的厌恶 我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抵触 僵硬地扯出一抹笑容 任凭他带着我去了床边 这里没什么事 你们也不必伺候 统统下去吧 周燕朝屋内几人吩咐道 秋叶和东梅慢慢退了下去 照妈妈见绿柳犹犹豫豫豫的样子 上前扯住她的手臂 将人拉了出去 屋内顿时只剩下我与周燕两人 安静地让人莫名有些心慌 我坐在床边 低着头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后 身旁传来一声叹息 云儿 你不用这般紧张 今夜你若不愿意 我不会强迫你的 我愣了下 随即抬头 看向身旁的男人 面色认真道 我没有紧张 我是愿意的 如今周燕对我起了兴趣 同房便是我躲不过的劫 倒不如 早死早超生 为了表明我的态度 我直接从床上站了起来 努力扯出一抹笑容 道 相公 欲间备了热汤 我伺候你宽衣梳洗吧 周燕倒也不拒绝 起身道 好 周燕瞧着轻瘦 其实宽肩窄腰 身材极好 她比我高出许多 一系天青色竹叶纹修身长袍 我只能垫起脚尖 才能够得着那最上头的扣子 两人靠得极静 我甚至能嗅到她身上的气味 明明已经很认真的在解扣子了 可越是着急 这扣子便越解不开 一股淡淡的迦南香味 浮过我的面颊 我微微抬眸 这才发现 周燕一直低头注视着 我的一举一动 被她这般瞧着 我内心的紧张又添了几分 手里的扣子 更加解不开了 周燕好看的眸子略微上挑 声音带着笑意 道 还是我自己来吧 说完 她伸手去捡那扣子 指尖亲碰 我忙缩回了手 周燕脱下外衣 我结果挂在一旁的架子上 你先休息 我去洗漱下 男人说完 直接去往浴间 我站在床边犹豫了片刻 钟还是心下一横 直接脱去请衣 掀开被子躺了进去 第102章 放松些 我不会伤害你的 赵妈妈知晓我怕冷 平日里都会往被窝里塞几个汤婆子 今日许事知晓有周燕 她并没有准备汤婆子 被窝里冰冰凉凉 记得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不过屋内有炭火燃热 过会儿又暖和了起来 我的神经紧绷着 侧着身体 一直聆听欲见的动静 时间慢慢流逝 屋内的安神香 升起鸟鸟白烟 渐渐的 我竟有了些困意 迷迷糊糊间 只觉得一只冰凉的大手 从被子外探了进来 宽大的手掌 顺着肩头一直往下 犹如一条湿滑的蛇儿 在肌肤上游走 我惊得瞬间睁开了眼睛 若目是周燕俊俏的面旁 他朝我温柔一笑 吵醒你了吗 男人的大手绕到我的后背 修长的手指轻轻一挑 极为熟练地解开了肚多的细带 天气这般冷 既然醒了 那就陪为夫活动下筋骨吧 说完 在我的惊呼声中 他一把扯掉我身上的肚多 直接扔下了床 下一刻 男人健壮的身体贴了过来 我脸色一白 努力控制住 想要逃离的冲动 身体僵硬到不行 周燕察觉我的紧张 柔身宽慰道 放松些 我不会伤害你的 好好 我虽然这样说 可声音依旧颤抖得不行 昏暗的屋内 男人有些粗喘 他轻轻吻上我的脸颊 我努力不去回忆 曾经那些可怕的过往 又怕男人看出我的惊恐 干脆闭上眼睛 横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 我极力安慰自己 我与周燕是夫妻 这档子事早晚得做 忍一忍 很快就过去了 周燕的大手 扶上我的后背 渐渐往下去 他温热的薄唇 顺着我的脖梗 接着是我的胸 男人的动作很温柔 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周燕从我的胸前抬起头 十分诧异道 你很害怕吗 没有 我紧闭眼眸 不敢看他 周燕还是停下了动作 他双手撑在我的两侧 皱眉看着身下的我 身为周家大少爷 周燕身边从不缺女人 热情奔放的 羞涩乖巧的 还有大胆主动的 可像眼前这种 能爬到浑身颤抖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当初我让他戒赌时 那可就差拿 刀架他脖子上了 见识过我的凶悍 这会儿看我抖如筛子 男人心里头纳闷的不行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难道是最近他疏于打理 让自己的容貌变丑了 还是因沉迷读书 床子间的技术下降了 周燕百思不得其解 可看着身下的人儿 怕成这样 他也下不去手啊 算了 男人最终选择放弃 他从我身上下来 哦 云儿你若害怕 咱们慢慢来 就是 男欢女爱这种事 他可不喜欢强迫 也只有双方都愿意 才能达到极致的快乐 我立马睁开眼睛 看向周燕 紧动的面孔 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 周燕瞧着我 如是重负的样子 更没有继续的性质了 搞得他 刚刚像是在逼梁为昌似的 男人虽忍得难受 可还是替我捏好背脚 这才下了床 云儿 你先睡 我去趟预防 我看了眼他的胯间 默默点了点头 周燕披上衣服去了预防 我也穿上衣服下的床 走到桌前 拿起拿起茶壶 倒了杯水 我捧着茶盏 轻轻戳了几口 这时 预防传来流水声 我叹了口气 也是难为周燕了 男人收拾干净出来后 见我还坐在桌前 脸上有些惊讶 随即闷闷到 给我也倒杯水 好 茶壶里的水有些凉 周燕接过茶盏 一饮而尽 再倒一杯 我乖乖拿起茶壶 又倒了一杯 第二杯喝完 他心里头才舒爽了些 继而一脸委屈地朝我道 夫人 为父成年以后 还是第一次用手来解决 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脸颊瞬间一红 咬着嘴唇道 你也可以继续的 算了吧 周燕丧气道 你都怕成这样了 我要墙上 岂不成禽兽了 不得不承认 周燕除了花心外 他对女人 真的算细心和温柔了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会儿 就在起身打算睡觉时 男人突然凑近 亲了下我的脸颊 暧昧道 夫人 要不要再试试 因着她的动作 我心头一慌 宽大的衣袖扫过桌面 桌上的茶杯 直接砸在了我脚上 嗯 我疼得一声轻呼 周燕忙扶着我坐下 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男人蹲下身 查看我脚上的伤势 因没有穿袜套 我的脚背轻死了一大块 要不要叫抚衣 周燕心疼又内疚 不用 我摇头拒绝 一点小伤 明天就没事了 这下子 周燕是真的写了心思 这一夜 两人虽同睡一张床 可我一直贴着墙脚睡 离得周燕远远的 第二天早上 我睁眼时 发现周燕早已醒了 她侧着身体 指着胳膊 好征以侠地看着我 我被她瞧得有些不自然 干脆坐了起来 道 你这般盯着 我做什么 周燕摇了摇头 似身归怨妇般 抱怨道 夫人 你可真是推狠心了 放着微妇不管 自己却睡得香甜 我 男人见我不懂 伸手指了指自己 犯着青色的下眼瞼 万分委屈道 微夫昨晚 后来又洗了两次澡 基本上是一夜没睡 我自然懂她话里的意思 但也不好说什么 指得道 你怪我做什么 我又不是不让你睡 周燕一听更加委屈了 捧着胸口故作可怜道 身旁躺着个娇滴滴的美人 却只能看不能吃 这谁能受得了啊 我被她说得脸颊一红 干脆将人推开 起身打算下床 正坐在床边穿鞋袜 周燕又突然从身后抱住了我 因为男人的突然靠近 让我整个人紧绷了起来 周燕似没察觉 她将下巴扣在我的肩膀上 可怜巴巴道 夫人 微夫昨夜忍得那般辛苦 你是不是该给点补偿啊 我偏头看着男人惨兮兮求安慰的模样 中狠狠深呼吸了口气 忍着不适朝她嘴角清了下 周燕笑得露出一口大白牙 我稍稍打理了下自己 并要开门 让赵妈妈等人进来伺候舒喜 等一下 周燕出声阻止道 我不解的朝她望去 只见男人突然掀开被子 咬破自己的手指 在床单上划了几道血痕 我 第103章 她一个弱女子 哪里招架得住 我被她的行为惊了下 你在做什么 周燕将受伤的手指含入口中 朝我眨了眨眼睛 扯了个由头道 昨晚我兴冲冲地过来 若让我娘知道 咱俩是没成 那我多没面子啊 我 行了行了 你别管了 赶紧去开门吧 周燕说完 将掀开的被褥重新盖好 听完男人的话 我心头一暖 什么没面子 她是怕婆母知道真相后 为难我吧 我嘴角微弯 伸手将房门打开 赵妈妈领着丫鬟们进来 绿柳等人 伺候我与周燕淑喜 赵妈妈则去了床边打理被褥 带桥见床上的一抹红色时 赵妈妈洗得不行 忙将被褥扯下来 又叫丫鬟取心地过来换 正在穿衣的周燕瞧着她的行为 暗暗与我使了个眼色 我见她得意的模样 脸颊微红 直接撇过了脸 用过早膳 我与周燕去水泄院瞧婆母 公爹已经出去会友了 婆母的病也已大好 我与周燕进屋时 婆母正坐在梨花木的矮塌上 腿上搭着狐狸毛毯子 想来赵妈妈已经跟她说了早上的事 婆母瞧见我们时 眉眼间尽是笑意 好好好 你们早该如此了 说完 她朝我招了招手 云儿 到母亲这边来 因昨夜茶盏杂的脚背一片淤青 故而 我走路的姿势有些别扭 婆母见此 忍不住朝周燕瞪了眼 我知道她是误会了 没等我解释 婆母拉住我的手 心疼道 于而 女人家的身体 也是极重要的 你不用事事都依着阿燕 该拒绝时就拒绝 知道吗 婆母的话 让我羞红了脸 周燕忍不住抱怨道 娘 你说什么呢 搞得你儿子我是个色狼一样 不是吗 婆母没好气道 看看你眼底的乌青 我若不交代云儿 注意些 就你这德行 她一个弱女子 哪里招架得住 冤枉啊 周燕委屈极了 一脸皱巴巴地看向我 娘子 你赶紧替微夫解释一下 她那黑眼圈 哪里是纵欲过度啊 根本就是欲求不满 造成的好不好 这原因我 可不敢说 我憋着笑 只模棱两可道 相公 你问心无愧的话 又何须我来解释呀 周燕听我这样讲 跺着脚干嚎 好啊 连娘子你也欺负我 我哪有 我不承认 你就有 周燕哼了一声 道 待会儿午饭我不与你一起吃了 我嘴角抽出了下 这男人怎如此幼稚了 倒是婆母瞧着我俩斗嘴 杨起的嘴角一直未下去过 看你们小俩口这般恩爱 我这悬着的心 总算可以放下了 婆母拍了拍我的手背 十分欣慰道 云儿 你可要争取早日为咱们周家诞下长孙啊 我脸颊泛红 乖巧回答道 是 临走前 婆母赏赐我许多东西 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匣子 出了水泄院 周燕提议道 女儿 待会儿陪我去书房看书吧 既要参加明年的童生事 那就得好好准备 绝不能懈怠了 我正好要将剩下几家铺子的账本看一下 便答应道 好 周燕脸上一洗 再次牵住我的手 我虽有些不适 但也没有表现出来 我与周燕有说有笑地走着 迎面就遇到了 在寒风中站着的孙姨娘 女人身着单薄的白色长裙 身形单薄 似一朵寒风中 我见游怜的小白花 孙姨娘早已没了过去的风光 甚至在府里的日子 连其他几位姨娘都不如 阿燕 孙姨娘一瞧见周燕 提着裙摆 就朝她奔来 周燕脸色一变 立马抬手道 停 孙姨娘 女人尴尬地停在半路上 唯唯曲曲地唤了一声 阿燕 周燕瞬间皱起了眉头 十分不满道 天寒地冻的 你就穿这点衣服 孙姨娘一听 心中大喜 她在关心自己的穿着 这说明 男人还是在乎自己的 没等孙姨娘开心多久 周燕黑着脸继续道 如今府一出府 与家人团聚了 你若着梁生病 云儿还得费心思 给你去外头找大夫 她管着这偌大的周福 已经很辛苦了 你就别再给她添乱了 孙姨娘 合着搞了半天 这男人关心的 压根不是自己 孙姨娘脸上的不甘心 一闪而过 女人随即红着眼眶 满含希望道 阿燕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 你能陪我回合园吗 以前周燕欢喜她 一听她说身体不舒服 别说陪了 怕是已经把人打横抱走了 可现在 男人只觉得 这女人脑子有问题 大冬天穿这么点衣服 站外头 别说她一个弱女子了 就是个健壮的男人 也会觉得不舒服 孙姨娘见周燕不为所动 便想做些楚楚可怜的表情 薄些同情 可她站在寒冬里太久了 一张脸早已动得僵硬了 她努力扯着脸皮做表情 可落在周燕的眼中 这女人就是在面部抽搐 且瞧着猙獰又可不 周燕对眼前的女人 没有过多耐心 她毫不客气道 我还有事 你自己赶紧回去吧 说完 便拉着我的手要离开 阿燕孙姨娘 再次将人换主 说话时 牙齿都在打架 你以前答应过我的 要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够了 周燕毫不留情地打断道 不要跟我提以前 以前 你还信誓旦旦说 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 可结果呢 孙秦 是你骗我在先 我为何不能毁约 周燕的话 让孙姨娘脸色惨白 女人眼角留下 两行悲伤的眼泪 整个人摇摇欲坠 阿燕 行了 周燕不耐烦道 好话我已经说尽了 你要想动死在这里 也随你便 说完 她拉住我的手 鱼儿 咱们走 我被周燕强硬地带着离开了 带走到花园门口时 我转身朝后看 男人一旦玩腻 便将女人丢弃在一旁 完全不需要负责 她们的行为对女人是何其不公 我不禁开始想 周燕对我的兴趣 又能持续多久呢 她一旦厌烦了我 是不是又要去寻找新的 宠物 吗 这么一想 我的眼神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照妈妈说的没错 我应该抓紧时间 跟她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只要有孩子傍身 她那再多的妾 也不会威胁到我正方的地位 绿柳很快就将我的暖手炉送了过来 一病的 还有我要看的几本账策 周燕取了厚厚的绒毯 给我盖在膝盖上 又给我泡了菊花茶 还让人端来几碟我爱吃的小食 放于桌上 一整个上午 我与周燕都各做各的事 寂静的书房内 只有两人翻书的声音 中午 周燕怕我冻着 干脆让下人将午饭摆在了书房 午膳的菜色 都是按照我的喜好来的 周燕频频给我夹菜 甚至连鱼肉都是挑好了 次才夹到我的碟子里 看着男人的动作 我内心一阵感慨 难怪孙姨娘天寒地冻 都要来抢人 谁不喜欢这种长得俊朗 会讨女人欢喜的男人呢 只不过 她也是真的花心 明日就大年三十了 下午我也就不在书房待着了 先去了一趟水泻院 与婆母商量明日年夜饭 以及各姨娘和下人们的打赏等事宜 待商量完 又让人去账房支取银子 然后包成红包 只等明日发放 一系列的事情处理完毕 天都快黑了 婆母便留了我在水泻院用晚膳 等我回到如意院时 周燕早已洗漱完毕 指着白色请衣 坐在旁边的小榻上看书 见我回来 男人放下书本起床 我将披风挂上架子 一转身 男人将一杯温的水递了过来 喝口水热热身 谢谢 我双手捧住茶盏 冰凉的手心瞬间暖了起来 府里的事宜 都与母亲都商量好了吗 周燕问道 嗯 差不多了 我坐到桌边的矮凳上 轻轻戳了口温水 身体的寒凉退去不少 那就好 周燕说着 双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被他的举动 吓得差点站起来 怎么了 男人十分不解 怎么你最近总一惊一乍的 只要你不碰我 我就很正常 可这话我不能说 只随口道 可能年关事情比较多 我又是第一次打理周家 压力有些大 情绪也崩得有些紧 原来如此 周燕恍然大悟 放在我肩膀上的手 轻轻暗柔起来 可真是辛苦夫人了 这段时间 我总埋头看账本 肩膀颈椎酸软的厉害 男人手劲刚刚好 渐渐地 我紧绷的身体松懈下来 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 可揉着揉着 我开始察觉不对劲 不是按肩膀吗 这手怎么还越来越下了 当男人的大手 附上胸前两边时 我忍不住伸手拦住了 怎么了 周燕的声音有些低雅 身体微微前倾 嘴唇吻上我的耳垂 我整个人一机灵 忍着逃走的冲动 江亦一笑道 我 我还没洗漱 男人见我不是拒绝 喉间发出一声轻笑 柔声道 好 那就等你洗漱好了 咱们再继续 说完 他放在胸前的 大手重重捏了一下 我 锦号美元百分号 at锦号美元百分号 若不是我定力好 这会茶盏里的水 已经泼在他身上了 我去了预防梳洗 周燕急不可耐地掀开被子 躺进去了 预防内备着热汤 我洗浴一向不洗 下人在旁伺候 绿流等人都知道 自然是不会进来的 我吞下一身衣物 细白的双腿 跨入木桶 缓缓蹲下身 温热的汤水洗去满身的疲惫 泛起的阴晕热气 迷失了眼眶 我双手搭在木桶边缘 紧绷的大脑 也舒服地迷蹬起来 迷迷糊糊间 我似看到了一张男人的面孔 那阴冷的眼神 银邪的笑容 仿佛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剑女 老子玩死你 男人的脑袋突然逼近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森白的獠牙 啊 我吓得睁开眼 惶恐大叫道 不要 众活一世 第一次这般真切的梦到 那个可怕男人 哪怕知道是噩梦 可我依旧吓得牙齿咯咯作响 喷喷喷 玉房外响起敲门声 下一刻 周燕紧张的声音传来 云儿 你怎么了 我吻了吻心绪 开口道 没什么 就是被窗户前闪过的树影惊了下 没事了 门外的男人松了口气 我就在门口 你若有事就换我 好 徐氏刚刚噩梦的关系 这会儿 一人在安静的浴房 心里头有些发怒 我匆匆洗了下 就从木桶里出来了 头发也没擦 就套上衣服出去了 周燕见我神色慌张地出来 狐疑地朝浴房窗户口看了眼 待瞧见窗户上忽而闪现的树影时 男人轻笑一声 搂住我的肩膀 回了礼物 夫人 你以前可是连赌方都敢闯啊 怎么如今胆子变得这般小了 竟连树影子也怕 明日我就让下人见树枝节了 好不好 听着男人略带调侃的声音 我低着头也不反驳 只轻轻应了一声 周燕扶我上床 见我头发没干 又拿了帕子轻轻搅着 夫人 你也忒大胆了 这寒冬腊月的 若不搅干了头发睡觉 小心明日起来头疼 昏黄的烛光下 男人坐在床头 大手轻柔地俯过我的长发 动作细致带着些前卷 待将头发擦干后 周燕才掀开被子让我躺进去 自己则起身将潮湿的帕子放到架子上 男人回来时 吹灭了桌上的烛火 屋内昏暗一片 我根本瞧不清人影 一阵熙熙苏苏后 周燕掀开被子 躺进了被窝里 男人带着凉意的大手探过来 我的身体瞬间紧绷起来 许是察觉到我的异样 他叹了口气道 不碰你 安心睡吧 说完 便要将手缩回来 我瞬间想起 白日里在书房思考的事 于是 深吸一口气 将男人缩回的大手按住了 相公 我准备好了 我努力 让声音听起来跟寻常一样 咱们试试吧 身旁男人明显一阵激动 真的可以吗 嗯 我重重地应了一声 可以的 最后一句话 也是在跟自己说 周燕得到我的肯定后 立马凑到我面前 下一刻 翻身将我压在身下 男女之事上 我所有的记忆 皆是痛苦和害怕 而周燕 与我恰恰相反 男环女爱这种事 她不仅享受得很 还十分老道地知晓 该如何做 会让女人得到最大的欢愉 周燕轻轻吞去我的请衣 温热的嘴唇 带着挑逗 划过我的身体 我努力 克制着心底的害怕 挺实状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任由她动作 就在周燕打算 进一步深入时 突然 院子里传来敲门声 紧接着是丫鬟的叫喊声 少夫人 救命啊 周燕 第105章 竟病得如此厉害 相公 外面 好像有事发生 我推了推身上的男人 道 你快下来 我出去瞧瞧 有赵妈妈他们在 不会有事的 男人说着 又埋头到我的脖梗 喘着粗气道 咱们继续 我 可没过一会儿 房门突然被敲响 紧接着 赵妈妈的声音传来 少爷 少夫人 何元的丫鬟求见 身上的男人 瞬间如泄了气的球伴 咬着后牙槽道 圆个房 怎就这般的男啊 这时 敲门声再次响起 烧 赵妈妈的声音刚响起 周燕扯过床边的枕头 就砸了出去 怒吼道 喊什么喊 大半夜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一个个不知轻重的 竟破坏人家好事 连着两碗没做成功 他都觉得自己快尾了 黑暗中 丢出去的枕头 不知砸中了什么 只听得 清零匡郎 一阵响动 门外的赵妈妈 瞬间不敢吱声了 连赵妈妈都做不了主 想必何元发生的事情极大 相公 何元的丫鬟过来 想必是孙姨娘出事了 还是出去瞧瞧吧 听着我的劝解声 周燕忠 还是翻身下来了 你先别起来 带我点了蜡烛再下床 男人带着怒气下了床 漆黑的屋内 很快燃起了烛光 顺带也瞧清楚了 男人那一张欲求不满的脸 我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自己好不容易豁出去 偏又被人打断了 下次也不知道 还能如今日这般坚定了 原来枕头砸中了矮凳 这会儿 俩东西全倒在地上 我穿好衣服正要出去 周燕却从身后拉住了我的手 我不解的转身 她逗开手里的披风 夜里寒气重 多穿鞋才好 说完 将披风给我披上 周燕还未发现 身上有些狼狈 便没有随我出去 我推门出时 赵妈妈已站在门口等候了 我看了眼院子里 冻得瑟瑟发抖的丫鬟 冷声问道 发生何事了 照顾孙姨娘的丫鬟 亲夜窃窃上前 与妻透着急切 少妇人 孙姨娘白日里 从外头回来后 就起了高热 这会儿烧得快不成了 服衣也回了家 奴婢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才斗胆 来找少妇人您 想想办法 虽然亲夜也不喜孙姨娘的做派 可到底人命一条 她也不敢懈怠了 我微微皱眉 净病得如此厉害 可以想到白日里孙姨娘那穿着 又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年关这段时间最是寒冷 那西北风刮在人身上 就跟刀子似的 哪怕裹上棉袄都还冷 她却指着夏日里的白纱长裙 没冻死 已经是万幸了 我朝赵妈妈道 去换刘管家 让她差人出府 请个郎中过来 这时 穿好衣服的周燕 黑着脸走了出来 刚刚丫鬟的话 她在屋内全听见了 忍不住抱怨道 那孙姨也不知道搞什么东西 白日里穿那么少衣服 她不受动谁受动 如今好了 这又黑又冷的 还得给她找大夫瞧病 真会给人添麻烦 没等我开口宽慰她几句 清夜极小声道 少爷 孙姨娘病中一直换您的名字 奴婢来如医院时 请您去一趟合园瞧瞧她 清夜话没说完 周燕一脸莫名其妙打断道 我又不是大夫 去瞧了有什么用 没的还把病气过给我 不去 我听着男人绝情的话 只为孙姨娘感到寒心 这就是男人 爱你时 你就是她心中的朱砂痣 打个喷嚏 都得虚寒问暖半天 如今不爱了 你就成了墙上的一滴蚊子血 病得半死 还嫌你瞎折腾人 所以啊 女人绝对不能将自己的命运 交到男人手里 周燕无情 不想去看孙姨娘 可我到底 还管着整个周假 尤其明天 就是年三十了 万万是不能闹出人命的 我让周燕先回房 自己跟着清夜去了和园 和园的卧房里 孙姨娘虚弱地躺在床上 身上盖了三四层被子 脸颊烧得通红 神志也不清 只嘴唇 念如轻语着什么 我凑近一听 竟是一声声地唤着 阿燕 两字 造孽啊 男人连看都不愿来看她 她却还在想着她 英大夫还没来 我朝守在床边照顾的清竹吩咐道 去打盆水来 是 我又让清夜 将孙姨娘身上的厚被子 全部拿走 待清竹打了水来后 就让他们俩 解开孙姨娘的衣裳 用温水 一遍遍擦拭她的身体 许久之后 外头传来脚步声 赵妈妈将门打开一瞧 开心道 少夫人 大夫来了 清夜和清竹两个丫鬟 忙给孙姨娘穿上衣服 大夫大半夜 被人从暖和的被窝里叫出来 又顶着严寒风雪过来 这会儿进屋时 脸色十分不好看 不过 虽有些脾气 治病时 却极其认真的 一番望闻问切后 她便从药箱中 掏出一包银针 细细地插入孙姨娘身上的几个穴道里 没一会儿 原本还神志不清的人 悠悠睁开了眼 我瞧着孙姨娘醒来 心下倒也松了一口气 大夫将银针取回 又开了药方 叮嘱一些感染风寒 需要注意的事项后 便起身告辞 赵妈妈得了我的眼神 将一钉银子递给大夫 这是今夜的诊经 劳烦大夫辛苦跑一趟 收下沉甸甸的银子 大夫的脸色好看了许多 还说下次若有急诊 还可去寻她 孙姨娘醒后 一双眼睛便在屋内四处张望 我知晓她在看什么 忍不住叹气道 别看了 她没有来 怎么会 孙姨娘呆呆地呢喃了一句 以前我只要生病 她总是会过来瞧我的 你也说以前了 以前男人欢喜你 当然把你当的宝 现在不爱了 别说生病 就是死了 她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还会嫌你晦气 她呆呆看着我 有些不相信道 所以 是你请的大夫吗 嗯 我点了点头 女人最后的一点希望也没了 她突然仰头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眼泪就从眼角流淌了下来 她感觉自己就是个笑话 第106章 您真的是位很好的主母 明明当初她对我那般好 为什么现在 却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 孙姨娘说话时 眼泪如绝地的河霸 只都止不住 我看着她这般模样 内心涌起一股悲哀 有多少女人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人身上 可她们不知道男人是最不值得托付的 我见她这样 忍不住道 因为男人的心是会变的 尤其孙姨娘的过往被揭穿 周燕发现 她根本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 变心的速度自然也就加快了 孙姨娘愣政了下 随即露出一抹凄惨的笑容 原来如此 曾经爱她是真的 现在不爱她也是真的 孙姨娘本就发着高热 这会儿又哭得这般肝肠寸断 我真怕她再哭晕过去 到时候 送走的大夫还得再去请一趟 就更麻烦了 我指的出声安慰道 你也别太伤心了 女子的地位 本就比男人来得要低 当初你身陷泥泞 却能使出万般手段抓住周燕 让她带你脱离了脏屋之地 想来你也是个聪明的 既然这男人不爱你了 那就看看先 好好爱自己 比什么都强 孙姨娘呆呆地看着我 流着眼泪喃喃道 好好爱自己 是啊 我接过青夜递过来的帕子 轻轻替她失去脸上的泪水 柔声道 你也是在青楼待过的 男人的薄青寡义帕 也是见过不少的吧 你这般年轻 往后还有大把时光 难道你要为了个 不爱自己的男人 从此过上自怨自意的灰暗日子 这可就为时不值得了 过日子嘛 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为何不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呢 孙姨娘原本迷惘的眼神 渐渐变得清明起来 是啊 她在青楼时 什么样的渣子男人没见过 她曾经还放话 绝不相信男人 可如今 她早已忘记了 自己以前说的话 还为了一个男人 把自己的生活 搞得一团乱 孙姨娘就如身处迷雾中的人儿 如今因我的开导 渐渐豁然开朗了 孙姨娘咬着嘴唇看向我 不解地问道 少夫人 您为何要安慰我 您难道 不恨我吗 一个正妻会来宽解一个妾室 说出去 怕事都没人会相信 我被她的话逗笑了 反问道 我为何要恨你 我两世为人 真实年龄加起来 都有婆母那般大了 在我眼中 孙姨娘与我作对的这些举动 就是个幼稚小辈的小打小闹罢了 孙姨娘看着我真诚发问的眼神 自残行愧地低下了头 是啊 少夫人都不计前嫌地宽慰她 又怎么会恨上她呢 她这问题属实有些多余 甚至还将少夫人的格局想小了 她擦干眼泪 朝我感激道 少夫人 谢谢您 我已经想通了 说完 她又加了一句 您真的是位很好的主母 她在青楼时 也有姐妹会被有钱人纳为妾 可那些正妻 会视她们这种女人为敌人 恨不能弄死了 丢进乱葬岗 如此一想 孙姨娘对周燕不爱她的伤心 又减了几分 比起男人 妾是遇到好的正妻 更是件幸运的事 孙姨娘满脸愧疚道 少夫人 以前是妾身不懂事 妾身以后 一定谨守本分 绝不会再做出格的事了 我浅浅一笑 谁没犯过错呢 既然事情过去了 你也莫要再放在心上 往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说完 我又点了她一句 只要你安分守己 我也是不会可待你的 孙姨娘忙道 是 妾身一定谨记身份 我露出满意的笑容 时间也不早了 你好好休息 我就先回去了 妾身宫送少夫人 孙姨娘说着 就要掀开被子 下床行礼 我按住她的手 道 你还发着热 就别折腾了 临走前 我朝清夜轻竹道 好好伺候孙姨娘 若有什么需要 就来如意院说 是 俩丫鬟恭敬回答 带我走后 清夜端来凉水 她将帕子进入冷水中 一边凝干 一边感叹道 孙姨娘 你也算是遇到了个好主母 我前头去如意院时 少夫人都和少爷睡下了 可少夫人听了我的话 立马就出来 还让管家去外头 寻大夫给您瞧便 清夜将冰凉的帕子 敷在女人的额头 道 这若换作其他正妻 这般冷的天 根本不会管你一个 妾室的死活 更别说亲自来探望 亲自宽慰她了 孙姨娘看着昏暗的屋顶 感叹了一句 是啊 少夫人这般好 我是 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就如清夜所说 前头她都烧得神志都不清了 若换个心狠些的主母 直接不管她的死活 她恐怕都不一定能看到明日的太阳 为了个男人 差点把自己折腾死 清醒了的女人 只觉得分外不值 慧如医院的路上 寒风呼呼吹过 我拢了拢身上的披风 一旁的赵妈妈 忍不住嘟囔道 少夫人 想当初孙姨娘高傲到三番两次挑衅您 如今没了少爷的宠爱 您不仅不罚她 还劝她看开线 您这也太善良了 我看着黑漆漆的夜空 叹了口气道 我若不劝她想开线 难道还去嘲讽她吗 这不属于落井下石了 可那女人骗少爷是清白之躯 当初也没把你放眼脸 我笑了下 缓缓道 她也是个可怜的 几岁就被爹娘卖进青楼 再说了 谁愿意一直待在青楼那种乌糟地 她瞧着周燕对自己有几分意思 自然是拼命抓住这颗救命稻草 哄着她替自己赎身 作为女人 她欺骗周燕 让她给自己赎身的行为 我是能理解的 至于挑衅我 酒瓶诈父的人 尚且还要狂妄一番 孙姨娘出进周府 又得周燕疼宠 自然是不把谁都放在眼里 横竖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 只要她今后安分守己 我也不会为难她 毕竟当初也是我将她的身世抖落出来的 折腾了那么久 回到如意院 已是很晚了 推开了房门的那一刻 我心底有些退缩 也不知道周燕睡了没 若是没睡 她是不是还会继续前面的事 第107章 王姨娘昨夜肯定累惨了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推开了房门 屋里空荡荡的 微弱的烛光 因突然开门带进来的风 微微而晃动了下 赵妈妈见周燕不见 换来守门的丫鬟询问 丫鬟小心地看了我一眼 窃窃道 少爷说夫人去太久了 也不知道何时回来 今夜她就不在这里睡了 我一听 心下松了口气 赵妈妈却一脸忧愁道 少爷不会是 生气了吧 少夫人 您好不容易得宠了 若因今夜之事 惹得少爷不悦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我宽慰妈妈道 放心 相公她不是那样小心眼的人 应该就是等得不耐烦 所以走吧 这男人是在蜜缸子里抛大的 从友情欲开始 便从未忍过 昨夜用手已是委屈她了 今夜她定是不愿 再让自己得不到满足 不过 这样也好 我也省得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了 赵妈妈离开后 我掀开被子 躺入被窝中 呼 我重重呼出一口气 还是没有男人舒服 一夜无梦 第二天就是年三十 我起了个大早 吃早膳时 绿柳将从其他丫鬟那里 听来的消息 同我说了下 她说 昨晚周燕从如意院出来后 就去了王姨娘那里 听院子里的人说 两人折腾到后半夜才消停 我慢慢包去鸡蛋壳 内心感叹道 这男人憋了两天 可不得好好发泄一番 就是辛苦王姨娘了 绿柳 待会儿让小厨房 熬些冰糖燕窝 给王姨娘送去 王姨娘 昨夜肯定累惨了 绿柳见我不仅不生气 反而还要送补品过去 微微有些诧异 不过 小丫鬟知晓我的脾性 也没有多问 直接点头映下了 我吃过早膳 又忙碌了起来 周府上下洋溢着过年的喜气 昨日包好的红包 尽数放在箩筐里 我让两个家丁搬去了前院 竟然天气不错 早上起来 太阳就高高挂于空中 刘管家将府里的下人 全部招呼到了前院 我过来时 偌大的院子里 密密麻麻站满了人 刘管家上前一步 垂手恭敬道 少夫人 除了留下两个看守大门 府里其他人都在这里了 雨碧 下人们齐齐朝我行礼 这时 绿柳从大厅搬了 把红木高背大椅出来 旁边又添了张小几 上头摆了笔墨纸验 我坐在大椅上 朝身旁的秋叶点了点头 秋叶早就准备好了 他执笔 坐于小几前 东梅则站在他身旁 秋叶识字 按照名单挨个将人叫上来 带领了东梅递过去的赏钱后 再去秋叶那边按手印 因着周府下人较多 近一个时辰 才将红包尽数派完 除了下人们有红包外 我给周燕的几位妾室 也准备了礼物 依着上次几位姨娘 在马车里说的话 送给王姨娘的是两套料子极好 时下最流行的袄裙 新姨娘是一套纯金的头面 周姨娘则是一些极其难得香料 至于李姨娘 我寻了一套极其难得的古迹孤本 送给她 还剩下病重的孙姨娘 我想了下 最终让绿柳送去了一匣子的银钉子 上次孙姨娘得罪柳妈妈 被罚了半年的月银 如今周燕也不再接紧她 比起其他玩意儿 想来银子是她最需要的 下午 我让如意院的丫鬟 将东西给各个院子送去 带他们回来时 各个手里不落空 王姨娘和新姨娘 送的是一匣子亲手做的糕点 周姨娘是秀公了得的漂亮香囊 李姨娘则是她亲手画的一幅画 孙姨娘是一条她以前 打好的漂亮帽子 我伸手捏了块点心放入口中 桃酥入口即化 真真是好吃得很 这两匣子的糕点 就放在桌子上吧 我吩咐道 若是想吃时 就能直接捏一块放进口中 方便极了 我腰间的香囊 本也有些旧了 就拿了周姨娘的替换上 至于孙姨娘的落子上 则又添了快玉 也同样挂于腰紧 李姨娘送的末画 则挂在了房间的墙上 大家的一片心意 自然是要珍惜的 冬日里的天黑的极早 周家的年夜饭摆在前厅 厨房从下午就忙活开了 时间一到 丫鬟们端着托盘 如鱼灌入 一桌的菜肴摆放整齐 公婆和周燕等人 也开始入座 因着孙姨娘还在病中 今年的年夜饭她便没来 其他几位姨娘则都来了 周燕昨夜 跑去了王姨娘院里 许是觉得 有些对我不紧 饭桌上男人 对我格外热情 这又是倒酒 又是家菜的 简直体贴入微 公婆瞧着这一幕 脸上是满意的笑容 其他几位姨娘 朝我投来鱷鱼的笑容 我起初还有些不好意思 后来就干脆心安理得地 享受起来 吃过饭 公婆给了我们几人红包 便回了水泻院 大年三十 因着要守岁 王姨娘建议 要不要打叶子牌消遣 对此 我倒无所谓 周燕自从合成 所有赌场都禁止她入内后 已经许久没有摸过牌面了 这会儿听王姨娘这样讲 心里头倒也有些痒痒的 不过 当初我逼她戒赌的情形 周燕仍旧历历在目 男人下意识看向我 征求我的同意 大年三十 难得玩一次 我也不想扫兴 就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 所有人都去了王姨娘的屋里 打叶子牌 周燕刚坐下 就撸起袖子 放出狠话说 要大杀四方 我与周姨娘没有参与 只坐在一旁看着 结果几圈打下来 周燕直接输了个金光 赢家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竟是平日里 安静清冷的李姨娘 可真真是 人不可貌相啊 周燕叔的叫苦连天 朝李姨娘吐槽道 诗诗 你以前是不是经常玩这个 怎玩得如此厉害啊 新姨娘笑着道 少爷 这就叫做 人不可貌相 李姨娘被他们说得 极不好意思 这时 王姨娘半开玩笑道 少爷 您若玩不起 就让周姨娘来吧 这话一出 瞬间挑起了周燕的战斗欲 谁说小姨我玩不起 今儿我非跟你们大战 三百回合不可 几位姨娘听着周燕的话 纷纷对视了一眼 我摇了摇头 这傻子 今晚怕是要输的裤衩子 都不胜了 这一夜 大家伙一边闲聊 一边玩牌 期间时不时能听到周燕书牌发出的扎唬声 气氛倒也十分怀疼 第108章 苏萍萍 你他娘的造法啊 这一夜 直到天空泛起白光 四人的牌局才散了 当然 牌桌上 周燕书的极其惨烈 不仅公婆给的红包输光了不说 他还搭进去一个月的月前 心疼得他哇哇大叫 其他几位姨娘 则一脸满足 各自抱着迎来的钱 乐呵呵回去睡觉了 我与周姨娘 磕了一晚上瓜子 口干舌燥 又灌了一大杯水 才回自己的别院睡觉 周燕跟我一起 回了如意院 不过 男人玩了一晚上叶子牌 这会儿也没精力瞎折腾 先我一步洗漱完 就上床睡觉了 我见他睡得憨 便没去打扰 只让绿柳江屋内的软塌收拾下 最后 也盖上被子 进入了梦想 这是我嫁到周家 过的第一个新年 愉悦自由 还有红包收 不过 嫁到沈家的苏彬彬 就没这么欢快了 哪怕昨天是大年三十 沈家的年夜饭 依旧极其寒陈 沈家年夜饭 是分开吃的 沈老头 沈老太和沈家三个儿子 做八仙桌 女人和孩子们 则在旁边用木板 搭了个小台子当饭桌 桌上只放了三大盆菜 最后一盆是萝卜汤 阴着炖的时候 割了两根肉骨头 上面还飘着些油墨子 苏彬彬坐在矮凳上 一脸嫌弃地 看着面前的三盘菜 一点胃口都没有 再瞧瞧另一桌的沈家人 缩筷子的缩筷子 巴吉嘴的巴吉嘴 只听得胃里一阵恶心 阴几个孩子 在大白菜里翻来覆去找油渣吃 苏彬彬忍了又忍 才拿起筷子 想加快萝卜吃 可筷子还没探进盆里 沈家大嫂突然将舔干净的勺子 放进了萝卜汤里 然后胡乱地在里头搅动了一番 你干什么 苏彬彬气地把筷子扔在了桌子上 一脸嫌弃道 你这样搞 还让别人怎么吃啊 这萝卜汤 可是唯一沾点荤腥的东西 这怎么就不能吃了 沈家大嫂朝她翻来的白眼 咬了一勺萝卜汤做出生意 咱们一家人从来都是这么吃的 怎么 就你矫情 别人吃过的就吃不了 既然你这么在意 有本事自己独开一桌啊 别在我们捉吃 这时 沈家二嫂加了块油渣 放嘴里嚼着 阴阳怪气道 大嫂 你可真是抬却 咱们三弟妹了 就她这抠嗖样 娘白日里让她掏钱买块肉都不肯 还独开一桌 那不是要她命优 是哦 明明娘家那么有钱 却连块肉都不愿意买 我们两房也就算了 竟连爹娘那儿都不给买 而媳妇做成她这样 真是丧良心 沈家大嫂说话时 瞪了眼素拼拼 大房 二房 肘里阴阳怪气的话 让苏萍萍怒气中烧 可她不愿意买肉又是事实 她一时间 不知该如何反驳 只能气鼓鼓地 看向八仙桌上的沈墨青 她盼着自家男人 能帮自己说几句 结果 她只低头吃饭 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苏萍萍更加憋屈了 早在几天前 沈老婆子就交代她 掏钱买年肉 苏萍萍偏就不肯 凭什么花她钱 给全家买肉 大房 二房的话 一下子戳中了旁边 啃肉骨头的沈老婆子痛楚 老太婆放下手里的大骨头 油腻腻的手 使劲擦了几下眼睛 挤出两滴眼泪道 哎 家门不幸啊 别人娶儿媳妇 是让老子娘享福的 轮我们家去倒过来了 这哪里是娶儿媳妇哟 简直是娶了个祖宗回来 别说享福 我这当婆婆 还得做牛做马地 伺候她这个大小姐 老天爷啊 我的命咋 就这么苦啊 沈老头皱了下眉头 沈生训斥道 你个老太婆 这大年三十的 哭哭啼啼 也不嫌晦气 沈老婆子瞬间不干了 扯着嗓门叫道 死老头子 你当我想哭啊 摊上这么个 好吃懒做的儿媳妇 我抱怨几句 还不行吗 说完 瞪了眼苏彬彬 厌恶道 自打这女人进门 咱家就一直走没孕 我看再会气 也会气不到哪里去了 苏彬彬再也忍不住了 哼 地一下 就从矮凳上站了起来 朝一直只顾吃饭的沈墨清喊道 姓沈的 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你家里人 欺负自己媳妇吗 都被指名道姓了 想装乌龟的沈墨清 只能抬起头 簇着眉头 十分不悦道 苏彬彬 大过年的日子 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 我哪里无理取闹了 是大房 二房 和你娘联合起来欺负我 苏彬彬大叫 他们怎么欺负你了 沈墨清非但没站在苏彬彬这边 反而还帮着他娘和嫂子们说话 难道他们的话有错吗 你有那么多钱 娘只是让你买块肉而已 又没让你买金银珠宝 就这么点你都不肯 现在你被他们说 也是你活该 苏彬彬双眸 瞬间瞪得如同龄般大 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丈夫 这男人 是读书读傻了吗 他为什么不掏钱 他还不是为了他们这个小家 若今天沈家分家了 沈墨清想吃肉 他二话不说就买了 可现在不是 他们没分家 一大家子想吃肉 怎么就让他一个人掏钱 要掏也该是三房一起出 沈墨清 你就是个十足的蠢货 苏彬彬气地失去了理智 抓起面前的木板的边缘 重重一些 既然不让我好好吃饭 那你们也别吃了 菜盆子连着木板 清零筐浪 全摔在了地上 声音响彻整个堂屋 大房 二房的女人和孩子 吓得尖叫跑开 可饶是如此 几个人还是被汤汤水水见到了 苏彬彬 你他娘的造反 沈家大嫂 二嫂的火气 一下子也上来了 撸了袖子 就跟苏彬彬对打起来 女人打架 无非就是山巴掌 扯头发 挠脸蛋 沈家男人 唯恐把他们捉的饭菜也该掀了 忙上前将自家婆娘拉住 苏彬彬 以一敌二 自然落在下风 她的发迹乱了 嘴角也裂开了 衣服还破了个口子 雪白的雪花往外飘 沈老婆子气红着眼珠子 拿起拐杖 就朝苏彬彬身上打了好几下 你个丧门星 脚家惊 好好的年夜饭都让你给毁了 你怎么不去死啊 说完 就朝大儿子命令道 老大 赶紧去拿绳子 把这贱人给我捆起来 苏彬彬 第109章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苏彬彬双眸犯着阴狠 大声叫道 我看你们谁敢捆我 沈老大吓得止住了脚步 沈老婆子 却压根不把苏彬彬的话当回事 继续朝大儿子道 去 拿最粗的绳子 赶紧给我去 苏彬彬气得浑身发抖 连忙道 在我爹的书院读书 你们今天若敢捆我 我就让 我爹把他从书院里赶出去 说完 他又冷笑一声 你们别忘了 如今整个合成没有一家书院 愿意收沈墨青为学生 他要被我爹赶出去了 那可就没有书读了 苏彬彬这话一出 沈家所有人都变了面色 沈家不过是靠着一亩三分田过日子 他们举全家之力 供沈墨青读书这么多年 若他此刻没书读 那他们过去几年花的钱 也就打水漂了 一时间 原本打了苏彬彬的沈家大嫂和二嫂 也开始慌张了 若因他们闹得小叔没书读 那他们可就成了全家的罪人 这时 沈老头站出来打圆场 道 好了 大过年的 家和万事兴 谁都不要再计较了 说完 他又朝苏彬彬道 老三家的 你娘她说的是 一时气话 她就是见不得人浪费粮食而已 什么气话 苏彬彬机翘道 我看她说的是实话 沈老头子竟儿媳妇反驳自己 满是褶子的面孔也沉了下来 一脸不悦地朝沈墨青道 老三 大年三十的 你就这么 由着你媳妇胡闹下去吗 沈墨青是读书人 沈家人对她都是捧着的 沈老头这般严肃地同她说话 还是第一次 沈墨青觉得 是苏彬彬害自己丢人 扯着女人的袖子训斥道 差不多得了 爹都出来说和了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苏彬彬一把甩开沈墨青的手 气得眼泪都出来了 沈墨青 你这叫什么话 是他们先骂我 你娘还扬言 要拿绳子绑我 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你不帮我也就算了 还跟他们一起对付我 你还是不是人啊 沈墨青眼底带着冷漠 声音无情道 大嫂和二嫂 比你先进门 娘又是长辈 他们说你几句怎么了 你当晚辈的忍一忍就过去了 再说了 如今爹也出面说和了 你若继续拿桥 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其实 苏彬彬不买肉这件事 沈墨青也是 极其不悦的 苏彬彬光是嫁妆就丰厚的不行 一块肉于她而言 简直是小菜一碟 这女人明知她 曾被大方 二方嫌弃吃白食 却依旧不愿意买块肉 来给她撑面子 沈墨青觉得 苏彬彬蠢笨如猪 连维护丈夫的面子都不会 而苏彬彬又觉得 沈墨青把她当外人 根本不懂自己的良苦用心 只知道帮着她的家人责骂自己 苏彬彬继续无脑大叫道 沈墨青 你爹算哪根葱啊 凭什么她一说何 我就不能闹 我偏要闹 我 没等她把话说完 沈墨青突然一个巴掌扇了过去 你还有没有点教养啊 苏彬彬捂着脸颊 双眸泪珠子打转 沈墨青 你为了个糟老头子打我 好 你们都看我不顺眼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 就你们这破地方 我还不愿意待了 我走就是了 说完 女人抹着眼泪 跑出了堂屋 没过一会儿 外头传来院子开门的声音 沈老大终于有些不放心 朝沈墨青道 三弟 天这么黑 外头又那么冷 三弟妹跑出去 恐怕有危险 你赶紧追出去瞧瞧吧 追什么追 沈老婆子立马叫道 就她那种扫把心 真遇到危险死了也是活该 说完 她又朝沈墨青道 老三 你不许去 你要赶出去 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沈墨青本也没打算去追 听她娘这样讲 立马道 娘 你消消气 我不去追就是了 沈老头看了眼地上的碎掉的碗盆和饭菜 吩咐道 老大家的 你把地上这一摊子收拾下 老两家的 你去厨房再拿几个盆子 来我们捉云些菜过去吃 是 沈家大嫂和二嫂立马干了起来 另一边 苏平平跑出沈家后 便放缓了脚步 她以为沈墨青会来追她 可左等右等 硬是连个人影都没瞧见 苏平平为此 把沈墨青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大晚上 西北风呼呼吹 苏平平拢着衣服 动得呲牙咧嘴 很快 她就有些受不了了 可刚刚狠话都放出去了 再自己回去 就太丢人了 苏平平又在外头坚持了会儿 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 就悄悄回到了沈家院子里 她站在堂屋门口 贴着耳朵 听里面的声音 却发现里一片头欢声笑语 压根没人担心她出去后的安危 苏平平的心拔凉拔凉的 竟生出了后悔嫁给沈墨青的念头来 沈家人这般绝情地对她 苏平平恨不能自己一个人走回河城去 可又想到大晚上冷得要死 城门这会儿也肯定关闭了 便又生出了退缩之意 她趁着沈家所有人都在堂屋吃饭 直接回了自己跟沈墨青的房间 屋里虽然没有炭火 可也比外头暖和 苏平平也不洗漱 掀开被子倒头就睡 睡着了也就不饿了 沈家穷只堂屋燃着探火 所有人决定在堂屋守岁 沈家几个男人喝了些酒 倒在桌上呼呼大睡 女人们把几个睡着的孩子抱回屋后再次回来 手里抓着把自家炒好的南瓜子 东家长西家短地说着闲话 虽无趣却也能打发时间 直到天亮 大人们才撑不住各自回房睡觉 沈墨青也是困成狗 压根没注意床上多了个人 待沈家所有人睡着后 苏平平才背着个包袱 捏手捏脚地跑出了沈家 因为昨晚家家户户守岁的关系 年初一根本没人去城里 连带着村口的牛车也没有 苏平平没办法 只能双脚走路回了河城 另一边 我大年初一美美地睡了一觉 直到下午才醒过来 我见周燕依旧在睡觉 便一人出了屋子 小厨房的王妈妈已经准备好了吃食 热乎乎的红枣小米粥 一碟子青炒虾仁 外加一小碗牛乳 吃完后 整个人都活了过来 精神恢复了 便将昨晚宫婆给的红包拿了出来 里头是五百两银票 与周燕的红包一样大 依着合成的习俗 年初二出嫁的女子 是要回娘家的 我不想回苏家 故而连礼物都没准备 可谁知 昨晚又和几位姨娘 打牌到半夜的周燕 竟破天荒起了的大早 还把我也给叫了起来 娘子 今天是你回娘子的日子 可得好好准备啊 我 见周燕又是舒喜打扮 又是吩咐下人准备礼物的 我倒也不好服了她的好意 待吃过早饭 两人便坐上马车往苏家去 第110章 不就是些东西 瞧把你们羡慕的 大年初二 合成街上人声鼎沸 街边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年味十足 周家的马车停在胡同口 我与周燕走前头 长青和绿柳提着礼物走后头 因着苏平平夫妻俩 得罪大儒的关系 我爹去年学堂退了不少学生 这个年苏家也没了以往的热闹 门房去通报后 我爹竟笑呵呵地跑出来迎接 女儿 女婿 外头冷 赶紧进屋暖和下 我已经习惯了我爹的冷言冷语 如今看着他 跟以前判若两人的样子 差点惊掉下巴 我爹满脸笑容地 将我们迎接苏家 周燕看着我爹的背影 凑到我耳边巧声道 你爹是不是被人夺射了吗 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尤其那笑眯眯的样子 看得他都渗得慌 我听着周燕的话 摇了摇头 说实话 我也挺纳闷的 不知道我爹葫芦里卖什么药 初二这一天 母亲娘家人也来了 父亲和周燕去了前院 与男客们说话 我和绿柳 则由丫鬟领着 去了母亲的屋子 掀开厚厚的棉布帘子 里头除了母亲和他娘家人外 苏彬彬也在了 只不过 她的脸色并不太好 一直低头坐在母亲身旁没坑上 见我进来 三位舅母和他们的女儿 热情起身 快快快进来暖和一下 舅母们与我轻轻热热打招呼 还换丫鬟搬椅子让我坐 瞧着自己的娘家人 如此讨好我 母亲有些尴尬 苏彬彬不服气地嘀咕了句 马屁精 我落座前 朝母亲服了服身 母亲 新年快乐 说完 又朝苏彬彬招呼道 妹妹不愧是母亲的好女儿 来得这般早 说完 我给身后的绿柳使了个眼色 绿柳恭敬地将东西送上来 这时 大大咧咧的大舅母直接道 萍萍哪里是今儿早上来的呀 她大年初一就自己过来咯 我一愣 继而感叹道 昨儿就来了呀 妹妹可真是思念母亲 什么啊 大舅母的女儿赵海棠道 萍萍姐姐是被夫家赶出来咯 赵海棠 你胡说什么 苏萍萍立马抬头 又恼又气道 我是自己走的 根本不是被赶出来的好不好 母亲也赶紧解释道 是啊 是啊 沈家人都捧着萍萍呢 他们根本不敢敢萍萍离开的 赵海棠撇撇嘴 没说话 这时 站在我身旁的三舅母 声音极轻道 你妹妹也是可怜 在婆家年夜饭都没吃上 饿了一晚上 早上自己走路回了河城 我面上露出吃惊之色 内心却平静得很 就沈家那些妖魔鬼怪 上次我都瞧见苏萍萍被打后的样子了 如今不给她吃年夜饭 又算得了什么 我带回苏家 除了两坛子酒 和竹篮里放的一刀肉外 还有三个大盒子 摆在桌子上 这时 二舅母的女儿赵梨花 盯着我拿来的几个大盒子 稀奇地问道 云姐姐 你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周家这般有钱 送来的东西肯定不便宜 别说赵梨花 其他人也都好奇得很 我有些不好意思道 都是相公准备的 我也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 这话不假 我根本不想回来 礼物自然也没准备 直接把周燕备好的拿来了 竟是周姐夫准备的呀 赵梨花满脸羡慕到 姐夫对云姐姐可真好 能为岳父岳母准备过年礼物 光是这份心意 便已超过很多男人了 苏萍萍因为这句话 冷哼一声道 周燕偏宠妾室 苏萍萍为了撑面子才这样说的 你们竟然也信 赵海棠十分看不惯 苏萍萍的言行 直接对道 不管真假 至少周姐夫 培云姐姐回娘家了 可比某些人大过年 被福家赶出来的强多了 你 苏萍萍气得胸口 起伏不定 母亲一脸不悦道 海棠 有你这么说自家表姐的吗 赵海棠不服气道 是萍萍表姐 先说鱼儿表姐坏话的 就是 赵梨花也帮衬道 姑姑 你怎么能光说海棠呢 萍萍表姐你 也得说啊 不然 你就是偏心 母亲被两个小辈 对得下不来台面 沉着脸朝两位舅母道 大嫂 二嫂 海棠和梨花 如此冲撞长辈 你们也不管管 大舅母和二舅母而已 很看不惯苏萍萍的做派 不过 碍于母亲的面子 到底还是用眼神 警告了下两个女儿 俩小姑娘 这才不甘不愿地 闭上了嘴巴 所有人的视线 再次回到我送我的礼物上 母亲 拗不过几个嫂子 便让下人将礼物拆开 一盒装着 合成最贵糕点铺子的糕点 另一盒是一套文房四宝 乔治质地就不便宜 最后一个盒子 是两块上好的绸缎 正好能做两套衣服 乔治这几样东西 母亲仰起嘴角 头一次客气道 这么多的礼物 真是让女婿破费了 我微微一笑 这都是应该的 几位舅母再次夸起来 还是鱼儿嫁得好啊 瞧瞧人家准备的礼物 就没一样是便宜的 是啊 还都是女婿准备的 这心意更好了 哎哟 希望我家梨花往后 也能嫁个这般疼人的相公 苏彬彬也十分眼红 又见他们都来恭维我 气急败坏道 不就是些东西 瞧把你们羡慕的 眼皮子如此这般浅薄 几位舅母 瞬间沉了脸 我都已经不想说她了 母亲忍不住 拉了下苏彬彬的衣袖 带着请求道 小祖宗 你就消停会儿吧 非要把自家人得罪光不可吗 母亲又满脸歉意地 朝舅母们道 彬彬最近心情不好 你们做长辈的 别跟她一般见识 话都这么说了 舅母们自然也只能算了 于而 彬彬说的是气话 你别放在心上啊 母亲破天荒地 替苏彬彬跟我道歉 我愣证了下 随即摇头道 母亲放心 女儿不会的 那就好 母亲松了口气 经历了去年那么多事 她也看明白了许多关系 如今 苏彬彬和沈墨青的这段姻缘 十分糟糕 以后养老 怕是靠不住了 儿子又外出游学 不知猴年马月才回来 如今整个家里 也就这大女儿能靠了 她自然得想方设法 修复母女情 但这场景 显然不是苏彬彬想要看到的 她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怒吼道 娘 你干什么 你凭什么跟这女人道歉 彬彬 你收敛点吧 母亲有些头疼道 原来是你姐姐 往后你得多尊重她一些 我尊重她的屁 她不过就是个万 苏彬彬 母亲听到苏彬彬的话时 心里就是一颗灯 眼看着她就要说出口了 急得重重 拍了下桌子 警告道 母亲知道 你心里头有气 可你也不能拿原撒气 她也是爹娘的亲骨肉 她并没有做错什么 苏彬彬头一次被母亲这般吼 又气又委屈 胸口就像憋了一口气 上不去也下不来 突然 她只觉得眼前一黑 下一刻 整个人往前栽去 彬彬 母亲吓得破了声 第一百一十一章 我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因着苏彬彬晕倒 屋子里的人纷纷惊慌起来 母亲及时扶住了倒下的苏彬彬 颤抖着声音朝下人道 快 快去前院韩老爷请大夫 是 丫鬟匆匆离开 婆母又叫几个旧母 帮着将苏彬彬 抬到礼屋的床上去 一群人又去了礼屋 母亲坐在床边 看着昏迷的苏彬彬 紧张地直掉眼泪 都是我不好 明知她心情不好 还非要说她几句 若彬彬有个三长两短 可叫我如何活下去啊 母亲说着 捂着帕子 呜呜痛哭起来 几个旧母看她这样 便拍了拍她的肩膀 安慰了几句 赵梨花和赵海棠 则朝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明明都是女儿 可姑姑话里 却好像只有苏彬彬一个女儿似的 简直太不公平了 我倒是无所谓 十几年没有母爱的日子都过来了 还差这一次吗 又过了一会儿 父亲领着大夫匆匆赶来了 夫人 萍萍怎么样 父亲一进门 满脸担忧地问道 母亲抹着眼泪 哽咽道 老爷 萍萍都昏过去好久了 那你快让开 赶紧让大夫瞧瞧 父亲急切道 母亲退到旁边 大夫上前给苏萍萍把卖 片刻后 大夫笑着道 恭喜沈老爷 沈夫人 沈儿小姐有身孕了 什么 真的吗 爹娘瞬间大喜 大夫又正了正面色道 沈儿小姐干火旺盛 且心中欲竭 带我开帖拜火尽心的方子 你们去药房 抓了熬成一碗水 喝个七天便能好了 好好好 谢谢大夫 父亲感激道 但两位也要切记 莫要再让二小姐受刺激了 若是情况加重 腹中胎儿也会受影响 爹娘被大夫的话吓了一跳 盲点头道 好好好 我们记住了 父亲送大夫离开 母亲坐在床边 温柔地抚摸着苏萍萍的头发 满心欢喜道 我们家的娇娇闺女 也要当娘了 看着母亲慈爱的样子 我淡淡地转移了视线 苏萍萍唾手可得的母爱 我却只在梦里得到过 突然 一双温暖的大手 揽住了我的肩头 我一正 待抬头看去 周燕竟出现在我身边 你怎么来了 我问道 听说你妹妹昏倒了 我就过来看看你 周燕说完 嘴唇突然凑到我的耳边 仅用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道 你妹歹毒得很 我怕她装晕倒陷害你 所以过来给你撑腰 我心中一暖 笑着道 放心吧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知道你厉害 不过 周燕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我周燕的女人 还是该我自己来保护 我 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苏萍萍很快就苏醒了 待听到说自己有身孕后 直接愣住了 她的手缓缓抚上自己平坦的肚子 嘴里喃喃道 有 有孩子了 下一刻 她呆滞的面容变得兴奋起来 哈哈 我怀孕了 哈哈 我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看着女儿过于兴奋的样子 母亲面露担忧之色 小心翼翼道 萍萍 大夫说你情绪不能太激动 一听这话 苏萍萍立马止住了大笑 众人 赵丽花扯了扯赵海棠的衣袖 急气轻声道 海棠 你有没有觉得表姐这里不太正常啊 说着 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可能第一次怀孕 所以 情绪有些激动吧 赵海棠虽这么说 可脸上也满是不幸 苏萍萍可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 这会儿她只觉得自己憋了那么久 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 两世为人 她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这辈子 她会有中状元的夫婿 还有活泼可爱的孩子 呵呵 想想都觉得 人生十分完美 再看苏云 男人不学无术 又专宠妾室 想来她这辈子 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 孤苦无依的苏云 如何跟现在的自己比 苏萍萍一改前面的微米不振 整个人都开心了起来 她十分得意地朝我道 苏云 我怀孕了 我 都说一孕傻三年 这女人刚怀孕就傻了 拜托 我一直在屋里 她怀孕的消息 我听得见好不好 苏萍萍见我毫无反应 冷哼一声道 你再怎么装冷静也没用 我知道 你现在肯定极度疯了 我 我看她不是傻了 而是脑子瓦特了 就沈墨青那种人家 这孩子还不如不怀呢 还我极度 我极度她 有吃不完的苦吗 母亲听着苏萍萍的话 脸色微微变了变 可以想到大夫临走时的叮嘱 想要劝的话 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这时 周燕站到我面前 毫不客气道 苏萍萍 你可别自作多情了 我家夫人会极度你怀孕 她要想怀孩子 我一晚上就能让她怀上好不好 因男人毫无顾忌的话 屋内的其他女人 纷纷红了脸 我轻轻扯了下她的衣袖 脸颊发烫道 你胡扯什么呢 周燕面不改色 十分认真道 娘子 这叫疏人不疏症 虽然没孩子 可气势得做足了 我 周燕安抚性地拍了拍我的手 之后 看向苏萍萍 急急大声道 苏萍萍 你懂个屁啊 我联系我家娘子年纪小 舍不得让她吃身孕的苦 只想带她身体 养得结实些了再怀 如此对她身体也好 周燕这话一出 屋内其他女人 纷纷朝我头来羡慕的眼神 女人嫁入夫家 第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替夫家延续香火 周燕还是他们第一个遇到的 将妻子的命 看得比延续香火还重要 苏萍萍得意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因着周燕的一番话 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可一想又觉得不对劲 上辈子 她斗了那么久 都没斗银杏孙的那小妾 苏萍这种乡下长大的木头女人 又怎么可能从青楼女子手里 把周燕抢过来 想必是这两人为了面子 故意在外人面前做戏罢了 对 一定是这样 就在这时候 下人突然来报 说是二姑爷来了 第112章 沈墨青 你打我打的还少吗 一听下人的话 苏萍萍也不跟周燕争吵了 只把心思放在了沈墨青的身上 没一会儿 沈墨青就踏进了屋子 苏萍萍嘴角露出一抹喜色 哼 算这男人有良心 还知道来寻她 母亲自然也替苏萍萍高兴 大女儿都带着女婿回来了 沈墨青若不来 那可真要被人说闲话了 旧母和表妹们 一直默默地打量着进屋的沈墨青 男人已经将自己最好的一件长衫 穿在身上了 可衣服料子 跟周燕身上的绸缎长袍相比 依旧向却甚远 沈墨青倒也不是空手来的 她手里提了个小小篮子 篮子上盖着块黑曲曲的布头 也不知道里头装了什么 几位旧母撇了撇嘴 这么小的篮子 连一刀肉都装不下 过年女婿回丈母娘家 带这么个小篮子 也太寒酸了 更别说和周燕准备的东西相比了 母亲瞧着沈墨青手里的小篮子 眼眸一闪而过得不愿 可为了顾全小女儿的面子 她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客套的模样 笑着道 女婿 你也太客气了 一家人还带东西过来 母亲的笑容 在接过篮子的那一刻 直接没了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沈墨青 男人被她瞧得有些心虚 可这也不能怪她 就苏彬彬那德行 真不值得她花钱送东西 这时 赵海棠凑了过来 小姑娘探着个脑袋 十分好奇道 姑姑 沈姐夫带了什么呀 说着 就要去接那不投 母亲吓得当场打了下赵海棠的手背 声音有些尖锐道 不许揭开 大舅母立马 抓过女儿的手 看着手背上发红的印子 十分不满道 妹妹 你不让看就直说 打海棠算怎么回事 母亲也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 又见众人都用一副奇怪的眼神 看着自己 忙道 大嫂 怪我一时冲动 说完 又朝赵海棠道歉 海棠 姑姑跟你道歉 你若气不过 就打姑姑几下好不好 母亲到底是海棠的长辈 也立马道了歉 小姑娘也只能算了 总不能真打回去 事情过去了 母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狠狠瞪了眼沈默青 之后 又亲自将篮子 放到了旁人够不到地方 因着她这一动作 屋里其他人都好奇死了 沈默青到底拿了什么东西 竟让当家主母如此重视 周燕凑到我面前 好奇地问道 鱼儿 你说那篮子里到底是什么 怎么你娘如此宝贝 连你表妹都不让看 我看了眼那篮子淡淡道 是个空篮子 什么 周燕音音着我的话 直接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 可嗨嗨 音着动静有些大 其他人纷纷看过来 男人为了缓解尴尬 只得朝沈默青转移话题道 妹夫 恭喜你啊 要当爹了 沈默青 这时 母亲也笑着开口道 莫青啊 萍萍怀孕了 沈默青虽还记恨着 苏萍萍大年三十那晚的行为 可一听她怀孕了 脸上倒也露出了 几分真心的笑意 萍萍 你真的怀孕了 沈默青说着 就朝床边走去 苏萍萍对沈默青怨气十足 这会儿见她过来 直接伸手狠狠推了男人一把 骂道 沈默青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滚回你那乞丐家去啊 大年三十 连块肉都买不起 说是乞丐家都抬举她了 女人正在气头上 推人的力气极大 瘦骨临寻的男人 直接被推下床 咚 的一声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屋内所有人都傻眼了 扑哧 寂静的屋子内 突然响起十分突兀的声音 母亲不悦地看过来 周燕立马收敛了笑容 憋了许久才到 岳母大人见谅 只是刚刚那场景 实在是太好笑了 小婿一时没忍住 母亲 紧接着赵海棠和赵梨花 也偷偷笑了起来 几个舅母虽没笑 可忍得相当辛苦 沈墨青本就是个 极耗面子的人 听着周围起起伏伏的笑声 一张脸刹那间 长成了猪肝色 他双手撑地 立马站了起来 男人丝毫不顾及在场其他人 朝着苏萍萍直接骂倒 臭女婊子 信不信我打死你 因着沈墨青的话 舅母和表妹们再次傻眼 一个读书人 竟骂出如此不堪的话 我心中冷笑 什么狗屁读书人 这男人就是个斯文败类 如今只是不在庄而已 苏萍萍也彻底火了 他 哼 得一下从床上站起来 双手插腰 大吼道 沈墨青 你打我打的还少吗 说完 他指着自己的脸颊 扯着嗓门叫嚣道 来呀 打呀 沈墨青 你他娘的 今天要不打我 那你就不是男人 贱人 被逼急了的男人 撸起袖子 就要去打苏萍萍 母亲惊得大叫 沈墨青 你给我住手 这时 父亲送完大夫也走了进来 他瞧着这一幕 瞬间怒喝道 沈墨青 这里是苏家 容不得你撒野 苏萍萍一见父亲 立马委屈地大哭起来 爹 你看到了吧 这男人打我 你可要给女儿做主啊 父亲素来最疼这个小女儿 瞧着她哭 咬牙切齿道 沈墨青 你别忘了 你现在靠的是谁 沈墨青虽然恼怒苏萍萍 可听完父亲的话 气势到底弱了下去 他如今在父亲的书院读书 吃住都花苏家的 若得罪了父亲 那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一点就是 他打媳妇 对外可以说是家务事 可他若顶撞岳父 那就是不尊长辈了 这传扬出去 与他的名声极不好 沈墨青收回手 善善道 岳父恕罪 小旭只是一时气急 这才试了理智 并没有真的想打拼拼 父亲听他这样讲 脸色好了些 母亲是瞧清楚整件事的经过的 知道素拼拼也有很大的错误 为了不让女婿真的厌恶女儿 便故意露出不悦的表情 朝苏拼拼道 拼拼 你也是 都嫁人了 还这般意气用事 赶紧跟女婿道歉 娘 苏拼拼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母亲 十分委屈道 你到底帮谁啊 沈墨青都要打我了 我凭什么跟她道歉啊 谁让你先说女婿的不是 母亲说着 拼拼给苏拼拼使眼色 女婿是个名里的人 只要你道歉 她一定会原谅你的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奈何苏拼拼鱼目脑袋 根本不懂母亲的良苦用心 反而大声反驳道 我哪里说她不是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沈家穷得比乞丐都不如 大过年的 连肉都买不起 还要让我这个当儿媳妇出钱 我不掏钱 他们就全家针对我 连年夜饭都不让我吃 苏拼拼说到这里 再次委屈地大哭起来 几个舅母和表妹 更是听得目瞪口呆 这苏拼拼 嫁的是什么人家 竟然穷到这种地步 第113章 她是他们男人界的耻辱 沈墨青最好面子 这会儿 苏拼拼把她的牢底都抖落出来了 恼羞成怒大吼道 苏拼拼 你给我闭嘴 说完 她又想找回几分面子 便强颜欢笑道 各位别听拼拼胡说 我们家根本不是她说的那样 怎么不是了 苏拼拼立马打断她的话 大声反驳道 你们家年夜饭就三个破菜 其中一盘 还是不知道猴年马月嫣的臭咸菜 唯一有肉的 就是大骨头炖萝卜汤 可你娘直接把唯一的两根骨头挑出来 放自己碗里了 根本不让别人碰 还有那盘大白菜炒油渣 才端上桌 你们沈家人就跟饿死鬼一样 拿筷子使劲扒拉菜 挑里头的油渣吃 苏拼拼一肚子苦水 这会儿仗着在娘家 源源不断地往外倒 眼瞧着沈墨青的脸色越来越黑 母亲忙扯了下苏拼拼的衣袖 压低声音道 拼拼 别说了 再说下去 女婿家的面子没了 她家的面子也差不多丢完了 苏拼拼却不一继续跟到豆子似的 把沈家的拿点穷酸破事全说了出来 沈墨青最后的一点遮羞布都被苏拼拼扯掉了 她一脸恨意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眼眸跟翠了寒冰似的 声音带着决绝道 苏拼拼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们沈家 那以后咱们就一刀两断 谁也不欠谁 说完 她转身就要离开 才找回些胜利感的苏拼拼 一听这话 瞬间愣在了床上 什么叫一刀两断 她只不过就是弃沈墨青对自己不好 这会儿仗着有娘家人撑腰 想给自己出口气而已 若是真一刀两断了 那谁给她郑状怨夫人去啊 苏拼拼肉眼可见的慌了 可她又拉不下脸去拦沈墨青 母亲见她这样 知晓是后悔了 于是 她赶忙把即将跨出房门的沈墨青拦下了 女婿 你这是做什么 大过年的 既然来了岳父家 哪有不吃饭就走得到脸 这传出去 让我们苏家的脸往哪里搁 说完 又朝我父亲道 老爷 你也快劝劝女婿啊 父亲自然也把苏拼拼的神色看在眼里 只得将着声音道 墨青 拼拼刚怀孕 情绪可能比较难控制 她刚刚说的都是些气怀罢了 你当丈夫的体谅一下 沈墨青心里头依旧有气 不过 这次没等她开口 父亲突然转身朝我道 于儿 前院快开席了 你先领着舅母和表妹们去吃饭 所有人心下了然 她这是要跟沈墨青好好谈一谈 我开口硬下 与大家伙一同离开 三位舅舅都是很亲的关系 故而前厅社宴并没有男女分析 一张圆桌刚好坐一桌 大舅舅家 除了赵海棠一个闺女外 还有两个儿子 不过 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已娶妻生子 今日两位表哥陪着娘子回岳父家 故而都没来 二舅舅家 同样除了赵丽花外 也还有两个儿子 只来了小儿子一人 至于三舅舅家 三舅母因生产伤了身体 两人只一个儿子 我一直养在乡下 去年年初才回的苏家 与几位舅舅都不熟悉 舅舅们都在市井做些小买卖 习惯了有人打交道 再加上周燕也是个性格外放的人 一群人天南地北的瞎聊 气氛竟十分融洽 周燕还放话 要请舅舅们喝酒 饭吃到一半时 父亲母亲也过来了 身后跟着苏聘聘和沈墨青 也不知道四个人是怎么谈的 总之 沈墨青跟苏聘聘和好了 瞧着苏聘聘拿瞧 沈墨青费尽心思讨好的架势 我猜测是爹娘许诺了沈墨青什么好处 不过 我还是挺佩服 沈墨青能屈能伸这一点的 毕竟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做到 跟他一样不要脸的 另一边 苏聘聘对沈墨青的讨好 十分受用 他表面上对沈墨青十分不满 嫌弃他这个 不满他那个的 可上扬的嘴角 又流露出自己此刻的享受 沈墨青 我要吃虾 你给我包虾壳 沈墨青 这鱼有鱼刺 你给我把刺挑出来 沈墨青 我渴了 你给我倒水 苏聘聘如女王般 对着沈墨青一通使欢 结果 男人非但没有生气 还一一硬下了 聘聘 下包好了 聘聘 鱼刺挑出来 聘聘 水给你倒好了 瞧着男人狗腿的样子 周燕简直比是死了 他忍不住朝我吐槽道 真贪娘的 给我们男人丢脸 若沈墨青是真心 想为娘子做这些事 周燕倒还佩服她是个好男人 可明显她是带着意图讨好苏聘聘的 这就让周燕十分不能接受 只觉得 她是他们男人界的耻辱 沈墨青明显听到了周燕的话 她夹菜的动作一顿 随即又若无其事地 给苏聘聘夹夹菜 比起苏家父母承诺给她的东西 被人说几句 又算得了什么 别说周燕瞧不起沈墨青了 就是三个舅舅 也同样露出鄙视 外头早就有关于沈墨青的风言风语 可每回他们妹妹回娘家 就是对沈墨青好一顿夸 他们便没把那些流言蜚语当回事 可今日瞧着男人的所作所为 他们觉得 外头的那些话 恐怕都是真的 至于他们妹妹 对沈墨青的夸奖 呵呵 也不知道 掺了多少谎话 苏聘聘张嘴吃下沈墨青 味道嘴边的鱼肉 接着 一脸得意地 朝我挑了下眉头 旁人觉得 苏云嫁得比自己好又如何 爹娘还不是最疼她 只要有爹娘给她撑腰 沈墨青还不是像条狗一样 对着她俯首称臣 我自然也看懂了 苏彬彬心里的想法 不过对此 我只能助她自求多福 要知道 沈墨青可是个极小气 又极耗面子的人 就冲着苏彬彬 对她的所作所为 他日只要这个男人得势 必会十倍 百倍地偿还他 一顿饭吃得 所有人浑身难受 好不容易散席了 我与周燕便打算回周府了 可回去的话才说完 父亲突然一脸慈爱地同我道 云儿 为父有些话想同你说 你与我来一趟书房吧 我 肯定没好事 第114章 让我给苏彬彬买房 见父亲要把我交进书房 周燕立马跟了上来 这时 母亲笑着将人拦住 女婿 云儿的几位舅舅 很佩服你父亲 他们想跟你讨教一下 你父亲是如何 把生意做那么大的 我爹的事情 你让他们去问他 我天天在家 哪里知道他怎么做生意 周燕没好气道 说完 他又想和我一同去书房 母亲脸色有些尴尬 立马吵几个兄弟识眼色 三位舅舅虽有些不情愿 可还是上前拉住了周燕 来来来 外甥女婿 你给咱们讲讲 你爹的厉害事迹 我不想聊 我要陪我娘子 周燕脸上开始有些不耐烦 我安抚他道 爹想跟我一个人说话 你就陪着舅舅们说话吧 可是 别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 我朝男人道 周燕纠结了下 最终没跟上来 只叮嘱到 若有什么事 就大声喊我 知道吗 嗯 我应了一声 赵海棠听着我们俩的话 笑着打圈道 周姐夫可真疼于儿姐姐 连跟姑父待一起都不放心 那当然 周燕下巴一扬 十分骄傲道 媳妇这么好 我可不得好好疼惜啊 与沈墨卿的虚伪谄媚相比 周燕的表情和话语 可就真诚多了 舅舅和舅母们 也是发自内心 替我开心 苏萍萍听见周燕的话 不懈地哼了一声 还眼上了 一个富家公子 怎么可能对得乡下土包子动情 肯定是在长辈面前作戏而已 不过 这男人是不是作戏他 才不关心 他更关心父亲 能不能把苏营说动 我跟着父亲进入书房 父亲转身关门时 母亲也匆匆走了进来 你进来干什么 父亲皱眉问道 母亲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压低声音回答道 我怕你一个人搞不定他 我来帮帮你 父亲有些无奈 只能叮嘱到 那你注意点态度 不许乱说话 知道了 母亲觅了他一眼 这还用你说 如今大女儿在他眼里 就是个金疙瘩 他哪里还敢用以前的态度对付他 父亲降门关上 我看着面前的两人 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们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 啊 那个 母亲率先开口 甚至还清了清嗓子 鱼儿 爹娘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去年咱们一家人之间有些误会 想来你也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对不对 我微微皱眉 冷声问道 您到底想说什么 叫我进书房 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奇奇怪怪的话 绝对不可能 母亲见我不爱听他前面说的那些话 只能转移话题道 云儿 今天沈墨青对拼拼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吧 说着 她的眼眶变红了起来 唉声叹气道 其实私底下 拼拼的情况 比你看到的还要糟糕 她在沈家整日吃不饱 穿不暖不说 还有干不完的活 沈家那些人 根本不把她当人看 她那婆婆 更是对她非打击骂 沈墨青每次都冷眼旁观 还帮着沈家人欺负拼拼 母亲说的这些情况 我又哪里不知道呢 前世的我 可是通通都经历过的 苏拼拼 还是比我幸运 这一世她嫁去沈家 还有父母护着 上一世的我无人可以 父母也只会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一想到前世的遭遇 我眉头皱了起来 语气透出不耐烦 母亲 您叫我进来 是为了跟我倒苦水的话 那实在不好意思 您找错人了 女儿我不是个会耐心 听人说话的人 尤其不耐心 听她说苏拼拼的事 母亲张嘴继续说的话 瞬间堵在了喉咙口 她眼中闪过一丝不满 可还是急忙道歉道 女儿 不好意思啊 母亲实在是太心疼拼拼了 所以有些啰嗦 我听着她絮絮叨叨的话 内心只觉得十分讽刺 苏拼拼与我前世的遭遇相比 这才哪到哪啊 这样她就心疼了 要知道 前世我满身是伤得回到苏家 跟母亲诉苦时 她厌恶地戳着我的额头 大骂我死矫情 还说哪个女人不被婆家人打 原来她的偏爱是那么明显 前世今生 我努力修复着 父母对我造成的伤害 我告诉自己 没有父母的爱也没事 我爱我自己就够了 可刚刚母亲的一番话 如锋利的匕首 将我好不容易愈合的伤口 生生剖开 鲜血淋漓 她残忍地向我揭示着她 根本不爱我的真相 母亲后来解释的话 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父亲看出了我的异样 立马打断母亲絮絮叨叨的话 直奔主提到 云儿 其实你娘的意思是 萍萍现在怀孕了 可她与沈家又水火不相容 我们都觉得 她住在乡下肯定是不行的 我冷漠地问道 所以呢 父亲道 所以 我跟你母亲商量了下 想让你掏钱给萍萍 在合成买套房子 如此一来 她就不用跟沈家 那些难弄的人相处了 而且 我们也能就近照顾她 我 你没事吧 让我给苏萍萍买房 见我的脸色大变 母亲又赶紧道 云儿 你放心 你不用给萍萍买太大的房子 两斤的宅子就够了 我 还两斤的宅子 他们怎么不干脆 让我把周府让出来 给苏萍萍住啊 我被他们的厚颜无耻气笑了 眼中含着讥讽 感叹道 让我给苏萍萍买房 你们也好意思开口啊 父亲到底也是要脸面的 他被亲生女儿这般说 假意咳嗽了一声 解释道 云儿 这合成的房价 你是知道的 去年开春你 跟萍萍出价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年尾十爹书院里的学生 又走了好多 我与你母亲 实在是掏不出钱来 所以才找你 掏不出钱 就别买房子 我毫不客气地打断道 让一个出价的女儿 给同样出价的妹妹买房子 你们满合成 去打听打听 有这么怕女儿身上吸血的父母吗 她死不承认道 我们是让你给萍萍买房 又不是给我们老俩口买房 怎么就成吸你血了 再说了 你跟萍萍是亲姐妹 如今妹妹落难 这嫁得好的姐姐 帮衬她一把 有什么错 我 第115章 那可是一失两命啊 父亲被我说的 也是一阵恼怒 可到底还要哄着我掏钱 他只得压下心中的怨气 继续朝我劝道 云儿 你比萍萍嫁得好 女婿对你也是百一百顺 一座二进的宅子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难如登天 可对合成首富的周家来说 就是毛毛雨 你跟萍萍是亲姐妹 血浓于水的关系 难道你要为了一点钱 看着你妹妹 活活被沈家人折磨死吗 她肚子里 如今可还怀着孩子呢 真要有个好歹 那可是一失两命啊 父母为了苏萍萍身段放得越低 我心里头的恨意 就越发浓烈 前世 他们将我生生推入火坑 还不许我爬出来 今生 苏萍萍主动入局 他们却拼尽全力 想帮她脱离苦海 明明都是女儿 为什么偏心成这样 我忍了又忍 才将满腔怨憎和怒火压下 面色冷漠道 你们要给苏萍萍买房 我管不着 但让我掏这个房钱 你们想都别想 别说房子 就是一块砖头 我都不会给苏萍萍买 要没别的事 我就先出去了 我说完 就朝书房门口走去 你不许走 母亲冲到我面前 张开双臂 拦住了去路 我挑眉 嘴角溢满了冷漠和讥讽 难不成我不掏这钱 您就不让我走出这扇门 她想的倒是挺美 就不知道 外头的周燕 会不会答应 母亲信心道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吗 我决绝道 没 有 这时 父亲开口道 于儿 我可以跟你母亲打欠条 我朝她看过来 她以为有希望 立马激动道 这买房的钱 就当是我们跟你借的 一年还不上 那就两年 有欠条在手 我们是绝对不会抵赖的 当然 她那里可不这么想 打借条 只是为了把人哄住而已 一旦房子买好 钱 就不可能再还了 就算有欠条又如何 这当女儿 还能跟父亲催债吗 要她敢催债 她就去衙门 告她忤逆不孝 到时候钱不用还 只不定还能再讹点出来 父亲歹毒的心思 哪里不知道 再次不留情面道 不见 你 希望破灭的父亲 脸色变得黑沉起来 我没有理睬她 从母亲身旁绕过 伸手将房门的插销推开 咔哒 声音刚落下 身后传来父亲的声音 云儿 我知道你恨我们 我开门的动作停了下来 你恨我们 把你放箱下 不管你的死活 父亲满脸自责道 可爹娘也是逼不得已啊 算命地说了 你是我们家的灾星 我们若与你有联络 你就会客死 我们全家啊 母亲愣愣地听着父亲说话 许久之后 才看到父亲给她使眼色 于是 她使劲揉了几下眼睛 哽咽着声音道 你爹说的没错 当年你大哥还小 平平又刚出生 你若留下 就得客死他们 爹娘也是为了 保住苏家的血脉 才把你送走的 你若懂事些 就该体谅我们的难处才是 母亲顿了下 又继续道 要怪的话 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 我命不好 最后一句话 犹如冲垮堤坝的洪水 心头拼命压抑的怨恨和怒意 瞬间喷涌了出来 你让我体谅你们的难处 那谁又来体谅我的不容易 我几乎怒吼着说出这句话 因为算命的一句话 你们甚至没有 去寺庙求证 也没想过替我化解灾难 而是像丢垃圾一样 把我丢在了乡下 奶奶在世时 她嫌我是个女娃 想把我丢进河里淹死 是我的哭声 吸引了附近的村民 最后由村长出面 才把我救下了 苏家人不管我的死活 村里有人瞧着我可怜 就把我抱到他家狗窝里 让他们家刚生狗宰子的母狗喂养我 小时候 村里人都叫我狗女儿 因为我是被母狗养大的 苏彬彬在你们怀里撒娇时 我却在村里跟狗抢饭吃 同样是女儿 为什么我就是这种下场啊 泪水不受控制地 从眼角滑下来 哪怕两世为人 触及心中的伤痛 我依旧无法释怀 情绪显得格外激动 若不是后来有故意 我真的无法想象我 最后会变成什么样 他们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苏彬彬 现在却厚言无耻地 来向我索取回报 凭什么啊 我第一次将自己的过去 摊开在他们面前 可父亲并没有丝毫地愧疚 他冷冷道 我们知道你小时候 在乡下过的苦 可这都已经过去了 你一直揪着 他不放干什么 再说了 你现在不是完好无损地 站在这里吗 说完 他又苦口婆心地劝道 云儿 就算我们有千万的错 可到底 是你的亲生父母 是我们给了你生命 你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 若没有我们 你哪里有如今的好日子过 我求你们 把我生下来了吗 我红着眼眶 激进怒吼道 就你们这种狠心决绝的父母 我宁愿当初没把我生下来 我终于将憋了两世的话 说了出来 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 父母因为我的话 脸色大变 母亲气恼道 苏云 你怎么能说出 如此大逆不到的话 我狠狠擦去脸上的泪水 努力平息激荡的心情 是你们逼我的 爹 娘 咱们咱们这样维持表面的关系不好吗 你们为什么非要撕破脸皮 弄得大家都难看 不过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 那我也不妨老实告诉你们 除非我愿意给你们 否则 你们别想从我身上 捞到任何好处 说完 我双手打开房门 走了出来 寒风迎面吹来 我湿润的面庞瞬间风干 回到大厅 周燕立马跑了过来 我的脸色很差 眼眶也是红红的 脸上还有明显哭过的痕迹 周燕沉了脸 有些生气道 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 说完 他一副要往书房 去跟我爹娘理论的架势 我把人拉住了 声音有些嘶哑道 我没事 咱们回家吧 苏家我是一刻都不想待 好 周燕心疼地扶住我 可刚要走 双眼正好看到苏冰冰朝我翻白眼 本想一走了之的我 立马停下了脚步 周燕不解地看向我 等我一下 我还有一件事没做 时 周燕才刚开口 我已经朝苏冰冰走去了 妹妹 算姐姐求你了 你不要再让爹娘逼我给你买房了 行不行 苏冰冰 第116章 跟我有个屁关系啊 舅舅和舅母们听着我的话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齐刷刷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苏冰冰慌了神 得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瞪着眼珠子不承认到 苏云 你在胡说什么东西 女人不善地看着我 心里不住地埋怨父母 连要钱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如今搞到了明面上 这不是纯纯让他丢人吗 周燕生怕我吃亏 赶紧跑过来 站到我身边 我看着苏冰冰露出疑惑的表情 妹妹 你难道不知道 父母逼我给你买房吗 可母亲说 你在沈家吃不饱 穿不暖 还有干不完的活 她还说 沈家人不把你当人看 你婆婆 对你非打击骂 就连沈墨青 也帮着沈家人欺负你 这些再附家的事 若不是你告诉母亲 她又怎么会知道 因着我的话 沈墨青朝苏冰冰冷笑一声 声音阴森森道 看样子 你跟岳母说了不少 我们沈家的坏话 苏冰冰一听 急得大叫 我没有 这时 我突然脸上露出 恍然大悟的表情 拍了下手道 我明白了 苏冰冰 你明白啥了 我看着她 语气带着笃定道 一定是妹妹 你吵着让父母给你 在合成买房 爹娘又最疼你 他们拿不出钱 就来逼迫我 苏冰冰 什么鬼 下一刻 我满脸悲伤到 爹娘果然是偏心的 他们为了你 竟然我拿夫家的钱 来接近你 这件事若被我公婆知道 我以后还如何 再夫家立足啊 说着 我扑进周燕的怀里 父亲和母亲 是往死里逼我了 我做戏认真 一番操作下来 没有任何破绽 舅舅 舅母们 都信了我的说辞 三舅舅气愤到 严伯和岳如是疯了吗 鱼儿都嫁出去了 还逼她给妹妹买房 这传出去像什么话 大舅母联系的看了我一眼 为我抱不平道 我看他们是偏心偏的 根本不想管鱼儿的死活了 他们不管 我来管 大舅舅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向我时 又换上温和的表情 鱼儿 你好好跟外甥女婿过日子 拼拼买房这件事 你别管 舅舅会帮你说服你爹娘的 这时 父亲刚好从外头进来 听到大舅舅的最后一句话 开口问道 大哥要说服我们什么 父亲的身后 跟着母亲 两人笑脸盈盈 丝毫不见刚刚书房 咄咄逼人的态度 大舅舅冷哼一声 言百 你也太过分了 拼拼想在何城买房 你凭什么逼云而掏钱啊 此话一出 父亲脸上的笑容瞬间一致 母亲怒气冲冲地朝我质问道 苏云 你是不是把书房里的事 跟舅舅们说了 我低着头 如犯了错的孩子般 委屈又害怕道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 还未等母亲说出后面的话 周燕立马维护我道 怎么 你们都逼着我夫人给妹妹买房了 难道还不许她说几句实话 要是怕被捅出来 那就别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啊 母亲背对的脸色战红 父亲不愿与周家结怨 忙解释道 女婿 这就是个误会 我们夫妻俩 就是跟云儿商量一下 拼拼买房的事 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而已 父亲本想几句话 把这事情接过去 可谁曾想 周燕直接叫起针来了 什么误会 我就问你 你们在书房 有没有说 让我夫人掏钱买房的话 女婿 你听我解释 这件事 她其实是这样 周燕不耐烦听她胡扯 毫不客气地打断道 你就回答有 还是没有 没 岳父大人 举头三尺有神明 你说话可得小心点啊 周燕微微眯起眼睛 声音带着威胁道 你今儿若是撒谎 那你女儿苏平平生下的孩子 就没屁 眼儿 好歹的惩罚啊 一旁的苏平平大叫道 姓周的 你有毛病啊 我爹撒不撒谎 跟我有个屁关系啊 周燕耸了耸肩膀 你爹被我夫人掏钱给你买房 你说 跟你有没有关系 苏平平 我心里头暗暗给周燕竖起大拇指 她这一招 还真是绝了 父亲一直把苏平平视为掌上明珠 她生的孩子自然也是极为看重的 哪怕撒谎有报应这种事 不一定是真的 可父亲为了心爱的女儿 也是不敢冒险的 最后 她改了口 用极小的声音道 有 见她承认 别说舅舅和舅母们了 就是几个小辈 都露出轻蔑的眼神 她前面那个 没 自都说出口了 现在又开口说有 这不是代表着 她前面想撒谎啊 还是个开书院的院长呢 思德竟然如此差劲 周燕冷哼一声 既然岳父大人承认了 那我作为周府的少爷 也把话放这里 你们苏家若 再欺负我夫人 逼着她做些她不愿意的事 往后周家 就跟苏家断绝一切来往 说完 她牵住我的手 直接往门口走去 唉 女婿 父亲还想把周燕追回来 好好安抚一番 却被三个舅舅直接拦住了 你还追鱼儿 他们夫妻做什么 你跟月如干的破事 就算把人追回来 也没用 鱼儿如今可是周家的儿媳妇 你们不想着 怎么跟她处好关系也就罢了 竟然还想方设法得罪她 就没见过比你们 还蠢的父母 就是说 还把个宠坏了的女儿当宝贝 小心以后没人给你们养老 三个舅舅狠狠批了父母一顿 这才气呼呼地领着妻儿离开 父亲和母亲只觉得骚得慌 一旁的苏彬彬 却丝毫不顾及掂量此刻的心情 黑着脸埋怨他们 搞不定一个乡下女人 沈墨青得知 苏家根本掏不出钱来买房 索性也不再装好男人了 因着饭桌上苏彬彬 对她的遗旨气势 男人借着女人抱怨的油头 毫不客气地甩了她一巴掌 你能不能闭嘴 啊 苏彬彬大叫 沈墨青 你干什么打我 你的声音吵得我耳朵疼 这算什么理由 苏彬彬也不是能忍的 直接就跟沈墨青打了起来 苏家的大厅直接乱成一团 第117章 少夫人 你要去多久啊 我与周彬离开苏宅 就直接回了周府 两人才刚进门 刘管家匆匆跑了过来 少爷 少夫人 老爷请你们去水泄院一趟 刘管家 出神妖事了吗 周彬问道 刘管家形势稳重 鲜少见到他这般着急 回少爷的话 前头府里收到一封来自杭城的信 老爷看完后 脸色就变了 还让老奴在门口 等着您跟少夫人回来 周彬一听 杭城 两个字 粗黑的眉头皱了下 就连脚下的步子 都快了不少 周家除了周府和周家大伯外 其他人都在杭城居住 能让周府这般的激动 我才想 可能跟周家人有关 我与周彬进了水泄院 阿燕 于儿 为父有事要跟你们说 公爹面色宁重道 今天杭城那边来信 信上说 你们的祖母病危 让我们全家赶紧过去一趟 哦 周彬淡淡应了一声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 既然病危 那就去呗 相比较公爹的担忧 当儿子的情绪 并没有多大变化 后来 我从周彬口中得知 他其实很讨厌 自己的祖父祖母 当年公爹生意 还未做得如此大时 周家二老就嫌弃他经商 觉得他给周家丢人 周家大伯外放做官 公爹 作为二儿子 该是跟着公爹生活才对 可俩老人嫌弃公爹是个商人 最后一致决定去小儿子那里住 公爹为此 生了好大一场气 后来他自己娶妻生子 就连周彬出生 周家二老都没来瞧他一眼 其实 从周彬与我成亲 周家其他人一个都没来 便能看出来 周家其他人 与他们二房的感情十分淡默 因着全家 都要去省城 我与周彬 也回了院子收拾东西 赵妈妈和绿留 几个丫鬟打包东西 我将王 李 心 周四位姨娘换了过来 也不适合吹冷风就没叫 我把要去航城的事 同他们说了下 最后开口道 我们不在府里的这段日子 大家若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 就去巡留管家 我已经同他交代过了 他会帮你们解决的 少夫人 您要去多久啊 王姨娘问道 难说 我回答道 公爹说祖母病危 若只是去探望的话 可能两三天就回来了 若还要是急的话 十天半月都不一定 这么久啊 心姨娘忍不住道 您这一走 我总感觉没了主心骨似的 王姨娘和心姨娘 也忍不住点头 我被他们的模样逗笑了 哪有你们说的这么夸张 没几天我就回来了 几位姨娘离开时 我又送了他们 每人一个小匣子 剩下的一份 我让绿柳送去合园给孙姨娘 匣子里头装的是 两定银子 和几瓶能治伤风感冒 头疼脑热的药丸 府衣要年初八才回来 姨娘们有这些药丸 可以以备不时之需 一切都准备完毕 便要启程了 离开前 几位姨娘都来送我 少夫人 您要早日回来啊 少夫人 妾身又心学了到糕点 您回来 妾身就做给您吃 少夫人 这是妾身跟王姨娘 给您做的点心 时间有些仓促 便没做太难的 您在路上将就吃 少夫人 一路平安 周燕已靠在马车旁 根本没人搭理她 男人瞧着自己 那的姨娘们 对我露出依依不舍的表情 忍不住吃味道 夫人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才是他们的相公呢 没等我开口 正要上车的公爹 转头朝他瞪了眼 臭小子 浑说什么呢 这说明 云儿管家有方 知道吗 坐上马车的婆母 也先开车帘 没好气道 就是 非要搞得乌烟瘴气你 才高兴啊 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周燕摸了摸鼻子 嘟囔道 我就说说而已 你们怎么还教训上了 姨娘们齐声道 该 我抿着嘴上了马车 这一路 公爹和婆母坐一辆车 我与周燕坐另一辆 后头还有跟着三辆马车 除了我们几人的生活用品外 全是给周家其他人的礼物 直到快天黑 一行人才浩浩荡荡进了省城 航城不愧是省城 这天都黑了 街上依旧人来人往 两旁高高挂着红灯笼 好不热闹 周燕告诉我 航城每年的年初一到年初八 是没有宵禁的 这段时间 百姓的夜生活 是极为丰富的 因着时间有些晚 公爹便没有去打扰周家三房 而是让大家在航城的一家客栈住下 一听今晚不用跟周家那些人相处 婆母和周燕纷纷松了一口气 我瞧着他们的样子 心中有些疑惑 似乎周家三房很不好相处啊 一行人现在客栈底楼吃了晚饭 吃过饭 周燕兴冲冲地提议去航城街上逛逛 公爹忧心祖母的病情 自然没有这心思 婆母见此便道 阿燕 你带云儿去吧 我与你爹就不去了 我不想扫周燕的兴致 便和他一同出门了 可才出客栈的门 我就察觉身下有些不对劲 紧接着 肚子也开始隐隐作痛起来 我停下脚步 扯了下周燕的袖子 用仅有两人才听得到的声音道 相公 我好像来乐视了 得回客栈一趟 啊 周燕一听 愣了下 那需要我陪你吗 不用 我摇了摇头 你去逛夜市好了 我看得出来 他很想要出去玩 周燕脸上一闪而过的犹豫 最后点头道 那我回来给你带礼物 好 我笑着回答 待周燕离开后 我瞬间没了笑容 捂着肚子 由绿柳搀扶着回了客栈 客栈到底没有在家舒服 哪怕宫爹定的是 天字号 最好的房间 但依旧有许多不便 比如 我就必须得跟周燕一间房 而且 房间隔音效果又不好 几乎都能听到隔壁房客人说的话 我回房间一查看 果然是来乐视了 绿柳帮我铺好被褥 我便让他下去休息了 我自己卸了拆还 火机端来热水简单洗漱后 吃下故意配置的止疼药丸 先开被子睡去了 等再次醒来 外头天已大亮 身旁却没有人睡过的痕迹 周燕昨晚一夜未归吗 就在我疑惑时 外头响起敲门声 夫人 起床了 第118章 他已经对另外一个女人动心了 我穿好衣服 起身去开门 周燕端着早点 站在房门口 朝我热情微笑道 夫人 我陪你吃早饭啊 我侧身让他进门 周燕将早饭摆上桌 我洗好手才走过去 两碗熬得浓稠的小米粥 旁边是小笼包配着陈醋 还有一碟小咸菜 瞧着清爽又开胃 我端起小米粥 慢悠悠地喝起来 屋内一片寂静 我看着对面吃着小笼包的男人 开口问道 相公 你昨晚怎么没回房睡 鉴于这男人有赌博的前科 我不得不多个心眼 周燕咀嚼的动作一顿 双眸微闪烁了下 解释道 昨夜回来的有些晚 怕打扰你休息 我就让伙计在隔壁开了间房 我在隔壁防睡的 这样啊 我用筷子加了个小笼包 放入碟子里 小笼包的皮薄线大 又倒了些陈醋进去 轻轻一咬 满口汤汁 鲜美异常 周燕见我专心吃东西 并没有继续追问 内心松了一口气 我将小笼包吃完 抬头看向他 笑着问道 相公 航城的夜市好玩吗 好玩啊 男人一改刚刚的紧张样子 十分来劲道 夫人 你可不知道 这航城的夜市 不仅有吃的 玩的 还有唱大戏的 不少姑娘也会结伴出来玩耍 完全不像咱们合成 姑娘们一入夜 就被拘在家里 不许出来 因着后头那句话 我微微蹴了下眉头 下一刻 我壮丝漫不经心地问道 如此说来 航城的姑娘 肯定分外活泼可爱吧 那还用说啊 周燕想也没想就到 也不戴面纱 瞧着人就分外热情地打招呼 还会主动邀请人喝茶呢 我顺着男人的话 脸上带着笑意道 那昨晚小姑娘 请你喝的茶 好不好喝啊 一点都不好喝 周燕想也没想就回答道 还说是航城最好的酒楼呢 那壁罗春味淡的 男人说话到一半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闭上了嘴巴 眼中一闪而过的懊恼 得 被自家夫人 温柔乖巧的模样 给欺骗了 这下子 该说不该说的 全被套出来了 嘿嘿 周燕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神色有些不自然道 那傻 夫人你真是冰雪聪明 我才说那么几句 你就猜到了 我没有接她的话 只低头拿着勺子 轻轻舀着碗里的粥 所以这就是你昨晚上 不回房间睡觉的原因 不是怕打扰我睡觉 而是心里有了新人 周燕忙摇头道 不不不 这怎么可能呢 夫人 你可别瞎想啊 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好姑娘 我与她就在茶楼喝了会儿茶 长青和她的丫鬟都可以作证 我们没有任何愉悦的举止啊 大冬天 周燕出了一额头的汗 我瞧她如此紧张 笑着道 我自然是相信相公说的话 周燕松了一口气 正当她想要继续喝粥时 我又又又说了句 若相公真的欢喜那姑娘 只要她同意 咱们把她纳进府里就是 可嗨嗨 周燕被周呛着 直接咳嗽起来 不不不 我可没有这个想法啊 周燕连连摆手 夫人 你莫要开玩笑 我让长青打听过那姑娘 她出身富裕人家 那样好的家庭 怎可能同意自家闺女当妾啊 说完 她又加了一句 我俩就是朋友而已 朋友 我内心吃笑一声 来人和女人之间 还有单纯的朋友关系 就算真的有 那也不可能发生在 多情的周燕身上 还说什么 没有内妾的想法 结果一开口 连人家是什么样 家庭都知道了 这男人怕是存了 那妾的心思 可又发觉 女方家庭富裕 这才卸了那妾的心思吧 我也不拆穿周燕的 那点小心思 只淡淡到 是妾身唐突那姑娘了 一顿早饭 两人吃得各怀心思 周燕吃过早饭 就端着托盘 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让绿柳出去瞧了下 发现周燕 早已带着长青出去了 真的可以是一时兴起 年前周燕还跟我说 以后要做一对 举案其美的恩爱夫妻 这才多久 她已经对 另外一个女人动心了 男人的话 果然是最不能信的 我原还计划着 在她对我感兴趣时 克服内心的障碍 抓紧时间 怀上周家的孩子 但从昨晚 她连我的房间都没进看 我的这个计划 一时半刻是实现不了了 我正要为将来做打算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紧接着是柳妈妈的声音 少夫人 夫人让您准备一下 咱们要出发去 我硬了一声 因着周家祖母还在生病 所以 我在着装上 并没有下多少功夫 以素雅为主 身上豆绿色断袄 白绫青竹刺绣素裙 长发盘起 只鞋插了支白玉金簪 婆母对我的打扮 十分的满意 咱们是去探病的 太过华丽 反而适得其反 外头寒风凛冽 绿柳为我披上 青绿色的披风 走出客栈 两辆马车已在等候了 依旧是公婆一辆 我与周燕一辆 我往周围看了一圈 却没有发现周燕的身影 母亲 相公呢 我问道 她前头出门时说 自己会过去 咱们就不用等她了 婆母说完 有柳妈妈 扶着上了马车 到底是省城 就连青石板铺的道路 都比合成宽阔许多 两旁摊贩叫卖声 不绝于耳 从客栈到周三 老爷家并不算远 约某一刻钟 便到了目的地 我下马车时 周燕带着长青 也刚好过来 她立马走到我的马车旁 伸手将我扶下来 周三老爷年轻时 娶的是知府庶女 如今在杭城府衙 当个御司 周三老爷的宅子 距离合成市井大街并不远 不过 宅子也算位于闹钟取静之地 周围并没有吵闹声 公爹的随从 跳下马车上前敲门 没一会儿 看守房门的小司 推开大门 走了出来 你们谁啊 来我们周府干什么 小司语气并不好 连带着乔人的眼神 也透着轻面 我听着这话 有些惊讶 周燕的脸则直接黑了下来 语气极差地朝公爹问道 爹 三叔他这是又闹得哪出啊 第119章 瞎了你的狗眼是不是 公爹这几年一直顺风顺水 谁见了他 不笑眯眯地唤一声周老爷 如此这般 被个下人拦在外面 也是头一遭 他的脸色比周燕还难看 明明是周家三房写信给公爹 让他带着全家 来看望生病的母亲 结果 一家人被个守门的人 拦在外面盘问 这说明什么 说明周家三房的人 根本没有提前告知门房的小厮 我们要上门这件事 别说周燕黑脸了 我都觉得十分荒唐 知理术的人家 得知客人上门 都是提前跟门房的人打好招呼 唯恐他们怠慢了客人 周家三房如此行径 百明了就是瞧不起公爹这一房的人 想故意让我们难堪 周燕曾经在合成 可是小霸王的主 哪里能容忍下人这般轻贱自己 他给长青使了个眼色 长青立马上前 双手插腰 朝门房的人大吼道 喂 瞎了你的狗眼是不是 我家老爷 可是你们老爷的亲二个 听闻老夫人生病 我家老爷特地过来探望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敢阻拦我们 长青气势摆得足足的 一番话训的门房小厮 不敢吭声 小厮能给人看门 自然也是有些眼力劲的 他观察我们衣着不凡 通神的派头 也不是随便能装出来的 小厮再细细打量公爹的面容 嘿 你还别说 真跟自家老爷 有几分相似 小厮一惊 态度立马来了个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他对着我们一行人 点头哈腰道 哎呦 几位主子息怒 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说着 又做了个 这姿势 将我们往里头迎 快快快 主子们里面请 小的立马叫人去 请夫人出来 进了门后 小厮恭敬地 将我们安排在前厅 周家这宅子 从外头看普通 进了里面 却发现 他四处透着不凡 比如周家前院栽种的梅花 有公粉梅 红梅 玉蝶梅 龙油梅等 这些都是梅花中 珍贵品种 价格不菲 周家前厅摆放的桌椅 甚至是小叶紫檀木 制作而成 空气中 还能闻到淡淡的檀香味 因等待的时间有些长 我便在厅子里走了走 大厅的墙壁上 还挂着几幅画作 我细细看了下 都出自明家之手 有钱也难买不到 我心中泽舌 没想到周燕叔叔 竟这般有钱 就是不知道 这钱的出处干不干净 几人等得茶水都凉了 一个约莫三十几岁的女人 才慢吞吞走了进来 她身着飞红色刺绣断袄 青绿色绸裙 头上戴着贵气翡翠簪子 和金布瑶 婆母在我身旁巧声介绍道 她叫孙兰 是周燕三叔娶的媳妇 你叫她三婶便行 好 我轻声应下 二哥一家是吧 孙兰嘴角微弯 可笑容不达眼底 实在是对不住 我与夫君这几日太忙了 忘记同门房的人交代一声了 周三夫人保养得极好 皮肤白皙 眉目婉约温柔 瞧着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不过 看人是不能光看外表的 我们要来她 不可能不知道 她却寻了个忘记的借口 而在得知 我们在前厅等待 她依旧慢吞吞过来 以上足以说明 这位三婶 并不如表面那般和善 周燕憋了一肚子气 直接冷哼一声道 我看忙是借口 故意冷落 我们才是真吧 孙兰的笑容 戛然而止 这就是二哥的长子周燕吧 她神色淡淡道 听说 你在合成不学无术 成日里吃喝玩乐 还未成亲 便拿了好几房的小妾 搞得合成好人家的姑娘 没一个愿意嫁给你 女人这话一出 我的脸色也不太好看了 好吗 她一句话 直接骂了 我跟周燕两个人 什么叫好人家的姑娘 不愿嫁给周燕 这不是讽刺周燕 娶了个出身不好的吗 公公沉声解释道 阿燕已经喜心革面 她如今正跟着老师在读书 是吗 孙兰冷笑一声 这我还真是没看出来 周燕不干了 气急败坏道 喂 你什么意思 长辈说话 要你个小辈插什么嘴 孙兰一脸严肃地朝她训斥道 初见长辈不行礼 现在又出言不逊 这就是好侄儿 你从书里学来的规矩和礼仪 说完 孙兰又朝公爹道 二哥 你也别怪弟妹我多嘴 就她这模样 你可得可要严加看管才好 不然 今日顶撞长辈 明日便能干出更出格的事 公爹对她的话并没有回答 只冷冷问道 我三弟呢 孙兰觉得被人搏了面子 她好似没听到公爹的问话一般 只黑着脸讥讽道 也是 二哥不过就是个商人 又哪里需要什么面子 不像我家夫君 在航城当官 可十分洁身自豪 容不得自己的名声有半点不好 孙兰说着 用帕子捂着嘴巴 轻蔑地笑了起来 公爹垂下眼眸 眼下了不善和愤怒 他们是来探病的 不是来吵架的 周燕想上去理论 但被我阻拦了 在辈分上 周燕就比这女人差一倍 再说了 此事公婆都没说什么 她作为小辈不开口是最好的 公爹并没有被孙兰激怒 只淡淡道 三弟妹母亲怎么样了 劳烦你带我们去瞧瞧母亲 苏兰儿见我们不吵不闹 眼中一闪而过的失望 这些人还真沉地住气 竟没着她的蛋 否则 她还可以趁机狠狠奚落他们一顿 好叫这些粗鄙不堪的人知道 一个商户在她眼里 根本算不得什么 她道 跟我来吧 周家后院 比之前院的精致和奢华 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连周燕都察觉到了 嘀咕了一句道 航城一个看牢狱的小关 竟也有这么多的油水可以挂 因着声音轻 只有跟婆母听见了 婆母扯了下她的袖子 别乱说话 这三弟妹可是个厉害角色 万一让她听到些不好听的话 又得横生枝节出来了 几人走了一会儿 便来到一个名叫 竹园的地方 母亲就住在这里 孙兰说着 率先走了进去 竹园并不算大 笼共就三间房 周家祖母住的是中间最大的房间 推门入 一阵浓郁的药味 直冲鼻尖 孙兰微微皱眉 用帕子轻遮了下鼻子 开口道 母亲 您看谁来了 床榻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她的头上绑着抹额 面颊凹陷 嘴唇泛白 显露出的病态 许是我们进来前 老妇人正在训斥丫鬟 床边的两个丫鬟战战兢兢 一副欲哭不哭的样子 老妇人听着儿媳妇的话 皱着眉头 朝她身后看去 待乔见公爹时 老妇人瞬间情绪激动起来 周海坤 你个逆子 十几年 你来对老娘不管不问 如今你来干什么 干脆等老娘进了 棺材你再来算了 说完 她抓起丫鬟手中托盘上的药碗 就朝公爹砸去 第120章 吃喝拉撒 都得有人照顾 公爹听闻老太太的话也不解释 只抿着嘴唇 黑着脸站着 她瞧着飞过来的此晚 也不躲闪 倒是婆母怕砸伤公爹 吓得忙上前替她挡住 此晚砸中了婆母的后背 只听 哐当 一声 碗落地后 碎成了几块 嗯 婆母疼得皱了下眉头 公爹见婆母替她挡碗 动容地问道 夫人 你没事吧 亏得冬日里身上穿的厚 婆母并没有受伤 周家老太太 见碗没砸中自家这个不孝子 一口恶气梗 在胸口处 气得将床板拍得震天响 宋明珠 你个出生低贱的商户女 当年你勾引我儿子 让她放着好好的书不读 非要跟着你爹 跑去外头经商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个贱人 还是这般会演戏 连老娘教训儿子也要管 你 你存心要气死老娘是不是 婆母垂下眼眸 并没有吭声 周燕见老太太骂自己的母亲 气得想要上去与她对骂 我忙用手拦住她 轻声道 相公 有父亲在呢 我相信 公爹并非那种余孝之人 她肯定是帮着婆母的 再说了 此刻也不是周燕出头的好时机 科举击中学子的名声 她前头已经顶撞过孙兰了 若再与自己的祖母对骂 这不尊不孝的名声一旦传出去 今年的童生 是她 也别想参加了 因着我的动作 孙兰看了我一眼 这时 公爹将婆母护在身后 沉着脸道 娘 我说多少遍了 儿子经商跟明珠没有任何关系 儿子根本不是读书的料 这才求着岳父大人 带我一同经商 老太太哪里听得进去公爹的话 她指着婆母 就是一顿臭骂 孙兰则在一旁含笑看戏 到底还有我跟周燕这两个小辈在 眼瞧着老太太越说越过分 公爹毫不犹豫打断道 娘 你妈够了没有 三弟在信里 说您病得不轻 让我带着全家来探望 如今听着母亲这中气十足的怒骂声 想来 身子骨饰 没有任何问题的 既然如此 那儿子现在就带着妻儿回河城 你也就不用再生气了 一听公爹要回去 这下轮到孙兰慌了 他好不容易说服夫君 把二房的人叫来航城 这人要是走了 那是急不是又轮到他头上了 孙兰一想到这里 忙拦住要出去的公爹 二哥 母亲说的都是气话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女人好生好气地劝道 想来也是母亲太久没见二哥 情绪有些激动 这才说了些胡话 从静州宅到现在 头一次见孙兰如此和善 二哥 我让下人先带你们回前院休息 夫君先前去了王渊外家拜年 我已经让下人去寻他了 想来很快就会回来 孙兰边说 边给床边的丫鬟识眼色 丫鬟得了命令 立马上前安抚老太太 孙兰领着我们离开房间 老太太本想开口叫住我们 一旁的丫鬟 不知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 他脸色微变 不再说什么 我们回了前院没多久 周家三老爷果然回来了 二哥 好久不见啊 周三老爷一进门 便热情地朝公爹打招呼 相比较公爹偏身的皮肤 周三老爷白了许多 一身藏蓝色绸缎甲袄长袍 除了大富翩翩外 也是有几分儒雅气质 到底是亲兄弟 公爹瞧着周三老爷时 原本怒气的脸上多了几分笑意 我和周燕起身给周三老爷行礼 唤了他一声三叔 好好好 周三老爷笑眯眯地看我们 夸奖道 三哥好福气啊 侄子和侄媳妇 真真是狼才女貌 般配极了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公爹对这句话 还是很受用的 兄弟俩聊了一会儿后 公爹便问起老太太的病情 周三老爷叹了口气 语气带着忧愁道 年二十八的时候 娘非要闹着出门逛街 结果在路上摔了一跤 直接昏迷不醒了 我找了杭城好几个大夫过来瞧病 都说若年初一再醒不过来 就让准备后事 这把我吓得够呛 后来 年初一早上 我瞧着娘没有苏醒的迹象 就赶紧写了信 让人快马加鞭给你送去 结果那天晚上娘就醒了 大夫说人脱离了危险 大毛并没有 就是两条腿舌了 吃喝拉撒都得有人照顾 公爹虽然与老太太关系不好 可听弟弟说他 没有生命危险 倒也松了一口气 三爹 我们今儿来也来了 老太太也看了 我们二房与老太太的关系 你也是知道的 简直水火不相容 既然老太太已经没什么事了 那我们下午就动身回合城了 一听要走 周三老爷立马劝道 别别别 二哥 你们这好不容易来趟航城 就在弟弟这里住段时间 一来在航城好好逛逛 二来嘛 二哥 你说 你这当儿子的 都多少年没在娘跟前进过校了 说完 周三老爷又在后头加了一句 二哥 你可别看老太太对你凶 其实往日里她念叨最多的就是你 现在娘岁数也大了 你跟二嫂在她跟前静静笑 让她开心开心 也是应该的 我觉得 后头那句话 才是她想说的 看着她身旁孙儿猛点头的样子 我猜想 肯定是老太太性子难弄 孙儿照顾的怨声载道 这才想起了远在河城的公爹 想把烫手山芋塞给公爹 公爹虽不喜自家母亲 可一个孝子大过天 再加上周燕如今可是大儒的学生 他这个当爹的 也不能给儿子拖后腿 为了不被人按伤大不孝的名声 最后 公爹咬牙同意留下 至于世纪 婆母行会善良 又怎会真的让公爹去呢 最后 婆母揽下了世纪的活 还把我也给叫上了 我 真是谢谢啊 就这样 我们一行人的行李 从客栈搬来了周三老爷家 然后 以 市集 得理由 在周三老爷家住下了 下午刚收回完东西 婆母就来寻我 说 让我陪她一起去老太太屋里看看 婆母也急不喜周家老太太 她这说好听点 是让我陪 其实就是找我当帮手 不过 婆母平日里对我不错 我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去竹园的路上 我们还遇到了孙兰 和她的小女儿周盼盼 因着婆母揽下了照顾老太太的活 孙兰对着我们时 脸上的笑容都真成了许多 到了竹园 丫鬟正要伺候老太太喝药 老太太已经知道 我们留下来的事了 她本就不喜公婆 自然对我这个好媳 也没什么好脸色 老太太三脚眼 在我跟婆婆身上转了一圈 最后 枯树皮湿的手伸了出来 指着我道 你过来为我喝药 我 第121章 苏云 老娘活死了你 我瞧着老太太一指气屎的样子 感觉自己回到了前世 被沈老太婆支配的场景 但这一世的我 绝不会逆来顺受 正当我要上前时 婆母突然将我挡在自己身后 她语气带着恳切道 母亲 云儿年纪尚小 恐还不会服侍人 还是二席来 宋明珠 你算个什么东西 老太太刻薄的声音 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婆母的话 老娘想让谁是急 就让谁是急 还轮不到你个商户女来管 婆母被老太太 骂得抬不起头来 我以宽大袖子为掩饰 轻轻拍了拍婆母的手臂 无声朝她安慰 我知晓婆母的好意 她担心我被老太太磨搓 可如今见在弦上 没得我们选择 我低着头 十分恭敬地上前 老太太一双掉烧眼 带着审视的光芒 上上下下打量我 我恍若未见 伸手从丫鬟手里接过药碗 乖巧道 祖母 该喝药了 我低眉顺眼的模样 看起来听话急了 老太太的面色缓和了许多 由着我 将第一口汤要味到嘴里 你叫苏云 老太太将要吞下 开口问道 家中有几口人 父母做何迎上啊 回祖母的话 孙媳家中共有五口人 除了爹娘之外 上面还有一兄长 兄长几年前外出游学 尚未归家 下面还有一妹妹 妹妹去年也出嫁了 妹夫是位秀才 如今还在读书科举 至于家父 如今在合成开了奸学堂 以教书育人为主 祖母一听 皱着的面孔 终于露出了极许满意之色 不错 家里都是读书人 也算是书香门第了 她说着 冷冷看了眼 站在旁边的婆母 语带机翘道 老二 娶媳妇的眼光不怎么样 倒是给我孙儿 娶了个好人家的姑娘 老太太十分大声地朝我道 孙媳妇 你可比你那出身低贱的婆婆强多了 我 老太太 是在故意给我挖坑吗 我若印下这句话 那便是得罪了婆母 可我若不印下 那就得罪这老太太了 内心衡量一番后 我开口道 祖母这话 孙媳不敢苟同 名家有言 是农工商四名者 国之十名也 不管从事还是从商 都是国家的住食 不分贵贱的 所以 我与婆母的出身 并没有什么不同 婆母对我极好 且今后还要朝夕相处 傻子都知道 选择站婆母这边 因着我的一番话 老太太脸色瞬间大变 当我喂第二口药时 她的嘴巴才沾着汤药 就立马吐了出来 大叫道 小剑人 你想烫死我啊 说完 抬手直接扇了我一巴掌 我 婆母吓了一大跳 忙上前道 母亲息怒 于而她肯定不是故意的 那你的意思 是我冤枉她了 老太太坚声霸道 这小剑人 就跟你一样歹毒 什么书香门店 我看就是个 上不得台面的小门小户 我右手俯上发疼的脸颊 眼底一片灰暗 这汤药都凉了 哪里来的烫嘴 老太太分明 就是看我帮着婆母说话 心里头不舒服了 想借机教训我 祖母恕罪 孙媳不是故意的 我一脸惶恐之色 端着药碗 就想朝她下跪 可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下 手里的药碗 直接朝着老太太泼了过去 老太太尖叫出声 见蹄子 你找死啊 因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屋内其他人 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哎哟 祖母 对不起啊 孙媳实在是太不小心了 我慌乱地 拿起吊在她衣服上的碗 一脸无辜道 孙媳第一次试急 毛手毛脚 还请祖母见谅 你你你 老太太指着我的手都在发抖 一张老脸仗成了猪肝色 你知不知道 我这衣服 可是上好锦端制作而成了 整个行程龙共 也就三体而已啊 她可是好不容易 才从老三媳妇那里弄来的 再加上后期制作的费用 简直是昂贵的不行 若不是新年 她都不舍得穿啊 结果 这才穿了几天啊 就被苏云一碗汤药给毁了 这么贵重吗 我紧张又害怕到 那孙媳肯定是赔不起的 活该 让你打我 婆母看着老太太 气歪了嘴的样子 心头也是一阵畅快 不过 该做的样子 还是要做的 她忙上前朝我训斥道 于儿 你怎么喂药的 还不赶紧帮祖母收拾干净 是是是 我哆哆嗦嗦地上前 要帮老太太换衣服 可她这会儿瞧着我就来气 哪里肯愿意让我帮忙 不用你加好心 赶紧给我滚一边去 不不不 祖母 是孙媳不好 孙媳帮您换衣服 两人推拉肩 只听 刺了 一声 老太太胸前一块紧断面料 直接被我扯了下来 里头的棉花 全洒落在床上 老太太 我的紧断心衣啊 老太太爆发出滔天的怒吼声 看向我的眼神 恨不能射出刀子来 你个贱人存心的是不是 衣服洒了汤药 尚且洗洗还能穿 可扯坏的是 胸前的一大片布料 这如何补救 价值几百两的紧断衣服 算是彻底毁了 苏云 老娘活死了你 说完 她朝我扑过来 我吓得立马跪在地上 惶恐不安道 祖母恕罪 孙媳妇真不是故意的 话音刚落 老太太直接扑了个空 因着没人服 整个人从床上栽了下去 众人 等丫鬟们将老太太 抬回床上时 她的额头肿了个大包 嘴角也磕出了血 一副凄惨好笑的样子 婆母故作生气地朝我道 云儿 这里不用 你来照顾了 赶紧回去吧 他他他 老太太见我要走 胡伦不清地说了一句话 因着嘴唇流血的关系 谁也没听懂她话的意思 母亲放心 而喜晚间定会好好教训她的 婆母俯着老太太的后背道 母亲还是要保重身体 而喜先帮您 把衣服换下来 随后再请个郎中 过来给您瞧瞧 老太太气得两眼发晕 口齿也不清 最后只能任由婆母做主了 我迈着轻快的步伐 走出了房间 出了竹园 在经过另一院子时 里头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我本没多想 可没走几步 突然听到周燕的声音 我带着好奇走进那院子 却发现 孙兰和她的两个女儿都在 而他们对面 还坐着周燕和一年轻女子 打眼望过去 周燕与那女子的举止 竟有些亲密 我 第122章 竟还能让外男来招待女客 我瞧着这一幕 心里头瞬间炸毛了 我与婆母在屋里 伺候她那男缠的祖母 这人倒好 竟还有闲情雅致 跟别的女人调情 我直接走到周燕面前 雨带不悦地唤了一声 相公 好兴致啊 周燕原本正跟身旁女子聊天 乍一听我的声音 吓得直接从石凳上站了起来 苏苏苏 苏月 你你你 你怎么来了 她似被抓奸了一般 连说话都有些结巴 我毛手毛脚 不适合给祖母是吉 母亲便叫我出来了 说完 我看了眼她身旁的女子 神色淡淡地问道 这位姑娘是 周燕忙道 我来介绍 她叫孙一宁 是三婶的妹妹 家中排行第五 她下午来府里做客 三婶见我无聊 便把我叫过来 陪陪孙小姐 孙一宁一张圆圆的小脸 皮肤白皙 眼睛精亮又硕大 配着身上的粉色百合 刺绣夹棉如裙 衣服边缘 还有一圈白色的兔毛 乌黑的长发 梳成了锤挂剂 左右各粉色花朵图案的发簪 俏皮中带着些可爱 她趁着周燕介绍时 悄悄打量我 这样 我故作感叹道 航城不愧是大城 风气也比河城开放许多 竟还能让外男来招待女客 我这话一出 周燕满脸尴尬之色 就连孙兰的面上 也有些挂不住 苏云 你这话可就过了 孙兰面上一闪而过的心虚 随即便十分生气道 阿燕是我的侄子 伊宁又是我妹妹 两人说起来 也是有些亲戚关系的 大家凑一块说说话怎么了 周燕也帮衬着道 于儿 三婶这话说得没错 咱们都是沾亲戴故的关系 我也算不上什么外人 陪陪孙小姐 也不算什么失利的事 瞧着这两人接连解释的样子 我眨了眨眼睛 不解道 我也没说 你们这做派失利啊 反倒 你们自己做贼心虚似的 搞得到有些此地 无银三百两了 周燕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对了 相公 我似想到了什么 朝周燕提醒道 既然都是亲戚关系 那你换三婶的妹妹为孙小姐 可就显得有些不礼貌了 啊 周燕一愣 下意识问道 不叫孙小姐 那我该叫她什么 与三婶同一辈分 又家中排行第五 你便该换她一身舞仪 我声音极大道 周燕 孙一宁 我不要当什么舞仪 孙一宁一张小脸 瞬间垮了下来 从石凳上站起来 嘟着嘴巴 跺着脚朝周燕道 燕哥哥 你若敢叫我舞仪 我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这么快 连燕哥哥都叫上了 要说这两人之间没点东西 打死我都不信 周燕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最后还是轻声哄着小姑娘道 好好好 你放心 我不会叫的 我还是叫你孙小姐 好不好 孙一宁终于开心了些 随即她又脸颊微红 夹着声音道 其实 其实我还是更欢喜 昨晚夜市上 你叫我的小兔子姑娘 我 昨晚夜市 原来周燕早上说的姑娘就是她 周燕挠了挠头 有些难为情道 那个 昨晚不是不知道 你的名字吗 如今知道了 还是换姓势比较好 听着这两人旁若无人的交谈 孙兰面上毫无变化 我心中一沉 她竟也知道 这两人的昨夜之事 我不由得看向孙一宁 她到底是刚好下午来周家做客 还是查到了周燕的身份后 特地过来接近她 不管是哪个原因 我觉得 我都有必要提高警觉 孙一宁被周燕哄开心了 她一脸羡慕地看向我 云姐姐 你可真是太有福气了 能找到像燕哥哥这样长得英俊 还会哄人的像公 说完 她露出失落的表情 继续道 不像我 过了年都17岁了 还是找不到心仪的对象 我要是能找到像燕哥哥这般好的男人 当另一半就好了 我 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哎呀 姐姐 我是不是说得太直白了 孙一宁捂住嘴巴 大大的眼睛 带着无辜和羞涩 其实我平时都不怎么跟人说 这种话的 可能是燕哥哥 实在是太好了吧 让我有些口不择言了 说话时 她又俏皮地吐了下舌头 害羞道 大家不会笑话我吧 我 亏得中午没吃多少东西 孙岚干干地笑了两声 不会 不会 五妹妹天真率性 谁会笑话你啊 周燕也赶紧道 是啊 是啊 孙一宁见我不说话 嘴角微微一扁 伤心道 姐姐 你怎么不说话呀 难道你会笑话我吗 我 我为什么不是个哑巴 看着女孩瞪大眼睛 一副眼巴巴等我说话的样子 我嘴角抽出了下 不 不会 孙一宁一听 开心道 我就知道 姐姐是个心善的人 不过 姐姐 你知道吗 燕哥哥前面一直跟我说 她的夫人总是管着她 还不许她做这个 不许她做那个 所以啊 我还以为你是个又凶又汉的母老虎呢 现在见到姐姐真人 这才发现 燕哥哥说的根本不对 姐姐哪里凶汉了 根本就是个温柔漂亮的娘子嘛 说完 她自来熟地挽住我的胳膊 朝周燕开玩笑道 燕哥哥 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是一宁漂亮 还是姐姐漂亮呀 看似开玩笑 我却觉得 她是故意问这个问题 我对于孙一宁的碰触有些不喜 想抽回被她搂住的胳膊 却发现这女人搂得极紧 根本挣脱不开 周燕因为这个问题 脸上闪过慌张 打着哈哈道 都好看 都好看 小姑娘明显不喜欢她的回答 红燕燕的嘴唇嘟起 不开心道 燕哥哥 你的回答也太敷衍了 周燕一边傻笑 一边拿眼睛 小心翼翼地看向我 我对这个装傻充愣的孙家小姐十分不喜 便开口道 祖母双腿不便 婆母那边可能会忙不过来 你们继续聊 我过去瞧瞧 好呀 孙一宁立马松开了我的手 姐姐 那你快去吧 我离开院子时 孙一宁清脆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燕哥哥 你怎么能撒谎呢 明明你昨晚还夸我年轻漂亮呢 第123章 你无不无耻啊 我眸光微沉 却没有停下脚步 而身后传来周燕温柔的轻哄声 我心头涌起一股气氛 这男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回自己院子的脚步一掷 沉思片刻后 干脆转身再次去了竹园 我进门时 老太太已经换好衣服 因着大夫还没来 老人家躺在床上哼哼唧唧 婆母见我回来十分惊讶 她瞥了眼床上的老太太 见老人家并没发现我 这才松了一口气 婆母走出来时 将第一道帘子放下 她把我拉出房间 压低声音道 不是让你回去吗 怎么又回来了 老太太正心疼那紧端衣服呢 若让她瞧见你 可有的你瘦了 说完 婆母伸手 把我往外推 快回去吧 我并没有走 只低垂着头 语气闷闷道 母亲 我在隔壁院子 瞧见相公了 阿燕 婆母一愣 不解道 那你怎么没跟她待一块 还要往这里跑 我在婆母瞧不见的地方 狠狠掐了下身上的肉 下一刻 眼眶瞬间通红 声音带着哽咽道 相公身旁还有个女孩子 他们有说有笑的 我不好 去打扰他们 你说什么 婆母惊呼道 阿燕昨天才到的航城 她哪里认识来的其他女孩 儿子什么德行 她是再清楚不过的 年花惹草 四处留情 那女孩是三婶的妹妹 家中排行第五 是你三婶的妹妹啊 婆母松了一口气 那没事的 两人差着备份呢 我面色委屈 有泪水在眼眶打转 虽然差着备份 可相公去换她孙小姐 而且 两人也不是今天才认识 他们在昨晚的夜市上就相识的 昨夜 他们还去茶楼喝茶了 婆母 一颗才放下的心 瞬间又提了起来 小兔崽子 简直是死性不改啊 如今连她三婶的妹妹 都敢招惹了 她三婶娘家是什么身份 航城的知府啊 弄得不好 还得连累她大姑和三叔两家 婆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她拉着我的手 柔声安慰道 鱼儿 你别胡思乱想 阿燕跟她三婶的妹妹 定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啥 她们如今还在院子里吧 我过去瞧瞧 婆母嘴上说着没关系 可离开时 走路的步伐愤外凌乱 若周燕招惹的女子地位低 实在不行 把人纳进府里 当妾也就算了 可那是知府大人的女儿啊 别说当妾了 就是给周燕当正妻 人家都不一定看上她这个商户之子 看着婆母离开的背影 我的面容恢复冷漠 伸手擦掉眼角的泪水 连婆母都知道 不能随便招惹知府的女儿 周燕却还同那女孩走得如此近 简直是个惊虫上脑的蠢货 婆母一走 我也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出了竹园 远远看到 婆母将周燕叫出来 臭小子 你是不是昏头了 婆母黑着脸 训斥道 那姑娘可是知府大人的掌上明珠 你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 她那样有身份的女孩 是你一个娶了妻的商户儿子 能招惹的吗 周燕被骂的脸色十分不好 娘 你在胡说什么 我跟孙小姐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而已 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些乱七八糟关系 普通朋友 婆母冷笑一声 你当你娘 我演瞎呀 刚刚我进去时 她对着你做什么 她在为你吃东西呀 这是普通朋友能干出来的事 还是说 航城的风气 已经开放到如此地步了 娘 周燕不约道 那是个误会 前度我吃到苛苦花生 孙小姐 说她手里的好吃 这才给我吃的 她可以放你手里 为什么偏要喂到你嘴里 婆母反驳道 她喂到你嘴边 你可以拒绝 那你为什么又张嘴吃了 你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就你肚里的那点花花心思 我还能不知道 周燕低头不吭声了 婆母又低声抱怨道 你三神也是个不知轻重的 竟眼睁睁纵容 你跟她妹妹这般放肆 说完 她又狠狠戳了下周燕的额头 警告道 别忘了 你现在可是有妻子的人 而且 今年还要参加同声事 娘拜托你了 少想些有的没的 把心思放在该放的地方吧 就在这时 一颗无辜的脑袋 从月亮门探了出来 婆母 燕哥哥 对不起 我害得你被婶婶骂了 孙英宁一脸歉意地朝周燕说完 又转头看向婆母 夹着声音撒娇道 婶婶 你就别骂燕哥哥了 这件事都是燕哥哥的错 燕哥哥在家 习惯跟哥哥们相处习惯了 一时忘记 燕哥哥并非燕哥哥的兄长 这才有了刚刚有失分寸的行为 若婶婶生气 想骂人的话 就骂燕哥哥好了 孙小姐 周燕因她的话 满脸动容的表情 不过 婆母并不吃她这一套 面容冷淡道 孙小姐 您与我三弟妹是姐妹 那便是与我同辈 您不该换我婶婶 而该叫姐姐才对 说完 又加了一句 还有一只辈分 阿燕是您的侄儿 您往后也别再叫她什么燕哥哥了 就叫她侄子好了 小姑娘一双眼睛 都瞪得犹如同龄一般大 不敢置信地看向婆母 她才几岁啊 这辈分 不是把她叫老了吗 孙依宁根本不愿意这般叫 可又估计 婆母是周燕的母亲 最后 一张圆脸憋得通红 婆母也不再管她 只瞪了眼周燕 没好气道 云儿来航城也有两天了 你也不带她出去逛逛 就知道跟人私混 还不赶紧回去陪云儿 哦 周燕心不甘情不愿地应了一声 就在男人离开时 孙依宁依依不舍地喊道 燕哥哥 周燕不子一致 但还是走了 婆母见此 也回了竹园 继续照顾老太太 孙依宁留在原地 气得直跺脚 我孙依宁想要的 就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说完 女人转头回了院子 看完闹剧 我也回了居住的院子 绿柳被我留下来收拾东西 小丫头见我回来 小声提醒道 少夫人 刚刚少爷回来 她似乎心情 很不好 我知道 好事被婆母搅黄 心情好 才怪 当我进屋时 一只茶盏砸在我的脚边 紧接着 周燕气愤的声音响起 苏云 你以前的贤惠和大度 去哪里了 我不过就是跟孙小姐 说几句话而已 你竟然往我娘面前说我坏话 告我黑状 你无不无耻啊 第124章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我听着男人的讥讽声 并没有出口解释 甚至都没有看他一眼 直接就往里屋走去 周燕见我不搭理他 一把抓住我的手臂 立声吼道 苏云 你耳朵聋了吗 老子再跟你说话 男人动作粗鲁 我被扯得身体亮枪了下 待站稳后 我毫不犹豫地 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姓周的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老娘在他祖母那里受气 他却背着 我跟别的女人风花雪月 到头来 还要怪我小气不大度 跟他娘告黑状 周燕干得装装渐渐 全踩在了 我的恼火点上 既然他放着 好好的日子不打算过 那我又何必委屈自己 直接干就完了 啪 清脆的声音 响彻整个房间 正要进来的绿柳 刚好瞧见这一幕 跨入房间的脚 又悄悄缩了回去 顺带还帮我关上了门 苏云 你敢打我 周燕捂着发疼的面颊 气急败坏地吼道 打你怎么了 我毫无据意地迎上他气愤的面旁 甚至眼中还冒着一粗粗的小火苗 周燕 是不是我这几天对你太好了 以至于让你忘记 我苏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了 周燕 说话间 我走到桌子旁 拿起茶盏 就往他脚边一砸 男人吓得往后跳 摔个东西 就觉得自己牛逼轰轰了是不是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怒骂道 老娘不搭理 你是给你面子了 没想到你个蠢货 还蹬鼻子上脸 非要上杆子过来挨臭 行啊 那我今天就把话放这里了 我语代威胁道 下次你要敢再冲我甩脸的发脾气 当初那只没扎进你脖子的毛笔 就会直接捅进你的胸口 说完 我狠狠戳了下他的胸口 周燕脸色一白 直接后退了两步 见我不像说假话 男人露出几分距异 人也变得老实了 非要让老娘动真格才消停 这男人真是犯贱 周燕被我一番话 吓得气势立马 矮了一截 摸了摸鼻子 底气明显不足道 苏云 你 你说 你发那么大的脾气干什么 我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而已 你那是跟我说话的态度吗 我丝毫不惯着他 露出计较道 我看 你刚是想吃了我吧 周燕 我拜托你 别把所有人 都想得跟你自己一样蠢行不行 我毫不客气地继续输出 你对孙小姐那点心思 也就只有 你自己觉得 自己伪装得很好而已 我在这里提醒你一句 你自己做死也就算了 别到时候 连累周家所有人 替你的风流债陪葬 周燕一听 眼皮一跳 道 苏云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周燕 你真以为我是因为 嫉妒你跟孙小姐走得近 所以才去跟婆母说这件事吗 难道不是吗 男人反问 我差点被她的自信给气笑了 你也太看得起 你自己了 周燕面露窘迫 其实 我对那个孙一宁 是有些印象的 前世沈墨青三元吉吉 高中状元回乡时 知府大人还宴请他去做客了 九过三旬时 知府大人直夸沈墨青有才华 还分外可惜 沈墨青已娶妻 不然 他可以将自己的小女儿嫁给她 沈墨青因做不成 知府大人的成龙快婿 回家对我狠狠抱打了一顿 因着这件事 我托人打听了知府小女儿的情况 那小女儿就叫孙一宁 是知府的老来女 故而知府分外疼爱她 如今若要让她知道 完裤子周燕 招惹了自己的宝贝小女儿 恐怕弄死整个周家的心都有 我收回心思 冷冷道 周燕 我不妨告诉你 今天你 但凡你看上航城的其他姑娘 只要那姑娘和她家里人同意 我二话不说 就给你把她纳了 可孙一宁她不一样 她可是知府的女儿 整个航城百姓的生杀大权 都掌握在她爹手里 她那样的女孩 女儿能给你当妾吗 你就是给她正妻的位置 人家当知府的爹 也看不上你 周燕忍不住嘀咕道 谁说让她给我当妾了 我 我就是瞧着她可爱 想跟她当的朋友而已 朋友 我冷哼一声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周燕 你惊虫上脑 去跟人家玩玩 那你能保证 人家小姑娘 也只是跟你玩玩吗 周燕 万一人家情窦初开 非你不嫁 到时候你怎么办 周燕 周燕 千万别玩火 我再次警告到 小心引火上身 最后烧得全家都不上 将憋在心里的话 和火气发泄出来后 我只觉得 哪儿哪儿都舒畅了 果然 这人遇到是不能忍着 该发疯时 就得发疯 看着沉默不语的男人 我也懒得再搭理他 直接转身回了李屋 一进屋 我便给自己倒了杯水 茶壶里的水微量 一饮而尽后 我的心思也清明了许多 我本以为这自己会在周家一辈子 可如今看来 恐怕也不一定了 计划有变 那我就得做两手准备了 除了当周家的主母外 还得留一条 离开周家的后路 周家晚饭时 孙一宁依旧在 孙兰说 孙一宁在家无聊 打算在他这里住一段时间 女人说这话时 公婆和周燕的脸上 都露出了微妙的表情 不过 周燕想来 是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一顿晚饭下来 她基本没有主动 跟孙一宁说过任何话 这惹得孙一宁 看她的眼神 都透着委屈 晚饭后 婆母催促周燕 带我去逛夜市 如此一来 也能躲着些孙一宁 可孙一宁一听逛夜市 立马说 自己也想去 周燕一闪而过的犹豫 最后还是拒绝了 孙一宁露出湿弱的表情 眼泪汪汪道 那好吧 既然燕哥哥不同意 那我只能回屋看书了 就在这时 周家三老爷笑着开口道 五妹妹 不就是逛夜市吗 多大点事啊 让你姐姐陪你去救市了 真的吗 孙一宁立马开心道 那就谢谢姐夫了 我与周燕先出了周宅 此时华灯处上 航城街上人头攒动 繁华又热闹 因着白天的事 我俩谁都没说话 气氛有些尴尬 走到半路时 一位挽着花篮的小姑娘 朝周燕道 少爷 给您夫人买朵花吧 周燕看了我一眼 伸手掏出钱袋子 朝小姑娘问道 多少钱一朵 五文钱 小姑娘开心道 就在男人掏钱时 旁边一道惊喜的声音响了起来 燕哥哥 好巧呀 你也买花吗 我 怕不是巧合那么简单吧 第125章 康他人之楷 替自己博好名声 周燕付钱的动作一顿 循着声音望过去 只见孙一宁提着裙摆 朝他小跑来 一身粉色如裙的年轻小姑娘 如蝴蝶般跳动着 在昏黄灯光的沐浴下 可爱的四下 反小仙女一般 周燕看得入了迷 甚至忘记 将钱递给卖花的小姑娘 我看着这一幕 脸色微微发沉 看样子 他是真的陷进去了 相公 发什么呆啊 人小姑娘 还等着你给钱呢 我冷冷提醒道 哦 哦 周燕回过神 忙将钱递给小姑娘 这时 孙一宁刚好跑到这边 他微微有些喘气 女孩见周燕给我买花 大大的眼睛眨巴了好几下 用十分羡慕的语气朝我道 哇 姐姐 我好羡慕你啊 眼哥哥竟然给你买花啊 说完 他又露出失落的表情 道 哪像我 都没有人喜欢 也没有人送我花 孙一宁刚说完 孙兰立马接话道 我们家一宁这么可爱漂亮 怎么会没人喜欢呢 来我们孙家求去你的人啊 都快排到城门口了 说完 孙兰看了眼周燕 自来熟道 不就是一朵花吗 阿燕你多买一朵 送给一宁就是了 真的可以吗 孙一宁满脸稀奇地问道 周燕有些犹豫 这 若换作以前 他为了讨好小姑娘 别说一朵花了 就是一整篮子都无所谓 可自打下午 听了自家夫人的一番话后 他就不敢再跟孙一宁乱调情了 孙一宁见此 垂下眼眸 分外失落道 算了 姐姐 燕哥哥既然不愿意 你就别逼他了 孙兰也有些不悦了 阿燕 你家里这般有钱 怎么连一朵花都不愿意买啊 也忒小气了 孙兰这么一说 若周燕不买 反倒成他小气了 周燕骑虎难下 他又格外要面子 最后递给小姑娘十文钱 买了两朵花 谢谢 谢谢少燕 小姑娘因为卖出了两朵花 小小的脸上满是开心的笑容 周燕将手里的花 分别递给我跟孙一宁 孙一宁接过花时 脸上露出羞涩的表情 不过 当他瞥见我手里 与他一模一样的花时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 小姑娘大大的眼珠子 滴溜溜地转了几圈 突然朝周燕道 燕哥哥 你看呀 这个卖花的小妹妹 好可怜哦 过年本来是团聚的日子 他却要克服黑夜的恐惧 还要忍受凛冽的寒风 独自一人瑟瑟发抖地 在街上卖花 孙一宁说着 仿佛能感同身瘦一般 甚至连眼眶都红了 卖花的小姑娘 原本都要走了 听着她的话 单纯的小姑娘忙解释道 姐姐 其实我不可怜的 我家就在 没等小姑娘把话说完 孙一宁又哀求地语气道 燕哥哥 不然你帮帮她吧 周燕顺势问道 你要我怎么帮 你把她的花都买了吧 这样她就可以早早回家 跟家里人团聚了 小姑娘一听 要买她所有的花 原本都到嘴边的那句 不远处 的话 到底还是咽了下去 孙兰儿在一旁感慨道 我们家五妹妹 真是太善良了 瞧着可怜的人 就想帮忙 我忍不住道 孙小姐 既然你瞧着小姑娘可怜 你怎么不把所有的花都买了 自己要做好事 为什么让周燕掏钱 康他人之楷 替自己博好名声 无不无耻啊 孙一宁一听我这话 一脸无辜道 姐姐 你这话也未免太无情了 做善事 难道还要分你我吗 你做我做不都一样啊 这时 人傻钱多的周燕 也帮她说话 夫人 没关系的 反正做善事嘛 谁掏都一样 说完 她从荷包里 拿出一定银子 递给买花的小姑娘 瞧着这一幕 孙一宁松了一口气 她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 年前为了过年能美美搭 便拿出自己所有的钱 买了洗衣服 和新手饰 若要让她 买那一篮子的花 她还真掏不出这么多钱来 小姑娘没想到 有人竟会 买下她所有的花 收钱时激动得不行 当她要把花递给周燕时 孙一宁抢先一步 接过她手里的花篮 笑得十分温柔道 好了 花都卖光了 你也快快回家 跟亲人们过年吧 嗯 小姑娘开心地点了下头 转身就跑掉了 孙一宁抱着一篮子的花 朝周燕甜甜道 燕哥哥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竟然把一篮花都送给我 周燕 我没说送你啊 孙一宁一脸感动道 燕哥哥 谢谢你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似乎不送 都有些说不过去了 周燕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生气 心下松了一口气 摸了摸鼻子 朝孙一宁道 不 不用谢 孙一宁将手里一篮子的花 朝我扬了扬 故作俏皮地开玩笑道 姐姐你看呀 燕哥哥只送你一朵花 可他送了我一篮子 我听着他得意的话 内心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好幼稚的行为 有了孙儿和孙一宁的加入 原本的二人行 直接变成了四人行 孙一宁就像只麻雀一样 对着周燕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起初 周燕还是只分寸的 并没有怎么搭理孙一宁 可一个娇俏可爱的小美女 对着你 又是撒娇又是发嗲的 恐怕是个男人都忍不住 果然 没过多久周燕就沦陷了 两人旁若无人的说说笑笑 举止亲密 再后来 周燕甚至将我遗忘在身后 这时 孙一宁走到我身旁 顺着我的视线 看向前面正在猜灯迷的两人 开玩笑道 阿燕跟我五妹妹 瞧着是不是很登对啊 我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妹妹都跟有夫之夫勾搭上了 你不去劝着她点 反而跑我这里来嘚瑟 唉 孙兰感叹道 也就是阿燕取妻取早了 但凡晚一点 她与我家五妹妹肯定就成了 我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毫不客气地反问道 三婶 周燕要真跟你五妹妹成了 你说 她是跟着你家五妹妹叫你姐姐呢 还是你家五妹妹跟着周燕 叫你一声三婶啊 孙兰 唉 我学着孙兰刚刚的样子 感叹道 亏得周燕取妻取得早啊 不然这两人要成了 那两家的辈分可就全乱套了 你 孙兰铁青着一张脸 气急败坏地看着我 我无视她生气的样子 静止朝周燕和孙一宁两人走去 相公 时间不早了 咱们该回去了 我冷着脸朝周燕道 男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她依依不舍地看了孙一宁一眼 才对我道 好 见她要离开 孙一宁一把拉住她的袖子 嘟着嘴巴道 燕哥哥 你再陪我一会儿吗 好不好 就在这时 几人身后的孙兰 突然蹲下身 低呼道 哎呦 我的脚 一旁的丫鬟连忙上前问道 夫人 您怎么了 孙兰捂着自己的脚踝 一脸痛苦道 我 我好像崴脚了 啊 孙一宁大吃一惊 担忧道 姐姐 严不严重啊 要不要送你去医馆看看 孙兰摇了摇头 不用 就是不小心崴了下而已 回去休息 一下就好 说完 她朝我道 苏云 你送我回去吧 我 第126章 她是狗改不了吃屎 孙兰见我没动 眉头轻不可闻地皱了下 家中语气道 苏云 我崴脚了 你赶紧送我回去 我面色冷淡地看着她 身体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从我与周燕出门开始 绿柳和长青 便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后头 这会儿 听孙兰叫我扶她回去 气不过的绿柳 直接跑了上来 站在我身边 不服气道 三夫人 恕奴婢多嘴 您是和孙小姐出来的 要送也该是孙小姐送您回去才对 何况我家少夫人若送您回去 那就独留孙小姐一人在街上了 您能放心吗 孙兰儿下意识到 哪里是一个人 这不是还有阿燕在 夜市人多嘴杂 孙小姐是带字归中的姑娘 我家少爷又是有妻事的 他们俩单独游玩夜市 您就不怕这事传出去 坏了孙小姐的名声 绿柳说完 又故意加了一句 还是说 您根本就是故意想支开我家少夫人 好留下孙小姐和我家少爷独处的时间 你瞧瞧 连个丫鬟都能看出 孙兰儿这拙劣的手段 小丫头说的义正言辞 孙兰儿和孙一宁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你个死丫头 胡咧咧什么东西 被戳穿心思的孙兰儿 恼羞成怒 朝我胸道 苏云 你就是这般管教吓人的 童主子说话 如此没规矩 我抬头淡淡道 三婶 绿柳没有没规矩 她说的都是事实 说完 我朝附近的人看了下 继续道 夜市上人多 三婶若觉得自己没错 我们可以随意拉几个人来问问 当姐姐的抛下妹妹回家 任由她更有有妇之夫夜游市集 这做法到底对不对 你 心虚的孙兰儿 哪里敢真的拉人询问 夜市人多 万一被熟悉的人认出来 到时候这事情传进父亲和祖母的耳中 她一个出嫁的小小庶女 怕是得掉一层皮不可 甚至还要连累自家男人的官职 孙兰儿左右为难 这时 孙一宁眨着眼睛 一脸单纯地朝我道 云姐姐 你就不要再同我姐姐争执了 我知道夜市好玩 你若不想扶 姐姐回去就直说 找这么多借口做什么呀 可能姐姐住的河城 就是个小县城 所以风气并未开化 其实在我们航城的话 男男女女在一块 玩是件很正常的事 旁人不会误会的 说完 她走到孙兰儿身旁 扶住她的手臂 撞丝大度道 姐姐 既然云姐姐想光夜市 不愿意扶你回去 那妹妹 我送你回家吧 孙兰儿一听 神色微变 忙道 依宁 其实姐姐的脚已经没 五妹妹的脾气 她是了解的 一旦坏她好事 那自己也别想好过 孙兰儿话没说完 孙一宁十分善解人意道 姐姐 没事的 反正夜市随时都能来逛 可你伤了脚弱耽误治疗 就是大事了 孙一宁表现得越善良 便显得我刚刚的行为 越发小心眼 周燕果然就生气了 她语气不善地朝我道 苏云 你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分不清 事情的轻重缓急啊 这夜市什么时候不能逛 偏非要挑今晚 若因为 你耽搁了三审治疗腿伤 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说完 她走到孙兰儿身边 语气温和地解释道 三审 苏云在乡下长大 没见过什么世面 瞧着航城的夜市就迷了眼 做事情不管不顾的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说完 她扶住孙兰儿另一边手臂 道 我替她送您回去 孙兰儿没想到 周燕也会扶她回去 看着另一边搀扶自己的孙英宁 眼底闪过一抹喜色 可真是歪打正着啊 这两人又有独处的机会了 不过 这会儿样子 还是要做做的 孙兰儿顾作为难道 阿燕 这 不太好吧 你走了 那就胜诉于一个人 这有什么 周燕语气不太好道 她不是喜欢逛夜市 那就一个人逛得够吧 听着这话 孙兰儿朝我投来胜利的笑容 孙英宁替我说话道 燕哥哥 你还是陪陪云姐姐吧 一个人 逛夜市很无聊 也很可怜的 孙小姐 你就是太善良了 周燕说着 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放心 有她那伶牙利齿的丫鬟陪着 她根本不会无聊 说完 她扶着孙兰儿走了 看着三人离开的背影 绿柳气得直跺脚 少爷昏头了是不是 怎么跟那两个女人走了啊 她不是昏头 她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收回视线 见小丫鬟腮帮子都起鼓了 安慰道 好了 别气了 待会儿带你去买好吃的 少夫人 少爷这般对您 您怎么不生气啊 绿柳又气又怨道 少爷好不容易跟您缓和了关系 奴婢还盼着您早日诞下周家长子呢 可如今被姓孙的那狐狸精绞成这样 也不知道 少爷还能不能回心转意 周燕这种男人 我当初也就想要他的种子而已 为他生气 不存在的 绿柳 你要记住 能被抢走的男人便不算良人 咱们女人得为自己活 为个男人生气又担心了 不知道 说完 我拉着绿柳高高兴兴地逛起了夜市 你还别说 没了周燕和孙家 俩姐妹打酒 这夜市比之前好逛多了 我带着绿柳 买了一堆好吃的 还给她买了猪花和耳环 小丫鬟 笑的小虎牙都出来了 逛到最后的摊位时 瞧见一对年轻兄妹在卖书籍 相比较其他摊位的热闹 兄妹俩的摊位显得十分冷清 我有些好奇地走过去 在摊位前翻了翻书籍 发现都是些古书籍 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还有些医书 以及奇门巧技类的书本 故意欢喜研究医理 我便将里头的医书 全部挑了出来 这些书一共多少钱 我问道 那兄长上前 大致算了下道 十两银子 十两 绿柳 惊得拔高声音 一共就五本书 还都是旧的 你抢钱呢 那兄长的脸色 立马沉了下来 十分不悦道 你懂什么 这些都是名家藏书 若非不得已 我才不会拿出来卖 既然不想卖 那就别卖啊 绿柳冷哼一声道 搞得好像谁比你似的 你 那兄长气得想跟绿柳争辩 一旁的妹妹忙拉住她 露出笑容道 这位夫人 我大哥性子耿直 您别介意 这样 您若诚心想要这些书的话 就算您扒两银子 好不好 说完 又十分热情地推销道 这些书都是孤本 极为难得 一般的书铺根本买不到 八两银子 真的很便宜了 我点了点头 包起来吧 妹妹见我掏钱 分外开心道 好好好 我给您包起来 阿荣 这书就这么卖了 那兄长一脸不舍道 哥哥 今非昔比 这些书再珍贵 若换不成钱来填饱肚子 与我们而言 也是无用的 妹妹一边说 一边手脚麻利地 把书包起来 夫人 您的书 我接过书 将银子递给她 妹妹有些惊讶道 夫人 您给多了 刚刚说好十八两 没事 我笑着道 看得出你兄长 极为爱惜这些书 让她割爱 也是难为她了 妹妹 朝我连连感激 她那兄长 也为刚刚对我们的 不友善态度道歉 说话间 我随口问道 你们一直都是靠卖书籍为生吗 妹妹摇了摇头 现在是生活所迫 所以我们 才会变卖书籍 说着 她露出崇拜的表情 我兄长很聪明的 她自幼熟读四书五经 往后也是要参加科举的 等过完年 我就寻个赚钱的活计 公兄长读书 你倒是个好妹妹 我笑着道 可是公哥哥读书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没事 妹妹目光坚定 传到桥头自然直 我张牙雅有手有脚 向来不服输 还能叫生活给压垮不成 我阴着她的话 微微愣了下 看着眼前的小姑娘 又重新问了一遍 你说 你叫什么 妹妹有些不解 重复了一遍 张牙雅雅 张牙雅 是我前世知道的 那个张牙雅吗 我看着她的兄长 忍不住问道 那你兄长叫什么 你们来自哪里 张牙雅雅虽然有些奇怪 不过 还是诚实回答道 我大哥叫张长风 我们乃陆城人士 张长风 张牙雅 陆城人士 没错没错 真的是这两人 我极力忍着内心的激动 朝他们二人道 这些书我都买下了 你们算算多少钱 啊 兄妹俩一阵诧异 妹妹不敢相信地问道 全 全要吗 嗯 绿柳在一旁 急得扯我衣袖 小姐 你买那么多旧书做什么 我有我的用处 我轻声道 张牙雅忍不住朝我道 我知道夫人宁心善 不过 我与兄长日子虽清平 可也是过得下去的 你不用因为可怜我们 就买这些书的 张姑娘言重了 我买这些书 自然有我的用处 说完 我看着她道 张姑娘如今还没寻到活节 不如我聘你 为我做事如何 张牙雅 啊 第127章 糟糕 被发现了 面对张牙雅的疑惑 我笑着道 放心 我不是坏人 之所以想聘你 一是觉得 与你有演员 二是 你聪慧能说 觉得你挺符合我心中人选的 许是我说的真诚 张牙雅犹豫了下 问道 我能问一下 您找我是打算 让我干什么呢 我听她这样讲 心中猜测 她是有几分意愿的 我手里有些私产 聘请男子 怕被人传闲话 所以 想寻个女子 为我打理产业 我也怕自己太主动 惹得她疑心 故而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加了一句道 瞧我这记性 竟连最重要的都忘记问了 张姑娘 你识字吗 我想聘请的女子 是要会识字看账本的 若你不会的话 那就有些可惜了 你也当我前头的话 没说过吧 张牙雅一听 忙道 我自幼跟着兄长读书识字 看账本也不在话下 我松了口气 露出开心的表情 那可真是太好了 我果然没看错人 不过 我的产业都在合成 你若来做的话 就得跟我去合成 一听说要去合成 张牙雅便想开口拒绝 没等她说出口 我便抛出诱人的条件 包吃包住 月银三十两 若做得好 逢年过节还有红包 张牙雅 一个月三十两 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两 就算是航程最有能力的管事 都拿不到这么高的月银吧 她原本拒绝的话 瞬间卡在了喉咙口 我见此 笑着道 张姑娘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 张牙雅最终点头道 我指了指摊子上的书 继续道 你们这些书太多了 我与丫鬟两人也拿不下 这样吧 我就住在西街胡同口的周家 你们若方便的话 明天帮我送过来 张姑娘 你也顺便给我个准话 如何 好 张牙雅立马应下 张长风轻点了下书籍 书摊上一共有七十二本书 我身上并没有太多散碎银子 便给了他们兄妹一百五十两 张牙雅不愿多收 非要将多出来的钱还给我 我摇头道 多出来的就当是你们明日送货的辛苦钱了 说完 我便带着绿柳离开了 看着我们离开的身影 张家兄妹俩有些傻眼 他 他就这么走了 张长风呆呆道 连评句都没写 他就不怕咱们是骗子 拿了钱不给他送书吗 张牙雅正在纠结 要不要去合成 随口道 许是信任我们吧 咱们长得有这么正人君子吗 张长风摸着自己的脸 半信半疑道 张牙雅 直到走出老远 绿柳才忍不住道 夫人 你也太信得过那俩兄妹了吧 若明日 他们不把书送过来怎么办 他们不会的 我十分笃定道 绿柳有些不相信 您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啊 因为 他们是张牙雅 张长风 绿柳看了我一眼 问道 少夫人 您是不是曾经跟他们有交集啊 连合成的地痞头子 都与他家少夫人称兄妹 少夫人若与这两人有交集 他也不觉得意外 我摇头道 没有 绿柳 我虽与他们没有交集 可前世却听了不少 关于这对兄妹的事情 张牙雅身为女子 却是商业奇才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一跃成为大洲的女首富 她的兄长张长风 更是才华横溢 高中状元后 如内阁 官拜首府 因形式公正清廉 而极受百姓爱戴 兄妹俩都是品质高洁的人 赖我的这些书 肯定是不可能的 至于我为什么 对他们会如此熟悉 因为张长风是京城那人的死对头 前世沈默青把我送给那人后 每次那人在朝堂上受了张长风的气 回来就把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 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一事我竟在他们为发家前认识了 一个未来女首富 一个未来朝廷首府 我自然要拼尽全力 与他们交好 不管我的将来如何 多认识些厉害的人 总是没错的 因着认识了张家兄妹 我心情极好 在回去的路上 又买了不少东西 回到周家时 后院已十分安静 快要到所住的院子时 我突然停下脚步 拎着一堆东西的绿柳 差点撞上我的后背 她一脸疑惑道 少夫人 您 许我做了个静声的表情 朝院子门口指了指 绿柳顺着我的视线望去 远处 孙一宁手里提着盏灯笼 神情哀怨地看着周燕 燕哥哥 云姐姐好像不是很喜欢我 为了不让她误会 以后 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 周燕一听 语气有些激动道 一宁 你是我见过所有人中 最与我去为相投的女子 你可千万不能不跟我见面啊 不然 我得伤心死 可是云姐姐 你别去管那泼妇 周燕立马道 她心胸狭隘 就是见不得我们好 真的可以不用管吗 孙一宁垂下眼眸 有些担忧道 可她到底是燕哥哥你的夫人 我若继续跟你做朋友 她肯定会很生气的 若云姐姐气出个好歹来 我会自责的 一宁 你也太善良了 周燕十分动容道 那汉服生气 是她自己的问题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若试试为她人着想 那你活着会很累的 说完 她深情地看着她 那样我会心疼的 燕哥哥孙一宁 露出羞怯的表情 我听燕哥哥的 反正深正不怕影子鞋 咱们就是朋友而已 没错没错 周燕连连点头 不过话说回来 云姐姐好容易生气啊 孙一宁替周燕抱不平道 嫁给燕哥哥 你这么好的人 她还天天乱发脾气 如果是我的话 做梦都要笑醒了 一定会学很多本领来照顾你 不惹你生气 让你天天开开心心的 一宁 你真是太好了 周燕一脸感动道 以后谁娶了你 一定会很幸福的 燕哥哥 昏黄灯火下 两人寒情默默地注视着对方 周燕缓缓伸出双手 眼瞧着就要将人揽入怀中 绿柳被这一幕气得脸通红 牙齿轻咬嘴唇 恨不得扑上去 咬这两人一口 小丫鬟脚下一用力 咔嚓 一声脆弱的枯树枝 踩成了两节 寂静的黑夜中 这声响显得极其突兀 周燕和孙一宁齐齐 吓了一大跳 转头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我 糟糕 被发现了 第128章 谁让你们干坏事啊 因着天色有些黑 我与绿柳又隐藏在黑暗中 周燕朝我们这边大声喊道 谁在哪里 燕哥哥 我好怕 孙一宁说着 顺势躲到了男人的身后 一宁 别怕 周燕柔声宽慰道 绿柳有些歉意地 看了我一眼 若不是他大意的话 这对狗男女 也不可能发现我 怕什么 做亏心事的 又不是我们 说完 我从黑暗中走出来 从容回答道 相公 是我 周燕见是我 脸上一阵清一阵白 心虚道 苏 苏云 你 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我住的院子 我不在这里 在哪里 我有些无语道 孙一宁从他身后探出个脑袋 堵着嘴巴不悦道 云洁姐 你来了也该出个声啊 你看 把我跟燕哥哥吓得 差点活都丢了 我内心翻了个白眼 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谁让你们干坏事啊 不过 这些话 我可不会当着他的面讲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 故意顺着话 道 是是是 孙小姐 实在是对不住 我不知道 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会在大晚上 跑来找我相公说话 若知道你们俩大晚上 还有这么多的话要说 我一定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绝不不打扰你们 我的一番话 说得孙一宁脸颊滚烫 一个未婚女子 跑人家相公院子里说话 这本就是不合规矩的 如今 她竟还责怪我吓到她 哪里来的脸啊 孙一宁眼珠子转悠了下 开口道 云洁姐 你不用这般阴阳怪气 跟我道歉的 我虽然蠢笨 可我也听得出来 你其实是在讽刺我 对不对 我 我不道歉 你责怪我 我跟你道歉 你说 我讽刺你 反正怎么做 都是我的错呗 孙一宁见我不说话 突然眼眶微红 声音委屈地解释道 云洁姐 其实你误会了 我在家时 习惯睡前跟兄长们道晚安 燕哥哥对我很好 我把他当兄长看 一时忘记我们俩身份有别 这才造成了今夜这场误会 实在是对不起啊 孙一宁说着 眼眸含着水气 朝周燕道歉道 燕哥哥 都怪我太大的咧咧了 害得你被云姐姐误会 周燕见孙一宁伤心 立马拔高声音 十分生气地朝我责备道 苏云 一宁就是过来 跟我道声晚安而已 你干什么 要这样针对他 我哪里针对他了 我也有了些脑意 周燕 你但凡从我刚才说出的话里 挑出一句错话 我立马跟孙小姐道歉 周燕一咽 似乎好像还真没说错什么 大晚上 你们孤男寡女出一块 我都还没说什么 你们反倒责怪起我来了 皎洁的月光照射下来 映着我的面庞雪白如冷玉 浑身散发着清冷的光芒 一双眼眸漆黑如墨 异常冷静 孙小姐 你除了给我道歉 还该感谢我才对 我看着孙一宁 神色冰冷道 你一个未出格的姑娘 在大大咧咧 行事之前也该三思才对 今夜幸亏遇上的是我 若换做其他人 明日孙家小姐撕毁男人的流言蜚语 就得传出去 孙家的名声 就会因你而受损 孙一宁惊慌地看向我 相公 孙小姐固然有错 可你的错误更大 我又朝周燕训斥道 她年纪小 不懂事 难道 也不知分寸吗 你们虽以兄妹相称 可外人并不知情 就刚刚 从我的角度看 你们俩都快搂抱到一块了 周燕 她发现了 我相信 你与孙小姐定是没有私情的 可也该注意些举止 就刚刚那样的行为 旁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有私情呢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周燕吓得大叫道 我淡淡一笑 看着她道 那就好 许是我的眼神过于信赖 又或者我的话让她有些触动 周燕心底竟隐隐开始犯起一丝愧疚 她的夫人如此相信她 她却差点酿成大祸 真是太不应该的 其实 她从内心出发的话 也是觉得自家夫人是个鼎鼎好的人 可两人相处快一年了 哪怕还没做成真正的夫妻 可到底也少了几分新鲜感 但孙一宁不同 她活泼开朗 鲜活得犹如含苞待放的花孤朵 和她从前接触的女子都不一样 拉回两分良心的周燕朝 孙一宁道 孙小姐 时候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听着周燕对自己的称呼 孙一宁便知她 是被我的话说 动了 女孩只觉得 只觉得一股闷气 躲在胸口 她愤愤地瞪了我一眼 这女人果然不好对付 孙小姐 晚安 我说完 牵住周燕的手 转身回了院子 孙一宁眼睛微微眯起 气得狠狠跺了几下脚 她绝对不会放弃的 周燕一直默默跟在我的身后 进了屋子后 她忍不住开口道 夫人 我与孙小姐真的没什么 我微微一笑 相公 我相信你 周燕内心想了一对解释的话 结果 我飘飘两个字 直接把她的话 全堵在了喉咙口 相公 我累了 先去洗漱 好 周燕娜娜道 去了洗漱的里间 我的脸色冷了下来 绿柳一边帮我宽衣 一边为我抱补频道 那个孙小姐 真是不知羞耻 什么把少爷当兄长 真当咱们眼瞎呢 她的分明就是勾引人吗 绿柳说着 替我出主意道 小姐 不若咱们 把今晚上的事 偷偷传播出去吧 看她姓孙的往后 还敢勾引少爷部 你傻呀 我轻点了下她的额头 这事若传出去 孙小姐的名声一旦毁了 你觉得她爹孙之府 会放过周燕吗 我与周燕 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 她不好过 我又好得到哪里去 那怎么办 绿柳问道 明天早上 你去找一趟柳妈妈 把今夜的事告诉她 我道 如今周燕和孙一宁 不清不楚 未经之计 就是将人分开 分开最简单的方法 便是离开航城 只要今夜之事 传进公婆耳中 那着急离开航城的 就是她们了 好 绿柳应下 等周燕洗漱完回来时 我已经背对她睡着了 夫人 夫人 男人轻轻唤了我几声 见我没有任何动静 叹了口气 也侧躺地睡了 等她的呼吸平稳后 我才慢慢睁开眼睛 我想了一晚上的事 直到天快亮时才睡去 结果一大早 我又被叫去伺候老夫人 昨日大夫过来瞧过了 老太太除了有些怒急攻心 其他并无大碍 周家老太太瞧着我进来 重重哼了一声 满脸气愤之色 我就当没瞧见 老太太气我昨天 毁了她的衣服 便不停地使唤我干活 我一应下 只不过 做得并不太好而已 比如 她让我给她梳头 我热情地接过 丫鬟手里的梳子 可没梳几下 就把她花白的头发 全打了结 怎么梳都梳不通 疼得她哇哇大叫 又比如 她让我伺候她洗漱 我毫不犹豫地端起洗脸盆 可脚下一滑 直接把水泼在了她的床上 等好不容易 把床褥都收拾干净后 老太太已经不敢 再让我进她的身了 吃早饭时 她再次使唤起了我 我立马 接过压换手里的粥 可为了几口 就把粥打翻在她的被褥上 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 我委屈万分地道歉 让她再给我一次机会 滚 你给我滚出去 老太太直接发飙 甚至扬言 不许我再靠近她屋子 那孙媳妇就不惹祖母生气了 我扁着嘴巴离开 带出了竹园 我哼起了小曲 老太太这些 都是沈家老太婆玩剩下的 对付她 简直绰绰有余 才出竹园没多久 门房那边就有人过来找我 说有对姓张的兄妹 给我送书过来 我一听 立马往前院去 未来的两位大人物 可不能让他们久等了 第129章 看得我嗤之以鼻 我去前院时 门房的人 已经将张家兄妹 请去了大厅 张牙牙身形高挑 身眸高鼻 身着蓝色夹眠如裙 在她身上自有一股阴气 瞧着就是个利落干脸之人 她身旁的张长风 一身脏青色长袍 身形轻瘦 但相貌堂堂 书卷气及浓郁 两人看见我 朝我行李道 夫人安好 张长风走到极捆书旁 道 夫人 这些是昨日您买下的书 您清点一下 我其实觉得没必要的 张家兄妹的人品 还是信得过的 不过 又恐他们觉得我太随意 便换了绿柳 上前数了下 少夫人 数量上没错 绿柳道 我点了点头 朝张家兄妹道 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 张雅雅道 您给了我们这么多钱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看向张雅雅 开口问道 张姑娘 关于聘用的事 您考虑的怎么样 张雅雅犹豫了下 道 夫人 我能问您一下 您为什么要聘请我这个没有任何经验的人 给您打理私产吗 两人昨晚第一次见面 甚至在不了解对方的前提下 却开出三十两月银的高价 这属实让人费解 昨晚不是说了吗 我与你有演员啊 我笑着道 你放心 聘用你并非是我胡乱下的决定 我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看人标准 我相信 你肯定能帮我 打理好产业的 至于标准 自然是凭钱式的记忆啊 张雅雅咬了下嘴唇 又问 那我帮您打理产业 您真的一个月丢我三十两银子吗 如今家里只剩他们兄妹俩 而兄长读书又是很费钱的 所以 钱对他来说 极其重要 真的 我点了点头 你若不放心 我可以当场请人立下契约 倒也不必如此麻烦 张雅雅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兄长已经帮我们你好契约了 我心中一喜 小姑娘这是答应了 张长峰从怀中掏出自己你好的契约 朝我解释道 夫人见谅 我只有这一个妹妹 她又是第一次替人办事 我当兄长的 便替她想得多了些 能理解的 我笑着道 毕竟非亲非故的关系 我又突然以高薪聘用张雅雅 张长峰做的周到鞋 也是应该的 我看了下张长峰拟定的契约 上面的字迹苍尽有力 内容也是公正公平的 我让绿柳去我的院子 取了笔墨过来 在契约上写上名字 之后张雅雅也将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契约有两份 一份由我收下 另一份则张雅雅自己保管 夫人 那我什么时候起程去何城 张雅雅问道 你与我一同回去吧 想来也就这几天 我问道 你们如今住哪里 等日子确定后 我派人过去通知你 张雅雅便将他们住处告诉了我 待一切谈妥后 兄妹俩便离开了 我让周家的下人 帮我将几落书搬进后院 老太太不让我是急 我倒是一身轻松了 冬日的午后 十分暖和 一壶茶水 一碟子点心 我坐在院子的躺椅上 晒晒太阳 看看书 别提有多舒服了 至于周燕 一大早上就不见踪影了 想来又是去找孙一宁了 若一个男人的心 在另一个女人身上 光靠我一个 拦是拦不住的 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公婆身上了 想来是早上绿柳 对柳妈妈说的一番话起了作用 傍晚时分 婆母突然过来通知我 让我收拾行李 明天就启程回合城 我面上露出诧异 内心却给公婆竖起大拇指 这解决问题的速度 杠杠低 我又赶紧派人去通知张牙牙 三老爷夫妻俩 得知公婆要回合城 更是极力挽留 甚至还搬出了孝道来压制 但眼下 公婆也是顾不上这些了 要知道 一旦得罪知府老爷 周家全家都得遭殃啊 再说了 老太太平日里最讨厌我们二方 不仅不给公爹笑脸 连婆婆是及时也百般刁难 夫妻俩早就受够了 关于回合城的事 周燕直到晚上才知道 她如今与孙一宁打得火热 自然是不想回去的 不过 她也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航城 这一晚上 男人就跟身上长了狮子似的 辗转反侧 彻夜难眠 第二才吃过早饭 公婆就开始命人往外搬行李 周家门口 孙一宁可怜兮兮地看着周燕 燕哥哥 你还会回航城吗 这几天 燕哥哥就像兄长一样照顾我 呜 一宁不想让燕哥哥走 说着 双眸通红一片 晶莹的泪珠滚了下来 瞧着这一幕 周燕真真是心疼坏了 一宁 你别哭 你一哭 哥哥的心都要碎了 男人柔身哄着 若不是还有其他人在 他定要将小姑娘搂紧怀里 好好疼惜一番的 看着这两人旁若无人的互诉忠常 我翻了个白眼 直接进了马车内 已经上了马车的婆婆掀开帘子 冷着脸朝周燕道 阿燕 赶紧上马车 咱们要走了 周燕这才依依不舍地与孙一宁告别 待马车前行后 孙一宁竟哭着追了上来 燕哥哥 一宁会想你的 周燕听到声音 立马掀开帘子 心疼地与他挥手 大喊道 一宁 你别追了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直到看不见后面的姑娘 周燕这才坐回马车里 男人失魂落魄的样子 看得我嗤之以鼻 半年前 他还在嚷嚷着 要跟孙一娘一生一世一双人 过年前 他又说 要跟我做一对举案其美的恩爱夫妻 这年都还没过完 竟又跟孙一宁上演你 跑我追的苦命鸳鸯戏马 周燕的变心速度 和对女人不负责任的态度 让我深深唾弃和厌恶 一路上 我与周燕谁都没说话 下午马车进了河城 最终在周府门口停下 周燕率先跳下马车 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自己就走进了府里 男人对我的态度 简直与去时截然相反 不过 我倒是无所谓 前面他太热情 各过各的反倒比较自在 府里的几位姨娘得知我回来 开心地跑来我院子里看我 这次连孙姨娘也过来了 她比之前瘦了不少 不过精气神挺好的 她和其他姨娘一起向我请安 我问了姨娘们 这几日府中的情况 虽然我与公婆都出去了 但大家各守本分 府里与寻常差不多 我又让绿柳 将航城带来的礼物 一一送给他们 得知有礼物 姨娘们十分高兴 带送走几位姨娘 我才将张牙牙叫来屋里 第130章 景山的婚事 我是做不了主的 所谓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我将自己名下的所有私产 都告诉了张牙牙 张牙牙听完 双眸瞪得极大 赌 赌方的生意您也做 这夫人瞧着温温柔柔的 没想到竟如此厉害 连赌方的生意都有 看张牙牙的眼神 我便知道 小姑娘是想岔了 不过 我还真不知该如何跟她解释 这赌方每月分红的由来 最后也就随她去想了 我本想安排张牙牙 住在我的如意院里 但张牙牙告诉我 她想在河城租个院子居住 因为她的兄长张长风 在处理完航程的时候 就会来河城与她同住 我一听未来的首府大人也要过来 立马将租住院子的事揽了下来 还告诉她 租院子的钱我会掏的 只要能跟未来首府大人搞好关系 这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再说了 张牙牙会为我赚回更多的钱 有了张牙牙帮我打理私产 我如今只要管理好周府就行 一下子变得轻松不少 反倒是周燕 回了周府蔫巴巴的 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美其名曰读书 可实际上怕是换上了单相思 我也不去管她 横竖这男人的爱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相思并过不了多久 也就自愈了 年初八那日 我回了趟青山村 故意见我来 开心得不行 我让车夫将带来的东西 搬进院子里 待搬完后 我便让他先回去 待到傍晚再过来接我就行了 鱼儿 你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来啊 故意吵我道 你隔三差我给我送东西 我这屋子里 都快堆不下了 故意 都是些药材和生活用品 我便说 便叮嘱道 冬天后山草药不好采 你可千万不能去后山知道吗 前世故意的离开 对我打击极大 这一事 我只想要他平平安安地活着 不要陷入任何危险 这话我每次来 每次都会交代 故意听得 耳朵都快生出茧子来了 好好 我知道了 故意笑着道 你把东西给我准备得足足的 别说后山了 我现在就是足不出户 都能生活好一段日子了 哪有这么夸张啊 我一边说 一边环顾四周 问道 故意 阿兄不在吗 往常过年 阿兄都会在家休息的 可我过来这么久 都没瞧见他的身影 你阿兄他 故意面露无奈之色 早就回合城了 为什么今年如此早 我不解 因为 故意刚要开口 院子里传来的敲门声 哎 故意叹了口气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我 故意转身去开门 带乔剑进来的人时 我忍不住惊呼道 蔡月 你怎么会来这里 蔡月瞧见我也有几分诧异 苏云 你不是去航城了吗 我淡淡道 前两日回来了 哦 蔡月对我的事也不感兴趣 她直接越过我 朝故意热情道 故沈子 我来帮你干活了 蔡小姐 你真不需要这样 故意面露无奈之色 景山的婚事 我是做不了主的 你帮我干再多活也没用 蔡月没想到 故意会当着我的面 将她的事说出来 女人扯出一抹僵硬的笑容 道 沈子 你误会了 我来这里并不是因为萧大哥 你免费为乡亲们治病 这般无私奉献的精神 令我十分钦佩 我也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 出一份力 故意并没有因为她的话而开心 只淡淡道 身为医者 救死扶伤乃是天职 谈不上什么无私奉献 说完 她指了指 我前头 让车夫搬进院子里的几袋药 道 你若执意要帮我干活的话 那就把这几袋草药拿出来晒一晒吧 见顾一如此不客气地使唤自己 蔡月儿脸上一闪而过得不悦 随即又点头道 好 记得小心点 别再闯祸了 蔡月儿有些尴尬地应了一声 顾一对她交代完 拉着我的手进了屋子里 顾一 咱们进屋说话 留她一个人在外面干活 不太好吧 我犹豫了下 最后还是道 要不咱们还是出去帮帮她吧 或者你把人送走也行 虽然我也很讨厌蔡月儿 可人家到底是天香楼的老板 而且跟我们也不熟 单单让她一个人做活 我倒感觉有些欺负人了 顾一忍不住朝我抱怨道 云儿 你不知道 那女人前几天在我院子里干的那些事 我现在只让她晒晒药草 已经犯便宜她了 我疑惑地问道 她干什么了 顾一立马朝我吐起了苦水 蔡月儿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 阿兄在青山村的住处 大年初五拎着礼物过来拜访顾一 女人为了展现自己的贤惠 抢着要给顾一做饭菜 结果 蔡月儿竟然把顾一晒在院子里的草药 当柴火烧了 这还不算完 这女人虽然自己开酒楼 可根本不会用土造 最后 差点把顾一的厨房给烧了 我忍不住俯额 难怪刚进门时 发现厨房那边的墙壁 黑乎乎的 原来前头经历了这一劫难 她把我的草药当柴火烧也就算了 年初六这女人又来了 你知道她又干了什么事吗 顾一说话时 有些咬牙切齿 什么事 她趁我不注意 把我新一批晒在院子里的草药全洗了 我 顾奶奶 现在是大冬天啊 我原是怕草药发霉 才趁着天气 好拿出来晒晒 她倒好 全给我放水里洗了 顾一是医女 草药就是她的命根子 我甚至能感受到 她在说这些话时的滔天怒气 可她好端端洗草药做什么 我很识不检 她说 我晒得草药黑乎乎 感觉不干净 怕病人吃了 加重病情 顾一几乎是咬着后牙槽 说出这些话的 我 蔡月儿真乃神人眼 那您就没让她赔钱 我问道 毁了两波药草 赔钱也是应该的 说起这个 我更爱气 顾一愤愤道 我让她赔钱 她说 她不是故意的 我就死扶伤都不收钱 凭什么 到她这里就要钱 还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 搞得跟我欺负她似的 我 看着院子里 哼吃哼吃晒草药的女人 我突然觉得 顾一前头的话没错 晒点草药 已经算便宜她了 这女人脸皮也是后 我让她以后别来了 她第二天愣是又来了 可怜你阿兄为了躲她 直接就回了河城 顾一说着 脸上露出心疼之色 哎 锦山这孩子 在外头搏了一年 好不容易过年能休息下 结果还遇到个死缠烂打的 也不知道 她这几日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好好吃饭 我盲宽味道 顾一 你别担心 我明天就去看阿兄 你阿兄年纪也不小了 身边确实缺个 知冷知热的女人照顾她 顾一说着 也看向窗外 声音透着些许冷意道 可菜院这样的 属实不是良配啊 那您接下去 打算怎么办 我问道 就让她一直这么干着 她爱干就干呗 顾一道 免费的劳动力 不要白不要 再说了 毁了我那么多草药 干点活也是应该的 等她自己发现 从我这里讨不到任何好处 想来也就会主动离开了 我心中对顾一竖起大拇指 姜还是老的辣 中午我留在了顾一这里吃饭 我给顾一打下手 她炒了 几盘我爱吃的菜 菜院将草药晒完 累得气喘吁吁 没等我们叫她 就直接上桌了 她毫不客气地 将我盛好米饭 端到自己面前 女人一边扒拉米饭 一边嫌弃 饭菜不够丰盛 不是这个咸了 就是那个蛋了 我忍不住巧声问顾一 她前几天吃饭 也这么挑剔吗 顾一没好气道 前几天没等吃饭 就被我赶走了 今天第一次在我这里吃饭 她也没想到 这女人在饭桌上 竟是这样的 菜院一边嚼着腊肉 一边吐槽道 你们这几个菜 也太寒酸了 要知道在我们那里 若请女朋友吃饭的话 该做一桌子好菜招待才对 我不解的问道 什么是女朋友 菜院略有些高傲道 就知道 你们古代人不懂我这些新鲜词 女朋友就是和男方 有恋爱关系的女性 她可是男女自由恋爱 发展下产生的 比你们 现在这种老派的什么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可新潮多了 我没搭理她 言语中透出来的骄傲 此刻 我心中只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她口中的女朋友 莫不是说的是她自己吧 可她跟谁有恋爱关系 跟我的阿兄吗 别说是我了 就是顾仪也被惊着了 顾仪连忙问道 景山她答应 跟你好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怎么不知道 菜院被问得一愣 眼神有些飘忽到 萧大哥倒也没有答应 不过 只要沈子你接纳我 萧大哥那么听你的话 想来也会同意了 我跟顾仪 合着搞了半天 这全是她自己想出来的 第131章 此刻她正寒情默默地 看着周燕 故意不留情面道 蔡月 我劝你还是打消这念头吧 我是不会接纳你的 她并非迂腐之人 也知女人的贞洁 从来不在群山之下 若眼前的蔡月 是个鼎鼎好的人 哪怕嫁过人 她也会极力促成这桩姻缘 可一番接触下来 她只觉得 这女人跟寻常女子格外不同 不仅喜欢自作主张 还有着莫名其妙的骄傲感 萧景山是她养大的 她十分清楚 她欢喜什么样的人 蔡月绝对不会是 她喜欢的类型 最重要的是 蔡月并不适合 娶回家当妻子 蔡月本是有着十足信心的 结果却听到故意说 根本不会接纳自己 女人气得 将筷子重重 往桌子上一拍 大声道 信故的 你凭什么不接纳我 我这几天做牛做马 给你干了多少活 难不成都是白干的吗 我 这女人到底哪里来的底气 跟顾一叫染啊 且不说活是她自己主动要干的 那她毁了顾一那么多草药 干点活当赔偿也是应该的呀 顾一也拉下来脸 毫不客气到 这么快就装不下去了 蔡月 我且问你 活是我逼着你干的吗 你来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 景山的婚事我做不了主 你把我干再多活也没用 可你是怎么回答我的 你说我来这里并不是因为萧大哥 你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 为村民出一份力 顾一掐着嗓子 将蔡月儿前头说的话 仿得唯妙唯笑 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 顾一还有这本事呢 蔡月儿被顾一说得脸颊发红 心里头又气又憋屈 自己可是来自现代的新兴人类 文明等级 不知道比他们高多少 这些愚昧又无知的古代人 凭什么不接纳自己 蔡月儿到底没忍住 冷哼一声道 别说我没提醒你 我可不是一般女子 不仅善于经商 还会各种奇门巧妓 你不让萧大哥娶我 最后受损的是萧大哥 女人说完 下巴微微扬起 她本以为自己放出这一番狠话 顾一怎么着 也会对她另眼相看 可没想到 顾一只淡淡的 哦 勒一声 我们景山就是个地痞流氓 你这般如此厉害 他是配不上你的 你还是去寻个 同你样厉害的男人吧 蔡月儿 既然你不是真心过来帮忙的 那吃完饭就赶紧走吧 往后也别来了 顾一说完 不再搭理蔡月儿 自顾自吃起了饭 看着蔡月儿吃瘪的样子 我心中竟觉得十分畅快 嗯 我果然不是好人啊 一顿饭下来 蔡月儿好几次想说话 都被顾一给岔开了 吃好饭 我与顾一起身收拾桌子 蔡月儿却坐在矮凳上 屁股都不挪一下 吃完了就走吧 顾一毫不客气地开始赶人 前几日 顾一也天天让蔡月儿别来了 可从来不是这般冷漠的口气 蔡月儿知道 自己是真的惹闹她了 可她又分外委屈 自己并没做错什么 她又凭什么生气啊 蔡月儿心里头有气 又不敢冲顾一发火 她瞥见我 站在一旁没动 干脆将火气撒在了我身上 苏云 你傻愣着干什么 顾婶子是长辈 你让一个长辈干活 自己站在那里不动 你怎么那么无礼啊 我 这女人是脑壳坏掉了吗 她自己都不干一下 怎么好意思说我 顾一擦桌子的动作一顿 直接叫道 你冲她吼什么 是我让她别干的 你有意见吗 蔡月儿挨了顾一的骂 一时间不敢再说话 顾一擦完桌子 我帮着将碗筷放进厨房 进了厨房后 又往木盆里添了些水 直接把碗筷给洗了 等我将厨房收拾好出来时 蔡月儿已经不在了 顾一 蔡月儿呢 顾一指了指约门口 被我赶走了 我 顾一威武 下午也没什么事 我就和顾一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喝喝茶 说说话 顾一说 阿兄在河城买了个宅子 还把宅子的地址告诉了我 让我有空去瞧瞧他 我硬下了 临走前 我跟顾一说 想要些迷香和蒙汗药 你要这些做什么 顾一皱眉问道 我打着哈哈道 也没什么的 就是以被不识之虚吗 顾一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但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回屋拿了个匣子出来 这里头除了迷香和蒙汗药外 还有催情丸 腹泻粉和软骨伞等等 都是我闲来无视自己研制的 顾一说完 将匣子递给了我 我喜滋滋地接了过去 愤外开心道 顾一 你可真是太好了 这都是好东西呢 外头都不一定能买到 顾一瞧着我的笑容 忍不住叮嘱道 这些药虽没什么毒性 可也挺让人遭罪的 最好不要瞎用啊 知道了 我十分宝贝地捧着怀里 连连点头 傍晚时 周家接我的马车来了 我与顾一道别 上了马车回河城 才刚回到周府 一直守在院门口的绿柳 赶紧迎上来 少夫人 您可算回来了 绿柳的语气透着些着急 您若是再不回来 奴婢都要去找您了 怎么了 我皱了下眉头 不解地问道 府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天大的事啊 绿柳忍不住拔高声音 随后又拉住我的手 急急往府里去 您进去瞧瞧就知道了 我 进了周府后 小丫鬟直接把我往水泄源带 我心中有些纳闷 莫不是 公婆出什么问题了 可我早上出门时 俩人还有说有笑的呢 才刚进院子 里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二哥 你这些年挣了不少钱吧 瞧瞧你住的这府邸 假山流水 亭台楼阁 应有尽有 简直不得了啊 我脚下一致 诧异地看向绿柳 你说的天大事 就是周三老爷来了 何止是周三老爷啊 绿柳撇撇嘴 道 少夫人 您进去瞧瞧就知道了 带进了主屋 瞧见里面的人后 我瞬间明白小丫鬟前头 为何是如此反应了 屋子里除了周三老爷全家外 孙一宁竟然也来了 此刻她正含情默默地看着周燕 我 第132章 若我有一天想自立女户的话 婆母坐在主位 自然也看到了孙一宁看周燕的眼神 婆母的脸色有些难看 她正好瞧见我进来 脸上瞬间露出笑容 道 鱼儿 你来了 我将手里的匣子递给绿柳 然后 上前给公婆请安 接着 又朝坐在旁边的周三老爷 夫妻俩问好 没等其他人开口 站在旁边的孙一宁 走到我身旁 热络地抓住我的手 道 云杰姐 我与三姐要在周府住上一段时间 以后咱们要好好相处哦 因着女人这话 我微微愣了下 下意识看向公婆 三房的人来周府小住 尚且说得通 这孙一宁一个外人住府里算什么事 公婆竟也同意 孙一宁见我不说话 有些委屈道 云杰姐怎么不说话啊 难道是不欢迎我们来吗 孙一宁话音刚落 周家三房 夫妻俩脸色一沉 我看着面前女人装傻充愣的样子 眸底闪过一丝冷意 这女人真的很欠走 下一刻 我笑着道 孙小姐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我刚是在想 祖母如今生病卧床 若三婶在合成住下 那祖母岂不是没人照过了 这时 婆母立马接话道 女儿的顾虑也是我想说的 婆母看向孙兰 开口劝道 三弟妹 母亲身边离不开人 倒不如等母亲病好了 你们再过来 没等婆母把话说完 孙兰笑着道 二嫂放心 相公明日就回去了 宅子里也有不少下人伺候 母亲那边没事的 她好不容易以五妹妹为由头 说动丈夫来合成小住 也终于不用伺候那难弄的老太太 如今想让她回去 门都没有 可是 下人终究没有自家人来得清 你 婆母还想再劝劝 孙兰直接冷了脸 十分不悦道 二嫂 你这般推推脱脱的 是不是不想让我们住在这里啊 婆母 你若这般想 就直说 我们自会寻个客栈主 绝不打扰你们 孙兰一番话 将婆母想要劝说他们回去的话 全堵在了喉咙口 公公出来打圆场道 三弟妹 你误会了 你嫂嫂没有这个意思 婆母也赶紧点头道 是是是 没有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担心母亲而已 屁嘞 她是真都不愿意 这俩女人过来住好不好 就孙一宁看她儿子那样子 她都怕这两人出事好不好 几人又说了话话 婆母这才说 要带几人去乔乔住的院子 婆母将孙一宁安排在梅园 那院子距离周燕所住 院子最远 对于周三老爷 一家人的到来 公婆并没有多少欢喜 甚至我在他们的眼中 看到了担忧 想想也是 当初急匆匆地离开航城 是为了躲孙一宁 结果 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 周燕又在信头上 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圈 这两人又真发生点啥 知府大人 还不献了周府的房顶啊 相比较公婆的担忧 周燕一改 平日里尿巴巴的样子 整个人精神的不得了 晚上两家人一起吃了饭 婆母特地叮嘱我 让我叫上周燕的几个妾室 孙一宁瞧见周燕的几房妾室时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周燕将我拉到一旁 黑着脸训斥道 苏云 你故意的是不是 这种场合 你把他们叫来做什么 她的手冷声道 相公 你误会了 这是母亲的安排 怎么可能 周燕根本不信 瞪着眼珠子道 分明就是你故意安排他们过来 目的就是想让我在孙小姐面前难堪 我 自己的诡计被我拆穿 就想嫁祸给母亲 苏云 你怎如此不要脸啊 周燕说话时 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视 我一时气不过 朝她的脚背狠狠踩下去 嗯 男人发出痛苦的声 银声 你爱心不信 我用鞋头 狠狠在她的脚趾上碾了几下 压低声音道 别忘了 几位姨娘也是你非要那进来的 当初与她们海誓山盟 现在又来嫌弃人家 打扰你聊心欢 呸 薄情寡义的负心汉 说完 我直接抬脚离开 你 周燕疼得呲牙咧嘴 连追上 我的力气都没有 众人入席时 周燕一屁股坐在了孙一宁身旁 因着她这一动作 公婆皱了下眉头 阿燕 鱼儿身旁还有空位 你过去那里坐 婆母冷声提醒道 娘 我坐这里也是一样的 周燕说话时 故意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可声音却透着不容拒绝的坚定 婆母脸色一沉 没等她开口 还为落座的孙云帮着周燕道 二嫂 既然阿燕都坐下了 你让她换来 换去多麻烦 也不知这女人是不是故意的 她直接走到我身旁 笑着道 既然鱼儿这里没人坐 那就我这个婶子 来坐吧 正好咱们可以说说话 我 我可没有什么好跟你说的 待所有人落座后 下人们开始传菜 一宁 你尝尝这个 是我家厨子最拿手的菜 一宁 你可不可 我给你倒些茶水吧 一宁 你 饭桌上 除了公公和周三老爷的聊天声外 听得最多的 就是周燕关心孙一宁的话 两人的动作格外轻易 明眼人一瞧就知道 他们之间有猫腻 王一娘 新一娘和周一娘露出诧意之色 三人纷纷朝我看过来 我只冲着他们浅浅一笑 三人叹了口气 李一娘则朝周燕露出鄙视的眸光 这男人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孙一娘吃了几口 便放下了筷子 她低垂着眼眸 神色有些落寞 几个月前 周燕在饭桌上夹菜的对象 还是她 一顿饭吃的每个人都各怀心思 晚饭结束 大家各回了别院 才回到如意院 憋了一肚子气的绿柳插着腰 气呼呼道 这航程的男人 莫不是死绝了吗 那姓孙的女人 怎偏就扒拉着少爷不放了 知府家的千金小姐 我看她连个吓人都不如 大庭广众之下 跟男人轻轻我我 学得李一连耻是被狗吃了吗 绿柳骂完 十分不甘地看向我 小姐 您就这么任由 那女人缠着少爷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时 站在一旁的赵妈妈 轻声训斥道 绿柳 胡咧咧什么呢 你这话若被有心人听了传出去 不知道还以为是少夫人 在背后嚼人舌根呢 绿柳本就气得厉害 听赵妈妈这么讲 心里头更是憋得慌 可到底还是担心连累我 一脸 不甘心地闭上了嘴巴 我看着气鼓鼓的绿柳 朝她安慰道 好了 别生气了 为了个不相干的人 气坏了身体可不值当 绿柳知晓我心疼她 便也不再生气 扶了扶身退下去 帮我准备洗漱的东西 我坐在梳妆台前 赵妈妈帮我将头上的拆环卸下 赵妈妈虽没去前厅 可从绿柳的话里 也听出了是怎么回事 她是看着周燕长大了 那男人什么性子 她也是再了解不过的 洗心厌旧的速度 比翻说还快 绿柳在时 赵妈妈并不多言 这会儿瞧着屋内没有其他人 她压低声音道 少夫人 那孙小姐 恐怕是来者不善 老奴还听说 三老爷夫妻俩 对少爷和孙小姐的事 也是乐见其成的 您 还是多防这些好 赵妈妈虽是被婆母 拍到我身边的 可她将我是做自己人 也是真心待我 处处为我着想的 听着赵妈妈的话 我脑海中不自觉浮现出 饭桌上周燕和孙一宁 互动的场景 本以为离开航城 孙一宁便会放下周燕 如今看来 她是铁了心 要跟周燕好 还有周家三房那对夫妻 明显就是想要 撮合孙一宁和周燕 若孙一宁和周燕真的成了 依照孙一宁支付千金的身份 她是绝对不会做妾的 换言之 我得下堂为她疼位置 一想到这里 我的神色冷了冷 开口道 赵妈妈 我心里有数的 你放心吧 第二天一大早 我按照顾仪给我的地址 出府看望阿兄 阿兄买的宅子 距离周府并不远 宅子隔两条街 又是闹市区 倒也算是闹钟取静的好地方 阿兄原本在睡觉 出来开门时 臭着一张脸 不过 她瞧见是我 不耐烦的表情 立马变成了惊喜 鱼儿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笑着道 昨天我回村看望顾仪 是顾仪告诉我的 说完 我将手里的东西塞给她 宠死我了 快帮我提提 这宅子并不算大 推进而入便是个小院子 东西两间厢房 堂屋坐北朝南 厨房在东 茅房在西 真真是应了那句话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我与绿柳进了堂屋 阿兄给我们泡了两杯糖水 我与她闲聊了几句后 正色道 阿兄 若我有一天想自立女户的话 你会支持我吗 萧景山冷硬的面庞微微沉了下 声音带着几分冷意 问道 是不是周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出嫁女子想自立女户的前提是 已被夫家修气意 或者是与夫家合离了 关于周燕的事 我并未打算瞒着阿兄 直言道 她跟知府的千金好上了 你说什么 萧景山的脸色瞬间黑沉入墨 阿兄 知府千金若真嫁给周燕 那她绝对不可能为妾的 我抬眸 看向萧景山 声音透着坚定道 阿兄 我得为自己的将来铺路 第133章 自立女户 只能算是下下策 萧景山听完我的话 久久没有言语 就在我以为她不同意时 男人面色认真道 云儿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我心中一暖 感动道 阿兄 我就知道 你对我最好 但女人 想要自立女户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萧景山她思索再三 还是对我劝道 其实 周燕这件事 并未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只要觉得知府千金 嫁给周燕的想法 那你周家少妇人的地位 还是稳当的 虽然她恨周燕花心 觉得这种男人 根本配不上自家妹妹 甚至她乍一听这消息时 恨不能妹妹立马离开周家 可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 其实妹妹脱离周家 自立女户 只能算是下下策 当今女子处境艰难 不管休憩还是何离 随之而来的是 无休止的流言蜚语 妹妹还有一对偏心眼的父母 他们又怎会轻易答应妹妹 从苏家脱离 就算妹妹将来冲破重重困难 真的立了女户 恐怕苏家人 也会时不时来寻她的麻烦 她萧景山可以护妹妹一时 却护不了她一世 别看她如今 再何成能横着走 其实周遭充满了危险 一旦让仇人知道 她跟妹妹的关系 妹妹也会陷入危险中 她过着刀口上舔血的日子 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她不希望妹妹和她一样 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相比较她的危险和不稳定 周家却可以给妹妹 赋予安稳的好生活 周家乃合成首富 家大业大 周燕如今又被大儒收作学生 科举之路定也是光明一片 只要妹妹牢牢能坐稳 周家少妇人的位置 这日子怎么过 都会比自立女户来得轻松 萧景山想到这里 突然朝我问道 知府大人知道 她女儿跟周燕的事吗 因着她话题转得有些快 我愣了下才摇头道 应该不知道吧 孙知府那般疼爱这个小妖女 若知道她跟有父之父纠缠不清 早就杀上周家 将人带回去了 我猜测孙英宁和周燕的事 应该都是周家三房 夫妻俩在暗戳戳戳合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周海天可能是 想要拉拢孙家吧 毕竟她娶的只是个庶女 在孙家毫无地位可言 孙英宁却是知府最疼宠的妖女 若周燕能娶到她 那孙家和周家的关系就更近了 与她在官场上也是有好处的 至于孙兰 更多的是出于嫉妒吧 孙家嫡女跟个有父之父纠缠不清 到时候父亲责骂 孙英宁被人耻笑 都是她想看到的 不过 她忘记了一点 孙家名声受损 她身为孙家的女儿 又怎可能独善其身 最后 只怕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阿兄听完我的话后 不再继续周燕的话题 而是问我 航城好不好玩 有没有在航城吃些特色食物 我一一回答 我在阿兄这里待了一上午 期间 我还说起蔡月儿来故意那里的事 阿兄让我不要打理那女人 我趁机问起她和蔡月儿的事 阿兄倒也不瞒着我 将两人之间的事说了下 蔡月儿刚创办天香楼那会儿 日子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有些人瞧着她是女人 便时常欺负她 比如吃完饭不给钱就跑了 或者往菜里放虫子 扬言天香楼饭菜不干净让赔钱 更有甚者 直接大闹天香楼 吵着让蔡月儿出来陪酒 蔡月儿去衙门告了好几次 但衙医们总不能一天到晚 待在她酒楼 后来 有人就给她介绍了我阿兄 若她能说动 阿兄出面做后台 那往后合成 就没人敢欺负她了 蔡月儿这才找上了阿兄 她以500两的价格 让阿兄陪她演了一场戏 至此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 她蔡月儿与我阿兄相熟 蔡月儿又以每月20两的价格 阿兄弟在她酒楼坐镇 渐渐的 也就没人敢在天香楼闹事了 不过 去年她三番五次找我麻烦 阿兄知道后 便把在天香楼坐镇的兄弟叫了回来 还放出话说 天香楼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大家都是人惊 阿兄做出这一举动后 外界纷纷猜测 蔡月儿与阿兄闹掰了 从那时候起 来天香楼闹事的人又多了起来 这生意也是越做越差 我心下了然 难怪蔡月儿会把主意打到顾姨身上 原来是走投无路了 可这人也是奇怪 既然想拼命抓住阿兄 那就不能稍微放低点身段吗 非要搞得自己高高在上做什么 聊完菜院的事 时间也不早了 阿兄便留我下来吃午饭 中午阿兄亲自下厨 他的厨艺很好 三菜一汤 尤其那一盘红烧肉 烧得喷香酥烂 我就这粘稠的汤汁 还多吃了一碗饭 吃过饭 我才带着绿柳离开 临走前 阿兄告诉我 以后他会时常住在这里 我若有事 来这里找他即可 我笑着硬下了 离开阿兄的住处 我带着绿柳 去集市逛了逛 周府有孙家 两姐妹住着 我反倒不爱回去了 年味还未散去 集市上还是很热闹的 我又吃又买 直到逛得差不多 才和绿柳大包小包 往周府去 才到周府门口 便瞧见门房的下人 正十分粗鲁地 推搓着几个面生的男人 我一眼神示意绿柳 小丫头立马上前 清了清嗓子道 王二 发生何事了 被换作王二的人一瞧见我 表情瞬间变得恭敬起来 朝我行李解释道 少夫人恕罪 前头这几人 说是来找您的 管家与他们聊了话后 便让小的把人赶走 可他们不高兴 这才 没等下人把话说完 几个男人丢下下人 直接跑过来 将我围住了 你就是周家少夫人孙云 其中一个男人 上下打量问道 是 我看了这几个人一眼 冷冷道 我并不认识你们 不认识我们没事 只要你认字就行 那人说完 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 这是你爹娘买房欠下的债务 他们让我同你讨要 周少夫人应该不会不认账吧 我 什么鬼 第134章 用我的名义 跟地下钱庄借钱 我被男人的话惊了下 立马拿过他手里的纸张 待仔细看完上面的内容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爹娘竟然瞒着我 在河城买了座二进的宅子 我瞬间想起了 年初二回苏家时 他们在书房跟我谈的话 所以 这房子 是买给苏彬彬和沈墨青的 可他们买房的钱 是找地下钱庄借的呀 关键这欠条上写的 竟是我的名字 我气得一口老血 差点吐出来 地下钱庄的利息高到下人 才短短几天的功夫 600两银子 就产生了20两的利息 难道爹娘 就不怕我 还不出吗 还是说 他们根本就没打算管我的死活 想到这里 我一颗心从震惊到寒心 最终变成了冷卧 我早就说过 不会给苏彬彬买房 他们以为这样操作我就会乖乖掏钱吗 做梦去吧 我抬头 看向为首的男人 冰冷的声音透着坚定 不好意思 这笔钱跟我没关系 我是不会还的 男人一听 脸色沉了下来 凶巴巴道 什么叫没关系 我们老大就是看在你周家少妇人的面子上 才借给苏家人这笔钱的 而且 苏家人也承诺 这钱他们还不上 你就会帮他们还的 面前的男人 约莫二十出头的样子 皮肤有黑 身形高大 粗黑的眉毛一束 倒有极许凶狠 不过 如今在周家的地盘上 我倒也不怕他 我下巴微台 毫无巨矣地直视他的双眸 你非要这样讲的话 那我也要问问你了 男人一愣 下意识到 神 什么 我且问你 你家老大与我认识吗 男人倒也诚实 呆呆道 不认识 他家老大 也就是听说过周少妇人的名字罢了 那是我叫你家老大 看在我的面子上 借我爹娘钱的吗 男人摇头 傻乎乎道 不 不是 两人都不认识 何来的叫他老大借钱啊 那我有跟你们承诺 如果我爹娘还不上钱 我会帮他们还吗 男人继续摇头 没 没有 我耸了耸肩膀 最后道 你看 连你自己都说我 与你家老大不认识 也不是我叫他借钱 给我爹娘的 我更没有帮我爹娘还钱的承诺 这种种理由加起来 你自己说 苏家借钱 跟我有关系吗 这 我 他们 高大的男人 直接被我说梦了 厚厚的嘴唇张了合 合了张 愣是想不出半句反驳的话 急得男人挠了好几下头 差点把头发薅下来 男人转身一脸凶向的 看向身后几个手下 骂道 你们哑巴了 赶紧帮老子说几句话 几个粗犷的男人面面相去 其中一人窃窃道 小哥 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又不是他欠的钱 找他人家 肯定不愿意还呀 男人 你他娘的心来的呀 咱们是来要债的 可不是谁有道理 就听谁的 男人气得抬一脚踹了过去 手下一个亮枪 待站稳后 低着头嘟囔道 那你听他说半天后 还让我们帮你说话 男人一听 瞪着眼珠子叫道 你说什么 手下 吓得闭上了嘴巴 男人转身看向我时 一改刚刚的凶狠 眼神有些心虚 支支无道 那个 整个被换作肖哥的男人 虽一脸凶象 不过 刚刚的行为却让我觉得 其实他挺简单的 没等他把话说出口 我便打断道 肖哥是吧 连你手下都觉得 我说的有道理 所谓冤有头 债有主 你找的该是苏家才对 可苏家没钱 他们怎么可能没钱 我立马到 当初苏彬彬出嫁时 嫁状可是有上百台的 连周家给我的聘礼 都被我爹娘要去给他当嫁状了 区区六百两银子 他们完全拿得出来 肖哥面露狐一道 你说的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 我一脸认真道 苏彬彬出嫁 那嫁状街坊胡同的人都瞧见了 你若不信 大可以去问问 反倒是我 我唇下眼眸 露出悲伤之色 爹娘从小将我养在乡下 我出嫁时 他们给我的嫁状棘手 我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还你们 可你是周家少夫人 少夫人又如何 我冲她气凉一笑 全合成的人都知道 周燕是个花心大萝卜 在周家的宅子里 一个没有夫君疼爱的女人 你觉得能好过到哪里去 肖哥 听着好像很可怜啊 我见她面色动容 便再接再厉地直起手帕 擦拭起下没有泪水的眼角 哽咽道 外人只瞧我是风光无限的周少夫人 可真正那里的辛酸和苦楚 只有我自己知道 早前我就说过 我容貌生得并不差 甚至也算是极好看的 我这会儿柳叶眉微醋 面容伤心的同时 又让人赏心悦目 这般模样 是很容易让男人产生怜悯与心疼的 果然 那肖哥见我这模样 整个人有些手足无措 那 那啥 你 你别哭啊 我 我不跟你要钱就是了 男人说完 又换上凶狠的表情 朝几个手下喊道 苏家 那俩不怕死的 竟然敢骗我 兄弟们 走 咱们现在去苏家要钱 是 带那些人走得老远 我放下是累的帕子 悲伤的表情 瞬间变得冷漠无情 门房的人 少夫人变脸可真快啊 我极少 以美色获人 但偶尔用用 也挺灵光的 带我进了周府 身旁的绿柳小声道 少夫人 地下钱庄那些人挺可怕的 老爷和夫人他们 会不会出事啊 我声音冰冷道 他们会不会出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 爹娘对我没有感情 可我没想到 他们会绝情到这种地步 用我的名义 跟地下钱庄借钱 那地方的人 为了逼人还钱 什么是干不出 女人若还不出钱 就得被迈进妓院 以肉还债 但凡有点良心的父母 都干不出这种恶事 还有一点就是 今天我用眼泪 打发了地下钱庄的那些人 可到底欠债还钱的事 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毕竟欠条上写的是我名字 如今 只希望那萧哥的男人 能给立写 让我爹娘将钱吐出来 否则 这是还有得闹了 我心烦意乱地回到如意院 可一进屋 映入眼帘的一幕 周燕 孙一宁 你们在做什么 第135章 到底谁才是丢人现眼的那个 只见我屋子里 春夏秋冬 四个丫鬟低着头 跪在地上 而装满我衣服的 衣柜此刻大开着 里头的衣服 全部凌乱地扔在地上 上面甚至还有 被人踩过的痕迹 孙一宁站在衣柜前 手里拿着我的裙子 在自己身上比划 还问周燕好不好看 周燕一脸温柔地看着她 嘴里说着什么 你生得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之类的甜言蜜语 孙一宁脸上露出娇羞的表情 两人的浓情蜜意 被我突如其来的怒吼声打断 见我一脸怒容的进门 孙一宁吓得躲到了周燕的身后 窃窃道 燕哥哥 云姐姐好凶哦 周燕立马柔声安慰了她几句 之后 她换上不耐烦的表情 朝我道 苏云 你扯着嗓门鬼叫什么 说完 嘀咕了一句 身为周家少夫人 一点礼貌都没有 真是丢人现眼 我本就心头冒着火 在听她这样讲 毫不客气地回怼道 你们有礼貌 大白天不经我允许 就来翻我的衣柜 到底谁才是丢人现眼的那个 周燕被我说得有些心虚 摸了摸鼻子 解释道 一宁从航城过来 没带多少衣服 你与她的身量差不多 我便带她过来选几件穿穿 这时 孙一宁从周燕身后站了出来 可怜巴巴道 云姐姐 是燕哥哥要带我来你这里选衣服的 我 我不知道 你会为了几件衣服 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我若知道的话 打死我 我也不敢来你这里借衣服 说完 女人带着哭腔朝周燕道 燕哥哥 你快帮我说几句啊 不然 云姐姐就误会我了 孙一宁要哭不哭的样子 惹得周燕心疼死了 她忍不住朝我吼道 苏云 不就是几件破衣服吗 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 发如此大的脾气吗 他们乱翻我衣柜 如今还倒打一耙说我乱发脾气 此刻换个脾气差点的 这会儿 怕已经跟他们干上了 我深吸了好几口气 这才忍下扇她嘴巴子的冲动 周燕 这是几件衣服的事情吗 我指着地上的脏衣服 冷声道 你自己看看 她把我的衣柜翻成什么样了 谁家借衣服 直接把不想穿的 扔地上乱踩啊 这知道的是挑衣服 不知道的 还以为屋里进贼了呢 孙一宁露出委屈的表情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哽咽着声音道 我就是不知道衣服放哪里 所以才放在地上 你这是放在地上吗 我毫不客气到 好几件衣服都被踩了鞋印子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我没有 没等孙一宁把话说完 我继续道 孙小姐 你未经我同意 便翻我衣柜 小孩都知道 不问字取便是偷 你是知府家的小姐 难道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孙一宁被我对的一句都说不出来 她面色涨红 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噼里啪啦往下掉 我 我都还没哭 你个屁啊 见孙一宁哭 周燕绷不住了 怒视着我 朝我骂道 苏云 谁给你的脸 让你这般欺负一宁啊 什么 不问字取便是偷 你别忘了 这座府邸姓周 你住的屋子 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我们周家的 我周燕进 我自己家 跳我周家 花钱买的衣服 我凭什么要经你的允许啊 我 一旁的绿柳 实在听不下去了 站出来帮着我道 少爷 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 少夫人是嫁到您家的 身为您的夫人 这周家也是她的家 再说了 少夫人是为了几件衣服 才乱发脾气吗 她是因为 你们未经她允许 乱翻衣柜才生气的 全府的人都知道 少夫人善良大度 今日您若带着孙小姐 提前同少夫人知会一生 她定会打开了衣柜 让孙小姐随便调衣服 可你们不问便取 分明就是 没把少夫人放眼里 您还纵容孙小姐 将少夫人的衣服 扔在地上乱踩 她踩的哪里是衣服 分明就是我们少夫人的脸皮啊 绿柳一番话 说得周燕哑口无言 甚至隐隐有些无地自容 孙一宁见周燕 有些软下来的感觉 立马捂住脸颊 哭泣道 云洁姐姐 既然你不愿借我衣服 就算了 今日打扰了 说完 哭着跑出了屋子 周燕内心的愧疚 立马被心疼所取代 瞪了我一眼后 追着孙一宁而去了 周燕和孙一宁离开后 我见春夏秋冬 四个丫鬟还跪着 立马将人扶了起来 人都走了 快起来 四个丫鬟站起来后 我才发现 他们脸上的不对劲 你们的脸怎么了 我冷声问道 是不是孙一宁打的 丫鬟们低着头 急轻地应了一声 王八蛋 我气得就要出去 跟孙一宁理论 但是被四个丫鬟拦住了 少夫人 我们就是下人 主子打下人是常事 您犯不着 为了我们跟孙小姐起争执 是啊 如今少爷这般护着孙小姐 您若再跟他交恶 少爷对您的意见更大了 前头也是我们不好 非拦着不让孙小姐是衣服 他这才恼怒动手的 咱们当下人的 让主子落了面子 挨的打骂 也是应该的 丫鬟们 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我 别冲动 我替他们不值得同时 内心又分外感动 这几个丫头 宁愿自己受委屈 也不想让我跟周燕的关系恶化 他们的这份 情意我记在心里 我也没有再喊着 出去找孙一宁算账 我本以为 周燕带孙一宁过来挑衣服 是件临时起义的事 直到赵妈妈从婆母的院子回来 这男人竟提前将赵妈妈支走 所以 这俩人就是特地 来我屋里挑衣服的 这不就是故意挑衅我吗 思索许久后 我从衣柜里 挑了件从未穿过的红色织紧 刺绣暗纹如群出来 把这件衣服包一下 咱们给孙小姐送去 绿柳听着我的话 双眸瞪得极大 不可置信道 少夫人 您 您说什么 这套衣服您要给谁送去 我走到梳妆台前 将上次故意给我木匣子取了出来 孙小姐送去 我说着 将匣子里的一个白瓷瓶打开 倒了些药粉出来 为什么啊 绿柳十分不甘心道 她把您衣柜里的衣服都毁成那样 去连个道歉都不说 咱们凭什么还给她 送这新衣服去啊 绿柳 孙小姐到底是客人 咱们多照顾她一些 也是应该的 我朝她安慰道 好了 别不高兴了 赶紧去把衣服包起来 是 绿柳虽不赞同我的行为 可还是听我的话 找了个漂亮匣子 将衣服装了进去 孙一宁住的院子去 第136章 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与绿柳道梅园时 周燕正软着声音 哄哭泣的孙一宁 一宁 别哭了 你哭得我心都要碎了 待会儿 我就带你去合成最大的成衣铺子 把里头最贵 最好看的衣服 全部给你买下来 好不好 孙一宁听着周燕的最后一句话 止住哭声 轻轻啜泣道 真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周燕一脸骄傲道 我们周家可是合成首富 最不缺的就是钱 孙一宁一脸感动道 燕哥哥 你对我真好 周燕挠了挠头 你这么招人喜欢 对你好是应该的 孙一宁脸上露出娇羞的表情 下一刻 又满是失落道 可云杰杰好像很讨厌我 在航程的时候 他就不给我好脸色 刚刚我不过 就是想借他件衣服穿穿而已 他 他竟然骂我的是小偷 孙一宁说着 眼中再次急剧起眼泪 最后 趴在院子的石桌上大哭起来 我站在院门口 看着眼前的一幕 很是无语 这女人是往眼睛里装了水管吗 说哭就哭 我忍不住往她衣袖里看 还是说 这女人在里头 藏了辣眼睛的生姜蒜 没等我瞧明白 一旁翻白眼 翻到差点眼睛抽筋的绿柳 重重咳嗽了一声 接着急大声道 孙小姐 我家少夫人来看您了 因着绿柳的声音 原本趴在桌子上的女人 惊得抬起头 一旁的周燕 则满脸诧异地看过来 略带防备道 扯出一抹自认为纯凉的笑容 指了指身后绿柳捧着的木匣子 道 相公不是说 孙小姐的衣服带少了吗 我特地挑了件 没穿过的新衣服 给她送过来 周燕皱起眉头 怀疑道 你有这么好心 前面还因为孙一宁 乱翻衣柜而发火 这会儿 却又大度地过来送衣服 怎么看都觉得 不是我会干的事 苏云 你是不是心里憋着什么坏招 想对付一宁啊 男人说话时 看向我的眼神满是防备 我眼神微微暗了下 这蠢货什么时候长脑子了 竟然变得不好糊弄了 我垂下眼眸 将声音拉得长长的 道 相公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呀 周燕 我右手翘起兰花指 一脸悲伤地捂着胸口 委屈万分道 我嫁到周家也快一年了 这一年里 我打理中愧 服侍公婆 善待妾室 不说面面俱到 可我也是尽力而为的 前面我会发脾气 也是因为 你们擅闯 我的房间 乱动我的衣服 如今我已经意识到错误了 还特地挑了件 婆母新年时 送我的新衣裳 买给孙小姐赔罪 可我没想到 我使劲掐了一下 自己的大腿 顷刻间 眼眸通红 还有晶莹的泪珠 在眼眶打转 相公你竟然如此怀疑我 难道我素晕在你心里 就是个心肠歹毒的人吗 话刚说完 两行青泪时机 刚好从眼角流淌下来 我算是发现了 周燕这货 就喜欢哭哭啼啼的女人 女人哭得越伤心 她就越心疼 周燕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弄得目瞪口呆 别说她了 就是她身后的孙英宁 都忘记哭泣了 女人呆呆地看着我 只觉得我的一通操作 十分熟悉 查理查理的 可不熟悉吗 我极少在周燕面前 流露出柔弱 这会儿 为了达到让狗男人心碎的效果 我咬着嘴唇 只流泪不出声 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 更是饱含委屈地看着她 伤心欲绝的模样 加上刚刚那一番控诉 出来的效果 自然也是极好的 果然 男人不悦的表情 肉眼可见地变了 就连声音也软了下来 那个 夫人 你 你别哭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周燕有些慌张 开始柔声哄着我 你在周家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你贤惠大方 温柔善良 我 我刚刚就是说错话了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啊 周燕话 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这戏自然也就不能演得太过 赶紧见好就收 原来 是我误会相公了呀 我缓缓止住哭声 微微抽气道 我就知道 相公将我的付出看在眼里 不像有些薄情寡义的男人 见一个爱一个也就算了 还帮着外头的女人 欺负自己夫人 简直是猪狗不如 周燕 我怀疑你在骂我 可我又没有证据 男人被我说的面色尴尬 一时间 不知该如何接话 我也无所谓 擦干眼泪 看向石凳上的孙一宁 露出一抹笑容道 孙小姐 我给你带了件新裙子 你看看喜不喜欢 说完直接从周燕身旁走过去 男人 我怀疑你刚在作息 可我还是没有证据 倒是孙一宁 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 满脸感动道 云洁姐 这怎么好意思啊 燕哥哥刚跟我说了 他带我出去 买也是可以的 呀的 既然知道可以出去买 为什么前面 还来翻我衣柜 我更加肯定 这女人就是故意 用借衣服的油头来挑衅我 想让所有人知道 周燕对她比对我重要 我内心妈卖皮 面上却笑嘻嘻道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前面是我冲动了 还请孙小姐收下这裙子后 就莫要跟我这夫人计较了 说完 我让绿柳将木匣子打开 我把衣服取了出来 红色云景色光丽灿烂 再加上大朵的刺绣牡丹花 用的又都是金丝线和孔雀羽 阳光的照射下 整件衣服发出异议光彩 犹如天上的云霞一样 绚烂多姿 美得让人惊叹 孙一宁的父亲是知府 可一年的俸禄也是有限的 哪怕私底下有灰色收入 但表面上也是要维持清廉形象的 所以 孙一宁活了16年 还是第一次瞧见 如此华贵的衣服 女人直接看呆了眼 这 这衣服真的送给我吗 孙一宁说话时 甚至舍不得一开眼 对啊 我笑着点了下头 这件裙子是年前婆母送给我的 用的料子乃是上好云景 听说这云景一般都是 敬献给皇宫的 只留一小部分给外面的人 简直是千金难求呢 哪个女人能拒绝漂亮衣服 尤其还是如此贵重的衣服 孙一宁被我说得心动又嫉妒 周家果然如他三姐所说的那般 财力雄厚 关键周夫人对儿媳妇还如此好 连进贡的云景都能轻易买到手 恐怕还有更多的稀有珍宝 藏在这府里吧 如果她是周家的少夫人就好了 孙一宁脸去内心的渴望 露出难为情的表情道 云洁姐 这衣服如此贵重 而且还是你婆母送给你的 我收了似乎不太好 你还是拿回去吧 话虽这样说 可摸着衣服的手 却一点没有要缩回去的意思 我见她恋恋不舍的样子 便知她心底是非常想要的 没关系的 我十分真诚到 这衣服的颜色 与我而言太过艳丽了 反倒适合像孙小姐这样 活泼娇俏的小姑娘 至于婆母那边 我自会同她说的 与其让这衣服终身藏于衣柜中 我想 婆母更希望 她能有个能体现她价值的主人 孙小姐就莫要推辞了 听我如此讲 孙一宁这才 勉为其难 既然云姐姐都这样说了 那一宁只能将这衣服收下了 说完她双手接过裙子 又瞧了好一会儿 才小心翼翼地放回盒子里 命自己的丫鬟放到屋子里去 得了如此一件宝贝 孙一宁看我的眼神 也热情了几分 看我这记性 云姐姐来了这么久 竟还未给你倒茶 实在是失礼 孙一宁说着 拿起石桌上的茶壶 给我倒了杯茶水 我拿起茶杯 朝她道 孙小姐 前面是我不对 我以茶代酒 跟你赔不是了 说完 我仰头一饮而尽 孙一宁一愣 随即到 云姐姐严重了 也是一宁不懂事 把你衣柜弄乱了 说完 她就要拿起茶壶 给自己添水 我忙接过茶壶 边往她的茶盏里倒水 边带着讨好道 孙小姐喝了我这杯茶 这钱都发生的事情 就算过去了 咱们往后还是好姐妹 好不好 咱们一直都是好姐妹啊 孙一宁说着 拿起茶盏 将里头的水喝完 我看着空荡荡的杯子 笑得格外开心 对对对 一直都是好姐妹呢 说完 我起身道 收不早了 我还得安排今天的晚上 既然孙小姐原谅我了 我心里这一颗石头 也算是落下了 就先告辞了 孙一宁故作客气地 留了我一下 然后 换了丫鬟送我出院子 我经过周燕身旁时 男人尴尬一笑 夫人 你先走吧 我还有事要跟一宁说 好 我大度一笑 只柔声提醒道 过会儿就要用晚上了 相公和孙小姐 可千万别迟到了 迟到了 我前脚才刚踏出院子 孙一宁便迫不及待地 奔向周燕 举止轻逆道 燕哥哥 我去穿那件云井的裙子给你看 好不好 好啊 周燕一脸宠溺道 伊宁穿上那件裙子 肯定漂亮极了 我转头看向说说 笑笑进屋的两人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好戏还在后头呢 第137章 咱们全家都得蹲大运 冬日里天黑得比较早 周府的晚膳也提早了些 周三老爷已经启程回了航城 今晚周家饭桌上 除了家里人外 就多了孙兰和孙一宁俩姐妹 我安排好今晚的菜单后 又去了趟水蟹院找婆母 公爹这会儿也在 我将周燕带着孙一宁乱闯我屋 乱翻我衣柜的事 同公婆二人说了 也坦白自己与两人起了争执 父亲 母亲 儿媳事后 其实挺后悔的 我低垂着脑袋 一副做错事的模样 孙小姐是知府大人最疼爱的女儿 万一此事被知府大人知晓 从而牵连了周家 那儿媳就是周家的罪人了 所以 为了让孙小姐消气 我就把母亲送我的知景如群 给了孙小姐赔罪 我缓缓抬头 面带祈求道 还请母亲 莫要怪罪儿媳的自作主张 我一番柔弱小白花的操作下来 婆母不仅没生气 反而还柔声安慰了我一番 公爹更是承诺 下次出院门时 帮我再带一匹云井回来 不用不用 我忙摇头拒绝 父亲上次回来时 已经给了儿媳许多东西了 在周家 除了花心大萝卜周燕外 其他人都对我很好 不过就是件裙子而已 我根本不在意 再说了 这裙子也不是白送给孙英宁的 因为我顾全大局的做法 公婆又送了我一匣子珠宝 夹起来比那云井的裙子值钱多了 我拒绝不了 也就大大方方地收下了 有不差钱的大方公婆 真是太好了 带我走后 公爹坐在椅子上叹气 婆母走到公爹身后 揉起了她的太阳穴 老爷 孙小姐和阿燕的事 您是个什么想法呀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 公爹说起自家那花心儿子 便是一肚子气 年前瞧着她刻苦学习 还以为是改过自新了 没想到一个女人 又让她原形毕露了 我本想着那臭小子离开航城 也就断了那孙小姐的念想 可谁知 她竟追来了合成 还有三房那两人 不拦着也就算了 竟还暗地里撮合两人 你说 这叫什么事啊 公爹一想到这里 只觉得太阳穴更加疼了 婆母一边给公爹揉太阳穴 一边小声试探道 其实 我觉得孙小姐挺不错的 她出身官宦之家 在府里又是急兽宠的 若她真能跟阿燕成了 那阿燕就有了个当知府的岳父 这对阿燕将来考取功名 也是极有帮助的 公爹压着心头的怒气 语气淡淡道 若阿燕还未娶妻 这孙小姐确实是极好的人选 可阿燕如今已成亲 你难道想让知府家的千金 给你儿子当妾不成 婆母继续道 我瞧着那孙小姐 很喜欢阿燕 呵 你想得也太简单了 公爹声音冰冷道 就算孙小姐在喜欢阿燕 那知府大人能同意宝贝女儿 给个伤骨的儿子当妾 可孙小姐若真同意 那知府大人 还能拗得过女儿吗 婆母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就像她闺女周景长 还不是背着他们 去给个有妇知夫当妾 公婆在一起二十多年 婆母一句话 公公便知道 她在想什么 赶紧把你那些 不该有的心思收起来 公公抬手扶开 婆母暗柔的手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愤怒道 让堂堂知府家的千金当妾 你这是看不起知府大人呢 还是故意打她的脸面啊 婆母一听 脸色瞬间白了起来 哟 有这么严重吗 周景长给人当妾 他也没觉得 男方家看不起她 你少拿自己那不着调的女儿 跟人家知府的闺女比 公爹瞪了婆母一眼 语气带着几分胸 整个行程都知道 孙家五小姐是孙知府的老来女 比家里的几个儿子都受宠 她的婚事孙知府定是极重式的 咱们若真打她闺女的主意 到时候人家一发怒 咱们全家都得蹲大狱 公爹最后一句话 彻底把婆母吓住了 她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公爹又继续交代道 从明天开始 你给我盯紧点你儿子 别再让她跟孙小姐私底下接触 公爹发话 婆母自然是听从的 公爹心里头烦躁 便出了屋子 去院子里散散心 婆母因刚刚公爹语气不上 而有些委屈 朝身旁的柳妈妈抱怨道 我不过就是说说罢了 她这般凶做什么呀 一旁的柳妈妈 忍不住出声问道 夫人 您明明知道这里头的厉害关系 怎么还跟老爷那样说啊 当初在航程时 绿流跑来找她 说什么 少爷大半夜和孙小姐带一处说话 她一跟夫人说这事 夫人便骂少爷糊涂 还说绝不能跟孙家扯上关系 可这才过去几天啊 夫人竟改变了态度 婆母建屋内没有其他人 这才叹了口气道 前面你不在 三房的人来找我了 她说那孙小姐对阿燕情根深重 已经到了非她不嫁的地步 而且 阿燕今年参加同生事 三弟妹说 若有知府大人帮忙的话 那必定就能考上了 因为三房的话 她才有了把孙小姐取过来的主意 当然 堂堂知府大人的千金 是不可能为妾的 她想的是 以平妻的身份让她嫁过来 她这么做 不也是为了儿子好啊 夫人 您糊涂啊 柳妈妈一听 立马道 少爷如今是大儒的学生 大儒又为人正派 若让她知道 自己教的学生走后门 那恐怕会把少爷逐出师门的啊 柳妈妈这话说的婆母心脏一跳 对啊 她怎么就忘记 大儒这件事了 柳妈妈瞧着婆母的样子 便知道 她是听进去了 又继续道 大儒是少爷的老师 以大儒的学识 她怎可能让少爷连同生事都过不了 夫人 您就别担心了 再说了 少夫人贤惠又能干 还对您十分孝顺 若她知道 您有那样的心思 她得多伤心啊 婆母本也是冲着周燕的仕途 才考虑孙一宁的 如今公爹和柳妈妈两人的话 彻底打消了 她刚冒出来的一点念头 水歇院后来发生的事 我并不知晓 离开水歇院后 我就盼着赶紧吃晚饭 毕竟接下去 还有一场好戏等着看呢 你还要尽量一层吗 不日本人的勇者 都小时候 正好